书道用十方横手 叶忠明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觉 刚才想到答案的兴奋 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知道星图 也就不知道星座的位置 叶忠明无论多么聪明 也破解不开这个难题 可他意识到 既然知道了问题在哪 那么无非就是一个字 找 怎么找 叶忠明决定用最笨的办法 他开始向回走 走到了碰到的第一座宫殿苍蝇座 之后改变方向 向着另外一边走去 他的办法就是 以苍蝇座为原点 在周围画圈 这很笨 却可以保证 他不落下任何一个方向 如果半人马座就在附近 那么用这种方式 就一定可以找到 事实证明 叶忠明是对的 他在用这种方式寻找后 碰到的第二座宫殿 就是半人马座 太好确认了 就和往生加上的图案一样 调整了一下呼吸 他走上了台阶 很快来到了宫殿门口 自己猜测的对不对 就看能不能推开 这座宫殿的大门了 他的双手按了上去 于是 一切便都有了答案 什么都没有发生 叶忠明深吸口气 使劲推开了店门 下一秒 他就看见了里面 站在大厅中央的那头怪物 半人马怪物 同时 叶忠明踏入大厅的第一步 那个仿佛雕塑一样的 半人马怪物 也睁开了眼睛 双方在这一刻对视了起来 叶忠明表面平静 心中却有些骇然 这个半人马应该是一个 极其特殊的变异生命 但在特殊也是一个变异生命 而不是一位进化者 可是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冷静 看着叶忠明的眼神 冷漠地让人心惊 难道是因为 他是一个半人形怪物的原因 叶忠明缓缓地抽出五沙 经过了增强的火沙场 立刻出现在了他的周围 淡红色的沙粒 在五米半径范围内 狂暴地旋转着 和空气摩擦 发出了轻微的乌液声音 温度也在同时升高 凡是进入火沙场的敌人 都会受到持续性的火属性伤害 在叶忠明的身体上 黑暈之盾现出了形状 土之精灵随手加了一个黑土铠甲 让他的防御力 瞬间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这还没完 叶忠明的脚下 开始流淌出一些沙子 那是踏写战靴之中 空间的储存 自从血统得到了改良之后 那里便专门放这些沙子了 在需要的时候 叶忠明会毫不犹豫地激发血统 半人马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没动 直到看到那些沙子的时候 才终于挥动了一下手中拿着的白玉长矛 之后 前蹄突然扬起 接着落下 在地面狠狠地踏了一下 哇 一声吼叫从半人马的嘴里发出 整个地面随之震动 声响在空间里回荡 叶忠明头部一晕 立刻知道这个怪物的攻击 竟然这就开始了 那边半人马前蹄落下 嘴里发出了声响之后 立刻开始了冲锋 四个巨大的白玉蹄子 在宫殿的地面 发出了快速而匀称的践踏之声 急速冲锋中 手中的长矛高高举起 矛尖上端发出了光亮 随着他粗壮的手臂向后摆去 任谁都看得出 随着他的前进 长矛会随之挥动 直到刺向叶忠明 可惜叶忠明前世 根本就没有去过特殊轮盘空间 自然也无从知道 这是何种怪物 如果知道 那么就会认出 无论是之前的踏地呼吓 还是这个冲锋 都是这个半个马的能力 野性呼喊 一网之矛 前者 不仅可以让目标 处于短暈的眩晕状态 还可以增加 半人马的各种身体属性 等于是一种临时的强化 而一网之矛 则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攻击能力 利用冲锋带来的动能加成 和白玉毛本身的光属性 来造成伤害 虽然半人马没有魔精 可是仅仅那从他一出手就看得出来 他的实力丝毫不逊于七级的生命 甚至已经接近八级 叶忠明很快便从眩晕中醒来 却发现 半人马和他的矛 已经到了距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地方 换成其他人 或许这个时候白玉毛已经刺入了身体 但叶忠明却不同 因为他的周围有火沙场 并且是被提升了一个等级的火沙场 混沌级往生加是被加在了蓝色五沙上的 随机提升一个技能 作用在了火沙场上 现在的火沙场 对进入其中的敌人减速效果非常明显 或许 这种明显只是体现在攻击时间 从一秒变成了1.5秒 但这个瞬间已经足够做很多事情 叶忠明今天其实是被打了的措手不及的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冰冷的家伙 竟然会这种精神类攻击的能力 如果没有火沙场 那么这一击 叶忠明可能就要生瘦了 但现在 这点点时间 叶忠明反应了过来 他的身体动了 急跑发动 本来半人马臂中的一击 被叶忠明侧步躲过 巨大的半人半马身体 带着光亮的毛 从叶忠明的身边擦过 接着 叶忠明发动了踢击 之后挥刀 踢腿的动作极小 半人马被减速之下 加上他冲来的惯性 根本就无法躲开 他的身体 因此被踢得晃动了一下 有些碎裂的声音传来 应该是白玉的腿上出现了裂痕 本来可以直接冲过去的半人马 被叶忠明 这一踢生生地停在了原地 也停在了叶忠明武杀的攻击范围内 接着刀光落下 正常来说 叶忠明用刀的时候 自然是用武杀的燃锐芒技能 可以发出一道刀芒 劈开前面的一切 可是这一次 燃锐芒的确出现了 也劈了出去 因为叶忠明自身基本属性的强大 威力更深 但关键的是 燃锐芒之后 竟然又出现了一个半圆形的赵子 而赵子正好照在了半人马的身体上 并且赵子里面出现了蝴蝶形状的光刃 顷刻间在里面开始了肆虐 如果熟悉叶忠明的人一定知道 在急跑和踢击之后 叶忠明并没有发动任何技能 燃锐芒是蓝色武杀自带的能力 那这光照又是什么 网生家不仅给武杀升级了火杀场 还给了他一个全新的技能 光蝶绞杀 风锐光芒组成的蝶形光刃切割 在半人马白玉的身上 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一些碎屑飘散在光照中 因为扩散不出来 很快就让里面变得有些雾气萌萌 这个过程其实很短暂 只有呼吸之间 这让叶忠明也有些惊讶 这个光蝶绞杀的攻击频率 竟然这么强 只是下一秒 光照便破碎了 半人马的长矛轰击在了光照上 在巨大碰撞声中 这个怪物从里面冲了出来 叶忠明早有防备 吐之精灵的跳跃重力发动 半人马脚下的重力 立刻发生了改变 叶忠明这一次 则发动了职业技能 万众硬刀斩 十个刀影合在了一起 朝着半人马的身体斩去 刚冲出光照的束缚 身体的重力还发生了改变 加之身处火杀场之中 让半人马的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这一刀已经无法避开 他举起长矛 双手分别握在了头尾两端 就拦在了自己身前 武杀和白玉长矛碰撞在了一起 叶忠明感到双臂发麻 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朝着后面退了过去 武杀上传来了阵阵轻颤 下面的攻势 也因为这一块被瓦解 叶忠明的力量 本就是他的优势 在这次服用了属性提升卷轴之后 力量更是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可就是这样的力量 在和半人马碰撞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本想一粒降石会 谁承想竟然是棋逢对手 抬眼望去 叶忠明才放心了一点 他敏锐地发现 半人马的白玉蹄子 全部出现了裂纹 之前被他踢击的那只更是严重 已经有些轻微的碎块掉出 而那根长矛更是凄惨 虽然未断 可是在中间刚才和武杀碰撞的位置 已经被出现了的大大的豁口 只剩下一丝相连 可以预见 只要稍微用一下力量 这杆长矛就会断掉 半人马仿佛 对自己处于劣势 非常的不满意 此刻的他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完美 身上全部都是被光碟切割出的痕迹 他看了一眼长矛 随手就扔在地上 然后从马一样的身体一侧 拿出了一把长饼斧 叶忠明这才发现 在半人马的马身两侧 还挂着两把兵器 一把就是这个长饼斧 另外一把 是宽背长刀 之前没有发现 只是因为这白玉怪物 全身上下都是一个颜色 又被他前面身体壮士的肌肉形状 白玉挡着 实在是没有注意 拿起了长饼斧 半人马的气势陡然提升 看着叶忠明 前蹄再次向着地面一塌 双手把长饼斧伍的来回转圈 虎虎生风 冲着叶忠明第二次冲来 这一次 叶忠明脸上露出了金融 因为他发现 土之精灵的重力跳跃能力 失去了作用 他来不及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 手中的武杀 再次挥出 第二道万众硬刀展发出 劈向了这个家伙 这是一种气势上的对决 叶忠明选择了不避让 半人马把手中的长饼服务的飞快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和叶忠明的技能 再次撞到了一起 叶忠明这一次不仅后退了 还飞了起来 落地之后 口鼻之间有了淡淡的兴气 叶忠明知道 自己的内脏受到了冲击 受了一点并不严重的内伤 在换了武器之后 半人马的实力 明显有了一个幅度不小的提升 当当当 叶忠明以最快的速度 站起后 就听见了这样的声音 他看过去 只见那长饼服 已经掉在了不远的地方 斧头和长饼已经分离 显然 刚才的对撞 已经超过了这把兵器 所能够承受的极限 而此刻的半人马 前踢已经完全碎裂 前倾向下 好像是跪在了那里似的 因为碰撞产生的力量 半人马 虽然没有后退 可也直接毁掉了前腿 这个怪物朝着叶忠明 发出了不甘的一声吼叫 显然 他没想到 遇到的这个人类 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实力 两次硬碰硬 全部都是叶忠明 占据了优势 叶忠明握着刀的手紧了紧 其实他很清楚 刚才如果不是黑暈之盾 或许自己要更加狼狈一些 到了这个时候 胜负已经注定 虽然战斗的时间很短暂 但叶忠明 却一点都没有小看 这个半人马怪物 恰恰相反 他觉得 如果是普通七星进化者 和他对战 估计营少富多 这个怪物不仅速度快 力量足 技能也运用得非常合理 并且更换还会提升实力 刚才那个旋转之后 下批的动作 也应该是长冰斧的技能 叶忠明提刀向前走 他准备结束这场战斗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可他刚刚迈出了一步 就停了下来 因为半人马把宽 被长刀拿在了手中 双目鳄狠狠地盯着叶忠明 他双手举起了这把长刀 极度危险的感觉传来 叶忠明此刻浑身的汗毛 都竖了起来 对面的敌人 仅仅一个动作 他就感觉到了危机 他毫不怀疑 如果自己就这样站着 一定会被杀死 半人马没有给叶忠明 更多的时间 他举起的长刀雷霆般 挥了下来 一道明黄色的光影 从他的身上一闪而出 瞬间到了叶忠明身前 然后狠狠地冲了过去 场中一片寂静 时间仿佛都凝集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忠明才动了动身体 摸了摸胸前 那里 黑晕之盾被展开了 黑土铠甲被展开了 蓝色的战甲被展开了 胸膛上是一道浅浅的血线 没有流淌出鲜血 可是皮肤已经被微微切开 他的身前是自然之障 刚刚激发的水瓶之户 早就碎裂 哄 前方 半人马的身体倒在了地面 失去了生命的波动 已然死去 身体也碎开 不知道裂成了多少块 夜中明张了张嘴 心有余悸 刚才他感觉到危险后 立刻激活了水瓶之户 但哪怕是这样 半人马发出的明黄色影子 还是瞬间破开了水系的防御技能 压根没给夜中明更换能量宝石的机会 之后破开了黑晕之盾 和双层的铠甲 虽然没有对夜中明 造成太大的伤害 胸口的伤势 连轻伤都算不上 最多算是皮外伤 可夜中明知道 刚才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如果这个技能的威力 能够再大一些 那么 真没想到 半人马的临死一击 可以凶悍如斯 他不知道的是 刚才这个能力 本就是半人马的最后一击 需要付出的 是他的生命 因为那是 人马斩 如果哈曼丹没死 如果他 随着夜中明 一起进入了这个空间 那么他就会告诉夜中明 这是这些星座 守护者们的临死一击 每一座宫殿 每一个宫殿里的怪物 再将死 甚至重伤之后 就会选择把所有的力量和生命 都集中在一起出手 成为自己的绝命一击 也成为对手的绝命一击 在刚开始星之母盘 没有繁衍出那么多手下时 那些西亚人不知道有多少高手 毕命在了 这临死一击上 当然 哈马丹或许也会告诉夜中明 他之前一直没有想明白的 一些事情 比如 为什么现代星座是88座 而这里盘面上 奖励项只有50个 看着已经死去的半人马 夜中明 把彻底毁掉的蓝色战甲 给了运宝葫芦 吃掉 换上了一件备用的绿色级别 千叶灵光甲 在他换衣服的过程中 半人马的尸体上 开始出现了一些淡蓝色的光芒 接着 一个小小的铜色 精灵浮现在了半空 夜中明尖头的土之精灵 自从跟随他之后 第一次离开了他的肩膀 坐在小盾牌上 土之精灵 朝着新出现的精灵 飞了过去 而那个淡蓝色的精灵看到了 也快速飘了过来 两个小家伙在空中相遇 仿佛多年未见的好伙伴一样 表现得极其轻易 坐在小盾牌上 互素中长 看到这一幕 夜中明眉毛挑了挑 难道因为自己 已经拥有了一个元素精灵 会在这里 得到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吗 看到两个光屁股娃娃 坐在小盾牌上 你拍一我拍一 夜中明总觉得 这画面和周围严肃的气氛 有些不协调 爸爸 他饿了 夜中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因为他遭受到了上万点的暴击 虽然现在已经 严令土之元素这个小家伙 不准叫自己爸爸了 甚至也不怎么 让他在外人面前说话 但突然来这么一句 夜中明还是感觉心跳加速 面红耳赤 没有得到任何提示 但夜中明 还是拿出了一些好东西 给了这两个小家伙 土之精灵结果 显败一样的拿给小伙伴吃 当一小块鬼精 就这一瓶二星进化药剂 被星之精灵吃进了肚子之后 夜中明得到了提示 星之精灵 星之元素 唯一全能力掌控者 现阶段生长度 出生 现阶段状态 故庸 前面和土之精灵 成为夜中明同伴时一样 后面就有些不同了 故庸 这就是那些西亚人之前 得到星之精灵的状态 这个时候 夜中明稍微有点后悔 在杀掉哈曼丹之前 再详细问问 这方面的情况好了 星之精灵本能一 光辉之地 星之精灵会在需要的时候 照亮一片大小 和他自身生长度相关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之中 他的拥有者会获得速度加成 星之精灵本能二 空间无阻 星之精灵拥有精灵的本能 可以在任意空间中自由穿梭 星之精灵本能三 璀璨星 星之精灵会在战斗的时候 释放出一颗小星辰 受到拥有者控制 在需要的时候 发出星灰射险 星之精灵本能四 大卫王 精灵可以使用他所感兴趣的物质来 积存体内的能量 能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会进入下一个生长阶段 星之精灵本能五 雇佣状态 封印中 星之精灵本能六 雇佣状态 封印中 星之精灵本能七 封印中 星之精灵本能十二 封印中 相比于土之精灵 星之精灵给夜中明的惊喜 要小很多 不仅仅是因为有两个能力 和土之精灵是一样的 最主要是因为雇佣状态下 要多出两个被封印的能力 这几乎让星之精灵的作用 减少了一半 同时 也有新的疑问出现 得到土之精灵的时候 夜中明在那个空间里 可是打声打死了很久 连过了数关 最后不说差点死在里面吧 可也相差不多 但现在 只是进来打了一场 除了最后一击有些危险外 其他的时候 夜中明一直占据上风 之后赢了 便暂时得到了星之精灵 这 是不是太简单了一些 还有 这个被自己雇佣的星之精灵 可以在身边待上多久 这些 全部都没有提示啊 之前在土之轮盘的空间里 夜中明得到了不少 三色窝命土 可是这里除了白玉 什么都没有 更别说星辰煞了 同是元素精灵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夜中明翻看了一下 半人马的身体 又尝试了一下 那些长毛什么的 是否可以当成材料 事实证明这些都是空想 无奈之下 他只能向外走去 可到了门口 夜中明突然站住了 转身又回到了 半人马的尸体旁边 接着从空间里 拿出了一样东西 献祭之门 看了下上面的能量条 夜中明很满意 平时他就非常注重 对这东西的献祭 只是由于 因为有运宝葫芦等这些装备 所以分掉不少材料 不过 自从上次献祭之后 夜中明一直在积攒 献祭之门的能量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客观的程度 把半人马损坏的那些兵器 尝试着献祭 竟然成功了 并且增加的能量 还不少 夜中明很高兴 终于找到了一个补偿 自己辛苦来到这里的方式了 三样兵器献祭之后 夜中明开始把半人马分尸 把尸体也献祭了 果然 这种白玉 无论是身体还是武器 都是可以献祭的 夜中明弄完了这些 还向着把宫殿敲碎了献祭 但结果就是 他想多了 除了半人马座的宫殿 去把之前的那些宫殿里 各种怪物尸体献祭后 献祭之门的能量 就提升了整整一条 现在距离最高 可以积存的能量 只差不多一点了 夜中明很期待 第一次 满能量的献祭之门 会给他什么样的东西 由于不知道 这个空间里的时间 和外面的比例 手头也没有其他星座 可以去猎杀 夜中明便没有继续扩大 自己的搜寻范围 而是回到了进来的地方 那里 有一扇门在等待着自己 夜中明手中握着自然之杖 一步迈了出去 接着就听到了一些提示 星之精灵雇佣期 15天 雇佣期间 星辰沙产量减半 15天 产量减半 这样的提示 无疑让夜中明很不满意 雇佣的时间和效率 都不能让他满意 击破母盘空间 并且获得最多雇佣次数 可最终赢得星之精灵 永久拥有权 下面这个提示 就要动人的多 至少 他告知了 拥有星之精灵的方法 夜中明现在有些明白了 哈曼丹 其实在这一点上 同样没有和他说实话 星之精灵 并不是被人从他这里夺走的 而是他的雇佣到期了 星之精灵 自然回归母盘 而其他人得到了这个小家伙 自然也是人家从这里得到的 而不是从他那里抢去的 就是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人雇佣过很多次 因为这涉及到 最后星之精灵的归属问题 对于元素精灵 夜中明自然是志在必得 他现在就是怕有人 雇佣过元素精灵许多次 比如圣城的那位国王 只是 他并没有时间 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从轮盘空间一出来 就看到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他穿着一身黑袍 右手托着一颗水晶球 虽然黑袍上连着帽子 却并没有戴 露出了一头白发 和一张看起来有些古怪的脸 之所以说古怪 是因为这张脸 给人的感觉太复杂 有一些慈祥 有一些清和 有一些恐怖 有一些杀意 有一些笑容 有一些迷茫 好像 就是很多张脸 合在了一起似的 本来 夜中明出来之后 应该会马上直面 母盘周围的杀怪 但此刻周围的杀怪 依然在 远处云顶的战士 也在继续和这些怪物游斗 甚至夜中明 还能感觉到 头顶金色浮球 发出的阵阵联系 可杀怪 云顶的战士 仿佛都没有看见他似的 对于他的出现 没有一点反应 你所用时间之短 出乎我的意料 对面的人 率先开口 这让夜中明 已经马上就要 发出去的攻击 暂停了下来 感受着这个人身体上 那股虚无缥缈的气息 还有并不亚于 自己的能量波动 夜中明想到了一个人 贾南德拉 对面的这位老人点点头 是我 这其实并不难猜 在整个西亚区 能够有能力 以这种方式 站在夜中明面前的 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而知道夜中明来这里的 只有圣城里的那两位 那位国王夜中明 虽然没有见过 但圣城之中有他的雕像 那么现在眼前这位是谁 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有事 简单的两个字 却让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到了拐点之处 有事 虽然只是一种询问 可也代表着 两个字之后的意思 如果没有 那么你拦着我干什么 如果有 是什么事情 抢东西 还是别的 贾南德拉的回答 或许就意味着 两位七星进化者 一场战斗的开始 对于这个 在前世 给中国区的九星进化者 留下失败阴影的人 叶忠明心中 是充满警惕的 星空预言者这个职业 实在是过于诡异 叶忠明 也没有任何把握取胜 更何况 现在他的状态 并不是最完美的 身上的战甲防御力 下降了一个层次 贾南德拉看了一眼 叶忠明肩头上 一左一右两个元素精灵 眼中出现了明显的艳险 只是过来和你商量一些事情 叶忠明 眼睛睁大了一些 等待着下面的话 我无法肯定 但我想你 应该是中国区 最强大的进化者之一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都在被人看着 说着话 贾南德拉的水晶球里 飘出了一些阴暈色彩 里面出现了一片天空 然后是一些画面 那画面叶忠明很熟悉 估计每一个 还活着的地球人 都很熟悉 因为那是 末世开始的 那一天出现的画面 叶忠明的身体 骤然绷紧 然后又骤然放松 这还是他重生以来 第一次有人 和他说这样的事情 也是第一次 在一个人身上 看到自己内心深处 所在意的疑惑 但叶忠明依然没有说话 他想知道 这位星空预言者 下面会说什么 我们在不同的地区 为了生存挣扎 不断地强化自身 如果一切都是被人安排好的 那么那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为了帮助人类的进化 或者验证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贾南德拉摇摇头 请原谅我以最大的恶意 去揣测这件事情 但我依然会如此认为 我们是工具 但我们强大到了一定程度 或者说强大到了天上 那些人希望我们到达的程度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被利用了 就会去面临一些 我们以前永远也想象不到的事情 叶忠明心中 想起了前世那些 成为了九星进化者 也并不经常出现在 人们面前的强者 他也曾怀疑 过了那道坎之后 是不是就会发现 一些新的不同 他依然沉默 哪怕贾南德拉说中 他的心中所想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或许就是战友 要一起面对未知的 可怕的 甚至无可抵御的危险 然后呢 叶忠明突然说话 很是认真的 看着这位星空预言者 他知道 这些话大半应该来自于 这个人的猜测 当然 也不排除他从职业技能当中 得到了某些预知 然后 然后就是 你是希望你的战友 是一群强大的人 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可以更好地帮助你 还是你想看到你的战友 都是一群没有能力的弱者 所有的危险 都要你自己去承受 贾南德拉手中的水晶球里 画面变了 变成了不知道发生过 还是意想出来的战斗画面 残酷而血腥 叶忠明嘴角 露出了一个讥讽般的笑容 说来说去 还是想要 让我放弃争夺心之精灵 却说的大道理通天 叶忠明活动了一下身体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我需要战友 我会自己选择 就算到时候 我一个人去面对那些危险 我也保证那是最强的我 贾南德拉先生 你看我像是那种 被你用什么天下苍生忽悠两句 就会把元素精灵这样的好东西 放弃的傻逼吗 你想多了 不得不佩服贾南德拉的涵养 被叶忠明如此说 可在他的脸上 却看不见一丝懊恼和愤怒 这是最明显的拒绝 甚至可以说 叶忠明已经翻脸了 按照在末世中的处事习惯 这时候 贾南德拉要么后退离开 要么和叶忠明大战上一场 可他什么都没做 每个人都不可能孤单 一个人 永远做不到很多人能够做的事情 一个棋子在棋盘上会陷入重围 很多个棋子 才有资格和对面拼杀 叶忠明摇摇头 要么让开 要么我宰了你 贾南德拉终于叹息了一场 向后退了一步 周围立刻按了起来 那个把两个人与周围隔绝出来的屏障 加身了 说不通就要打吗 早这样多好 何必那么虚伪 叶忠明冷笑一声 手中便出现了一把长枪 接着就扣动了扳机 金能膜弹枪的枪口 喷射出了危险的能量 这个距离 正是这把紫色武器的最佳射程 只是这些带着雷电属性的小小能量壶 却没有如同预想中 那样击中贾南德拉的身体 而是出了枪口之后 就停留在了空间之中 叶忠明的目光 落在了贾南德拉右手 托着的那颗水晶球上 龟葬法珠 叶忠明看到面前奇景的这一刻 就想到了一种装备 那同样是前世和贾南德拉 一同流传到了中国区的 那位强大的西亚九星净化者手中 有一颗强大的装备法珠 有着神奇的功能 没想到 这颗就是在贾南德拉七星的时候 就已经掌控在了他的手里 你的博学让人吃惊 贾南德拉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惊疑 他没想到 这个中国人竟然可以 一口叫破自己装备的名称 一边说着要不做棋子 一边却在拼命地 使用着轮盘的装备 你不觉得这很可笑 叶忠明讥笑了一声 心中却在思量 要如何打破这片壁垒 再没有弄清楚前 他不想妄动 这只是达到目的的过程 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贾南德拉回答道 不过对于你这样执迷不悟的人来说 一切都不重要了 说着 这位西亚区的七星净化者 手中的硅葬法珠亮了起来 从里面开始喷发出一些 和法珠相连的光线 开始的时候很短 但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在空间之中飘荡的那些 金能魔弹枪 发射的能量弧 又碰到这种光线的 立刻就被干脆地切开 脆弱地如同纸片 虽然爆开的能量 会让这些光线的生长慢一些 剑光轮 贾南德拉发出了他的攻击 形势对叶忠明非常不利 他出现的时候 这个西亚区的强者 就已经布好了这个结界 显然让叶忠明 只能在里面和他战斗 但叶忠明也没得选择 如果他真的听了 贾南德拉之前的那通胡言乱语 那等待他的 估计就是一场勒索 看到对手的这个技能 叶忠明知道 这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结界的特性 认定自己攻击无用 才会发出这种 积累能量一般的攻击方式 叶忠明再次扣动扳机 并且是连续扣动 直到打空了 精能膜弹枪上膜精的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的行动 也受到了限制 仿佛陷入了泥沼当中 到处都充满了阻力 能量胡在叶忠明身前 形成了一片屏障 没用的 同级的人 无法破开我的归葬结件 如果你刚才听得进去我的劝说 留下一些 可以确保你承诺延续性的东西 你本不必面对这样的情况 贾南德拉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 他的脸上 却满是得逞后的畅快 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呀 叶忠明哼了哼 收起精能膜弹枪 拿出了 狙击步枪 在归葬结件当中 他的行动力受到了极大影响 狙击枪拿出来之后 也没有对准贾南德拉的要害部位 可他依然还是射击 这让贾南德拉再次发出了嘲讽 可叶忠明没有被影响 打空了全部都是银色子弹的弹夹 叶忠明接着拿出了轰鸣机械师 魔精手雷和一把魔精枪械 同样在空间之中引爆 贾南德拉的脸色开始阴沉 最开始 他以为叶忠明这么做 只是为了延缓剑光轮的进度 那些能量弧 子弹 射线等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可当叶忠明不停地用各种方式 做这些看似无用的攻击后 贾南德拉心中涌起了不安 他觉得 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果然 在叶忠明再次扔出了 两枚黑油油的魔精手雷之后 龟藏结界出现了第一次晃动 一些仿佛蛋壳碎裂的声音 不断隐隐传来 叶忠明没有什么装备 能够破掉这个神奇的结界 但不代表 他没有办法 无论任何的空间 所能承载的能量都是一定的 当超过了这个界线 空间就会爆掉 房子也好 城市也罢 甚至地球 宇宙皆在此裂 龟藏结界自然也不例外 在叶忠明手中的两个元素精灵 关于空间类能力没有解封之前 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法 既然我不能离开 那就称报他 叶忠明这么想 也就这么做了 前世给那个中国区的九星进化者 造成了极大麻烦 甚至可以说是胜负手的龟藏结界 在这一世 还没有成长到那么恐怖的程度 叶忠明还没有把手段用完 就已经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 你疯了 贾南德拉也意识到了叶忠明要做什么 脸色大变 声音已经因为恐惧而变得嘶哑 结界爆掉 我们都会被能量炸死 叶忠明别别嘴 压根没有回答 而是再次从空间里弹出了两枚魔精手雷 让他们加入到了结界中 已经变得极其不稳定的能量洪流之中 破碎的声音明显增大 并且越来越大 终于在某一个瞬间 这个被龟藏法珠释放出来 拥有隔绝探查 控制移动 阻隔攻击等诸多能力的结界 再也经受不住里面狂暴的能量冲突 在贾南德拉的惊叫声中爆了 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下白战队的女战士们都吓了一跳 纷纷看向了声音传来的地方 同时做好了冲击的准备 那里是星之母盘所在地方 杀怪身为变异生命 对这种能量的疯狂倾泻更是敏感 他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随着刚才这次爆炸 许多同类因而丧命 无论是人类还是杀怪 在最开始的观察之后 几乎同时向着爆炸发生的位置冲了过去 前者是因为夜中明可能在那里 后者是因为那里是母盘的位置 现在母盘的周围狼藉一片 本来围居在那里的杀怪全部被炸飞 地面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沙坑 里面是不少杀怪的尸体碎片 仅仅看这些就可以感觉到 刚才的爆炸是多么的剧烈 方圆几十米距离的生命 全部被清理一空 夜中明缓缓走出 远远地对着下白等人挥了挥手 战队立刻改变方向 朝着外侧运动脱离和杀怪的纠缠 夜中明则利用他的速度 也在最短时间内远离了新之母盘 按照道理来说 夜中明是身处爆炸中心的人 应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才对 可看起来他一点都没有狼狈的样子 只是脸上表情平淡了一些 杀怪们聚到了新之母盘前 四处咆哮着 不知道在因为什么发怒 站在雷暴塔楼的范围内 夜中明看向了远处 他知道 贾南德拉没死 刚才爆炸的时候 夜中明自然是早就想好了对策 他可不会真的 如同贾南德拉所说的那样疯狂的想要 同归于尽 他在归葬节节破裂的瞬间 就开启了自然之杖 之后迅速移动到了新之母盘的后面 以夜中明的身体素质 给他瞬间就够了 再大的爆炸 也伤害不了轮盘 夜中明因此躲过了那场致命的能量风暴 他本以为 贾南德拉即便不死 也要重伤当场 那样夜中明想杀想寡 就完全是主动的一方了 甚至 他已经想好要询问的问题 可是 那位星空预言者 却在爆炸的时候 发出了一声惨叫 之后 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或者保命手段 让夜中明在发现他的时候 已经到了至少数千米之外 并且还在飞速的远离当中 果然是前世就极其强大的进化者 这一世依然不弱 圣诚两尊大佛 这下夜中明全得罪了 不过他只是耸耸肩 并不太在意 他在意的只是 下一次如何来这边继续雇佣星之精灵 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离开 夜中明没有去继续攻击杀怪 而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他不可能无休止地 停留在这里来转动星之母盘 布鲁秘境那边随时可能打起来 现在 他可不能回到圣城使用时空折叠之门 那么仅仅是赶回去所需要的时间 就不知道要多手 所以他不能耽搁 好在 之前他利用惊觉扶球的特性 已经掌握了这片沙漠的地形地貌 知道该如何走 队伍很快便开始撤离 先是顺着来时的路走 顺手清理路上 那些攻击圣城军队掉队的杀怪 收几次魔精 之后又避开回归的杀怪大部分 在圣城旁边十几公里的地方穿过 朝着来到西亚的 那个时空折叠之门赶去 换作普通人 哪怕有骆驼和充足的补给 加上准确的导航 想要穿过一片沙漠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就更别说还要保证速度了 但下白的战队全部都是五星进化者 说是超人也不为过 也同样有着充足的补给 还有可以发挥出各种能力的装备 在空中惊觉扶球的帮助下 在沙漠上画出了一条笔直的线路 插向了目的地 和平时期的生命禁区 在他们的眼中 只是路面比较软会影响速度的坦途 当然 一路上也那么安全 他们遇到过几群沙怪 遇到过一只七级的变异沙漠鼠 遇到过大片的变异沙集 甚至还在一处绿洲旁白 碰到了数量在几百人的进化者杀到 队伍没有选择避开 而是全部碾压了过去 这一路并没有用去多长时间 可是队伍几乎就是在高速移动 加上高速战斗中度过 当15个小时之后队伍 到达了目的地的时候 这些骑士和超人 差不多的进化者也有些吃不消 这期间 叶忠明还离队乘坐着惊觉扶球 去往那个被杀怪攻破的营地 想把那里的时空折叠之门收了起来 他要为以后留下一点可能 通往圣城的可能 可惜 他去的时候 那里的时空折叠之门 已经消失不见 显然圣城派人过来取走了 云绍的队伍完成了留守任务 期间经过了几次战斗 这些天 除了偶尔会出现的变异生命 圣城的一支队伍也出现过 显然 他们想要封死云顶回去的路 可惜 或许是时间仓促的关系 或许是觉得 云顶主力还在星之母盘的关系 他们派过来的战队人数 虽然过了千人 但战斗力不高 被云少战队击溃 让大家先行一步离开这里 最后 夜中明一个人 收起了这个出了毛病 只能和另外一个分台之间 传送的时空折叠之门 坐着惊觉扶球回到了星之母盘附近 找了一个隐蔽地方 把这块时空折叠之门放下 并且做好了伪装 最后 传回了云顶 探查了一圈之后 带着人回到了一幅人王城 一天之内 在地球横跨六七千公里的距离 又跨越了空间来到秘境 现在看来 估计也只有夜中明和云顶做得到 王城之中 无论是夏蕾还是几位王尊 看到夜中明的时候 都彻底松了口气 这几天夜中明不在 他们是真的忐忑 好在 曙光圣殿的人在做完全的准备 除了一些试探性的攻击之外 没有发动那种恐怖的众神之力装备 这让覆盖在王城上方的遮天之屏 得以幸存 和几个人谈了谈 把雷暴塔楼安放在第二道防线之上 又把路过云顶时 制造出的一批魔精装备分发下去 本打算去给自己 重新制造一件蓝色护甲的夜中明 被夏蕾拉住 回到了夜中明在王城的住所 坐在自己男人的怀里 把夜中明的手 主动拉进自己的衣衫之中 夏蕾满足地发出了几声 带着鼻音的低音 我觉得 那个九级的强者 应该来了 夜中明的手停了一下 直到夏蕾发出不满的声音才继续 只是他的眉头却皱了起来 他早就知道 云顶和一副人 终将面对曙光圣殿的九级强者 为此他准备了数种手段 他之所以冒着风险去西亚区找星辰沙 也是为多出一种 应对这位绝世高手的底气 但现在 他刚从西亚回来 星之精灵还没有出产过星辰沙 自然也无从制造星辰装备 仅仅从这一点上看 夜中明就没有做好准备 还有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夜中明和红发的联系时有时无 本来他以为这是因为身处两个空间的缘故 可是回到了王城之后依然如此 这让他有些担心 难道红发在亡灵山坡 遇到了什么不可抗拒的存在 想想之前红发宁魂为边 抽骨为座散发出的气势 夜中明自己甚至都感觉到了威胁 如此强大的红发 难道真的如阿瑶所说那样 把亡灵山坡下埋着的那些强大亡灵生命惊醒了 或许当初就不应该让红发到那里 指尖是柔腻细润的触感 但心中却有着几分茫然 结果不错 可其中的凶险只有夜中明自己知道 西亚人的性格和组织方式 让圣诚的王国没有下定决心去拼命 这才让云顶占了先机 事实上 如果那位统治者真的很一些 或许结局就完全不同 云顶队伍或许会陷入苦战 并且和星之精灵无缘 而在星之母盘空间 夜中明虽然挡住了半人马 做最后的临死一击 可也要感谢只有一次考验 否则接下来的战斗 就要用绿色装备进行 那无疑让防御下降了一档 危险系数大大增加 最危险的 无疑还是和贾南德拉短暂的对战 如果不是夜中明手段繁多 哪怕知道了 破开归葬结界的方法 他也无法脱困 在那个近乎于领域的空间里 他可能就要任人宰杀了 冒了这么大风险 如果不把所得化成战斗力 那还不如这几天待在秘境之中 制造一些装备呢 同时 夜中明在面对过了贾南德拉之后 也对强者这两个字 有了全新的认识 因为升级到了七星进化 并且大千炼魂术等技能升级 血统 加强之后不经意产生的自大心理 逐渐消失 他知道 哪怕自己是重生的 但也不是无敌的 别人或者有着良好的基础 或者有着超人的手段 或者有着逆天的气韵 这些都会造成这些人 并不会比夜中明稍弱 甚至在某些方面 还要超过夜中明 比如贾南德拉 比如那位 虽然看上去做事胆小 但其实 实力不知道有多么强大手中 不知道掌握着多少 星辰沙的国王陛下 因为这两个人在 夜中明甚至都暂时 放弃了局云的寻找 连地球上的强者都这样 更何况秘境之中不知道 修行了多少年的曙光胜负 那位九级老者 如何高估都不过分 昨天 曙光圣殿那边传来欢呼声音 现在他们已经集结在了城墙之下 他们的圣女 还有杨格斯 那条恶龙都已经到了 三大主力战团也早到了 除了那位九级胜负的到来 我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 可以让他们那么高兴 听到夏蕾这么说 夜中明点点头 的确 除了那个九级强者到来 和攻破王城 确实没有什么 值得曙光圣殿的战士 发出集体的呼喊了 趁着他们还没有攻击 我要造一些东西 外面你继续负责 云顶的所有物资归你调配 有什么提升我们战士 实力的方法 就尽管用 除了留足魔精武器所需之外 所有的魔精 也换成精华药剂 或者其他各种增幅药剂 夜中明决定放手一搏 自然就豁得出去 夏蕾默默点头 身体靠了过去 他和夜中明一样 清楚接下来的危险 也就不再控制本能 初音下白你俩进来 两个懵懂的女人 听到夏蕾大姐头的 大声喊叫走了进去 可这一进去 许久都没有走出来 偶尔有路过的战士 会隐约听见 里面一些让人面红耳赤的 奇奇怪怪的声音 夜中明披着衣服 露出健壮的胸膛 手中把鬼精 和其他珍贵的材料 喂给两个元素精灵 就在刚才 他发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两个小家伙抱在一起 是可以消失不见的 这个发现 让以后夜中明走到哪里 都可以不那么招摇 当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星之精灵的身体之下 多了一个小小的球状体 看上去就如同一颗行星 和土之精灵的小盾牌 应该是同样的作用 两个小东西可以说话 智商虽然不高 但也堪比七八岁左右的儿童 从他们的嘴里 夜中明知道 星之精灵出产星辰沙的方式 口水 土之精灵是吃饱了拉出来 星之精灵是吃饱了 睡觉的时候流出来 对于元素精灵这种 出产国家特产的方式 夜中明不得不怀疑 是轮盘的制造者 某些恶趣味发作 两个小家伙吃饱之后 纷纷陷入沉睡当中 星之精灵的嘴角 开始有星星点点的 国家特产出现 不过毕竟是减半的产量 想要收集起可以使用的量 还需要一段时间 利用这个控辖 夜中明考虑了一下 打算真正的开始锻造月砂战刀 材料已经收集齐全 甚至夜中明都仔仔细细地处理过 除了角月血石 每一样都是精心同质强化过的 之前 因为材料只有这么三份 制造成功率很低 但现在不同 夜中明在西亚获得终极降薪 基础成功率大升 之前 4%的成功率 加上初级降薪的15% 最高也不到19% 即使运气正常的情况 5次才能够乘一次 在材料只有三份的情况下 夜中明没敢下手 但现在不同 算上终极降薪 成功率为34% 这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 只要不是脸太黑 那么这三份材料 基本上可以确保 夜中明得到一把紫色的近战武器 夜中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开始按照图纸上的方法 熔炼材料 与此同时 他不知道的是 当他进入了制造状态 当那些材料开始融合 无论是王城之中 还是曙光圣殿那边 高级战士 全部新生感应 看向了夜中明所在的方向 夜中明前是过于普通 所以很多比较高端的情况 他并不清楚 就比如现在他的这次制造 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他就完全不清楚 金色级别装备以上 也就是紫色和七彩装备 在被制造成型的时候 所发出的能量波动 会被一些实力高强的生命所察觉 其实这并不奇怪 就和很多植物开花结果会散发气味 很多动物进入某些特定时期 会发出叫声一样 只是冥冥之中 对宇宙存在的一种敬畏 察觉到这种情况的王尊和云顶山庄的人 立刻就派人把夜中明的住所围了起来 甚至采取了一些方法 想要隔绝这种能量的散发 可都没有作用 这并不是他们大惊小怪 这就如同人参果 成熟了发出香味一样 是会引来危险的 对于现阶段的王尘来说 危险自然来自于城外的曙光圣殿 连一妇人都感觉到了 有什么强大的东西要出事 曙光圣殿的人怎么会感觉不到 甚至有可能因此把战争提前引发 城外曙光圣殿的高层们 也的确察觉到了王尘之中的这种变化 甚至曙光三巨头的意思 也倾向于即刻发起攻击 他们忧虑一妇人 在弄出什么不好对付的东西 只是圣女一句活得久了 谁还没点压箱底的东西 我们不也一样 让曙光圣殿放弃了提前发动的想法 他们就要把一切都准备完毕了 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仓促动手 房间里的叶忠明自然不知道 自己制造紫色装备会造成这些动静 他只是专注的熔炼材料 之后按照图纸开始锻造月纱 月是高等稀有的材料 在熔炼的时候困难就越大 失败的几率也越大 同时也是在制造过程中 消耗精神力最大的时候 得益于精神力的充足 这个阶段一直是叶忠明的强项 他可以保证精神力的输出 一直处于饱和状态 并且维持平稳 这无疑会提高成功率 同样也是因为精神力够多 叶忠明把任何一样材料 都溶炼到最精细的程度 各种材料融化后 混合的溶液开始凝结 一把战刀的虚影 出现在了叶忠明身前的半空 这是最容易失败的时候 叶忠明这辈子 制造出了无数装备 可这个时候依然有些紧张 毕竟 他还要把自己的一些锻造理解 加入到里面 这更增添了成功的难度 按照图纸上标注的成功率 制造一把月杀战刀 是50%的成功率 可那是基础属性 只有几时 自然不是叶忠明需要的 它会在里面添加 诸如鬼金钻海金窝命图 等诸多材料 甚至加入诸如假上映的类似手法 这极大降低了成功率 当然 一旦成功 也会极大提升基础属性 所以成功率才会降低到 令人发指的4% 好在 现在有了终极降星 一股有些狂暴的能量 开始在整个空间之中波动 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战刀蕴含的能力 会在这一刻成形 叶忠明的眼睛越来越亮 他已经预感到了 成功近在咫尺 可下一秒 一些类似于玻璃碎裂的声音 便传来 本来已经出具雏形的战刀上 出现了大量的裂纹 叶忠明叹息一声 停止了锻造 面前的一切随之碎裂 便成了漫天的金属碎线 失败了 在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外面 很多关注这边的人 感到能量了混乱 然后就消失不见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无不心中叹息 特别是几位王尊 叶忠明实力的提高 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他们是最希望叶忠明成功的 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他们也只能相识无奈 道士城外的曙光圣殿 高层们面带冷笑 心里幸灾乐祸 叶忠明走出房间 喝了一点水 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 调整了一下自己状态后 才回到房间里 开始第二次锻造 这就是制造类职业的辛苦 有了图纸不行 还要有材料 有了材料不行 还要有精神力 有了精神力也不行 还要有成功率 有了成功率也不行 还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和风格 由这些可以看出 制造类职业者中的优秀者 所面临的压力 当然 一旦成功 也会带来其他进化者 所无法比拟的收益 材料如同第一次 一般开始熔炼融合 屋子里出现了一股 并不太好闻的味道 这是融化过程中 产生的一些气体 叶忠明有节奏地 向着里面加入材料 以他自己对制造的理解 不断地变换着手法和比例 很快 又到了之前最关键的步骤 战刀的雏形显现 力量开始外移 咦 又在制造 城外 本来一直闭目的圣女 再次感觉到了这股波动 心中没有了第一次的轻松 一个可以连续制造这种程度装备的匠师吗 一夫人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人物了 对于圣女的看重 叶忠明全然不知 他只知道 这一次的锻造 又到了失败的边缘 他的精神力和武器本身 融合度并不好 这本是并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可现在确实出现了 刚才失败的第一次 叶忠明同样感觉到了 但他以为是因为自己之前没有控制好精神力的融入 可这一次 他才觉得 好像这种情况是因为装备本身等级很高 拥有排他性的缘故 这让叶忠明的心放下了一些 只要不是失败的前兆就行 他更加仔细而稳定地融入精神力 尽量均匀而细致地把自己的烙印引入这些材料当中 战刀的样子越来越凝实 终于在某一刻 已经完全成型的刀身上光芒大作 最开始是明亮的白光 后来逐渐变成了柔和的紫光 当一切都安静下来之后 一把紫色级别的战刀 静静地漂浮在了叶忠明的眼前 叶忠明一把握住精美的刀柄 一股血肉相连的感觉 和一个名字 印入了他的脑海 地煞月刃 仅仅是一个名字 叶忠明就差点没跳起来 如果一切正常 这把战刀应该是叫做月下沙场的 因为放入了握命土 成为大地装备 那也应该叫做大地之月下沙场 可都不是他的名字叫做地煞月刃 叶忠明想起了一件事情 刺鸣武器 刺鸣武器严格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更像是一种轮盘系统 为等级高的装备 提供的一种特殊标识 就如同前世那些凶猛的变异生命 被人们起了个名字一样 诸如阳哥斯之类 虽然这种刺鸣不会 带来什么额外的好处 但这代表着一种认同或者尊重 一件紫色等级的装备 能够被刺鸣的不多 那通常是七彩武器才有的权利 这也是让叶忠明激动的原因 这无疑说明了 这件装备非常不错 地煞月刃 紫 能力一 锋利加720 韧性加780 能力二 月芒 挥动武器的时候 战刀会产生锋利的月芒 切割目标 月芒的长度和威力 与使用者所施加的力量成正比 锋利额外增加70 能力三 吸血为萌 当地煞月刃的攻击造成伤害时 目标的伤势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性加重 并且月芒威力会受到目标伤势的加成 增加1%到5%不等的基础属性 能力四 技能技 使用者在使用地煞月刃激活技能的时候 战刀会技一种相关属性 每使用一次 就会在战刀中留下烙印 烙印越深 相关属性技能威力 获得加成越大 以100烙印次数为基础数值 每增加基础数值的100倍 可以达到下一等级 每级威力增加12% 能力五 月光场 使用地煞月刃作战时 会在使用者身边形成一个月光空间 使用者身体素质少量增加 目标敌人受到迟缓效果和眩晕效果 并且会被月光持续伤害 月光场范围大小为使用者为中心半径10米内 可以扩大范围 但需要消耗大量精神力 最大范围不能超过半径50米 附加效果与目标精神力和进化等级有关 能力六 沙暴月光龙卷 使用者可以取消月光场 转为数量不等威力巨大的沙暴月光龙卷 对目标造成土系和光系双重伤害 威力和龙卷数量呈反比 看着这些技能 夜中明算是明白 为什么会被轮盘系统赐予名称了 首先自然是基础能力的强悍 无论锋力还是韧性 都达到了一些很高的程度 要知道这只是战刀的属性 并没有算上一些技能之类 一旦把这些附加上去 这把刀已经坚立到了极点 其次是之前的刀芒换成了月芒 并且现在是只要挥动 就会有月芒出现 这些月芒的攻击力更甚于刀体自身 而新增加的吸血为盟 则是可以让这把刀再伤害到敌人的同时 增加自身的战斗力 换成数值 仅仅是增加最低的1%威力 那么月芒的锋力值 也已经无限接近于800 如果增加最高的5% 则一下让锋力数值提高到了近840 这相当于又生了半个档次 至于之前就有的技能技艺 和沙场变化成的月光场 更是增加了威势 减少了限制 甚至后者还增加眩晕的效果 最后 就是沙暴月光龙卷这个技能 虽然介绍的并不多 但可以替代月光场 威力自然不会低 同时这也是一个可以单体 可以群体的技能 可以根据战况灵活的运用 哪怕驱除基础属性 这把战刀被动主动能力 加在一起也有5个 战斗的时候战法非常多 果然是刺名武器 确实有其强大的道理 叶忠明摸着光滑凛冽的刀身 感受着上面均匀却强大的力量 虽然他也有 精能磨弹枪这些装备 但并不能和他的主职业 配合得那么完美 无疑 这把地杀月刃才是他的主武器 也是最适合他的武器 放下这把战刀 叶忠明看向了剩余的这些材料 趁着热度 叶忠明开始了第三次制造 只是失败了 叶忠明心中大为可惜 连续三次锻造 星神消耗很大 叶忠明休息了一下 发现星辰沙已经收集到了一些 他把这些拿过来 仔细观察 哪怕是曾经见过 依然被这种绚丽的色彩所吸引 前世星辰装备名气 要比大地装备更高 这倒不是说前者 一定要比后者好 叶忠明猜测 应该和中国人才 不外露的性格有关 不会把大地装备轻易试人 并且在外表上 大地装备 的确没有什么特异性 可星辰装备 据说很是绚烂多彩 估计也是更加知名的原因之一 叶忠明想了想 决定用一件战甲来来 检验一下这些星辰沙的效果 他采取了最稳妥的方式 也就是先把战甲准备好 之后再去附魔 这虽然会没有 整体成型的装备来得强大 但至少成功了 就可以得到一件蓝色装备 叶忠明把身上穿着的 这件千叶灵光甲脱了下来 这是一件 没有被握命土提升过能力的原版 他按照之前制造蓝色战甲的方法 材料加上 山印 开始凝炼 很快 战甲就发生了变化 上面本来柔和的绿色光芒 变淡消失 铠甲的表面出现了一些蓝紫双色的小点 这些小点出现之后 便活跃了起来 在铠甲表面游走 顷刻间化成了本色 弥散在铠甲的表面 叶忠明的运气不错 第一次就成功了 拿着这件已经变成了蓝色级别 散发着摧残星光的漂亮装备 叶忠明去看属性和能力 和千叶灵光甲相比 基础属性提升了一些 装备的能力大多数没变 威力自然是有所提高 更多出了一个能力 四方甲影 可以在战斗的时候 发出战甲的虚影 来震慑贴近身体的敌人 造成冲击伤害 并且附带击飞效果 最让叶忠明看中的 自然是装备的名字 星辰之谦 叶灵光甲 还有星辰装备的附加属性 星辰防御装备附加属性之碎星之环 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在穿戴者周围 形成一条陨石环 战斗的时候起到防护作用 也可以对进入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伤害 伤害力持续叠加 当所有陨石环中 陨石全部攻击过目标后 陨石环会爆炸 造成极大伤害 爆炸会让战甲 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 修好后 陨石环进入冷却时间 时长为50小时 当叶忠明穿着星辰之谦 叶灵光甲出现的时候 这件漂亮的真的 如同天上星辰的战甲 立刻引起了轰动 因为带着骑兵出战 受了重伤的小虎伤势 已经大好 哭着喊着让叶忠明 给他造一件 在知道材料的珍贵 和成功率不高之后 虽然不再要了 可是却跟在叶忠明屁股后面 一直盯着星辰战甲 就差上去舔了 也不怪小虎这样 就连下白和几位王尊 目光都很难 从这件战甲上移开 特别是叶忠明 验尸的时候 打开了陨石环 那些大小不一却排列的 极有规律 还带着阴晕之气 缓缓转动的小型陨石裙 更是得战甲 增添了几分神秘 和幽远的气息 连这些人都这样 就更不要提量初音末夜 还有下白战队的 那些女战士了 对于漂亮的东西 女人本就没有什么抵抗力 包括帅哥 当然这句话 放在男人身上也合适 你这太显眼了吧 令昆王尊苦笑着摇头 想说什么又欲言又止 叶忠明知道 这位八级大高手的意思 无疑是在战场上 这样的装备 会成为敌人关注的焦点 那往往意味着极度的危险 但叶忠明也没有办法 星辰战甲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和大帝战甲各有千秋 由于卧命土和星辰沙的产量 都没有多到 让他肆意挥霍的地步 他不得不从性价比的方面去考虑 大帝套装三样就可以成套 武器 配饰 加上裤子就可以了 战甲用星辰装备 可以齐及双方的优点 在目前的状态下 这是最优组合 收起陨石环 叶忠明又去了贺谷法珠那里 在确定了今天曙光圣殿 不可能攻击城市之后 叶忠明打算过来给这个万能神 留下的东西充能 之后看看认知度 到底是怎么提升的 对于叶忠明的这个要求 放在以前 王尊们不会同意 但是现在不同 叶忠明不仅拥有 外籍王尊的地位 更是成为了唯一可以 使用这个法珠的人 不让他去让谁去 叶忠明到了宫殿之中 先是观察了一下贺谷法珠 发现这东西距离上次见面光泽了许多 他把手放到上面 果然有得到了提示 他尝试向里面注入精神力 或许是 现在叶忠明成为了 这颗法珠控制者的关系 并没有如同上次一样 差点把他吸成了人干 而是可以随意控制输入的量 上一次 排出了上一任主人的能量之后 贺谷法珠里 留下了大概五分之一的能量 不过因为遮天之瓶 已经激活 并且对抗了众神之力 现在里面的能量 只剩下了可怜的百分之四 叶忠明想了下 当初激活遮天之瓶的时候 一共承受了三次众神之力的攻击 能量从百分之二十 降到了百分之四 消失了百分之十六 不够三次均分 可叶忠明并没有忘记这东西 一直撑开 保护着整个王城 应该也是会消耗能量的 那么 差不多三次消耗了百分之十五 先这么算了 那一次众神之力 就要消耗百分之五的能量 即便是有误差也不会差太多 心中有了底 叶忠明开始持续注入精神力 贺骨法珠的能量开始上升 王城城墙上许多战士 都感觉到了 头顶的能量 照仿佛亮了一些 在消耗了自身一半精神力的时候 叶忠明停了下来 贺骨法珠里面的能量 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三 而认知度依然是百分之七 能力解锁度也依然是三级 叶忠明摸了摸下巴 知道自己当时由于时间仓促 没有仔细想 理解有了偏差 看来需要把贺骨法珠的能量 全部注满 或许才可以让认知度提高 认知度提高到一定程度 解锁度才会提高 而不是之前以为的 直接用精神力去提高认知度 如此一算 想要把这东西彻底解开 需要很久才可以 虽然和预期有很大差别 不过叶忠明也没有太过沮丧 毕竟贺骨法珠本 就是一个意外的礼物 并且出于和一夫人合作的角度 即便是他取得了这件装备的 完全控制权 也不好就这么带走 从宫殿出来 对贺骨法珠都很有兴趣的 几位王尊和手持人纷纷询问 没办法 在装备方面云顶 或者说地球人 一直是碾压着一副人的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 大概可以扬眉吐气的 他们关注也正常 叶忠明大概说了下 只是没有具体到数值 听到这东西 想要真正发挥威力 有些任重而道远 几位王尊都按叫可惜 忠明 你做的 夏磊从远处急急赶来 手指了指天空 变得亮了一点的遮天之屏 得到肯定回答后 夏磊怂怂肩 过来看看吧 一行人立刻上了城头 就发现对面的曙光圣殿军队 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动 其中有两支队伍 明显集结在了众神之力的高塔旁边 在他们前面 是一对对的战士 天空之中 与士团的灵鹫开始在空中盘旋 并且缓缓向着王城的方向压过来 这种极其缓慢 却极其坚定的逼近 给了城头上守卫的战士 极大的压力 最让人叶忠明等人关注的是 在曙光圣殿的军队之中 出现了一些巨大的器械 仅仅是能够看清楚的 就有无比巨大的擒弩 那是重城竖琴形状的 超远距离攻击武器 还有弹壁长达数米的投石机 周围被切成方形的石块 已经堆积成了数座小山 除此之外 还有连王族们 也没怎么见过的一些魔怪 分布在各个地方 其中数种规模可观 也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那是圣光筒 尼奥王尊看着远处一个地方 眉头紧皱 大家望过去 果然看到 在一片银甲战士的手中 每个人都手持着一种 同样银色的长筒状装备 铜口微微下垂 斜指着地面 叶忠明等人都是高手 自然看得见 这些银色圆筒里面 一直萦绕着一些白色光芒 迎着叶忠明疑惑的目光 洪祥王尊苦笑道 我们也只是看过相关的记载 如果那真是圣光筒 那可能真有麻烦了 一种装备 洪祥先是给这东西下了一个定义 在下垒的白眼当中 这位王尊继续道 一种可以发射圣光的远程武器 圣光 叶忠明疑惑地问道 他其实是并不相信什么圣啊神啊 这些的 圣光 估计也是光的一种 那是一种曙光圣殿特殊职业 才能制造的武器 制造者是光士僧 令昆接过洪祥的话 一副人的高层这才想起来 如果说到 有人对光士僧的了解程度 那么 无疑就是令昆了 令昆王尊的部族历史上 有过两次灭族危机 那两次危机 都是和光士僧有关 或者说 就是当初曙光圣殿 对一副人的征战之时 光士僧和令昆的部落 发生过大规模的血腥冲突 结果自然是两次 都是一副人失败了 不过 林昆部落一直都是超级部落 实力可以说是一副人最顶尖的 光士僧当年 还是曙光圣殿各个军团的骨干 就是在和令昆部落作战的时候 一副人专门盯着他们杀 所以损失惨重 以至于断掉许多传承 从此失弱 光士僧自身并没有太强的战斗力 可是他们休息的战绩 是一种可以把体内能量 施加在外部物品上 诡异能力 有些类似制造师或者制作魂器 但又不完全相同 因为每个光士僧 能够制造的装备数量都是一定的 并且 攻击方式只有一种 就是这种 说着 令昆王尊指了指了那些统状物 圣光 攻击 拍了拍自己伙伴的肩膀 红翔王尊接着道 在这些光士僧制作的装备当中 最成熟威力最大的 就是这种圣光筒 这种武器 把圣光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且 无论从武器便携程度 循环使用情况 还有耐用性上 几乎都没有什么缺点 夜中明看了看 转头道 充能的 几位王尊点点头 虽然光士僧许多记忆 因为之前的战争都失传了 愿意成为光士僧的人 估计也不会很多 有多大 射程吗 末夜穿着荣室圣衣套装问 这个 现在的不清楚 但记载中 以前的那些威力堪比高级魂器 射程大概 红翔王尊 换算了一些地球的计量方式到500米 云顶人一听都吸了吸气 这个距离 已经相当于 甚至超过了地球一些主流步枪的射程 并且威力估计也远超枪限 一旦双方之间没有防护 这东西的威胁太大了 夜中明和云顶对于防守王城 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就是因为 无论是地球还是轮盘科技 都拥有大量的远程攻击手段 这些可以保证 曙光圣殿在攻击的时候 会遭受到负灭般的打击 可要是人家 也拥有明显的火力压制装备 那这场战争 就会回到势均力敌的状态 一旦这样 说实话 一副人加上云顶山庄 面对如此强大的曙光圣殿 最后的结果还真不好说 圣光筒的出现 让城墙上的人心情都有些压抑 不过他们 也都是见惯了场面的人 看到曙光圣殿摆出了这样的架势 知道工程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道道的命令开始下达 整个王城的人都动了起来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排在最前面的两排 巨型金属和木材混合建造的工程车 开始轰隆隆地向前驶来 之后 是举着巨盾的壮硕战士 三个方阵的盾战士两侧 是两群数量在千只左右的长矛魔怪 白色的毛发 编成了一个个粗大的辫子 随着走动在身体上扇动 这种魔怪 一副人无人认识 在后面 是那些数量最多的擒弩 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三行 每一行都有超过两千张 每一张擒弩之后 站着三个战士 一个负责背着和递送那些长达两米的弩箭 一个负责辅助上弦 另外一个瞄准射击 分工明确 在三行擒弩这种大杀器后面 是五个方阵的弓箭手 这些人也是整个曙光圣殿阵营当中 唯一没有身着金属甲的 他们穿着利落的皮质防具 每个人身体左右两侧 都分别挂着三个箭筒 里面插满了羽箭 仔细看 就会发现 每一个箭筒都不是同的 显然这些弓箭用途多样 远程部队之后 就是近战队伍 一些纪律性稍差 装备也不算太好的部队位于最前 他们的队伍中有大量的攻城器械 显然是先锋队或者赶死队的存在 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要冒着一副人王城的强大火力冲锋 为同伴创造机会 他们的身后 是数个魔怪方阵 重步兵方阵 圣殿骑士团方阵 和投石机方阵 天空 是密密麻麻的曙光与士团 还有数量差不多的 其他飞行魔怪组成的杂牌军 根据他们所穿的装备 应该是功能不同的兵种 圣女站在杨格斯的背上 位于整个飞行军团的最后方 她的下面 就是曙光三巨头和曙光近卫军团 当然 还有众神之力 曙光圣殿除了留在山腹外面的 后勤营地中树之预备队外 大半的战士都集中在了这里 被这种军容震撼到的 不仅仅是城墙上的一副人 还有曙光圣殿自己 荣指南静在立这三位巨头 站在高处看着几方海巢一半的战士 心神澎湃 这就是圣殿 这就是圣战 荣指振臂高呼 整个曙光圣殿的战士都随之而喊 圣战圣战的声音灌入云霄 把整个山腹兜阵得有些晃动 一副人王城内的一些魔怪 甚至因此而瑟瑟发抖 或者狂暴不安 三巨头一起抬头看向了 骑着巨龙盘旋在空中的圣女 这位前些天受伤 现在明显已经复原的高贵女人 眯着眼睛专注地看着不远处的一副人 王城 当她的目光落在了众人庸醋 穿着漂亮战甲的叶忠明身上时 美目之中杀气大圣 她手中的长脊举起 对准了王城的正中央 让光明照耀这里 让圣言洗礼这里 让脏血远离这里 消灭他们 圣女震动了一下 赫赫有名的荣耀权杖 无数光芒从天空落下 让下面的所有战士沐浴其中 进攻 随着圣女的命令 整个一副人的军团开始动了起来 最明显的 就是空中的圣殿 空军飞行速度突然加快 瞬间就超过了地面上的军队 王城城墙上的战士抬起头 看着乌云一样压过来的各种飞行魔怪 不少人下意识地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后来才发现 头顶有遮天之瓶保护 就又把武器落了下去 可是这个动作 却被周围的头领们大声地呵斥 他们可是知道的 遮天之瓶只能防范远程攻击 一到 这些飞行魔怪冲下来近战 那这个屏障就会失去保护作用 冲在最前面的一群身体不大 飞行速度 却极快地魔怪到了王城的上空 那脸盆大小的身体突然停住 接着一抖 全身如同钢针一样的羽毛就脱落了下来 真的就变成了羽剑 朝着下面急势而来 顷刻间 无数的羽毛剑就落在了遮天之瓶上 双方碰撞发出一个个小光点 虽然远没有前些天阻挡众神之力的时候 光亮和炫目 但是这种繁星一样的光芒 还是布满了所有人的视野 不少人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叶忠明看见这些光芒 心中就有些不太好的感觉 他说不上这感觉是那里来的 就是觉得曙光圣殿用这种方式开场 有些意外 在他看来 用众神之力轰击才是正途 可他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了 这些羽毛剑碰到遮天之瓶爆发的光点 还未消散 爆炸就响起 叶忠明等高手 眯着眼睛透过耀眼的光芒 看到一些阴影 正从天空飞速地落下 撞在了遮天之瓶上 之后便会建设出大滩大滩的液体 那是乌黑乌黑的血液 可是爆炸声是从哪里来的 至少到现在 叶忠明等人也没有找到 叶忠明是所有人中现在目立最好的 他在光芒之中隐约看见 落下的阴影 正是刚才把身体的羽毛 都当作箭矢射出的那些飞行魔怪 他迅速地看了看四周 心就开始下沉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些飞行魔怪 或许可以用失去了羽毛 无法再飞行 所以坠落来解释这种现象 可是 为什么它们坠落得如此 均匀 是的 均匀 这些魔怪 均落的时候 均匀地坠到了遮天之瓶上 面积 已然完全覆盖过了城墙 下一秒 爆炸声再次传来 叶忠明 这一次捕捉到了声音来源 他侧头看去 发现竟然来自于曙光圣殿的军阵之中 他看到一些火红色的东西 正是之前看到的那种身体 都是白毛辫子的魔怪 从嘴里喷射出来 那东西 被吐出的时候 就会发出一声 类似于爆炸的声响 叶忠明突然抬头看了看 遮天之瓶上的那些鲜血 脸色就变了 拦住那些东西 吼声从他的嘴里喷出 手中的紫装武器 朝着前面挥出了全力一击 一道长长的银色月盲劈了过去 把最接近遮天之瓶的几团火焰 砍到湮灭 可是 哪怕叶忠明 发现了问题所在 但不是每个人都和他拥有 那么出色的墓里 就算是几位王尊 他们也没有看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普通战士 眼中除了那些光芒之外 什么都没有 叶忠明虽然反应过来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那些魔怪吐出的东西太多了 两波攻击 至少有数百个火红色的球体 撞在了遮天之瓶上 剧烈的火焰猛然间开始燃烧 一切都发生在寝客之间 从那些魔怪的羽毛剑语 到现在大火燃烧起来 只有短短的数秒钟 除了叶忠明做出了应对之外 只有一些云顶战士 听从叶忠明的命令已成习惯 下意识跟着叶忠明朝着那边攻击 攻击的人数虽然不少 但准确度差的太多 叶忠明的十海中 此刻传来了鹤谷法珠 能量急速消耗的信息 曙光圣殿竟然在这些天里 想到并且找到了方法 来破解遮天之瓶 叶忠明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曙光圣殿 没有在第一时间用众神之力了 因为他们要破掉遮天之瓶后再用 这个古老的势力 果然有他们强大恐怖的地方 叶忠明心里默默算了一下 鹤谷法珠能量消耗的速度 他知道自己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他对着现在头顶燃烧的大火大寒 使用除了火系之外的技能 最好是水系 这也是如此顺短时间之内 他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办法 能量中和 利用遮天之瓶单方面防御的特性 用水系和其他元素系列的能量 在冲出屏障的时候 去把上面的火焰能量冲底掉 顿时 无数的技能飞上了天空 特别是那些水系技能 确实对这些火焰起到了 极大的熄灭作用 鹤谷法珠能量减少的提示 果然减缓了许多 直到停在了15% 这场火焰 直接烧掉了遮天之瓶大半的能量 光照恢复了晶莹的样子 但亮度暗了一些 一些灰烬在上面速速滚落 可没等一副人 和云顶的战士松一口气 曙光圣殿第二波次的攻击到了 借着大火的掩护 就和之前借着光点的掩护一样 另外一群飞行魔怪到了城墙上空 大家看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爪子上面 抓着的巨大石块投了下来 数量至少有几千 城墙上的远程攻击匆忙迎上 技能和带着能量的 箭矢弩剑飞向这些石块 双方在半空相遇 之后轰然炸链 无数的碎石落下 打在遮天之瓶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体积变小 碎石威力就没有那么大 这次的攻击看似被瓦解 但高层的脸色可不好 红翔站在城头 指着那些像会飞的飞行魔怪 命令城墙上的守城武器攻击 是的 这次的防守看似成功 但要知道 这是用技能和大量器械换取的 而技能消耗精神力 又有冷却时间 剑石弩剑消耗空了就没有了 但石块呢 那是无穷无尽的 这一次防下来还有下一次 所以最根本的方法 就是把这些飞行魔怪杀死 否则无论遮天之瓶在不在 王城都会遭到不断的空袭 城墙上的巨弩纷纷上扬 一些魔晶炮也调整了射角度 朝着空中开火 顿时 那些飞行速度并不是太快的魔怪 被纷纷击落 当数次骑射之后 离开射击范围的这些魔怪 数量只剩下了三分之二左右 这让城墙上的人都暗暗松了口气 只是 在对面 圣女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降落到了地面 正和曙光三巨头站在一起 这帮蠢货上当了 荣植满面红光 双手狠狠拍了一下 南静的脸上则有些不忍之色 看着那些刚刚开战不过片刻 就已经大量死亡的魔怪尸体 缓声道 太多的生命逝去了 圣女笑了笑 脸上依然带着圣洁的光芒 用它标志性柔和的声音道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它们 只是代价的一部分 战场上并没有因为死亡 而变得寂静 所谓对生命的尊重 只存在于教科书和电影当中 真实的战争 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是无法理解的 巨大的工程车 轰隆隆地开到了城下 这些看起来 足有二层楼高的特殊车辆 完全是靠着人力来推动 车身之中的藏兵 同时也是这些 带着八个轮子工程车的动力之源 击碎他们 或许一夫人不知道那些没见过的 魔怪是什么 或许他们不知道 曙光圣殿 还有什么没拿出来的手段 但他们认识这种工程车 在无数关于曙光圣殿的记载中 这种工程车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很久之前 当一夫人 还没有衰落到今天的地步 还是在地面生活 还不叫一夫人的时候 他们也曾有过自己的城市 同样的规模宏大 防御坚固 在最开始和曙光圣殿的对抗中 他们也曾信心十足 各有优势 只是 当一个接着一个的城市被攻破 当无数城市的人们被屠杀 一夫人迅速地衰落 在这其中扮演很关键角色的 就是这种工程车 之前 叶忠明和云顶珠人 也都听说过 关于这种工程戾气的传说 但真正看到的时候 心中却并没有太过强烈的感觉 可是马上 他们就见识到了 这些巨车的可怕 城墙上操作武器的战士们 听到令昆王中的命令 纷纷对准了这些 借着之前空军的掩护 已经走到了距离城墙 200米范围内的工程车 巨弩最开始发射 这些粗大的 被叶忠明提升过等级的弩箭 组成了一面坚实的移动防御墙 朝着这些工程车压了过去 可以想象 一旦被这些巨弩射中 这些车辆 哪怕再坚固 也要被摧毁 毕竟这可是连八级的杨格斯 也要退避三射的存在 只是 随着城墙上弩箭的发射 工程车上正中央的一个凹口里 也发出了砰砰砰的声响 一张张圆形的大网 被射了出来 这些大网的网口很小 排列密集 节点的地方 还带着一个个小小的金属点 巨弩墙壁 铺天大网 双方在空中 毫不意外地撞在了一起 啪哒 啪哒 这样的声音 接连传来 巨弩很轻易地射穿了这些巨网 没见过这种气泻的云顶人脸上露出喜色 但下一秒 他们就变了脸色 因为这些被弩箭穿透了的大网突然收紧 裹住了网上的恐怖武器 那种金属节点 竟然有着强烈的吸力 由于数量太多 这种大网突然收缩的场面非常壮观 但这对于一副人来说 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 因为射出去的弩箭 至少有90% 全部被这些大网捕捉 被裹紧之后 落在了地面 失去了效用 虽然剩下的那些 摄入了这些工程车之间 锋利的弩箭穿撞在了车身上 一些被弹开 一些则刺了进去 距离太远 战场也嘈杂 听不清什么 但却可以看见 一些红色液体 从工程车的缝隙中流淌了出来 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 却也不大 毁掉的工程车数量 不超过十台 继续 令昆王尊下令 继续 夜中眠眠着眼睛看了一下 之后 也同时命令魔精炮准备 他打算看看 这些一直在工程站当中 扮演着恐怖角色的东西 能不能抵御 来自于另外一个文明的攻击 第二波的弩箭 遇到了第二波的大网 和第一次一样 依然只有少量的弩箭射中了目标 有几根射到了工程车的关节部位 建设出了大量的木屑 使得战车停下 这就算是机会了 一些特殊的声音响起 那是魔精武器发生的声音 500门破天系列的魔精炮 一起发出了属于他们的怒吼 能量团划过山腹之中的空气 带着对生命的蔑视 冲到了这些工程车之前 狂暴的能量撕开了工程车的车身 同样撕碎的 还有里面那些人 曙光圣殿战士的身体 一次骑射 至少有数百辆工程车就此毁掉 无比彻底地毁掉 城头响起了一片欢呼 这种工程车数量不少 但如果一次几百辆这么消灭 也并不需要多少时间 变了 就在欢呼声 还没有落下的时候 一些遗父人 发现被摧毁的工程车后面的那些 车身发生了变化 一些金属甲片开始覆盖在了上面 本来裸露出来的木质关节 等一些构造全部被挡住 在这些金属甲片之间 则伸出了一根根的金属管 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夜中明眼神一宁 压根没想过 这些金属管是什么 直接命令继续攻击 魔精炮继续对着那里轰击 锋利的能量糊落 在这些金属甲片上 发出了大量的火花 这不可能 夏磊抓着城墙 眉头紧锁 他看见 魔精炮的攻击被挡了下来 这并不是说这些披上了 金属甲的战车真的无视攻击 魔精能量依然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一些金属甲被割开 露出了里面的车体 但是 没有一辆毁掉 杨格斯盘旋在圣女头顶 张牙舞爪地看着这一幕 龙眼里满是嘲讽和几分不屑 这些金属片可不是普通的金属片 而是用龙血和其他强大魔怪的鲜血浸泡而成的 虽然防御力不及他自身防御力的五分之一吧 但确实也不是魔精炮 一下子可以打碎了 当然 杨格斯想到这些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被迫放血的日子 浑身抖了一下 城头上的轰击没有停 披着金属甲的工程车轰隆隆地向前前进着 魔精能量在车阵当中肆虐 不时地有战车毁灭 里面的人被切成了碎块 但车队一直向前 与此同时 空中那些扔石块的魔怪又回来了 这让已经没有射击的巨弩重新开始攻击 并且因为魔精炮在攻击工程车的缘故 那些一直没有动静的巨弓 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来弥补火力的不足 甚至就连一副人 为数不多的空中力量都开始整装待发 在必要的时候 准备上去接战 这个时候 那些工程车的金属管有了动静 里面开始喷射出一个个并不大 却看上去很奇怪东西 整体成锥形 在飞行的过程中 前端突然撑开 变成了散型 并且一边飞着 一边开始急速旋转 旋转之快 甚至发出了撕裂空气的刺耳声音 破 这样的声音不断响起 那些工程车发射出来 在空中变成散状物的金属物件 刺到了城墙之中 叶忠明惊讶地发现 他竟然能够感觉到城墙在震动 并且震动很快变成了震战 自以 红翔在一边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咬牙切齿 什么意思 叶忠明看了一眼 现在攻击都在有序地进行 他暂时也没有什么命令可以下达 听到红翔说出一个名字就问道 一种破坏建筑根基的东西 红翔只能解释这么多 这种曙光圣殿装备的原理 他也不太清楚 但他知道的是 这种被一夫人称之为刺隐的东西 是专门破坏墙体基础的 叶忠明点头 他没见过这东西 但却可以感受到这东西的厉害 一夫人王城的城墙 有多么坚固 有多厚他很清楚 用经过处理的青石和其他材料 混合建设而成 让叶忠明放手攻击 他恐怕也有些束手无策 可现在 这种刺隐呢 不仅刺入了城墙之中 很明显 他们还在用大家不理解的方式 在破坏者城墙的根基 这东西据说三枚 就可以弄他一座石楼 尼奥王尊在一边补充说道 云顶的人 听到这个数量都有些吃惊 因为刚才这一下 这些工程车 最少射出了几百枚 那赶紧把他们毁掉啊 让他们这么射击 这不是等着城墙到吗 小虎眯着眼睛 已经开始考虑 是不是骑兵出去打一下 把这些工程车毁掉 大家都知道 现在城墙上的 守城器械已经动用了一半 剩下的 都是那些需要三个战士操控的巨工 还有排在下一道防线的雷暴塔楼 后者暂时射不到那里 更多的是 防备突破第一道防线后敌人的 前者如果发射 先不说对这些 披上了铁皮的战车 效果如何 难道就这样 把所有的防御装备都用上 要知道现在曙光圣殿 还有许许多多手段没用吗 他们的远程部队 冲锋部队等都没有动 一旦消耗严重 这些部队上来后怎么办 现在只能靠着摩金炮 对他们轰击 好在摩金释放的能量壶 对这些战车杀伤力很大 这东西暑光圣殿 也没有太多 不知道是不是制造不易 红翔回答 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至少以前这东西不多 可是仿佛在回应 红翔王尊的话一样 第二波的刺影射了出来 相比于第一次少了一些 有一些战车已经被击毁 遮天之瓶 护卫了城墙之上 因为城门为了更好的防御 是特意抬高建造的 所以 他也甚至罩住了城门和大半截的城墙 但却没有落到地面 露出了一部分墙体 就是这样给了曙光圣殿机会 一夫人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敌人 这些天 他们显然对这个防护屏障 做了细致的研究 无论是之前那片火焰 还是现在对城墙根部的攻击 都体现了他们清晰的策略 一些云顶的战士 在刺影第二次攻击的时候 对这些飞行的散状物进行了阻截 特别是光药的战队 他们大部分本就是职业军人出身 战术素养高 在云顶子弹生产线的供应下 在夜中明的等级武器的支援下 活力覆盖的效果非常好 有一少半的刺影都被拦截了下来 只是剩下的那些依然刺进了墙体 众人感觉城墙的震动加大了一些 这东西能作用这么长时间 十几秒后 这种震动依然在 让大家不得不变的脸色 好在没有第三波攻击 魔精炮的攻击间隙并不长 特别是在一轮魔精没有用光的时候 这给了500门魔精炮 持续强力打击的能力 随着工程车逐渐靠近城墙 这些攻击也变得越发强大 不过这些战车虽被摧毁 可里面的战士却并未完全被消灭 这些幸存下来的战士呼啸着冲了出来 他们每个人怀里都抱着一样东西 是一种黑色的球体 他们利用灵活的速度向着城墙冲来 这是一种必死的冲锋 没有任何工程器械的他们 注定是冲不上城墙的 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赴死 嘴里喊着一些口号 隐约能够听到是一些信条叫规 城墙上的人自然不会放任 他们靠近 一些一副人弓箭手和云顶的战士 纷纷射击 从战车中冲出来的一千多战士 很快就被消灭 只是 这其中还是有十几个人冲到了城墙之下 他们死了 却也带着笑容 他们的死亡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由于他们的冲锋 在城墙之下到前方百米的距离内 那些黑色的球体散布着 其中一些被击破 流出了一些同样为黑色的液体 不对 一副人毕竟有着非常丰富的防御经验 即便是现在被曙光圣殿层出不穷的手段 弄得狼狈 可也发现 这些黑色球体不是好东西 光明与士团随着那些扔石块的魔怪 逼近了一些 其中前排几个 一看就非常强大的空中骑士 突然开始降落 在队友的掩护下 来到了那些被损毁战车的后面 举起了挂着大型灵鹃身侧的一种 闪光晶石 扔在了一些球体的上面 这些晶石几乎和这些黑色球体触碰的瞬间 变化发生了 好像一些剧烈化学反应似的 那些球体纷纷爆开 晶石也随之破裂 双方融合在一起 开始形成大片大片的 冰晶 如同生长一般 并且是急速的生长 这些冰晶向着城墙的方向飞速蔓延 仅仅是数秒之后 就已经碰到了墙体之上 整个山腹之中温度迅速降低 这些冰晶并没有停止 顺着城墙向上 很快就到了遮天之瓶上 那种能量迅速消耗的提示 再次出现在了叶忠明的脑海中 叶忠明震惊得无以复加 这都是什么 从开战到现在才多久 难道遮天之瓶 只能坚持十分钟 那谁来阻挡众神之力 失去了防护 众神之力足以秒杀城头上 任何净化等级低于七级的生命 很多人看见冰晶的那一刻 都产生了一个念头 难道从未陷落的王城 就要这样陷落了 而让大家产生这种念头是因为 这些冰晶在城墙之下 形成了一条逐渐升高的冰晶之路 攻城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仅仅是一直处于城墙时代的遗父人 就连叶忠明等地球人 也从史书中 小说中 影视剧中 见过许许多多的攻防大战 但还从未见过这种神奇的事情 没有云梯 没有冲车 没有绳索 但就这么建了一条冰晶之路 来从城下通往墙头 是的 当这些冰晶停止蔓延 它们的高度也没有到达墙头 至少隔着五六米的距离 可这点高度对于进化者来说 压根就不算什么 甚至使劲一跳 就可以越过去 冰晶之路 却并不是冰 而是一些并不太纯净的晶体 表面并不光滑 足以让人立足 甚至那宽宽的冰面 可以容纳数百人肩并肩地站着 遮天之瓶的能量 停在了6%不再减弱 让夜中鸣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越发地忐忑 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明天 工程车彻底毁掉 魔晶炮转而对这些冰晶攻击 可是能量打在上面 的确溅出了大量的碎块 而冰晶之路厚道有几十米 面积还非常大 想要仅仅依靠破天系列毁掉这条路 先不说要消耗多少魔晶 就说时间吧 估计要好几天 这近乎是一个无解的工程力气 曙光圣殿那边传来了一阵阵欢呼 这条冰晶之路 几乎代表着他们攻破了王城 整个曙光圣殿的军阵 都因此而奇奇地 加快了进发的脚步 可以说这些来自于更先进地区的军队 给了一副人沉重的打击 这种打击没有体现在杀死大量人员身上 甚至攻击到现在为止 死人的一直都是曙光圣殿的军队 一副人还毫发未伤 也不是体现在攻击的烈度上 毕竟现在圣殿战士也没有发起总共攻 而是体现在时间上 太快了 快得让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事情好像就已经注定了似的 开战才多久 一条冰晶之路 一条几乎宣布一副人失败的晶体高台 就生生出现在了一副人面前 让这些本来信心十足的战士怎么去想 在心理上 这种打击是沉重的 甚至是不可逆转的 叶忠明等人明显感觉 周围战士的士气急剧地下降 这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 但这些指挥官们全部都感觉得到 远处 圣女等人站在那里 看着远处的白色高台 虽然没有笑 但都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我们的手段才使出了三分之一 甚至更少 这些落后的蛮族就已经无法应对了 有外人帮助能如何 不一样 在权力的圣殿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荣指的身体挺得直直的 与其中蛮多不屑 前些天的事情让她脸面不存 这些天积极制定作战计划 显然 她把功劳 至少是一部分的功劳 记在了她自己头上 或许今天就可以攻破这座城市 如果一副人曾经那些先祖在天有灵 看到曾经号称永不陷落的城市 在一天之内就失线 会不会从地下气地跳出来 载力虽然没有表现出 志得意满的样子 但对于现在取得的战果 还是很满意的 那些牺牲 本就在计划当中 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为后续部队 创造最佳的攻击环境 显然 除了那个还会破掉的罩子 一切都显得很完美 圣女 我们是不是把那个光罩 也打掉 南京是最清醒的一个 她知道如果一切都顺利 那么现在那个罩子 应该在火焰攻击和冰晶攻击之后碎掉 但事实 是那东西亮度虽然减弱了许多 但它依然存在 如果这东西不破 空中部队就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姨妇人可以更专心地对付地面的进攻 那样虽然最后依然会取得胜利 但是损失必定极大 她可没有忘记 前几天姨妇人城墙上万箭齐发 差点把圣女和杨格斯一起干掉的事情 圣女犹豫了一些 她本想继续执行之前的骚扰策略 可是看到冰晶之路已经成功搭建 也觉得可以开始总攻了 如果真的可以在一天之内把这里攻下 那么她和大家的名字 注定会被记入历史 当然 王城之中圣父所说 通往新世界的通道 也的确吸引着她 诱惑着她 好 用众神之力轰开她 听到圣女下令 整个曙光圣殿的进攻缓了下来 金属地面开始点亮 高高的金属塔进入到了充能阶段 本来正在考虑是不是用上准备的那些手段 看到对面众神之力竟然要发射了 夜中明心中的大师放了下来 众神之力的周围集中了两个方阵 按照上一次的情况 众神之力可以发射两次 每次消耗遮天之瓶5%的能量 现在 遮天之瓶剩下6% 抵挡一次攻击后剩余1% 虽然在数值上不足以再次抵挡 但不要忘了 这本来就是一种能量的对冲 只要拦住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互相之间的湮灭 也就是说 1%的能量会发挥出和5%的能量一样的效果 也可以抵消一次 夜中明最怕的 就是这种几乎无法防御 大面积杀伤武器 众神之力 害怕的就是他们 趁着没有遮天之瓶的时候攻击 现在这样无一正中他的下怀 有的时候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将运气 转轮盘是这样 战斗是这样 守城也是这样 今天 幸运女神站在了一夫人这边 众神之力耀眼的攻击射了过来 轰然打在了光照上 发出了摧残的亮光 只是遮天之瓶已然很淡 却依然坚强地存在着 曙光圣殿那边沉没了一下 第二道众神之力飞来 双方碰撞 之后光芒再次大作 最后一起消散 战场寂静了一下 曙光圣殿那边 便传来了第二次整体的欢呼 很多高层都松了口气 没有那层光照 一切都好说 这边 夜中明也松了口气 还好 今天不用面对众神之力 那么其他攻击 接着就是 揪的一声 之后又响起了九次 这十声怪异的响动 让曙光圣殿的欢呼声戛然而止 湮灭二型的魔晶巨炮 今天第一次发射 这一次 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巨龙 也不再是圣女 而是最普通的战士 十处攻击落点上 一片荒芜 如何恢复士气 无非就是胜利二字 只是刚才士气的低落 不是因为失败了 而是因为预感到了失败 那么恢复士气 就让大家重新燃起 胜利的希望就好 一支没有动用的湮灭二型魔晶炮 在夜中明的命令下 发动了今天的第一次攻击 十台如同怪兽一般的巨炮 没有攻击曙光圣殿的强者 没有攻击阳格斯和圣女 他们的目标 只是十处普通的圣殿战士 十处地方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每一处都间隔着相同的距离 从城墙上看去 如同十朵鲜艳的红色花朵 绚丽夺目 极具视觉冲击 这一次 轮到一副人和云顶的战士 欢呼了 低沉的士气 在这一刻重新高昂了起来 是啊 冰晶之路的确恐怖 可那又怎样 一副人的城墙上武器还少吗 特别是这种 从另外一个文明到来的魔晶炮 上一次攻击巨龙 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只是知道很厉害 但现在 看到他们对普通战士的效果 完全是一种碾压 这如何不让人兴奋 要是再多一些就好了 如果已有五百门 我们可以轰死他们 哪怕和众神之力对射都不怕 红翔使劲拍着城墙 嘴里不无可惜地嘟囔着 听到这句话的云顶人 全部撇了撇嘴 别人不清楚 他们可是知道 制造了这十门湮灭二型魔晶巨炮 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那几乎是云顶人不眠不休 把其他一切制造工作都停下 用了大半个月赶造出来的 乐大元等制造者 如果不是进化者 妥妥地要累得过老死 这是云顶山庄 现在最先进 威力最大的魔晶武器 这也意味着制造工艺 是最复杂的 越是到了这样的高级阶段 制造所消耗的材料 就要越发地精细 消耗的人力物力时间 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如果没有叶中鸣 这个超级工匠在后面支撑 如果没有对抗 九级强者的信念支撑 如果没有云顶这个富有的 靠山无限制的供应魔晶 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别说造出十门 湮灭二型魔晶锯炮 就是成型一门都困难 想想前世勒大远 是多久造出了 这种规模威力的锯炮 据叶中鸣所猜测 至少末世五年的时候 而真正开始被其他各个势力 购买安装 也是七八年的事情了 并且一直到叶中鸣众生前 那种可以对九级生命 产生危险的魔晶炮 也仅仅是比叶灭二领先一个 甚至只有半个等级而已 可以说 在这个时空 叶中鸣带着云顶和乐大远 已经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制造五百门湮灭二型 在保证其他云顶 各项制造任务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月造出三门都算高效 毕竟乐大远的实验室 哪怕极力地扩充人手 但因为要保证核心技术隐秘性 核心技术人员就那么多 就算经过了层层考验 有了新人 增加速度也极其地缓慢 在这种前提下 想要量产近乎不可能 王城的反击 虽然把曙光盛电的 欢呼压了下去 却没有让他们停下进攻的步伐 遮天之瓶的消失 代表着曙光圣殿总攻的开始 天空之中 虽然遭受到了严重打击 可是依然有可观数量的 飞行魔怪存在 已经抓着巨石飞进了城墙 在他们的身后 是光明雨士团的空军 双方这种前后顺序 让王城的防空措施 有些顾此失彼 如果攻击前面这些飞行魔怪 那么必定让光明雨士团 无损接近 这些家伙的战斗力 一副人比谁都清楚 那是用命换来的认知 可如果去攻击雨士团 那么战士们和这些守城器械 又要面临被巨石轰击的情况 牺牲和器械损毁 必定不可避免 无差别攻击 如果只有曙光圣殿的空军 那还可以 但别忘了 人家地面的军队数量 比空中多得多 首要确保的 必定是地面 在扣除攻击地面的必要火力之后 如果再无差别的攻击 曙光圣殿的空中力量 那结果可能是既防不住 头石魔怪 也防不住雨士团 已经没有经验 云顶同样没有 数次的山庄守卫战变 一生命或者进化者的空中力量 都很薄弱 防空问题并不突出 雨士团的主要战斗方式 是什么 夜中明突然问几位王尊 远程射击 之后空中冲锋进战 那先把那些头石怪打下来 必要的时候 一定要有取舍 夜中明做出了选择 城墙上的武器 开始对着头石魔怪疯狂轻射 巨大的怒吼 从曙光圣殿战士的口中发出 所有的军队 在这一刻对着王尊 发起了冲锋 如果仅仅是从数量上看 现在曙光圣殿的战士 并没有当初围困云顶的 变异生命多 但人和那些进化体 终究是有极大区别的 人类更加有纪律性 攻击懂得配合 有明显的层次性和延续性 并且有着极其复杂的战术 特别是曙光圣殿 这种老牌强悍势力 对战斗 对工程 对配合 对战阵 对武器的使用 对魔怪的控制等等 所有的方面 都有他们独特的了解和理念 于是他们加在一起 给王尊所有防守者造成的压力 是空前巨大的 巨石开始零散落下 还是有一些飞行魔怪 冲到了城墙上 羽石团开始了 第一轮的弓箭压制 他们不需要太过用力 就可以让箭矢飞速地下坠 增添了数分威力 地面上的工程部队 也开始对城墙 进行远距离火力压制 那些投射器 更是到了合适的距离 被战士固定在地面 一块块的石头放入了投臂前的石栏中 其中的几台开始发射 校准着距离 重盾战士双手 举着厚重的金属盾 一步一步地向前踏着 后面跟着那些带着各种器械的赶死队 只要到了兵精之路下 他们就会发动最猛烈的冲锋 石块和弓箭 开始纷纷落在城墙上 当第一个一副人战士 被砸死的时候 伤亡便开始出现 并且随着战斗 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 一场双方都有着必胜信心 都绝不会后退半步 甚至意味着种族存亡的大战 在血色和混乱中 拉开了帷幕 而这个时候 远在一副人领地的另外一边 一个老者正拿着一根不起眼的木头杖 站在了一头无比巨大额头 带着成星号星号星号精的魔怪之前 问着相同的 已经重复了两遍的话 为我所用 或者 为我所杀 起脚狂兽生活了很多年 在这片土地上 他几乎是最强大的存在 这让他有着高傲的性格 可是现在 他却在瑟瑟发抖 因为 在他面前站着的 是一个散发着强大到 让他灵魂都在颤动的人类 能够给他这种感觉的 只有一种生命 九级 身为八级的魔怪 起脚狂兽有着暴虐的资本 在一副人的土地上 他可以肆意地游荡 因为他知道 最多就是有几个老家伙 和他一样等级 打不过他们 可也别想杀了自己 最多就是跑掉 强大的九级生命 都在夜魔平原那边 都在诅咒深渊里 我特别不喜欢 有人不回答我的问题 魔怪也一样 老人举起了手 上面散发出一股 让起脚狂兽 差点要匍匐身体的力量 他再次看了看这位老者 缓缓地趴下了身体 老人笑了一下 举起的手放了下来 这让起脚狂兽安心了不少 在以力量为尊的世界 这就是规则 无论什么生命 进化到高等级的时候 都会拥有不凡的智慧 不如秘精自然也一样 如同起脚狂兽 这样的八级生命 丝毫不比人类的智慧低 他看似没有任何反抗的 趴在了这个人类的身前 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 在他这样的魔怪意识之中 尊严这东西 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面对强大的存在 依然发起攻击 那才是真正的愚蠢 或许这样会失去自由 甚至失去向着 更高层次进化的可能 可和死亡相比 这都不算什么 谁让他倒霉的 被人找到了呢 或许 自己也会有更好的机遇 毕竟 要跟随的是一位 强大的九级人类 你很乖 孩子 老者的手 缓缓地放在了 起脚狂兽的身体上 由于双方之间 体型相差巨大 看起来 这个场面有些怪异 现在这个空间 越来越不稳定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得到 或许数千个落沙日 甚至数百个落沙日后 这里就会成为一片虚无 这里曾经存在的证据 都将湮灭于 时间的洪流之中 老人叹息着 我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我找到了延长生命的方法 却无法超脱空间的限制 我曾经想要从那扇 神灵留下的门里走出去 却被无情地推毁 八级魔怪听着 他虽然能够听懂人言 但是却不太理解 人类复杂的语句 他只是静静地趴着 这样是不会错的 我能做的 就是消耗生命 让这个空间 所能承载的能量变少 这样或许他可以 挺得更久一些 我的孩子们都在为此 而战斗着 牺牲着 起脚狂兽动了动身体 他觉得这话 哪里不太对劲 唉 老人再次叹息了一声 人老了 话就有些多 其实和你说这些 有什么用吗 你只是一只知道 密室睡觉 艾地教艾地配的禽兽 你才不会去想 这个空间如何 哪怕你对每一次的震动 都充满了敬畏 可只要震动过了 你就会什么都忘记 起脚狂兽低迷了一声 表示自己并不是 老人说的这样 呵呵 老人笑了 我真的没说错 你们就是这样的 所以啊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算是我代替 你们做的好了 说着 摸着八级魔怪的手上 就出现了一层 黑色的雾气 起脚狂兽的身体 便开始剧烈地颤动 这头八级魔怪 体型本就大 当他开始剧烈地 用尽全力挣扎的时候 周围的地面 都被震得有些晃动 可是 他却始终震不开来老人 那只有些苍老的手 画面极其的诡异 禽兽就是禽兽 如果我们动起手来 我或许还要耗费 一阵手脚才能控制住你 可你却偏偏自己 选择了服从 而既然选择了服从 就代表着 你同意我对你做的任何事情 那么你现在挣扎的 就毫无道理 老人的手没动 身体没动 只有嘴巴在动 但起脚狂兽 那小善一样的身体 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瘦着 空间一旦碎裂 你们是万万不可能 活下去的 那么 为什么不给我提供一些能量 让我多活一些天呢 人老了 越发的不想闭上眼睛 哪怕我不能离开这里 也要亲眼看着 这里覆面 还有 这些天 我可能要亲自出手 你知道的 到了我的这个年纪 哪怕已经是这个层次了 每一次施展能力 也要消耗胜聚 那样会让我的寿命降低的 你要给我补偿啊 好好的安息 如果真的有魂魄转生 那么去到别的空间吧 不要回来这里了 这里 注定了要毁灭 哦 对了 还要保佑我去到新世界 当然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用下一生 去寻找 是谁把这里 变成了这副模样 而我就不陪着你了 说完 起脚狂兽的身体 挣扎渐缓 最后彻底不动的时候 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 一头八级巨兽 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老人抽回手 上面的黑雾 已经消失 那只本来皮肤 有些松弛 上面布满了皱纹 甚至还有星星点点 斑点阿手 竟然变得如同年轻人那般光泽健康 老人举手看了看 非常的满意 顺手把这头怪兽的魔巾取了下来 听说 在那边的新世界 这东西很值钱 老人转身露出了一张 还带着几丝黑气的脸 只是黑气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如果叶忠明在这里 一定可以认出 他就是那个曾经 站在祈福之门前的老人 曙光圣殿的圣父 那个恐怖的九级强者 咦 竟然还有这般纯净的能量 这是 魂的味道 今天的运气 其实不错的 圣父看向了一个方向 身体压根没有看见 如何动弹 就如同瞬移一样 一闪一闪地消失在了旷野之中 地球 一处神秘的空间 一个女人正蹲在地上 看着一盆新鲜的插花 手里握着剪刀 仿佛在考虑从哪里下剪 修成什么形状 一个人悄然无声地出现在了 他身后不远处 低头攻声道 只是 我们的人 把琴铁送去了云顶山庄 可是没见到叶忠明本人 送铁的人回来说 那里 正外松内井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女子的剪刀咔哒一声 一朵鲜花 从之上掉落到了地面 看着地面的鲜花 后面的人头低得更甚 显然对面前这个女人 非常的畏惧 女人回过身 露出了一张 艳光四射的脸 她很美 美得甚至有些 俯视众生的味道 可是最让人深刻的是 她的皮肤 白得透彻 白得无瑕 她就是水直士 五环前的五大巨头之一 如果她就以这样的面容走出去 那么 哪怕其他四位巨头 也不会认识她 因为在人前 她可不是这幅模样 或者说 可不是这张脸 至于为什么 只有极少数的人清楚 水直士的手 对着地面招了招 那朵鲜花 便从地面飞了起来 并且重新落在了断之上 女人手指轻弹 一小团水珠 裹在了断口的地方 顷刻之间 这朵花便重新 长在了上面 这神奇的一幕 因为那个人低着头 而无人欣赏 可水直士一点都不在意 她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会不会耽搁他们 参加明水盛宴 女人的声音很动听 还带着几分慵懒 这个不清楚 那个人的头更低了 听说云顶山庄的敌人不少 那些人 知道云顶的情况吗 水直士继续问着 只是这一次她的目光 从手下的身上扫过 很明显 让这位比她高出半个头的手下 身体哆嗦了一下 她知道必须回答 于是 飞速思考了一下 才谨慎答道 应该不知道 现在的云顶如日中天 他们的几个高额悬赏 几乎让得到消息的人 都为之疯狂 很明显 他们在战胜了那些变异军团之后 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现在他们的势力范围急剧扩大 我们的人可以渗透进去 多亏了这个 只是 他们的核心区域 依然是云顶山庄和阴城 后者在被变异军团洗礼之后 现在能够进去驻扎的势力 都是和云顶很近亲的势力 没有许可 我们的人进不去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之后 这个人更进一步地解释着 同理 那些云顶的敌人更加进不去 他们一直是被防范的对象 这一次 虽然被我们的人发现 云顶山庄外松内井 甚至一些亲密势力的战士 都消失不见 那也是我们能够 进入到山庄内部 发现了问题后 仔细观察得出的结论 其他势力 估计是意识不到的 水直是点点头 显然认同了手下的分析 这让这个男人松了口气 但他还是把心中所想都讲了出来 事实上 现在没人敢于 正面向云顶挑战 他们锋芒正盛 特别是那些 突然出现在战场的奇怪战士 数量很多 实力很强 在没弄清楚那些人 是从何处而来的时候 连反抗区都对云顶的 一系列动作沉默不语 其他势力估计 也不敢怎么样 水直是在旁边的插画上摸了一下 这树各式鲜花盛开得更加艳丽 一股淡淡香气 开始在四周弥漫 你说 夜中明 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合作对象 手下听到水直是这么问 额头有些汗水渗出 这让水直是有些不满 露出了些许厌恶之色 微微的退开了两步 这个 其实 等到他来参加 明水盛宴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 我想 以小姐您的眼光 一定可以看得通透 你倒是会说话 水直是不置可否的笑笑 之后继续道 最近有些什么 值得关注的消息吗 有的 那个人赶紧点头 反抗区C区 没有重建那些损失的战部 而是重新建立了三个人数 分别在3000到5000人左右的新战部 我们的消息员 传回来的信息是 这三个战部实力很强 几位广不稳的地位 重新变得稳固起来 渤海海域出现了一个 强大的能量信号 不过只持续了数个小时 之后再也监察不到 我们的人分析 那应该是一个海生生命 刚刚进化到了九级 十人摩连锁组建了一个全新的部门 专门为高端客户服务 情报显示 暂时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了云顶山庄发出的悬赏上 据说 刺新的情况 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 在东城附近 发现一只数量在7000左右的中型狮群 其中首领丧尸等级是8级 一群便衣狼袭击了星空之下战团 是一场围艰 数千战士无意人生还 狼群的数量并不太多 只有4000只左右 只是 这群狼 我们已经观察了许久 从只有500只左右 到现在4000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技术部那边得出的结论是 这些便衣狼从受运到形成战斗力 只需要200天左右 我们已经抓住了几只火体 送去了研究所研究 这个月 我们共击杀了两只7级便衣生命 从一个战队那里收购了一枚7级魔精 一共获得三枚7级魔精 不过 两次围剿7级便衣生命的行动中 武装队的人损失惨重 战损超过30% 雇佣来的战团也损失过半 下个月 估计想要继续清剿7级生命 要到月中旬才可以 太慢了 水之师突然打断了手下的汇报 我们收集7级魔精的进度 必须加快 我们的实力 已经被拉下了许多 再不追上去 就要彻底被拉下了 一年前 谁知道云顶是哪个 可现在呢 人家已经有了两个七星进化者 是 男人再次低头 还有什么 还有 说 还有就是 白植士那边 发出了消息 说你们的婚礼 将会在盛宴之后举行 水之师眼中 杀气一闪 站了起来 挥手让自己的手下下去 自己则站在窗前 默默地看着外面 结婚 真的要嫁给那个人 他们家里 真的和天上的那些东西有联系 就在他想着这件事情的时候 刚刚出去的手下突然又回来了 并且还是小跑着进来的 怎么 这么慌张 女人本就心情不佳 平时也严厉 脸上就有些不满的情绪 手下这次头没有低下 而是一脸的激动 水直视 明水借开了 刀锋 捅进肉体的声音 有些人会觉得异常动听 可是当听的多了 就会产生厌烦 十万家就是这样 他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 在他起名字的时候 为什么只从简单的万家灯火之中 选了个词 而不是和其他人一样 从那些深奥优美的诗剧中选择 这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他们已经变成了丧尸 现在或者已经尸骨无存 或者在哪里游荡着 净化等级不比他们的儿子低 独生子 娇生惯养 十万家就和这片土地上 许多家庭的孩子一样 挺过了末世初期有多么艰难 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放弃了很多 也得到了很多 而杀死生命 几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无论是杀死的是丧尸 还是人类 于是他渐渐爱上了那种刀子 捅进细胞组织的声音 一直以来 十万家都觉得那种声音 非常的美妙 可是现在 他真的烦了 把手中的战刀 从一个光明雨势团 骑士头盔和护甲中的缝隙中 抽离 大量的鲜血喷尸而出 十万家黑黑一笑 原来这些家伙 和人类的构造一样 就是捅进去的声音 难听了一些 开战到现在已经数个小时了 可十万家觉得 仿佛已经一个世纪那么久 他的手臂都已经抬不起来了 是累的 作为四星进化者 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 身边是自己的战团团长 只是现在 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刚才城头下射来 一只冷箭 直接穿透了他的心脏 那带着光芒的 仿佛无间不摧的箭矢 连五星进化者都可以秒杀 团长 你都死了 那你说说 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十万家贪坐在地 虚弱地同自己死了 也怒目原睁的团长说着话 我就说 奖励和悬赏 是那么好拿的吗 十万家伸手 把团长的眼睛合上 看了一眼天空 那些羽士团的战士 把坐骑提升了高度 这一波的攻击被击退了 可十万家没有一点轻松 他挪动自己酸痛的身体 滚到了城墙舰朵之下 他知道 下面的投石器又要发动了 自从遮天之瓶消失之后 曙光圣殿就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天空是羽士团不断地冲击 先是射箭 之后是投掷短枪 最后冲锋而下 不断利用速度 来收割成墙上守卫的生命 地面的攻击更加迅猛剧烈 在巨盾战士保护下 带着各种器械的攻城部队 从城墙的各个方向进攻 无数的箭矢 遮天蔽日一样覆盖住城墙 而那些投石器远远地摆在后方 一旦有方的攻击进入间歇 就会对城头轰炸 巨石伴随着惯性 哪怕是砸到剑朵上 都可以崩坏一片侵蚀 最可怕的是通过冰晶之路 冲上的曙光圣殿战士 他们全部可以接近 甚至越过城墙 虽然他们付出的代价 也是最惨重的 生生给打打碎了 现在冰晶之路直通城内 至于死了多少人 已经没人记得清楚 叶忠明一直没有出手 包括那些王尊在内也都没有出手 现在还不是动用他们的时候 但这些人也没有闲着 他们帮助抢救伤员 把伤号背下城 返回的时候 向城墙运送守城的物资 他们就和那些后勤人员一样 为守城做着自己的贡献 而指挥权 已经全权交给了夏磊 和末叶两个地球来的人 因为这些王尊发现 他们守城的经验 还没有人家丰富 并且 这两个女人对地球的装备 也更加熟悉 可以更合理地去运用 把叶忠明等人当成后勤人员 用这并不是浪费 他们终究要在这里待命 那么在待命的时候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很正常 以他们的净化等级来说 这样的工作压根 就不会让他们的体能损耗 那些攻击对他们而言 威胁也很小 他们的效率还更高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这么做 给了奋战的战士 以一种极大的支持 在不断地暗示着他们 首领们在和他们一起战斗 特别是当他们路过的时候 顺手解决掉一个 冲上来的曙光圣殿战士 或者替一夫人士兵 抵挡了一块落石 一支箭矢的时候 那些被救下的士兵 无比感动 结果便是更加英勇奋战 所以哪怕残酷的战斗 进行了数个小时 敌人通过兵精之路 不断冲上城墙 可一夫人和云顶联军 依然没有崩溃 他们不累吗 为什么还不停啊 叶忠明这次背下城头的人 就是十万家 这个人刚才被投尸器的石块砸伤 半边肩膀都快碎了 这样的伤势 放在和平时期那必定就是残废 可是在末世 把肩膀的形状大概恢复 让朴秀英等治疗职业一个治疗术 再喝上两口圣水 或者恢复液 几天的时间就可以痊愈 十万家在叶忠明背上自言自语 叶忠明突然回身 一脚抽飞了一块巨石 冷兵器时代 一场工程战可能会打上一整个白天 晚上看不见了才停战 第二天继续 但我们不同 这是进化者之间的战斗 每个人都是超人一样的存在 还有强大的武器和变异生命参与 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 旷日持久是不可能的 除非和前些天一样 为而不公 只要发动进攻了 其实往往胜负就会在很短时间内决出 所以说 他们不是不累 而是必须要坚持 因为一旦撤退 那么之前他们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 下次进攻 这些都要重来 那等于 他们要付出双倍的代价 还有气势方面 现在曙光圣殿是最完全的状态来攻击我们 如果他们失败了 等到下一次 那就是残缺的他们 连完全状态都没有胜利 残缺状态能胜利吗 他们的战士也会想 这些的 士气便会低落 于是 只要可能 他们就会一直进攻 就看我们谁最先挺不住 十万家只是自语 他们没想到 这位云顶的老大 竟然认认真真的回答了 心中涌起了一点别样的情绪 我们会胜利吧 夜中明听了这句话 哈哈一笑 他的速度飞快 几句话的时间 已经把十万家背了下来 当然 这里可是未来我们的原材料和魔精基地 胜利了之后 你可以带着人来这里寻宝 如果懒得动 那就找块顺眼的地方开挖 挖上一个月 可能比在地球狩猎所得还要多呢 十万家现在最想的 就是进化到五星级别 听到这句话 双眼放光 我们真的可以来吗 当然 夜中明拍了拍时 万家的肩膀 别人肯定是不行的 但帮助云顶守卫这里的 一定行 哄 巨大的龙鸣 伴随着光亮在城头响起 杨格斯和曙光圣殿的 圣光筒部队出场了 我要吞了你们 吞了你们 杨格斯巨大的身体 落在了兵精之路前 他巨大的双翼下 一对对的曙光圣殿士兵 鱼贯而入 依然是重盾战士在前 其他战士在后 只是在这些战士当中 那些手持圣光筒的战士 第一次出现在了战场上 一副人和云顶的战士 疯狂地涌到这里 来围堵这些人 要是让他们顺着城墙蔓延 事情可就真的大条了 杨格斯有些生气 那是因为他的接近 可不是那么容易 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他的体型巨大 在空中太容易辨认 所以随着他的接近 城墙上的防御武器 对着他疯狂地倾泻 其中主力便是 湮灭二型的魔晶巨炮 这些巨炮追着杨格斯轰击 因为速度很快 杨格斯的目标又大 所以基本上 十炮之中有七炮是中的 虽然这一次这条恶龙 没有被所有的攻击挤火 可仅仅是湮灭 就让他很不好受 等到他按照 只是出现在了 兵精之路上后 身上被轰击了近二十炮 很多人灵片都被击得裂开 其中一些上一次 受伤美好的地方 这次更是裂开 其中一处 甚至被打出了一个血洞 龙血不断地流淌着 连续两次在王城之前受伤 杨格斯非常愤怒 现在冲到了城墙之上 就开始不断怒吼 龙头四处寻觅着 看到烟灭 巨炮就忽扇着翅膀 飞了过去 这一处控制着烟灭巨炮的云顶战士 早就看到杨格斯过来了 只是他们依然坚守着 他们操纵着炮口转向 对准备了这头恶龙 杨格斯从天而降 带着他的愤怒 用巨大的身体 砸向了这门烟灭巨炮 不是他不想要用龙吸 或其他技能 一是因为他现在没有时间 去迎送龙语 二是龙吸的攻击范围太大 现在城墙上有许多曙光圣殿战士 光明与士团也落下进入了近战 龙吸会对这些人也造成伤害 可是 那些人类为什么不躲开 杨格斯对于杀死那些普通的战士 没有一点兴趣 他只是想要毁掉那针巨炮 可是当他看见 那些人类非但没有惊慌 躲开 反而掉转了炮口对着了他的时候 龙眼中终于有了一丝惊慌 子 魔镜武器特有的声音划过空气 正中砸下来的杨格斯腹部 那里虽然也不满了鳞片 可相比于背部和翅膀上的龙鳞则小了一些 也薄了一些 防御力自然也就弱一些 加上烟灭的距离近 威力也大 这一击 竟然破开了杨格斯腹部的龙鳞 在那里开了他身上的第二个血洞 轰的一声 杨格斯砸在了这门烟灭锯炮上 哪怕是魔镜武器 可相比于杨格斯巨大而坚硬的身体而言 也显得微不足道 巨炮立刻被压扁 这种代表着云顶魔镜武器最高技术的成果 第一次出现了损失 操作魔镜炮的那几个战士也没有躲开 同样被杨格斯压成了碎肉 恶龙低头看了一下腹部的伤口 那里流出的血液已经浸湿了他的下半截身体 对于巨龙来说 每一滴龙血都是极其珍贵的 那是他力量的源泉之一 他俯身把已经被他压死的一个战士 尸体叼在了嘴里 几口就咽了下去 接着张着血盆大口对着周围咆哮 敢把伟大的锦号人民币 弄伤 你们要付出代价 声音在整个王城里回荡 声震人耳 住上 手持人第一个赶到 说话的时候 竟然已经完成了一次偷袭 他的战绩 已经打在了杨格斯龙尾和身体的连接处 手持人可是八级的战士 不说整个一副人的第一高手也差不多 他的权力一击 自然不可小觑 杨格斯没有防备之下 腾得立刻闪动翅膀飞了起来 嘴里嚣张的咆哮 已经变成了惨叫 被击中的地方 龙铃乱飞 血肉模糊 如果只有他们两个生命 那么杨格斯肯定会发现 手持人的接近 可是在战场上 能量波动太混杂了 各种气息交织在一起 哪怕是以杨格斯的敏锐感知能力 都不可能及时地分清状况 这才被偷袭成功 不飞上天空还好 一旦飞上天空 杨格斯真的是太显眼了 一些攻击立刻就到了 包括其他燕灭巨炮 还有普通魔晶炮的 还有一些战士的技能 全部都找向了他 本就是因为被伤害了 才飞上天空的恶龙 立刻变成沙包 被这些攻击打得飞了出去 其中一炮恰好轰击在了他翅膀根部 让他短时间内失去了平衡 轰隆一下摔在了王城之中 这个变化是谁都没想到的 不仅一副人没想到 连曙光圣殿都没有想到 光明与士团的指挥官愣了一下 立刻就下达了让一部分空骑士 冲向城中的命令 杨格斯虽然是外来的 可那是圣女的坐骑 也是圣殿的高端战力 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死了 同时这个指挥官心中 也大骂这个灰飞的虫子不自量力 老老实实地 在城头辅助攻击多好 为什么老是那么出挑地去卖弄 甚至还不断地咆哮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在这里一样 真是个二货 曙光神殿当然没有二货这个词 但这位指挥官 心中对杨格斯下的定义就是这样 同时 在城头的其他神殿战士 却并没有改变策略 继续朝着两侧不断扩大着他们占领的地盘 他们很清楚 与士团可以冲进王城之内 那是因为他们会飞 而他们要是也冲过去 估计跑不出百步 就会让人击杀得干干净净 并且一些中层人物知道 他们不需要做其余的事情 只要做好本职的工作就好 因为有些人已经混在了他们的队伍当中 此刻已经进入了王城 他们一直坚信 当冰金之路出现的时候 就是一副人失败的开始 杨格斯巨大的身体出现在城头的时候 叶忠明也看见了 当那个家伙掉落在城内的时候 叶忠明直接改变方向 朝着恶龙那里跑去 这是一个极加击杀杨格斯的机会 能够把这个在空中很灵活的家伙弄死 无论对他 还是对一副人都是一个重大胜利 可没等他跑上几步 叶忠明就停了下来 他缓缓转身 发现一个人正站在他身后的不远处 隔着十几名战士 静静地看着他 外来人 你的对手是我 听到这句话 叶忠明眼神一鸣 八级 叶忠明惊讶的 并不是这个人的等级 而是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曙光圣殿的八级存在 一切的资料都显示 是有四个人加一头龙 圣女 加上曙光三巨头和杨格斯 那么这个人是哪里来的 不过想到之前 大家对于曙光圣殿的一些猜测 叶忠明大概知道 这位应该就是属于圣殿的隐藏力量了 身份或许不如依夫人的手持人高 但所承担的角色应该差不太多 或者更加确切地说 这应该就是如同小说里那些供奉 长老之类的人 在曙光圣殿倾巢而出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出现在战场上 也就可以预料了 只是 他们都已经深入到王城的这里了 那为什么不去攻击城墙 进入彻底占领 这并不难理解 我们即便是去了城墙 你们一样也会去 到最后还是我们打 在上面还要因为双方的人而缩手缩脚 不如就在下面解决 你说呢 这个人仿佛知道叶忠明所想 缓步向前走着 周围的一些战士发现了他 纷纷抽出兵器打算围过来 却被叶忠明白手挥离 这种程度的对抗 普通战士来几乎就是找死 对于这个人所说 叶忠明倒是认同的 一旦一方的高手出现在主战场上 那么必定另一方的高手也会迎上去 采用对子的办法来遏制强点 毕竟城市攻防战和野外决战还不同 如果是后者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面对大规模军队 一个强点单独出现 是会被人海战术湮灭的 而在城墙上 一定距离之内能够集中的力量有限 所以高手必然要用高手来应对 只是 叶忠明觉得还是哪里有问题 如果两个人是在城墙上相遇 然后转移战场到这里 那是正常的 可直接被人堵在这里 会是那么简单 这个时候城墙上的喊杀声突然大做了起来 叶忠明神情一变 知道这个人和曙光圣殿的用意了 他们要把一副人的强者都拦住城墙以外 因为他们的强者数量多 采用对子的方式后 曙光圣殿还能有空余的高手 去带着普通战士攻击城墙 那个时候 谁还能阻止他们 那个人微微侧头 也不着急进攻 他现在的确有不着急的资本 想明白了 也没有什么用的 这个人面相并不老气 最多算是中年人 哪怕有你们这些外来人帮助 也改变不了 一副人羽弱的事实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反抗只是一种不甘的体现 对于结果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一具尸体从城墙上掉了下来 那是一个一副人的战士 身上穿着夜中明制造的白色级别装备 只是此时已经碎裂 腹部那里出现一个大洞 看上去很是猙獰恐怖 这具突然出现的尸体 仿佛验证着这个人的结论 让他嘴角都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夜中明摇摇头 双手自然下垂在身体两侧 看着面前 这位曙光圣殿的八级高手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们什么吗 哦 说来听听 那个人咧开嘴 脸上于是 就出现了些许残忍的意味 就是太喜欢装逼 你 曙光圣殿的这个人 刚出口一个字就停住了 身体急速后退 双手在身前画出一个形状 立刻有一团蓝色的火焰 出现在了那里 这位八级高手之所以退 是因为夜中明冲了过来 别看他在语言上 不断刺激着夜中明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但从得到的资料上看 知道夜中明的实力是很强的 到了曙光圣殿 这位八级高手的级别 在活了悠长的岁月之后 轻敌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 至少 他是这么认为的 只是 当一切发生的时候 他发现 好像还是轻视了这个年轻人 最开始迎接他的 是三颗带着恐怖能量的子弹 三花精血弹 哪怕是超人 在夜中明激发了急跑能力之后 面对出塘空间折叠的枪技 也不可能躲得掉 除非他有顺一类的能力 可惜 这个人明显没有 八级的强大存在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还是显示出了良好的反应速度 和优秀的战斗本能 三颗子弹 被那团蓝色的火焰挡住 双方爆出了一阵光芒后 双双消失 可这个技能对于夜中明来说 只是刚刚开始 因使用三花精血淡碎掉的枪械 被他直接砸向了这个人 同时空出来的双手出现了战刀 地煞月刃 一起和战刀出现的 还有肩膀上的两个小精灵 星之精灵举了举手 以夜中明为中心 周围的一边地方就被照亮 能力光辉之地发动 在这片被星光照亮的区域里 夜中明的速度得到了提升 土之精灵动了洞屁股 跳跃重力用了出来 那个人周围的一片 地方重力立刻变大 而地煞月刃出现的时候 他自身附带的月光场也发动了 把夜中明和这个曙光圣殿的 八级高手照在其中 重力改变 月光场的迟缓和眩晕 让敌人有了那么片刻的失神 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短暂 只有一瞬间 但这一瞬间 却足够夜中明做很多事情了 万众硬刀展落了下来 当那个人 从瞬间的眩晕状态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立刻对身体所处的情况 有了了解 他知道 他避不开 十个刀影合在了刀身上 从上方斩来 带着凌冽的杀气 整个天地之间 仿佛什么都消失了 只有这道光芒 万众硬刀展本 就是精品职业的职业技能 威力其大 现在更是有紫色等级的 地煞月刃发出 威势更增 加之夜中明自身属性 对技能的加成 哪怕是八级的进化者 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曙光圣殿的高手双手在挥 仿佛整个身体的力量 都集中了双手上 本来肉色的手掌 瞬间变得雪白如玉 真的如同玉石一般 他怒吼一声 忍耐着身体 还未消散的负面状态 和变得奇怪的重力 双手上扬 当的一声 竟然生生加住了地煞月刃 能量的碰撞 产生了一道光的涟漪 向着四周发散出去 这位高手露出了微笑 他对自己的应对非常满意 只是他突然发现 这把刀的刀柄上 并没有那个外来人的手 这是一把刚才自动砍下来的刀 那人呢 这个人意识到不好 身体就要后退 可是却晚了 剧烈的痛疼在胸口升起 他余光一扫 就看见不知道多少光点 击中了那里 前扑后继地冲击着他的胸膛 眨眼间就已经破开了 他已经坚韧无比的皮肤 向着他的骨骼内脏袭去 他赶紧放弃了 夹着兵器的手 转而用来挡在胸前 隔断了这些要命的光点 但眼前阴影闪过 脖子处一凉 时间就停止了 叶忠明最后 看了这个人一眼 伸手一推 这个八级强者的尸体 向后倒去 头颅也滚落在地 而他则向着一个方向 闪了出去 看似一场简单的肃杀 骑士期间 却体现了叶忠明的决绝和果敢 从突然开始 三花精血弹的射击 到给这个八级高手 施加各种负面状态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完成 围的就是两个字 突然 为了达成目的 叶忠明手中 大部分的状态能力都用了 并且诸如跳跃重力这些 土之精灵也消耗了很多的能量 毕竟对手是八级的存在 重力改变太小 容易被挣脱 接着就是第杀越刃的攻击 本应该是最强攻击能力的这一招 让叶忠明当成虚招来用 他的真正杀招 是灵霄切割 现在的叶忠明 带着的是绿色级别的拳套 加上他一点都没吝啬自己的精神力 灵霄切割的光点 才能够疯狂地攻向了对手 并且在瞬间破开了那个人的防御 那个人变成了白玉一样双手的战绩 的确让叶忠明意外 竟然拦住了灵霄切割 只是 落下的紫色战刀 地煞跃刃足以解决下面的事情 仰头灌了一瓶精神力 恢复药剂 补充一下刚才的消耗 即便是以叶忠明 变态的恢复速度 也有些吃不消 战斗结束的的确很快 叶忠明也确实占了出其不意 别人不知道他能力的便宜 可只要一个步骤出现意外 那叶忠明就会和那个人 进入缠斗状态 不仅会让曙光圣殿的计划得逞 甚至最后的胜负都不好说 叶忠明的确强 的确有着接近八星进化者的实力 可真要和这里的八级高手打起来 他也不敢保证就会获胜 想想当初赫颜王尊的实力 现在都让叶忠明心有余悸 他去往的方向是城墙 现在的城内 的确可能还有其他八级强者混了进来 他们或许找到了各个王尊 甚至还有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的下摆 这些人对上这样的强者 确实会打得比较辛苦 胜少负多 不过他很清楚 现在关键的地方是哪里 城墙一旦失守 代表着王城即将陷落 看过了曙光圣殿军队的素质 叶忠明确实没有什么信心 让云顶或者姨夫人和这些人进行巷战 上了城头 叶忠明立刻发现曙光圣殿的战士 已经在兵精之路那里的城墙附近建立了防线 无数穿着光明铠的战士 正在向两侧疯狂涌去 从城内向外看 这个缺口的左侧 正是圣光筒战队主攻的方向 这些背光士僧制造出来的武器 真的很强大 一道道光柱从圆筒中发射 凡是站在射程之内的目标 全部被这些光柱融化 或许这些光柱并没有城外乌云一样 一片一片的箭矢造成的伤害多 也没有投射器射进来的巨石击毁的器械多 但是这种凡是粘道光芒 便会肉眼可见的消融血肉的情形 还是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冲击 每当这些圣光筒发射的时候 明显感觉得出来 一副人和云顶联军的战士有些慌乱 那些器械遇到圣光也同样不能幸存 无论是巨弓还是巨弩 无论是魔精炮还是其他 只要碰到 立刻就会变成漆黑一片失去作用 仿佛被火烧焦了似的 叶忠明知道敌人从兵精之路突破到城墙 并没有太长时间 可是这一侧在圣光筒的冲击下 竟然已经深入了上百米的距离 并且 这种武器对于操纵手并没有太高的要求 那些在联军反击下 死亡的圣光筒使用者 立刻就有其他人取代位置 使起这种金属筒继续攻击 除非没有能量 否则这些武器异常坚固 只有极少部分在攻击中受损 当然这也和使用他们的战士 极力的保护有关 面对攻击 他们宁可用身体去抵挡 也不让圣光筒被攻击到 在形式上 的确是曙光圣殿的人占据优势 但他们付出的伤亡也要更大 先不说 排在城墙第二层的雷暴塔楼已经开始攻击 就说城墙上的抵抗 就让一片接着一片的战士死亡 再近距离 联军的两种作战风格 让曙光圣殿的人非常不适应 一副人的战士战法更加复古 他们面对重盾在前的敌人 会使用长枪和战斧破开敌阵 会使用弓箭进行短程的抛射 会用头枪和短斧覆盖攻击 而云顶和其他地球来的人 则会用枪械和魔精武器 会用技能和职业 甚至还会使用战兽 各种千奇百怪的装备进行攻击 各种攻击交织在一起的方式 给曙光圣殿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别看他们已经开拓了百米的阵线 可是在短短的百米 距离内至少死亡了上千人 这是一条被尸体铺成的进攻之路 这还不算其他没有接战的位置上 联军对这边偶然的支援 在右侧没有圣光筒部队 进展却出乎意料的快 要比左侧多出几十米 甚至在攻击线路上 伤亡的人数也要少得多 叶忠明仔细一看 就发现了问题 这边攻击队伍的箭头 是由一支强悍队伍组成的 这些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最弱的也有五级的水平 大部分是六级 其中还有四个明显高出 他们的领头人物 那都是七级的存在 八级顶尖高手去阻拦 甚至清理联军的高层 而这些六七级的人 则作为尖兵来冲击防线 一副人之中 除了王尊有没有七级 有 但数量很少 并且他们都是各个 超级部落的核心人物 地位仅次于王尊 他们都在率领各族勇士 守卫着自己的防区 没有具体防区的机动力量 已经在曙光圣殿 通过兵精之路 破开城墙的时候填补了进来 只是很显然已经被这支尖兵 和阳哥斯击溃 失去了作用 现在 就是一些战士依靠着 汉不畏死的精神 虽然在混乱的战场上 也给这支尖兵造成了一些伤亡 但并不大 而联军一方则死伤惨重 不得不说 曙光圣殿的攻击计划 缜密而有序 亦缓缓紧扣 无论做什么 都非常有目的性 这样的情况 如果继续下去 对兵精之路两侧的攻击继续深入 占领越来越长的城墙 那么王尊的防御 就会随之逐渐瓦解 圣殿的军队 立刻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攻破这座城市 如果那个人可以拦住叶忠明 那么现在这支尖兵队伍 肯定会所向披靡 可惜 叶忠明来了 正鹤劈开了前面 一副人的一个战士 任由鲜血洒了 他一头一脸 这种带着温热的血腥 是他最喜欢的 当然 他从未把这种喜好 和其他人说过 因为在圣殿之中 试杀是一种原罪 以前 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 去体验这种感觉 大概只有在处死一些 异教徒的时候 他才能过过瘾 是的 他以前在曙光圣殿 就是负责执行集刑的 曾经很多个机会 让他可以离开 那个并没有多少人 喜欢的职位 升到其他地方去 比如负责审讯 真机 探查等等 可正鹤都拒绝了 大家都以为 他的信仰坚定 为了光明之神 可以奉献一切 愿意用手中的 刀守护信仰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是放不下这种 已经成瘾的时候 这一次对一副人的攻击 给了他一个 好好过靶影的机会 之前在外围的时候 围剿那些一副人部落 正鹤觉得 那已经就是天堂 但现在看来 他更喜欢这种的攻城战 有反抗 并且反抗的激烈些 这样才有意思吗 举起手中的长刀 在以前 正鹤是绝对不会 对这种古刀感兴趣的 只有姨妇人 这帮落后的蛮夷 才会在制造兵器的时候 还迷信古制品 曙光圣殿早在许多年前 就已经普及了金属装备 只是这把刀不同 这是一把用很高级 亡灵生命骨骼为蓝本 经过了神奇加工的武器 上面闪烁着柔和的绿色光芒 这就是那些外来人 带来的武器 作为为数不多的七级战士 正鹤知道的事情 比普通战士多得多 虽然在心中 他和其他人一样 对于去往什么新世界之类的兴趣 远没有那些核心层高 可这并不妨碍 他对这种发光武器的喜爱 这把刀 是他从一个姨妇人高组长那里得到的 之后便爱不释手 甚至抛掉了之前 跟随着他数年的优质武器 用这把刀把人 劈成两半的时候 特别有感觉 正鹤 快 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一边提醒着 是这次尖刀战队的负责人 纳特殿士 两个常年在圣殿门口 处立的光明剑侍卫之一 也是除了胜负圣女 和三巨头之外 最著名的高手之一 据说已经无限接近于八级 或许这次战争之后 就能成为神仆殿的人 神仆殿 就是供奉那些实力高强战士 专心修炼的地方 当然 也可能是竞争三大军团长 失败后的去处 正鹤知道 这一次的战斗 神仆殿已经全员出动 除了自己和这位纳特之外 另外两位七级的高手 就出自那里 正鹤用喉咙哼了哼 显然心中并不太服从 纳特的管理 甚至他一直认为 在圣殿门口当雕像 实力能有什么进步 只有如他一样 不时地见一见鲜血 品尝一下生命的味道 才可以让实力更上层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夜中明 只是在最开始的一些时间里 正鹤并没有重视 因为夜中明出现的时候 他身上的装备都脱掉了 仅仅换了一身白色级别的穿着 并且出现得无声无息 和一些怡夫人战士 还组成了战阵 就和一个略强些的战士一样 直到 正鹤纳特等人突然发现 熟悉的一股气息消失 大惊之下 纷纷看去 才发现 这个看似普通的男人 正从那个气息消失的同伴 身体里抽出一把紫色的战刀 你是谁 纳特眉毛都挑了起来 七级的战士 哪怕在曙光圣殿也不是很多 夜中明推开这个 被自己偷袭得手的七级强者 对着这些人一笑 什么都没说就退入人群当中 一副人的战士 立刻用人海 把夜中明掩护了起来 想走 正鹤大喊一声 踢着刀就追了过来 可是却被这群一副人挡住 这帮只有三四级 最高也只有五级的战士 在他看来就是找死 手中的白色级别 战刀翻出了一个漂亮的刀花 刀身不知道怎么就竖了起来 下一刻就要劈砍过去 可心头突然紧照大起 他猛的一侧头 就感觉一阵热流呼啸而过 身后立刻响起了一声闷哼 正鹤对这种声音很熟悉 那是人死亡时才会发出的 什么东西 他刚才只捕捉到了一道荧光 这个时候 第二道光芒 从人群中莫测般的出现 那是从一个一副人 抬起的手臂下射出来的 目标正是他不怎么看得上的纳特 电视小心 正鹤知道喊声 必定会晚于攻击 可是这个时候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实在是他在这种攻击中 感到了威胁 他已经认出 这是那种外来人带来的枪械 只是威力这么大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纳特电视也躲了过去 只是他的运气 没有正和好 这种叫做子弹的东西擦到手臂 那处的光明楷被破开 鲜血从里面渗出 第三枪到了 这一次的目标 不是剩下的三个七级高手 而是一位六级的战士 这位战士很不幸 被击中了额头 直接死掉 诺夫 出来面对面的笔踢 尖刀小队这么几秒钟 就损失了一个七级 一个六级两个高手 还有一位五级的 要知道能够进入尖兵小队的 五级战士 都是有特殊能力的 作用丝毫不亚于六级的战士 这个损失太大了 让所有尖刀小队的人 心中都有股寒气上冲 他们更加疯狂地击杀 阻拦在他们前面的这些 一副人战士 想要冲到那个 恶毒阴险的外来人面前 不让他继续发射这种 近乎于死神的武器 这是战争 一个声音轻飘飘地传来 让之前说出 面对面这句话的正合 无比憋闷 是啊 如果说要面对面 他们曙光圣殿也没有做到 他们不一样 把高手派进了王城 而他们则来城头 砍杀这些实力 明显弱于他们的一副人吗 枪声依然在继续 尖刀队的成员 现在已经可以在 嘈杂的战场中 分辨出这种声音了 只是 那子弹太快 虽然有了防备 但每一声枪响 几乎都代表着一个同伴的死去 他们自然不会理解 绿色级别的狙击步枪 加上银色子弹 这样的组合 配合上出塘空间折叠的枪技 有多可怕 除了七级的三个人 其余的人 根本就无法在这些子弹 到来的时候做出反应 实在是太快了 正合这个时候 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 在他的盔甲之下 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双腿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变粗 在某个时刻 撑开了坚固的下甲 被巨大力量弹飞的光明砍碎片 撞在旁边的城墙上 发出叮当的声音 接着 正合后退了几步后 发起了冲锋 在到了一夫人战争之前的时候 猛然在地面一蹬 身体就腾空而起 同时 手中的长刀交到了一只手上 另外一只手 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了一面巨盾 死死地挡在身前 那些仓促间投来的短枪短斧 打在上面没有一点作用 事出突然 正合的跳跃又太快 其他人曙光圣殿的人 还给他创造了机会 极力压迫一夫人的防御阵型 所以 这次快速的飞越防线成功了 曙光圣殿间刀小队的人心头一喜 知道这种生命时刻 被威胁的情况结束了 正合这个人 虽然给人感觉冷淡阴沉 但对他的实力 这些人还是信得过的 他过去之后 应该可以阻止那个外来人 正合落在了地面 粗壮的双腿夯在青石上 以他的双脚为中心 周围出现了一圈军裂 离他有些近的几位 一夫人战士 身体都因此出现了倾斜 这种从天而 将如同军临天下的感觉实在很爽 正合举着盾牌 嘴里发出了畅快的大吼 手中的绿色级别战刀轻转 把周围刺来的兵器挡开 下一秒 正合就继续他的披人之旅 可是马上 他就感觉一道目光紧紧锁住了他 他目光挪动 便看见了之前就见过的那个外来人 只是 正合一看之下 心中惊讶 因为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换了一身装备 身上的铠甲漂亮的 如同璀璨的繁星 虽然是在这种时刻 可正合依然忍不住 在心中生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如果这个人 刚才穿着这身装备出现 那么他会不会被自己等人急活死 同时 一股贪欲在正合心中生起 这件战甲如果归自己 那么 这种念头一经兴起 就再也克制不止 不仅如此 正合还在这个外来人肩头 看见了两个明显是由能量体组成的生命 这种东西 哪怕是在秘境之中 也绝对是最珍惜的存在 我都要了 这些念头 在他的脑海中瞬间闪过后 便成了这四个字 被他喊了出来 正合依然处于 从天而降的兴奋中 现在又被诱人的好处刺激 他体内的激素分泌 已经到了一个夸张的地步 但如此状态的他 迎来的是一片绚烂的刀光 正合残忍一笑 举刀迎了上去 可是突如其来的眩晕和发沉的身体 让他的动作停滞了一下 刀光就此落到面前 正合不愧是曙光圣殿最擅长搏杀的高手之一 突然受到了这样的冲击 却一点都没有慌乱 那双剑撞的腿上青筋毕露 膝盖只是微微弯曲 身体竟挣脱了重力的束缚 向前撞了过去 如果一切就这么发生 那么结果 就是叶忠明叙事已久的这一刀 会砍到正合的身后 而这个曙光圣殿的高手 则会撞入叶忠明的怀中 彻底破掉这次进攻 甚至还会击伤对方 一道光束的出现 打破了这个局面 这是一道带着漂亮银色光芒的射线 无声无息 也并没有强烈的能量波动 甚至在上面 还能感觉到一丝宁静和幽远的意味 只是速度很快 当然 双方的距离太近 这道射线几乎一出现 就已经击中了正合 本来前冲的身体 被这道射线直接击退 重新回到了刀芒之下 扑痴 很轻微的一声轻响 却代表着一位七级高手的死亡 正合整个人被叶忠明的万众 硬刀斩从头顶劈下 划开躯干 均匀的一分为二 就如同正合在之前 杀死的无数人那样 感觉整个世界都分成了两半 正合在意识消散之前 终于能够知道了一个 他一直很疑惑的问题 那些被自己劈死的人 是什么感觉 叶忠明收刀 平复了下气息 目光落在了前面 刚才 那倒把正合击退的射线 是星之精灵屁股 低下那颗叫做璀璨星的球体 发出来的星灰射线 叶忠明曾经试验过 这种攻击的强度有一个基数 但也和消耗精神力有关 当星之精灵使用超过 自身能量大半来发射 这种射线的时候 叶忠明自己也会感到 强烈的威胁 刚才这一下 他就控制着星之精灵 使用了一小半的能量 他并不想用星灰射线 来击杀这个人 只是为了让他退一步 从正合跳过来 到被叶忠明击杀 这个过程很短暂 发现了同伴气息的消失 尖刀小队的人 齐齐发出了怒吼 这个损失 已经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这可是在敌方的高手 都不在的情况下 一种屈辱的感觉 涌上每个人 曙光圣殿人的心头 对于荣誉 他们总是有着远比 常人的执着和坚持 由于为了给叶忠明 腾出击杀正合的空间 那些不断过来支援的 一副人战士 在他的身后停顿了片刻 而没有了后续力量的支援 加之曙光圣殿 剑刀小队的人都处于暴走的状态中 前面的那些仁义妇人 终于没有顶住攻击 被这些强者们冲了过来 战场之中 其实并没有太多时间 互相观察对方 更多的是 狭路相逢时 最直接的对战 或者我把你砍死 或者你把我砍死 就这么简单 于是大当纳特 和另外一位七级战士 看到地上 已经被分成两半的正合之后 一同怒吼一声 朝着叶忠明便迎了上来 其他剑刀队的战士 同时对叶忠明 进度更快的缺口右侧 因为叶忠明的出现 而停止了前进 这些人已经清楚叶忠明是谁 已经猜到这个人 就是外来人的首脸 叶忠明虽然杀掉了 两个同级的战士 可一个是偷袭 一个也是出其不意 但现在不同 他相信 这些高手已经对自己的战法 有了一定的了解 不会在那么的轻易上当 在云顶和一副人 其他高手没有赶来的时候 他不得不独自面对 这一整只曙光圣殿的高手 形势万分危险 王城之内 杨格斯的吼声再次响起 也不知道是谁找到了他 同时在数个方向 都有剧烈的能量冲击传来 显然 混入王城的曙光圣殿高手们 和联军的高层正大的如火如荼 只是不知道战况如何 几乎同一时刻 整个城墙的上空 突然亮起了无数朵白色光团 转瞬变成了粉红色 下一刻 就速速而落 落在了每一个受伤的联军身体之中 战场之上 都因为这壮观的漫天光芒而寂静 只是叶忠明的心情却并不太好 因为 有一位云顶重要一员 因此而暴露了位置 我们把视角向着城内移动一下 当叶忠明一路份 战杀上城头 拦住了曙光圣殿尖刀小队的时候 在王城之内 也发生了一场很意外的搏杀 以朴秀英为首 云顶山庄在王城之中 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 距离城墙并不远 医院分为两个部分 前面收治伤员后 会第一时间服用圣水 对圣水效果 并不敏感的一夫人战士 则会被这阶段云顶收罗的 一些治疗职业者简单治疗 能够稳定 住伤情的 就护送到云顶山庄去养伤 还不能摆脱危险的 或者伤势很复杂的 就会送到临时医院的后半部分 那里 朴秀英带着云顶重组 新建立的辅助战队在 之前叶忠明和几位王尊 分别从城墙的各个位置 向下背负伤员 送到的地方就是这里 在开战之后 这里已经迅速成为 所有联军心中 比万能神宫殿还要重要的地方 地位甚至暂时达到了 和圣池相同的地步 因为这里真的可以救命 除了对叶忠明 这位云顶的领袖和外籍王尊外 朴秀英成为第二位 被所有遗附人接受的外来人 朴秀英无比忙碌 从地球来的云顶山庄 和其他势力的战士受了伤 能够还有价值被送到这里的 基本上 依靠圣水就可以治好 特别严重的 才需要朴秀英释放温和之恋 或者甘露树 并且 这阶段云顶山庄 不仅雇佣了其他势力中的一些治疗职业 也自己培养了几个 这些人本就对云顶忠诚无比 条件适合的情况下 叶忠明夏雷等人 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 给他们高价弄来了治疗类职业卷轴 其中有一张最珍贵的医者卷轴 这是末世哪怕十年之后 依然公认的珍贵卷轴之一 叶忠明花了五瓶五星净化药剂 才从食人魔连锁的手中买到 使用了卷轴的人 是一位从云顶出见 就跟着大家的技术人员 还有一张赞颂僧卷轴 这种职业有些特别 它最主要的能力 是消除负面状态 但也有医疗类的技能 效果自然要比医者等专业治疗职业差一些 但平时治疗足够了 除此之外 还有水疗师 复原信徒和交换污者三种职业 前两种看名字 就知道主要的能力方向 后者比较特殊 和赞颂僧有些相似 主要职业技能并不是医疗方面 而是一种交换污术 很诡异 但是在应用的时候 也可以用于诊疗伤势 大概的原理就是 这个职业者可以把伤者的伤势 移加到自己身上一部分 之后利用职业特性迅速地恢复 这种能力 对于治疗凭死之人特别有效 甚至堪称神技 只要还有气 交换污者一出手 就可以让伤势恢复一点 脱离生命危险 之后用各种手段治疗 就可以把人从地狱里拉回来 为了五种职业 叶忠明花费甚多 但他很清楚 这种职业多了 对云顶的意义有多大 以这五个人 加上真正的牛逼职业者朴秀英 组成了云顶辅助战队的核心 在他们的周围 是诸多的辅助性职业者 比如能够帮助人恢复精神力的 能够让人平心尽气的 能够让人迅速补充体力的 等等这些 有着了这些人的辅助 朴秀英在开战之后这几个小时 虽然忙碌 却并没有消耗多少精神力 他和叶忠明一样 服用了脑虫之后 现在又学会了魂术 精神力暴涨 是这方面云顶除了叶忠明之外的第二人 不时地释放几个甘露术和温和之恋后 停下来的间谐 就足让他把消耗的那一点精神力恢复了 对于外人来说 都知道朴秀英重要 但他真正是什么实力 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 只有云顶的核心层知道 现在朴秀英 职业等级甚至比叶忠明都高 现在的朴秀英 是光明圣女 只能拥有唯一职业 必定是极其牛逼的职业 朴秀英的就是 光明使徒 光明使者 光明圣使 光明圣女 光明神使 光明女神 这一系列的职业提升 伴随着称号的变化 在云顶人看来 能够称得上圣女的 只有朴老师 至于王成之外那个女人 所作所为 可称不上一个圣子 现在 朴秀英已经提升到了光明圣女 已经是第四个职业等级了 这个职业等级在整个地球 不说是最高的 也绝对是最高的之一 四级的职业 同样保证了朴老师 丰佩的精神力 不断在临时医院中游走 朴秀英 检查了每一个伤员的情况 有需要他出手的 他就会释放能力 这些义父人的伤员 无论是普通的战士 还是各族的祖老或者核心 被朴秀英救治后 都会真诚地说声谢谢 承诺 如同不要钱一样地说出去 朴秀英听了 也只是笑笑 他更希望这些好处 用在整个云顶或者叶忠明身上 他很清楚 他一个人占用了多少山庄的资源 在这个时候 他从战功勋章当中 听到了一些信息 朴秀英立刻走出了这些帐篷 看向了城墙的一处方向 那里是云顶山庄负责的防线 那里 好像遭遇到了猛烈的攻击 同时 朴秀英也发现 城头一直在运送商员的叶忠明等人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过来了 还有 有些很强大的气息 正在云城之内肆虐 城墙之上 那是叶忠明发出的光亮吗 现在 已经到了需要叶忠明亲自上阵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朴秀英心中涌起了强烈不安的感觉 当光明与士团的主力 出现在云顶防守城墙的上空 并且发动了猛攻的时候 朴秀英不再犹豫 举起手中已经是绿色的魔杖 用出了落日圣光 本来处于充盈状态的精神力 立刻消耗了一大半 整个灰暗的山腹内骤然一亮 无数的光团从天而降 这种奇景和能量爆发之中 朴秀英所在的位置 就变得如同太阳一般耀眼 正在攻击云顶城墙的 光明骑士团首领 发现朴秀英之后 一声怒吼 一对足有两千的空中骑士 冲着那里冲了过去 拦住他们 夏磊提着双刀 站在护卫之中 看见正在猛攻 自己一方的光明雨士团 突然飞出这么多空中骑士冲向城内 他立刻就猜到发生了什么 自然要去阻止 一直处于后队 暂时并没有出手的光耀战队 齐齐举起了手中的枪械 对着这些空中骑士急火 说到枪法 光耀战队的人 超过了云顶其他战队一大截 新引进的子弹生产线 所出产的弹药 大多也攻击了他们 就连夜中明制造的等级子弹 光耀的队伍也分到了总量的一半 另外一半 才被其他战队瓜分 他们之前一直没有出手 是因为光明雨士团 虽然在着重攻击云顶这里 可一是云顶 还有有余力 二是这些空中骑士降落的 还不够低 夏磊和光耀想要取得了更大战果 在等待更加合适的时机 可是现在看到他们竟然向着城内飞 这是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得逞的 漫天的火线亮起 子弹划破空气 发出了熟悉的硝烟味道 这些灰色级别的枪械 加上灰色级别的子弹 组成的火力覆盖网 立刻让这些空中骑士 纷纷掉落 这逼得本来俯冲向下的空中骑士 不得不重新升高 并且用头枪还击 去世缓了下来 一定要冲过去 再离身着银甲 提着银枪 骑着自己的子头就 带着禁卫队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雨士团的上空 这让整个队伍都士气大震 不能让那个用出了大型圣光束的人活着 嘴里发出了坚决的命令 可是再离的眼中却有些迷茫 为什么 这些外来人 拥有如此纯净的光明能量 这应该是圣父和圣女所特有的 随着再离的命令 跟着他的一些敬畏队成员 拿出了挂在坐骑前的一些 直径在50厘米 高30厘米左右的金属圆柱体 向着云顶防线 特别是光耀战队的方向扔了下去 这些圆柱体在坠落的时候 发出了刺耳的瘟鸣 在下降了数秒之后 发出了咔咔之声 形状就发生了变化 从圆筒形状变成了四方形的金属板 这种变化 让从地球来的诸人大为惊奇 无疑这是一种设计巧夺天宫的机械装备 这些金属板不断地开始旋转 并从上面的一些孔洞中 甩出不知道什么魔怪内晶制造的绳索 这些绳索一端并未离开这些金属板 另外一端在空气中漂浮着 一旦接触到了旁边临近金属板的同类 立刻就会粘在一起 并且粘得异常牢固 这样 这些由金属筒变成了的金属板 就在天空之中 组成了一个连接在一起的金属网 而随着它们的飞行 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最后直接互相用那些绳索粘在了一起 成为大大的一面 盾牌 这种东西 看得下面的人有些呆 还可以这样 这两大块金属板的出现 立刻就把云顶的火力压制到了极点 子弹机在上面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和大量的火花 却失去了之前恐怖的击杀效果 那只被弹雨洗礼过 只剩下半数的羽氏团 利用这些金属板的掩护 冲出了城墙的范围 虽然光耀战队的人 在他们飞离这些金属板的保护后 依然切而不舍地进行了攻击 造成了队尾 不断有空中骑士落下 但还是让超过700的羽氏团成员 飞出了射程 朝着朴秀英的方向飞去 雷姐 很多人看向了夏磊 意思很明显 要不要立刻去池原浦老师那边 可夏磊却摇摇头 如果曙光圣殿 以为可以凭借着那数百空中骑士 就能够杀掉云顶最核心的人物 那想的就太多了 他的目光 更多的是落在空中 那块云顶阵营头顶的金属板 此刻正在缓缓下降 对着城墙压了下来 用出了落日圣光之后 朴秀英的脸色有些苍白 城墙上的人太多 标记每一个人消耗的精神力总量 多得超过了朴秀英的预料 他从身边的一个精美锦囊之中 拿出了一瓶精神力恢复药剂 喝了下去 感觉这才好了一些 骤然降低的精神力快速恢复着 还增加了魂剂的被动恢复速度 这一瓶药剂的价值 丝毫不下于四星进化药剂 平时 朴秀英肯定是舍不得喝的 但现在情况特殊 他必须要保证精神力的充沛 落日圣光不仅可以对伤员有效 也可以在短时间内 增加没有受伤战士的自愈能力 这一击大型恢复类技能 效果基本上等同于在各个位置 都派出了一支千人的预备队 最主要的 还是对士气的提升 朴秀英完成了自己做的事情 知道接下来的事情 他已经无能为力 不过他相信 叶忠明可以解决一切 只是他刚刚转身 却又转了回来 他看到城墙的方向 有一群空中骑士气势汹汹的 冲着这里冲了下来 朴秀英的脸上 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表情 只是微微叹息了一下 手指轻轻推了推脸上的眼镜 又转过了身去 淡定向回走 和对面来的人点了点头 和他擦身而过的是圣元 为了这次战斗 专门负责两个实验室安全的圣元 都被调过来守在朴秀英的身边 数百羽士团战士飞速接近 哪怕大部分已经被光耀的战队击杀 可俯冲下来的时候 气势也非常的惊人 跟在圣元身边的 是一千守护战队的战士 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强壮 每个人的手中 都提着一面绿色级别的巨盾 他们也是除了下白战队外 唯一一个人手 都有一间绿色装备的战队 气势 圣元大吼一声 周围的战士 立刻组成了四层防线 同一时间举起了手中的巨盾 斜对着天空冲下的 这些肯纳空中骑士 同时开始整体的步步后退 步伐的速度 和朴秀英的行走速度一样 一步一趋地守护着朴秀英 而圣元则一个人被留在了前面 作为守护战队的首领 圣元同样提着一面巨盾 只是他的盾是蓝色的 是叶忠明 失败了很多次后 特意为他制作的 他举着巨盾 看着越来越近的这些 光明骑士团的人 嘴里猛然发出了一声 极大的吼叫 身体立刻开始变高变壮 身上和其他云顶战士的 金属铠甲不同的皮甲 随着身体膨胀 那张坚毅的脸孔上 有些短短的毛发长了出来 甚至连头部的形状 都有了些许的变化 圣元在这个时候 激发了他的终极山口血统 变成了一个身高近三米的小型巨兽 这个得自于海王盘战斗的血统 从一开始就归属了圣元所有 作为持续性血统 终极山口可以大幅度 提高身体的全面属性 特别是力量 防御能力 再生三个方面 增加的幅度之大 让人折舌 对于一个防御者来说 这几乎就是一个最适合的血统 在之前变异生命的围城战之中 圣元作为防守兼兵 大部分的时候都顶在最前面 可是到最后 受伤反而比其他人轻了点 并且恢复能力也好得出奇 一两天就完全复原 在激发了血统之后 圣元现在的身体素质方面 几乎可以和夜中明媲美 巨盾手加上终极山口 这就是天作之河 随着血统的激发 圣元举起巨盾 一片整齐的盾影 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不仅仅护住了身后的朴秀英 连大半个零食医院 也都被护在了其中 光明与士团的骑士们 扔下了头枪 接着是悬挂在灵鹫身上 拳头大小的金属块 利用高度和冲击力 这种金属块造成的威胁 丝毫不逊于其他武器 砰砰砰的声音不断响起 这些攻击在圣元的盾牌虚影上 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但没有一个可以击破防御 以此同时 在圣元左右两侧的前方 数百云顶战士显出了身影 手中的魔精枪械 对着被圣元吸引了 注意力的空中骑士开了火 立刻就有数十个敌人 从灵鹫的杯上掉落了下来 与士团小队的阵型立刻变得分散 并且左右各分出两百人的队伍 朝着云顶的远程部队冲去 其他人 越过去 这点信号信号给我 作为这支与士团部队的首领 仲敖发出了自己的命令 他想用自己来应对圣元 其他的手下 则去击杀那位强大的治疗者 还保持在中路的空中 骑士立刻提升了高度 从圣元的盾影上掠过 冲向了后方的瓢秀英 圣元依然站在那里没有动 不是他不想 而是终极山吼这个血统有一个缺点 并不擅长长距离快速的移动 短距离冲刺可以 但马上速度就会慢下来 是追不上天上飞的这些空中骑士的 更何况 冲着圣元冲来的这个人 明显就是要把他留在这里 如果不摆脱或者杀死他 那么圣元也没有机会去支援其他人 仲敖加了一下座骑 手中的长枪架在了灵鹫的脖子上 一人一兽急冲而下 长枪的尖头上开始亮起光芒 并且越来越亮 灵鹫发出高昂的提名 伴随着长枪撞到了圣元的盾影上 双方的碰撞发出了沉闷的砰砰声 一股气浪随之向着周围扩散 吹起了无数尘埃 盾影在这次碰撞中消失 而仲敖的长枪也变成了优字形状 彻底废掉 仲敖第一时间甩掉了这把枪 从坐骑身体两侧拿起了两把大剑 灵鹫则利用刚才被震的后退的机会 灵活盘旋一下 再次带着主人冲来 两把大剑砍向了退了两步刚刚站稳的圣元 光明与士团的这位队长看得清楚 这个举着盾牌的人没有武器 那就意味着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 双剑砍在了盾牌上 声音响亮 圣元后退了一步 众傲从空中掠过 再次砍下 一次 两次 三次 五次 这位队长几乎是围着圣元在劈砍 他对手中的双剑有信心 这是胜负亲自赐予他的 就算不会有对面那件蓝色的盾牌好 但也绝不会差 加之战绩的加成 仲傲甚至心中有些奢望 可以把那面盾牌劈碎 可是十几次之后 双方依然势均力敌 那个男人就是站在原地 拿着盾牌左挡右挡 甚至都看不见他的人 可虽然不会反攻 却也不露出任何破绽 双方同为六等级进化者 一时之间 竟谁也奈何不了谁 仲傲看了一眼周围 发现自己的手下和这些穿着漂亮战甲的外来人战士 已经打在了一起 可显然 自己的人并不占什么优势 甚至因为那种发射起来声音很小 可以造成恐怖切割伤害武器的存在 他的人伤亡在不断地加大 就更别提去击杀那位使用圣光术的人了 看到这些 仲傲心中就有些焦急 城墙的战况还不知道如何 他们算是孤军深入 在这里耽搁的时间越长 敌人的援军越是随时可以到来 万一被人堵住 哪怕他们会飞也不行 想着这些 仲傲决定冒险一搏 他如同之前十几次那样 控制着灵鹫回旋了一下 再次下冲 只是这一次 他的做起嘴巴鸣叫之后 就没有闭上 在双剑砍到盾牌上的前一刻 突然再次发出了一声嘶鸣 这是灵鹫特殊的攻击方式 除了他锐利的会和爪子之外 这种叫声 可以扰乱敌人的精神 造成失神状态 对于进化者来说 这种失神状态 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但这一点时间 足以决定战斗的胜负 当然 这种技能并不是所有的灵鹫都会 只有队长级别以上的做起 才可以 仲奥在接触的瞬间 明显感觉到对面的抵抗力弱了很多 知道自己这一招奏效了 本就是虚招的双剑 微微从盾牌上滑过 灵鹫猛扇翅膀提升高度 新的攻击 就会在他越过这面巨盾之后 发出 双剑会斩断那个人的头颅 一切都成功了 除了最后的绝杀 双剑滑过盾牌之后 却划了个空 已经越过了 巨盾的仲奥向下看去 只见那个三米多的野兽 此刻 竟然卷缩着蹲在地上 除了双手握住了盾牌后的把手外 整个人都缩成了一个团 之后 仲奥便看见了这个野兽的脸上 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巨盾在那双肌肉奔张的手臂控制下 猛然地向上撞去 撞在了 正从上面飞过的灵鹫腹部 巨大的力量 让灵鹫惨叫一声 口眼之中就开始出血 翅膀努力地扇动向上飞着 仲奥也有些慌神 同样本能地让灵鹫高飞 但是 一击成功的圣元 又哪能就这么放过他 他嘴里极力地喊着 双手握住盾牌 全身用力 在原地猛然地转了几圈 投练球似的 把盾牌扔上了天空 正中本就有些不稳的灵鹫 这头魔怪 再也坚持不住这样严重的撞击 直接从空中跌落 仲奥在空中奋力控制着身体 双腿才稳稳地着地 这个高度 对他这个级别的进化者来说 并不算什么 只是下一秒 他就感觉一个巨大的影子 逾越而来 在他做出动作之前扑倒了他 接着 一双强有力的手握住了他的脖子 扣了他的肉里 然后奋力一拉 仲奥带着喉骨的半截脖子 就离开了他的身体 他到死都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怪物 为什么可以战胜自己 朴秀英走进了帐篷 落下的帘子 让后面的战斗声音小了些 他知道 正有很多人 为了自己的安全拼斗着 死亡着 他并不愿意这样 但却无能为力 现在的朴老师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满脑子仁义道德 满脑子正义公平的女人 而是一个拥有特殊地位的战士 他现在认为 以杀指杀 已经是对这个世界最温柔的评价了 秀英姐 雅田看见朴秀英进来 甜甜地叫了一声 他和雅妮坐在一起 身为吟师的姐姐 只有这样 才会在满是血腥味道的城市里 保持安静 一块糖果伸到朴秀英的面前 这是雅妮示好的标准方式 虽然这位小姑娘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重生 但和正常人终究不同 能够现在这样出具智慧 其实完全是靠着 懦懦的野游伴侣这套装备 朴秀英摇摇头 摸了摸雅妮的头 现在她和云顶的其他成员一样 把雅妮更多地 看成一个孩子 而不是一个人傀儡 双胞胎姐妹在这里 自然是叶忠明的安排 她们也是为了保护朴秀英 和那几个特殊职业者 我需要一会 来恢复精神力 你们自己玩 虽然服用了精神力恢复药剂 但除非是那种按比例恢复的 否则现在还没有一种 可以瞬间回满叶忠明 和朴秀英精神力的药剂存在 外面的战斗结束后 肯定要进行大量的治疗 这些朴秀英准备亲自动手 毕竟 这些人是为了自己而战的 她觉得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所以 她要赶紧多恢复一些精神力 来应对下面的治疗 这里 很热闹吗 朴秀英还没等坐下闭目冥想 就听见了一个比较轻挑的声音 从营帐外响起 接着在她对面的位置 本来很坚固的帐篷 被一只手指画开了一道巨大口子 一个看起来三十左右岁的男人 从口子里挤了进来 不好意思 打搅了 男人挥了挥手 一副很有礼貌的样子 但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 无论是朴秀英 还是双胞胎姐妹 立刻站到了一起 警惕地看着这个突然闯进来的男人 身为营师 对气味特别敏感的雅妮 甚至喉咙里发出了野兽般的低沉吼声 显然 这个人的气味对她来说很陌生 这个人的实力 也让她感到了极度危险 男人的目光 在双胞胎姐妹身上转了一圈 微微发亮 但很快挪开 看向朴秀英的时候 则爆发出了射人的光芒 有的时候 真的要幸运气 男人左右看了看 又侧耳倾听了一下外面的动静 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朴秀英想要向外跑 但她感觉得出来 如果自己和双胞胎小姐妹动一下 就立刻会遭到这个人无情的攻击 由于精神力的出众 平时也经常和下白一起 她知道七级净化等级的人身体里 散发的能量是在什么范围之内 这个人 很明显要超过这个范围 那就是说 这是个八级的强者 联军的八级强者就那么几个 朴秀英也都认识 显然并不包括这个人 那她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 本来是想去找林坤的 可是我在附近转了一圈 竟然没找到 男人好像在说一件 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样 可是这种态度 却给了三个云顶人 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个人 其实从一进来就出手了 只是方式有些不同 他发出的是一种事 一种威势的压迫 一种心理的抗衡 当这种给予对手的压力 到达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他就可以一击必杀 不过还好 误打误撞的碰到了你 也算是不错 在胜夫胜女 或者那三个老家伙看来 你的价值应该比令坤 还高一些的 男人向前走了一步 三个人所承受的压力 立刻成倍的增加 既然这样 那就去死吧 男人举起了手 手掌的正中心 是一枚闭着的眼睛 当他对着你了三个人的时候 眼睛突然睁开 朴秀英和双胞胎姐妹 立刻就感到了身体被禁锢住 之后 在这个男人脚下 周围的地面开始翻滚 几秒之后 石头小牛犊大小的魔怪 钻了出来 这些魔怪 额头上的六级魔晶 非常的显眼 身体虽在整个 净华家族中并不算大 可是身上披着暗红色的后壳 菱形的头部上 有一张满口尖利牙齿的嘴巴 头部的两侧 更是分布着三对六条 一米长锋利骨刀般的 前状器官 他们一出现 就看向了朴秀英等人 锋利的骨刀 在头顶来回回捂着 看情况 或许下一秒 就要扑向三个人 然后把他们切成肉块 男人的脸上 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这三个人 可比同为八级的 令昆王尊好对付多了 他轻轻吹了声口哨 命令自己十个手下去 解决这次战斗 只是 一个生命的出现 打断了这一切 朴秀英身后的营帐门口 突然伸进来了 三根白色的橡皮 紧接着 三鼻像的大脑袋 就拱开帘子挤了进来 在鼻子和头部连接的地方 还夹着一个彩色的 皮球 一双相眼看见了 帐篷里的情况 翘着的像鼻伸直了 皮球便落在了地上 喷喷喷地弹了几下后 滚到了那个男人的脚下 场面因此而禁止 本来躁动的十只魔怪 安静了下来 身体微微向后倾着 小小的眼睛里 满是最大程度的防备 男人的嘴巴依然撅起 只是里面的哨声 早就不见 看上去如同强吻不成的渣男 他是真没想到 出现在现场的 竟然是一头八级的魔怪 男人想破了脑袋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强大的 一头魔怪靠近 自己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难道 男人想到了一种可能 他怪叫了一声 身体就向后退去 他觉得 这是一个陷阱 专门给他这样 混进王城的曙光圣殿高手 准备的陷阱 为的自然是围杀他们 他不动还好 这里现在有些问题的三鼻象 可能还弄不清楚状况 因为这些人和魔怪 和自己一样 都是来找嫖秀英丸的 可是这人一跑 三鼻象 再笨 也知道了这是敌人 嘴里发出了一声 嘹亮的鸣叫 巷头朝上一供 帐篷就被掀飞 愤怒的小巷 对着逃跑的男人 伸出了自己的鼻子 这个男人是八级的高手 速度自然飞快 认定了这十个陷阱之后 更是想要尽快逃离 仅仅是眨眼之间 他就已经逃出了很远 但下一秒 这个男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他发现 自己重新出现在了帐篷之中 当然 现在帐篷已经到了 就在他的脚下 耳旁 呼啸的风声响起 他想都没想 左臂就向着身后架了起来 砰的一声 男人的身体向前亮腔了几步 左肩和颈部传来剧痛 他仿佛被一座山丘砸了一下似的 壁骨好像都裂开了 这还没完 韩风从正后面袭来 马上就要碰到他的身体 这一次 可是他要害的腰部 男人不愧是八级强者 危急时刻 身体借着亮腔 直接向前面趴了下去 韩风显之又显的 从上方掠过 他意念一动 那些就在附近的石头魔怪 向着后面冲了过去 而他则利用这个空隙狼狈的站起 转身看向了后面 刚才 让这个男人回到原地的 自然是三鼻象的空间遗物能力 而砸中他的 是雅田手中的丝丝人偶 至于后来席向他腰部的 则是吟湿雅妮的拳头 此时朴秀英 已经骑在了三鼻象的身上 手里举着魔杖 冷冷地看着这个男人 他知道 刚才这个高手的确是在逃走 但谁让三鼻象得请回来了呢 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发现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陷阱 三鼻象也不是一头 以战力著称的生命 一场死斗不可避免 既然逃不掉 那就打吧 好在 他的身边还有双胞胎姐妹 他们的实力 可不是双六级那么简单 男人在暂时没有了危险的时候 果然发现了不对 他看了看四周 虽然有听到动静而出现的一些人 但这些人显然等级不高 大多还受了伤 根本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这不是一个陷阱 吓了我一跳 男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一副怕怕的样子 这头八级的魔怪 好像不太正常啊 身为八级的存在 很敏锐地 发现了三鼻象的问题 心中就更加笃定 能够对我造成威胁的 或者说 能够祖言我 杀死你的 只有七级的人 而你们离这里最近的一个七级高手 哪怕什么都不管用最快的速度赶往这里 也需要数十个呼吸 这个时间 足以让我杀死你了 男人显然非常的有信心 并且朴秀英发现 这个人 用地球上的话讲 应该是精神方面有些轻微的问题 或者说有些特殊的控制不住的癖好 当然 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人确实有在战斗的时候 说些废话的资格 这个男人说完那句话后 没有继续交谈 那只带着眼睛的手 再次举了起来 眼睛睁开 笼罩了面前的四个生命 咦 男人发现 自己百事百灵的能力 竟然失效了 看着对面的几个人 沉稳的脸孔 他知道 对方有防范他这种能力的方法 只是他不明白 这几个人是怎么在临时 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难道恰好有什么装备在身 可是刚才怎么不用 朴秀英等人 刚刚每人吃掉了一颗轻松糖果 诺诺的糖果围裙中的 甜食主义这个能力生产的五种糖果 其中的一种 也就是轻松糖果 是可以一个小时内 免疫负面状态的 虽然经过试验之后 这个免疫并不是绝对免疫 也要根据负面状态 施法者的进化等级 职业等级 技能威力 精神力多寡 等等这些因素来决定 但至少到现在 除了特殊轮盘之外 还没谁能够打破 轻松糖果 对不好状态的防御 一起吃下的 还有其他四种糖果 力量糖果增加了力量 韧性糖果增加了防御力 速度糖果增加了敏捷性 烦躁糖果增加了整体战斗力 加上轻松糖果免疫了负面状态 这些保证了三个人 加上一头八级小象 处于了巅峰的状态当中 朴秀英举起了魔杖 四面空灵盾出现在了各自的身边 石头六级魔怪 这个时候扑了过来 锋利的刃刀切向了 站在三鼻项前面的双胞胎姐妹 其实 之前这个男人没有发现的是 这对在他看来 有些新鲜却没有什么威胁的小女孩 其中一个眼中已经变得血红 云顶的人都知道 那是雅田发怒的结果 眼睛越红 说明小姑娘怒意越高 现在明显处于了狂怒的状态 在这些魔怪扑上来之前 小姑娘把手中的丝丝人 殴举了起来 刚才还用来砸人的漂亮人偶 此刻张嘴开始唱歌 丝丝会唱歌 那种扰乱目标意识的音波攻击 无论是那个男人 还是石头魔怪 在歌声里都是一致 雅田收回丝丝人偶 之后嘴里发出了一声尖叫 人偶在那个男人的目光中 变大 变化 一个骑着泪生雪白双翅独角兽 穿着白底金纹 全身假戴着公主冠的女性 骑士出现在了场内 与其是一只手 提着一面倒三角形状的金属盾 另外一只手 拿着两米的长枪 身后背着带着金色羽毛的流光长弓 独角兽的身侧 甚至还挂着一把白玉般的法杖 正是全状态 体术拥有者 人偶公主星 这个能力狂怒状态下 会出现的公主骑士 刚一出现 独角兽就猛然前冲 正好撞到了最前面的奶头 被丝丝会唱歌能力影响的魔怪身上 本就不大的魔怪被直接撞飞 身体上更是被独角开了一个窟窿 还为着地 鲜血就洒了出来 接着公主骑士 枪引一扫 后面的树枝魔怪 要么被打得摔向了后面 要么翻倒在了原地 公主骑士一出场 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 随着雅田进化等级的提高 公主骑士的实力 也在突飞猛进 这还没完 公主骑士出现后 雅田白嫩的小手 指向了曙光圣殿的男人 欺负秀英姐 我讨厌你 说完 血肉之躯瞬间石化 诺诺和玩伴的蝴蝶结中 玩伴的眷恋能力发动 雅田进入石化状态 而雅妮则获得20%的实力增幅 银尸咆哮了一声 跟在公主骑士之后 冲向了那个男人 这位八级的曙光圣殿高手 哪怕身处危机之中 眼中也不由地赞叹 这些外来人的装备 真的是太特殊太神奇了 他收回 那只戴着眼睛的手 抬起了另外一只 与此同时 坐在三鼻象身上的瓢秀英 也抬起了手 手中的魔杖 发出了一片光芒 下一刻 光芒便到了这个男人的头顶 在他静怡的目光中 形成了一座光牢 把他罩在了气中 光牢出现的突然 这位八级高手犹豫了一下 没有摆脱掉 因为他算得清楚 要是他做出了躲避的动作 身体有可能会碰到这光照 在不知道这东西 到底是什么用的情况下 这无疑是很危险的 况且 现在的他 正要发出自己的能力 移动会让之前的准备 前功尽弃 他对自己这只手的攻击 非常有信心 这只手的掌心 依然是一只眼睛 只是和另外一只手不同的是 这只眼睛 就和刚才雅田的一样 心红一片 瞄了一眼笼罩了自己的光照 还有后面冲来的公主骑士和银尸 男子露出了一丝不屑 之后手掌中的血红眼睛 骤然一亮 一道粗大的红色能亮住 就向前冲了出去 这红光 甚至印红了半个山腹 朴秀英口中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就从三鼻象的身体上跌落 整个人都晕了过去 用出那个光照的时候 他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结果无外乎两种 一种 自己这方人没有杀掉那个男人 自然是要死的 另外一种就是那个男人死了 哪怕晕过去 也是安全的 结果 是后面那种 光老有个奇怪的名字 波伦广煞 是朴秀英职业等级提升到 光明圣女时掌握的 当时他还有些失望 他更希望得到的是治疗类能力 就和落日圣光一样 也因为落日圣光的强大 朴秀英的期待也前所未有的高 发现是一种禁锢类能力的时候 失望可想而知 不过 还是叶忠明的劝解 让他好受了不少 他说 光明使徒为初始等级的这个职业 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医疗类职业 定位是一个辅助类职业 或者说战斗的枢纽职业 这样的职业 又怎么会全都是治愈类的职业技能呢 如果那样也就不会出现空灵盾了 同时 朴秀英也发现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适合他 波伦广煞 就是一种把目标禁锢在其中的能力 技能很简单 可是当被禁锢目标有了变化的时候 则是一个很讨厌的技能 支撑波伦广煞需要消耗精神力 但这层光照不被攻击的时候 消耗的精神力其实不太多 至少对朴秀英是这样的 而一旦光照遭到被禁锢目标的攻击 则会根据强度来消耗施法者的精神力 依然是精神力 而朴秀英在这方面只逊于叶忠明 于是 这个技能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力的控制技能 在整个云顶 可以短时间内打破波伦广煞禁锢的 估计也就是叶忠明和重伤状态的下白 朴秀英用这个能力 把这个男人囚禁在那里 用自己的精神力 去抵御了八级的超强攻击 虽然意料之中的没有扛得住 精神力直接消耗一空 可是已经为后续的攻击创造了条件 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晕得心安理得 曙光圣殿八级高手的红色能亮柱 撞在了波伦广煞的光照上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那个男人嘴里高声地吼叫着 里面带着布干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强力技能 会被这层看似薄薄的光照所阻挡 哪怕是在曙光圣殿 他的这个能力 在攻击力方面都可以排在前列 虽然被阻挡的时间很短 或许只有两三秒钟 但对这个男人来说 依然觉得是种实辱 好在红色能亮柱 还是破掉了这层光照 剩余的能量 足够把前面的一切秒杀 只是就在破开光照的瞬间 他没有发现 那个公主骑士的影子 也没有看见 那个活尸的到来 而是看见了那头三鼻像 他就站在光照的外面 当光照破开的瞬间 红色能亮柱 打在了三鼻像身上 爆炸就此发生 这当然不是真的三鼻像 而是他的假身 当时在云顶的城下 这个假身的爆炸 差点把穿着蓝色战甲 和黑土铠甲 开着黑晕之盾的夜中鸣炸死 可想而知威力如何 这个男人进化等级 或许比夜中鸣高 但防御力 一定没有夜中鸣好 至少装备 没有夜中鸣好 虽然爆炸离他 有那么一点距离 但足以对他造成 剧烈的冲击和伤害 爆炸的威力 使得地面震战了两下 那些正在努力冲来的伤病 和救援部队 都有些战力不稳 爆炸产生的能量 向四周扩散 一些本就强忍着 伤痛的伤员纷纷栽倒 曙光圣殿男人 感觉飞了起来 那是被炸的 是的 他没死 但身受重伤 三鼻象现在 的确是智慧受损 但他的实力还在 虽然不是攻坚型的生命 但也终究是八级的存在 自保的手段层出不穷 其中假身爆炸 无疑是能力中威力最高的 对于同等级的生命 自然可以造成威胁 于是 这个男人的手臂断了一只 身上被开了无数的口子 大量的鲜血流淌了出来 甚至他左边的耳朵 都缺失了半块 他放下剩下的手臂 心有余悸 如果不是护住了头脸 他很难想象 自己是否还能活着 这些外来生命 怎么可以强力如此 可是没等他继续感叹 眼前就有两道影子冲来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时间 就遭受到了巨大的二次冲击 接着是第三次 男人奋力反抗 一直在寻找机会反击 但无论公主歧视 还是银尸雅妮 全部都悍不畏死 他们 在某种程度上 也确实没有生命 男人很憋屈 他本就不是近战类型 现在被两个家伙缠住 能够施展的手段不多 加之身受重伤 更让他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 一旦形成 就开始恶化 无论是公主歧视 还是雅妮 只要攻击到他 就让男人的伤势加重一分 就让他的反抗弱一分 最后 他已经完全处于挨打的局面 连躲闪都很少 至于他的那些六级魔怪手下 有几只被公主歧视 和雅妮所杀 其余都死在了爆炸之中 当雅妮一拳打断了男人 还玩好的手臂 公主歧视 一枪刺进了他的喉咙 这场战斗宣布了结束 从开始到结束 真的只有 几十个呼吸的时间 只是结果却迥然不同 圣元带着一帮 浑身是血的战士到了现场 他们已经把那些 空中歧视全部击杀 看到那个男人的尸体 和周围的状况 这位壮汉眼中闪过诧异 他抬头看了看城墙之上 那里 有些气息同样地 永久地消失了 但这一切好像都预示着 胜利在步步接近 男静和戎指全身戎装 已经骑在了各自的坐骑上 他们的身边 是举着荣耀权杖的圣女 刚才 在圣女的带领下 一些圣殿女技 已经对受伤的战士 进行了治疗 不过 这和总体的伤亡数量 比起来杯水车薪 无他 只是在进攻的时候 受了伤的战士 很少能回来 巨大部分 只能躺在战场上等死 他们 或许是最希望胜利的 因为只有几方胜利了 他们才有机会活下来 如果失败了 等待他们的 只能是敌人的补刀 至于俘虏 在步虏秘境 这个词是不怎么存在的 至少对普通战士来说是这样 既然都不会被俘 就谈不上什么治疗 要无 在这里有的时候 别人命值钱 格兰死了 南静的声音 有些低沉 战况的惨烈 已经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派高手 混入王城之内击杀 或者缠住 一副人联军的高层 让尖刀小队 迅速攻陷城墙 这个计划 他也是参与制定者之一 就和其他人一样 南静对这个计划 有极大的信心 因为曙光圣殿的高手数量 本就远多于一副人 加之一副人 自己的内杠 让他们的王尊数量少了近半 就算有那些外来人帮助 也无法阻止曙光圣殿 在这昂面战略上的优势 可是谁能想到 在短短时间内 连续两个八级的高手气息消失 七级的 更是死了更多 难道一副人 还有什么隐藏的强力人物 特别是格兰的死 更是给了他一震撼 这个人 当年可是和他竞争过 光明骑士团长位置的 如果不是他的战斗方式 并不适合于骑兵作战 或许南静的位置就是他的 南静很清楚 自己这位对手的实力 不仅双手有圣眼 手下更是有 石头六级的魔怪为帮手 说起单挑的能力 或许现在南静 依然不是格兰的对手 可是 这个人就这样死了 除了令昆和手持人 他们实在想不出 谁能够有这样的实力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死格兰 即便是令昆或者手持人 他觉得 这两位八级的姨父人 最多和格兰差不多 不算手持人 在姨父人王尊之中 实力最强的 应该是黑碧和鹤岩 前者被自己等三人围攻致死 后者也死于他们自己人之手 已经受到重创的姨父人 是怎么杀掉格兰的 真的是手持人做的 可他应该是有人专门应对的 看紫山的气息也消失了 红祥的气息也已经若有若无 我们并不是没有任何战果 圣女在地面顿了顿权杖 我们虽然损失很大 但他们毕竟是要突入到王城之内 意外是很容易发生的 他们虽然死了 但并不是全无价值 姨父人只有四个王尊 现在一死一重伤 他们的高层就只剩下两个 只有尼奥和林昆的情况下 他们不可能还能保证有效的指挥 哪怕我们进去的人都死了 也值得 到底值不值得 每个人的评判标准不同 南靖心中并不太认同圣女的话 但也点点头 城墙上好像也受到了阻拦 看来到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再离带着光明雨士团 已经冲了上去 现在是荣指和南靖出马的时候了 南帅 头针让给我吧 荣指把手中的长刀举了举 对圣女示意了一下 当先走了出去 他的身后是一千尘末的白甲侍卫 这些人是圣殿禁卫军中的精锐 平时是负责保护圣父和圣女安全的 他们拥有整个曙光圣殿最强大的整体战斗力 其中的数位队长还是胜负亲手调教 这样的队伍 应该是最关键的时候才出手的 现在就到了必须的时候吗 这仅仅是开战的第一天 仅仅打了半个落杀日啊 不过圣女既然没有阻止 南靖也没说什么 她默默地整理了一下盔甲 对着后面挥挥手 一支同样沉默的骑兵队伍跟在了南靖的身后 这五千骑士 同样是光明骑士团最精锐的存在 既然与士团和禁卫军都拼命了 那么南靖没有任何保留的理由 一天内结束这场战争吗 那就结束吧 城墙上 叶忠明擦了擦嘴里流淌出来的鲜血 把刺在腹部的一把匕首拔了出来 强大的身体素质让伤口处的肌肉绷紧 数秒之内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 看着这件星辰装备上破开的口子和一些细小的裂纹 叶忠明微微松了口气 他的四周是尖兵队的尸体 咳嗽了两声缓解了一下受伤的身体 叶忠明看向了城外 刚才 叶忠明独占这支曙光圣殿的尖兵小队 虽然最终以他的胜利而告终 可是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击 叶忠明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身体受了不轻的伤势 两个小精灵耗尽了能量 在补充之前没有了辅助能力 战甲受损需要修复 唯一状态比较好的方面 就是精神力还算充沛 但叶忠明知道 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这一边的战斗虽然解决了 可是城墙的另外一侧 圣光统配合着其他部队 虽然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却依然在缓慢地前进着 现在已经快要占领 长达200米的城墙了 从兵精之路上涌来的战士 正源源不断地冲向里面 到了这个时候 叶忠明也不得不钦佩曙曙光圣殿 他们的兵力 可以给各处的城墙 造成压力的同时 还可以源源不断地冲击着这里 兵源之充沛 质量之高 真的不是现在的云顶山庄 或者姨夫人能比的 当然 这次战争之后 曙光圣殿哪怕是最后赢了 也会伤筋动骨 估计没有20年的时间 恢复不过来 反过来当然也成立 姨夫人在战斗之后 轻壮数量会大幅度锐减 一些奇怪的号角声 从城外传来 这让处于攻击状态中的 曙光圣殿战士顿了一下 然后便发出了巨大的吼声 整个山腹都因此微微地晃动 是光明角 一个有些年纪的姨夫人战士 正在叶忠明身边 听到这个声音 嘴里喃喃说着 叶忠明不解地转头 那是什么 战士有些默然地看着叶忠明 低声道 光明脚响 神发灵事 他们 这是最后的总攻了 潜力是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只有在爆发出来的时候 才会知道有多可怕 本来 已经处于攻击状态的 曙光圣殿战士们 还有一夫人的战士们 都觉得这就是最惨烈的攻防了 鲜血染红了的城墙 顺着城梯 已经流淌到了城下 凡是在能够看见的地方 全部都是残肢 几乎没有完整的尸体 一些还未死去的人 在哀嚎或者呻吟 有的时候会突然高亢 有的时候会戛然而止 天空 双方的空军陷入了混战 一夫人这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 只是有了城墙上的支援 暂时还能支撑 不断地有人类和魔怪的尸体 从空中掉下 那些鲜血和羽毛 或者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形成了一道生命组成的瀑布 火光四起 那是技能留下的后遗症 爆炸时有发生 这些造成的亮度 已经超过了山腹顶上 那些魔怪油脂 做成的明灯 箭矢和燃烧着的石块 不断在城墙的上空掠过 幽暗的魔晶能量 也在轰然肆虐 伴随着它们的 是无数破开的皮肉和鲜血 当然 还有喊杀声 兵器的碰撞声音 能量对撞的声音 恐惧的喊声 受伤的丝毫 死亡的呐喊 一切 都把王城的城墙 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很多地球来的人 很多一副人 很多曙光圣殿的战士 开始的时候 都是害怕甚至恐惧的 他们不是没想过逃走 但是他们发现 转身的时候 便会有武器落在后背 夺走生命 于是战斗 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只是渐渐的 害怕和畏惧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暴躁和激动之后的麻木 战斗 在这个时刻成为了本能 所以当那些曙光圣殿的战士 听到了光明角的号声 迸发出了前所未有战斗力的时候 双方都惊讶于潜力的再次爆发 战斗的激烈程度 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 城外 那些还未参加战斗的 曙光圣殿战士 全部出动了 甚至在山腹之外 后勤营地的一些能战之人 也纷纷进入了攻城序列 圣殿真的开始了总攻 必其功于一翼 这是圣殿此刻的想法 无疑 这个想法在一副人 或者云顶山庄的人看来 是极其可笑的 的确 现在一副人处于混乱之中 因为他们的王尊和高手 被一些敌人缠住甚至击杀 但云顶和数量更多从地球来的战士 则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指挥体系 他们依仗着装备和技能上的优势 丝毫未乱 并且战果显著 甚至就算是一副人 现在其实也并不太需要什么精确的指挥 无非就是一个字 打 出现了敌人打回去 被人打来打回去 不停地打就是了 只要守住城墙就可以了 这没有错 哪怕曙光圣殿的人再多出一些 也必须要翻越城墙才可以 哪怕是在冰晶之路那里有一个大缺口 可相比于整个城墙来说 那里其实也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姨夫人有十几只预备队 可以不断地去堵那里 消耗人命 是的 就是消耗人命 但曙光圣殿无法攻进来 也是事实 很多姨夫人看到外面正在疯狂冲来的 那些圣殿精锐 都和看着死人一样 直到 城门处的城墙突然塌了 那里本就是双方攻防的重点 囤积了大量的兵力 没人想到那里会塌 是刺移 很快 人们就想到了原因 那些钻入城墙的工具 之前只是带来的震动 却没有太多的效果 姨夫人甚至曙光圣殿的 普通战士都以为那东西的效果 已经结束了 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一直在起着作用 一直在破坏着城墙的根基 直到把这里弄塌 姨夫人没有任何防备 城墙上出现了一个宽敞的 足以让一支万人军队 顺利通过的通道 巨大的废墟之下 是双方加在一起 数万战士的生命 很多人都被曙光圣殿的 决绝和狠辣惊呆了 他们为了迷惑一副人 竟然把五位数的自己人 荡成了诱饵 谁能想到 一个聚集了这么多战士的 争夺焦点 竟然是突破口呢 还是一个 不管自己人死活的突破点 王城的城墙高的恐怖 坍塌之后 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必死 但大部分 还是失去了生命 迸发出的漫天烟尘 仿佛在告慰这些 被人牺牲的战士 同时 刚刚还在心中 嘲笑曙光圣殿的 一副人们惊恐地发现 一条通往王城之内的 通道出现了 至于那些废墟 对于净化者部队来说 压根就不是障碍 其他位置城墙上的战士 目光从那里 向外移动了一点 便看见一只五六千人的骑兵 还有后面数不清的圣殿战士 已经冲到了废墟之前 他们 几十秒之后 就将真正踏入王城之内 防不住了 很多姨夫人心中 都涌起了这个念头 能够抵挡住 强大无比的曙光圣殿 依靠的是什么 或许是大家背水一战的 坚强意志 或许是叶忠明 和云顶这些外来的人之源 但归根结底 是因为有这道 耗费了姨夫人 无数代人的心血 修建起来的伟大城墙 但现在城墙塌了 那么还有什么 才能够阻挡住战里 无双的姨夫人 我的责任 过去 过去 堵住那里 一脸鲜血的令昆王尊 不知道从哪里出现 站在距离城门 很远的地方喊着 他运用了特殊的手段 声音让整个王城 都可以听到 不能让他们冲进来 绝对不能 正被人抬着向后走 身受重伤 已经奄奄一息的 红翔王尊 尖色地举着手 指着那里呻吟 所有的火力 都集中到那里 把这只骑兵轰碎 下雷眼睛都瞪裂了 他知道 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 指着那里嘶哑地喊着 所有在附近的姨夫人 还有城市内的 那几支预备队 甚至是那些 负责后勤的人员 都疯狂地涌向了缺口 他们知道 一定要堵在那里 哪怕是用自己的命 否则 一切就都完了 这个时候 一个人跳到了废墟之上 直面雷霆冲来的光明骑士团 身影在还未消散的烟雾之中 显得有些单薄 但整个战场的目光 却都被吸引在了那里 老大要做什么 许多云顶的战士 看到了烟尘中那个身影 心中都涌起了这个念头 九级进化者 是什么样子 大家并不清楚 但八级的高手是见过的 大家都知道 那也是血肉之躯 一样会受伤 会死亡 面对围攻的时候 也会迅速地被击杀 即便是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但还是可以用人去堆死 叶忠明很强大 这谁都不会去否认 哪怕是令昆或者手持人也承认 他们单独和叶忠明对战 胜负在四六之术 叶忠明还要占有些优势 但是谁都不会认为 叶忠明一个人 可以堵住那个缺口 可以孤身一人 面对六七千精锐骑兵的冲锋 更别说 这些骑兵后面 还有无数曙光圣殿的战士 很多声音响起 那是许多人的呼喊 叶忠明听到了 但却没有去在意 他的眼中 只有面前 这些奔腾而来的敌人 是的 敌人 一直以来 叶忠明并不愿意用这两个字 来形容曙光圣殿的战士 在某种意义上 叶忠明其实更欣赏 这个比一夫人先进的文明 他更愿意以外来人的角度 来看待这场战争 哪怕他实际站在了 一夫人的阵营当中 但这并不能让他就喜欢这场战争 喜欢这些曙光圣殿的人 因为 他们的到来 让叶忠明的计划为之停滞 为什么叶忠明 要辛辛苦苦地不断经营布鲁秘境 甚至不惜让云顶的战士 为什么发布悬赏拿出大量的财富 让更多地球的进化者 进入这里守卫王城 就是因为 这里可以说是叶忠明重生之后 得到的最大宝藏 这里有着他所需要的一切 各种材料 矿藏 磨金 土地 人口 有了这里 叶忠明才有了一丝丝的资本 去和那高高在上俯视地球的神秘生命去对抗 一度叶忠明甚至把战绩和魂迹 看成最后的手段 他害怕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当真正面对那些生命的时候 会变得毫无用处 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给予的 可以说 在叶忠明的思想中 这里是他的希望之地 哪怕和地球比起来 这里并不是很不稳定 而曙光圣殿 要把这一切都毁掉 他们已经严重影响了叶忠明的利益 于是 他们就是敌人 只要被视为敌人 自然要全力消灭 说白了 叶忠明把这里看成自己的后花园 等到一副人牵出之后 这里就完完全全属于他 属于云顶 而曙光圣殿动了叶忠明的奶酪 有过前世今生 叶忠明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偏激 既然他这么认定了 那就会一直这么认为 现在 随着城墙的坍塌 王城即将失守 后花园眼看就要被其他人占领 叶忠明急了 他无数次面临生死的时候 最不缺乏的就是博取之心 这一次他依然要搏一下 冲在最前面的 是带领一千敬畏的荣指 他看到了站在那里的叶忠明 脸上有着不屑的冷笑 就算是胜负那样的敬神人物 也不愿意面对成剑制骑兵的冲锋吧 更不会去孤身一人挑战一个军团 因为即便是胜了 也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敬神 只是接近了神 还不是神 在荣指等人的身后 是南静和他的五千光明骑士团 他同样看到了 站在那里孤零零的身影 他同样认为那很愚蠢 同时心中却也有一丝敬佩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勇气 去一个人挑战千军万马的 这样的人 哪怕是愚蠢的 也是值得敬佩的 只是 这个或者愚蠢 或者让人产生敬意的人 不知道把什么东西插在了地面 严臣有些灰散 但随着骑兵踏上了废墟之后 又有飞扬的趋势 荣指和南静两个人这个时候 大概看清楚了 那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是一根古杖 很精美 也很奇特 两个人在上面感受到了一股洪流般的气势 两个八级强者下意识地就想停下脚步 这是一种对危险想要做出的本能反应 可是却有些晚了 他们的瞳孔剧烈收缩 想要说些什么 身体也想要做什么 都已经来不及 一道粗大的光柱 从那个古杖上发出 瞬间掠过了他前方的战场 整个王城内外 都被这道光柱所震惊 光柱出现得突然 消失得也很快 如果不是那条 被他离出来的空白之地 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不 确切地说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至少容止和南静两个人还在 只是他们的样子都很吓人 容止坐在地上 还保持着齐形的姿态 双腿和双臂已经变成了森森白骨 额头上 颧骨处同样失去了皮肉 身上的一切穿戴都消失不见 整个人呈现一种暗红色 因为大部分的皮肤都被光柱刮得烂掉了 不 容止发出了含混的声音 却无人能懂 在他后面的南静要好一些 身上的铠甲变得破破烂烂 全身没有一处不是在流着鲜血 同样地跌在地上 坐骑已然消失 看起来是重伤 但应该不会致命 这是什么 不少人都这样想着 那到十数米宽的光柱 到底是什么 紧紧一下 就把范围内那些曙光圣殿战士 蒸发了吗 还有 紧紧一下就重创了两位曙光圣殿的巨头 不知道的人都陷入了呆滞 知道的人则担心地看着叶忠明 这自然是他发动碎魂鼓障的缘故 但这威力 好像比之前在云顶城下要大不少 那叶忠明会不会因为精神力耗尽而晕倒 但出乎意料的是 叶忠明还站在那里 并且提着碎魂鼓障 向着一边走了一段距离后 再次把这根恐怖的魂器插在了地面 一些眼尖的人 看到叶忠明仰头向嘴里灌了一些什么 之后 那恐怖的光柱就再次出现 之后 便冲出 再消失 越过的地方 不出意外的一片荒芜 很多人的手都开始颤抖 这种感觉 和之前第一次见到众神之力的时候 非常相似 那是一种对大杀气发自心底的恐惧 叶忠明醒来的时候 没有立刻起床 而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脑海里不断回想 自己晕过去之前的那一幕 那一天 他一共使用了三次碎魂鼓障 直接把冲锋而来的曙光圣殿军团打穿 他估计 以当时的密度 三道光柱 至少也击杀了上万人 当然也可能更多 关于数量 无人去关心 因为这种攻击的出现 已经超脱了普通意义的战斗 直接把曙光圣殿的信念击毁了 之所以能够使用三次碎魂鼓障 还是近乎最大威力的情况 自然是叶忠明之前的准备 只是这种准备本来是 留给那个九级胜负的 可是当时的情况 他不得不用 叶忠明之前 得到了一种精神复原卷轴 和精神力恢复药剂相比 复原卷轴 是按照百分比来恢复精神力的 这种复原卷轴叶忠明 一共得到了六张 每一张可以恢复 自身精神力总量的30% 很自然的 这些卷轴 花费了叶忠明大量的好东西 才换过来 同时 叶忠明还得到了一种药剂 能力增幅药剂 这是一种可以提升 当前使用的职业技能 或者普通技能威力的药水 同样是按照百分比例 只是这种药剂 通常提升的幅度并不太大 叶忠明找到的这三瓶等级也不太高 只能提升10% 并且不可以叠加使用 无论是精神力复原卷轴 还是能力增幅药剂 在别人的手中 作用或许不大 但在叶忠明这里 能够发挥出的效果 就有些耀眼了 因为基数大 叶忠明的精神力 或者碎魂骨杖的攻击 都是很恐怖的 在这些很恐怖能力的基础上 按照百分之比提高 那提升的幅度自然很吓人 所以叶忠明可以使用三次碎魂骨杖 可以让碎魂骨杖的威力再上层楼 那天当碎魂骨杖的攻击之后 整个曙光圣殿的军队就有些崩溃 怡夫人联军趁机发动了反击 甚至第二次进行了出城战斗 双方在激烈地对拼了大半个落杀日后 直到开战 整整一个落杀日时 王城上空重新出现了遮天之屏 双方才停了手 恢复到了之前的对峙状态 在这场高强度的战斗之中 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怡夫人这边 因为之前被偷袭 看紫山王尊战死 红翔重伤失去战斗力 六七级的高手更是死了不少 后来混战开始 伤亡进一步加大 手持人重伤 并且失去了一只手臂 尼奥王尊重伤昏迷不醒 小虎重伤 梁初音重伤 小莉重伤 夏白重伤 光耀重伤 朴秀英昏迷 其中小虎因为要率领骑兵冲锋 最容易遭到攻击 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 曙光圣殿那边 双忠明和朴秀英 分别击杀了一个八级的高手 林坤和夏白 也分别击杀了一个七级的战士 城墙之上 叶忠明全灭尖刀小队 城墙之下 叶忠明重伤荣指和南静 在被曙光圣殿的人 把他们抢回去之后 听说戎指没有挺过去 伤重不治 另外一位曙光三巨头在里 在攻击云顶的时候 被湮灭巨炮击中 从空中跌落到了城墙上遭到围攻 不过实力 强悍突围而走 只是从城墙跳下去的时候 已经无法有效控制身体 摔断了双腿 同样处于重伤状态 圣女也不好受 她同样受了不轻的伤势 云顶有那么多的人重伤 就是在围攻她的时候出现的 甚至手持人的手臂 也是被她用荣耀权杖切下去的 这位八级的圣女 哪怕是同为敌人 也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 就和叶忠明一样 还有 杨格斯落在了王城之中 被大量的姨妇人围捕 虽然她弄出了极大动静 造成了大量伤亡 甚至差点烧掉了半个王城 但最后 被俘 可以说 杨格斯的被俘 是圣女被一夫人联军围攻的直接原因 否则 她载着圣女在天空飞翔 最后的战果 是什么样的 还真不好说 这些 还只是高层的战损情况 普通战士的伤亡 就更多了 那些数字 足以让任何一个指挥官晕过去 看看平原和城墙上 铺了好几层的尸体就知道 双方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 这就是战争 没有怜悯 没有感情 只有杀戮 叶忠明后来 一直没有动手 因为她的精神力已经平临枯竭 如果进入战场 必定会成为 曙光圣殿高手袭杀的对象 那样她就不得不继续使用精神力 结果就是随时可能会晕倒 那她就不是去帮忙 而是一个累赘 当她站在城墙上 手里拿着碎魂鼓杖的时候 她其实比亲自参战的效果还好 因为她不断地提示着曙光圣殿的人 她还在 她还可以随时 发出那种恐怖的攻击 曙光圣殿的人也没有怀疑过 因为他们心中 同样有一位这样的战神人物 胜负 他们一直以为 叶忠明在等待着胜负的出现 所以才没有出手 当第二天贺骨法珠的刷新时间到 叶忠明重新打开遮天之屏 那明亮的光照 让曙光圣殿第一次主动后退 给了一副人停战的机会 虽然因为叶忠明击杀了 他们的很多高手 碎魂鼓杖更是直接灭掉了 他们禁卫军和光明骑士团的精锐 让他们实力大损 但终究圣殿的实力 要高出一副人很多 战斗如果继续打下去 结果如何真不好说 总之 双方分开 各自重新整队 但接下来就陷入到了极度的疲累当中 每个人对战斗 都产生了无比的厌烦感 甚至就连叶忠明都是这样 他相信对面的圣女也一样 还有 双方也都需要休养生息 那些伤员们需要时间去恢复 那样才有力气再次投入到战斗之中 一副人这边 更是有一大块城墙需要修复 战斗就此进入平静期 双方沉默的对峙 绝不发生一点冲突 也没有了任何试探 就连一副人在铲平兵精之路的时候 曙光圣殿的人都没有任何反应 但每个人都清楚 这不是结束 一副人这边确确实实在休养生息 但曙光圣殿那边不同 他们同时在等一个人 等一个可以直接结束战场战争的人出现 哪怕已经停战一天了 王城的空气中 依然充满了血腥和微臭的味道 这味道并不好闻 但每个人都习惯了 兵精之路已经被铲掉 但是城墙的窝口却不是暂时可以堵住的 就更别提成门处的坍塌了 站在一处靠近城门的城墙上 叶忠明和洪祥站在一起 看着正在清理废墟和尸体的战士 洪祥和尼奥两位 王尊都伤得很重 哪怕被已经苏醒恢复了半天 精神力的嫖秀因治疗了一下 洪祥只是可以下地走动 但状态明显不好 尼奥王尊甚至还只能躺在床上 两个人想要恢复到可以作战的状态 估计最少还要三到五个落沙日才行 彻底恢复的话 甚至要十个落沙日 那就是水 水泥 夜中明点点头 其实那是混凝土 但他也不想解释那么多 从亭站开始 云顶那边的工程队 就带着大量的建筑材料来到这里 加上本来就储存在王城的那些 他们开始快速修复城墙 这种混凝土结构 自然不会有本来那些侵蚀 经过了一些特殊能力 加持的城墙坚固 但胜在快速 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能堵住缺口 处理之后 可以顶一顶 这个罩子 是重新刷新了 红翔看了看头顶的遮天之屏 虽然夜中明已经说过 但还是问了下 毕竟 这关系到战斗 是否会重新打起来 夜中明点点头 他也无法解释一些能力规则之类的 只能用一夫人理解的方式 告诉他们结果 有说不清的地方 统统推给了万能神 你们说 他们会停战多久 看着远处正在和一夫人 一起收集几方尸体 和整顿队伍的曙光圣殿军队 夜中明问 对于这方面 他觉得还是王尊们 比他更了解曙光圣殿 也可以做出最精确的推测 红翔王尊没等说话 就看到林昆王尊走了过来 他的脸上 有些味擦干净的血迹 这头龙 真锦号 人民币百分号 不好弄 带着一夫人这边的国骂 令昆王尊接过旁边一个卫兵 递过来的尸部擦了擦脸 你没给弄死吧 没有什么是比共同战斗 更能促进男人之间感情的 经过这一场攻防 夜中明和三位王尊 甚至手持人的关系 都变得很融洽 甚至已经可以称得上朋友 熟悉了 彼此之间说话 自然就没有那么多顾忌 称呼上也随意的很 没有 就是嘴巴太臭 我生气了揍了一顿 不过 那龙林真是硬啊 林昆对着两个人 挥了一下拳头 夜中明和洪翔 就看见他的拳头都破皮了 中明正问对面 停战几天呢 看紫山王尊一死 现在剩下的三个王尊当中 令昆活得最久 洪翔很尊重他的意见 令昆王尊眯着眼睛 想了想到 正常情况 如果在战 需要重新打造工程器械 准备各种材料用具 还需要重新编组军阵 赶制兵器盔甲 恢复清商士兵 恢复士气等等这些 想要继续发动一次 如同之前的全面进攻 至少也要20个落沙日 林昆一边想着一边说 但如果只是想不断地 骚扰和试探我们 那么几个落沙日 就可以了 但我判断 他们不会这样做 如此判断的理由 林昆没说 但叶中明和洪翔都懂 曙光圣殿现在也看出来了 有了云顶这些外来人的帮忙 他们想要攻下王尘很困难 唯一的希望 就是胜负亲自出手 一个九级的强者 是可以碾压很多正常规则的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这位九级强者什么时候到 是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让他暂时放弃了这边的决战 三个人沉默不语 都能感到彼此心中的忧虑 幽暗的山洞内 响彻着杨格斯巨大的咆哮声 从背负开始 这头龙就没消停过 叶中明走进去的时候 这个声音有了片刻的停顿 之后便更加的剧烈 放开我 你这个卑微的人类 你知道我紧号人民币百分号 人民币人民币Eddy是多么伟大吗 看了一眼 被拴在石壁上的杨格斯 叶中明发现他的胸口的地方 多出了一处血洞 应该就是刚才令昆王遵作的 可以让杨格斯不能喷吐龙溪 当然 经过了之前的战斗 叶中明也很怀疑 这个家伙 是否还有能力喷火 叶中明抽出地煞月刃 走到了杨格斯旁边 鬼远一些 你这个蝼蚁 你这个 听说龙全身都是宝 叶中明很平静地说着 抬头看着杨格斯的龙脸 龙皮和龙鳞 可以制造出最好的铠甲 龙眼可以提供超级视觉 龙脚可以制造武器 锋力无比 龙脑可以大补精神力 龙肉可以增强身体素质 龙血可以增加皮肤的韧性 从而提高防御力 一边说着 叶中明一边来到杨格斯的一条腿前 手中的地煞月刃突然反转 用刀背狠狠地打在了这只龙腿上 骨头裂开的声音立刻传来 还有杨格斯的惨痛嚎叫 还有龙须 龙筋 龙爪 龙翼 叶中明 仿佛刚才打断了一只龙腿的人不是他 淡定地再次看向了杨格斯 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你大谢八块 最好安静一些 杨格斯瞪着眼睛 喘着粗气 但是却不再过躁 很好 这样才能谈下去 叶中明收起了刀 这让杨格斯安心了不少 那把刀给了他极大危险的感觉 找了块干净的石吨 叶中明坐在了上面 看着杨格斯 缓缓开口道 我能想象为什么会有活尸 能想象为什么人会进化 能想象为什么会有金色圣光战剑 能想象一些更加高级的生命 对其他生命星球的 跃跃欲试和虎视眈眈 但我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轮盘是什么 进化药剂是什么 绝地是什么 职业和技能是什么 它们是如何进入人类身体 并被掌握的 这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答 但有一个问题 你一定能回答 你从哪里来 前世叶中明听说过很多传言 但都无法确定真假 诸如一个个的绝地 都是核武器爆炸后形成的之类 这一世 叶中明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知道了一些前世 他根本不知道的信息 比如奴族的存在 比如秘境的情况 比如一些人提早知道末世的来临 但依然有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比如 如果说绝地 是地球上那些核武器 因为某些原因 被那些高高在上的生命弄出来的 那么里面的材料 植被 怪兽等这些是哪来的 铁索囚徒 杨格斯等这些高等生命 是被创造的吗 如果不是 那么它们来自于哪里 现在 叶中明有了一个亲口 听到答案的机会 看着杨格斯明显有些木然的眼睛 叶中明心中 突然生出了几分距异 如果它们是被创造的 那么 能够创造出如此完美生命的种族 是自己 能够对抗的吗 如果说在末世之中人类 还有过什么梦想 那么除了结束末世之外 就剩下找到答案了 以前叶中明没有这个能力 自然不会去想 但现在他觉得他有了 于是就开始追寻 但 他真的怕 听到什么 自己害怕听到的消息 或许 每个人都畏惧绝望吧 我来自 杨格斯眼中现出了一片迷茫 好像在思索 也好像在回忆 你不配让我回答问题 恶龙的脾气 果然很暴躁 突然对叶中明 又开始咆哮了一通 叶中明没说什么 找出了一个 备用的银色级别拳套戴上 之后走向了杨格斯 五分钟后 叶中明把坏掉的拳套 扔给运宝葫芦 吃掉 踢了踢 已经趴在了地上 被揍得偏体鳞伤的杨格斯脑袋道 现在我配不配 你不 杨格斯艰难地仰起头 正要继续向叶中明喷口水 可看到叶中明眯起来的眼睛 又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你要证明你 还有价值 这样才可以活下去 叶中明又坐在那个石墩上 看着凄惨无比的巨龙道 我很忙的 一会就要离开这里 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你如果想说就最好快点 如果不想说也告诉我 我送你下地狱 地狱 你懂吗 杨格斯不懂 但他能猜到是死亡的意思 我 记不得了 叶中明恩了一声 杨格斯赶紧继续说 我能记得我有很多族人 有时候还会想起我属于什么龙族 但其他的我都忘记了 停顿了一下 杨格斯又道 我忘记了我的家乡是哪里 忘记了我从哪里来 忘记了回去的路 甚至忘记了我是如何到了 你们的世界 叶中明盯着杨格斯 分辨着他所说的这些话的真假 忘记了 是的 忘记了 我想了很久 却想不起来 我还问过一些碰到过的高等级生命 他们甚至连忘记的资格都没有 除了我 一人一龙就此沉默 这个时候不会有什么巧舌如簧 说服这头龙校中自己的戏码 一是他和圣女的契约还在 二是现在的杨格斯这么老实 多半和他受到囚禁 小命被叶中明握在手中有关 这头恶龙是什么秉性 叶中明前世的时候就如雷贯耳 面对杨格斯的答案 叶中明有些失望 不过至少他知道了 这些如同杨格斯的一样的生命 是被人从另外的一个地方移到这里来的 而不是凭空创造 这让之前的担心没有了 至少那些人 不是真的如同神一样 无所不能 耶 你放了我吧 不是把我放到这里 而是放回地球 以后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我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 甚至我们还可以达成很多合作 我想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叶中明捏着下巴 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只是让人过来 把这头龙押回了云顶山庄 叶中明也跟着回来 由于那边暂时没有战事 夏磊 夏白等人也一起回归 看到杨格斯那巨大的身躯 整个云顶山庄都轰动了 不少人都凑过来看热闹 巴吉的生命 还是和西方传说中极其相似的巨龙 每个人都觉得好奇 现在的云顶山庄就是一个大医院 之前战斗受伤的人都在这边养伤 数量太多放不下 甚至一些已经转移到了阴城 夏磊自去忙 他一回来就有不少人找他汇报 叶中明则带着下白等人 把杨格斯挪到了山庄后面 魔精武器实验场附近的一块空地 我已经闻到了自由的味道 叶 你不打算放开我吗 杨格斯看着叶中明一脸的期盼 回到地球 杨格斯明显感觉圣女施加 在他身上的契约力量几乎消失 这意味着他不再受到束缚 这个礼物不错 叶中明还没回答 刘正红已经闻讯赶来 手里还提着一个银色的箱子 但是他几乎形影不离的各种仪器和工具 泽泽 不错 不错 活着的龙 可以的 可以的 造人红为着杨格斯转了一圈 突然脸色一变 这头大蜥蜴身上这么多伤口 那得出多少血 这是浪费 快 让人来给这蜥蜴冲个澡 那些血水都不能浪费 都给我收集起来 还有 在这家伙的伤口上割下点肉 再弄下几块鳞片 嗯 龙脚只有两根 不能拔下来 那墨下 一点粉墨吧 对了 把实验室 从1到18号的基因 反应也拿出来 给他注射一遍 详细记录临床效果 刘正红嘴里连珠泡式地吩咐着 他身后助手们 小叶子 刘正红走到叶中鸣身边 一点不见外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得把他的嘴也绑上 绑结实点 我可不想被他咬了 叶中鸣苦笑着点头 对这位红姐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哦 差点忘了 小叶子还有一件事情 也要你来做 听到刘正红这么说 叶中鸣正色道 什么事情 你得把这头大蜥蜴 翻过来让我看看 看什么 看他有没有小JJ 很奇怪吗 刘正红翻了白眼 在科学的某种意义上 雌雄两种性别的差异大的 相当于两个物种 面对刘正红带着些许高傲的解释 叶中鸣赶紧命令人 把杨格斯翻过来 这个时候 恶龙终于从刘正红出场的震撼中 反应过来了 身体在地面剧烈地挣扎着 嘴里开始吼叫 叶中鸣 你是个不讲信用的 你说好 我们要合作的 你是要放了我的 杨格斯的咆哮半个云顶都能听到 你们干什么 不要碰高贵的 人民币百分号 锦号 龙语 你们这些卑微的 等等 不要这样 我自己说 我是雄性 杨格斯豪完最后一句 不甘地说出了自己的性别 还有 我是龙族 不是大蜥蜴 盯着刘正红 表面上恶狠狠的 但是杨格斯总感觉 这个女人给自己一种异常阴冷的感觉 他不知道 这是不是错觉 可是 心中的预感的确越来越不好 公道 刘正红眨眨眼睛 又对叶中鸣道 小叶子 最近出去 找一些等级 和他相差不要太大 体型也不要相差太大的母帅 兽回来 叶中鸣嘴角抽动了两下 干咳两声道 红姐 这方面 是不是等以后再研究 刘正红眉毛一挑 从兽运到出生 这得多长时间 很明显 要最优先来办 况且 你难道不好奇 龙是胎生 还是卵生 别说是有龙蛋 那都是小说里的 叶中鸣无奈答应 杨格斯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也不管身上的伤势了 强行爬了起来 我不会任由你们摆布 我是高傲高贵的 人民币百分号at 绝对不会向你们屈服 我不需要你屈服 因为我们有东西 让你不受控制 刘正红说完想了想 转头问叶中鸣 骆红之 对这家伙能不能管用 骆红之 就是当时叶中鸣 出尽绝地时 给云提用的那种 激发他们欲望的东西 有是有 就是不太确定 对这么高级的生命 好不好用 没事 你多弄点 给他灌下去 十斤不行一百斤 一百斤不行就一吨 叶中鸣 杨格斯 不再理会杨格斯的咆哮 叶中鸣和刘正红离开了那里 去了生命基因实验室 如果可以 半龙种的 坐骑一定会比云提强大许多 如果半龙种可以飞翔 或许我们也可以 拥有一只光明雨势团 那样的强悍空军 刘正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 全然没有之前在杨格斯面前 那种嚣张傲然的态度 而是在解释着 他刚才看见杨格斯后 瞬间产生的想法 别看他在云顶的地位很高 表现得也很没有规矩 但其实在心中 或许比任何人都要尊敬和拥护叶中鸣 通过接触就会发现 这位前世 凶名赫赫的造人红 其实 内心深处的感情 很丰富和细腻 他的年纪 在这些核心成员属于最大的几个 对于其他人 他表现得更像一位大姐 无论表面上 怎么说你怎么欺负你 但真正遇到事情了 也是第一个支持你的人 这一次 云顶援护一副人 刘正红自然知道为什么 也知道那里 对云顶对叶中鸣的意义 甚至一些关于奴族之类的信息和猜测 叶中鸣也并没有瞒着他 所以 他清楚 如果横向比较 那么现在云顶再吞并了半个神堂 占领了要事军的绝地 缴获了灵商会的大批物资 还有击溃变异军团等等这些事情后 已经迈入了超级势力的行列 哪怕是面对反抗区要事军这样的庞然大物 面对灵商会这样的阴毒组织 或者十人摩连锁和五环钱 这样蒙着神秘面纱 只露出冰山一角的机构 云顶山庄都毫不畏惧 特别是有了一副人 这个越来越稳定和可靠的盟友之后 即便是和上面这些实力爆发全面战争 云顶也丝毫不惧 但刘正宏明白 叶中鸣在想什么 他们未来的敌人 强大到无以复加 不能用地球上这些组织的标准来衡量 所以只要有可能 必须要想尽办法地强大起来 杨格斯的出现 无疑给刘正宏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路 当然 这个想法也是受到了小虎失去一只眼睛的刺激 如果云顶骑兵的坐骑 不是等级只有二三级的云体 而是一种半隆重 或许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你做就是了 需要什么告诉我 这方面叶中鸣完全是门外汉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 这是他的原则 刘正宏点点头 示意叶中鸣跟着他 两个人来到一处墙壁处 刘正宏按动了几个按钮 立刻墙壁就分开 露出了一间足有几百平方米的巨大实验室 这才是他真正搞研究的地方 来到一个培养室前 通过透明的高强度防爆玻璃 能看到里面正飞着四只夹猫大小的魔怪 只剩下这些了 叶中鸣看到模样大便的真鸣 惊讶得何不拢嘴 刘正宏点点头 我用一种方法来刺激它们 就像羊骨 只有最强大的个体才能活下来 可真鸣本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种 怎么会互相残杀 无论人或者魔怪 都会在某些时候失去理智 叶中鸣不说话了 心想也对 只要刘正宏想 估计也没有什么他做不到的 当初把魔似风潮交给他 就是为了让这些真鸣更强大 你说 它们太脆弱 攻击方式单一 遇到等级比它们低的群体生命时候 优势明显 其他时候的表现则很一般 针对你说的这些 我给它们改变了一些非核心基因片段 经过了魔似风潮的催生之后 现在已经稳定了 说着 刘正宏指了指其中一只体态比较大的真鸣 这只是雌性 另外三只是雌性 各方面的数据显示 雌性真鸟战斗力要强于雌性真鸟 20%左右 是类似于以后的存在 一对三 这是最稳定的性别比例 现在 它们除了身体之前的嘴部长针 攻击外 翅膀也变得极其锋利 腹部的爪子也同样可以攻击目标 身体上也出现了角质层 防御力大增 并且在这些器官上 真鸟会分泌一种物质附着其上 是极其厉害的毒药 中低等级的生命很难抵御 就算是高净化等级的存在 一旦沾染上也极其的麻烦 记得那些八气为卵吗 我从那种生命上提取了一些基因 融合到了真鸟的血脉中 当时我并不知道会获得什么能力 甚至成功与否都不清楚 但现在看来 效果是不错的 这些真鸟进食的方式改变了 变成了吞食 并且会在吞食中 拥有极高的能量转化率 简单点说 它们以后无论是受伤恢复 进化或者繁殖 只要能够有足够的食物 那么都会非常快速 对了 还有一点也算是好处吧 它们吞食食物消化后 排泄物并不会马上排除 而是会储存在胃里 需要的时候 可以喷出对敌 同样带着极强的毒性 其余的就是 它们的力量变得很大 速度也变得更快 当然也更加适血 说着 刘正宏皱了皱眉头 可能变得不是那么好控制 你可以试试 夜中明听了这些 已经非常惊喜 真鸟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 它站到了培养室门口 尝试着对这四个真鸟 发出了命令 这四个家伙很快感觉到 齐刷刷地 用它们的副眼 看向了夜中明的方向 集体发出了刺耳的嗡鸣后 一起向着 这边冲了过来 培养室所用的玻璃 据说是某个著名公司 生产的超强度材料 可以抗飓风和爆炸 是攻陷神堂的时候 从那里弄回来的 平时 这种玻璃 被基本上被应用于 几乎所有的培养室和实验室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大的问题 但今天被这四只真鸟一冲击 上面竟然出现了裂纹 夜中明现在也看清楚了 他顾不得面前 几乎要碎掉的防爆玻璃 而是转头 看着刘正红金道 二级 这四只真鸟 竟然只顶着白色的魔金 夜中明绝对不会记错 就在刚刚 红姐还说这仅剩的几个家伙 是用类似于养骨的方法留下来的 也就是说 它们一直还是之前的那几只 但之前真鸟的等级可不是这样 最高的真鸟王已经六级了 现在 这四个家伙 怎么会二级了呢 刘正红没有马上回答夜中明的问题 而是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一时半会这四个东西 撞不破这种韧性很强的防爆玻璃后 他才缓声道 这才是我要和你的重点 夜中明微微露出诧异之色 想了想 示意刘正红等一下 他则直接开门 进入了培养室 四只真鸟立刻转头冲来 夜中明眯着眼睛 丝毫不掩饰自己身体的气息 并且把气势压向了这只真鸟 四只真鸟的复眼当中 立刻露出了畏惧之色 夜中明的强大 让它们感到站立 接着 几只真鸟的复眼中 出现了迷茫之色 身体在半空中不断地摆动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夜中明缓缓伸出手 其中体型最大的那只真鸟速度最快 飞速地用嘴部 明显更加锋利的长针 刺向了夜中明的手 鲜血立刻冒了出来 刘正宏这个时候也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微微睁大了些眼睛 但马上看到了 这只真鸟开始幅度很小 却既有规律地在空中晃动身体 它知道真鸟认出了夜中明 毕竟 它们是夜中明用精血 在摩四风潮中喂养的 很明显 真鸟的记忆深处 出现了夜中明的信号 通过鲜血 夜中明唤醒了它们 夜中明也感觉对真鸟的控制重新回来 只是和之前相比 感觉很不同 夜中明是同时拥有红发 地黄丸 真鸟等人魁或者战首的人 这些家伙们 在它的意识当中 都占有一定的位置 但每个存在的位置是不同的 或者说 重量是不同的 红发和地黄丸明显更重 如果把石海比作夜空 那么红发或者地黄丸 在这片夜中明的夜空里 就如同月亮般明亮皎洁 而这些真鸟 最多算是那些暗淡的星星 但现在有些不同了 这头雌性的真鸟王 虽然没有达到月亮的程度 但绝对要比星星亮许多 其他三只蜂鸟 微微暗一些 可与之前相比 却都亮了不少 夜中明思量了一下 难道这也是一种生命 和精神之间的表象 你说 生命可以重塑吗 刘正宏的话 打断了夜中明的思考 让他疑惑地 看向了身边的这个女人 他们 刘正宏指了指 四个正围着夜中明 上下飞舞的真鸟道 我管他们 进化等级降低的现象 叫做生命重塑 夜中明没说话 他知道红姐还有话要讲 你说过 能够让生命 是让人类进化等级降低的 只有一种东西 碎梦 那种海巨人身体上 长出来的珊瑚 没碎后的粉末 这种东西经过处理 也是战兽卵孵化的催化剂 现在下白战队的战士们 拥有的战兽 基本上都是通过碎梦催化的 是我只知道这一种 夜中明微微纠正了一下 并不影响 刘正宏瞥了一眼夜中明 进化就和生长一样 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虽然不绝对 可那些都是特例 非常的特殊 不在常规状态之内 否则 那只会是科幻小说里 才有的情节 但事实 发生在了眼前 比如他们 刘正宏看着真鸟 我的试验 并没有改变 他们的核心基因 但却让他们 开始了重新进化 具体的原因 我还在研究 但这件事情证明了一点 生命通过某些改变 可以重塑 还记得卢兰吗 刘正宏突然断掉了话题问道 夜中明点头 他当然记得 一个应该已经死亡的人 却重新出现在神堂之内 把他抓来之后 我一直在研究 他说 他是通过一些科学手段复活的 并不是用了轮盘道具 但具体怎么回事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估计只有神堂的那位所长才知道 刘正宏原地转了一圈 显然脑海里 正在飞速地思考 但无论做什么 哪怕是让一个死人重生 也必定会留下痕迹 他的细胞里 他的基因里 一定会留下些什么 说完 看着夜中明刘正宏 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虽然暂时我还没有找到太多 但已经有了些进展 加上从真鸟身上 获得灵感和经验 我想给我一些时间 我应该可以做出一种重塑药剂 夜中明眼睛亮亮的 两个实验室 只要有成果出现 那必定是极其好的 面对夜中明的疑问 刘正宏道 具体如何暂时我说不准 大概是如果实验结果极其成功 那么用作于敌人 应该可以拥有和碎梦类似的效用 如果一般成功 或许可以用在自己人身上 来驱除一定时间内 受到的不良状态 甚至伤势 如果很不成功 那大概只能造成基因紊乱 那岂不是更多 夜中明抓住了 基因紊乱这几个字 用在敌人身上 效果可能比降低进化等级还好吧 刘正宏摇摇头 给夜中明这种科学 盲谱急了一下道 是不可控 可能会如你想象的那样 直接让敌人死去 但也有可能 让他发生某些异变 变得极其强大 就好像绿巨人 或者蜘蛛侠 夜中明眼睛转动了半天 还是决定去问问下磊那张请柬的事情 在这里 在刘正宏面前 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个文盲 让真鸟进化的时候悠着点 进化太快 我也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刘正宏在后面笑着喊道 人群已经散去 但谈论之声还在 夜中明甚至听到了有人说 要给自己一个建议 弄回来一头凤凰 他觉得自己这些手下 太看得起自己了 一头杨格斯这样在夜中明看来 并不算是纯粹龙族的家伙 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困难才抓住了 凤凰 反正夜中明活了两辈子没听说过 山庄之内 暂时的感觉明显 各种帐篷有序地分布在道路的两边 一副人正在适应地球 也在适应着心声 夜中明明显感觉得出来 来到这里的一副人 要比在王城的时候 爱笑许多 这或许 和身上的压力和责任有关吧 远处的一处小广场上 光级训练台摆在那里 旁边排着长长的队伍 现在里面的资料可不仅有地球上的变异生命 还有秘境之中的各种魔怪 在里面训练 可以模拟最真实的战况 这种可以根据自己职业装备 来进行对战的训练台 可以让战士短时间内 就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在真正的战斗中 这些经验就是救命的东西 这一次 王城攻防战 云顶的战士能够表现得那么出色 和这台训练仪器有很大关系 走到城墙边上 看了看种在那里的石人花 发现浮土面积又有所增加 显然最近这些五级的变异植物进步不小 以后 这条石人花组成的防线 会是任何想要攻击云顶山庄之人的噩梦 更加重要的是 这些石人花在需要的时候 是可以移动的 石人花的旁边是那些人参瓜 这些一二级的植物 因为依附人的到来 而变得再次活了起来 用它们得到的一二星进化药剂 可以让依附人增长实力 和曙光圣殿对抗依附人 没有表现出下风 除了叶中明提供的装备之外 依附人中有一大批人都服用了进化药剂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以依附人的人口基数 人参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都会发出很大的作用 这从云顶山庄内 已经扩建了的种植面积就看得出来 只是照顾这些植物的时候 有些费力 需要至少三星的数量不菲的进化者 当然 人参瓜在未来 也并不是全无用处 转动轮盘 去获得补给品 也是一个极大的用途 毕竟 物资类的一些东西 基本上集中在一二级轮盘之上 在一些战士的营房之间 叶中明还发现了一些规模不一的菜地 生长着简单一养的萝卜白菜等这些作物 种子都是叶中明收集的 是和平时期遗留下来的 交给了下垒后 没想到竟然种在这些地方 这些种子撒在地里浇上水 并不需要太专业的农耕技巧 就可以培育 很简单 难点在于今后的繁殖 其中涉及到寡种之类的事情 好奇之下 叶中明走过去 蹲在旁边 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些已经长出来的幼苗 和以前常见的有些区别 水和土质都和以前不同了 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叶中明自然发现有人走过来 但这个时候才抬头看 看到这个人长相时 明显愣了一下 这个人他认识 大宁 叶中明有些惊讶 你怎么在这里 看着他戴着手套 手里提着一把稿 衣服上沾着泥土 叶中明心想红解实验室的实验员们 这是放假玩农家乐呢 这个大宁是实验室的一个实验员 级别还不低 叶中明自然认识 其实我以前本就是梦山都的科研人员 叶中明恍然 原来以前就是搞转基因的呀 哼哼 红解的实验室里 我现在能帮到的忙 越来越少了 叶团你知道的 我的学历和专业 都让我开始跟不上那里的脚步 那我也不能混吃等死啊 前一段看到有人种菜 我就想 这方面是我特长啊 要是能弄出丰富的蔬菜 那就能解决我们必须补充的各种元素这个问题 也不必在消耗巨大的人力物理和时间 去研究那些可能随时会变化的变异植物 大宁这些话语很流利 但表情有些整天泡在实验室的人 与陌生人相处时 惯有的羞难 虽然他已经是个四星进化者 但一直被云顶保护得很好 能够保持这种心境也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他所说的这些 是墨世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墨世 不是只有击杀变异生命之后 进化这一件事那么简单 其实和正常的社会一样会涉及到很多方面 甚至更为复杂很难以解决 比如营养的均衡问题 在正常的时期 这并不是一个大的事情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还成为了一些家长来炫耀自家伙食好 造成孩子偏食的一种资本 但是在墨世 这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进化者在其他方面如同超人一样 但身体他同样需要营养平衡 而荒废了许久的 墨世土地上自然没有太多的出产 就会逼得一些势力 不得不收集和平时期的许多补充剂 比如维生素之类 一旦缺失了这些微量元素 进化过的身体 会产生很多无法控制的异变 并且通常都是畸形异变 变得越发不像人类 会影响战斗力 影响技能使用 影响寿命 这就和再强壮的人长时间 不摄取盐分身体 会变得虚弱是一个道理 如果以为末世之中 花钱的地方 只有进化药剂 装备 各种卷轴药剂等这些就错了 前是一瓶过期的维生素 或者几片后 是一些势力粗质滥造的 微量元素补充药片 足以让一个进化者的 财富缩水一两成 叶忠明一直注意收集各种种子 其他人以为是因为 他的圆丁职业 这虽然没错 但更多的是叶忠明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些看似小的事情 却是未来甚至现在 已经开始了的大问题 叶忠明可不想几年以后 身体的某种部位 长出一个囊肿 或者肿瘤 或者多出一根触蓄一样 还分离恶臭液体的手指 他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没有摄取足够微量元素 一直靠着食用变异动物肉 生存的进化者身体 马上就发生变化 那个时候 人们才会意识到 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云顶在叶忠明的提醒下 最先注意了这个问题 这些元素的补充剂 也一直是收集单的一项 现在仓库之中的存货 足够让整个云顶的人 在未来的一年之内 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 不过 山庄要发展 人会越来越多 盟友的数量 也会越来越多 一旦一副人 全员来到地球 叶忠明至少要保证 他们一个 收获季的各种供应 这个时间 甚至还会因为 各种因素而变长 如果算上一副人 那么云顶的这点 微量元素的存货 可就不多了 看来 是要把之前建立一个 药厂的想法提前了 这个想法由来已久 在前世 有那么几个行业 是相当赚钱的 比如装备制造 药剂生产 战兽培育 消息情报等等 其中 还包括药厂 当然 和正常年代的 制药公司比起来 末世的制药厂 只能叫做小作坊 那些粗糙带着意味的 各种小药片 就是这些小作坊的产品 可是 拿到市场上 这些小药片 不说价值连成 却也算得上是半奢品 这样的暴力行业 叶忠明如何能放弃 为此 叶忠明在收拢人才的时候 也特别注重对西医中医 药剂师 化学专业人才等等 这些人的寻找和保护 现在已经有了 一定的人才储备 甚至之前 和沐星飞的合作当中 也有要求过 这方面的人才 这些人 其实在之前 能够起到的作用很小 是叶忠明一直养着 现在 是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虽然对于 变异植物的研究 给了实验室那边 很多重要的数据和结论 但不稳定是通病 一种植物进化了一次 它的各种数据 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宁蹲在了叶忠明旁边 脸上是非常认真的表情 涉及到他的专业 之前的休暖和紧张不见了 只剩下满眼的光芒 之前 我们一直在从这些植物身上 提取一些可以食用的地方 比如叶片 根莖甚至果实来使用 以弥补微量元素 和其他身体必须的元素 效果还可以 但我和红姐 还有其他一些这方面的人 都有些担心 担心 叶忠明掏出一包收挂来的烟 递给了大宁 他并不记得 这位研究员吸不吸烟 但他记得实验室里 不吸烟的人 因为人数太少 既然记忆中没有大宁 显然这个中年男子是吸烟的 谢谢 大宁赶紧在自己的衣服上擦了擦手 那种羞涩又回来了 狠狠吸了一口 感受着烟雾在身体里的回荡 大宁觉得吸烟不怕得病 大概是漠视 对人类最大的善意了 同样是生命 但我们和他们 不是同一种类 叶忠明正了一下 马上明白了大宁在说什么 都为变异生命 但人类是变异动物的一种 而这些是变异植物 我就不用太专业的词语了 就用动物和植物吧 我们吃变异动物的肉类 因为它们的进化方式和我们很像 吃了它们 我们也能够获得能量 但这些植物呢 除了一些特别的之外 我们吃了它们 更多的是在补充营养 而不是获得那种进化 所需要的能量 时间久了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植物的基因 会不会侵蚀动物 自身的基因 而产生一些 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变化 就如同 树人那样 叶忠明愁出了一下问 虽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是的 叶忠明想了想 可以前我们也同样食用 肉食和蔬菜 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大宁摇摇头 叶头 那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们的确是食用那些东西 但是这颗星球 用无数岁月证明了 那是安全的 可现在不同 一切都变了 这些以前撕开它的叶子 不会知道疼 踩到烂不会叫的植物 有了如同我们般的特性 当受到伤害的时候 它们会剧烈的反应 甚至展开致命的反击 那么我们食用了它们 天长日久之后 会发生什么 它们的基因 会不会融合到我们的身体里 它们带着记忆的细胞 会不会侵占 我们自身的细胞 虽然叶忠明前世 没有关注过这方面的问题 但确实见过不少身体 发生了改变的人类 有一些甚至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了 具体什么原因 叶忠明无法一一去了解 现在听到大宁这么说 立刻觉得真的有可能是这样 身体不觉得就有些感到毛骨悚然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还没有得到证实 并且就算是真的 这和个体也有很大关系 比如吸烟吧 有些人吸了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没有 有些人吸了几年就被病魔缠身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几率问题 那我们之前大宁笑了 露出洁白的牙齿 没事的 我们一直很注意这些的 我们吃的那些变异植物 都经过了处理 是风险很小的 特别是放入了水火炖锅的 或者厨师类职业处理过的 肯定不会有问题 这一次没等叶忠明询问 大宁自己就说到 无论愿意不愿意承认 轮盘出产的东西都是最为稳定的 它们都有极其严苛的 怎么形容呢 程序 规则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叶忠明点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大宁的意思 同时 心中也觉得讽刺 地球的一切变化 都是轮盘的制造者弄出来的 这些变化 让人类在与之接触的时候 充满了各种风险 可是一旦被轮盘处理过 又会变得很稳定和安全 这真是一个 让人类充满困惑的世界 看着大宁带着些许兴奋的脸 叶忠明有些话没说 轮盘的一切 就真的稳定吗 就真的安全吗 现在人们对轮盘的一切 已经习以为常 可有没有想过这是一种恩赐 只要那些高高在上的生命不高兴了 就会收回 如果我们建一个药物研究室 再配套一个制药工厂 专门生产原料 经过我们处理的一些药物 我想可以把风险降低到最低 并且提升不知道多倍的效果 叶头儿 你 那个你觉得呢 大宁 这话说得叶忠明眼睛一亮 他没想到 这个家伙 竟然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那他自然是极其同意的 不过还是慎重地问了问 我们的条件现在可以满足吗 有些困难 但都可以克服 只要你能给我们找一块面积 足够大且安全的实验田 再弄一些实验设备 那么以现在山庄里的人手 应该就可以把框架搭建起来 看到叶忠明眉头微皱着 大宁还以为注定不小的投资 没有打动自己的领袖 于是赶紧说道 还有 其实 先期只要稍微投入一点 我们就可以有产品出产 不至于成为一个无底洞 产出 什么产出 叶忠明惊讶了 刚开始搭建个框架 就可以生产了 听着不怎么靠谱啊 是真的 我们可以先从变异植物身上 甚至这些 有了一变的萝卜白菜身上 提取原料 制成微量元素补充剂 效果 估计和末世之前 市面上那些差不多 甚至更好 也说不定 呼的一下叶忠明站了起来 低头紧盯着大宁道 你说 现在就可以生产 类似于维生素片 这样的药物 是 是啊 怎么 大宁也赶紧站起 坠坠不安地看着叶忠明 不知哪里惹到了自己老大 这东西不应该是最终的成果吗 叶忠明有些不明所以地问 最终成果 大宁愣了愣 之后便懂了 原来老大以为建个药厂 只能生产维生素片 那个 老大 你的眼光 是不是 说着好像觉得这样说 自己老大不好 于是大宁赶紧改口 叶忠儿 其实我觉得吧 读书少也挺好的 至少不必想那么多复杂的事情 天真挺好的 叶忠明沉默了一会 下一刻 整个山庄都想起了一项 温文尔雅的领袖愤怒的咆哮 你猜读书少 你全家都天真 大宁缩着脖子 被叶忠明提到了一间屋子里 不过他没怕 因为自家老大脸上带着笑容 虽然外面总是传说着 叶忠明的赫赫凶名 但其实云顶山庄的人都知道 只要不做出什么有损山庄的事情 叶老大是非常和气的一个人 当然 或许是太忙了 下面这些人 能够看到他的机会不是太多 叶忠明当然要笑 因为大宁给他带来的消息 过于惊喜 他本来认为 建造一个能够生产维生素片的作坊 就可以了 把那种只要掌握了 原材料生产提取合成等 并不太困难技术 就可以制造出来的小药片 大麦特麦来赚取巨额财富 可谁能想到 大宁竟然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惊喜 这个家伙竟然说 还可以制造其他的药物 可以说 大宁打开了一扇门给叶忠明 以前的叶忠明 被前世的认知所束缚了 他本能地会以为未来的末世 会和他所熟悉的 那个末世重合 哪怕不是全部 但大部分应该是一样的 但现在叶忠明意识到 自己的到来 或许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 前一世的九星强者 这一世很多都没有机会 进化到那个等级 前一世的灵商会 要弑君 反抗区等 实力都被自己大幅削弱 前一世英诚势力众多 这一世只归云顶 前一世的一些张大龙之类的名字 这一世已经彻底消失 那么自己 真的应该改变一下思维了 叶头 叶头 大宁小心翼翼地喊了两声 不知道老大怎么走神了 把自己拉到这个小黑屋干什么呀 难道 大宁低头看了看自己这一身 沾满了泥土的衣服 又看了看旁边镜子里的那张中年脸 觉得老大看上自己的机会 不是很大 给你看样东西 叶忠明带着大宁 来到一张桌子前 手一挥 上面就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容器 不大 里面分成了两个单独的部分 在左侧这边 一些飘水的土壤上 长着大概十根水稻 对 就是稀稀拉拉的十根水稻 样子自然和地球上普通的水稻不同 它们呈现出一种淡淡的金色 这些水稻大概三十厘米高 还处于幼苗期 但已经有分裂期的表象了 大宁趴在桌子上仔细观察 嘴里不断地嘟囔着什么 叶忠明也听不太懂 大概是一些关于水稻的专业术语 另一边则是单独的一根水稻 这根水稻就非常特殊了 整个植株都是金黄色 并且非常的粗壮 看上去更像是一株小树 而不是什么水稻 这株水稻成熟了很多 已经抽碎结果 大宁在观察了那边十颗水稻之后 看向这边细心地数了数 单独的这株水稻上面 结个十颗果实 大宁看了一会 凑过去闻了闻 竟然嗅到了一股异香 这气味进入它的鼻腔后 它感到了浑身舒态 身体里有热流在窜动 并且随着窗口的光线射过来 单独的这株水稻的叶片和描碎上 折射出了绚丽的光彩 让它看起来像是琉璃座的一样 这 这是什么 太神奇了 大宁发自内心的赞叹 命格道种 叶忠明带着深意回答着 这东西是进死轮盘的奖励 当时是排在战功盒子的前面 是倒数第二样奖励 按照道理来说 这东西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直到现在 也没有给叶忠明发挥出什么作用 看看之前的那些 无论是材料背包 还是出级匠心 都给了叶忠明极大帮助 综合制卧在糖果手中 更是已经制造出了不少药剂 战功盒子就更不必说 那些战功武器 懦懦的野油伴侣等这些 都在历次的战斗中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只有命格道种 这种金色级别的奖励 给叶忠明画了一个大饼 却还没让他吃到嘴里 命格道种 大宁瞪着眼睛重复着 嗯 命格道种 一种吃了之后 可以增加技能威力的食物 叶忠明达到 包括职业技能在内的所有技能 啊 张大嘴巴昭示了 大宁此刻震惊的情绪 这东西 竟然可以增加技能的威力 在平时 想要提升技能的威力 通常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自然是通过等级提升 卷轴这类的物品直接升级 另外一个 就是自身进化等级的提高 或者身体各项数据的提高 第一种很困难 因为这样的卷轴非常难搞 职业晋升卷轴 技能升级卷轴等等这些 是比进化药剂 还要珍贵的东西 别说其他人 就是叶忠明自己想要 弄到一张都非常困难 第二种呢 也不容易 因为人类进化 必须挑战更高等级 变异生命的特殊性 越是到了后面 进化就越发变得困难 实力的增长不会停止 却会延缓 这会造成身体长时间 停留在一个等级上 技能威力自然极其缓慢 至于提升身体的属性 同样很困难 而且这种方式 对技能威力的加成 终究效果不明显 可能身体素质增幅累计 达到进化下一个等级 那种程度才有作用 所以 基本上 人们都会根据职业 或者技能初始的强弱 来判断最终的好坏 不是他们忘记了 未来的发展 而是未来发展太难 现在 末世两年多过去 大宁自然知道这种规律 现在猛然听到 面前的这种 命格道种 竟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怎么会不吃惊 别高兴得太早 这东西 不是那么简单 叶忠明坐到了桌子旁边 看着容器里的这些植物 神色复杂 叶忠明 拥有园丁的职业 拥有极其丰沛的精神力 按照道理说 培植一种植物不在话下 连落神山那种 难以培养的生命 只要他想 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培植出来 但偏偏在命格道种上 失效了 这边单独一株的 是命格道种的母猪 它接出来的种子 就是命格道的道种 道种再次种下去 培育后接出的果实 叫做命格米 严格说来 命格米才是能够吃下去 提升技能威力的食物 也就是你看到的 那边的石株 大宁目光挪到了那一侧 又转回到了自己老大的脸上 他看到自己老大怂怂间 说出了一句话 命格道抽碎皆躲 可是 我却从未得到过成熟的 可以食用的命格米 夜中明的声音 在屋子里飘荡 他们会在成熟的前一刻 枯萎死亡 命格米 融化消失 啊 大宁发出了今天进来之后的第二次惊讶 他虽然并不是太了解自己的老大 但是也知道老大是拥有园丁技能的 也是知道他精神力极其丰富的 现在城墙下成片的人生瓜 和食人花就是证明 甚至因为大宁是实验室的人员 他知道阎望述的科研项目 甚至在初期的时候 他还是计划的核心执行者 深知夜中明的能力 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那可是八级的生命啊 夜中明就能提供诸多的研究样本 这东西 难道还有八级的阎望术高级 但他也知道 老大不会开这种玩笑 那么一定是某些地方不太对 他绝对不怀疑夜中明的能力 那么问题一定出在命格稻种上 可我看这几株虽然有些打捏 但生命力还算旺盛 怎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呢 夜中明摇摇头 具体如何我也不太清楚 生命稻种的母猪很正常 每次都会接触十颗稻种 可是当这些稻种种植下去之后 长出的全新植株就会出现我说的那些问题 这样 大宁皱着眉头 显然在思考着问题 我甚至还用上了卧命土 夜中明再次给出了一个信息 卧命土 面对疑惑 夜中明解释了一下卧命土是什么 以大宁的级别 本是不可能知道这种国家特产具体效用的 听过之后 看夜中明的目光已经惊为天人了 国家特产这种东西 任谁听了都会心动不已 别的不说 光光是促进生长这种能力 对于一直在研究作物的大宁 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这东西 以后就交给你研究了 我还会给你一些卧命土 你可以拿去做试验 需要我使用园丁能力的时候 也可以来找我 夜中明站起来 既然他找不到命格道种的问题 那就就交给专业的人 放心吧 夜头 我一定尽快找到结证所在 对于一个研究人员来说 没有什么比把一个感兴趣的项目交给他 更能让他感到愉悦和兴奋的了 尽力就好 夜中明向外走去 你以后的护卫等级升到A加党 等下会有人来联系你 具体安排你们商量 以后 这栋房子就给你作为暂时的实验室 过段时间 我会按你的要求建一个全新的 还有 要有什么需要 可以找我和夏蕾 我们不在 你也可以找末夜或者初音 护卫等级是夏蕾 按照以前工作时的经验进行的一种改变 主要交给守护战队和B来做 分为D C B A S A和S 又有细分 AA加和SS加 随着云顶成员见多 结构更加组织化规范化 核心成员和骨干成员就显得越发重要 这些人的自主权也越来越高 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核心成员和他们的下属 会是一个个小小的单独势力 除了云顶集体计划之外 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单独活动 比如狩猎 采集等等 当然这些行为 有严苛的规定需要遵守 这种框架范围内的自由 给了云顶极大的活力 每个星期的报告中 叶忠明都可以看到 让他欣喜的信息 整个云顶都因此而朝气蓬勃 在夏磊的督察队监督下 在B的全面侦测下 这种形式得以健康的发展 但有力自然有弊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 核心成员和骨干的作用凸显 一旦他们出了事情 整支队伍就会出现混乱 甚至失去控制 毕竟 叶忠明或者夏磊 站队旁边善后 更何况 核心成员和骨干成员 也必定是敌对势力 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 他们的安全问题就变得突出 这种等级保护制度 也算是应允而生 根据每个人的地位 和重要性进行评级 之后确定每一个等级 可以享受何种程度的保护 这让不少人都会很安心 末世之中 每个人都在提心吊胆地活着 能够多一些安全感 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事情 在云顶 目前享受S加级别保护的 也是最高级别保护的 只有两个人 刘正宏和乐大远 他们以前是 现在是 未来也是云顶最重要的人物 其次S级别也有两个人 朴秀英和夏磊 他们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 至于叶忠明 则是和大宁 朴秀英身边的那几个特殊职业者 还有其他核心成员一样的A加级别 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 享有这个级别的安保 已经足够 谢谢团 大宁挠了挠脸 对叶忠明表示感谢 他以前的安全级别只有C级 而普通研究员只有D 先研究这石珠 在没有把握之前 尽量不碰母珠 不过不要耽误建药厂的事情 尽快把微量元素补充药生产出来 叶忠明又叮嘱了一声后 便走了出去 走在去往自己住所的路上 叶忠明想到了 大宁刚才欣喜的脸 他很清楚 夏磊弄出这么一个保护级别的措施 虽然最大的作用 是保护核心成员和骨干成员不受伤害 但也不乏坚实的意味 大家也都清楚这一点 但并没有过多在意 毕竟只要你不是心存不轨 被监视 也是一种可以让高层放心的手段 到了屋子里 夏磊正和一些管理人员开会 最近他留在一副人那边后 让云顶这里积累了不少事物 看到叶忠明进来 大家都站了起来 叶忠明摆摆手 示意他们继续 然后上了二楼 在自己房间门口 叶忠明手握在把手上没有推开 而是等了等 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色长袍的人 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对叶忠明行了礼后 递过来了一张纸 之后迅速消失 进了屋子 坐在椅子上 叶忠明粗略看了一边纸上的内容 接着又详细看了一遍 沉思了一会后 把这张纸毁掉 夏磊过了一会 走进了屋子 坐到了叶忠明腿上 看到自己男人还未展开的眉头 关心问了一句 名水盛宴的事情 情报显示 他们好像有划分全国势力范围的意思 叶忠明的手 在怀中女人的衣内游走着 把刚才得到的消息告诉下来 可以理解 不过 反抗区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更名正言顺一些 他们可还都没这么做呢 五环前凭什么 叶忠明笑着摇摇头 五环前凭什么 我不知道 但反抗区 为什么没这么做我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反抗区 以为全国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是这里吗 卢翼带着人看着远处 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小村落 有些疑惑地问身边的手下 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 手下仔细确认了一下后 才回答 身为云顶商队的化石人 卢翼手下也是有那么一支 强悍战队的 由于做的 就是和外人打交道的事情 经常身处外部势力的范围 商队的成员 进化等级可不低 如果因为 这支队伍的性质 而小乔他们 通常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别的不说 仅仅说人数 卢翼商队之中 就有超过2000人 这个数量 几乎等同于一些中型势力了 并且这些人的装备 也要比云顶的平均水平 好一些 这很正常 毕竟 商队遇到危险的情况 要比待在山庄附近的 其他战队高许多 他们不仅要面对 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变异生命 更要提防眼红商队 财富的同类 甚至相比于 其他商队 云顶的名气更大 因为只要知道的人就清楚 云顶山庄的走商队伍前进的时候 进化药剂多 好装备多 回城的时候 魔精多 各种好东西都多 财博动人心 这样大的利益诱惑之下 不是每个势力 都能保持 对云顶山庄的敬畏 难免会做出一些 冲动的事情来 所以 兵强马壮 是行走于大地的必要条件 当然 冲动是要有惩罚的 所以基本上 遇到抢劫时 卢翼的商队 从来不会留守 能杀的都杀掉 这样 才能让那些 蠢蠢欲动的人感到敬畏 这一次 卢翼从山庄出来 已经有一段时间 前些天得到了一个命令 今天就来到了目的地 一队进去看看 二队三队掩护 其他人守住车队 卢翼下了命令 立刻就有九百人左右 分成三批 先后进入了前面的村落 大概十几分钟后 有数个战士回来 通知说里面安全 卢翼立刻带着队伍 进入了村落 说是村落 但其实里面的规划很好 和平时期 至少在周围 应该有些名气 村子有一个气派的石料大门 村中的房屋 也都是一排排的连体 二层小楼 看得出来 末世之前这里绿化很好 现在也能看见 花痴草坪的痕迹 村子倒是并不大 前后只有八排 每一排十栋到十二栋不等 百户左右的人家 卢说 你过来这里看看 一队的队长 这个时候跑过来 示意卢翼跟他去一个地方 卢翼微觉诧异 吩咐其他人彻底清理这个村落 周围设立岗哨 之后跟着一队的队长 来到了最西边的一栋别墅前 还没进去 卢翼就嗅到了一股难闻的味道 心中立刻警惕起来 进入别墅内 他就看到让他眉头一皱的场景 宽敞的大厅中央 堆积着不知道多少具尸体 这些尸体都被焚烧过 呈焦炭状态 那股难闻的味道 就是他们散发出来的 统计了一下 大概有二百人左右 虽然都被烧得很厉害 但还是能从一些尸体上 分辨出来这些人是先被杀死 之后被挪动到了这里统一烧掉 听到了一队的队长这么多说 卢翼立刻看向了周围和屋顶 并没有发现被火熏烤过的痕迹 应该是某种可控的火焰能力 一队的队长在一边适时地解释着 卢翼点点头没有说话 心中却是一动 他也是云顶的核心成员 还是掌管着商路的重要成员 深得叶忠明信任 卢翼也用他的手段 给云顶山庄和叶忠明 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所以他知道很多其他成员 所不知道的事情 最为特别的 就是叶忠明手中有哪些好东西 卢翼了解的要比其他成员多 叶忠明并不是一个独裁的人 特别是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 通常得到了自己用不上的好东西后 会拿出来和夏蕾卢翼几个人讨论 哪样适合云顶的其他人 哪样可以拿出去交易换来更有价值的东西 有许多好东西 卢翼都是过了手的 甚至现在就在他的空间装备里放着 看到这些尸体 卢翼突然想到了一张卷轴 一张他看得都心动 本来要交给他换取好东西的职业卷轴 火焰精灵史 当初叶忠明带回来了 两张极其珍贵的卷轴 一张是黑晕之盾 叶忠明自己使用了 另外一张就是这个火焰精灵史的职业卷轴 这是一个让进化者 只能拥有唯一职业的卷轴 但是威力极大 不仅拥有强力的单体和群体攻击技能 升级到高级后 甚至还可以变成为火焰体 免疫除了冰水两系的所有攻击 当时卢翼就说 这张卷轴只要给他 他有信心在未来几个月内 从一些大势力那里 换来一瓶七星进化药剂 但他记得很清楚 当时叶忠明思考了一下 拒绝了这个提议 卢翼也只能望卷轴而心叹 现在 当他看到这些尸体的时候 就想到了这种职业 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这些应该是 毕翼做的卢书 听 卢翼目光炯炯地 看着这位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小伙子道 有些事情 不是你该评论的 怎么 先杀人了 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不要把你自己的想象当成事实 知道吗 因为年纪的关系 卢翼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但是真正愤怒时 身为六星进化者的强势 张显无疑 一对的队长低下头了 知道 对不起卢叔 卢翼恩了一声后道 让人 把这些尸体清理出去 埋原点 还有 通知下去 以后关于B的事情不许议论 那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是 让人把53号小楼清理好 鸣鼓摸台的子台固定好 之后把消息传回来 警戒等级提到最高 特别是五环前基地的方向 更要加派人手 最后准备迎接老板的到来 看到手下开始 井然有序地忙碌起来 卢翼看着这些 正在被清理的尸体 心中越发觉得 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那张火焰精灵 使得职业卷轴 应该是归属了B的某个人 卢翼心中微叹 不知不觉之间 老板手里 已经有了另外一支 恐怖的队伍 夜中眠望着远处的灯火 一股别样的情绪 从心中升起 在末世的夜晚 能够有这种规模的光亮 其实是一件 很不简单的事情 通常只有两种势力 可以这么做 一种就是那种 实力强悍的超级势力 它们并不害怕光亮 会引来变异生命的攻击 它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 去防卫自己的地盘 从变异生命的角度来说 它们对于人类身上的气息 很敏感 就比如 这类实力强悍的基地 极少有个体 或者数量较少的 变异生命打注意 因为它们清楚 那是送死 战斗的时候 变异生命 悍不畏死 但在其他时候 它们理智的可怕 能够去挑战这种势力的 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或者数量极多的种群 就比如云顶山庄 现在实力很强 这些人 集中在一起发出的能量 足以精退绝大部分的变异生命 平时的时候 山庄非常的安全 另外一种 就是拥有一些特殊装备 或者成员有特殊能力的势力 它们可以用某些手段 去演示灯火 甚至去制造一种幻象 给变异生命造成错觉 这个规模不小的营地 就是拥有这样的装备去演示 只是因为 叶忠宁现在的墓力几经提升 已经可以不受这种装备的影响 这里 叫做落水寨 是这一次明水盛宴 召开地点前最后一个人类据点 叶忠宁从云顶山庄 通过明谷摩台 传到了卢役等人占据了的村落 之后便孤身一人来到了这里 不是他不想带人 而是明谷摩台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这种传送装备有生命 每一次进化之后的时间里 才会拥有传送能力 并且因为能量的关系 传送的次数不能太多 并且这种传送是根据传送对象 所蕴含能量来消耗自身能量的 以夜中明现在实力和身上的一系列装备 能够把它传送过来 并且保证还能把它传送回去 这已经到了明谷摩台的极限 它已经不可能再带人过来 不过好在 虽然让它一个人来到这里有些冒险 但它本身实力强 现在在地球的人类之中少有对手 二是身上的装备和技能多 保命手段让人意想不到 就算遇到危险也可以从容逃走 更何况 卢翼的伤队就在附近不远 可以随时接应夜中明 而神秘的弊翼 更是肯定就在夜中明的附近 这些都从侧面保证了云顶老大的安全 不过 夜中明虽然孤身一人来到这里 但并不代表着 他就要一个人去明水盛宴 给他打打下手的人还是需要的 只是暂时不在他身边而已 迈步向前走去 夜中明打算偷偷进入落水寨 进去之后 打听一下这次的明水盛宴 他一直搞不懂 五环前这样的组织 弄出这么一个盛会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仅仅是为了提升影响力 或者划分势力范围 夜中明觉得不会那么简单 虽然他并没有什么畏惧 也不觉得 五环前会在这种 召集了这么多战队 参加的大规模集会上如何 但能够了解清楚一点总是好的 落水寨不小 依托于山势而建 确切地说 是建立在一个山谷当中 两侧都是陡峭光滑的悬崖峭壁 给这里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只有前后两处并不宽的山口 需要把守 数十米长的城墙就足以防护得很好 随手把旁边袭来的一条 二级变异蛇捏死 挖下魔巾后扔到一边 夜中明看着入口 思考着进入的方法 他在仔细观察这里守卫的动向 还有换岗的时间 只是片刻之后 他就疑惑地看向了 距离他大概有千米左右的地方 草木丛生的荒野远处 竟然还有其他人类在活动 想了想 夜中明朝着那边前了过去 到了附近 夜中明惊讶地发现 那里竟然聚集了超过上百人 在末世的夜晚 在荒野之上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是在给变异生命 准备夜宵吗 借着出色的耳力和威风 他听到了一些对话 心中恍然 这些人竟然在做生意 而生意不是别的 竟然是进入落水寨 可这些人好像有了一些分歧 声音有些大了起来 夜中明看过去 只见一个身体壮硕的男人 正站在人群之中 尽量压低声音 连哄带威胁地说着话 我言老五再说一遍 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想要借着 明水盛宴的光 看看有什么好处可以捞吗 怎么 就差这点钱 我丑话说在前面 钱一分都不能少 如果觉得不合适 那就从哪来回哪去 老老实实在你们自己的地盘 过太平日子吧 少来这场 大半个中国牛逼人物 都来到盛宴上 丢人现眼 这话说的一点不客气 末世之中的人本就桀骜 放在平时 要是这位严老五 敢这么和其他进化者说话 那么一场流血冲突 必然不可少 但显然 这些里的人 都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来 全都压住了火 只是神色不太好看 严老五 不是我们差这些钱 而是你这人坐视不地道 之前说好了一个战队 入城费20枚三级魔精 我们来了 然后呢 你TM说按照人头收费 一人一块三级魔精 你想钱想疯了 一个看样子 是其他战队首领的光头壮汉 低声说道 立刻引起了其他人的共鸣 纷纷指责严老五 做事不得到 是 我出尔反尔了 可是你们知道吗 做我这门生意 上面必定有人罩着 这样我 才能把你们领进 早已经在四天前 就封闭的落水寨 但现在这年头 有白帮你办事的吗 那些高高在上的大老爷们 眼睛又不瞎 难道看不出来落水寨的净化者 越来越多 严老五呸了一声 看见了怎么办 那只能让人家当作没看见 怎么让人看不见 魔精 魔精挡住人家的眼睛 就看不见了 现在都明白了 罩着我的人 需要给大老爷进贡 这钱从哪里来 自然是从我这 而我的钱从哪里来 自然从你们哪 所以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们觉得行 就赶紧交钱 我好把你们送进去 觉得贵了 也别耽误我做生意 以后大家见了面 还是朋友 这番话说下来 叶忠明倒是对这个 严老五刮目相看 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做偏门生意的老手了 懂得谎话 七分真三分 价才能骗人 落水寨 现在肯定被五环前 牢牢控制着 如果他们不同意 能有人敢于放人 进入寨子中 肯定是人五环前 高层默许了这种状态 而下面的人 则利用了这种状态 来捞偏门 什么 魔精挡住眼睛 这种事情 无非就是这个人和守城的人 勾结一起 来赚一笔的猫腻勾当 不过 这事就算你猜到了 也没有办法 除非你想硬闯落水寨 可叶忠明 都不愿意这么做 更何况 这些一看 就实力不怎么强的 几支队伍 果然 就和叶忠明预料的那样 几个战队 商量了一下 还是按照人头给了魔精 这里一种四支战队 本来只需要付出八十块三级 魔精就好 现在则足足给了 阎老五一百多块 这就对了 你们进去之后就知道 这钱花的绝对值 说完 一挥手 让大家跟上 叶忠明一看 觉得用这种方法 进入落水寨也不错 于是立刻故意加重了脚步 从藏身的地方 走向了这群人 阎老五等人 还是很警惕的 当距离他们 还有三十米左右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 叶忠明的存在 谁 阎老五低喝了一声 手中的长匕首 就亮了出来 在末世的夜晚 危险的可不仅仅是变异生命 还有人类 别紧张 我也想进入落水寨 夜忠明装出一副 有些着急的样子 脚步慢了下来 但依然缓缓向前 我TM让你站住 阎老五又说了一声 双眼瞪了起来 夜忠明立刻站住 并且举起了双手 示意自己没有威胁 阎老五和其他人 观察了一下周围 并没有发现其他人 这才松了口气 一群人围了过来 仔仔细细地 看了看这个闯入者 夜忠明本就打算 偷入落水寨 身上自然没有把 已经修复好的 星辰战甲穿上 其他高等级的武器 也都在空间装备里 现在全身穿着白色的护具 身后背着一把 白色级别的风之月 双拳还戴着白色的拳套 这一身装备 在末世之中 算是中等偏上的 既不过分低调 也不会过分张扬 正合适他 你自己 严老五狐一地问道 进化者在夜间出现的 本就少 一个人的就更少了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 夜忠明回答道 看了看夜忠明 全套的白色装备 这些人 其实心中就信了几分 别看白色装备 在云顶很普通 是普通战士的标配 那是因为有夜忠明 这个一分钟 就能弄出一套的变态在 在外面的世界 这一套白色装备 可价值不菲 至少在百多人里 哪怕是那几位战队的队长 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或许他们有一两件绿色的 但其他防具 还是有灰色在的 一个穿着全套白色装备的人 的确可能是独行者 几星 四 这个回答 让不少人 发出了稀奇的声音 看夜忠明的眼神 立刻变得戒备起来 其中 还有一丝艳羡 现在平均进化等级 差不多在三星 普通战队的首领 和核心人物 才是四星 就比如这几个战队的老大 就是四星级别 其他人普遍三星 还有个别人才两星 只有阎老五是个五星进化者 估计刚才那些人 没和他翻脸 和这个也有关系 听到夜忠明 是四星进化者 他独行者的身份 就更加确定了 因为人家有实力 一个人生活在末世 阎老五盯着夜忠明 看了半天 确实没发现 什么危险的气息 这才放了心 只要自己实力碾压对方 那就不怕什么 进去可以 但规矩你懂不懂 夜忠明一脸懵懂 这个还请告知 阎老五哼了一声 落水寨已经封寨 想进去 一个人五眉三级摩金 夜忠明心中冷笑 好家伙 到了自己这里 一下子翻了五倍 可以 不过他并不太在意这个 五眉就五眉 其他人一听 都心照不宣地没有说话 结果夜忠明递来的摩金 阎老五有些贪婪地看了一眼 夜忠明的胯包 以他经验看来 那里面至少还有几十枚摩金 挤挤得不清楚 行了 走吧 都跟上 注意保持安静 进寨子的时候低下头 我说安全了 才能说话 说完 大步先行 夜忠明混在人群当中 向着落水寨的门口走去 寨子的门很高大 也很坚固 上面下面的守卫 至少有几十人 周围插遍了火把 把这里照得通明 想要不知不觉地潜入进去 确实非常困难 阎老五当先走到城门前 向着上面吹了声口哨 卫兵其实早就看到 他和这一百多人了 但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显然见惯了这种事情 城门打开了一条缝 阎老五弯着腰走了过去 在扮演的城门后 和一个人说了几句话 夜忠明用他出色的目力 看到了这个五星的家伙 把数十枚魔精 交到了那个人的手中 看来这一趟 他就能够赚上 五六十枚三级魔精 那么这个阶段 这家伙的确是发了一笔横财 这个时候 夜忠明的目光掠过了城门 接近底部一个卯钉旁边 发现了一个丝毫不显眼 不仔细都发现不了的标记 心下了然 阎老五和那个人做完了交易 立刻对着夜忠明 这些人挥挥手 示意他们过去 然后让他们一个个地 通过城门狭小的缝隙进入落水寨 夜忠明是最后一个人 当还有二十几个人就轮到他的时候 他的耳朵突然一动 身体就向前闪了过去 立刻插到最前面 引得这些同一个战队的人非常不满 甚至阎老五 对这种容易引起混乱的行为都很不爽 怒瞪夜忠明 如果不是这里要保持安静 恐怕已经骂上了 夜忠明没管 直接挤进了城门 而这个时候 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并且越来越明显 阎老五和一些首位的脸色骤然巨变 在这样的夜晚 在进行一场见不得交易的时候 突然传来这样的声音 每个人都有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慌张 大概只有夜忠明这样 连众生都遇到过的人 才能维持心态的平静 阎老五眼睛泛红 他虽然是个五星进化者 在许许多多漠视人看来 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他深知 自己这个级别在真正的大人物眼中 什么都不是 现在这个声音 其实就是 钻了跟那些大人物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空子 可一旦被撞破 那些人估计也并不介意出手承接一番的 在末世 承接这两个字通常意味着死亡 快进快进 阎老五一步就冲到了队伍的最后 双臂用力向前开始推着人群 向城门里进 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让这些人迅速进去 之后迅速离开这里 在那位大人物到达之前 消失 按照正常来说 时间其实是来得及的 毕竟以进化者的速度 飞速地通过城门并不需要多久 或许几秒钟就够了 但也不要忘记 他们成为进化者 是因为在末世 有轮盘 而发动机声音 也不仅仅代表着 普通意义上的交通工具 一台金属怪兽 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内 来到了城墙之下 这是一台明显轮盘风格的 超时代产物 看起来像是 一头正宁的机械蜘蛛 不过只有四条机械腿 每条腿的底部 是全金属的轮子 轮子之上 是构造复杂的机械关节 类似于膝盖一样的结构 很明显 这四条腿 不仅可以使用轮子行走 还拥有可怕的跳跃能力 四条腿之上 就是比中级SUV 大一点椭圆形金属身躯 看不出前后 但可以看见 数个传感器和机械眼 被保护在一些小结构当中 除了这些 最显眼的是 上面的武器发射口 能够看到的 就有口径 各不相同的六七个 也不知道 具体是哪一种武器 这一下 连守卫城门的 这些守卫们脸都白了 这台鹿形蜘蛛他们实在是太熟悉了 这属于名水寨的老大 龚尚明 这些守卫 被私自放人进来的行为视而不见 那是因为他们同样那了好处 不被发现没事 一旦被发现 不少胆小的人 都已经吓得发抖了 阎老五有些木然地转身 那些还没有进去的人 也一脸忧色地站在那里 看阎老五的样子 他们也知道 今天的事情复杂了 阎老五 鹿形蜘蛛上传来了一个 有些怪异的声音 应该是通过传声器的缘故 龚 龚老大 阎老五弯着腰 就差没有跪下了 这么一耽搁 后面便过来了一支队伍 这些队伍 虽然都开着和平时期的车辆 但明眼人一看就改装过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改装 而是一些利用职业的改装 其中 数辆车已经大变样 基本看不出本来的面目 夜中明站在城门后 借着城门的缝隙 看到这一幕 就知道 这位工尚明自己或者手下 一定是位很出色的改造师 至于是机械改造师 还是汽车改造师 那就不一定了 词的一声 路行蜘蛛一侧 打开了一扇欧一门 里面跳出来一个中年男子 穿着一身非常精美的 紧身黑色皮甲 上面点缀着金色的钮扣和尖章 火光之下非常的漂亮 你当我说的话是放屁 工尚明的声音并不大 但这句话如同山岳一般 直接把阎老五的腰压了下去 这个五星 进化者竟然扑通一声 给人跪下了 今天谁指手城门 没礼会跪在那里的阎老五 工尚明反而看向了城门处 那个之前和阎老五交易的人 哆嗦着走到了镜前 低着头 握着拳 连连说着对不起 这个时候 一个女人 从那些跟着工尚明的车辆里下来 来到这里后 工尚明便问了句 知道他住奶吗 知道 他叫大度来 建臣的手下 工尚明点点头 没有任何征兆的 从他的腿部站甲里 突然弹出了一条金属鞭子 很细 却弹性十足 这条金属鞭子 飞速地刺向了这个外号 叫做大度来的城门守卫官 大度来眉毛一挑 身体就向后退去 同时 双手之上 出现了两团火焰 手臂抬起 就要朝着工尚明打过去 他虽然只是个四星进化者 面对六星的工尚明 在性灵危机时刻 也是敢于反抗的 但双方的实力相差太多 金属鞭子锋利的顶端 扑斥一声 从他的下颚 刺了进去 瞬间穿透了脑袋 从头顶穿出 手里的火焰熄灭 大度明的身体晃悠了两下 倒在了地上 抽搐着死去 金属鞭灵蛇 一般收了回来 重新隐藏在了他的皮甲之下 搜身 再去他家里搜 吃了我的 都要给我吐出来 工尚明看 都没看大度明一眼 向前一步 一脚踢飞了阎老五 这个壮汉 飞过一段距离 撞到了城墙上 落地之后 开始大口喷着鲜血 这些人怎么处理 工尚明旁边的女人问道 他指的是这些 要进入落水寨的人 他吗 工尚明哼了一声 不是要来这里发财吗 那我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机会 把他们都扔到矿洞去 水值是需要大量的石珠 在鸣水盛宴之前 能多收集一些 我们就能换来更多的好处 说完一挥手 后面他的战队 就围拢了过来 强行压制这些人进了城 凡是有敢于反抗的 直接打死 没商量 只有那位颜老五 动都不敢动地在那里趴着 直到工尚明身边的那个女人 过去问了几句什么 才一脸激动地跳了起来 拍着胸脯指着天发誓 夜中明本打算离开 可是听到水值是 石珠这些字眼之后 他反而没动 跟着这些人被压向了一个方向 他觉得 自己的运气还不错 误打误撞之下 好像在第一时间 就接近了鸣水盛宴的本质 远处 有些水声传来 那是一条从悬崖之上流淌下来的瀑布 也是落水债名字的由来 而工尚明所说的矿洞 就在那条瀑布之后 末世之人桀骜 但也更加懂得弱肉强食的道理 这些被压着一百多人平时在外面 或许一个个都是狠角色 杀人不眨眼 但便对如狼似虎的落水债卫队的时候 除了最开始 有两个人想要逃走被杀外 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动作 乖乖被人压着走 不是他们不想反抗 而是这些落水债的战队实力强出他们太多 这些卫兵数量是 他们的两三倍 等级也高出他们一筹 甚至就连装备都好于他们 这些花了钱偷进落水债的人 清楚地知道 一旦反抗 等待着他们的 就是死亡 更何况 现在已经进入了寨子里面 就算逃走了又如何 难道去攻击城门 然后逃走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路无事 这些人被压倒了寨子西侧的一处峭壁之下 可以看到石壁上 开着数个大小不一的洞口 想来里面就是所谓的矿洞 但是没到进前 队伍突然停了下来 之后这些卫兵们 就开始把武器对准了这些人 其中一些更是亮起技能 准备随时出手 想活命的 把身上的装备都脱下来 算是你们的买命钱了 快点 脱 这些卫队的士兵 竟然打起了这些人装备的注意 的确 这一百多人虽说进化等级不高 但绿色装备 还是有那么几件的 其余白色的装备不少 而灰色装备 更是每个人都在两件以上 收刮到一起 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引起了这些人的骚动 这些东西 毕竟是他们的家底 被扔到矿洞中 干些活对他们不算什么 每个人进化后的身体素质 足以让他们撑住 长时间的高强度劳作而不死 时间久了 总会找到机会离开 可是让他们交出装备就不同了 他们拼死拼活 得到的除了已经使用的 进化药剂外 就剩下这些了 一旦给出去 他们的实力将会大幅度下降 啊 几声惨叫声响起 几个情绪最激动的人 突然被杀 让场面为之一进 东西没了以后可以再转 但是命没了 那就真没了 一个队长级别的人物 冷冷看着这些人 各位都是战队的人 私自进入营地这种事情 是什么后果 你们应该清楚 老大不杀你们已经是仁慈 别给脸不要 说着 随手指了两个人 他的手下立刻出手 把这两个人的头颅给砍了下来 就是一种常态 末世之中的常态 生命这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终结 几具尸体起到了 很好的震慑作用 这些人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但还是脱掉了装备 扔在了地上 叶忠明也不例外 这些白色装备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的好东西 都在空间之中放着 要是这些人要来搜身 那说不得他就要杀出这里 不管会不会得罪五环钱 这样神秘莫测的组织了 好在卫队的人 或许不相信 以这些人的等级 会拥有空间装备 这种顶级的好东西 只是看了一眼身上 没有发光的装备 和背包之类的东西 就放过了他们 这些被拔光了的人 接着被压入了矿洞之中 里面的人接收了之后 等到那些卫兵 走远了就骂马咧咧的 炒开了 大概是诅咒那些卫队的人 把好东西都拿走了 就给了他们一帮光皮猪 是的 那些人就是这样称 叶中明这些被抓来这里的人 一个光着上身 身上有些脏乱的男人 披散着头发 拿着鞭子 走到了这些人面前 他的身后 是数百矿洞守卫 每个人都警惕盯着这些人 哪怕没有了装备 危险等级降低了许多 但仅仅凭借着双手 那也是可以杀人的 都给我听好了 下到了洞里 都去采集这种东西 每一天听到洞口的铃声 就来这里领取食物和水 当然 能领到多少 和你们的收获成正比 你们当然可以不干活 但对不起 那你们就饿死在洞里吧 这个人讲着规矩 把一颗石头做的珠子 展示给大家看 不要想着逃跑 因为你们根本跑不出去 这里有上千守卫 凭借着你们这点人那是找死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或许以后运气好 你们就能重见天日了 现在 都给我排好队 我给你们分配下到几号矿洞 之后 先领取一份食物一份水 还有美人必备的钢锥 记住 钢锥 可不是你们反抗的武器 而是你们采矿的东西 还是你们防身的武器 那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你们的性命 要是丢了 嘿嘿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基本上 你们就不可能 活着出来了 好了 都过来排队 有些人想要问些什么 却迎来了这个男人 毫不留情的鞭子抽打 他一个五星进化者 身后 还跟着另外四个五星进化者 还有诸多的全副武装的战士 这几个人只能默默忍受 生怕惹到人家厚杀了他们 在这里 你们没有提问的权利 这个人环视了一圈 便开始发放东西 每个人所谓的一份食物一份水 只是一块半个手掌大小 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肉干 水则是小半瓶昏黄的液体 倒是钢锥质量不错 50厘米长 三根手指粗细 有一端有些尖利 却并不丰锐 这一百多人被分成了四批 下到了这里的四个矿洞之中 叶忠明排在了后面 进入了第四矿洞之中 看到这些矿洞的时候 叶忠明也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人也不带着锁链什么的 因为矿洞的入口非常狭小 只能允许一个人毛腰通过 只要进入了再想杀出来 只要洞口 布置防守 都不需要太多人就可以堵得死死的 看到这一幕 还有这个狭小洞口里面黑洞洞的样子 不少人都露出绝望之色 一些人甚至反抗了 想要看看能不能为生命争来一些希望 但很显然 他们不可能成功 这十几具新鲜的尸体 让大家的情绪都冷静了许多 虽然不甘心 还是一次走了进去 叶忠明跟着这些人身后 也走进了矿洞 刚一进去 就看见了里面 不知道多少双忧绿 或者星红的眼睛 之前进去的人 也看到了这一幕 身体死命的向后 靠着 但终归是在末世 都活了两年多的人 没有人喊叫 也没有人歇斯底里 每个人都防备着 一旦遭到了攻击 必定会出手还击 那些忧虑 或者星红的眼睛 并没靠近 只是那么静静地 看着这些新进来的人 有吃的吗 一个干涩沙哑的声音响起 让新进来的这些人 心情舒缓了不少 哪怕末世里 同类也是可怕的 但是在如此幽暗的环境之中 能够确定了不是变异生命 也会让人心安不少 由于人类秉承着 不吃丧尸肉的原则 所以 哪怕在现在 对于普通进化者来说 食物依然是个大问题 就和之前的野兽差不多 猎到了猎物 就会饱餐数天 而一旦一段时间内 找不到合适的出手对象 就会饿肚子 所以对于人类来说 听到有人管你要食物 很自然地会生出警惕 于是 新进入的这些人 还是聚在一起 丝毫没有放松 对这些同类的戒备 甚至人人都把手里的钢锥 举了起来 叶忠明站在后面贴着石壁 这里虽然异常昏暗 不过他 还是能够隐约看清一些东西 对面这些有着诡异忧虑 或者星红眼睛的同类 是一批穿着破烂衣服 披头散发 身体勾搂的人 每个人看上去 更像是从地狱出来的恶鬼 而不是有血有肉的高等生命 看样子 这些人在这些矿洞里 已经待了很久 这个时候 一个人张嘴 突出了一个光团 缓慢地升到了这里半空 是他一个职业 或者其他的技能 光团让这里 顿时亮了起来 虽然依然有些昏暗 但至少已经可以看得清楚了 在清晰起来的视野中 新来的人也都看清楚了 对面这些人类的模样 全部都吸着冷气 眼神之中 出现了不可一指的含义 不是对这些人的 而是对自己的 因为他们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新来的人 看着这些浑身上下 仿佛被污垢包围的人们 这些救人的手中都拿着 和他们一样的钢锥 有些人 甚至还拿着两个 只是这些钢锥 明显有些陈旧和磨损 一些甚至还弯曲和断裂 夜中明看到一些钢锥上 有深褐色的痕迹时候 每一脚挑了挑 你这样是不行的 一个救人 看了刚才 说话的人一眼 手里举起了两把钢锥 转而对新来的 这几十个人道 吃的 还有水 都留下一半 算是见面里 否则 我们只好杀死你们 然后从你们的手里 拿这些东西了 哪怕是满面的乌黑 也可以看到 这个人脸上的猙獰 夜中明回头看了一下 那个警戎人 弯腰出入的洞口 已经被无声无息的 被一块巨石挡住了 臭虫一样的东西 你又不守规矩了 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打破了双方 逐渐紧张的情况 一个同样披散着头发 身上虽然也不干净 但至少比先来的 这帮人整洁的老者 带着不少人 从另外一个方向 走进了这个入口旁边的 巨大石厅 并且 新人们发现 这些人的眼中 没有泛绿 或者泛红的情况 夜中明看着 明显氛围两派的救人 突然想到了某种可能 目光在看那些 幽绿星红亮色眼球的人时 你还没死呢 那个手持两把刚追的 肮脏男人 黑黑一笑 可是脸上 却全都是杀意 两伙人一左一右开始对峙 分别各有两百多人 而新进来的几十个人 就显得有些势单利孤 我的队伍 欢迎你们加入 我们愿意把这里的情况 和你们分享 让你们更加容易活下去 一直活到 我们有机会出去的那一天 相对干净的老者 看着夜中明等人微微汗手 我叫林一逊 这些是我的孩子们 嘿 装得和好人似的 还不是做着和外面一样的事情 老不死的 他们很快就会认清你的面目 林一逊摇着头 总比你们这帮吃人的家伙好 新人们一听 奇奇地向着林一逊的方向 挪了挪 莫是残酷 吃人 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但如果有其他选择 没人会愿意吃同类 对这样的人 进化者们通常都是厌恶和憎恨的 夜中明刚才想起的事情 就是关于吃人的 因为经常吃人肉的 眼睛会发生一些变化 也就是忧虑或者心红 具体为什么没人清楚 没人去研究这种事情 但前世传言就是这样 今天夜中明 算是真正见识到了 那个人知道 林一逊只要把这件事情爆出来 那么这些新人 必然会和他的人产生排斥感 今天想要做什么 都是不可能的 他再次露出那种黑黑的音效 带着人从另外一遍的通道里退走 只是临走之前 他看了一眼夜中明等人 冷声道 有那么一天 你们会投入我的怀抱的 我等着你们 看着这些人 消失在黑悠悠的通道深处 场面顿时冷清了下来 林一逊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对夜中明等人挥挥手 示意他们跟上 然后带着人走在了前面 怎么办 跟不跟 有人说话了 虽然这些新人也没认识多久 但这样的形势下 还是让他们更愿意和彼此在一起 跟吧 不跟怎么办 说话的是一个势力的老大 也是之前吐出那个光亮技能的人 他的人大部分都在这边 所以他的话立刻得到了响应 队伍跟着林一逊等人 朝着矿洞深处走去 随着深入矿洞 新人们才感觉到 这里的庞大 竟然如同一座地下迷宫一样 并且全部是人工开凿 很多人嘴里没说 但心中惊骇 这要多少人多少时间 才能开凿出这样一个矿洞啊 只有对进化者力量 有着深入了解的夜中明知道 开凿出这样的一个矿洞 其实对于进化者来说 并不算什么太难以做到的事情 夜中明很留心两侧的洞壁 希望发现什么 他进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 那位给自己发帖子的水执事 都希望得到的石珠到底是什么 进而推断名水盛宴的真正目的 至于这里的人 他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他看得出来 这个叫做林一逊的老者 和刚才那个吃人的头目 都是五星进化者 对他来说并不构成威胁 只是他走了一路 虽然光线很暗 只有队伍里的几根火把亮着 但他还是能够看得清楚 可却什么都没发现 很快 这些人七转八转 就来到了一个虽然比不了 进入矿洞时的那个大厅 但面积也不小的一个石厅之内 只是石头厅并不高 只有一米八九的样子 个头高的人 还需要低着头 给人的感觉非常压抑 多坐吧 小亮 让人去周围几个 入口放哨 别被那些畜生摸过来 林一逊当先坐在了地上 从腰间的布袋里 取出自己的水瓶 喝了一口 然后看向了那些站在一起 没有坐下 神色有些紧张的新人们 你们坐吧 都是苦命人 以后大家要互相合作才是 另外一些人也纷纷开口 缓和了新人们的情绪后 林一逊才接着道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惑 我一一和你们说 叹了一声 林一逊道 在这个矿洞里 待的时间最久的人 有快一年了吧 其他几个矿洞也是这样 那是第一批被投入进来的人 能活着 不容易 我在这里待了大半年 因为进化等级还算可以 被这些孩子们推举为了首领 你们愿意跟着我 那么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不愿意 也可以单独行事 只是 我要提醒你们 矿洞很危险 这里 也是有变异生命的 并且 数量不少 实力很强 一个不小心 就会死掉 还有刚才 你们看见的那些黑狗的人 都是致命的危险 石珠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叶忠明突然开口 让大家都把目光 集中在了他的脸上 他实在有些不耐烦 听这位老人笼络人心 如果不是这里人 太多地方狭窄 真冲突起来 很麻烦 怕有意外发生 阴沟里翻船 他可能就直接逼问了 老人有些意外地 看了看叶忠明 石珠就是这个 老人用目光阻止了几个 想要过来教训一下 不懂规矩 叶忠明的手下 从衣服里 掏出了一个 玻璃球大小的灰白色的珠子 直接抛给了叶忠明 叶忠明伸手接过 拿在手里细看 珠子的手感并不怎么光滑 相反还有些粗糙 叶忠明的力量本就大 他把石珠握在手里的时候 有种一捏就能捏碎的感觉 看了四周一眼 叶忠明走到了一个火把的旁边 借着光亮观察 石珠上有一些暗纹 并不规则 里面也没有蕴含什么能量 显然不是材料 叶忠明有些纳闷 如果不是上面的纹路 有些特别 那这样的石珠 其实并没有什么 吸引人的地方 为什么那个工上明慧 特别重视 为什么可以用这东西 从水执事那里 画来好东西 你知道这东西 有什么用吗 这是叶忠明第二次发问 如果我知道 我或许就不会被困在这里了 想要活下去 只能用这种珠子 去每天换取食物和水 林逊脾气很好 回答了叶忠明的问题 这里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在开采这种珠子吗 是的 所有珠子都一样 大体是一致的 但是光滑度不同 上面的纹路也不同 如果能够找到 接近玻璃那种光滑程度 并且纹路很规律的珠子 可以换到的食物和水会多一些 我想 那应该是品质更高的珠子吧 叶忠明点点头 没再说话 他刚才一直看着那个老人的眼睛 发现他的目光很坦然 声音也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颤抖 心跳更没有乱 有九成事 没有说谎的 但我曾经在换食物的时候 听到过一个消息 只是不知道真假 如果你感兴趣 我们可以单独谈一谈 叶忠明微微一正 点点头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坐在那里继续看着食珠 没有一点还给林依逊的样子 其他人看着这一老一少 神情中都有些茫然 林依逊挣了正身体 继续说着话 无非就是这里的一些规矩 比如开采到的食珠 要统一交给 他来一起 去换食物 他的解释是 这样才能拥有一点点的话语权 可以从外面换来更多的物资 人要活下去 是不能只靠一点食物和水的 还需要有蔬菜和盐 甚至一些舒缓暗无天日 带来的压力的东西 比如香烟 比如烈酒 甚至毒品 在这个过程中 老人自然会克扣一些 但作为回报 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安全 提供开采地点的信息 等诸多情报和便利 黑狗认为我和外面那些人一样 是剥削大家 我不否认 我得到了一些好处 我吃的比你们饱一些 喝的水比你们多一些 但我也付出了 我尽可能地保证 你们活着而不是死去 等到有一天 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我还会带着大家冲出去 所以 请你们相信我 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而一个良好的组织 则是保证一切的根本 叶忠明听了心中冷笑 他不否认 这个老人说的这些合乎逻辑 事实也可能就是这样 但要说他没有一点私心 叶忠明是不幸的 这个林依逊 一定有他自己的打算 好了 说到这吧 现在是你们做决定的时候了 愿意跟着我的 就留下 不愿意的 那么请离开 末世取得人的信任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老人说了这些 可还是有十几个人离开了 他们显然更愿意相信自己 叶忠明没动 因为他有自己的打算 很快 新人们被安排好 大家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接着就要干活了 叶忠明一直靠着墙壁坐着 等到周围憨声四起之后 他站起来 跳过地上横七竖八的人 走进了一条通道 那里是林一迅的房间 你来了 一进去 叶忠明就看到林一迅 坐在那里笑着看着他 显然在等着他的到来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的一个职业是探视者 叶忠明点点头 接受了这个说法 探视者是辅助职业 可以对一些事物和人 进行探查和估量 显然 老人一早就看出了他 真正的进化等级 心中对这个老人 竟然脸上不动声色了 那么久感到佩服 您是为了这些石珠吧 不要告诉我 你之前说知道一个消息 是骗我的 那样 你会死得很惨 不 是真的 但我要您答应我一个条件 带你出去 活着 带我出去 可以 听到承诺 林一迅明显松了口气 然后调整了一下才说到 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矿洞 只是通道而已 真正的矿脉 是下面的一处 遗迹 遗迹 叶忠明重复了一句 心中却有些茫然 遗迹这两个字 本身他自然听过 但是末世里有这种地方吗 不过 他并没有因为没有听过而不信 前世的他地位实在不高 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所以 心中将信将疑 不过 叶忠明的心中 也隐隐有些兴奋 如果这个遗迹 真的是他所不了解 不知道的 那么 就意味着 末世的神秘面纱 要再次被他揭开 一点点了 这就是你听来的消息 林一迅摇头 不 遗迹只是我们对这些石珠 开采场的称呼 我听到的消息是 这些石珠据说 可以在冥水结界中使用 叶忠明身体骤然绷紧 心说 这些石珠真的有用 冥水结界 不过马上叶忠明 就听到了一个词 冥水结界 嗯 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 但我听到有个管事的人物 确实这么说的 叶忠明点点头 心中信了大半 林一迅被关在这里大半年 对外界的消息肯定是不知道的 但却听到了冥水结界 所以 他不知道冥水盛宴 从这一点 基本可以肯定他没有说谎 同时 叶忠明心中有了些猜测 这一次的冥水盛宴 不会是在一种次空间中举办吧 他知道 地球本来是没有这种次空间的 那么一旦有结界这种东西 一定是轮盘的物品 那么是不是 类似于特殊轮盘空间的地方 可特殊轮盘空间 可不会被进化者所控制 那冥水结界又是什么 想不明白 叶忠明就不再去想 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 说说这里的事情 叶忠明坐到了林依逊的旁边 听他讲述矿洞的一切 矿洞的走向 不知道从何时起 便开始向下蜿蜒而去 周围的通道的人为 迹象越发明显 很明显 开拓这里坑道的时候 要比之前刚进来那里 匆忙粗糙很多 这一条路 是林依逊告诉叶忠明的 说 可以走到一个很隐秘的 石珠子出产 非常丰富的矿洞去 虽然暂时还不清楚 这东西有什么用 但叶忠明还是决定 弄一些放在空间里 或许真的可以用到 只是一路走来 却依然没有发现什么 明明林依逊说 只要看到就会知道 石珠出产在哪里 可现在什么都没有 是还没到地方 还是那家伙在骗人 叶忠明又向前走了一会 便停下了脚步 在火把的照耀下 前面出现了一些 雾状的东西 这种雾气非常非常淡 在这样幽暗的隧道当中 如果不是叶忠明眼力好 真的发现不了 他小心走到这层雾气旁边 从空间中取出一把匕首 探了进去再抽回 看了一下 匕首没有任何变化 他又把手指尖 微微触碰了一下后 马上挪开 感受了会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才谨慎地 从这层迷雾之中穿过 到了这一边 叶忠明回过头 再次看向迷雾 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存在 他只能继续向前 可是只走了两步 身体一顿 右手中的匕首就甩了出去 叮的一声 匕首刺入了一边的石壁 叶忠明多大的力量 这一下 直接刀身全部没入了进去 只有刀柄 在外面微微颤动 匕首和石壁碰撞的声音之中 是一声极其微弱的滋滋声 却被叶忠明敏锐捕捉到 他走过去 就看见匕首和石壁之间 一个类似于壁虎 或者蜥蜴一样的生物 被钉在那里 此刻已经死亡 叶忠明拔下匕首 把这个生物拿在手中 发现竟然是一个三级的变异生命 全身上下和石壁完全是一个颜色 甚至在磨精之上 还有着一层铜色的皮层 如同眼皮一样 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暂时把磨精隐藏起来 他的皮肤不仅和石壁同样的颜色 也很坚硬 六支的前端都有锋利的利爪 和身体几乎等长的尾巴上 有和钩子一样的结构 异常锐利 掰开他的嘴部 里面是交错的犬牙 同样很坚利 测试了一下 并没有毒性 叶忠明不认识这种生物 对于已经习惯了利用前世十年见识 而先知先觉的他来说 这种无知让他感觉很不好 不过有一点他可以确认 这并不是地球的变异动物 变异壁虎和变异蜥蜴 和这东西长得完全不一样 那这是什么 他把磨精和材料收集了起来 就地强化了一下那把匕首后 继续向前 又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在这段时间内 他又遇到了数只那种生命 有的是二级 有的是三级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就是保护色非常好 利用自身不错的速度和力量偷袭 对叶忠明没用 可是对同级别 甚至进化等级在四五级的进化者 威胁着实不小 现在叶忠明知道 为什么无论是黑狗 或者林依逊的人 刚追上都有褐色的痕迹了 那是类似生命的血干涸后流下的 看来这里不仅暗无天日 还处处危险 正走的叶忠明 突然把火把掐灭 因为他听到了明显的声音 在前面 他悄然前过去 就在隧道拐角的一个地方 看到了人类 那是四个拿着钢锥的进化者 三男一女 其中一个男的 搭拉着一只受伤的手臂 另外一只 则举着有些像是叶明珠的东西 给正在战斗的同伴照明 其余的两男一女三个人 正在围攻一头成年公牛大小的怪物 叶忠明借着叶明珠发出的光亮 才发现 前面的通道已经大变样 人为的痕迹没有了 仿佛一切都是大自然遗留的一样 石损 石柱 石块遍布周围 一条条七拐 八拐 却互通的通道 四通八达的辐射向各个方向 甚至一些石头已经结晶化 在光线之中泛着漂亮的色彩 这样的景色 让叶忠明想起了诸如 喀斯特溶洞之类的地方 这里比那些地方 更加的庞大 更加的归起 他的目光落到了那头怪兽上 叶忠明发现 这头怪兽的皮肤 不再是和石壁的颜色相同 或者说 不完全是石壁的颜色 而是有了一些 这里石头接晶化后的样子 如果它不动 就站在这个溶洞中 还真不容被发现 这竟然又是一种 极其完美的保护色 怪物的大头有些失调 占据了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 左右脸 各有一张狼嘴 长在两只眼睛之下 鼻子的两侧 额头上的魔睛显示 这是一头四级的变异生命 这头怪物实力很强 应该已经快要进化到五级了 四只蹄子很强力 让它异常灵活 两块到三角的甲铐 从它背部的脊柱处长出 覆盖住了 它两侧的身体 让这几个人类 根本就无法去伤害 它的腹背之处 而它两张嘴 却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哪怕是钢锥被咬住了 也会被直接咬断 那个男人的手臂 应该就是这么受伤的 别看攻击力 好像只有两张嘴 但是怪兽的身体和头部 也是它的优势点 就在叶忠明观察的这一会 已经有一个人类 被这头怪物摆动的臀部撞上 直接被撞飞到石壁上 嘴里喷出大量的鲜血 手捂着胸口 一时半会起不来 瞇了起来 这四个人进化等级 在这矿洞之中可不低 全部都是四星进化者 这个家伙也是四星 四打一竟然如此费力 他想到了林依逊和他提过的 关于矿洞里那些 零散在各处 人数加在一起 其实很多的一类人 孤才者 这些人不愿意和人一起 他们都是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一起 才到的石珠 也自己去换取食物 在林依逊的嘴里 夜中明听得出来 他对这些人的忌惮 他说 这些孤才者 性格坚毅 甚至扭曲 汗不畏死 不愿意被他和黑狗盘剥 通常会避开 四号矿洞的两大势力 单独行动 彼此一旦遇见了 也会及时退避 而林依逊和黑狗 也不愿意和这些人 发生冲突 矿洞内地形复杂 犹如迷宫 发生冲突后 并不容易利用 人数的优势击杀这些人 反而会被他们利用 地形造成极大的损失 一旦没有抓住他们 这些人 还会阴魂不散地跟着你 如同刺客一样伺机而动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给你来一下 所以如果没有必要 对于孤才者 林依逊和黑狗 都当作没看见 叶忠明当时听过了之后 很佩服这些人 知道这都是些 宁死不屈的家伙 在某程程度上 可比林依逊和黑狗的人 有种得多 林依逊还提到 其实在矿洞之中 这些孤才者 对地形对富矿 对各种消息的 都要比他和黑狗掌握得多 如果可以 可以找他们了解情况 看了一会 知道这四个人最终会获胜 但是估计要有伤亡 想了下 叶忠明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拿出了那把 已经变成白色级别的匕首 故意弄出些脚步声 然后朝着战场靠近 四个人 立刻就发现了 叶忠明的出现 嘴里呼喊着注意 手中的动作都慢了下来 其中一个人缠住了怪兽 另外一个人 却直接站在了 叶忠明和战场之间 显然在防备着他 鬼远点 这头双嘴石牛 是我们的猎物 阻拦叶忠明的是个女人 手中举着钢锥 恶狠狠地看着叶忠明 由于长时间没有洗漱的缘故 长相已经看不太清楚 只能从声音上听出 这是个很年轻的人 需要我帮忙吗 叶忠明扬了扬了下巴 示意了一下战场 刚才四个人 面对这头 被他们称之为 双嘴石牛的怪物都费尽 现在两个人受伤 一个人过来阻拦自己 剩下的一个人分 已经被逼得显况连连 显然坚持不了多久 说着 叶忠明还特意扬了 扬了手中的白色匕首 这个几人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 他们为什么捕猎一头 和自己同级别的变异生命 这么费力 除了长时间营养不良 造成的实力下降外 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身上没有装备 防具暂且不说 就连一把衬手的武器都没有 钢锥在坚硬 那也是地球上普通的钢铁 对一级二级的变异生命 可能还有点作用 可对三级以上的 威胁就不太大了 如果有把白色的武器 那么 这个时候 对这把武器的向往 还有身后战斗局势的严峻 让他们心动了 再犹豫下去 你们可就要死人 叶忠明瘫瘫手 目光却已经落在那头怪物的身上 让 让他 那个被撞飞在一边吐血的人 尖色地说着 显然是四个人的头领 他表示了同意 叶忠明立刻冲了过去 不过他没有展示自己的全部势力 而是把力量压制在了 四星进化者左右 如果可以 他并不愿意 在这里暴露身份 况且 他从林依逊那里知道了 这些孤才者的性格之后 叶忠明就知道 想要强迫他们说出什么来 估计不太可能 他也不愿意用 这种办法来获得信息 因为哪怕这些人说了 他也不知道真假 十个消息 九个是真的 只有一个是假的 但可能这个假的 就是要命的 叶忠明先是尝试了 在这头怪物最后的假靠上 试了尸首感 发现 以四星进化者的力量 还真破不开 那些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一皱眉头 觉得这个人太不靠谱了 白瞎了一把好兵器 但是 马上他们就发现了不同 叶忠明的刀 开始专门挑选这个变异 生命薄弱的地方下手 很快就造成了 比他们更多的伤害 并且让他们看到了 什么叫做慢刀子割肉 这头变异生命 坚持了几分钟后 流血至死 几个人 这才觉得这个新来的人 势力不错 看到这头双嘴石牛倒下 几个人丝毫不顾叶忠明在场 纷纷涌过来 趴在了这头变异生命的身体上 疯狂地瞬息他的鲜血 甚至那个断了手臂的男人 还在从叶忠明破开的伤口处 想外掏血肉生吃 一边吃 还一边看着叶忠明 叶忠明贪贪手 便是对这个没兴趣 甚至退后了一段距离 几个人这才放心了一些 继续 进食 让你见笑了 过了一会 那个之前吐血的男人站了起来 显然伤势没有看起来那么重 你也是孤才者 叶忠明摇摇头 那你想要把这个怎么分 那个人没有意外 因为从叶忠明的衣服上 就看得了出来 这个人是新人 他反而更关注这头双嘴石牛 如何分配 如果 我们把这头牛全部让给你 你能不能把你的匕首给我吗 那个满嘴都是鲜血的女人 突然抬起头问道 叶忠明看了一眼 已经被他们喝了差不多全部的血 肉也吃了一大块的便衣生命 摇摇头 那女人立刻失望地低下头 你不要吗 这个时候 那个手臂受伤的孤才者站起 手里拿了块鲜血淋漓的肉 就那样走向叶忠明 边走边说着 试图把这块肉递过来 叶忠明专注地看着那块肉 仿佛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似的 那个人眼中泛起了奇异的色彩 手中的肉块突然跳了起来 下面那颗之前用来照明的珠子 直射叶忠明的面部 速度很快 发出轻微的呼啸声 其余几个人啊了一声 显然也没想到 这个人会发起攻击 在这种距离 根本不可能躲掉 可是让他们惊讶的是 本来好像没有任何防备的 那个年轻 男人仿佛打苍蝇一般 直接把那颗珠子 扇飞了 接着血光一闪 那把白色的匕首 就划过了这个男人的喉咙 还能动得手死死捂着脖子 但是伤口几乎切断了半个脖子 鲜血如雨而下 如何能够堵住 男人不甘地向后栽倒 目光想要捕捉到杀他的人 可是请客间就没有了神采 叶忠明看向了 剩下的那几个人 他想要心平气和地 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可并不代表着 就会容忍所有的事情 特别是这种 对自己出手的行为 叶忠明在这一世 特别是建立了云顶山庄之后 除了一些大事件时 他已经很少 亲自出手杀人 因为已经不需要 他去杀人了 或者说亲手杀人了 他的一个决定 甚至一句话 就代表着无数人的生死 可不意味着 他就不会杀人 这是他的一种本能 只要有人直接威胁到了 叶忠明的生命 他都会绝不犹豫地出手 并且毫不留情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把这几个同伙都干掉 等 等 喝了双嘴石牛的鲜血 那个队长伤势好了一些 他冲着叶忠明 急急摆摆手 他和我们 并不是一起的 叶忠明冷笑了一下 心中却是不幸的 我们认识 但平时不在一起 那个女人也解释了一句 手中的钢锥举了起来 防备着叶忠明冲来 这反而让叶忠明相信了几分 这些人 以为他是一位同样是四星的进化者 那么以三对一 即便是有人受伤 但也并不惧怕他 之所以解释 那个人可能真的和他们不是常在一起的 这让叶忠明停下了脚步 我刚来 需要知道一些消息 叶忠明说了句后继续道 告诉我想知道的 这头牛 全归你们 这种交易 对于在这里活得极其艰苦的人来说 诱惑之大 可以想象 叶忠明刚才表现出来的实力 也让他们没有独吞猎物的心思 在这个幽闭的矿洞中 有的时候 合作员比互相伤害有意义 三个人很快把这头双嘴石牛分解 不能吃的扔到一边 肉则 全部拿走 磨精也收了起来 那些假靠 你们不要 在叶忠明看来 这头怪兽的身上最值钱的地方 除了磨精之外 就要数身体两侧三角形状的假靠了 没用 另外一个男人倒是干脆 把两大块肉背在身上 丝毫不管把衣服弄得满是血污 对两块这种在叶忠明眼中 最有价值的东西不管不顾 叶忠明暗自摇头 虽然在云顶四级的材料不算什么 但其实在外面 这可是真正容易流通的好东西 极其容易售卖 并且价格不低 他走过去看了下 这两块甲 绝对是制造护具的优秀蓝本 这么扔掉 连叶忠明都有些心疼 他把那个被他杀死的人衣服撕成条 绑在了两块甲铐上 拽着他们跟上了三个人 这几个人很讲信誉 边走边回答叶忠明的问题 还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情况 听着这几个孤彩者的话 在联系起林依逊的话 叶忠明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这里可能是一个绝殿 一个地下绝殿 那层迷雾也并不是什么迷雾 而是混沌壁垒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清楚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些全身保护色的怪兽 才能解释 为什么林依逊等人会说 这里是什么遗迹 才能解释这种神秘石珠的出现 你说 这些石珠 其实是这里变异生命的眼泪 当听到那个女性孤彩者 给他提供的这个信息时 叶忠明也难忍心中惊讶 出声询问 嗯 或者说 是他们眼睛之中的分泌物 叶忠明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问道 为什么别人不知道 林依逊可没有和他提过这件事情 知道的人并不多 那个队长解释道 小林被这里的一种怪兽抓走过 他被困在巢穴的时候 亲眼看到了这种现象 那些怪兽在安全安静的环境下 会从眼睛里分泌一种液体 这种液体 落在这里的岩石之中 就会在几秒内形成这种石珠 只是石珠也因此融入了岩石里 所以需要在前秒开采 有什么用你们知道吗 这个问题其实叶忠明 只是随口问问 他并不觉得自己都看不出 所以然的东西 这几个不知道被囚禁了多久的 四星进化者能够知道 哪怕他们被囚禁之前 在外面也是强力人物 可事实却是 这几个人给出了一个不知道真假的答案 能量的载体 还是那个女人说着话 有人曾经在某个特殊的情况下 察觉到了这种石珠里 依附了一丝能量 但只有那么一次 所以并不太肯定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多 恰巧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载体 叶忠明知道这东西 真正的作用 只有到时候才知道了 那么 自己在这里仅剩的一件事情 就是尽量多的 去收集这种珠子 短时间内 得到尽可能多的珠子 听到叶忠明的这个问题 那个队长和其他两人互相看了看 犹豫了一下 还是道 如果你把白色的匕首给我们 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你 一个秘密 叶忠明毫不犹豫地 把匕首递给了那个男人 这反而让三个人惊讶地愣了愣 有些不确定的结果后 脸上都露出了不可一指的信息 他们不知道 这个男人是如何把这样的好东西 带进来的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这把好武器归属了他们 以后 他们的狩猎将会更加安全和有效率 食物会逐渐丰富 带来的好处将会是连锁般的多起来 那个背着两大块肉的男人看了看队长 但却看到了队长微不可插的摇摇头 叶忠明 把他们悄然无声的交流捕捉在了眼中 心中却并没有在意 把武器交了出去 无疑实力会下降 现在三对一的情况 又有武器在手 那个人是在询问 是否要把叶忠明杀掉 聪明人在末世比和平时期 更加讲究利益二字 这位队长没有答应 同伴杀掉叶忠明的建议 并不是因为他就是个好人 孤才者虽然名声在外 说话算数 做事更加有原则 但可不是说他们就没有贪婪之心 队长没有同意对叶忠明动手 是因为现在叶忠明身上 没有一点值得动手的东西 除了一枚石珠外 而对于他们来说 为了一枚并不太难得到的石珠子病 不值得去得罪这个 实力很强的四星进化者 更何况 刚才叶忠明还帮助了他们 队长对这个人心中感觉不错 说吧 叶忠明明白他们的这种想法 也并不太在意 这三个人在他面前 就和狮子面前的兔子一样 就算让他们随便出手 也不能把他如何 两种方法 那个队长这么一会 身体就恢复了很多 让叶忠明略微意外 猜测他应该是某种体数 或者相关类型的职业者 拥有极好的自愈能力 第一种 就是自己去开采 我们知道一个位置 那里的石珠产量非常的丰富 可以说只要能够在那里采矿 基本上可以换来足够的食物和水 甚至还能换到其他的好东西 只是那里被很多的怪兽占据 等级很高 直到现在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去那里 完成开采作业 队长一边辨认着道路 一边说着 看了叶忠明手中的活靶一眼 眼中若有所思 嘴里继续道 这种方法 其实你也能猜到 也是侧面证明了 石珠是这里怪兽分泌物的结论 毕竟那里是怪兽老巢嘛 自然分泌的石珠就多 那里不少人都知道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能去那里采矿 毕竟这些矿洞里狗活的人 每个人都觉得 活得猪狗不如 每个人都想要出去 但是 却依然打着自己的算盘 不会去清理这个地方 因为那里只有两条通道可以过去 每一条都不太宽 想要清理那里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用人堆 可是 谁愿意在前面去送死 带着讥讽地笑着 队长不知道讥笑的是他自己 还是其他人 看到叶忠明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队长便接着说道 第二种方法 也就是我说的秘密 你被人扔下来的时候 应该是从第四矿洞下来的吧 叶忠明点头 这是事实 但我们都是第三矿洞下来的 嗯 叶忠明震了一下 接着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矿洞之间是相连的 聪明 那个人没想到叶忠明瞬间就相同了 赞赏了一声道 一到四号矿洞 早在几个月前就互相打通了 只是现在只有我们孤才者知道 这和我想要得到石珠有什么关系 叶忠明心中 隐隐有了种猜测 但因为实在是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所以没有说出来 存量 队长摆着手道 这些矿洞已经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 每隔一段时间都有进化者被扔进来 从最开始的一星二星 到后来的三星四星五星 虽然总是会有人死去 但活下来的人 足以组成一个畸形的小社会了 林怡逊 黑狗 就是这个社会所谓的上层人物 当然 在他们不知道的地下 孤才者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王 只是这些王手下的人 依然保持着单独工作的习惯 平时并不聚集在一起而已 果然 叶忠明心里暗道 队长的话说到这 他就已经差不多清楚了 无非就是这些高层手中都保留了一些石珠 这些石珠合在一起 就会是一个极其可观的数量 这些人的手中都有不少石头珠子 如果他们能够给你 那肯定是最快拥有石珠的办法了 说完 这个队长笑了笑 其他的一男一女也笑了 并不是嘲笑叶忠明 而是觉得无论哪种方法 都是不可能的 说是秘密 除了四个矿洞互相连接以外 其他的 基本上知道了只会觉得很新奇 但事实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不过叶忠明很平静 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笑 而是若有所思的 想着什么事情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 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些怪 不过他们也没多想 毕竟这是个刚进来的新人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很正常 估计是被扔进来前有人骗他说 用多少石珠可以换来自由之类的 这个实力不错的人当真了 用两条 其实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慢慢融入孤彩者集团后 就能知道的消息 换来一把白色级别的武器 这生意做的太值了 三个人已经有些幻想 今后美好的生活了 人就是这样 当适应了地狱的时候 一丁点好的改变 也会觉得地狱是好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适应性吧 你说的那个里面 全是怪兽的矿洞中 最高等级的怪物 你知道是几级的吗 叶忠明突然问道 啊 哦 队长震了下 心说 你还想杀过去怎么滴 不过看在白色的武器份上 他还是回答道 有人见过六级的怪兽进去过 但具体 是不是里面最高等级的 我真不太清楚 那你们在这里看到过七级 甚至八级的生命吗 叶忠明不放心地诱吻 你说笑了 谁要是见过这种等级的怪兽 还能活着吗 这样 叶忠明做出了决定 现在带我去那里 你要去那里 三个人几乎一口同声 没办法 他们真的想不到这个人 竟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那里是什么地方 那里是怪兽的集中营 是他们的一个老巢 去那里不是找死吗 不去 队长很干脆地 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现在手里 虽然有了这么一把白色的武器 但他也没觉得 这样就可以到了去那里冒险的程度 叶忠明笑笑 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心中有了初步的构想 这三个人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也没有翻脸 而是示意他们等一下 三个人暗中用眼神交流着 不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心中对他却是 已经有了疑心 哪怕在心底天高的新人 也不会明知道 那里有最高六级的 变异生命后依然 要去冒险的 那么这个人 脑子不是坏了 就是另有企图 但接下来叶忠明做的事情 却把他们给针的下巴都掉了 只见那个穿着干净衣服的男人 把一直拽着的两块 双嘴石牛的背甲拿了过来 左右看看之后 把三角形的底部互相对齐 接着不知道做了什么 光芒一闪两块背甲就接了一起 三个人的眼睛 顿时就再也无法从那里挪开了 叶忠明看了看 随手从空间里 又取出了一把制造装备时 常用的绿色级别短刀 再两块 已经连在一起的甲铐中 央挖了一个圆形的洞 大概人头能够伸过来 之后 取了些他之前收集起来的 这里怪物身上的材料放进去 短暂的时间之后 两片背甲 就变成了一件白色级别的战甲 虽然 这件战甲极其的简陋 就是前后两片 连内部和手臂都防护不了 但好在足够长 一个成年男性套头穿上 足够把下面的第三条腿挡住了 三个人看到这 发生在眼前的 神奇一幕久久不语 目光先是留恋在这件 在叶忠明眼中极其简陋 甚至他自己都一脸嫌弃的战甲上 之后又看向了那把小巧的 凭空出现的绿色级别的小刀 之后 他们终于明白 这个人为什么之前 能够拿着白色的武器 在这里乱逛了 因为人家有空间装备 几个人看叶忠明的目光 顿时就不同了 一个四星进化者 和一个有空间装备的四星进化者 那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 而一个拥有工匠职业的四星进化者 那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存在 面前这个人 就是这样的存在 这个点你们 作为带路的报酬 放心 你们只需要把我带到附近就可以 其他的我自己来 队长下意识地接过后 才发现白色的战甲到了手中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 眼中本来有的挣扎 在叶忠明说了这句话后 也消失不见了 又不用自己进去 那还怕什么 他甚至觉得今天是自己的幸运日 先是毫不费力地 用两个没有什么用的消息 换来了一把白色的匕首 现在更是带下路 就能得到一件白色级别的战甲 这好处简直就是捡来的 并且 这位队长虽然因为某些原因 被人扔进了矿洞 很久没有进化过了 但是他现在四星进化者的级别 当初在外面 也绝对是精英级人物 他意识到 或许在这个男人身上 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三个人开始带路 只是目光不时掠过 叶忠明时 里面都是狂热 他们知道 遇到这样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就在前面不远处 不过到了那边 就不能随意说话 惊动了怪兽之后很麻烦 队长提醒着 虽然叶忠明 已经从一个交易对象 变成了巴结对象 但自家的小命更重要 又走了一会 到了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 前方是数个幽深的洞口 三个人停住 用很低的声音道 前面就进入怪兽的领地了 顺利的话 二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走到地方 还有 进去后火把要吸了 只能借着精实的光来认路 没等叶忠明答应 在他们左侧的一个洞口中 突然走出了七八个人 双方骤然碰面 一下子都愣住了 翟九 队长马上认出了 这些人的领头者 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 咦 王兴泰 对面也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其他的骨彩者 毕竟这里离怪兽的巢穴 已经很近 可马上 翟九 这些人就看到了 王兴泰队长手中的匕首和战甲 他们的目光顿时亮了 白色级别的装备 在矿洞中绝度是最好的装备 这些人的神情 从最开始偶遇的意外 变成了贪婪 别起歪心思 我们是三栋炎炎的人 王兴泰也不傻 平时大家遇到了 彼此之间就算不和气 也绝不会起冲突 孤彩者在这方面 还是比较有分寸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两件白色的装备 诱惑实在太大 他只希望 三栋孤彩者的老大炎炎 能够让对方清醒一些 可显然 这些人已经被两件 白花花的装备蒙住了心 并且现在八对四 他们有着绝对的优势 翟九这些人中 四星进化者同样有四个 其余人都是三星进化者 可这里是四栋的地盘 翟九黑黑笑了下 带着人就围了过去 看来今天要冲出去了 张兴泰现在很郁闷 刚碰到一个等级 很高的工匠 以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了 但麻烦却突然出现 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 我其实挺讨厌 被耽误时间的 在旁边 一直看热闹的叶忠明 突然说道 他现在可不是 有很多时间的人 翟九这些人 早就看到这个 白白净净的男人了 猜到这可能是 某个新来的人 并没过于重视 听到他竟然敢说话 纷纷凝笑 想着等下 就让他知道话不能乱说 挺干净的 一个翟九的手下 突然轻声说了一句 让他的同伴们顿了一下 之后爆出了压抑的轻笑 好 等下这个面皮干净的 让给你尝尝 这句话说出口 叶忠明脸上没有表情 心中却怒了起来 堂堂的云顶山庄老大 竟然被人家看中了菊花 叶忠明很愤怒 但也仅仅是愤怒 他的理智和状态 没有丝毫波动 他觉得 既然这些人找死 那么就要废物利用一下 否则 都对不起他们 服用过的净化药剂 对于这些逼过来的人 死而不见 叶忠明的手挥动了一下 在他的脚下 就出现了一件 蓝色的椭圆形装备 这一幕让翟九等人停了下来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他们一时间没有想清楚 这东西是哪里拿来 你们的那些肉给我吧 回头我给你们一人一身装备 这话是叶忠明 对张兴泰等人所说 他们虽然知道叶忠明 是个拥有空间装备的工匠 肯定是有好东西的 但是突然见到蓝色的装备 哪怕是在四面接敌的情况下 也是深深被吸引了 他们还从未见过 这个等级的装备 还是唯一的女战士 最先反应过来 把双嘴石牛的肉 扔在了叶忠明的脚下 其他两个人 这才照做 叶忠明拍了拍那摩斯风潮 里面就飞出了四只 经过刘正红 处理过的真鸟 这一幕开始的时候很神奇 只是结果 当看到这几只不小的魔怪之后 翟九等人先是愣了下 然后一起爆发出了大笑 他们乐得都已经忘记了 身边的矿洞之中 是通往怪兽巢穴的通道 吓死我了 我以为多牛逼呢 我擦二级的 糊弄爷爷我呢 这是要全歼我们啊 我真是怕死了 这又是给我们 送了一件蓝色装备啊 真是好东西啊 大东 你看上的这个妞 还是一个富婆啊 几个人哄笑着 虽然没有那么歇斯底里 但是也足以表达 他们的不屑和嘲笑 都闭嘴 倒是翟九最冷静 喝止了自己的这些同伴 他对这里的情况很了解 知道普通的音量 不会引出那些怪兽 但是持续性的噪音 就说不准了 只是他的表情 告诉张兴泰等人 他的看法 和他的同伴是相同的 张兴泰三个人 看向叶忠明 心说这个时候 你搞这个干什么 除了让别人知道 你有空间装备之外 没有一点好处 这一下 这些人 更不会放过他们了 可是叶忠明 仿佛这一切都没发生 指挥着 这四只真鸟 开始进食这些 双嘴石牛的肉 它们特意的嘴部 突然变得巨大无比 每一只都是用吞的方式 一下子吃掉了上百斤的肉块 这一幕看得所有人都病住了呼吸 哪怕这些真鸟只有两极 但是这种蛇吞金般的进食方式 依然让人类从心底里感到恐惧 四只真鸟吞掉了肉怪之后 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 没有了刚才出现的时候 被周围人群呲牙咧嘴的样子 安静地落在叶忠明的脚边 头儿 我们把他们干掉吧 一个成员对翟九建一拙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不太好 仿佛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翟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心说 自己这个手下真是个蠢蛋 杀掉这些他们不认识的变异生命 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主意吗 这些东西 现在已经归属了自己 谁会杀掉自己的战手 翟九已经认出来 那件蓝色装备是个兽石 叶忠明低头看着自己的四头战兽 嘴角不屑地敲了敲 你 你们看 突然一个正对着真鸟的人 指着这些魔怪惊叫了一声 大家寻声看过去 就看见这些真鸟的样子 仿佛围灵了不少 身体还在瑟瑟发抖 别说凶性啊 现在就连普通的野兽都不如 但让这些人惊呆的不是他们 看似不好的状态 而是他们的魔晶颜色 本来代表二级的白星号星号星号晶 此刻颜色正在飞速地变黑 仅仅是几个呼吸 魔晶竟然就变得漠黑一片 黑色的魔晶 那代表着三级 等到魔晶的颜色不再变化 维米的真鸟睁开了眼睛 震动翅膀飞了起来 还在半空还画出了几个圈 显然他们此刻的心情非常不错 这一下 无论是张心泰还是翟九 还有其他的所有人 都已经陷入了一种混沌的状态之中 他们尖色地想着 这些变异生命 就在自己的眼前 从二级进化到了三级 这 世界疯了吗 翟九立刻带人后退了几步 现在 随着这些这真鸟的进化 双方的实力差距已经被抹平 他现在非常后悔 刚才没有听手下的建议 把这四只能飞的东西干掉 三级了 应该可以了 叶忠明说了一句 大家谁都没听懂 但是并不妨碍他们 从这句话里 感到了丝丝杀气 这话说完 叶忠明突然向前踏了一步 看似很慢 可是 当别人意识到的时候 他已经站在了一个进化者的面前 并且 拳头 印在了 这个人的喉咙上 一触即走 那个人和和叫了两声 身体一晃 就软倒在了地上 这是一个三星进化者 就这样被一拳秒杀 这还没结束 叶忠明身体连连晃动 又是几下 或者打在喉咙上 或者打在太阳穴上 翟九手下的四个三星进化者 就全部被击杀 翟九 等人背脊都凉了 他们根本就没看清楚 叶忠明 是如何出手的 他们只看到了人影 还有满地的尸体 我们 翟九想要说些什么 他也必须说些什么 现在他已经明白 这个人 实力远超他们 但叶忠明没给他说完的机会 他示意了一下四只 已经三级的真鸟 那意思很明显 这四个四星的家伙归你们了 真鸟们立刻回应地 发出了怪异的叫声 朝着几个人就俯冲了下去 杀了他们 翟九一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那是必须拼命了 他发出了一声极大的怒吼 然后便 转身开跑 几个同伴没反应过来 等到看清楚翟九的时候 这个队长已经跑出去了数米 这个时候真鸟到了 和这三个人撞在了一起 连刘正宏都说 这些真鸟被重塑之后 能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变化和增强 虽然他们现在只是三级 可别忘了 他们原来都是五六级的强悍生命 现在精英里更是加入了八旗微卵的一些生命片段 面对这些实力极其普通 连像样装备都没有的四星净化者时 结果是注定的 这三个人仅仅坚持了几秒 就被真鸟现在层出的攻击手段杀死 而翟九也没有跑出去多远 被叶中鸣抓住扔了回来 看着趴在地上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这个人 叶中鸣有些责怪 你跑了的话 我这四个小家伙不好分啊 看着地面上再次进入了维米状态下的真鸟 张星泰三个人浑身都在微微地颤抖 今天 他们看到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先是一个四星净化者 拥有一件空间装备 里面有最高到蓝色等级的装备 接着这个四星净化者 又展现出了他工匠的职业 可以变废为宝 如果说这些他们可以接受 那么这样一个对任何组织来说 都应该当成宝贝供起来的人 却被投入着暗无天日的矿洞 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难以理解 还有他们以为今天必死的局面 却被这个人轻松化解 让他们觉得 这个比他们都年轻的男人 可能不仅仅是个四星净化者 那么他的进入就更变得不可思议 可是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 是这四只变异生命 他们出现的时候 仅仅有二级 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吃了一些肉之后 就变成了三级 现在 他们正在向着四级净化 三个人从未见过这种事情 他们的身体虽然也不算小 但是怎么就可以一口吞掉一个人 真的只有一口 然后一百多斤 近二百斤的四星净化者 就被他们吞到了肚子里 之后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便再次进入了净化状态 三个人在某个瞬间 甚至有些错觉 他们是不是离开地面太久了 以至于跟不上正常的节奏了 夜中明专注地 看着自己的四只真鸟 因为他发现 这一次的净化相比于之前 有了些许不同 首先就是真鸟的体型再次变大 现在他们蹲在地上 风后已经和夜中明差不多高 其他三只雄性真鸟 虽然矮小一些 但是身体线条 却更加的流畅硬朗 大些位于身体各处的武器 诸如硬会 倒钩 翅膀 利爪 都变得越发锋利 其次就是他们的身体上 都出现了全新的特征 在他们的头部和躯干 相连的地方 出现了类似于腮部的器官 只是夜中明怎么看 这些器官也不像是用来呼吸的 而是用来存储武器的 腮部由一条条20厘米左右的骨质 针刺组成 这是 要防护颈部不被伤害吗 夜中明觉得不会那么简单 但具体什么用 也只有等待真鸟醒来之后 通过精神联系询问一下了 最后 也是变化最明显的 是真鸟全身上下 长出了一层灰褐色的绒毛 这个变化 更是让夜中明挠头 他不清楚这些这些绒毛 是什么作用 甚至弄不清楚这些绒毛 仅仅是进化附带的一种变化 还是另外一种功能型的器官 从三级进化到四级 所用的时间明显比之前 二级进化到三级的时候 所需更久 在等待了近十分钟后 四只真鸟才陆续醒来 一睁眼 这四只真鸟的凶性 就闭露了出来 赋眼看人的时候 那种冷冰冰仿佛下一刻就要攻击你 感觉非常不好 夜中明身为主人倒没觉得什么 可是张新泰这三个人可就不行了 哪怕现在他们和和四只真鸟同一个进化等级 但却如同被强大的怪兽盯上一样 让他们只能强忍着这种心理上的不是 夜中明默默和这个战兽 在精神层面沟通了一下 终于知道他想要得到的信息 那些骨质的腮部真的就是武器 可以再生的 可以发射的骨刺 这无疑弥补了真鸟的远程攻击力 而那些布满了全身的绒毛 哪怕夜中明不问 他也知道是什么用了 保护 确切地说 拥有变色能力的保护色绒毛 这些绒毛拥有随着环境 而改变颜色的能力 这是从那头石牛身上得到了基因 而造成的变化 事实看似就是这样 但这种类似于掠夺一样的能力 还是让夜中明心惊 他想到了一个在和平年代 颇为忌讳的词 基因污染 人类在科学上逐渐进步 在对自身的了解上 也到了一个触及本源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证种族的纯净 各国的政府都在为之努力 防范着人类自身 被外来的基因所污染 很多普通人本身也有这种概念 比如对还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 转基因技术 发自心里的不信任于排斥的 而现在 更加严重的污染 在夜中明的眼前发生了 这一切 如果一定要怪罪某个人 那么也是夜中明自己 是他支持着刘正宏 对这方面的研究 看着正在天空飞翔 不断询问自己 其他三个人类是否可以吃掉的真鸟们 夜中明恍惚地猜想 要是真鸟不断地吃掉人类 它们会不会有一天 变成和人类类似的生命 吐出一口胸中的浊气 夜中明让自己不去想这个 现在全球的 都处于轮盘的恐怖统治之下 想这个就有点矫情了 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很严重 但那也是不知道 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 让四个家伙先回到摩斯风潮中 张兴泰等人这才感觉舒服一些 不过对于看到那么大的 四只飞行变异生命 进入了一个并不大的兽齿类装备中 还是感觉很神奇 几个人进了洞 走了一会后 三个人就对夜中明表示 前面就是他们所说的洞穴了 夜中明点头 让他们回去 外面等着自己 看到他们离开之后 才从空间装备里拿出装备穿上 召唤出两个元素精灵 开启黑暈之盾后 潜入了洞穴之中 刚一进去 夜中明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味道 这种气味 只有在很多变异生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形成 那是体味和腐败食物 合在一起的味道 没有闻过的人 永远不会知道让人多么难以忍受 夜中明没有贸然深入 而是借助着洞里 精实的微光观察着 因为知道这里的生命都有保护色 他看得非常仔细 这一看之下 哪怕是他 也不由得越发安静起来 洞穴里 墙壁上密密麻麻的 不知道趴着多少怪物 这些怪物和周围的环境 融合得相当完美 要是真有粗心的人 或许真的走进来 也不会发现他们 只是现在可能是这些怪物 没有察觉到危险 他们并不是很安静 不时地有声命动一下 或者变换位置 甚至还会低声地鸣叫 同时夜中明 也看到了石珠 就在灰色的岩石之中 肉眼可见 或许这里是巢穴的缘故 石珠在岩石中密密麻麻的 目测之下 至少就有上万枚 夜中明放了心 再次静静观察了一会 确认了这里 并没有比自己 更加强大的存在后 从暗处站了出来 向前迈了一步 整个洞星号星号的变异生命 就躁动了起来 大概是他们没有想到 有人类会进入这里的缘故吧 有那么数秒钟 洞穴的情况比较混乱 但随着夜中明一记刀光 切断了身边一个怪物的身体 整个洞穴之中的变异生命 彻底乱了 鲜血仿佛刺激到了他们 全部朝着这边涌来 夜中明的另外一只手里 出现了那把平时 用来工作的绿色匕首 双手持着兵器 也没有用技能 就是那样向前挥着 紫色的地煞月刃 在他的身前幻化出了 无数的影子 凡是碰到这片影子的变异生命 全部被切开了身体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锋锐 偶尔有穿过刀光 到了夜中明近前的生命 也被另外一只手的武器击杀 很快 夜中明的脚下 就出现了成堆的尸体 浓郁的血腥味道 开始在整个通道内弥散 头顶传来一声乌叶 夜中明抬头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条仿佛小山似的巨蟒 爬到了头顶 此刻正张开大嘴朝着他吞来 乌叶声是他的嘴部 发出来的一种 恍惚之间 夜中明看到了 红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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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的影子 这是一头六级的怪兽 也是他进入到这里之后 遇到的最高等级生命 如果还是之前什么装备 都没穿的夜中明 遇到这样的攻击 说不得就要先躲避一下 之后再发起攻击 但现在的夜中明是全副武装的 地煞月刃的月光场是被动技能 此刻正营绕在夜中明的身边 这起到了减缓和阻碍的作用 这条大蛇一样的生命 冲下来很快 但却无法给让他攻击的目标慌乱 夜中明只是抬了下刀 就把这条大蛇抽到了一边 如果不是 他刚好劈开了一头变异生命的头颅 无法马上转过刀刃 这条大蛇估计也要立刻死亡 不过 这里的生命旱不畏死 他们仿佛一点都不在意死去的同伴 依然在疯狂地冲击着 夜中明开始逐渐 不能防护周全 身体开始遭到攻击 只是因为有黑云之盾和黑土铠甲在 这些等级和夜中明差很多生命 并不能造成什么威胁 甚至都破不开三重的防御 但夜中明却在某个时刻退了一步 之前夜中明一直在向前走着 哪怕缓慢 但也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洞穴深处 这是第一次后退 这里的变异生命很敏感 察觉到了这个人类的后退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都不想放过这个扳回烈士的机会 他们更加的疯狂 从各个角度开始涌来 他们要用数量上的优势 把这个敌人淹没 很快 夜中明的四周 就被变异生命包围 哪怕他之前杀了很多 但现在还活着的 还有更多 看上去 夜中明的形式非常不好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被变异生命围住的人 通常其他进化者遇到这种情况 大概只能希望死得快一点 少承受一点被分尸的痛苦 但是下一秒 这里就发生了巨变 树道粗大的龙卷 从夜中明的身体周围 向着巢穴的四周掠去 凡是在被他们碰到的变异生命 全部被绞成了血肉 龙卷之中的有着无数杀力 组成龙卷的 也不是风 而是月光 沙暴月光龙卷 地煞月刃的能力 可以取消月光场 转化为威力巨大的 沙暴月光龙卷 对周围的目标 造成土系和光系的双重伤害 威力虽然和数量成正比 在某程度上 限制了这个能力的威力 但是这里的洞穴 本就不宽 四道沙暴月光龙卷 就已经足以填满这里 所有的空间 所以 当它们肆虐过之后 洞穴里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唯一能够听见的 就是一些没有死去的变异生命 因为受伤 而不时发出的吼叫 叶忠明走过去 把这几个六级的变异生命了结 平复了一下这段时间 激烈战斗有些喘息的胸口 心中衡量了精神力的消耗 觉得没有大碍后 他才开始清理战场 为了保证 沙暴月光龙卷的威力 刚才他在使用月光场的时候 注入了不少精神力 说是打扫战场 叶忠明其实只是 把他需要的东西挖了出来 比如五级和六级变异生命的魔晶和材料 其余的他并没有动 更没有去管个别逃走的怪兽 在这个地下绝地之中 还不知道有多少未知的生命 想要杀光是不可能的 做完这些之后 叶忠明把四只真鸟放出来 让他们自己去觅食 之后站在一处岩壁前 挖出了一个石珠放在了手中 洞外 那个刚才发生冲突的石厅 张兴泰三个人安静地等着 这么一会 可以明显看到三个人的额头上都见了汗 自从那个年轻人走下去之后 里面不一会就传来了战斗的声音 并且越发的激烈 他们觉得 那个人一定是疯了 不可否认 他的强大 还拥有四只强大的飞行战宠 但是那洞穴里的 便宜生命成千上万吧 一个人和他们战斗 那不是找死吗 之后 浓郁的血腥味道 连这里都可以闻到了 三个人心中满是震撼 那个人 真的这么强大 可以坚持这么久 但即便是如此 他们也没有认为叶忠明可以获胜 直到刚才 里面光芒大胜之后便安静了起来 张兴泰三个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 经过了忐忑不安的商量之后 他们觉得 还是进去看看 虽然对于结果 他们有了认定 但心中总是有一丝希望存在 当三个人磨磨蹭蹭地进入洞穴 时刻准备转身就跑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正在拿着数枚十株对比的叶忠明 那一刻 他们看到这个人就如同看见了神 那是一身什么样的装备啊 叶忠明转头看过去 笑了一下 你们来了呀 正好 这里的东西 你们自己挑一挑 等到他们进化完毕我们就走 说着 叶忠明指了指 已经是今天第三次进入进化状态的真鸟 最后道 带我去见见你们的那位 颜爷 颜爷并不老 远没有到做人爷爷的年龄 只是在这个矿洞里 特别是第三矿洞 他却是大爷一般的存在 只是此时颜爷的脸色不太好 因为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 并且是一个让他感觉到了危险的人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颜爷脸上阴晴不定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怎么 我用你们的自由 来换取这点东西都不行吗 叶忠明靠在石壁上 看着颜爷和他严阵以待的手下们 眼中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他被张兴泰三人带来这里 见到这位第三矿洞孤彩者的老大颜爷 提出了他的条件 在叶忠明看来 他开出的价码非常高 核心只有两个字 自由 让他们离开着暗无天日的矿洞 重新回到地面去 当然还有其他的好处 比如说矿洞那里大量的低级磨精 肉类 材料等等 而他的要求也很简单 第一 去把那个矿洞的石珠都采集出来给他 第二 把石珠的存货给他 第三 在规定的时间内才可以出去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 叶忠明的这些条件都不算什么 用这些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用处的石头珠子 换取自由 这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吗 我不相信你 爷爷突然说到 他阴沉的 看着叶忠明 你是个外来人 你从未和我们有一天 共同生活在这里 所以 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叶忠明点点头 不再去看颜爷 而是看着这里 大概有三百多人的孤彩者 手指了指上面说道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之中 有上面那些人的卧底 一句话 让不少人都神色大动 他们想过吗 自然想过 可是后来觉得 谁愿意在这里待着找罪兽 于是这种念头也就淡了 现在突然听到叶忠明提起 自然 心中一律在起 特别是张兴泰三个人 这一路上 已经被叶忠明的实力彻底征服 对这个人的信任 已经超过了颜爷 以他们对叶忠明更加了解 这个人绝不会无地放始 下意识地就看向了颜爷 这位工匠大师 说的卧底不会是这个 做了自己等人 这么久的老大吧 颜爷那边疼的一下 站了起来 怒视夜中明道 外来人 你不要瞎说 这里的人都是 同生共死的兄弟 可不是你随便两句话 就可以挑拨的 我倒是看你 像是外边的人派来的 否则 你怎么可以带着 这么好的装备下来 那些人 怎么会放过 其他人一听 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本来松动的心 重新坚定了起来 那是因为 他有空间装备 那些人没有发现 张兴泰在一边 替夜中明辩解 他亲眼看到 夜中明在认真研究石珠 如果是上面派来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 石珠的作用 就算不知道 在地表研究 岂不是更好 到这里来干什么 而且从之前的谈话中 明显感觉到 夜中明对这里 一点都不了解 如果是地表派过来的人 会这样 张兴泰 别忘记你的身份 爷爷对自己的手下 就更不客气了 那样子 仿佛要吃人似的 夜中明轻笑了一下 身体突然朝着 前面冲去 急跑发动 几乎瞬间 就到了炎也的面前 其他人进化等级太低 想防备也没有机会 但是炎也却有准备 看到夜中明动了 身体跟着发生了变化 肌肉开始鼓胀 头鼓裂开胀大 嘴巴伸长 瞬间就完成了 血统的发动 狼人血统 夜中明看到了这一幕 就认出了这个血统 前世这是数量 最多的血统之一 高阶很厉害 但是低阶和中阶 只能算是大陆货色 瞬间完成了变身的炎也 对着夜中明挥出了 自己的手 那已经变成了 带着锋利指甲的狼爪 只是他低估了 对方的速度 在即将要碰到 夜中明身体的时候 那个人竟然做出了一个 侧身的动作 躲开了他的手 之后 直接撞进了他的怀中 炎也感觉腹部一疼 身体被巨大的力量 向后掀去 他踉枪了两步后 撞到了石壁 刚想做些什么 脖子就是一颈 一只手捏住了那里 把他生生提了起来 铁索一般的手指 和强烈的窒息 感让炎也剧烈地挣扎 但是很快身体 就变得无力起来 你不是上面派来的奸险 那你能告诉你这些手下 为什么 你隐瞒了自己的进化等级吗 你不是五星进化者 而是六星 虽然你这个六星 弱了点 后面那些 正在永来想要对夜中明 动手的人们 听到这句话都停住了 炎也是六星 他不应该是五星吗 这些人 看到炎也眼睛的变化 就知道 事实就是这样的 因为 那目光里 带着秘密 被突然揭穿后 本能的慌乱 上面的人 为了让这里的人 安心地为他们采集石珠 为了不让越来越多的矿工们 联合在一起冲出矿洞 才让你下来的吧 我猜 你一定和矿洞里 其他势力的关系都不太好 可能会时不时地 制造出一些小摩擦 玩玩合纵联合的小手段 甚至 你还会经常消失一段时间 去上面享受一下生活 是这样吗 很多事情 当没有被挑明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注意到 可一旦有人说出来 每个人就都会想起 这些没有注意过的现象 叶忠明 另外一手里 出现了那把绿色级别的匕首 轻轻一挥 炎炎的一只手 就被砍了下来 告诉你知道的所有事情 我就不杀你 否则 你将会失去 越来越多的身体器官 三矿洞的人都疯了 这是其他知道 矿洞相连的 孤彩者共同的念头 三矿洞的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以二十人小队的方式 在庞大的地下遗迹中穿行 寻找着每个矿洞里 每个势力的老大 传递着一个 让所有人震撼的信息 有人 可以帮助他们出去 这当然是叶忠明 控制了炎炎的手下之后 做的事情 他要把所有矿洞的人 都集中起来 当然 他也没有闲着 他亲自去了第四矿洞 找到了林一迅 把他第一个争取了过来 之后告诉了林一迅 一个地点 让所有矿洞势力的老大 去那里集合 这些老大会来吗 叶忠明相信都会来的 无论是真正被囚禁在这里的人 还是上面派来的间隙卧底 前者是因为希望 后者是因为职责 当四个矿洞的各位老大们 一边消化着层出不穷的消息 一边带着人来到 约定集会地点的时候 他们先是在通道里 看到了三矿洞 孤才者老大炎炎的尸体 进去石厅之后 又看到了遍地的残骸 不少人认得出来 这些看不出本来面目的私人 是那个吃人的黑狗 和他的手下 于是 当他们看向那个 站在尸体中央 身上连一滴鲜血 都没有见到的年轻人之后 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胡闹也不是恶作剧 而是真的要发生了 震慑在先 诱惑在后 事情谈得很顺利 这些老大们 全部同意了叶忠明的方案 叶忠明也不怕 他们之中有间谍 因为他已经从 张兴泰和林一迅的嘴里知道 所有矿洞势力的老大都来了 既然这样 他只是轻轻一句 防着点你们身边的人 谁消失礼 谁就是叛徒 就让这些人开始了互相监督 在自由面前 谁要是破坏了 无疑就是生死大敌 接下来 叶忠明带着矿洞的人 去清理了数个变异生命的巢穴 之后 让这些人集体开采石珠 而这些老大的存货 也都归了他 他付出的 只是一些白色级别的武器装备 等到叶忠明 觉得手头的石珠差不多够了 和这些头目 约定了行动的信号 之后利用去上面交换食物 和水的机会 悄悄潜了出去 对于他来说 洞口那些最高五级的进化者 真的太弱小了 重新呼吸到了地面的空气 感觉大好的叶忠明 在落水寨探查了一圈 把从严爷嘴里得到的 储存石珠的仓库洗劫了一遍 得到了并不太多的石头珠子 之后 又去其他地方看了看 没有什么发现后他知道 是时候去明水街报到了 龚尚明阴沉着脸 看着面前墙壁之中一个被打开的保险柜 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纯暴力拆开 用锋利的兵器 那个女助手观察了一下说道 能不说这些废话吗 龚尚明显的有些暴躁 哪怕是对自己最信任的手下说话 也没有什么好腔调 女助手动了动眼角 道 这个保险柜是特制的 看切口的平滑 应该是件等级很高的武器 至少金色 龚尚明嗡了一声 知道自己刚才有些失态 没有察觉到自己助手话里的意思 损失并不严重 只是一个星期左右的产量 犹豫了一下 女助手才到 要看你想怎么解决 龚尚明走到了椅子上坐下 抱着双臂 闭着眼睛 半想没有出声 女助手的意思他明白 石珠丢失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王大了说 这是五环前需要的东西 虽然连他也不太清楚具体的作用 但重要性是很高的 甚至龚尚明觉得 他自己都没有这些石珠重要 他之所以能够做稳落水债的位置 手下的战队越发强盛 都是拜这些石珠所赐 如果这里出了事情 那么也意味着他必定会下台 那个时候 他自己能不能保得住性命都是个问题 王小了说 这件事情其实很好掩盖 丢失的石珠并不多 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 蒙混过去 只要把这件事情压住 那么一切就会和之前一样 龚尚明自然想要把事情压下去 继续他在这里土皇帝的生活 可是 这个盗走了石珠的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为什么什么都不拿 只拿走了这些珠子 这个储藏地点是如何泄露的 是碰巧 还是早有预谋 这里 会不会和矿洞里有什么关系 很多疑问龚尚明都无法给自己答 所以他才会犹豫 下面有消息传来吗 没有 女助手的回答 让龚尚明略微安心了一点 想了想又问道 老颜下次上来是在哪天 他刚刚上来过 距离下次上来还有段时间 至少也要十天之后 龚尚明站了起来 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 时刻注意下面的消息 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我 他决定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随机应变 叶忠明背了一个大背包 这让他看起来有些怪 里面不是石珠 那东西现在都在他的空间里 现在背包里都是以前在空间之中的材料和磨精 这些东西只能给暂时见不得光的石珠让地方 距离明水盛宴邀请韩上的集合地点 还有几公里的时候 叶忠明遇到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男的无比壮硕 身高至少有两米 穿着一身金刚制造的哥特式全身甲 手里提着一把 至少有一米五长半米款的大剑 整个人看上去就如同一尊门神一样 那把剑就是门板 女的就要娇小许多了 一身米色的长袍 手里拿着一根镶嵌着红色宝石的短手杖 一头黑色的长发披散 在身后随着威风清白 避忆行动队 高一 避忆行动队 临向雪 叶忠明看着这两个人点头示意 但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两个人 但对于这两个人 叶忠明却是早就清楚 避忆现在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最开始就组建的情报部 也是现在整个避忆人数最多的部门 这些人分散在大地上的各个角落 连叶忠明都不知道他们具体在 他们可能是一个荒野中的流浪者 可能是某个公共酒馆的服务员 也可能是某个商队的小队长 他们把得到的消息 一个个发回云顶 在避忆的总部归结整理 可以说 他们是整个云顶的眼睛和耳朵 监视着他们所能看到听到的一切 第二部门 是一个从情报部分出来的机构 内部习惯于叫他们前部 云顶的人则会叫他们间谍部 这些人全部以隐匿的身份 生活在各个势力当中 平时他们并不会和云顶联络 只有在得到重大事件的时候 或者发生了让他们觉得 有价值的消息时候 才会把信息传回来 甚至还有一些极其特殊的避忆间谍 他们从不会联系云顶 只等着云顶去联系他们 这些人是最特殊的 大多都有至亲之人在云顶生活 最后一个部门就是行动队 他们平时并没有什么任务 训练和狩猎是他们的生活主题 只要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手 去清除那些云顶 不希望活在世界上的目标 只是这些人 平时从不会出现在云顶 也不会在任何有人 能看到的地方现身 只有叶忠明知道他们在 这一次夏白和他的战队无法过来 B1就派出了行动队的两位成员 跟着叶忠明 哪怕是现在 他们见过了叶忠明之后 脸上也再次戴起了面具 高队长 林副队长 辛苦了 这两个人 竟是B1行动队的两位队长 这也是叶忠明不太高兴的原因 他理解B1对这次行动的重视 行动队的两个队长 亲自出马 但叶忠明并不觉得 有这个必要 这一次 应该不会有太危险的事情 不过谁说得准呢 要是真遇到什么情况 记得 先以你们自己的安全优先 可是 听到叶忠明这么说 林向雪想要说什么 却被打断 如果真遇到什么 我无法抗拒的危机 你们在和不在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并不是轻视你们 而是在说一个事实 两位队长对视了一眼 一起点头 B1对于叶忠明的命令 会坚决地执行 如果不是这次涉及到自家老大的安危 他们绝不会问理由 让你们安排的人 安排好了吗 好了 那走吧 极短的对话之后 三个人一起朝着约定的地点走去 没走多久 他们就看见了一处极大的湖泊 而在湖泊的正中央 此刻正处立着一道凝胶状的细长大门 如同一只眼睛一样 看着逐渐靠近的三人 一阵轰鸣声传来 从远处行来了一支车队 前面是八辆明显经过改装的机车 造型有些类似于杀戮都市里的那种 全黑的车身配上黑色光亮皮甲的骑手 非常的拉风 在八辆机车的后面 则是一台流金色的巨大房车 颜色并不代表着等级 而是本身被涂抹成了这种颜色 在阳光之下 真的仿佛如同一辆金色级别的装备 房车之后 则是同样八辆之前那种 充满了科幻感觉的机车 在后面 是十台气势彪悍改造乖章的硬拍越野 在没有交通规则的末世 这支车队在地面上肆无忌惮地狂奔着 无论是叶忠明也好 还是身后的两位毕翼行动队的政府队长也罢 他们都不是什么爱说话的人 虽然看到了这支极其显眼的车队 冲着他们而来 也没有过多的惊叹 只是站在那里等着 以他们的身份级别 这样的车队接他们也不过分 然后 他们目送这支车队 从身边擦身而过 呼啸而去 不能否认 那一刻三个人的心中是凌乱的 这样一支车队 竟然不是接自己的 叶忠明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事情 好像和自己预料的不一样啊 两位行动队的成员 秉承着他们一贯的风格 站在叶忠明身后一言不发 只是 当他们看到终于有一辆车过来接他们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终于绷不住了 高一还好 林向雪的脸上明显有些了愤怒 如果仔细看 甚至都能看到 他眼中的点点火焰 开来的是一辆 电瓶车 那种和平时期经常能够看到的 物业常常在小区里开的 一次能挤进四个人的 无门电瓶车 参加盛宴的 一个懒洋洋 带着几分不耐烦的声音 从电瓶车驾驶员的嘴里发出 这个年纪不大的人 打着哈欠 上下打量了一下 这三个人 虽然没有说其他的 但还是能够从表情上 看出他对叶忠明三个人的轻视 在末世 看一个人厉害不厉害看什么 最直观的就是看装备 一个穿着绿色 或者蓝色级别装备的人 那肯定比穿着灰色白色装备的人强大 可叶忠明三人呢 那个大个子 一身金刚铠甲 看着拉风 这要是以前 这一身不得几十万上下 绝对是有钱人的玩具 但现在呢 没有等级顶个屁用 厉害一点的二级变异生命 估计都能在上面开个洞 穿这个东西 要防御力 没有防御力 想逃跑都闲沉 那个女的倒是干净漂亮 只是穿着依然没有等级的白袍子 手里那短帐 是玩具吧 那东西 有什么用 就算是件装备 在末世初期还好 现在也早就落伍了 至于前面那个年轻人 那就更扯淡了 一身休闲装 两手空空 身后背了鼓囊囊的大包 也不知道 都装了什么破烂 估计是带着绿毛的肉块 掺着杂志的水 这个人暗自摇头 这是来野营呢呀 也没等三个人回答 向后示意了一下道 上来吧 我带你们去迁道 三个人坐上去之后 这个小哥开着电瓶车 悠哉悠哉的 向着那个大湖行去 野中明心中奇怪 按照道理来说 能够有资格参加名水盛宴 都应该是数得上的大势力 应该不会出现 这种一个人来 接待自己的情况 就算不在一云顶 现在的实力和地位 看在之前有过 数次交易的份上 怎么也应该 派出一位管事来陪同 但一切 好像都和预想的 有很大差距 野中明不由地想起了 之前偷偷进入 落水寨的进化者 难道事情 发生了什么改变 听到野中明的 这些疑问后 来接他的人 哈哈一笑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无论什么事情都一样 这个人竟然很健谈 他直接告诉了 野中明心中的疑惑 本来这名水盛宴啊 只是邀请了 这天下有数的 一些大组织 大机构参加 但是你们 是怎么听说劲过来的 哈哈 说明消息 早就走漏了出去 本来一个好好的机会 生生弄成了一个 乱七八糟的武林大会 五环钱是什么地方 那是一个死赚钱 赚死钱的地方 他们可以利用 一切能够给他们 创造利益的机会 既然消息 被很多人知道了 他们干脆就不管了 甚至还推波助澜 让更多的人得知 野中明静静地听着 这河落水寨那边的情况 一点都不一样 知道吗 现在这片大湖 周围的各个方向 有很多被五环钱 控制的小战队 在做着五本生意 继续保持 名水盛宴的神秘感 然后送那些 被吸引来的人们到这里 从中赚取不菲的带路费 而我们这样 没人家强大的 只能为每天 一枚三级魔镜的报酬 来这里带路接人 这个人自嘲的笑笑 看到那只大眼睛了吧 我这里是免费的 可是到了湖边 想要去往那只大眼睛 也就是名水界 就需要交纳船费 到了门口 还要再交一笔入门钱 这些就都是五环钱收的 仅仅是这两项 他们就能赚到死 这些天 已经不知道 多少人多少势力 交了钱进去了名水界了 当然 如果你有手中 有他们发出的请帖 那就可以免费了 这个人哈哈笑着 希望你们兜里的魔精 还够付这两处的费用 这里面 到底有什么 叶忠明试探地问了问 这个人神秘一笑 对着叶忠明挑了挑眉毛 叶忠明伸手 从后面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枚三级魔精 放在了他的手边 场亮 这个人眼睛亮了 没想到叶忠明 竟然能够给他一枚三级魔精 这可是他一天的报酬了 其实名水盛宴 就是一个解谜大会 叶忠明真的惊奇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 听到这种论调 这个名水界的来历我不清楚 但是打开之后 里面据说 有一个广袤的空间 有很多好东西 可并不是什么东西 都是唾手可得的 五环前 在把那些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 拿到手之后 还有一些东西 他们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得到 所以办了这场盛宴 就是想要让大家一起去 解开种种谜题 然后分的那些好东西 这次不仅叶忠明 连身后两个 一直没有什么表情的 必义行动队 正副队长 都有些动容 这就是名水盛宴的 真正目的吗 我知道你们不信 我呢 也不敢保证我说的就对 但是 嘿嘿 我有个亲切 就在五环前里做事 这些消息 也是他告诉我的 我来这里干活 也是他介绍的 所以说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这个人很自信 看到叶忠明他们不太信 就说出了情报的来源 其实啊 要我说 你们压根没有必要进去 大概是觉得拿了 叶忠明等人一块三级摩金 总得表现出相应的价值 这个人压低声音说着 车速也放慢了少许 哦 为什么这么说 叶忠明饶有兴趣地问 这个人四处看了看 看到周围没有什么人 这才道 我那个亲战 我那个亲戚说 那些没有解开的谜题里面 有一部分 是那种要么非常繁复 要么非常危险的 这些项目 会交给你们这些散户去做 而那些被邀请来的人 则会和五环钱的人一起 去破解那些顶级奖励的 所以啊 你说你凑什么热闹 复杂的那些 连五环钱都破不开 你就能破开了 而危险的那些 连五环钱都觉得危险 难道你去破解就不危险 兄弟 你和我演员 看你年纪也没有大 老哥我劝你一句 什么都没有命重要 保守着活着 比冒险的活着 活得长久 看着这个人 一脸郑重的表情 叶忠明知道他说的是 真心话 在末世能够碰到这样的人 也不容易 不过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叶忠明来到这里 可不是为了过门而不入的 看到叶忠明坚持 这个人叹息了一声 也不再劝说 只是说道 那你们进去小心吧 看到不好赶紧撤 命 命 命最重要 到了湖边 叶忠明三人下车 这个人看着三人摇摇头 说了声保重之后 去一边排队 等着接下一拨人 老板 怎么走 高义低声叫了一句 意思很明显 是把琴铁拿出来直接进去 还是叫一些魔精 先去这些小事里的地方看看 叶忠明笑了笑 你知道我闻到了什么味道吗 虽然一直在直接听从 这位年轻领袖的命令 但是高义和林向雪 两个人都没有跟在老板身边过 所以并不理解 叶忠明这句话的意思 叶忠明也不介意 而是眯着眼睛 看着湖中央 如同树眼一样的 名水街入口 喃喃道 我闻到了答案的味道 在交纳了 每人五块三级魔精之后 等待了一会 三个人和陆陆续续 到来的几十个人 上了一艘有些破旧的渔船 朝着湖中心开了过去 船上的人说着话 大多是咒骂五环前心黑的 他们过来的时候 被宰得最多的 也就是一人两块三级魔精 到了五环前 这里 竟然明晃晃的 要五块一个人 据说到了名水街的门口 还要再交一次钱 叶忠明 三人自然不在乎这点魔精 只是对这种 被剥削的感觉感同身受 接着 这些人又谈论 起名水街的一些新闻 什么里面有怪兽啊 什么里面有魔精啊 什么里面有宝藏啊 说什么的都有 叶忠明只是听听 从未当真 如果去相信 这些现在表现得很实在 仿佛对大家敞开心扉 分享自己消息的 进化者们的话 那么以后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些人 之所以在这里侃侃而谈 无非就是 想要诱惑其他人 说出知道的消息 他们自己嘴里 没有几句真话 能够在末世 活到现在的 都是老奸巨华之辈 就在这时 这些人突然都不出声了 一艘豪华游艇 从后面飞速赶来 很快超过了 这艘破烂渔船 甚至因为速度的关系 破开的水浪 把渔船冲击得摇摇晃晃 这让不少人破口大骂 行了 行了 发泄一下得了 真让里面的人听到 嫌活够了吗 驾驶渔船的人 可不是外围成员了 而是五环前的正式成员 听到这些人 骂骂咧咧的 就皱着眉头喊着 我说 船老大 之前那拉风的车队 接来的人 就是里面坐着的人吧 一个五星进化者 大概自觉实力不错 喊着问道 驾驶渔船的人 看了看这个人 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点点头 厉害 喂 说说 这里面是什么人 还有 这一次 来明水盛宴的大佬 都有那些 五环前的人 眉毛一挑 大概自己 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就如同和平时期 说着 世界五百强 或者福布斯上的 富豪一样的心情 咳嗽了一下道 那可多了 这么说吧 现在中国 右头有脸的人物 大部分都会来 快说说 其他人 听到这个纷纷催促 他们虽说 在各自的地区 也都是战队队长 之类的大人物 但和那些大势力比起来 还是差许多的 现在有了近距离 接触的机会 无论抱着什么样的心思 都想听听这些 行 我就和你们说说 五环前的人 故意卖弄了一下后才说 雪峰的老大赵希哥 红海之海的团长陈阳 开泰阁的老大牧远牙 无限冲锋的老大刀扒皮 这个人一连串说了 十来个名字 周围的人听了 或许不知道全部 但其中 有几个人是听说过的 那都是他附近 或者早就知晓的 大势力的头目 平时就是他们惹不起的人物 哼 赵向雪突然哼了哼 显然是不爽这些名字 叶忠明笑笑 他知道为什么 自己这位手下不满 因为这些人 势力叶忠明都知道 碧一自然也都知道 消息 都是他们给叶忠明的 可也是因为了解这些势力 碧一的人 就越会对这些人 失去神秘感 自然也就不会有 什么敬畏之心 在赵向雪看来 云顶山庄 随便拿出两个主战战队 都可以把这些 所谓的大势力 给灭掉 而这些什么赵夕 割刀扒皮之类的人 也就是个六星进化者 而这个级别 云顶山庄 没有五十个 也有三十个 高一和赵向雪 就都是这个级别 他们有自信 对上这些人 他们绝对会完胜 还有呢 其他人自然不甘心 只听到几个名字 继续追问 嘿嘿 这些人呢 其实在我们大中国 只能算是二流人物 他们还算二流 听到五环前的 这位船长这么说 不少人都很惊讶 这些人算二流 那我们这些人算几流 本就和人家 差这几个档次 那是 不入流 那当然 因为他们只能排在榜末 榜末 不少人更加疑惑 什么榜末 就连叶忠明都很好奇 你们不知道吧 就在昨天 我们五环前 其他几个权威市里 发布了一期榜单 国区排行榜 国区排行榜 船上的人下意识地 向着这个人的方向凑了凑 显然极其的感兴趣 排行榜这东西 本就可以是一种 最直接体现实力对比的榜单 在和平时期 几乎每个行业都有 在商界有什么十大品牌 五大巨头 三座高山之类 在娱乐界什么一线明星 三位大佬什么的 在体育界的世界排名等等 每一个都会被无数人关注 特别是一些 让人幸福的榜单 更是成为了权威 被所有人当成了行业标准 漠视之中 消息闭塞 很多人其实心中 对于外面是什么样 自己在整个幸存者中 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心中都非常渴望知晓 而这种排行榜 无疑会给他们一个标杆 虽然不能告诉他们 自己究竟是谁 却可以让他们 认知到自己在 就连叶忠明都对这种榜单 非常的感兴趣 这让他想起了那份 出道阴城时候的 势力排行榜 当初白风赵新美他们 为了那份榜单 都拼成什么样子 船长显然对自己 抛出的这个话题 让大家这么兴奋很满意 只是说过这话后 却自顾自地开着船 漠然不语了 大家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一个人 恍然大悟 颇为不愤地看着船长道 卧槽 你们五还钱 还真是死要钱 这点消息你也要好处 众人一听这才明白 人家这是不想免费说 一些脾气不好的 就低声骂着 却也不太敢得罪得很了 一些人无奈地看着这个人 还有一些人则漠然不语 看样子是打定主意 别人给不给 不管他自己绝不会掏一分钱 叶忠明看到这种情况 适应了赵向雪 这个女法师不甘地走过去 拿了一枚三级魔精 放在了那里 按照道理说 一份可能随时会被大家知道的榜单 一枚三级魔精 已经很不错了 但这位船长看了一眼 竟然微微摇头 赵向雪握着法杖的手 就紧了紧 她虽然进入B1 并没有太长时间 甚至成为六星进化者 也没有多久 但是却执行过数次任务 并且极其地成功 因为她是重点培养的对象 下手也符合 B1很辣无情的风格 所以才能在短短时间内 成为了两位副队长之一 辅佐队长高一统帅行动队 她的脾气可绝对谈不上好 只是想到老大就在身后 这个时候 要是自己抱起发难 身份就完全暴露了 于是 赵向雪又放下了一枚三级魔精 同时用目光警告这个五环钱的人 不要太过分 这位船长哈哈一笑 把两枚魔精熟练的收入兜里 对大家抱以歉意的微笑 大家别怪我 因为这份榜单以后可不是免费的 那也是要收钱的 我这也是让你们提前熟悉一下规矩 其他人集体冷笑 显然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这个人略微尴尬地咳嗽了两声道 榜单并不是只有一个 而是有五个 五个 这个数字一出 其他人立刻忘记了 船长刚才的敛财行为 纷纷询问是哪五个 国区综合实力排行榜 国区装备排行榜 国区变异生命排行榜 国区战兽排行榜 和最受关注的 国区个人战力排行榜 船长不再拿稳 单脆地说出了是哪五个榜单 这么多 靠谱吗 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的确 排行榜最重要的是什么 权威性 而如何保证权威性 就是准确 末世不是网络时代 在地球一端发生的消息 另外一端可能几十秒后就知道了 现在别说全世界 就是同一个地区 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要在数天之后 才被其他人知晓 这也难怪被人质疑 但这位船长 显然对自己组织 公布的这份榜单很有信心 他傲然的 这个你们放心 我们和那几个组织联手 榜单准确性 我不敢说绝对没有疏漏 但肯定可以真实反映 绝大部分的情况 大伙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不用太计较 以前那些什么世界排名 就一定是全部正确的 这一点倒是真的 网络时代都不能避免一些数据出现错误 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我先说说我们的敌人吧 船长脸色郑重 其他人也是一样 因为末世的主题 就是人类和变异生命的对抗 每个人也都想知道 大家的对手们 现在已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夜中明认真的听着 在这方面 现在云顶 还真就没有专门统计过 榜单上 一共有50个强大的变异生命 数量太多 我就不一说了 我只说前10个 船长看着越来越近的民水街入口 开始说出国区变异生命排行榜 第十位 红泰山 八级变异生命 听名字大伙就知道 这是一头变异巨猿 一身的红毛 身高超过20米 力大无穷 活动范围在华东地区一个省 最著名的战绩 是他一个家伙 干掉了一个强大的中型狮群 第九位 白米 八级 是头边翼藏羚羊 自然在雪区那边活动 因为最喜欢吃大米饭 所以 得了这个名字 据说碰到他的人要想活命 身上就要有大米 最著名的战绩 妄想僧被他用脚顶死的 不少人还没有从第一个变异巨猿的震撼中清醒过来 就已经被第九位的白米所震撼 妄想僧这个人 实在是太出名了些 不管前世 还是精神 因为这个人在末世初期 一直在用广播向全国范围播放着他的声音 他的旅程 他的进化过程 进化等级等等信息 都被他公诸于众 很多带着极易携带 并且不容易失去动力的收音机进化者 都知道了 这位自称为妄想僧的僧侣 那个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惊讶于他实力进步的快速 大家都相信他的实力 因为他会把狩猎的地点 对象收获和转动轮盘的信息 都说得清清楚楚 就如同账单一样 由不得大家不信 谎言如果能够做到这种细致的程度 根本是不可能的 后来虽然电台能用的也不多 但妄想僧 还是会偶尔从他的活动范围内 传出一些消息 只是这位极其有名的僧侣 突然在两个月前销声匿迹 大家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而他失踪的时候 进化等级刚刚到了七星的级别 没想到 妄想僧竟然已经死了 还是被这个叫做白米的变异藏羚羊杀死的 大家顿时对这份榜单 有了重新的认识 第八名 链儿 这是一只丧尸 八级 非常罕见的精神类丧尸 自身的势力 或许没有同等级的那些同类强悍 终止着庞大的狮群 我们五环前在城榜之前一直在观察他 他的手下 有超过五十万丧尸 不少人一起哆嗦了一下 都对五十万这个数字感到恐惧 叶忠明也很意外 当初虽然云顶山庄 被超过两百万的变异生命攻击 但那都是很多群体集合在一起的 其中几个八级的首领 也是后来临时成为了指挥者 单独一个八级的生命 根本没有五十万的小弟 怪不得这个 已经被赐予名字的丧尸 可以排在第八名 第七名 刚夺 一个以防御力著称的怪物 曾经在入睡的时候遭到攻击 却一直没有醒来 但那些敌人压根就破不开他的防御 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第六名 深潭爱丽 八级 这是一只类似于章鱼的怪物 但是生在东南的那个湖里 捕猎的范围到了上千公里以上 第五名 四同灵猫 八级 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家伙 但是基本上看见过他的人大多都死了 这是个没有固定领地的恐怖杀手 因为其体型很小 速度极快 敏捷更高 隐藏于黑暗之中 没人能够察觉到他的行踪 说到第五名 船长的语气越发慎重 仿佛这些生命就在周围似的 第四名 双生羽婆 八级 听到这个名字 叶忠明眉毛一挑 他很意外在这个排行榜上 听到羽婆的名字 只听到船长继续道 这个双生羽婆有些怪 他最早出现在阴城 后来消失 有一只和他同样级别的变异黑猫宠物 按照道理说 他应该是个非常恐怖的存在 可事实上 很多人看到过他 但是这个变异丧尸 却极少杀死人类 并且 说到这里 船长顿了一下后才到 并且他 会说人类的语言 这怎么可能啊 一个人不可置信地说 现在人类大概可以猜测到 当这些变异生命 进化到了高等级之后 一些极特殊的种族 可能会说人类的语言 但是一个八级生命 还是一个丧尸 会说人言的可能太小了 有人和他交换过东西 船长言之凿凿 很多人都看见过 据说宇婆的长相极为漂亮 如果不是额头的魔精 他和人类几乎没有区别 没人对他动心 有个人双眼放光 显然觉得 以人类的智慧 应该可以用一些方法 把这个宇婆弄到手 双八级啊 到手了之后 那实力立刻暴涨 哪有那么简单 宇婆非常的聪明 虽然他不怎么杀人 但不代表着 他不会杀人 不是没人试过 但最后 只是丢掉了他们的命 这些试过的人里 还有大势力 但却被一夜涂成 国区变异生命榜第四位 可不是白白排在这里的 那这么强大的宇婆 竟然只能排在第四位 那前三位 说话的人讲到一半 突然就停了下来 但大家都知道 他后面的话是什么 船长点点头 是的 前三名都是九级的变异生命 逃出水瓶 喝了看口水 他又说道 地球上的九级生命 肯定不止这些 甚至中国区 可能也不止三个 但我们发现并且确定的 就是这三位 第三名 九级 人狮 这是一头森林里的变异狮子 没错 不在草原 在森林中 因为可以如同人类一样行走 所以被最初发现的人叫做人狮 后来也就没改 大家静静听着 叶忠明也是如此 碧翼的确有过九级生命的消息传来 但是都有些不确定 他也没有让自己的手下去 冒着生命危险去追寻答案 因为没有必要 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 九级变异生命还是过于强大了 他宁可去一夫人 王成面对九级的胜负 也不愿意面对这里的九级怪兽 人类想要挑战这样的存在 至少也要一些大势力的核心人员 都达到八星才行 这样才有机会 联手杀掉一头九级生命 大家等着 但船长却不说了 有人问他又要钱 船长摇头 说没了 其他人又问为什么 他说 能够确定这个九级生命 在南方的森林中已经很不容易了 想要得到其他信息 这个真没有 见过九级生命的都死了 能够确定他们存在 五环前和那几个机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第二名 不刮 九级 一种沙漠里会飞的怪鸟 叫声类似于不刮两个字的发音 也搞不清楚是变异生命还是怪兽 反正被人见到过 因为可以飞行 所以把他排在了人师的前面 最后一个 也就是第一名 船长淤了口气 凯王 九级 一只丧尸 真正的尸王 在那片人口最多的城市带里 独来独往 但战力无双 没有什么是他的对手 叶忠明身体不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突然问道 那为什么把他排在第一 只是因为 他曾经是我们人类 船老大看了叶忠明一眼 看到照相雪乖巧地坐在他身后 知道刚才的魔精 其实应该是这个人给的 对叶忠明点头示意了一下道 当然是有理由的 而且很充分 因为有人远远地 看到过凯王进入了前海 和一头海中的九级生命战斗 他是最后的胜利方 众人恍然 原来如此啊 一个能够战胜同级的九级生命 那么明显是最强的 这几乎无可争论 叶忠明低着头 来掩饰眼中情绪的剧烈波动 是凯王 竟然是凯王 前世赫赫有名的死神 这一世依然是九级 如果只是一个九级生命的名字 是不会让叶忠明如此激动的 人师和布瓜忠 后者他就听说过 但凯王不同 因为前世叶忠明参与过一次行动 给数个大势力清理外围 他本来压根 就不知道人家要干什么 行动过后许久他才知道 那些人 其实是在几百公里外 猎杀一头九级生命 而那个被猎杀的生命 就是凯王 而通过事后的一些消息 叶忠明知道了一个 他当初听到只是觉得新奇 而现在想起来 却让他心跳加速的 秘密 他知道这个九级生命的弱点 其他人自然不知道 叶忠明此刻的想法 只是纷纷议论着 这个变异生命的排行榜 无论在任何时候 每一个榜单 自然都会有意义 很多人表示着不赞同 说在某某地方 有个强大的变异生命 应该可以进入前十的 有人说这上面全都是变异动物 或者怪兽 那些变异植物呢 它们之中强大的个体 绝对不会比这些变异动物弱 还有人说海里的生命 肯定不知道有多少个九级了 这榜单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 也有人觉得这份排行榜 还是不错的 用自己听来的一些传说 去印证上面 这些名字的强大 一些变异植物自然是强大的 不过说实话 它们中的绝大部分 都在人际罕至 森林雨林 或者茂密的植物袋 这并不好寻找 并且 它们的魔精 也不知道隐藏在身体的哪里 这一点 大家也都深有体会吧 听到船长这么说 议论声音逐渐降低 直到消失 这个世界太大 我们又太渺小 不可能知道全部 这份排行榜 其实已经是用心之作 大家就不要太苛刻了 有一个年纪大一些人的唏嘘说着 他觉得 这榜单 已经可以让人们有效了解 现在顶级变异生命 处于什么位置 作为一种标杆 已经足够资格 叶忠明这个时候 已经缓了过来 他想清楚了 知道了凯王的弱点 又如何 那可是 九级的生命 如果单独对上他 没有相同的进化级别 知道弱点也没用 那说说其他的排行榜吧 一共五个 现在只听到了一个 自然有人心急 行 那我们再说说 国区战兽排行榜 这个排行榜比较特殊 整个榜单只发了前20名 并且里面的战兽 都是纯粹的变异生命 并不包括召唤物 和非永久的那些 咱们还是从第十名说起 船长这次的语速 很快 大概是觉得快要到岸了 要是军第二军军长的战兽 猎天鹰 六级 罕见的飞行种类 第九名 名称守卫团老大的战兽 幽名黄金蟒 六级 一种能够使用 黑暗能量的变异蟒蛇 第八名 再造华山的首领 秦诺的战兽 小罗珍 六级 是一头类人形态的怪兽 秦诺起的这个名字 据说是怀念他死去的孩子 第七名 九龙的战兽 六级 对 就是那只著名的便衣大蚯蚓 九宝 一人一兽 末世里的独行者 第六名 品宫那位年长者的乌龟战宠 千年 六级 在那片湖上绝对的霸主 船长一口气说出了五个战兽 全部都是六级的 如果夜中名三人不在船上 这些人估计连这些战兽的等级都不如 现在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 心情难免有些复杂 前五名 都是七级 一句话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 又全部都吸引了回来 第五名 十人魔连锁那位神秘东家的战兽杨风 诡异的拥有独立思维和行动能力的能量体战兽 第四名 反抗驱张和泰的战宠 蓝金 一头拥有蓝色眼珠的便衣白虎 第三名 万寿庄园的老大 自称寿亡的李大千的战兽 斑斓巨雄 第二名 神堂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所长的战兽 天羽魔腾 非常罕见的便衣植物 据说能力异常强悍 但只听齐鸣 没人见过 叶忠明诧异地看着这个诉说着国区战兽排行榜的人 心说 神堂在制造生命这方面能力非常强悍 虽说和云顶山庄走的是两条路子 但绝对是这个国家甚至世界顶尖的水准 那位神堂的所长 给他自己弄一头强大战宠叶忠明一点都不意外 至于那些拼凑出来的八级生命没有上榜也正常 毕竟那并不是自然的进化体 他意外的是 神堂所长的战兽 这个叫做天羽魔腾的植物 只是七级 并且竟然没有排在第一位 那第一位的是谁 这位五环前的内部人员给出了答案 第一名依然是万寿庄园 只是这头战兽并没有固定的主人 他受到五个人的集体控制 议论声又起 这事情对他们来说有些匪夷所思了 只有叶忠明若有所思 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就是 早耻 一种被命名为了我们古代神话中 一种生命称号的强悍存在 并且 他不是七级 而是八级 这不可能 一些人立刻不同意地喊着 并且也说出了他们的理由 现在整个人类 还没听说过 谁是确定了的八星进化者 怎么可能有战兽是八级的 这不是要主弱宠强 不怕被反噬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除了那些特别稳固的主宠契约外 其他形式的联系 都会受到主人和战兽双方 实力波动的影响 只有叶忠明微微摇头 因为刚才船长的话 已经给了他答案 五个人共同拥有一只战兽的控制权 这种形式 只有一种可能会造成 就是这个万兽庄园 拥有至少是中型 甚至是大型的兽施装备 兄弟 这个世界发生过的神奇事情 还不够多吗 连TM轮盘这种扯淡的东西 都有了 那么一个集体 拥有八级的战兽 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点 如果说其他战兽 大家还可以怀疑实力如何 那么这个早尺根本没必要 因为 他会在某个特殊的地方沉睡 只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出战 我们五环前的人亲眼看到 船长解释着 语气笃定 那你这个也不准 赵向雪突然开口 看到大家都看向了他 这位毕翼的副队长 一脸不愤 据我所知 云顶山庄就有一头战宠 实力 绝度 可以排在前十 甚至前五 云顶山庄 虽然现在 也算是超级势力之一 但是毕竟进入这个行列的时间比较短 漠视消息流通的慢 银城周围的那一大片 势力范围内 还好 附近的一些地方 因为那个悬赏知道的人也不少 但是在其他地区 云顶在普通人进化者中 并不是很出名 至少这艘船上 大半的人就不知道 美女 你说的是帝皇丸吧 岂知这位船长竟然知道 他笑笑说 云顶的那位老大是个强人 他其实是有战兽上榜的 只是没进前十 就是他的那群飞行战宠 排在第十三位 至于帝皇丸 你说的也没错 他的实力 近前五没问题 但是 他现在处于贫死状态 已经不能战斗了 有一些不知道 帝皇丸 是怎么回事的人低声讨论着 几个消息灵通的人 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 让大家大概的知道了点 关于那只强悍黄金斗的情况 虽然不可否认 云顶山庄现在的强大 但是这只进入了 金属化状态的战兽 说实话 至少我们五环前内部一些 在这方面很有权威的人认为 恢复的机会不大 或许以后 只能作为一种图腾和纪念 摆在云顶山庄之内 赵向雪还想说什么 却看到叶忠明 暗中做了一个动作 这才不再言语 这位船长显然对 帝皇丸的事情 真的有些了解 看着赵向雪道 估计 美女你是云顶山庄附近过来的 对那只黄金狗很熟悉 但我说的 也是事实 其实 以我看来 几个排行榜的 变动以后都不会小 哪个出现了意外 或许就下榜了 谁运气爆棚实力猛涨 或许就进榜了 所以啊 等到云顶的人 把帝皇丸救活了 他或许就一鸣惊人了呢 如果真是那样 云顶的老大 在把他的那群 飞行战兽升升级 或许是国区战兽 排行榜上 就有他两个位置了 赵向雪听到这个人这么说 脸上的表情柔和了一些 说说其他的排行榜吧 一些人看到靠岸在即 纷纷要求 船长说说其他的榜单 他们对于另外三个 更加感兴趣 好 那我们说说 国服装备排行榜 船长黑黑一笑 依然是前十名啊 其他的你们到了 名水界之后 自己去看 第十名 光级训练台 拥有视力 云顶山庄 级别 金色 哇 听到这个名字和等级 船上的人 发出了轻声的感叹 对于他们这些 还在为了全身 白色装备而奋斗 因为得到一件绿色装备 而欣喜若狂的人来说 金色级别 对于他们来说 完全是梦想中的东西 乍一听到 前十名中 全部都是金色 和金色级别以上的 都被震惊得 无以复加 他们深深地意识到 自己和这个世界的 顶级进化者之间的差距 身处这些人当中 叶忠明 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因为前十的他 连这些人都是远远不如的 这些人至少也是 一方的大人物 战队队长的级别 进化等级四星左右 而前十的他 在这个时间点 也才三星而已 只是 让他略有意外的是 之前两个榜单 都没有云顶和自己的名字 而装备 这个排行榜上 第十名 就是光级训练台 这件装备可了不得 这是一个可以模拟 任何变异生命战斗的机器 只要把变异生命放入进去 完成类似于数据收集的行为 那么以后 进化者就可以进入训练台 和这种变异生命 进行逼真度 极高的对战 船长脸上露出羡慕的神色 大家也都知道 经验有的时候 比等级重要 在关键时刻 是会救命的 试想一下 在野外看到一个变异生命 在实力不变的情况下 初次见面 什么都不知道更安全 还是早就 和这个家伙虚拟中 打过无数次更安全 显然是后者 如果没有经历过末世 肯定无法理解 这件装备的意义 但大家都已经 在这危险的世界里 生活了两年 自然可以感受到 光级训练台的牛逼 许多人感叹 这简直就是提升 战斗力的最佳途径啊 第九名 玛雅圣杯 拥有势力 王者科技 级别 金色 这和第十名的 光级训练台一样 是一件辅助装备 功能就是 进水 船长顿了一下 没等其他人询问 就继续道 当然不是普通的进水 而是可以把被污染的水 变成干净的水 把干净的水 变成可以增加 人体能量的水 据说啊 具体功能说好几种 进化过的水 有的可以治疗伤势 有的可以恢复体力 有的可以清除 负面状态等等 这个厉害 有人忍不住喝彩 哪怕这件装备 不是他的 但能够拥有 这样的功能 也让他听得眉飞色舞 可以让水 拥有如此多的功能 这件玛雅圣杯 连夜中明听了 都觉得 是不可多得好东西 只是不知道 那些水的具体功用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所以 夜中明 暂时也无法分辨出这东西 具体对人体的作用 第八名 暗生之笔 拥有者 优 级别 金色 说起这把武器 其实排在这个位置 是有争议的 因为金色 及以上的装备 可以掩盖色彩 所以我们的人 想要追踪 所有这个等级的装备 很困难 只能从一些 确定了 级别属性的装备之中 来进行排行 而这件装备的等级 其实只是听人说过 能够排在这个位置 是因为这个 拥有者优的一次战绩 每一件强大装备的后面 都有一段 或暴虐或曲折的故事 都有一段 洒满了鲜血的路 这句话在前世很流行 这足以说明 顶级装备在某些时候 已经超越了 他们本身 都被赋予了 某些特定事件和经历 这位优大家 或许不清楚是谁 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是位杀手 他曾经刺杀过一个 拥有金色武器的势力老大 当时有人看到 这把匕首切断了 他刺杀目标的 同级别武器 这是我们 把他排在这个位置的根据 云顶的三个人 听到U这个名字 全部都没有任何表情 但他们的心中却知道 这个人 是云顶的人 确切地说 就是避意行动队的人 这把暗生之笔 本就是夜中明 从轮盘上得到的 只是他没想到 竟然会排在这么高的位置 他并没有绝对 那把匕首有多么厉害 除了锋利一些 看了看这位船长 夜中明突然意识到 这个人 估计在五环前中 也颇有地位 如果不是这样 就是五环前 专门安排了这样的人 估计在这个 通往民水界的过程中 来向这些进化者 故意透露这些消息 看来五环前 对于这份榜单看得很重 估计是被荡城 进入各大势力的跳板了 第七名 啸天战旗 拥有势力 要势军 级别 金色 这是一件辅助和攻击防御全功能的装备 在装备范围内的几方战士 会得到身体素质的加成 并且 啸天战旗 还拥有释放群体防护技能的能力 至于攻击的能力 我们只知道 确实存在 但具体是什么方式 拒不得而知了 这个时候 哪怕是渔船再怎么缓慢 也已经接近了民水界的入口 大家发现这里 已经被建成了一个临时的水上码头 几十只艘各式的船只 或者停泊在这里 或者正在离开 在周围各个方向的湖面上 还有不少正在开往这里 第六名 诺诺的野游伴侣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无 听到这位船长说没有级别 立刻引起了众人躁动 纷纷询问原因 这是一件战功装备 具体如何来的 我等一下和大家解释 我要说的是 这是一套装备 一共四件 被云顶的一对双胞胎姐妹穿着 非常的强力 据我们的不完全了解 装备就有互相提升战斗力防御力 武器攻击等能力 最厉害的 是可以召唤了三种方式的战斗适从 最厉害的一种叫做 公主骑士 实力丝毫不亚于六星进化者 甚至比六星进化者都要强 真的假的 这不可能 很多人都不相信 这样的一套装备能有这么强力 那别人怎么活 还有没有级别 那这东西是什么 只是船长微微一笑 非但没有解释 反而说起了下一个 第五名 甲级战争堡垒 拥有势力 反抗区 级别 金色 这件装备更厉害 因为这是人类科技和轮盘科技的 完美结合 功能极其的强悍 载人作战 陆海空三七作战 攻坚战 防御战等等 几乎适合各种类型的战斗 按照道理说 虽然甲级战争堡垒很强 但是毕竟弱点也很明显 因为它非常的大 和一栋楼房一样 所以会让它非常的显眼 非常容易被锁定和攻击 但排进前五 是因为两点 第一 它的攻击方式多样 单体群体都有 特别适合大场面的群体战斗 这是之前那些装备 无法比拟的 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 它拥有量产的可能 这句话 让不少人听得目瞪口呆 量产 金色装备 这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 无异于天方夜谭 超出他们的层次太远了 一个个手中 连绿色级别的装备 都是凤毛麟角 听到人家说 可能量产金色 这种剧烈的落差感 足以让任何人从兴奋到悲伤 从云端到地下 从硬硬的到软软的 第四名 精能磨弹枪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紫色 荣氏圣衣 拥有势力 反抗区 级别 蓝色 双排名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 渔船已经停靠在了 临时的水上码头 但谁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船停了 实在是被这个双排名 弄得心仰难耐 为什么第四名有两件装备 为什么蓝色级别的装备 和紫色级别的装备兵裂 面对大家集体的疑问 这位船长解答道 精能磨弹枪自然没得说 一把紫色的使用魔晶 作为动力源的近距离线弹枪 威力巨大 据说还是一种 化石代异议人造武器的原理来源 攻击可以附带元素系能量 切割类型伤害 小范围攻击 威力恐怖 至于为什么 荣氏圣衣这种蓝色级别的装备 可以排在第四名 并且和紫色武器并列 那是因为这种装备是成套的 是人类顶级工匠制造的 甲级战争堡垒 还是人类制造的呢 还是金色的级别 却只能排在第五位 这个怎么就能排在堡垒的前面 船长一笑 因为荣氏圣衣的特性决定的 这一套荣氏圣衣有五件 头盔 上下的战甲 战靴和腰带 每一件都是蓝色级别 但合在一起成为套装 其中的一个属性就是 他们的实际能力会跃升一个等级 成为和金色级别相差无几的装备 换言之 这是五件金色装备 你们说 五件金色和一件紫色 排在一起 有什么不可 众人恍然 原来是这样 同时对这位能够制造出 如此强力装备的工匠 从心里感到羡慕和敬佩 当大家还在被轮盘决定命运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改变着许多人的命运 叶忠明也暗自叹息 这位反抗区文仲手下的神秘工匠 真的是每一次都可以给他以惊喜 一段时间过后 他竟然已经可以制造出 蓝色级别的荣世圣衣了 看来光要离开之后 文仲对这位工匠 是下了大力气培养的 我们说快一点吧 船长看了一眼码头 第三名 战功勋章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金色 你们一定有疑问 之前的排名都已经到了紫色的级别 怎么又有金色装备出现 是的 你们没猜错 这种战功勋章依然是套装 并且还自带了一个战功系统 他自身自然是强大的 但没有强大到和前十名的这些装备相比 可是你们知道吗 排在第六名的诺诺的野游伴侣 就是从战功勋章里面的战功系统兑换出来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诺诺的野游伴侣没有等级了吧 因为他们是一套战功装备 能够出产一套排名第六的装备 未来可能还会产出更多 你们说战功勋章有没有资格排进前三 这么一说 别说其他人就连叶忠明自己都觉得战功勋章非常了的不起 第二名 四项面具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紫色 这件紫装的出世 有很多人亲眼看见 拥有四个元素系的攻击 并且附带四种状态 比如冻结灼烧等 造成双重伤害 当然 我们不是很了解 据说还有特殊的能力 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船长唏嘘了一声 第一名 我也直接说了吧 你们可能想得到 也可能想不到 直说吧 头名就是地煞月刃 拥有势力 云顶山庄 级别 紫色 又是云顶山庄 这是哪路神仙 你们这排行榜 是不是搞错了 全是这个云顶山庄 你们五环前一件都没有 就是 我知道很多大势力的老大手里 都有一肠强悍的装备 你们这个有点扯淡吧 对于排名第一位的装备 依然来自云顶山庄 很多人表示了不解和质疑 这些在各自地区都有一定地位的人 多少知道一点高层的情况 比如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反抗区 毕竟反抗区在广袤的国土上 几乎处处都在 很多人知道要是军 因为要是军的分布遍布各个角落 自然 大家也都知道无孔不入的五环前 只是 毕竟知道云顶的不多 所以对这种霸榜的行为 发自心底的不满 说白了 还是对云顶不信任 船长摆摆手 还是之前那句话 这种榜单肯定有疏漏 特别是金色级别以上的武器装备 可以随时隐匿代表等级的光芒 我们就更不能保证 排行榜百分百的正确 但哪怕有什么遗漏 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以后的榜单最多就是 有新补进来的装备入榜 排名次序会有些变化而已 那你那么肯定这把低杀越刃 就是第一 我看没有战功勋章好吧 甚至我觉得 还不如荣世圣一 有个人说出疑问 这也正常 毕竟的杀越刃有什么能力 全部都是个未知数 价值上怎么可能超过未来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你可以去质疑排行榜上 其他九件装备里的任何一个 但这把低杀越刃 却是无可争议的第一 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理由 我们需要一个理由 那个人继续问 这件装备刚刚出世不久 我们之前只是在猜测它的存在 但随后得到了印证 船长从早就没有玻璃的 简陋驾驶舱中出来 看了沿岸边后道 风之月这个名字 你们或许不知道 但流传甚广的白色战刀 你们应该清楚 那位 对 你后面背着的就是 那个被点了出来的人 把战刀拿在手中 果然是一把白色级别的风之月 叶中明早就看见 也并不意外 因为风之月 他曾经给许多人 还有势力提供过 数量不少 当然 这些都是没有加入鬼精的 融入的只是普通的材料 由于风之月 已经问世超过了两年 所以在末世之中 荡城是一种强力兵器流通 也很正常 这其实是一张叫做 战刀月纱的图纸物品 风之月是这份图纸中 等级最低的一份产物 而地刹月刃 则是最后最强的那种 月杀的加强版 初始级别就是紫色 众人沉默 如果是这样 那的确是很强力的 只是 这依然不足以证明 让他排在第一位 我们的专业人士 从战刀锋之月 还有之前出现过的 下一集武器战刀五杀中 推测出了一些地刹月人的属性 结论是非常惊人的 并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轮盘上 曾经得到过一个装备 每隔一段时间 就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武器装备 进行一次探测 最强的能量源 就是地刹月刃 甚至这个名字 都是轮盘独自赋予的 大家这才可以接受 毕竟 轮盘上总是会有些 极其特殊的装备 被他承认 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这云顶山庄 怎么这么厉害 船长叹息回答 因为他们的老大叶忠明 是位非常优秀的工匠 地刹月刃就是他的作品 现在 你们知道 为什么这把兵器 可以排在第一了吧 因为就和甲级战争堡垒一样 他的作者给他天色不少 虽然制造这种装备材料 极其的难以寻找 成功率更会低的令人发指 但是 都不能否认他的可以复制性 这句话刚说完 停靠的临时码头上 就过来一对五环钱的进化者 让船上的人赶紧下船 之后让船长 去对岸再去接人 虽然众人很不愿意 因为还有两个 最关键的榜单没有听到 但到了人家的地盘 就要听人家的命令 于是只能不甘地上了码头 在指引下 朝着名水界的入口走过去 叶忠明三人也跟着上岸 走在这些人的最后 和前面的人拉开了一段距离 老板 我们内部是不是 高义低声在叶忠明的身边说着 间谍 叶忠明想了想 眼睛肯定是有的 但应该没有深入我们核心 那您的兵器 怎么被他们了解到了 连我们都不太清楚 他们连名字都说出来了 赵向雪和高义一样的心思 都觉得云顶内部 可能出了问题 不 应该是材料出了问题 材料 两个人不太明白 材料还能出问题 那个人说的应该是真的 五环前拥有某些 能够衡量装备强度的设备 但他们知道地煞月刃 应该是我们买进的那些材料上 被人下了某种标记 想到之前地煞月刃的材料 叶忠明知道 被人小小的算计了一把 当时就是五环前 给他提供了脚跃血石 并且趁机送上了 名水盛宴的情节 还和叶忠明达成了一些 关于基因生命方面的协议 这一次叶忠明到来 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和那位水执士 商量具体的合作细节 而很明显 当时的五环前 或者说那位水执士 就掌握了云顶许多的信息 甚至根据叶忠明拥有的战刀图纸 推测出了所需的材料 进而做下了手脚 虽然这种手脚对叶忠明 并没有什么损害 更多的是一种 对他制造水准的监测 但这依然让想明白了 这些事情的叶忠明有些恼火 同时也对五环前的实力 有了重新的认识 那位水执士 据说只是五大执士之一 就可以把手伸得那么长 还拥有那么专业的人才 看了看到了镜前 显得无比巨大的名水接入口 叶忠明觉得 他不像是一只树立的眼睛了 而是一张吞噬万物的嘴 时间向前推一点 就在刚才叶忠明等人 没有下船的时候 那艘被渔船上的人 极度的豪华游艇上 两个女人站在窗前说着话 和渔船擦身而过时 一个女人突然疑了一声 怎么 另外一位女伴问道 这个女人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摇头 我可能是看错了 你啊 最近老是疑神疑鬼的 好好养足精神吧 五环前需要你的能力 破开了禁止 我们就能分得三分之一 那我成为富婆的梦想 就实现了 女人一听 便扑斥一笑 对同伴翻了个妩媚的白眼 交纳了每个人 五枚三级魔金的费用 夜中明三个人 进入了名水界 对于这种明显 属于刺空间的地方 无论是谁 第一次进入都会防备着 穿过那种凝胶一样的大门时 身体有一种 和灵魂分开的错觉 不过进入之后 立刻就有了 柳暗花明的蓬勃感 或许是叫做 明水界的原因 空间中很明亮 抬头望去 可以看到水样的光芒 在上空荡漾 空间之中 有些好闻的淡淡香气 也不知道是什么发出来的 地面则是淡蓝色的结晶体 使劲踏上的时候 有些金属声音传来 四周空间很广 有各自的光线交织着 让大家无法看清楚 这些光线中的情况 色彩还在缓缓变化 隐约带着某种规律 一些感知敏锐的人 都感觉到了空间中 被某些规则所固定 那几乎不是人力所能改变 夜中明看着四周 在猜测和试探着这里 在入口的左前方 摆放着一片华丽的白玉区域 做成了花园的样子 里面不少进化者进出 而在右前方 则是一排排的 银色金属餐台餐架 上面摆放着 各式各样精美的食物 食材能够看得出 很有漠视的风格 大型高级宴会的习惯 这些食物之外 甚至还能看到一些 青菜类和甜点 而在旁边 还摆放着最少 有数十种的中外名酒 有一些进化者 正在挑选食物 不过吃相很好 仿佛进入了这里之后 已经与外面的末世 隔绝了开来 性子都变了 这个时候 后面来了一队人 足有数百人 装备都很好 平均都在白色级别 其中四五位 明显是领头之人身上 更是绿光闪闪 其中一位的手腕上 还带着一件蓝色级别的护腕 在几个头领身边 陪同的侍卫五还钱的人 叶忠明不认识这个人 但却认识这个人 胸前佩戴的徽章 那是当初 和他进行交易的 那位刘承宇同样的款式 显然 这人地位不低 应该是 某个执事的亲近心腹 他所陪同的这些人 自然也是某个大势力 让叶忠明三人关注的 肯定不是因为他们的装备 这种程度的装备 是云顶一年前的水平 让三个人 一直没有移开目光的时 这对人正常朝着 那些色彩斑斓的光线走去 他们到了镜前 那位五还钱的人 拿出一根 二十多厘米长的细形木棍 对着光线一挥 那些光线 立刻向着周围划开 露出了后面的别有洞天 这对人进去之后 光线重新恢复了原状 这神奇的一幕 让许多刚刚进来的进化者 看得感叹不已 末世之中 真的有太多神奇的事情 会发生了 刚刚进来的各位进化者们 请到这边登记 之后领取名牌 这将是你们此行的唯一凭证 在后续的活动中 都需要这个名牌才可以 所以请大家注意保管 一个优美的女生 从入口左前方的那个 白玉小花园门口传来 大家看过去 只见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漂亮女子 正微笑着看着大家 提示着大家去小花园中领牌子 这些新来的人纷纷过去 赵向雪自然要把这事情抢来做 示意了一下叶忠明 问叫什么呢 我们三个人 就叫三人行吗 赵向雪嘴搅动了一下 低头去拿牌子了 对于叶忠明 这种敷衍的行为 他深感无奈 很快名牌就到手 竟然是三块 每块 两枚三级摩金 对五环钱这种死要钱的行为 大家深感无奈和憎恶 幸亏这些进化者 都是有些家底身资的人 换成普通人 估计早就被掏空了 叶忠明拿着名牌看了看 名牌是特制的 上面写着三人行医的字样 叶忠明越发觉得 整个人名水界 应该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装备 排进国区装备排行榜前时 甚至第一都有可能 只是五环钱显然没打算 把他们自己的信息暴露于外 得到了名牌 证明了身份 就可以去那边吃自助餐 或许是这一次进化者 多了起来的缘故 所以 吃相 就不如刚才好看了 哪怕有五环钱的人不断提醒 这些人 也开始 胡吃海喝 很快几十个金属架子上的美食和美酒 就被消灭了大半 叶忠明三人 只是挑选了平时不怎么可以吃到的甜点 喝了一点酒 其他那些最高等级 也就是三级变异生命为原料的食物 对已经吃惯了水火 炖锅做出来食物的他们来说 吸引力不大 大概 一个多小时后 入口处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那些陆陆续续到来的 被邀请来的大势力 已经全部进入内部 外面的这些都是小势力的人 但仅仅是这些人 就有数千之多 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大半个国区的中层进化者群体 就在许多人 已经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身后明水界那个凝胶状的入口 突然关闭 所有人都被捐在了里面 大家不要惊慌 明水盛宴正式开始 还是刚才那位旗袍美女 示意大家安静 没有用任何扩声装备 声音却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接着说了些欢迎的话 之后话锋一转 说到了正题 我想 各位都对究竟什么是明水盛宴 感到疑惑和不解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就是这里叫做明水界 未来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 都将发生在这个空间里 这里虽然关闭 但只是暂时的 只是为了节省能量 以后 每一天都会开房两个小时 有想要离开的朋友随时可以走 当然 反程就不需要路飞了 对于这句 带着微微自嘲的话 引来一片清晓 明水界 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秘境的地方 只是不同的是 秘境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 而明水界 完全是一个特殊空间 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好东西 哪怕我们五环前 得到了有一段时间 但也没有探索完十分之一 并且说实话 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难处 所以 找来大家 共同开发这里 相信等到大家 见到了明水界的真面目 大家就会爱上这里 因为这里随便的一样物品 可能在外面 就价值连城 就说我们五环前自己 只是开发了 大概十分之一 得到的物品价值 至少相当于 两瓶七星进化药剂左右 下面的人一阵嘈杂 显然对这个女人 透露出的信息非常震惊 七星进化者 那是几乎代表着现在人类的最高进化等级 一夜暴富不是梦想 就在明水界之中 女人的声音很有蛊惑性 让许多人都兴奋了起来 夜中鸣撇撇嘴 如果这里真的 如同她说的这么美好 五环前会公开明水界 这些话里 有三成是真的就不错了 当然 无限机遇 摆在面前的同时 这里也是极度危险的 所以 生死各安天命 大家要多加小心 女人阳头道 还有一点 无论各位得到了什么 我们都会知道 各位想要把得到的好东西拿走 需要向我们缴纳一定的费用 就当成是个人所得税吧 没有20%那么高 只需要10% 下面的人有些不满 高喊着 怎么还要钱 女人的脸色逐渐冷了下来 难道你们以为 我们五环前是做慈善的 免费开放这里 让你们来拿东西 换成你们 会这么慷慨无私 这话让众人不再出声 从五环前的角度来讲 也确实是这样子 大家放心 我们五环前 以后还是要和你们来往的 所以对装备的估值 绝对公平 不用担心我们会漫天提高价格 生育对于我们来说 是最重要的 相信我 你们的所得 一定会超乎你们的想象 女人拍了拍手 最后道 各位远来辛苦 今天先好好休闲 明天明水盛宴 将会正式开始 请允许我为各位 介绍我们明水界的娱乐专区 在各位待在明水界的时间内 娱乐专区将会一直为大家开放 里面 只有你们想不到 没有我们做不到 随着女人高亢的声音 在她身边一侧 那些彩色线条缓缓一开 露出了里面一片灯红酒绿之地 还没进去 里面那股 让人全身都会兴奋的味道 就已经飘了出来 哦 对了 差点忘记了 在各位狂欢之前 我们五环前 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份对于任何人都有意义的礼物 那就是 国区排行榜 话音未落 在女人身后的那边 混沌色彩之中 光线突然变得整齐 仿佛如同幕布一般 上面开始缓缓地出现了一些字迹 并且越来越清晰 等画面不再变动之后 众人终于看清 上面显示的内容 正是之前已经听到了 却没有听权的五份国区排行榜 叶忠明和两个手下对视了一眼 都对五环前的种种手段 生起了警惕之感 这个势力再无所不用地 拓展着他们的影响力 那么 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在这种疑问中 叶忠明看向了前面巨大清晰的榜单 目光落在了那两个 他还没听过的排行榜上 眼睛不由地睁大了些 场中的人可没有叶忠明那么镇定 纷纷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有赞叹的 有不懈的 有疑惑的 有质疑的 有疯癫的 全部都是因为神奇显示在了 荧幕一样光闭上的五份排行榜 国区变异生命排行榜 国区战兽排行榜 国区装备排行榜这三份榜单 都和之前那位船长说的相同 不同的是 这里的要更加完整和详细 不仅有前几十名的名次 每一个名次的下面 还有着一点介绍 比如变异生命排行榜上 那些有名有姓的怪物 会介绍一下 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 做过那些恶劣血腥的事情 最显著的外貌特征 最著名的能力等等 还有战兽排行榜上战兽的特点 来历 进化过程 现阶段状态这些 装备排行榜上 让人眼红的物品技能是什么 元素攻击有那些 战力都是什么 总之 没有人给这些看榜单的人解释 但会通过这种介绍 尽量地让大家去了解 上面的每一项 切而确立榜单的权威性质 在这些榜单上 除了被云顶罢评的 国区装备排行榜之外 在渔船上没怎么听到云顶名字的 战兽排行榜上的前十之外 云顶还是有入榜的 比如叶忠灵的飞行魔兽 就排在第13位 评价是个体战斗弱 但整体很强 适合应对大规模等级不高的群体战斗 还有朴秀英的三鼻项排的 还要靠前 排在第11位 仅次于那位要是第二军军长的猎天英 这个排名在现场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和讨论 因为上面标着三鼻项的等级是8级 比前十的战兽等级都高 却只能排在第11位 这无疑让很多人不解 不过上面的解释 倒是让人可以接受 著名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这头8级的三鼻项虽然等级很高 可是却是辅助类型的战兽 想要发挥战力需要苛刻的条件 第二则是三鼻项受过重伤 头部受损 智慧低下 现在恢复到了什么程度 还保留了几分战斗力都很难说 叶忠明对于这个排名心中颇为认同 当然认同的前提是三鼻项真的 如同上面所说 可他心中清楚 五环前的手还伸不到秘境之中 自然不知道刚刚结束那场和曙光圣殿的大战中 这头三鼻项的表现 否则就绝不会把他仅仅排在第11位了 不过这样也好 云顶山庄在装备排行榜上太引人注意了 低调点没有什么坏处 只是当叶忠明看到国区综合实力排行榜时 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上面再次出现了云顶的名字 还很靠前 国区综合实力排行榜不知道什么原因 上榜的实力非常多 足足有一百个 稍微一想 叶忠明大概就明白了 五一五环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更多的势力看到他们自己所在的位置 并且以此为标准 去努力向前 而在这个过程中 榜单的权威性就体现了出来 继而会产生一些额外的好处 别忘了 五环前是干什么的 在这份榜单中 大部分都是熟悉的名字 但也有一些叶忠明只是略有耳闻 第十位 五环前 看到这个排名 大厅里许多人和叶忠明一样 都表示了极其的不屑和鄙视 能拥有名水界拥有五大职士手下各一支的强大战队 只能排在第十 这是 把大家当少年儿童骗呢 无非就是五环前 自己弄出了这个排行榜 自觉不把自己排进去不太好 于是 给安排在了第十 第九名 食人魔连锁 对于这个排名 叶忠明在心中再次表示 不敢苟同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他可是知道 这个食人魔连锁 在前世就是个超级组织 这一世也同样强大 从和平镇开始再到临海鬼城 最后到他们在浦兴镇建立了一个据点 和云顶有诸多的生意往来 叶忠明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个庞然大物隐藏在阴影下的实力有多强 他们就和五环前一样 众人看到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叶忠明不是没有怀疑过这样组织的来历 只是现在 他依然没有得到答案 第八名 林商会 这个名次让叶忠明意外 因为林商会前世很厉害 很神秘 但这一世被他和云顶山庄可以说摧毁了大半 即便是现在 一旦得到林商会在哪里出没的消息 云顶也会在情况允许之下 第一时间派战队过去清理 对于这个把同类当成肉猪 来获得进化速度的组织 叶忠明发自灵魂的厌恶 只是 以他们现在的状况 还可以排在第八名 是这个榜单有错误 还是他们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外 已经开始迅速地恢复力量 这个名次 无疑给叶忠明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七名 无人区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名字 叶忠明也是最近才从B的情报中得知 这个势力 具体的大本营在哪里他不清楚 但应该是在华北一带 势力范围正在向着西部和南部扩张 在五环前对无人区的介绍中 这个石势力最擅长的 竟然是种植和变异植物的培养 这一次叶忠明来到这里 任务的一部分就和植物有关 如果这个无人区真的擅长这个 那么和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冲突 看来出去以后 是时候让自己的人注意一下他们了 倒不是一定会成为敌人 但对潜在的竞争对手 多了解一些总是没错的 况且以云顶的技术力量 以后完全可以和无人区合作 各取所需 第六名 云顶山庄 看到这个名次 赵向雪非常的不满 老板 我们和五环前不是没有来往过 他们对您的兵器都那么清楚 把我们弄得都要称霸装备榜单了 竟然在综合实力这里只给我排在第六 这也太小瞧我们了 高一的话很少 但看到这个排名 也浑身上下 散发着怒意 让周围的人都奇怪地看了看他 显然在他的心中 云顶山庄的实力就算进不了前三 但也绝不会只排在第六 只有叶忠明的心中 是很满意的 他很清楚 在前世的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进化者 奋斗十年 也仅仅是一个六星进化者而已 这还是他运气好 碰到了圣元等一众可以共同战斗的兄弟 互相协助下才有了那样的进化级别 这一时他重生了 可相比于其他那些超级势力 他的起点和前世一样是没变的 是极低极低的 哪怕重生了 他也输在了起跑线上 他所比其他人多拥有的 无非就是前世的经验而已 能够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 让自己成为七星进化者 让云顶迈入国区综合实力前十 他已经很满意 这并不是就认同云顶在这个榜单上的位置 因为五环前必定不知道B的存在 这支队伍虽然建立的时间不长 但短时间内叶忠明投入的可是巨腕 他们的实力突飞猛进 现在至少相当于云顶总力量的五分之一 如果把他们加进去 那么云顶山庄还会是这个位置 还有 叶忠明不知道五环前 有没有得到关于一副人的具体信息 他们在衡量云顶山庄实力的时候 有没有把这个考量进去 如果没有 那么自然这个排名是有待商榷的 如果有 要么他们觉得 即便是加入了一副人云顶山庄 也是这个位置 要么他们就是不看好云顶和一副人的联合 具体是什么样的 叶忠明不清楚 还有 五环前不知道阎王树在云顶 不知道献祭之门 不知道云顶的魔精武器和基因生命 研发到了什么程度 不知道星之精灵 不知道杨格斯等等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 叶忠明乐于这种不知道 对于这个排名 他真的很满意 唯一不满意的就是 对于云顶的介绍 透露了不少信息 比如标明了魔精武器 就出产自云顶 基因生命研究也位于顶端 还告诉所有人 叶忠明是为极其优秀的工匠 和荣氏圣衣的制造者 并列为两级 如果可以 我宁可五环前 把咱们排到第一百名 人怕出明珠怕壮啊 我可害怕有人惦记上咱们云顶 叶忠明开着玩笑 这让两位毕翼的队长心情好了点 但是看向第六位置的时候 眼中依然不甘 第五名 品宫 这个势力之前就出现过 在国区的战兽排行榜上 那只六级的变异乌龟千年 就属于品宫 据说首领是位年长者 大本营在西南区的 某个大型湖泊之上 叶忠明看了看对品宫的介绍 知道了这个势力 依托那片湖水 很是聚集了不少优秀的进化者 并且拥有齐全的轮盘群 也就是从一到九级 云顶山庄也才七星连珠 那片未知的湖水 竟然全等级轮盘都有 这让叶忠明 也不得不佩服品宫 那位老大的好运气 只是 前世怎么就没听过 这么一个强悍势力 看来 自己的重生 对这个世界的改变 已经很多了 第四名 神汤 哼 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的家伙 竟然也可以排在我们前面 照相雪还是没忍住 看到神汤的名字之后 不满地嘟囔着 捣毁神堂总部之战 那是碧翼的成名座 从战前的所有精准信息 获得到内应的安排 从战时对重要目标的 截略到外围的防护 全部做到了近乎完美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是踏着神堂 从云顶山庄上位的 叶忠明理解照相雪的想法 但却并不认同 当时神堂并没有和我们拼命 否则 拥有战兽区排行第二天 与魔腾的那位所长 就会出现了 我们想要掠夺他们的技术 你怎么知道 他们不是借着我们的手 把他们身体上的农包清理掉呢 既然他们可以排在这个位置 那必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 两位队长看到老板说的郑重 都收起了其他心思 认真地听着 以后多注意他们的动向 既然已经成为了敌人 那就要防备 如果可以 让他们从这份榜单上永远消失 也是我很乐意做的事情 聚集在大厅中的数千人 一定没有想到 在他们仰慕地 看着这个排行榜的时候 身边已经有人打算 把上面的某些耀眼名字 彻底抹去了 两位队长看向神堂的位置时 眼中立刻戴上了冷意 第三位 万寿山庄 夜中明猜到了万寿山庄 会进入这份榜单 但是没想到 竟然会排在这么高的位置 一下子进入了三强 的确 这种排行榜 上了榜和没上榜 前50名和前100名 前5名和前10名 前3名和其他 这都是有巨大差别的 那几乎意味着 另外一个层次 明不见经传啊 这个万寿山庄 竟然能排在这个高的位置 距离三人不远处 一个人 恰巧也看到了这里 嘴里发出这样的赞叹 夜中明知道 哪怕现在有 碧翼以云顶为中心 向着四面八方 撒下了可以传回消息的种子 但是毕竟碧翼人手有限 中国又太大 他们现在控制和了解的区域不大 在这个区域之外 真的就有万寿山庄和品宫 这样的强大存在 突然之间 夜中明想到了一句话 天下英雄 末世 其实和乱世的群雄逐鹿英雄 辈出非常的相似 不同的是 那个时候 站出来的是英雄或者肖雄 而现在 他们统一叫做进化者 养战兽养到这个程度 值得人敬佩 对于这个势力 夜中明下了这样的评语 第二名 耀士君 第一名 反抗驱 看到排在前两位的势力 夜中明三人心情 都有些复杂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 他们和云顶都有关系 耀士君不必提 从他们在 英城英素盘的时候开始 和云顶就是敌人 双方你来我往的打了几场 云顶是 占得大便宜的 只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超级势力的主力 并没有现身 双方之间在未来 必定会有一战 而反抗驱 现在和云顶关系更加复杂 一个驱对云顶冷漠 一个驱对云顶戒备 一个驱把云顶视为敌人 一个驱和云顶视合作伙伴 连夜中明自己都说不清楚 自己和反抗驱 到底是敌室友 和国驱综合实力排行榜前 十名中的 三个都是死敌 和另外一个第一名也不对付 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这一点的 除了我们 大概也没谁了吧 夜中明哈哈一笑 一股僻腻天下的味道 从他的身上淡淡地散发了出来 对于国驱综合实力排行榜 夜中明是最为看重的 因为这对于他衡量云顶山庄的实力 很有好处 他知道 五环前会在这份榜单上做些手脚 比如把他们和食人 磨连锁放在了一个较低的位置 但其他实力 夜中明知道 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这对于他判断某些事情 也很有帮助 就如同反抗驱 虽然在之前的行动中 损失很大 几个战步都遭到了灭顶之灾 更是损失了七星进化者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整个反抗驱 依然处于领先的位置 更何况 这头骆驼还没受死 只是受伤 当然 对于云顶的位置 夜中明很满意 但不代表着 他就会满足 他知道 云顶还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 这份排行榜 无疑给他一个提醒 提醒他未来的路 还很长 还很曲折艰辛 没有气馁 只有心中渐渐争腾的欲望 夜中明自己都很期待 他可以把云顶山庄 带到什么样的高度 老板 那边 照相雪在后面低声说了句 小姑娘虽然加入到了 避疫这种 注定会在黑暗中的组织 但终究年纪不大 第一次和夜中明出来 也有些兴奋 加之夜中明 也希望他和高义 在这里不要总是冷冰冰的 小姑娘恢复了一些 和平年代的本性 夜中明 朝着照相雪所指的那边望去 看到了最后一份 也是下面聚集了 最多人群的一份榜单 国区个人战力排行榜 这份榜单 也对得起众人的关注 同样有百人上榜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夜中明看着这份榜单 心中感慨 随着这份榜单的流传 不知道会因此而掀起 怎样的腥风血雨 不服输 追求声名显赫 大概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为了这种本能 必定会有人 极度在意这份排行榜 说白了 明鉴 很虚无 只是一个名头 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这么想 那么真就是大错特错了 和平时期 为什么有福布斯 为什么有胡润 他们发布排行榜 为了什么 免费让大家知道世界上谁有钱吗 那些上了榜单的人 仅仅是让大家都认识 他们的名字和脸吗 肯定不是的 因为有利可图 以前的福布斯靠什么赚钱 他肯定不是无常去制作排名的 普通人看到的 是他弄出来的排行榜 可在这份榜单背后 是承载他的载体 福布斯其实是著名的出版和媒体集团 他们手中有着畅销全球的杂志 掌控着大量书籍的出版 他们打出了知名度后 广告费 版权费 代理费等等 诸多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收入 就会源源不断而来 今年之下 他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巨头 而那些名人呢 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脸 出现在最权威的排行榜上 那是比任何媒体都要有效果的广告 会让人记忆深刻 无形之中提升着他们企业的品牌价值 市场价值 影响着普通人的消费 甚至理念 虽然安定不在 末世降临 但实质上 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 五还钱要做的 就是曾经的福布斯 只是他能做的 却比福布斯多得多 要做的何能做的 大概才是末世前 和末世中最大的区别吧 至于上了这份榜单的人 无疑对于其他普通的进化者 来说活是一种吸引力 在末世里 会享有这样那样的隐形福利 这些福利 足以让任何人心动 包括叶忠明 他虽然不想云顶过于出挑 做到木秀于林的程度 但却希望云顶让大家所知 那样以后 无论云顶的人走到哪里 都会获得一定程度的信赖和好处 名气的作用 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 这份备受关注的个人排行榜 叶忠明仅仅获得了一个 前十手门员的位置 略为一扫 叶忠明心中颇为震动 这份榜单 自然不能反映 国区全部的情况 但相比于其他榜单 叶忠明认为可信性更高一些 因为一个进化者 或许可以隐藏装备和技能 但却不可能隐藏实力 那样做无异于找死 其他进化者和变异生命 可不会因为 你想扮猪就自愿去做那头 被吃掉的虎 赵向雪让叶忠明赶紧看这个排行 自然也是因为自己老大所处的位置 第十 国区第十 大概换成 任何一个云顶人在这里 都会对这个排名不满吧 在他们心中 叶忠明是无敌的 国区个人站立排行榜的前二十名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二十人都超过了六级 第二十名 刘宣志 七星进化者 十人魔连锁东北区经理 第十九名 冷然 七星进化者 林商会副会长 第十八名 左锦轩 七星进化者 反抗区 第十七名 白执市 七星进化者 五环前 第十六名 张和泰 七星进化者 反抗区 第十五名 武刚 七星进化者 耀士军 第十四名 夏白 七星进化者 云顶山庄 第十三名 水执市 七星进化者 五环前 第十二名 九龙 七星进化者 独行者 第十一名 文仲 七星进化者 反抗区 从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 里面有太多 叶忠明熟悉的名字 左锦轩 张和泰 文仲 包括虽然以前不知道名字 却知道这个人的 却知道这个人的冷燃和武刚 可以说 这些人的出现 是让叶忠明觉得 这份榜单 很有参考价值的关键 叶忠明和夏白 是整个国区 最早成为七星进化者的一批人 以当时的情况 叶忠明觉得 甚至有可能是国区的 前三都说不定 可他并没有自大到 觉得自己什么都是第一 尽管他是众生者 道理很简单 就如同重生的小说一样 哪怕掌握了 得天独厚的先知先觉优势 重生后 或许会成为李嘉诚 成为扎克伯格 成为盖茨 但也不能阻止巴菲特 乔布斯 贝索斯 奥特加等人的出现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 把所有的领域都占领 退一步讲 就算把这些新兴领域都占领 但传统领域 可不是你重生的几十年 就可以颠覆的 人家都是百年 甚至数百年的悠久家族 有着稳定而几乎不可打破的传承 诸如洛克菲勒 诸如罗斯财尔德 诸如摩根 诸如温莎王氏等等 叶忠明从不觉得自己就是无敌的 于是他看着这份榜单的时候 心中只有谨慎 而没有轻视 哪怕他知道 自己和下白应该在上面更前的位置 五环前在整体实力上藏桌 可在这份排行榜上 有些锋芒毕露啊 还是那位之前和叶忠明等人 看同一个榜单的进化者说着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人又凑到了叶忠明三人进前 颇为自来熟的和叶忠明交谈 只是目光却时不时地扫向后面的照相雪 暴露了这家伙的真实意图 不过这种事情在末世很常见 男男女女之间只要看对眼了 发生什么事情都正常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这样可以减轻压力 并且 这个男人看到叶忠明三人 都没有穿着太好的装备 非但没有轻视劲 直接来调戏照相雪 反而从他这位老大身上入手 先攀谈接近 这说明这个人至少做事还是挺有分寸的 叶忠明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五环前在综合实力榜单上 把自己排到了第十名 那是种刻意的低调 既能保证他们的名气 又不让更多人对他们产生防备之心 而在个人战力排行榜上 已经有两位直视进入了11到20名 这个数量和暂时只排在反抗区之后 可以说是相当有分量了 这又是对其他人的警告 警告他们五环前很强大 叶忠明笑着点点头 没说什么 目光只是在林商会的副会长 冷然那里凝了凝 还是看看前十名吧 这个人见叶忠明没怎么搭话 急忙用继续看榜来演示 可能会到来的尴尬 第十名 叶忠明 七星进化者 云顶山庄 看到这个名字 那个人嘖嘖说道 装备榜首帝煞月刃的拥有者 综合实力榜单上排在第六的云顶的老大 才排在第十吗 这句话 倒是赢得了赵向雪和高义的些许好感 大概是同仇敌忾吧 咦 下面有介绍啊 这个人眯着眼睛看了看 嘴里也跟着读了出来 顶级的工匠 价值的创造者 一手对造了云顶山庄 甚至制造出了帝煞月刃这种 让人怦然心动的武器 个人战力出众 实力非凡的手下众多 国区整体装备水平顶尖 如果更多的资源倾向他自己 那么战力会更上一层楼 一头高级战宠的失去 让这位云顶的领袖 在榜单的位置有所下降 曾经昙花一现的 一把能量武器的损毁 也影响了他的位置 但依然是末世最强者之一 读完五环前对叶忠明的评价 这个人叹息了一声 原来是这样 这位叶先生可惜了 末世之中 哪有不可着自己的人呢 自己强大了 才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叶忠明听到别人 当着自己的面评价自己 心中感觉怪怪的 这些介绍里 影响自己实力的原因 一是因为帝皇玩 第二点应该说的是碎魂骨障 看来五环前再怎么厉害 依然信息出现了错误 碎魂骨障并没有损毁 只是使用上有限制 叶忠明身后的两位手下 听到外人给自家老大下的定义 看向叶忠明的时候 满眼都是感激 他们就是 被叶忠明一手 从普通的进化者培养起来的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他们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这个人 是这个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让他们达到了现在的高度 在末世生活过了两年的他们 知道这有多么的难得 心中暖意上冲 对这个男人产生了 更加浓烈的效忠之心 但值得敬佩 这个人一句话 让赵向雪第一次认真看了他一眼 第九名 温欢 七星进化者 无人驱 这个人应该就是无人驱的老大了 相比于他们在综合实力榜上的排名 这个人能有这样的战力 倒也并不让人奇怪 第八名 文老先生 七星进化者 品工 这位是战宠千年的主人 也是前二十名中 最擅长水战的进化者 第七名 王汉然 七星进化者 十人魔连锁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 十人魔连锁的老大叫做王汉然 因为这个人极少和人接触 大家更熟悉的是他手下的五大经理 第六名 纪瑞广 七星进化者 反抗区 看到这名字排在第六尾 这一次连叶忠明都撇撇嘴 这位手下败将 已经进化到了七星 但叶忠明并不觉得他就能战胜自己 还是那句话 你大爷依然是你大爷 第五名 同职士 七星进化者 五环钱 对于他的介绍 只有一句话 名水界的发现者和使用者 不过仅仅是这句话 也足以说明他的强大 叶忠明倒是觉得 这位同职士的排名低了 而几位广的排名高了 第四名 大会长 七星进化者 林商会 由于没有人知道 林商会的会长到底叫什么 只能用大会长来称呼他 但这只是小事情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无论是叫张三还是李四 只要是林商会的首领 就能让任何人不敢小看 对于这位敌人 叶忠明并没有在榜单上 发现有用的信息 心中略微觉得遗憾 第三名 李大千 七星进化者 万寿庄园 这个人的排名 如此之高 其实并不意外 毕竟他们 在战兽排行榜上 占据了两个前十的位置 特别是第一位的早尺 可是八级的存在 仅此一项 就足以让他拥有极高的战力 第二名 穆汉一 七星进化者 耀士君 下面对于他的介绍 是耀士君 总指挥官 叶忠明皱了皱眉头 这个人和碧翼传回来的消息中略有不同 不过他觉得 应该是哪个地方出了岔头 至少在这个人的名字上 五环前应该是正确的 最后大家一起把目光 看向了最后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对于所有人 都是有非常意义的 因为它代表了国区第一高手 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强的个人武力 第一名 无名市所长 疑似八星进化者 神堂 就像看到世界首富后面那些 以美元为单位 用意来标明的数字时一样 当这里的进化者们 看到个人战力第一名的时候 所感受到的震撼是空前的 对于这些位于漠视中层的进化者来说 这一百位上榜的进化者之中 他们听过许多人的名字 甚至还见过其中的一些人 加之这个榜单每个名字下面的介绍 无形之中增加了极大的可信性 让他们在思维中 已经逐渐形成了对榜单的认同 而第一名一个八星 哪怕只是一个疑似 便把这种认同和可信 彻底固定住了 夜中明心中知道 以后这份榜单 会被所有进化者认可 对于第一名这位神堂的老大 议论自然是最大的 每个人都在说着他到底是谁 说他的级别到底是不是八级 说他的神堂到底在哪 说他有过什么傲人的战绩 不过榜单出现之后 并没有五还钱的人过来解释 于是讨论就更大 别说其他人 就算是连高义这种性格冷漠的人 看着第一名的位置 脸上都出现了一点狂热之色 这个时候 大家都理解了武侠小说中武林盟主 为什么总是那么多人在争夺 毫无疑问 神堂的这位所长将成为 漠视最出名的大人物 原来是这样 原来这才是漠视的巅峰 那个人嘴里感叹着 目光不断地巡视着榜单上的人 仿佛要把上面的名字都记住 终将有一天 我也要上榜 那个人嘴里不断地嘟囔着 倒是惹得叶忠明好笑 这个时候 估计是觉得 大家看榜看得差不多了 五还钱所说的娱乐专区 里走出了两排 隔五个漂亮高挑的女人 把进化者向里面请着 并且告诉大家 里面也有这些排行榜 可以研究 陆陆续续的 这里的进化者都走了进去 叶忠明三人算是最后的一批 老板 神堂的所长 真的是八星吗 照相雪把忍了半天的话问了出来 叶忠明想了想 有这个可能 你们也知道 他们可以拼凑一些八级的生命出来 如果暂停 其他生命的制造 和组织的运营 加上转动轮盘的时候 多一点运气 有这个可能得到一瓶八星进化药剂 当然 这只是推测 连五环钱也不确定 我也不能确定 那 照相雪欲言又止 手上的短杖 本能地在自己头上碰了碰 叶忠明不以为意 眯着眼睛 再次看了看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 应该 可以打一打 那些光线组成的墙壁之后 是一处真正的大天地 也不知道是如何布置的 这片娱乐区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村镇 有整齐的街道 有各式的建筑 甚至抬起头 还能看见漫天的星光 这更像是一处 滑灯畜上的繁华小镇 而不是一个冰冷的次空间 见多识广的叶忠明 也不得不赞叹五环钱 对这里的改造 很难想象 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 弄出这么一个地方 风格 叶忠明想起了 加勒比海盗电影中 那个聚集了无数海盗的小岛 只是这里比那里干净 整洁了无数倍 一些霓虹灯的招牌闪烁着 路边有着造型 或者优美 或者古朴的路灯 空气中是酒精 和香水的混合气味 还带着一丝枝子花的味道 很多人看到这里的第一眼 喜欢上了这里 因为对过去的怀念也好 因为这里可以短暂忘忧也罢 总之这里是 很多人末世开始后 第一次身处与和平时期 类似的场所当中 超市 酒吧 茶楼 咖啡厅 酒店 拍卖行 甚至还有游乐场 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处处人声鼎沸 好不热闹 叶忠明 三人看着眼前的一切 和其他人一样 有些发症 毕竟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地方 叶忠明看着流光溢彩的繁华小镇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就在叶忠明迈入娱乐区的时候 在这里那栋豪华的酒店之中 五环前的执事们正在这里开会 已经确定了明天各自负责的区域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童执是阴柔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修长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着 目光在其余四个人的脸上流转 水执是坐在他的旁边 认真的看着一份区域图 只是如果仔细看他的眼睛 就会发现他正在出神地想着什么 另外一侧则坐着那个帅气的白执事 三个人也是国区个人战力榜上前二十的人物 他们的对面则是欧阳执事和皇族工会的会长 为什么我分到的就是血沙之海 而你们不是落日峡谷 就是幽兰森林 皇族工会的会长把手中的拐杖在地面顿了顿 非常不满地质问着 同时是抬眼看了一眼 我也分到了熔岩沙漠啊 皇族工会的会长致了致 心说你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我能和你比吗 冥水界是你控制的 再危险的地方也是你的主场 自然有更大的几率通过 只是他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 毕竟这里是冥水界 他不好和实际的控制者闹翻 虽然这种控制仅仅是十分之一多一些而已 还有一点 皇族工会之前受过大损失 还分裂过一次 虽然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恢复得不错 但相比于其他四个执事 他的整体实力要弱 虽然强行让自己成为了七星进化者 但也让工会元气大伤 说起话里 自然底气不足 别看他和欧阳直视 都没有进入个人战里排行榜 除了保留实力之外 也是他们进不去前二十 所以干脆就藏在了暗处 看到这位皇族工会的老人不再说话 同直视眼中轻蔑一闪 没关系 这只是第一天 未知的区域还有一些 到时候再重新分配 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天碑 所以一定要达到一半以上的开发度才可以 这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天碑到底是什么 但只要得到了 好处一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那些人呢 白直视突然问道 那些人有很多选择呀 比如七里坑道 混色悬崖 升腾沼泽 冰封山体 或者木偶遗迹 死太多了怎么办 水直视突然说了一句 他已经从刚才的走神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死很多人 白直视在那边冷笑了一声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吗 当然 水直视针锋相对 一旦在名水界里伤亡过重 传出去之后 难免五还钱会落个欺骗世人 让他们当无辜炮灰的骂名 那么以后的生意怎么做 我们辛辛苦苦弄出了五大排行榜 举办名水盛宴 为的是什么 一个骂名 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话 其他几个人都沉默不语 他们自然知道这些 只是因为重点关注不在这里 所以忽略了 或者说刻意忽略了这个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 普通人的命并不是命 只是一个个数字 只是他们利益的筹码 能不能调整下难度 让他们不去那些地方 欧阳执事看了 同执事一眼问 同执事摇摇头 每个区域基本上都是开放的 他们进入了三区之后 面临的就是这些 连我们都无法具体 控制他们去哪 想要调整 难道把他们和我们一样 都弄到二区来 但以他们的实力 还不是一样送死 要说对名水界的了解 同执事肯定排在第一位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但肯定就是没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 尽量提供一些 必要的装备和物资吧 适当的情况下 也可以透露一下信息 尽量让他们多活下来一些 欧阳执事叹息一声 不再言语 他们并不是 真的在意这些 进化者的死活 他们在意的 只是自己的名声 好了 想想高兴的事情吧 一会完场的新红禁忌 就要开始了 还有什么比亮晶晶的魔晶 更能让我们兴奋的事情 白执事站起来 拉了拉得体的西装 右手摸了一下领结 目光便看向了水执事 里面多了一丝 刚才没有的火热 这一次 有些接到了 邀请函的势力并没有来 水执事 仿佛没有看到 站起的白执事 转而说出了下一个话题 没看白执事 僵硬在脸上的表情 水执事冷声道 神堂没有来 我们通过那条线 给他们送去了请柬 却毫无回忆 个人战力排在第一 综合实力第四 这样组织的缺席 让这一次的名水 盛念失色 万寿庄园缺席 张大千个人战力榜第三 综合实力第三 品宫的老爷子没来 只派来了他的孙子 实力虽然不错 但进不去战力榜前五十 还有 云顶山庄的人没来 综合战力第六 个人战力第十 水执事点着面前的指说着 如果不是无人区的老大温欢待人 意外到来 让我们的脸上有光 这一次到底能成功与否 都不知道 说完 这位浑身上下 仿佛都是水座的执事 终于看了白执事一眼 这些才是重要的 这些并不重要 这些里面有你的私心在吧 白执事的脸色铁青 本来已经伸到了裤子口袋里的手 紧紧地攥着一个盒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云顶山庄私下有协议 这一次 他们没来 让你很失望 是不是 水执事眯了眯眼睛 每一个受到邀请 却没有来这里的势力 我都很失望 你也应该清楚 名水界的完成度 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 白执事的手用力 兜里的盒子瞬间被他捏碎 脸色已经有铁青变得猙獰 就算云顶来了 也无济于事 他们还没有资格和我争 水若稀 一些事情 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有些反抗 也注定只是徒劳无功 说完 白执事把已经碎掉的盒子 摔在了桌子上 拉开椅子出了房间 水执事瞄了一眼桌面上坏掉的盒子 嘴角出现了一丝冷笑 哎 我们好好的不好吗 你们年轻人啊 就是太较真 皇族的会长叹息了一声 也离开了这里 只是任谁都看得出来 他眼中的幸灾乐祸 欧阳执事也摇摇头 一边向外走一边说 一会新红竞技场间吧 房间里 只剩下了阴柔的同执事 和浑身冷液的水执事 阿水 你真把希望寄托在了 没有来的云顶山庄上 他们的实力 似乎并不足以让你摆脱 目前的困境 谁能够帮我 我就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留下这句话 水执事的身体 周围出现了一个水球 把它裹在了里面 数秒之后 整个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五元流水 果然有意思 房间里 同执事不明所以的轻笑 叶忠明三个人坐在一起 和他们同桌的 是那个和套近乎的人和 另外两个人 六个人 占据了这家酒吧角落里的一张桌子 叶老大 我给你介绍 这位是奋进党的老大 默契默老大 在个人战力榜上排 在第九十二 这位是弦乐集团的远哥 远哥可是他的同伴们 坐着那艘豪华游艇来的 学乐集团知道吧 综合实力榜第十八 这两位都是极厉害的人物 伯格殷勤的 为叶忠明介绍着 显然觉得 能够认识这种人 予有荣焉 伯格啊 就是对照相学 有意思的那个男人 叶忠明倒是友善地 对两个人点点头 但是高义和照相学 就冷冷淡淡的 仿佛没看见这两个人 默契和远哥对了一下眼神 都觉得这三个人 有些古怪 感觉那一男一女 两个冰块 更像是老大 在一个组织里 出现这种上下尊卑混乱的情况 那这个组织估计也是混乱的 以后 也没有什么发展潜力 不值得重视 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比基尼 露出大片雪白身体的女招 带端上 来了六杯颜色各异的鸡尾酒 放在了六个人面前 伯格为了表示 自己的大访 已经提前买了单 当然 哪怕他 也是一个战队的老大 但这里的东西贵得要死 这六杯鸡尾酒的花费 让他现在还在肉疼 六个人聊了一会 赵向雪和高义依然不说话 这让默契和远哥心中 就非常不爽 如果不是看到赵向雪姿色不错 他们也不会放低身价 和这几个人坐一桌 排行榜出来之后 能够上榜的和不能上榜的 身份已经不同 末世之人 哪里又有什么真的老好人 两个人觉得赵向雪和高义 有着愚蠢的骄傲 他们便准备在这方面 打击一下他们 小哥 知道 娱乐区最好玩的地方是哪吗 伯格的年纪其实比两个人都大一些 但是在实力为尊的末世 显然年龄问题并不在考虑在内 哦 我们刚刚进来 自然比不得两位 早就在这里玩耍的两位老大了 伯格脸上的尴尬 一闪而过 但还是态度极好的虚心请教 两个人相视而笑 心说果然是土包子 当然是新红竞技场了 说着 两个人都站了起来 走吧 玩场的时间要到了 去晚了 可就没有位置了 这三位 也一起去开开眼吧 永远是夜色的名水界娱乐区 进入了纸醉金迷的时刻 这里的一切 仿佛都是一台台吸睛的机器 满负荷的运转着 走在这里的街道上 夜中明看着街边各种各样的商铺 好像每一间里面都有人 无论是做什么生意的都很火 就如同刚才几个人去的酒吧 那里能够喝到和平时期的美酒 听到激昂的舞曲 吃到精致的美食 甚至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 很多人在和平时期 只是听过的各式昂贵酒类和饮品那里 全部都有 这种来源于记忆内的渴望 就成了消费的直接动力 还有那挂着粉红色牌子的特殊场所 更是差点被踩破门槛 有些人或许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在外面 也算有头有脸 绝不会缺女人的老大们 会对这里趋之若鹜 大概只有重生过的夜中明 和已经体验过里面一切的人才能力理解 那并不仅仅是因为一种新鲜感 还因为一种对心理和思想的释放 还有就是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征服欲望 能够想象得到吗 一个四星的进化者 可以在里面让一位五星进化者 美女陪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这在外面是极少发生的 哪怕真有这种情况发生 进化等级更低的男人 或许才是被征服的目标 但这里可以 只需要付出一笔不菲的魔精 至于为什么会让身为五星进化者的女人们 甘愿做这种事情 其实有很多种办法 每一种五还钱都做得到 让叶忠明微微有些郁闷的是 他在这里看到了不少出售武器装备的商铺 一些保持着冷静的进化者 在为了明天的行动做着准备 他们不时地出入其中 购买对自己有所帮助和提升的东西 而这些出售的武器装备中 叶忠明看到了出自自己之手的 售价还贵的离谱 这些装备的来路叶忠明并不想去深究 毕竟这些装备在他眼睛过于普通 但这种自己制造的东西 被人用来盈利的感觉还是不太好 或许看到叶忠明非常留意这种出售武器装备的铺子 伯格主动说道 云顶出产的东西现在非常出名 质量没得说 你们看看 我这把匕首就是那里出产的 他从小腿的一侧 掏出了一把白色级别的匕首 在这里的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芒 默契毫不犹豫地拿在了手里 上下看了看 又握在手中比划了两下 点点头道 是不错 就是等级低了点 那边远哥也凑过去观察了一番 有些不屑的道 其实云顶山庄的装备 没有什么厉害地方 上面附带的能力 不仅单一还很垃圾 就食量大 用以前的话讲 就是市场占有率高 所以感觉好像挺厉害的 其实就是那么回事 赵向雪和高义齐齐地看了他一眼 伯格善善地收回匕首 心中开始对这两个人有些不满 这两个人身上确实有绿装 还不止一件 但依然还是以白色为主 就这样 还有资格比试自己的匕首 不过两个人都是有身份的人 伯格还想和他们搞好关系 在将来得到什么好处 所以只是咧嘴笑笑 没说什么 叶忠明自然也看到了 但早就忘记自己什么时候制造的了 正如远哥所说 他制造的武器太多 自己根本就不记得 但是品质 叶忠明心中好笑 他对外虽然出售过许多武器装备 自己也记不清楚数量 可好东西不多 品质自然不怎么高 可谁要是说不好 那就是有些装十三了 梅达里这两个人 自我良好的谈话 一行人向着娱乐区的中心走去 那里有着一座 整个硝经窟里最高的建筑 虽然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地上的东西 但我还是想说 这儿真是个奇迹 伯格感慨着 望着那座出挑的建筑 喃喃说着 这就是超级势力的实力 其实你我都清楚 五环前把自己排在第十名 绝对是谦虚了 默契哼哼着说着 仿佛他是五环前的人一样 叶忠明也看着同样的景色 心中有了猜测 只是现在并不肯定 要之后看看再说 不过他觉得 自己的猜测十有八九是对的 这里虽然都是真实的 但那里就是新红竞技场了 远哥的语气中很是兴奋 看样子是去过的 那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伯格笑着问 今天和这两个人在一起 已经听到他们数次提到了这个地方 那里是一个让人上瘾的地方 远哥罕见地收起了自己的傲气 看着那里道 只要你想到的 那里都有 你想不到的也有 总得来说 那里是一个赌博之地 赌场 伯格一边走一边眼睛都亮了 他以前就好这个 现在听到可以赌马上就高兴了 可以这么说 地上的部分是一个大赌场 以前什么澳门拉斯维加斯等这些地方有的 那里都有 还增加了许多新鲜玩意儿 进去之后 可要看好你的钱包啊 远哥笑笑 对于伯格的态度很是满意 地下的部分 则是竞技场 决斗场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对战 每一场五还钱 都会作为庄家开出赔率 你可以去赌一赌运气 只要赢了 那就是一大笔钱 昨天我有个兄弟 在里面 说到这儿远哥顿了一下 对着面无表情的 照相雪挑的挑眉毛 你们猜赢了多少 默契哈哈笑着 叶忠明等三人 好像事不关己 还是伯格凑去到 多少 一瓶 五星进化药剂 听到这个 叶忠明等三人也微微惊讶 可以得到一瓶 五星进化药剂 这个奖励可有点大 哪怕是这些末世里的中层人物 普遍也就是四星 其中比较优秀的才是五星 看到小美女终于有了反应 远隔下巴扬起 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就连我昨天也跟着沾光 得了两枚五级魔精 在他看来 叶忠明三个人 也就是四星进化者 还是那种为了得到进化药剂 其他方面非常窘迫的进化者 看看他们的装备 就知道了 走吧 进去是要门票的 不过今天我请客 让你们开开眼见 说着 就拿出了一些三级魔精 交给了门口的侍者 六个人一进去 一股热浪扑面来 真的就和末世之前 最好的赌场一样 里面人声鼎沸 各种机器和赌台错落分布 很多的美丽侍女 穿梭其中 每一个赌台上的小庄家 穿着各种出名 动漫人物装束的 Cosplay美女 而桌子上 更是摆满了各种等级的魔精 差点可以要瞎人的眼睛 哪怕什么都不做 只要进入这里 就足以撩动心中的欲望 只是叶忠明 依然不觉得什么 反倒是看到 一边不断变化 人物图片的一面 巨大液晶显示屏后 愣了愣 那是 听到叶忠明问话 远哥有些不耐地看了一眼 匆匆回答道 地下竞技场 今晚要出场的选手 叶忠明眨眨眼 本来想来看看就走的他 决定不走了 他在这块显示屏上 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对于赌场 叶忠明并没有什么兴趣 他看了看自己的两位手下 询问他们想不想玩玩 如果想 筹码地前他出 不过两位队长 同样没有兴趣 既然这样 叶忠明就打算去 下面的新红竞技场看看 默契和远哥自然没有这个想法 伯哥本来想要陪着叶忠明 却架不住心中搏两手的欲望 和两位狐朋狗友的勾引 对叶忠明几个人 表示了一下歉意后 便投身到了赌博大业当中 叶忠明摇摇头 带着人走了下去 不好意思 请进行验资 刚刚下去 就碰到一对守卫 和接待在一个微星酒吧里 非常礼貌地 让人他们出示名牌和验资 叶忠明问了问 原来进入这里需要一定的资产 说白了 就是如果你很穷 那么请去楼上看 显示屏上的直播下注 那里都是小额的 想要进入星红竞技场的现场 看直播 并且现场押注 那么就要证明 你有这样的资格 需要多少 三百枚三级魔精 叶忠明听了没说什么 这点魔精其实并不多 他从背着的包里 拿出了一把魔精 三级四级的都有 这里的人一看 都有发症 这个年轻人 只是随手从包里一掏啊 就抓出这么一大把 其中有一个人眼尖 甚至看到了一枚五级的魔精 掺杂在里面 他们看了看名牌 上面写着三人行 这些人很确定 没有听过这个组织的名字 对叶忠明等人就更加好奇 不过 燕姿肯定是通过了 请三个人进去之后 这里的负责人 立刻把三人行的名字 写在了备忘录上 列入了观察名单 打算稍后交到主管那里 由于只是 普通的战队 三个人并不被允许 进入到三层竞技场的顶层 甚至二层也不行 只能在一层观站 这里没有包厢 只有一排排的座椅 虽然舒适 但也显示出了 和二楼三楼的差距 据说二楼都是单独的卡座 很多的假山流水之物 点缀其中 三楼则是一个个 单独的豪华包厢 里面应有尽有 这个时候 今天的竞技 还没有正式开始 但是已经有热场的表演 是两个三级的变异生命 在猛烈厮杀 一些人 围在一层最前面 靠近擂台的地方 奋力地嘶吼着 给他们压了魔精的 变异生命加油 陆陆续续的进化者正在进来 寻找最好的位置坐下 也会发生一些 抢座位的小摩擦 但很快就被 五环前的安保人员安抚住 在这里 还是没人能够闹事的 三个人找了位置坐下 发现 就在他们的膝盖之前 有一台操作仪器 清晰的屏幕上 现实着今天的对战情况 每一场都有简单的介绍 比赛双方的战绩之类 也会被标明 最后面是初始赔率 这个到了临近出场之前 还会有一些变化 不过随时可以压住 赵向雪发现如果想要下注 只需要操纵一下屏幕 然后把身份名牌 在上面刷一下便可以 之后自然会有适者 过来收走本金 比赛结束后 如果获胜 也会把所得送来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不得不说 这让赵向雪 找到了一点漠视之前 刷二维码的感觉 这些或许是真实的 但可能只存在于 名水戒之中 叶忠明突然说了一句 两位队长想了下 脸上都露出了一丝 不可置信的表情 老板 你说的是 这是依靠名水戒 自己的力量创造的 嗯 叶忠明看着四周的场景道 名水戒可能是一个 超级空间装备 想要取得这里的控制权 需要解开一些禁止 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那些 而现在能够取得的控制权 就足以制造出 我们眼前的这些 这里 的确是个很特殊 很神奇的地方 叶忠明现在对这里的兴趣很浓 他想看看那些禁止都是什么 解开后 又会得到什么 这个时候 热场已经结束 有人迅速清理了场地 但是上面遗留下来的 大滩大滩的鲜血 看起来 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一个主持人走了上来 开始说一些事情 也是培养现场气氛 毕竟现在竞技场里 已经有一大半的座位都坐满了 叶忠明听了听 无非就是什么规矩啊 赔率啊 注意事项啊等等 其中的一些规则 让叶忠明听了都很诧异 看来为了赚钱 五还钱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门口处有些动静 一层的入口被暂时封住 异形人通过这里上了楼 显然是一些 有资格使用二楼 甚至三楼的大势力到了 之后 第一场竞技随之开始 叶忠明看了眼面前的操控台 上面显示第一场 就是人和变异生命的战斗 一位四星进化者和一头四级变异生命对战 赔率显示变异生命 获胜的几率大一些 这也正常 同级别的时候 普通变异生命 总是要比普通进化者实力更强一些 投注很快就多了起来 后面显示的总量 已经突破了一千枚三级魔精 你们也玩了 没关系 叶忠明把装着魔精的包递给两个人 老板 两个人有些愁愁 好像这样花老大的钱不太好 到了第四场叫我 叶忠明却直接开始闭目养神 高义和赵向雪对视了一眼 想到老大都说了 那就小小的玩玩吧 两个人开始一枚两枚的压主 这让过来取魔精的使者 都投以鄙视的眼神 对战持续着 观战的人越来越多 很快这里的欢呼和尖叫声 就到了爆棚的程度 叶忠明仿佛睡着了 直到赵向雪喊了他一声 告诉他第四场开始了 这才让他睁开了眼睛 一睁眼 叶忠明便看到场地内 已经站着一个人 手中拿着两把手枪 在他的腰间 是数个满是子弹的弹夹 怎么还能用枪 有人不满意地喊着 但很快他们就不叫了 因为对手出现了 一群兵用山珠 很多人啊啊啊叫了一声 赶紧去重新下注 因为之前可没有标明 对手不是一头 而是一群 这些人咒骂着五环钱不地道 但也无济于事 这就是摆明坑前的 叶忠明的注意力 都没在这些人身上 而是一直盯着 那个出场的人 这个人他认识 他叫李强 希望你活下来 我有事情要问你 叶忠明心中说道 然后在李强的身上 下了五百枚三级魔精 李强是谁 这个人 是叶忠明刚刚重生不久 在新区基地 遇见的那个国家级 射击运动员 当时李强还不是进化者 却纠结了一帮以前的同事同伴 生生在新区基地里 可以和王主任金大厨分庭抗礼 哪怕是当时 已经是一星进化者的叶忠明 都没有把握在他的射击中 安然无恙 两个人不是敌人 还做了一次交易 叶忠明 给了李强一瓶一星进化药剂 和一把改装过的手枪 而从李强那里得到了初级人魁术 进而以后 才有了红发的诞生 后来 叶忠明把新区交给了家明他们 李强曾经表达了 想要跟着叶忠明的想法 只是当时被拒绝了 一是虽然一起战斗过 这个人表现的也不错 但终究了解的太少 叶忠明有顾虑 二是 李强和他的那些手下都是好手 留下来可以帮助家明等人 更好的守住基地 离开之后 叶忠明就没有了李强的消息 甚至也没有了新区基地的消息 直到后来 闭义建立 才知道 新区基地已经不在 那里的人去了哪里也不清楚 甚至是不是还活着 都难说 在刚才赌场中看到李强的图像时 叶忠明 就想和这个李强见一面 刚才 他并不是在闭目养神 而是在一直在探查这里 想要找到这些进入竞技场的 选手们出场的路线 不过这方面 叶忠明 只能依靠自己庞大的精神力 却并没有相关技能 所以 虽然有些获得 却也只是个大概 场中的战斗已经开始 叶忠明专注地看着 现在李强比一年多近两年前 可强大了很多 已经视为四星进化者 并且应该学会了某种枪术之类的职业 双枪在手中肆意翻滚 子弹在他的面前 铺成了一片金属之墙 他的速度也很快 在竞技场里不断地移动 保持和这些兵永山珠的距离 兵永山珠同样是四级进化生命 并且一下子放出十几头 这让离强的处境非常不好 兵永山珠的特点 是有一层厚厚的 如同泥土开裂般的铠甲 离强手中的两把手枪 只是白色级别的武器 子弹是普通的子弹 射到上面发出砰砰的声音 会溅起一些如同土块式的猪皮 但显然 对山珠本体没有什么伤害 想要击杀这些家伙 只有准确命中他们的眼睛 耳朵 或者张开的嘴巴 才可以 但在高速的移动之中 在很狡猾懂得配合的群珠冲锋当中 想要射中这些被重点保护起来的部位 谈何容易 离强打光了两个弹夹 也没有杀死一头兵永山珠 这让观众们越来越不满 都觉得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决斗 不少人都向着兵永山珠这方面拼命下着重主 叶忠明仔细观察了一下 又看了看操作面板上的赔率 摇了摇头 这五环前真黑 明显是设了一个局 让大家都以为便以生命必赢 但结果 以叶忠明的眼光 看出来离强并没有用权力 显然 这个家伙在配合五环前坑钱 看着整个一楼这些疯狂的进化者 叶忠明不知道在泯水借呆的这些天 这些人会被剥削多少出生入死攒下的家底 果然 在某个时刻 离强开始反击了 他的双腿突然在地面一蹬 身体就窜上了半空 双手变得虚幻 之后 一声枪声就响了起来 繁花手加上驱弹枪手 倒是相得一张 叶忠明用只有他能能听见的声音 说出了刚才离强使用的一个技能 和一个职业名字 繁花手是一种可以在极短时间内 让双手快速移动 并且做出很多动作的技能 和很多职业配合起来 效果都非常好 而驱弹枪手 则是一种射击职业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技能 就是可以让发射的子弹 产生瞬间的停顿 之后 让树莓子弹一同出膛 产生数倍于一颗子弹的威力 在这个职业技能下 一声枪响 往往代表着数颗 甚至十数颗子弹威力的叠加 果然 双手各出一击 打在两头距离他最近的兵勇山猪头部 本来最是坚硬的部位 在这一枪之下瞬间爆裂 无数的鲜血和肉块 弥漫在竞技场当中 离强这还没完 身体借助着开枪的力量向后掠去 一脚踏在了竞技场 和观众席个绝能量和攻击的护照上 身体再次前冲 和这些山猪们对向而行 眨眼间究竟了 枪声响起 这一次是一连串的 兵勇山猪的惨叫声传来 好几头刚才还凶悍的山猪身体 轰然倒在了地上 直到他们的身体甩出去了老远 倒在地上抽搐 众人才看清 大片的鲜血正从他们的眼睛中 鼓鼓流出 离强刚才这几枪 利用之前技能创造出来的混乱 成功命中了 几头山猪的致命部位 转眼间 超过一半的兵勇山猪被杀死 离强站起 腹部的位置有一片血红 那是他自己的血 刚才和这些山猪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也受了伤 近乎玩花火一样的蟹调和装填弹夹 引来一阵喝彩 离强继续开枪 这一次 他一边开枪 一边急速地退着 射击的频率没有之前快 但每一枪 都会打在转头继续攻击他的这些山猪身上同一个位置 就仿佛一场射击表演似的 当离强身上的弹夹全部打空了之后 兵勇山猪只剩下了最后一头 也是最为强壮的那头 离强扔下了墙 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 呼喝着和这头同级的变异 变异生命打在了一起 这是最直接的碰撞 当离强获得了胜利之后 自己也成为了血人 虽然依然有很多人咒骂五环钱搞鬼 让他们输了钱 但离强凭借着真本事获胜 还是让大家很兴奋 不少人甚至喊出了他的名字 也没等使者们把这一次赢的钱送来 夜中明起身向外走去 边走边让两个手下在这里等着 出了大厅 夜中明观察了一下周围 利用他的速度优势 飞速闪进了一道门 十几秒后 便到了一片更为地下的位置 前面就是那些参加决斗的生命后场的地方 隐藏在一个角落 避过几波在这里工作的人 夜中明就看见了被两个人抬着进来的离强 抬着离强的是 两位五环钱的人员 丝毫没有因为离强的重伤 而有什么怜悯之心 一路说笑着 在议论着刚才这场比赛 一共下注超过了五万枚三级魔精 估计组织会赚进万 之后话锋一转 又谈论起了刚才一个看得兴奋激动 把上衣都脱掉的女进化者 不时发出声声音 哎哩笑 夜中明目送着两个人 把离强抬到了这条虽然挂着灯光 却依然有些阴暗通到角落里的一间 牢房 是的 这里是有锁的 等 下 两个人把离强放到了牢房里 转身就向外走 却被重伤的离强叫住 什么事 两个人态度很不好 虽然他们只有三星的进化等级 并没有离强高 但一点都没有畏惧的意思 我 我的治疗师呢 离强的伤势不清 特别是在胸口和左侧腹部 都被扇珠的大牙刺透了 他虽然很强大 只要有枪在手 枪中有子弹 就拥有无限的战斗力 但依然没有超越等级 这么严重的伤势 靠着自愈 还不知道要多久 折什么级 还能让你死了不成 你是五还钱的资产 可不能让你出事 说完 两个人不在搭理离强 转身走了出去 门也没锁 显然一会 还有治疗师过来 等到两个人走远 叶忠明又等了会 确定附近 没人后 才闪身进入了房间 由于角度的原因 离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发现叶忠明 叶忠明也没有马上就叫他 而是看了看这件牢房的地形 这已经是一种习惯 走到离强身前 叶忠明俯下了身体 让这位曾经的熟人 看清了自己的面目 离强大惊 嘴里就要说什么 却被叶忠明捂住 之后 他就看到 让自己成为了 进化者的人身体向后飘去 出了牢门 数秒之后 一个人提着药箱的人 走了进来 真是麻烦 是不是不受伤 就不会打架 很明显 这就是那位治疗师 他先是检查了离强的伤势 态度恶劣地嘟囔着 扯开离强的衣服 把手放在了伤口处 接着手掌亮起 一道柔光就打入了伤口中 之后打开药箱 拿出了一些药水 涂抹在幻处 看了一下效果 又拿出四把锁 把离强的四肢 锁到了和地面连接的铁桩上 老实待着 估计一个星期就好了 说完自顾自地 带着药箱离开了 叶忠明看着这个人的背影 冷冷一笑 心说 这个医师职业者 真能应付事情 只要他愿意多耗费一点精神力 那些药水的用量再大一些 那么 离强的伤势两天 就能恢复如初 可他的敷衍 却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了七天 说实话 要是朴秀英来办这件事情 几个小时 离强就能活蹦乱跳 大概是由于离强身受重伤四肢 又被锁上的缘故 所以牢房的门并没有关 叶忠明畅通无阻地再次进入 先把这个喝了 没有给离强解开铁锁 而是拿出了一瓶药剂 递到了离强的嘴边 叶老大 真的是你 经过了虽然不太负责的治疗 但离强现在明显好了一些 至少说话不再有气无力 看到叶忠明 这张和两年前并没有什么变化的脸 离强有些激动 开门风动竹 疑似雇雇人来 现在虽然没有这样的意境 但当初 叶忠明在新区基地的所作所为 离强可是记得 那么好的一个基地 人家却拱手让人 相比于受了伤 也把他锁在地上的五环前 高下立判 感觉到嘴里流进了液体 他才惊醒 这种味道他知道 这是治疗药剂 这东西可不便宜 先别说话 好些了后我有话问你 离强忍着激动点头 闭上双眼 尽量平心静气 催动药效地发挥 几分钟后 他就睁眼 向叶忠明说 可以了 你怎么会在这 新区基地如何了 家明他们呢 面对叶忠明 这几个并不意外的问题 离强脸上闪过了黯然之色 之后 开始给叶忠明讲述 他离开之后的事情 原来 叶忠明走后 开始的时候 新区基地发展得非常好 叶忠明让这里的许多人 成为进化者 这就是最夯实的基础 基地 因此很快在周围脱颖而出 家明离强等人 很快就全部成为了 二星进化者 但大概是数大招锋吧 新区基地被人盯上 双方不断摩擦 冲突时有发生 不过这个时期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安宁 但新区基地 也没有落入下风 在这个阶段 这些主要成员 也成为了三星进化者 但事情 在一年前有了变化 那个敌对势力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强大了起来 轻易地攻破了基地 家明离强等人带着人撤退 本想去寻找叶忠明 可是在路上的时候 却遇到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们在一个夜晚 突然集体失去了意识 等到醒来的时候 发现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 每个人都被绑在金属床上 一些机器在他们的身上移动着 做着各种试验 每一次的试验之后 他们受损的身体 都会得到几乎完美的修复 并且被注射营养液 以维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 这样的日子 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有一天 这处神秘之地也遭受到了攻击 一些当时神智清醒的人发现 他们身处外太空 确切地说是在月球 你是说 你们被带离了地球 听到这里 叶忠明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惊涛骇浪 身体都站了起来 他没想到 自己一直追寻着末世的答案 不惜深入秘境拼命 不惜来到疑似飞轮盘装备的 名水街冒险 除了在三族怪人那里 得到了一些不能确定 真假的消息外 一无所获 竟然会在一个偶然遇到的熟人 这里得到了最震撼的信息 嗯 所在的地方 应该是那种末世 当天曾经出现过的金色战舰中 叶忠明半想没说话 让自己平静了一会 接着才问到 金色的战舰中 有什么 有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吗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用你们做实验 而你们 又是如何回到地球的 李强摇摇头 那艘战舰之中 满是我们地球不会有的科技产品 说实话 我学历不高 没受过高等教育 连猜都猜不着个大概 只是知道 全部都可以远程控制 因为那些设备 拿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没有任何生命出现过 直到 吸了口气 仿佛回想到 当时的情景 也会让这位面对十几头 和自己同等级变异 生命毫不变色的男人 感到战力似的 直到那里 被攻击 我们所在的实验舱破裂 我才看到了几具 非常怪异的尸体 他看向叶忠明 低声道 你知道 进化者到了一定程度 都会对其他生命的强弱 有所感应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进化等级 但能感觉得到你 比我强大 对于那些尸体也是一样 哪怕他们都已经死了 可我依然能感受到 他们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比你给我的感觉还要强大 甚至强大得多 叶忠明知道 离强大概是因为 专业运动员的缘故 还是对外部环境 必须非常敏锐的射击运动员 所以当叶忠明 因为这个消息的震撼 而忘记 隐藏身上气息之后 能量强度被他感知到了 可比自己要强大得多 叶忠明不禁猜测 那些已经死亡的尸体 竟然都会给离强这种感觉 那么他们 活着的时候 会强大到何种程度 并且 他们还被杀死了 离强接着给叶忠明 描述了一下那些尸体的外貌 让叶忠明确定 那的确不是地球人类 他们拿我们 做实验的目的 我们不清楚 但能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有敌人 还很强大 说到这里 离强的情绪有些低沉 回到地球后 我时常想起当时的情况 越发觉得 我们地球 地球上的生命 好像只是这些东西的试验品 我们 就如同他们的玩物一样 叶忠明没有回答 因为他时常也会有这种感觉 前世 他的能力不足以让他去触碰 和考虑这种事情 能够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但这一世 当他的实力 已经位于目前人类 最巅峰的层次时 却由不得他不考虑 因为他即将走到山巅 而那些生命 就在山巅上抬头 可以看见的地方 并且 两世为人的骄傲 让叶忠明 异常厌恶 被玩弄的感觉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摆脱这种命运 没和离强说 只是因为这个人 还不足以为 他分担这种压力 那你们如何活下来的 面对叶忠明的询问 离强有些茫然 后来的事情 其实我都记得不太清楚 好像一些攻击了那里的生命 对我们做了些手脚 轮到我的时候 那艘战舰的援军到了 于是对我采取的措施 有些疏忽 所以 让我保留了一些记忆 可是 我记得依然有点模糊 只是恍惚之间 被一道光送回了地球 和新区基地的人 也分散开了 我不知道 他们去了哪里 只是当我醒来的时候 身处一片冰川之上 走了小半天之后 遇到了五环前的人 被他们抓了起来 叶忠明想了想 从那时到现在 过了多久 有三个月了 也就是说 你们在外太空 停留了超过半年的时间 应该是的 两个陷入了沉默 这种信息对他们来说 都有些沉重 你来这里三个月了 都知道些什么 叶忠明转开话题 还是决定不谈论这些了 以他现在的能力 知道了也无能为力 至少要九星之后 才可以去触碰这种事情 否则 一切都是空谈 我知道的不太多 李强咳嗽了一声 伤势还是让他感觉有些难受 只知道 五环前抓了不少 我这样的进化者 对我们进行训练 一些有家人的 他们就拿家人威胁 像我这样 自己一个人的 他们就在我的身体内下了毒 只要不听话 就会让我们毒发身亡 那是一种 比直接杀死残忍无数倍的死法 我知道你想了解什么 但我对明水界也一无所知 就听到过一个 不知道真假的消息 叶忠明挑了挑眉吗 你说 偶然间我听到一位 颇有身份的管事 曾经和那位治疗师聊天 说明水界的深处 有一块什么杯 好像上面有什么东西 或者有什么奖励 他们也说得很含混 并没有透露太多 什么杯 叶忠明搜索自己的脑海 确定在前世 并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情 看来 想要弄清楚 只能继续在这里探查一番了 对了 李强突然道 我被扔下的那个冰川 应该距离五环前的总部不远 好像明水界最开始的时候 也是在那里出现 叶忠明眼睛一亮 这个消息 就有价值多了 这说明明水界 或许真的和天上的那些生命有关 只是不知道所谓的奴族 是那些拿李强等人做试验的生命 还是后来的攻击者 我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所以暂时无法把你解救下来 叶忠明知道 时间差不多了 拍了拍李强的肩膀到 李强点头表示理解 现在叶忠明 要是放了他 肯定会引起五环前的注意 他不仅逃不掉 叶忠明也会陷入麻烦 但你放心 我会带你离开这里 说完 叶忠明拿出了一瓶备用的五星净化药剂 交给李强 趁着你养伤的这两天 先把净化等级提升一下 出去了 和我回云顶吧 李强看到五星净化药剂待了半天 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份药剂的重量 看着叶忠明即将离去的身影 李强却叫住了他 在战舰上的时候 大概是怕把我弄死了 所以净化等级让那些人给提升了 也是在上面学会了我所掌握的技能和职业 只是并没有服用什么药剂 也没有什么职业卷轴 连我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突然之间就掌握了 叶忠明惊讶地挣了半天 然后才点点头离开了牢房 回去的时候 叶忠明依然没有从得到的信息之中回过神 直到坐到了位置上 才发现伯格和默契远哥三个人竟然来了 就坐在旁边 此时 后两者正志得意满地 数落着伯格什么 看到叶忠明回来 默契和远哥只是看了一眼 丝毫都没有在意 仿佛在他们眼中叶忠明只是个陌生人 他们继续在吹嘘着刚才在上面赌场中的战绩 仿佛双双化身成了赌王 大杀四方 只有伯格和叶忠明打了个照顾 就是脸色不太好 高义和照相雪看着自己老大 觉得刚才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所以说要是运气不好 就应该收手 不要继续了 否则就会像伯格似的 输了那么多 远哥一副老大的样子 对照相雪说着话 这里的美女不少 厉害的角色他招惹不起 能上手的 比如这里的女招待 或者外面那些失足的 他又觉得腻歪 只有照相雪这样冷漠中 带着清纯的 才能对他有吸引力 甚至于远哥和默契的眼光 他们猜测 这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 可能还是个厨 在末世两年后 这样的女娃 可比九级变异生命还少 输了 不管怎么说 伯格一路上 还算对叶忠明三人友善 或许对照相雪 同样存着勾搭的心思 但至少没有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这让叶忠明 对他感官还不错 听到他输了钱 便开口问了问 伯格尴尬地笑笑 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 叶忠明狐疑地看了看伯格 总觉得这个人 对其余两人 有些过于忍让了 他的实力和背后的势力 或许不如默契和远哥 但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不和他们来往就是了 何苦委屈了自己 不过 终究是陌生人 叶忠明 只是闪过了这个念头 可没有什么帮忙的想法 都说了运气不好 还问 远哥不满地撇撇嘴 这句话 让高义的拳头都紧了紧 哎呀 给我送战果的人来了 远哥朝着一个方向一指 就看见一个明显穿着 楼上赌场的 适者服侍的美女 走了下来 微笑着走到了几个人身边 温和地讲一袋魔精 递给了他 今天运气好 赢了将近一百枚三级魔精 远哥的声音有些大 引得周围有人注意 听到赢了这么多 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毕竟 这些魔精运气好 就是两三瓶三星进化药剂 运气差也有一瓶 虽然不多 但也绝对是比不菲的收入 看到这个袋子 伯格脸色就更不好了 对比太鲜明 不过 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侍女走了过来 这次是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放着数个黑袋子 这些袋子 和刚才给远哥的是同款 只是更大一些 这是刚才的收入 请轻点一下 听到侍女这么说 远哥等人一头雾水 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 给我吧 叶忠明打断了他的话 把自己的名牌递了过去 侍女只是扫了一眼 立刻面带笑容地 把几个袋子 都给了叶忠明 临走还对他眨了眨眼 你的 远哥和默契 甚至包括伯格 都看着叶忠明 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刚才 老板赢的 赵向雪微微得意 不战斗的时候 还是有些小姑娘气 赢的 三个人中 伯格下意识地问 赢了多少 叶忠明 很认真地想了想 应该有六百多三级魔精吧 大家听了都有些默然 默契和远哥的脸色了 就不太好了 刚和人家吹嘘玩意了不少 却发现没人的五分之一 这脸皮就有些疼 远哥本想就这么走 可心中 对赵向雪又有些火热 眼睛转了转道 既然赢了钱 那我们玩玩如何 心中正想着黎强的话 叶忠明随意地道 怎么玩 远哥听到叶忠明接了话 心中一喜 新红竞技场是可以加赛的 那才是最刺激的 也叫做自由竞技 随着远哥的说明 叶忠明理解了什么是自由竞技 所谓的自由竞技就是加赛 一种方式是观战的进化者 自己下场 去挑战五环前给安排的对手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进化者之间互相挑战 和决斗一样 只是方式灵活 可以是单对单的 也可以是团队战斗 五环前不是善男性女 也不是慈善机构 他们就是故意允许这种方式的存在 这样 他们才会有利可图 叶忠明只是稍一思量 就知道这种自由竞技 会随着名水界的开发 变得越来越火 大家一起探险 得到的东西怎么分配 行动的时候产生摩擦怎么办 探险的时候被人偷袭了 怎么解决 眼馋其他人的所得如何处理 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到娱乐区来场 自由竞技以解决 对战的人对于报仇或者血恨 或者彰显了实力 看热闹的人得到了视觉和心理的双重满足 五环桥得到了大量的魔精 你好我好大家好 当然 对于说的一方自然是极其不好的 场外的丢了钱 场内的丢了命 你的意思 我们自由竞技 叶忠明 似笑非笑地看了远哥一眼 也不等他回答 便摇头道 你不行 语气笃定地仿佛在说话 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似的 三人愣了下 接着默契和远哥就笑了 笑得很畅快 他们之前都以为叶忠明会尽量推脱 那就是胆怯未斩 他们的面子也就找回来了 谁想到远哥还没正式越战 人家就 你不行 这种感觉就和一个三岁孩童 对一个壮汉摇手指说 你打不过我一样 滑稽可笑 他们实在不明白 这个人的信心来自哪里 伯格在边上有点傻眼 没想到叶忠明竟然会这么说 硬着头皮解释了两句 但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无力 小子 早就看你不顺眼 我们下场玩玩 远哥无论之前 表现得有多么张狂无数 但涉及到了战斗时 立刻就会表现出 漠视人特有的嗜血和认真 哪怕在他心中 叶忠明只是个垃圾 谁想到叶忠明还是那句话 你不行 并且说完就看着场中发呆 这种轻视 是无事 让把远哥的脸都气红了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叶忠明现在脑海里 全是远哥关于自由竞技的话 一条坑五环前一把 并且还能大赚一笔的阳光大道 仿佛已经在叶忠明的面前铺开 下张明天更 长春出差中 手机码的 很费劲 明天补上 远哥离开了 因为他在这里不能动手 既然不能动手 叶忠明那无视他的态度 让他抓狂 这种感觉可不好受 默契同样离开 离开的时候 还把伯格拽走了 叶忠明三人 依然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一样 远哥和默契的眼神 便非常的不友好 叶忠明招手叫过了一位侍女 低声询问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让他离去 接着又对高义 和赵向雪说了些什么 马上 赵向雪和高义对视了一眼 前者起身离开了 高义沉默了一会 目光落在了 自己老大的脸上 叶忠明笑笑 不懂我为什么这么做 B行动队的队长点点头 他确实不明白 为什么老大 会让两个人 都下场去参加竞技 第一呢 这样做或许会暴露我们 这和之前隐藏身份的情况 有冲突 但一切事情 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我的初衷也没有变化 所以才会让你们 采取那个措施 能拖一点时间就是一点 只要明天让我们进去看看 那么我就会知道答案 高义静静地听着 就和云顶的许多人一样 叶忠明在他们的心中 不仅仅是领袖那么简单 还是偶像和精神寄托 能够让这样的人 为他解释心中的疑惑 他感觉很好 虽然哪怕解释了 他也听得不是很懂 第二 自然是为了钱 叶忠明说着自己都笑了 你知道 咱们云顶家大业大 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为什么我们拼死都要守住秘境 无非就是那里有着许许多多的资源 即便是不能让我们立刻成为 不差钱的人 但那里在崩摊之前 至少可以源源不断地为 我们提供好处 收益可比 现在我们掌握的绝地大得多 最后呢 其实也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你们的战绩 却未亲眼见过你们出手 所以 我想看看 高义一听 那张总是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骄傲 他对于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也非常想在叶忠明面前表现一下 所以啊 就玩玩吧 莫氏 在某些时候 活得随心一些 也没什么不好 叶忠明这句话不是无地放始 作为众生者 他深知压力这东西的可怕 普通的莫氏人长时间 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之中 每天都要面临生死 随时随地都会被攻击 长此以往 终会有崩溃的那一天 而B作为云顶背后的影子 更是需要长时间存在于黑暗之中 如果不是叶忠明 这一次带着他们来到这里 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高益和照相雪的样貌 他们以后 依然会处于这种状态中 把面目隐藏在迷雾之后 能够看见他们的人 都是在临死的那一刻 长久下来 叶忠明有些担忧 他们精神的坚韧强度 这其中有私心 因为一个疯子 是无法控制的 叶忠明 可不想自己辛苦培养出来的战士们 突然有一天 变成精神病 于是在适当的时候 让他们释放一下压力 绝对是有好处的 场中的对战还在继续 叶忠明和高益 也偶尔压一些魔精 只是以叶忠明的眼光 也只能压中一半左右 这让他知道 五环前肯定是在其中做了手脚的 否则 以他的进化级别和眼光 这些对战至少能够猜中八成 不过这也正常 无论什么时候 庄家总是要赚钱的 甚至对于五环前 能够搞出这么有特色 精彩分成的竞技 叶忠明也不得不佩服 这个时候 那位主持人在一场比赛结束 突然出现并且宣布有一场加赛 也就是自由竞技 全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沸腾了 自己竞技可比普通的比赛有意思多了 因为少了一分人为控制的因素 这里的进化者其实并不傻 只是忍不住赌信而已 出场的选手选择了十号管 主持人的一句话 更让现场气氛激烈起来 为了保证自己竞技的火热和吸引力 五环前专门准备了50个 带着编号的变异生命 从高到低 什么级别的都有 越是往前 等级就越高 据说 排在第一位的是 一头八级变异生命 是五环前花了极大代价 死了不知道多少人活捉的 就是为了给自由竞技增彩 到了最后 如果没有人挑战的话 那么就会作为 新红竞技场的最后一场压轴表演 这个消息 是五环前自己放出来的 真实度没人怀疑 只是有些寒混不清 云里雾里 让人心养难难 名水界从开始接待来客的那一天起 这个神秘的八级存在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当然 除了这个神秘的一号之外 其他排在前十的也都是非常厉害的生命 其中从二号到五号是七级生命 六号到二十号是六级生命 二十号之后是五级生命 名水界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就有人要挑战十号 这是六级生命里排在第五的强悍存在啊 在现在平均进化等级 只在三星的年代里 一头六级生命的战斗 可想而知对人们的吸引力 哪怕就是战力排行榜上的那些高手们 除了前二十那些七星的人 后面八十位 谁敢保证自己 就一定可以战胜同级的对手 没人保证 甚至就连七星进化者 一个不小心 都可能被六级的变异生命因死 所以现场气氛爆棚 都在谈论是谁交了钱 还要去和这么强大的怪物拼命 谈论五环钱会给出什么样的赔率 该如何去压 是的 如果进行自由竞技 需要挑战五环钱准备的这些 带着编号的生命 那是需要交钱的 下面 让我看看 这一次的十号变异生命是什么 主持人用高亢的声音 挑动着大家的好奇心 竞技场旁边 那巨大的光幕上 一头变异生命的身影 缓缓露出了面目 全场一片哗然 哪怕仅仅是影像 也给了所有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仿佛这头怪兽在看着每一个人 下一刻就要咬断自己的喉咙似的 是金翅雪雕 一个观众喊出了这头怪物的名字 声音很大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那座高山之下 他之前所在的战队 被这头怪物在半分钟内击杀殆尽 如果不是他机灵 加上运气好 找到了一个岩石缝隙里躲避 他也肯定成为了人家的食物 当然 这头金翅雪雕 不会是那一头 就连等级都不同 那一头是五级变异生命 而这头是六级 连五级的金翅雪雕都那么强大 何况是六级的 这个喊出了 这个怪物名字的进化者 瞬间就决定 一定要把全部身价 都压在这个恐怖家伙的身上 这是包赢不赔的 是的 看来大家有见过这种生命 这就是一头金翅雪雕 在一些高山附近都可以见到 飞行生命 速度很快 翅膀 爪子 嘴 都是他致命的武器 并且这种生命 还是罕见的风系怪物 拥有一些莫测的能力 这 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十号生命 大家满意吗 这个主持人喊得有些嗨 还把之前主持游戏的 那一套拿了出来 喊出来之后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才反映过来 现在已经是末世了 不是以前的直播 下面的人 确实也没怎么搭理他的问话 因为大多数的人 都在和身边的人 讨论着这头变异生命 论调基本上一样 就是金翅雪雕迎面更大 并且是大的多 别说见过的人 知道这种生命的金色翅膀 非常强悍 攻击时可以当作武器 不攻击的时候 还可以裹住身体 作为坚固的屏障 而嘴部和爪子的锋利 堪比最好的武器 加之本身的力量 和莫测的风系技能 让金翅雪雕 成为了进化者的噩梦 最为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飞行生命 对只能在地上跑的人类 占据天然的优势 所有人都不看好那位挑战者 所以当五环前 给出的赔率公布时 也没有人意外 只是都觉得金翅大鹏的赔率太低 让大家赚得太少 当然 也有抱怨 实力对比这么明显的竞技 那个挑战者 虽然赔率很高了 但是没有高到人们的期望 让一些打算 拨冷门的人非常不满 这些变异生命 都处于沉睡当中 唤醒他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 请大家稍安勿躁 利用这个时间 我来介绍一下挑战者 还是之前 黎强出现的那个入口 一个人影缓缓地走了出来 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两手空空 看身材 竟然是位女子 我来的擦的 竟然是妞 这是在玩我吗 刚刚一个拨冷门的人 在挑战者的身上 下了笔不菲的魔精 就发现挑战者 是个女人 忍不住 就开骂 他倒不是觉得 在漠视女人就比男人弱 一些女进化者强大到 让大部分的男人 都要跪下的程度 只是从比例上来讲 女进化者中 强大的终究是少数 他还没有拿武器哦 他还有没有穿盔甲哦 他还没有睡醒哦 周围一些人 全部压了金翅雪雕获胜 于是在笑声中 用这样的方法 打击着这个人 弄得这家伙脸都气轻了 嗯 其实 也没有什么可介绍的 因为我也只知道 这位挑战的名字叫作洛 其他的 呃 包括相貌 我都不清楚 这个走出来的女性挑战者 脸上戴着一个 同样是白色 戴着黑花纹的面具 遮挡住了她的相貌 她是哪个组织的 进化等级几级 你们五环前是不是太不专业了 在新红竞技场的二楼和三楼 一些五环前的贵客 也都在埋怨着 好不容易看到了一场自由竞技 竟然连基本信息都不提供 这是要大家忙呀 负责这里的是 女们对待二三楼的客人 可不会如同对待一楼的那些 赶紧把这些问题 都会总到了五环前的高层 但是得到的信息 却是挑战者不打算公布 这是规则允许的 因为挑战者花了一笔钱 去参与到和变异生命之间的战斗当中 自然是要享受一些权利的 其中就包括个人信息 五环前也乐于见到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自己是掌握这些的 却不让其他人知道 这样情报不对等之下 可以让他们有更大的机会 获得利益 大家一听 倒是也不再说什么 毕竟规则他们之前就清楚 只是在压住的时候 要比楼下的那些进化者冷静 不过这些终归是有钱人 随便的一注魔镜压下去 都是一笔不小的款子 在比赛开始之前 这场的总下注额 已经超过了二十万三级魔镜 这个数字也是把不少人都惊呆了 毕竟不是七级和八级生命的对战 仅仅是六级的 就有这么多魔镜一场 但就在进化者们惊讶的时候 这个数字突然跳动了一下 变成了超过三十万 现场因为听到了自由竞技的消息 从一楼下来了不少人 整个竞技场已经全部满了 看到这个额度之后 声音汇聚在一起 差点没把整个会场都震动了 谁这么狠 在三楼 一个全身战斗服的人扔掉了嘴里的香烟 看着变化的屏幕瞪着眼睛 能够瞬间提升这么大的数额 无疑是一笔巨款被一次性注入了 也就是说 有人一下子压了十万三级魔镜在里面 就算是三楼的这些基本上 是综合实力排名前二十的实力 也很少有这么大的手笔 由不得他们不惊讶 虽然没有一楼那么混乱嘈杂 但是二楼和三楼的人还是在互相走动 询问打探是谁出手了 在他们看来 能有如此实力的 必定是二楼三楼的这些大组织 不 甚至只有三楼的这些才可以 他们的打探自然没有结果 因为下注的人 就在他们绝不会想到的一楼 此刻 叶忠明正看着走回来的高义 问道 都下了 高义点点头 都下了 就是他们给出的四级和五级魔晶 兑换比例有些坑人 但我没和他们吵 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嗯 闷声发大财才是硬道理 至于亏了的这些 我们一会就赚回来了 这个时候 五环前的执事们也得到了消息 毕竟哪怕他们是庄家 十万三级魔晶 也是一笔不少的财富 皇族的会长得到报告后 冷冷一笑 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批复 白执事还处于盛怒当中 只是看了一眼 低声骂一句 说怎么不多压点 之后也没了消息 倒是欧阳执事知道了之后 去找了水执事和铜执事 这样啊 同志士嘖嘖了一声 仿佛在赞叹这个人的大手笔 三人行 罗 没听说过啊 压住的人士 也是三人行 同志士本来并没有太在意 这笔大额赌注 因为在民水界之中 他就是半个神 别说五环前赔得起 就算赔不起 他也有无数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自然 五环前也不会赔 做庄家的 哪有那么容易赔钱 赔的 都是其他赌输人的钱 看来他们对自己 很有信心啊 水执事一边说着 一边在脑海中 回想着自己掌握的资料 很确定没有听说过这个势力 十万块三级魔晶 按照现在的赔率 如果他们真赢了 扣除交给咱们 十号变异生命的出场费 他们还能赚七八万啊 真是一手好算盘 欧阳执事笑了笑 接着脸色一正 虽然无论战果如何 我们都会小赚一笔 但是我担心 这局会点那些大势力提了个醒 要是他们也如此下场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到时候就怕其他势力有样学样 同执事和水执事两个人 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思考了一下 他们知道 欧阳执事的担心有道理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那些大势力 一定会形成默契 一方出手的时候 其他人都保持安静 不会下场压住 甚至可能会更恶劣地跟住 那样普通进化者们的筹码 可就不足以抵消赔出去的钱了 五还钱也就真的会亏本 多来那么几次 哪怕是加大业大 五还钱也经不住折腾 所以必须想一些方法来杜绝 这样事情的发生 金翅雪雕的苏醒进行到哪一步了 同执事突然对一边的助手 问了这个问题 第二步 已经从深度睡眠 进入了浅层休眠 还有几分钟就会完全醒来 同执事看了欧阳和水两位执事 笑着道 其实也很好解决 打个好样板就是了 告诉下面 给十号来点猛药 欧阳执事和水执事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的笑意 得到消息 十号已经醒了 自由竞技马上开始 主持人喊了一句 便飞速地下了场 整个场地之中 只剩下了那个戴着面具的落 周围也稍微安静了一些 大家都在等待着金翅雪雕的登场 竞技场上方一片光线之中 开始露出一条黑色的通道 随着时间的退役洞口越来越大 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数米高的黑洞 没有任何征兆的 一声嘹亮的地鸣之声 从黑洞之中传来 哪怕是感觉最迟钝的进化者 也可以从里面听出那种出离的愤怒 一头六级生命 虽然不是最高级别的存在 但依然处于食物链的中上层 他们有着自己的骄傲 现在被人弄到这里来 甚至还被迷晕 这让金翅雪雕处于暴走的状态当中 叶忠明坐在一楼的看台上 听到这个声音 眉头就是一皱 他除了听到里面的暴躁之外 还感受到了一点混乱的失控 这种情况 就和进化者服用了那些短时间 增强实力的药剂后是一样的 看来五环前为了胜利 有点不择手段了 由于并没有见过赵向雪出手 叶忠明难免产生了一点担心 这位戴着面具 全身上下都没有穿护具的女人 自然就是避意行动队的副队长了 场内 张开的黑洞之内狂风大作 这种肆虐的风元素 直接冲到了场内 吹得场中 现在叫坐落的赵向雪衣衫舞动 发出哗哗的声音 周围的光壁也因此而亮了下 显然遭受到了这种元素的攻击 下一秒 一个金色和白色混杂的影子 从黑洞中一冲而出 开始在竞技场的上空盘旋 竞技场虽大 这只金翅雪雕的体型也不小 张开翅膀之后 近乎五分之一的半空都他所占领 金翅雪雕盘旋了一下 那双已经变得血红的眼睛 便看到了地面和他相比 显得无比渺小的照相雪 嘴里再次鸣叫了一声 身体就呼啸而下 他有些饿了 对鲜血和人肉也充满了渴望 一双利爪朝着这个人类就找了下去 观众们一片惊呼 因为这头飞行变异生命的速度太快了 几乎从张开翅膀下冲开始 到爪子即将要碰到那个挑战者 只有瞬间 照相雪 在所有人都以为要被秒杀的情况下 向后一个翻滚 躲开了这块如闪电的一击 这一躲 看起来有些狼狈 但是在场的进化者都不是庸人 没人去嘲笑 反而满眼都是赞叹 换成他们 想要狼狈可能都没有机会 许多人甚至因为这一躲 而对这个同类产生了一点信心 下一秒 让他们完全惊呆的事情开始发生 就在挑战者向后躲的时候 他的身体在逐渐发生变化 仿佛从体内向外着了火一样 当他落地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变成了完全的 火人 这个过程很快 但由于火焰的颜色过于显眼 所以从一开始变化 便被人们注意 直到成为了火焰体 感觉上 仿佛这一变化 持续了很久似的 但其实 只有呼吸之间 或许是被人类的变化 惊了一下 金翅雪雕身体顿了顿 翅膀煽动 就想要向上飞去 对于火焰 变异生命 总是有股发自内心的畏惧 可是 一道直接至少有十米左右的火焰光圈 突然在他的身体下面出现 上面是无数浓烈的火苗 金翅雪雕高亢的鸣叫一声 身体迅速飞离地面 他不喜欢炎热 但这火焰光圈猛然间 爆发出了一道火柱 在竞技场中升腾而起 速度极快 瞬间就击中了金翅雪雕的身体 一声惨叫 从这头六级生命的嘴里发出 他的双翅先是猛静地在腹部 被火柱集中的地方一拍 试图熄灭那里的火焰 同时 也是用金色的翅膀去抵挡还未消失的火柱 这种做法取得了成效 虽然没有完全扑灭 身上的火焰 却成功抵挡住了火柱消失前的残余攻击 免于受到持续伤害 可就在他想要继续飞回半空的时候 另外一道火柱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从下方射来 直接就顶在了金翅雪雕的身体上 六级生命的 强大在这个时候体现 千钧一发之际 那对金色的翅膀再次挡住了身体 第二道吸了很多的火柱打在了上面 可 却没有消失 火焰正源源不断地冲击着金翅雪雕的身体 大家这个时候才看清楚 那第二道火柱 正是那个已经变成了火焰体的女人 用合在一起的双手发出的 没有之前地面上的火柱粗大 却无比的持久 一人一雕 就这样在地面和空中形成了僵持 这种场面看得下面的人目瞪口呆 金翅雪雕是六级的飞行生命 它落在地上 或许许多同级的进化者都可以打一打 但是当它飞在天上 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和它对战 哪怕是七星进化者也一样 那一对翅膀 在某程度上可以抵消一级的等级差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那个挑战者竟然是一个这么 强的人 是的 强 很强 先说这种可以把自己变成火人的职业 至少在场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出来 可这并不妨碍大家感受到这种变身的强悍 他们亲眼看见第一道火柱从地面升腾而起 就在这只雪雕身上点燃了火势 那根火柱哪怕是隔着能量罩 也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扑面来的炙热 更让人惊讶的是第二道细小一些的火柱 那距离竟然足有十几米长 要知道这么长的距离 中途消耗的能量必然很多 并且这可不是一次性的爆发技能 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攻击能力 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力是有多分配 不对 金翅雪雕这样做会出问题 一个反应快的进化者突然站了起来 因为他发现 这头六级生命的巨大身躯 正在缓缓地向着地面落下 大家的目光基本上都集中在火柱和翅膀上 忽略了变化并不明显的高度 听到这个人一喊 果然发现了金翅雪雕在下落 如果这头怪物落在了地上 那么无疑会对挑战者更加有利 不少人都明白了 这头金翅雪雕用翅膀防范着火柱 那么必定无法煽动来保持飞翔的姿态 能够在空中坚持这么久 完全是因为它本身是风属性的生命 身体和空气天然清和 所以才能坚持 可终究敌不过明水界的引力 这个时候 照相雪的已经元素化的身体 突然从刚才的暗红色变成了鲜艳的血红色 整个空间内的温度立刻升高了许多 看到这一幕 许多人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这是什么职业 或许是什么血统 怎么还可以二次变身啊 到目前为止 大概只有夜中明和照相雪自己知道 这并不是什么二次变身 而是一种技能 职业技能 这只是精神力使用增加时候的特殊现象 照相雪所拥有的 自然是火焰精灵 是这种独特而强大的职业 或许是因为尤其只能有一种职业的缘故 火焰精灵是强大到令人发指 现在大家看到照相雪仿佛成为了火人 其实如果离得近了 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 它暂时还无法成为完全的元素体 目前只是在身体周围形成了燃烧的火焰 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想要成为完完全全的火焰体 那需要把火焰精灵 使这个职业提升到最高等级 那个时候 照相雪将会对除了冰水两系技能之外的 所有攻击免疫 包括物理攻击 现阶段 照相雪的火焰精灵 时只升了一级 却拥有两种形态 一种就是目前这种变身的形态 技能的名字就叫做 火焰精灵 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火焰技能的威力会大幅度增加 拥有的攻击类技能有两个 一个就是第一道火柱 火之柱 这种职业最强大的单体攻击技能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还在持续的火柱 制炎熔 还有一种形态 自然就是 不会变身的时候 同样拥有两个能力 一个是火闪电 一个是燃日术 之前 叶忠明对于这个职业的 了解多是前世的记忆 后来也只是从照相雪 单独密报上得知 现在 终于有了最直接的观感 叶忠明明白了 火焰精灵 使这个职业有两种形态 变身和不变身 变身的时候 技能威力会增强 单体技能更多 精神力消耗剧烈 不变身的时候 技能威力没有变身的时候强 但技能多为群体 精神力消耗也会降低 知道了这些 叶忠明也不得不为这个职业的强大 感到赞叹 怪不得前世拥有这个职业的人 很难有活到最后 因为如果让火焰精灵使成长起来 实在是威胁太大了 出手可远可敬 可担可群 最后甚至还会免疫大部分的攻击 想想 就让人头皮发麻 叶忠明觉得自己 当时做的决定很正确 让避意之中的照相雪 学习了这个职业 这样大大降低了他的危险 至于现在 只要不主动显露身份 谁知道这位洛是谁 至于五环前 这面可能会发现这个秘密 可那有怎么样 这种组织利益危险 只要没有严重冲突 他们绝不会对云顶 这样的超级势力下手 退一步讲 就算他们有想法又如何 离开了这里 他们去拿找照相雪 思绪之间 那边金翅雪雕突然鸣叫了一下 夜中鸣发现他那双金色的翅膀 竟然在智炎容之下 有了焦虎的迹象 显然 在这场天赋和天赋之间的对战中 这头大鸟败了 这不可能啊 这个技能威力如此之大 消耗的精神力一定是海量的 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庞大的精神力 一个坐在不远的人惊呼 让夜中鸣听到了 他微微一笑 有些自得 火焰精灵 是因为只能拥有这么一种职业 加之精神力消耗剧烈 所以 前世被认为是这个职业唯一的缺点 夜中鸣 知道这个问题 于是早有解决方案 就是从装备上来弥补 照相雪看似什么装备都没穿 但事实上可不是这样 他现在的身上 带着八样饰品 一对耳环 一对手镯 一对脚环 一条项链和一条腰链 每一个饰品上 全部带有精神力类的能力 或者是减少精神力消耗的 或者是增加精神力总量的 或者是加快精神力恢复速度的 或者是增强精神力药剂效果的 总之 这些装备戴上之后 让照相雪的精神力问题 得以极大的缓解 至少可以保证一次时间不久的战斗之中 不会因为精神力枯竭的问题 这还并不是装备的全部 照相雪为了掩饰身份 那件白色的袍子和短杖都没有拿出来 其实那才是叶忠明 为他准备的最强装备 别看他们没有等级 因为那是两件战功武器 同样有精神力方面的能力 如果用上那两样 照相雪就是一台 吓人的战斗机器 叶忠明在他的身上如此投入 如果还不能让照相雪强大起来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 在毕业身上叶忠明一共投资了多少 仅仅是一个照相雪就占有了这么多的资源 高益呢 还有其他几个组的头目呢 卢毅在那个小村子里发出的感慨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连他这个并不知道太多信息的人 都察觉到了强大的毕业 正如同会心般崛起 场中 金翅雪雕意识到危险 提名一声后 张开了翅膀 他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再僵持下去 他的这对翅膀就废掉了 他必须飞上高空 重新寻找机会 但马上 他就为他的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 智颜蓉没有金色翅膀的阻隔 一下子就轰击在了这头六级变异生命的身体上 炙热的火焰瞬间就把那里的羽毛点燃 整个大鸟变成了火鸟 阵阵悲鸣 从大鸟的嘴里发出 他努力地煽动翅膀 想要扑灭身上的火焰 嘴里发出了一个个的风系能力 希望可以让自己从险境中摆脱出来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火焰仿佛从地狱之中而来 只要沾染上了就再也不会熄灭 于是众人看的这样的场面 变成了火人的照相雪在持续输出伤害 而无论金翅雪雕如何在竞技场的上空飞翔 都逃不过这道火柱的攻击 远远望去 好像照相雪在放风筝 放一只火焰风筝 最后的时刻 金翅雪雕猛然下落 他感觉到了生命力正在飞速地消失 他要最后一搏 可是当他冲下来的时候 照相雪的智颜蓉突然停了 金翅雪雕和观众都是一愣 下一刻一道火柱冲天而起 把大鸟笼罩了其中 又是一记火之柱 不少人都发出惊呼 纷纷喊着不可能 如此高伤害的技能 怎么会只有这么短的冷却时间 这根本不科学 这本来就不科学 火之柱这个技能为什么恐怖 除了伤害异常高之外 就是冷却时间短 最高级的时候或许稍微长一些 但现在 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 只有短短的两分钟 本来 因为火焰精灵使精神力方面的限制 哪怕是冷却时间短 职业者也很难在一场战斗之中 放出两个火之柱技能 可现在偏偏夜中明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 第二道火之柱 直接要了金翅雪雕的命 不仅仅它是六级变异生命 照相雪 也同样是六星进化者 金翅雪雕在空中就死去 海燃着火的尸体 摔在了地上 照相雪缓缓从变身状态恢复了过来 在全场鸦雀无声之中 走到了大鸟旁边 那些火焰仿佛害怕似的 自动避开 他伸手从金翅雪雕 已经被烧成焦炭的头部 拿下魔精 转身走出了竞技场 直到此时 无论是一楼还是二楼三楼 才一同爆发出了震天的呼声 一楼的观众席上 叶忠明和高益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消失不见了 三楼的一处包间里 一直没有离开的欧阳直视 和同直视水直视 三个人漠然无语 显然还沉浸在刚才的这一战当中 这TM是一个小势力 还只有三个人 一向阴柔有理的同直视 报了粗口 倒不是因为会赔钱 而是他发现 他对名水界的掌控 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力 在照相学使用了火焰精灵 使这个职业的时候 三位直视就叫来了 当初给三人型办理名牌的人 得到的答案 只有这个组织 这来了三个人 因为只办了三个名牌 至于其他的消息 一概不知 查一查吧 看看这三个人什么来路 欧阳直视自然也有些担忧 害怕其他势力 学习三人型去挑战编号 变异生命 但自然无法体会同直视的愤怒 所以还算冷静 提出了现阶段最好的办法 水直视点头同意 刚刚得到消息 在战斗结束的第一时间 这个三人型就领走了奖励 显然知道我们会这么做 估计调查不会那么顺利 那也要查 我一定要知道他们是谁 然后去会会他们 同直视几乎是咬着牙在说 敲门声响起 同直视的一个助手 匆匆走了进来 看了另外两位直视一眼 欲言又止 同直视一皱眉 冷声道 说 三位直视大人 竞技场刚刚得到消息 个人战力榜第九十二的奋劲党 老大默契 发起了自由竞技个人挑战 挑战的对象是三人型的老大 一个业性进化者 综合实力榜第十八位的弦乐集团 发起了自由竞技团体挑战 挑战的对象也是三人型 屋子里的三位 直视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面面相去 然后几乎一同站了起来 去 派人去找奋劲党和弦乐集团的人 询问关于三人型的消息 同直视双手拍了一下 颇有种柳暗花明 和得来全部费功夫的感觉 那这两场自由竞技 助手点头答应后问道 先挂起来 就说 我们正在寻找 三人型的人来接受挑战 刚刚给五环钱和所有人 造成震动的叶忠明三个人 此刻正徜徉在娱乐区的霓虹灯下 一边看着热闹 一边总结着刚才的战斗 获得了胜利的照相雪 现在又变成了那个穿着白袍 手拿短账的少女 只是或许是因为 在老大面前干净利落地 赢得了一场同级别之间的对战 所以嘴角一直挂着浅笑 特别是当叶忠明夸奖他的时候 这抹笑意就会放大 一边高益 看得自己的手也痒痒了 走到了一间商店之前 叶忠明抬头看了看招牌 笑着移了一声道 全品类商店 这么牛 那走吧 今天赢了钱 我们也进去消费一下 看看这么牛的商店里 都有什么好东西 一进去 叶忠明就被里面的营业面积惊了一下 不是太大 而是太小 竟然只有一个柜台 三个人互相看看 都不知道这店家想要干什么 这尼玛什么地方 就一个台 里面还什么都没有 糊弄爷呢 也没人招待一下 这他妈真行 两个进化者 在叶忠明等人之前进来 看到店铺里面这么个样子 骂骂咧咧的向回走 看到叶忠明三人 还挥着手说赶紧走吧 这是个破地方 两个人出了店铺 只留下了叶忠明等人 叶忠明环顾了一下 四周后便朝着那唯一的柜台走去 里面虽然空空如也 可柜台的后面却是有人的 塔头过去看看 竟然是个年纪不大的人 趴在那里正在睡觉 叶忠明没有笑 反而慎重了许多 末世之中只有两种人 疯子和杀手 但没有傻子 不管这里的店铺 都属于谁 五还钱也好 其他别的势力也罢 最终的目的都是赚钱 没有钱赚 那这里还不如开个卖奶茶的 或许还有不少进化者 来尝尝以前的味道 叶忠明轻轻敲了一下台面 那个趴在那里睡觉的人 仿佛惊醒了一样 睡眼惺忪地睁开了眼睛 哦 买什么 这话倒是问得叶忠明一愣 买什么 你们这里卖什么 什么都卖 叶忠明 这口气太大了些吧 就算叶忠明 是最优秀的工匠 他也不敢说什么 都能制造出来 这个年纪和叶忠明相仿的人 竟然说 什么都卖 能够这么说 不是吹牛就是真有好东西 叶忠明本来随便逛逛的心顿石 热乎了起来 职业晋升卷轴 有 简单的对话 叶忠明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紧张 但贵 这个男人仿佛好像还有点迷糊 一边擦着眼睛 一边说着 多贵 男人抬头看了看叶忠明 又看了看后面的高义 和照相雪后说到 100枚6级魔精 照相雪和高义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心说这不是贵 是太贵 他们的装备和进化药剂职业卷轴等 都是叶忠明提供的 但并不代表他们 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 恰恰相反 他们这些后来被培养起来的人 对这些东西的珍贵更深有体会 所以 听到这个报价 两个人都怀疑这个地方是不是忽悠人的 本来没有这东西 但是 却要一个高价把人吓跑 对外 还可以说是全种类商店 叶忠明不这么想 因为他是 过来人 知道越是到了末世后期 这种卷轴 就越是值钱 但在现在这个阶段 要价100枚6级魔精 还是夸张了一些 哪怕现在同样是有价无市 也没有离谱到这个程度 在外面 如归能够碰到 愿意出手的 基本上价格在三瓶五星 净化药剂左右 万能装备升级卷轴 或者高级解封液 有 这个男人再次干脆地回答了 叶忠明思考议会之后的 另外一个购买意向 还有 这一次 叶忠明眯起了眼睛 哪怕是他 也不得不怀疑这个店家了 叶忠明低头 又想了一下 八级魔精 这个男人 第一次认真的 看了叶忠明一眼 然后道 有 你是在说笑吗 叶忠明轻敲着台面 脸上出现了冷笑 这个人摇摇头 没有 两种方式 第一种 你付定金 然后等我们通知你来取货 第二种 你付钱 我给你消息 告诉你去明水街的 哪里去得到这个东西 两根手指竖起 这个人的回答 让叶忠明颇为意外 他眨眨眼睛 兴趣更浓 你的意思是 其实你没有现货 同样需要去明水街中 寻找是吗 那个人点点头 你要的这些 都是抢手的东西 哪能有什么存货 叶忠明 有些哭笑不得道 你们的全品类 原来是这样 那个人摇摇头 是你要的东西太稀少 所以才会这样 叶忠明沉默了一下 看着对方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么你对这里的那些冒险之地 应应该都非常了解 据我所知 明水街是五环钱的 在这个前提下 你必然是五环钱的人 还会是核心中的核心 却做出这种和五环钱利益 有冲突的事情 说实话 我并不相信你 那个人笑了笑 我不需要你相信 你也不用拐弯抹角地 打听我的来路 你在我这里什么都不会知道 但只要你有钱 就能得到东西 到时候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就是了 看在我这两天 也没有什么生意的份上 你可以选择一样东西 不需要付定金 等我得到了 通知你来这里 交易就行了 当然 前提是在这之前 你不要死在明水街的冒险镜里面 这么一说 连赵向雪和高益 都觉得这家伙 好像没有说谎 可真要是这样 那之前老大的疑问呢 怎么解释 夜中明面无表情 但心中却是 惊涛骇浪般的不平静 他觉得 自己好像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好像遇到了一个 彩蛋式的机会 这当然不会是一个 NPC什么的 这是末世 又不是游戏 但藏在这个小店背后的 一定是一方 势力庞大的势力 夜中明脑海 在出现了综合实力榜单上的那些名字 却无法肯定 这个人会属于哪一个 还有一点夜中明 也不是很明白 如果他是某个大势力的代言人 知道明水街的这么多消息 那为什么 他们自己 不去得到这些利益 反而要冒着风险 得到后出售呢 面对心中巨大的疑惑 夜中明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要如何抉择 他低头想了想 突然对这个人道 如果我需要一份 明水街那些冒险地的详细资料 你开价多少 那个人听了哈哈大笑 你这个人还真聪明 竟然想要一口都吃下去 你有那么好的胃口吗 我不否认 你们三个人都很厉害 一个七星两个六星 但恕我直言 你们去了里面 没有能力吞这么多的 那好 我只买几个消息 夜中明盯着这个男人道 三个人离开的时候 还没有从震惊和疑惑中 完全清醒 刚才得到的消息 实在是太惊人了 那个人竟然真的知道 明水街里面的事情 甚至刚才还卖给了 夜中明三个位置消息 当然 这些消息有假的可能 但看他的样子 夜中明几个人都不觉得有假 他说的实在是太头头是道了 如果瞎编 可以编到这种程度 那么夜中明 也甘心被骗了三瓶五星净化药剂 那三个位置信息 每一个都是一瓶 五星净化药剂的价格 如果是真的 夜中明觉得并不贵 因为他需要的三个消息是 职业晋升卷轴的位置 万能装备升级卷轴 金色级 得位置和技能冷却药剂配方的位置 前两者自不必说 那都是很稀少的东西 后面的冷却药剂 也是一种可以增加战斗力的品类 冷却时间的减少 可以直接提升战斗力 特别是 对于夜中明 冷却药剂的意义重大 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药剂关乎到他的安全系数 因为第二生命是有冷却时间的 冷却越短 它就越安全 所以他花了大价钱 买了这三个位置 没有买更多 是因为夜中明 哪怕感觉没有被骗 但也需要先核实一下 老板 明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别去三个地方 赵向雪突然向夜中明建议到 这三个地方 据说都在什么第三区 全部都是普通进化者要去的地方 既然五环前 把这个区域交给了势力 并不强大的这些人 那么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些区域 应该并不是十分危险 以三个人的个人实力 单独作战 也有很大的把握得到这些东西 但是夜中明听了之后 却摇摇头 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一些消息 但其实并不多 根据这些就判定里面 不是很危险 有点太草率了 明天还是一起进去看看吧 如果可以确定 我们能单独应对 那再分开 也来得及 有了决定 三个人找了一家 看上去还不错的酒店 享受了一次久违的舒适软床 再起来的时候 娱乐区的人 已经开始向着之前 进来的大厅蜂拥而去 三个人跟着过去 就听闻一些人 在议论着那些大势力 已经进去了之类的消息 夜中明 昨天听那位全品类商店的老板说过 那些大势力区的地方 十二区 在听这些人 谈论以收集信息的时候 前面突然出现了不小的骚动 夜中明抬眼望去 只见一队五环前的士兵赶了过来 这些士兵的装备统一 等级也不低 显然是五环前的精锐战队 到了众人前面 这些战士朝着两边分开 露出了队伍中的 一位穿着一身古怪制服的人 至于男女 这个还真不好说 你们可以叫我同职士 简单的一句话 让下面的人安静了下来 不仅仅是因为同职士 是五环前的五大巨大之一 也不仅仅是因为同职士 是国区排行榜上的牛人 更因为大家都得到了消息 说明 水界的控制权 就在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手中 这里是一个次空间 大家不知道真实情况会如何 但深入的猜测一下 总是会的 控制者在某程度上掌控着生杀大权 自然会有畏惧之心 那么这个人可就恐怖了 在他的面前 谨小身微一点 总是没错的 我今天来 除了感谢各位 过来帮助五环前 一同开放名水界之外 还是来提醒大家一句 名水界很大 大到即便是我也不知道全貌 也不知道在某个角落 应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 同职士的目光 不断地在人群中来回巡视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所以 还请大家注意安全 好东西虽好 但也要有命拿才是 不要固执 因为名水界不是只开放一天 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 完全可以回到娱乐区 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这样或许是会锁得少一些 但总比得不到强 更比死了强 是吧 同职士说完拍拍手 一会 通往冒险之地的门就会打开 去往哪里 大家自己抉择 最后 祝大家好运 说完 带着这些战士离开 叶忠明抬起一只半低的头 看着同职士离开的背影 总觉得这家伙的目光 有些怪 他似乎没有必要专程来说这些 随便派出一个人就行了 不过没给叶忠明太多的思考时间 周围光线组成的墙壁 开始出现了变化 一个个里面 带着各种颜色的通道出现了 这些就是通往不同冒险地的通道 你们自己选择 半分钟后将会关闭 每隔12个小时都会重新开启 你们可以原路返回 开启的时间是10分钟 如果超过 那么就只能在里面继续待12个小时 一个五环前的人喊了一声 让大家赶紧选择 众人立刻议论开了 一时间也不知道去哪里 没人给他们解释 这些通道的另一面到底是什么 可是 留给众人的时间太短 没等探讨出什么 这些通道就要关闭了 夜中明三人 因为事先得知了位置 判断了一下之后 就朝着一个 散发着淡黄色的通道走去 时间太紧 进化者们最后也顾不得那么多 纷纷挑选顺眼的通道进入 有一些通道人多一些 有一些通道进去的人很少 甚至还几个通道 只有一个人进入 半分钟之后 这多达数十个的通道 同时关闭 光线流转 又重新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夜中明三人进入了这条淡黄色的通道 就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 由于经常往返于地球和秘境 对于这种空间穿梭的感觉并不陌生 淡定地走着 在夜中明几人身后 还跟着大约二十几个进化者 他们同样选择了这条通道 三人走得很快 马上就到了通道的另一端 后面的人互相看了看 也赶紧跟了过去 穿过一面炫彩的胶状屏障 众人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山峰 山峰之上萦绕着淡淡的云雾 一侧 一条窄铺从山腰落下 如玉带与青山依威 颇有几分仙气 看着这座大山 夜中明知道 莫一记到了 这地方 青山绿水 烟云缭绕 更像是景区 而不是冒险的地方 一个后面跟着的进化者 看到夜中明三人 站在那里不再前行 知道没有什么危险了 反而走到了最前面 看着前面的景色感慨 是要我们上山去到那个宫殿里吗 另外有人在猜测着说 夜中明看着前面 在山峰之上 的确有亭台楼阁 演应在绿树红花之间 那里也是目利所及的范围内 唯一可能找到好东西的地方 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 互相看了看 全部加快速度 向前跑了过去 只是没跑两步 又都停下了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名牌 一脸疑惑地看上去 夜中明三人也一样 他们在同一时间 感受到了名牌的震动 拿出本来不太显眼的名牌 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些信息 木偶一记 完成度2% 参与人数29 完成度排名 暂无 获得奖励 赞无 看到这么先进的一幕 大家恍然 怪不得五环前 一点都不怕大家不给他们缴税 原来获得一切都在上面写着 估计控制名水界的人 也就是那位同职士 用大家不知道的方法 也可以获得这些信息 夜中明冷冷一笑 他经过了数个特殊轮盘空间 自然知道这种空间的特性 名水界虽然和那些不是同一类型 但神奇之事 尤甚之 只是这种情形 难免有让人受到监视之感 也幸好名牌上面显示的 只是这些 否则身份 还真不容易保密 除了夜中明之外的26个人 互相看了看 再次一起 朝着远山跑去 在这些冒险之地里 无法互相攻击 这是规则 这也是自由禁忌 应运而生的原因 那么 谁能够最快地找到奖励 谁无疑就会占据主动 说白了 谁先得到就是谁的 无法抢夺 老板我们 照相学有些着急 他们可是花了大价钱 卖到了消息 才来到这里 如果让这些人抢了先 那可就完了 夜中明笑笑 举着名牌道 从上面看出了什么 高义和照相学不懂 一起摇头 这里叫做木偶遗迹 完成度之前有2% 说明五环钱的人进来过 只是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又离开了 但不管如何 这里要么非常危险 要么非常麻烦 或者有其他 他们不愿意继续的原因 所以想要在这里得到好处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夜中明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了不远处山脚下的密林 还有 这里有完成度排名 有获得奖励的记录 说明能够探险的地方不止一处 既然这样 我们也没必要去 随着大家一起去争抢 还有第三 我不是小看刚才那些人 但是他们确实 没有太让我看好的能力 去得到这里最大的奖励 说完 照相学和高义 都有些不好意思 这些信息 并不算什么需要高智商 才能分析出来的东西 只是他们却因为心急而忽略了 走吧 我们先去那里看看 夜中明说着 指了一处地方 正是刚才他目光所看的山脚密林 两位队长没有问 抽出兵器一前一后 护着夜中明朝着那里走了过去 由于距离很近 三个人速度又快 很快就进入了密林中 并且几乎同一时间发现了目标 那是一个高度在一米五左右的人形木偶 呈青铜色 造型极其的逼真 如果不是头部没有头发 并且脸上就是一块平板 没有眼睛鼻子和嘴 否则乍一看到 或许真的以为是个人类 或许是也发现了三人 这个青铜色木偶的头部 灵活地朝着三个人一转 双腿迈开 朝着这边就飞奔了过来 照相学手中的短杖便举起 火焰精灵 使不变身形态 同样具有不俗的不攻击力 但夜中明 却白手让他停下 事宜高抑上去 这位毕业的队长宽厚的身板 拦在了木偶之前 看到他冲来 毫不犹豫地向前打了一拳 一丝风雷之声 出现在了空气中 那拳头上 萦绕着丝丝闪电状的光芒 出人意料的是 那个木偶 竟然也是打出了一拳 虽然没有什么视觉效果 却是虎虎生风 一看 就知道 蕴含着不小的力量 高抑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直来直去的拼斗了 低吼一声 拳头更快了几分 直接砸在了木偶的拳头上 沉闷的喷声过后 高抑向后退了一步 气郎掠过周围的花草树木 仿佛刮了一场大风 树叶和花瓣纷飞 叶忠明和照相雪都很惊讶 他们可是知道高抑的力量的 竟然他都被震得后退了一步 这个木偶 是有多大的劲 不过 等到他们 看向这个木偶的时候 却发现 已经被高抑震得躺在了地上 一只手臂完全碎掉 身体上也出现了 大片大片的裂纹 正抽动着 显然是坏掉了 实力相当于四星进化者 但力量超标许多 高抑回头 对叶忠明说出了自己的总结 叶忠明点点头 走过去 仔细看了看这个木偶 突然伸手在他胸前摸了摸 之后 双手用力 把那里给掰开了 照相雪在后面看到里面有东西 不由自主地 发出了一声轻疑 叶忠明伸手 把里面的东西掏了出来 是一个半个手掌大小的木偶雕像 和一瓶药剂 这个时候 三个人的名牌震动了一下 拿出来一看 就见上面的信息出现了变化 木偶一记 完成度2.1% 参与人数29 完成度排名 1 三人形 0.1% 获得奖励 三人形 初级增速药剂 杀了一个木偶 就完成了0.1的完成度 每个木偶的身体之中 就有一份奖励 那这个木偶 雕像是什么 纪念品 叶忠明又拨弄了一下木偶的尸体 发现这些四目四睛的 不知名材质没什么用 并不是材料 他站起身来 看了眼山风之巅 突然有些怀疑 这里最好的奖励 是不是那个人给自己提供的 会不会 还有更好的 解决了一个木偶 叶忠明三人 索性就没有从那条铺设好 通往山顶的道路上山 而是就在密林之中转悠 三人这么有底气的原因 是因为有了名牌的存在 其他人的动向 都可以查看得清楚 进入木偶一记的 这29个人 除了叶忠明三人 外分数四个不同的势力 这里已经开放了一个多小时 可是名牌信息是什么 木偶一记 完成度3% 参与人数27 完成度排名 1.三人型 0.6% 2.呐喊 0.2% 3.剑指 0.1% 4.再造神舟 0.1% 获得奖励 1.三人型 触及增速药剂 脸谱长毛 白色疾 去障眼药 2.呐喊 清心服 一次性 3.再造神舟 漏空扇 白色级别 根据这上面的信息 杀死一个木偶 是0.1%的完成度 也就是说 这么一会 叶忠明三人 击杀了6个 获得了三样奖励 而其余的四个势力 叫做呐喊的这个战队 才击杀了两个 还有两个势力 分别击杀了一个 甚至还有一个 没开胡的 这还不算 那些人一共击杀了四个木偶 却死了两个人 这样的实力 也实在是无法让叶忠明三人 产生什么急迫感 只是 赵向雪两个人 依然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老大 愿意在这座山的密林中晃悠 而不赶紧去 那座宫殿之中 显然 那里会有更多的木偶 我想要尽量获得 多一些的完成度 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叶忠明如此回答 既然老大决定 高义和赵向雪 就全力配合 三个人分开 保持着一定距离 在密林中搜索 遇到这种木偶 便全部击杀 两个小时后 三人形的完成度 已经来到了3% 获得超过10样奖励 虽然都不怎么样 但也算没白忙活 而其余的势力 这段时间也有收获 可显然无法和三人形相比 其中 实力最强的呐喊战队 也仅仅获得0.8的完成度 被远远地落在后面 由于三个人 是有规律地毯四搜索 所以路过地方 他们很确定没有什么遗漏 老板 高义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夜中明立刻跑了过去 就看见这个壮硕的汉子 正和一个木偶打在一起 和其他木偶不同的是 一种漆黑色 实力明显比之前遇到的 那些青铜色木偶强了不少 夜中明看了一会 知道高义是在留守 好让自己观察 试一了一下 B行动队的队长 马上就把这个木偶打碎掉 5级 但是力量至少在6级 很强 由于职业和装备的关系 高义最强的属性也是力量 他既然都说很强 证明这种黑色木偶 在这方面确实有特长 从这个黑色木偶的身体里 夜中明得到了一个木偶雕像 和一张拼图 这让他想起了 当初得到土之精灵的时候 看了下 拼图上没有什么多余的信息 应该是某种花朵的一角 看大小 是6块拼图之一 有意思 夜中明说了一句 心中知道 如果这里真的有 比昨天买来的消息 更好的东西 那么估计就是这种拼图了 想了下 把赵相学也叫了过来 让他注意这样的木偶 火焰精灵史的攻击力虽强 但防御力很弱 在这样的密林中 要是被这种力量强悍的木偶 袭击一下是很危险的 三个人继续一点点 向着山顶进发 期间不断有消息更新 其中再造神舟 这个势力的完成度 在某个时刻有了一个飞跃 从本来的0.3%一下子 提高到了1% 并且还获得了 目前为止木偶一技之中 出现的最好一件奖励 五星进化药剂 夜中明猜测 他们应该是干掉了 比黑色木偶 更加高级的一种类型 所以 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完成度 还得到了好东西 不过他们 依然没有着急 按部就班地 清理着这些外围区域 夜中明此刻有些明白 为什么五环前 会放弃木偶一技 这样的地方了 这里的挑战 至少目前看来 就是这种木偶 而这种木偶最差实力 也在4级左右 还有黑色5级存在 和在宫殿里出现的6级存在 这些实力的木偶 说厉害吧 还不算太厉害 毕竟只有速度过得去 防御过得去 力量最突出 但攻击方式单一 很多人配合也容易击杀 优点和缺点 可以说都很明显 要说不厉害吧 又不是普通进化者能够应对的 没有五星的实力 在这里很危险 五环前有多少个五星进化者 夜中明不知道 但他可以肯定 绝不会有云顶波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里是被称之为 二级的地区 有多达数十个冒险的 解决一个 几个甚至十几个可以 夜中明相信五环前 有这个能力 但是数十个 这种程度的地图 一个就需要投放数十 甚至上百五星进化者 加上大量的四星三星进化者辅助 加在一起 五环前绝对没有这个实力 一起进行 由此可以看出 一级的地区应该难度不高 已经被五环前搞定 二级和三级 他们力不从心 如果一点点来 二级地区豁出去 承受大量伤亡 还有机会全部清理 但三级地区 就不是某一个势力能够独吞的 于是才邀请了这么多势力 夜中明不由地想到了 那些超级势力去到的三区 那里又该是如何危险的地方 随便一种怪物 就是五级或者六级 那这个名水界的难度 可就有点高了呀 八个小时后 夜中明三人 把其他区域全部清理完成 三人形的完成度 来到了19% 让他们略微奇怪的是 现在整个木偶遗迹当中 还活着的人 还有21个 有时八个人死掉 可是这些人 竟然没有一个 从那个宫殿里出来 难道那里真的有什么 让他们不愿放弃的东西 三个人顺着山路 来到了宫殿之中 惊讶地发现 远看恢弘的宫殿 竟然是一个连体的建筑 只有一个入口通入其中 大门敞开 门口处有几个青铜色木偶的 尸体碎片 顺着入口进去 是一个宽敞的大厅 古色古香 充满了中国封建时期 建筑的特色 在四周是高达数米的各种佛像 形态逼真 对着下面怒目而视 数量足有数十个 那边 照相雪一指 在大厅的远端 距离他们应该有200米的地方 可以看见几个进化者 躺在那里 三个人赶过去 那些进化者 也发现了他们 一个人脸色变了变道 三人行 这不难猜 只有这个名牌上牌 在第一的势力 还在外面 现在赶来 自然就是他们 叶忠明眼睛一扫 发现这四五个人 都是伤员 最严重的一个 只剩下微弱的呼吸 眼看要死了 其余几人 伤势 最轻的是说话的这个人 一条手臂从手肘而断 叶忠明没有理会他们 竟只走过了前面的一扇后幕门 便看到那些 还活着的进化者 可能累了 或者在研究什么对策 也有可能是在吵架 反正不管什么原因 现在这些人 或战祸坐得挤在入口前 统统回头看向了 叶忠明三人 那脸上的咽气 三岁孩子 都能看得出来 刚才不来 现在过来抢生宴 你们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呀 妈的 想回去自由禁忌吗 最好在后面看着 否则别怪我们出去下黑手 这些人 显然认为 现在出现的三人行 是来争抢利益的 口出威胁 心中也并不觉得 这些在外面 杀死木偶的人实力 就能超过他们全部 就算超过了又如何 这里又不能动手 叶忠明根本就没看他们 而是把目光 都落在了所有人的前方 移出大概三米宽的通道上 里面 有许多木偶站在那里 地面上 是不少死亡木偶的碎片 还有人类的尸体 叶忠明数了下 果然死掉的人都在这里 视线向前 叶忠明便看到了通道 尽头有一个石台 上面摆放着的一个箱子 一把铜锁挂在箱子上 怪不得这些人一直不愿意离去 原来奖励太过于显眼了 滚开 叶忠明不说话 不代表高义和赵向雪两个人 听到有人说 他们老板无动于衷 高义怒吼一声 伸手隔开了这帮人 虽然不能动手 但推散的动作 还是可以做的 说起力量 除了叶忠明 谁能有高义大 这些人立刻就被推到了两侧 有些不对 叶忠明心中产生了疑惑 因为这里的木偶虽然不少 但是按照完成度的标准 明显是数量不够的 难道在这条通道的后面 还有其他的木偶 谁能和我说说 这里的事情吗 这些算是报酬 叶忠明拿出了几件 刚才得到的装备 试图从这些人的嘴里 知道这里 发生过过什么 不过显然这里未知的诱惑 让这些人 抵御了叶忠明的收买 犹豫了一下 便拒绝了 微叹一声 叶忠明决定自己来 既然得不到信息 那就强推过去 你们俩上 随着叶忠明的命令 高义和照相学走入通道 本来在那里 静止不动的木偶 立刻动了起来 看似杂浪无章的木偶们 第一时间没有进攻 而是进行了一些奇特的排列 阵法 叶忠明一震 没想到这上百木偶 竟然会这个 他不得不提醒高义小心 不得冒进 高义抽出了 自己那把门板一样的巨剑 神情专注地 看着攻来的木偶 照相学在他身后不远处 举起了手中的短杖 啊 高义怒吼了一声 身体微微向后退了一步 之后突然向前冲去 尖头在前 轰的一声 撞在了距离他最近的一个木偶身上 穿在他身上的哥特式 铠甲暗光一闪 一些淡淡的花纹 就出现在上面 并不如何真切 但是仔细看 却能见许多漂亮的纹路 轰的一声 第一个木偶 直接被撞得向后飞了过去 还未落地 胸前就粉碎 把一个雕像掉在了地上 同时 好几个木偶的拳头 打在了高义的身上 发出喷喷的声音 高义在这种力量下 退了好几步 出了木偶的攻击范围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盔甲 之后笑了 这大概是这两年 为数不多露出笑意的时候了 这盔甲 没坏 这件装备 是战功武器 和照相雪 全部都是精神向的不同 这件盔甲 花费了夜中明 更多的战功 功能也更多一些 它主要增加高义的力量和速度 力量自不必说 那是增强高义的特点 但速度这个属性的出现 则给了穿戴者更灵活的身体 穿上这套看似笨重的铠甲 如果你以为高义的速度会很慢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它不仅不慢 甚至比普通进化者还要快一点 同时防御力也是相当的不错 还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绝大部分的战功装备 夜中明 无法更改属性和修补 这个能力 弥补了这个缺陷 甚至在某个需要的时刻 这件装备 还可以发挥保护色的功能 融入环境 还能对高义自身的职业有加成 可以说 这件铠甲 是目前所得的战功装备中 仅次于诺诺的野游伴侣的一件 刚才高义禁兽的攻击中 有一拳是黑色的木偶打中的 可这套盔甲没事 让他心中有抵了许多 再次尖头一尘 选择了和之前同样的方式进场 再次碰撞 又是一个青铜色的木偶坏掉 不过这一次 没等那些拳头打在身上 高义利用反阵力身体 向后一摆 手中的大剑横在身前 接着使劲一扭 剑锋就随着身体转动了半圈 木偶才多高 胳膊自然也不长 和这门板一样的巨剑相比 就如同大摇和小明一样 剑锋直接切进了这些木偶的身体 把他们一份为二 刚刚出手 立刻便有六个木偶 死在了高义的手中 看得后面的人目瞪口呆 这个壮汉 身上的装备 好像都没有等级吧 怎么就能扛得住这些 木偶恐怖的拳头 还有那把巨剑 为什么那么锋利 他们其中一个人有 绿色级别的长刀 都没有痛快地 切开这些木偶的身体 而让他们更加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感觉到空中温度骤然升高 在这群木偶的头顶 一道燃烧的闪电凭空出现 轰击在了一个木偶身上 接着传递向了第二个木偶 之后是第三个 第四个 直到第六个的时候才停止 这些被闪电碰到的木偶 身上全部燃起了火焰 被击中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照相学手中的短杖还未放下 上面还有能量激发后残留的气息 火焰精灵使不变身情况下的能力 火闪电 一种群体攻击技能 带有双系伤害 虽然相比于变身的时候 那些单体技能威力要小一些 但是因为可以使用魔杖 所以弥补了一下 并且这些对手只是四五级的样子 效果自然很好 凡是被点燃的木偶 几乎在数秒之内便被烧成了消失 高一再次回头 冲着照相雪点点头 然后转身冲进了木偶群当中 而精灵火焰使则挥动法杖 对准了前面的敌人 一个燃烧的光球出现在了通道里 出现在了这些木偶当中 开始的时候只有乒乓球大小 但是逐渐增大 每一秒都会增大一圈 照相雪微微眯着眼睛 持续着自己的精神力输出 这是不变身形态火焰精灵 使的另外一个职业技能 燃日术 从这个小火球出现开始 到它逐渐变大 凡是它触碰到的木偶全部被点燃 威力没有火闪电那么强力 但是也在快速燃烧着木偶们的身体 并且不限制地向着周围的木偶传递 凡是碰到的都会被点燃 当火球大小到了直径两米左右的时候 便不再增加 转开始剧烈地燃烧 向着周围喷吐着一条条的火蛇 仿佛长了很多火焰之手 想要抓住周围的一切似的 看着被点燃的一个个木偶 高义冷漠地冲了进去 聚见左右劈砍 这些已经让火焰烧得变了形的木偶 没有意合之敌 纷纷被它砍成了废料 喂 突然照相雪喊了一声 高义不再练战 直接向后跳去 之后 只见那个刚才还喷吐火焰的太阳突然静止了 接着周围的火焰和木偶全部朝着 它开始移动 火球竟然是产生了吸力 把周围的一切都拉向它 无论是那些燃烧着的 还是那些未燃烧的 全部向着它靠去 当一共吸收了十几个木偶后 燃烧的光球停止了这种吸引 然后光芒乍起 轰的一下爆裂开来 无数的火焰顺着通道朝着两侧涌去 把一切都淹没在其中 后面的人下意识地退出了门外 这个技能实在是太吓人了一些 哪怕知道不会被攻击到 但依然抑制不住心中的畏惧 他们不由地看向了发出这个技能的女人 心中惊骇于她实力的强大 也都在暗中猜测她的进化等级 最后这些人全部在心中认定 这是位强大的六星进化者 爆炸产生的火焰很快消散 通道里一片狼藉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木偶们 变成了一地碎片 他们所携带的雕像和奖励洒了一地 每等叶忠明三人动 后面那些人呼拉一下 全部冲了过来 直奔通道而去 出人意料的是 叶忠明没有拦着 高义和赵向雪就不会那么镇定了 全部转身对这些人怒目而视 前者更是用自己宽厚的身板 尽量堵在通道口 不让这些人进去捡便宜 这里不能互相攻击 于是这些人才会如此没品 想要趁着人多去得到通道里遍地的奖励 还有通道尽头的那个宝箱 虽然高义和赵向雪经历了 可毕竟这里还有不少人 推丧之间就让人进了通道 开始拾起那些奖励 高义和赵向雪非常焦急 他们发现了老大的无动于衷 不由地喊了一声 不过夜中明侧着头 看着通道中 好像在发呆 照向雪眼中杀气肆意 举起了短杖就想要发出攻击 不管有没有作用 哪怕是之后被惩罚 也要给这些人以教训 可没等他发出技能 通道里突然响起了惨叫声 本来已经全是木偶尸体的通道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又一批的木偶 不同于前一次的 以青铜色为主黑色为辅 这一次出现的木偶 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其中还有几个金色的 仿佛游戏中刷新了怪物似的 这些木偶一出现 立刻就朝着身边的进化者 发起了攻击 黑色的木偶 已经相当于五星进化者了 他们的一拳 又启示这些大部分四星 只有一部分五星的人能够抵御 凡是冲进了通道中的 几乎在数秒钟之内 全部被击杀 剩下的几个被高一拦下的人 也不挣扎了 愣愣地看着通道里的惨状 额头出汗 心有余悸地喘息着 如果刚才没有被拦 这个时候叶忠明却笑了 心说这才对吗 刚才把第一批木偶击杀之后 叶忠明看了下名牌 整体完成度只有40%多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这个通道之外 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冒险 另外一种则是 这里还有其他木偶 无论是哪一种 刚才的战斗都不会是终结 它并不是无动于衷 而是在等待 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 它会利用自己的速度 直接把那个宝箱抢到手 如果是第二种 那更好 就让这些贪婪的人们去死吧 于是发生的情况 验证了叶忠明的猜测 通道里出现另外一批 更加强大的木偶 数了数 这些木偶如果全部被击杀 应该会有百分百的完成度 叶忠明知道 这是木偶遗迹记之中 最后的一批怪物了 滚 别逼我出去宰掉你们 叶忠明侧头 对还活着的几个进化者说道 这些人现在已经丧了胆 让叶忠明一骂 赶紧退出了这里 东西虽好 但是实力大损的他们 却再也没有 和叶忠明三人抗衡的信心 看着这几个人退走 叶忠明向高翼 和照相学点头道 配合我 说完抽出地煞月刃冲了进去 如果说黑色的木偶 实力相当于五级变异生命 那么金色的那几个 就相当于六级 可事实上 却并不是如此 这些木偶的攻击颇有章法 组成了一种战阵来战斗 所发挥的实力 都要高出许多 之前那些木偶级别太低 被高翼和照相学联手碾压 没有体现得很明显 但这一次叶忠明 没让照相学发动燃日术 三个人立刻就感到了压力 但有叶忠明 这个怪物在 力量比木偶强 速度更是快的让木偶摸不到 锋利的兵器 只要碰到偶身 就如同切豆腐般容易 所以战斗很快就结束 没有刚才的绚丽和声势 但是安静中 带着让人心悉的韵律 让两个手下收拾通道的战场 叶忠明则走到那个十台前 拿起了锁着的宝箱 木偶遗迹记完成 完成度百分之百 三人形完成度超过百分之九十 宝箱将以领主之箱模式打开 一串突兀提示音 在所有木偶遗迹记中的人耳边响起 这让叶忠明的手停顿了一下 然后才一把捏碎了铜锁 翻开了箱盖 一道阴晕的光芒之后 叶忠明看见了箱子里面的东西 箱子里有三样东西 一块金属板 一把钥匙 一张卷轴 叶忠明率先拿起了卷轴 果然是自己希望得到的职业晋升卷轴 无论是万众 硬刀斩 还是灵霄切割 熟练度 都到了现有的满职 需要晋升 叶忠明必须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但让他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两样东西 那块金属板并不平整 在四周有微微的整齐的凸起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相框 叶忠明想了下 把空间中的 得到那个拼图碎片拿出来放在上面 猜到这应该是一个模板 齐集了六片拼图后 在上面组合 肯定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 最后 是那把钥匙 对于这种东西 叶忠明总有种特殊的感觉 因为通常它们和空间有关系 现在这个什么所谓的灵主宝箱里 出现了一把钥匙 叶忠明自然也觉得会和名水界有关 他拿起钥匙 开始读取上面的信息 木偶之证 拥有此证 可以获得木偶遗迹计的馈赠 木偶的馈赠 木偶士兵 可培育 看到简单 却又蕴含大量内容的两句话 叶忠明眉毛一条 他知道 这或许就是比职业晋升卷轴更好的东西 所谓的木偶士兵 应该就是那些木偶身体内的雕像 之前叶忠明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现在想来 就应该是这种士兵 而这把钥匙 就是控制这些士兵的渠道和方法 还可以培育 叶忠明觉得这不和兽区类装备挺像的吗 当然 兽区类的装备 是一种可以源源不断 培育变异生命的地方 但这个木偶之证 显然不可以 这些木偶数量是固定的 一旦使用时遭到了损坏 那就是真的损坏了 等到所有的木偶都毁掉 那么这把钥匙也就失去了作用 在价值方面 还是无法和兽区类装备媲美 高益和照相雪打扫完了战场 把得到的木偶雕像都交到叶忠明手中 奖励身边的叶忠明没要 那些对他没有什么用 留给两个人自行分配 只有四张 叶忠明问的是拼图 一共应该是六张 高益和照相雪搜到了四张 加上叶忠明本就有的一张 还差一张 在那几人的手中 照相雪恨恨地道 刚才三个人都疏忽了这个问题 叶忠明摇摇头 走吧 先出去 这里 马上要关闭了 由于三个人已经把木偶奇迹打穿 完成度百分之百 十二个小时 马上到了 这里会关闭 他们也只好顺着原路返回 回到大厅之中 没有之前的热闹 但是由于正好是十二个小时的间隔期 其他冒险地的通道再次打开 有不少人幸存者都出来了 不管是放弃了也好 是寻找帮手也罢 或者重新选择 这些人一出来 便开始交换 不 交易信息 比如刚才去的冒险地是什么地方 里面的冒险内容是什么 得到了什么东西 都有哪个势力进去了 多少人数 等等这些 都被荡成了值钱的东西来出售 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的高益 和照相雪 都被这些人出色的商业头脑所震撼 甚至还有人过来主动询问 他们去了哪个地方 可以给他们一些魔精来获得信息 只是这个人注定失望了 叶忠明则是饶有兴趣在这里逛着 甚至还会不时出手花费一些魔精 来获得自己想要的情报 这样的情况 才是叶忠明熟悉的末世 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的 为自己创造利益 这里不能拼斗 那么方式就会繁多和平和 体现净化者除了体力之外的智力 本来没有实体的信息杯 售卖掉很多魔精 无论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都是这样 其实很多消息 对于付钱的人都没有什么用 但是他们依然会买下 因为这些人已经打定注意 等下一次通道开启的时候 这些消息会转手 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外的人 转了一圈 十分钟的间歇期马上就到了 大部分的人 纷纷再次进入这些通道 而也有一些人回到了娱乐区 谁有剩下的那块拼图 等出来以后再找吧 希望别死在里面 之前从木偶遗迹记出来的那几个人 叶忠明三人出来之后 立刻开始寻找 只是当时并没有可以记清他们的脸 只能凭借记忆去找 但是显然这种方法并不怎么靠谱 只确认了两个 却都说不知道什么拼图 不过好在 他们的势力叫什么名字三人行都之道 算是有明确的线索 叶忠明三人第二个进入的冒险的叫做七里坑道 这里是冷却药剂的出产地 三个人通过了黑色的通道后 出现在了一片四周一片黄沙的荒芜之地 头顶是巨大的星球 脚下是粗粒的沙子 四处分布着可那风时严重的怪石 有风吹过 穿过石头的中空部分时 会发出乌叶的声响 这里竟然是一幅科幻片里地外星球的景象 那里 叶忠明指了指不远处 一块卧在地面的巨石 那里 一个黑油油的通道 伸下了地面 其实 这种直奔主题的方式 我还是挺喜欢的 叶忠明耸耸肩 带着两个人进入了这条通道 就在叶忠明 进入了第二个冒险地的时候 正在三区冒险的五环前执事们 几乎同一时间得到了一个消息 有人在二区冒险地完成了百分百完成度 并且开启了领主之箱 完成度百分百并不奇怪 多打打 总会把一个冒险的都打穿的 但奇怪的是 仅仅第一轮就有人完成了这种百分百完成度 说明人家是以一种碾压的姿态完成冒险的 并且自身的完成度超过了90% 只有这样才能开启领主之箱 也是冒险地最好的奖励 二区虽然被五环前战略性放弃 但领主之箱里的奖励他们也是很向往的 他们想要完成超过90% 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是谁 是哪个普通势力 有这样强悍的实力 最后 几位知识都知道了是谁 三人行 同知识最先得到这个消息 他擦了擦满是鲜血的双手 看着前面山谷之中鲜艳的花朵 对一个手下命令道 让我们培养的那几个小势力动手吧 跟着这个 三人行 绝不能让他们再得到一次领主之相 还有一句他没说 如果让三人行 再完成一次90%以上的冒险 那么他们将会触及到 冥水界的核心 这是他 也是五环前 绝不允许的事情 七里坑道 完成度 8.3% 参与人数 38 完成度排名 黑死星十字军 3.1% 只见 1.8% 获得奖励 黑死星十字军 三星进化药剂 轻盈首弩 白 刚一进入七里坑道 名牌上就显示了这些信息 夜中鸣只是看了一眼就放下 专心起周围的环境 七里坑道 远没有木偶一记 看起来那么鸣秀清爽 这里完全就是一个潮湿阴暗 处处充满着兴气的地底隧道 哪怕是鸣水界是一个次空间 但里面流光溢彩 丝毫没有憋门之感 但这里不同 仅仅是身处其中几秒钟 就会让人眉头紧锁 恨不得提前处去 这里阴冷 潮湿 腥臭 晦暗 仿佛每一个角落都是危险 不知道这里的挑战是些什么 夜中鸣刚刚这么想 突然手抬了起来 一道白光从手中射出 映入了三个人左前方的坑道顶部 刺耳的叫声传来 让三个人脸上都出现了一丝痛苦之色 精神干扰 这种不舒服 在夜中鸣身上只是一闪即逝 他快走两步到了前面 借着高翼已经点燃的火把 看到了一只家猪大小的生命 正在地面挣扎 身下 是一滩越来越大的绿色血液 散发着和空气中 味道相同 但却更加浓郁的腥臭气味 拔出这把从我一记得到的白色匕首 这个生命剧烈地颤动了一下彻底死去 好强的生命力 照相雪蹲在另外一侧翻检尸体 看到老板的匕首 是从这个怪物的头部射入 穿过了身体 最后从另外一次刺出 换句话说 这把匕首在这个怪物的体内 从头穿透到了脚 是的 这怪物是倒挂在坑道顶部的 这是 大蝙蝠 对于这种怪物照相雪自然不会害怕 但是出于女性的本能 却感到有些恶心 叶忠明点点头 他也觉得 这有点像是变异蝙蝠的生命太丑了一些 只是他更关注奖励在哪 还会不会有木偶士兵那种东西 老板 眼睛 照相雪指了指着怪物的头部 叶忠明抬起了一看 果然 怪物的脸上 有着两颗明显过于明亮的眼睛 把它们挖出 叶忠明放在掌心 他觉得这 更像是两颗黑暗宝石 而不是眼珠 确实非常的特殊 把这东西收起 叶忠明 仔仔细细地解剖了这只怪物 却没有任何发现 看来 这种怪物 自身并没有携带奖励 叶忠明拿出了一些水洗了洗手 观察了 一下四周的情况 并没有什么有用的发现 只能选择一个方向向前走 不过走了几步 叶忠明又退了回来 要过高义手中的火把 朝着刚才这个怪物挂着的地方 看了过去 发现那里有一个凹孔 使劲一跳 手在里面摸了摸 落在地面的时候 高义和照相雪就看到 叶忠明手中拿着一块半大的珠子 照明珠 叶忠明认识 这种东西在轮盘上有出产 功能就是提供照明 并且可以提供数个亮度供选择 只是需要注入精神力 这种东西在末世几年之后 几乎每个小队 都会有这么一颗 等级是灰色 看来不是没有奖励 而是这奖励有些隐蔽 不过叶忠明微微有些疑惑 这里只是入口处 凡是进来的人都会路过这里 之前那些人 怎么就没有把这只怪物杀掉 他观察了一下周围洞顶 发现了不少这种凹槽 叶忠明有些明白 大概是之前这里的怪物很多 被进来的净化者们清理了一次 这只应该是漏网之鱼 之前逃了现在 又回来 碰到了叶忠明 三人继续向前走 当他们的身影消失了之后几分钟 本来已经关闭的通道竟然再次打开 一对七个人走了进来 这七个人全部穿着橄榄绿色的战斗服 每一件上闪着白色的光芒 头上戴着同级别的头盔 每一个人手上 拿着一根奇怪的戴着圆头的棍子 已经八点三了呀 看来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很轻松 领头的男人看了眼名牌 然后拿出了一份地图和周围对照了一下 这边走 大家注意 七里坑到的怪物比较多 我们尽量多杀一些 奖励什么的 不要贪图 先把完成度提高到10%以上 明白吗 说完 带着人朝着一个方向离开 夜中明三人自然不知道五环前 暗中已经开始阻止他们 三个人行进速度很快 这里实力和木偶差不多的怪物 并不能给他们造成什么威胁 如果不是他们要挖下这些大蝙蝠的眼珠 找到那些挂在洞顶的奖励 速度还会更快 仅仅半个小时后 三人行的完成度 就飞速提升到了2% 排在第三位 随着他们逐渐深入 几个人渐渐知道 为什么这里的进化者完成度 总体不高了 因为这里太大 还如同迷宫那样复杂 哪怕是留下了记号 三人也在里面转得有些晕 他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分开单独行动 如果发现了最终奖励的地方 就通过战功勋章联系 如果没有发现 则在下一次通道开启前 到出口处集合 商定了之后 三个人分别寻了一个通道进入 片刻之后 三人行的完成度 就开始快速地提升 叶忠明选择的这条坑道 是附近最大的一条 他走了一会 杀掉了几个大蝙蝠后 听到前面有杂乱的脚步声 还有并不太明显的呼喊 都很短暂 显然有人在前面战斗 还尽量压着声音 叶忠明立刻赶过去 走了百米左右 拐了两道弯 就看见一队十多个人 正围成一个圈 不断地对着周围攻击 初看到这个场面 叶忠明一震 因为这些人周围并没有敌人 但马上敏锐的直觉 告诉他 这里真的有生命存在 只是这种生命非常特殊 全部是能量生命 凄厉坑道之中 竟然有两种怪物 愣着干什么 拐帮忙啊 要不然想一起死吗 看到叶忠明 站在那里未动 那些被能量生命包围的 进化者中 终于有一个人开口喊了出来 叶忠明自然是听到了 但是眼睛都没眨 反而专注地 用自己的精神力开始 观察起这种能量生命来了 同时 脑海开始飞速思考 他想起了前世 一个关于能量体的传闻 正在考虑 要不要试试 前世的传闻中 就和魂珠的用途类似 能量体据说 可以增强进化者 某一方面的特质 有说可以增加精神力的 有说可以增加技能威力的 有说可以增加元素能力总量的 还有的说 可以平添一种攻击方式 以叶忠明前世的地位 自然不知道 哪一种是真的 所以他才想要试试 自然 这是建立在他对自己实力 非常有信心的基础上 否则能量体这种诡异的 可以攻击人类神经的方式 对于任何进化者 来说都是可怕的 看看被围攻的这些进化者 为什么如此惊慌失措 显然见识过了这种生命的厉害 就在叶忠明考虑的时候 一个男性进化者 不小心从阵型当中 多迈出了一步 立刻就被一个 能量体抓住了机会 几乎无形 只有淡淡影子的身体 呼啸着冲进这个人的身体里 哪怕他 已经有四星的进化级别 却也没能抵挡得住 身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所有的动作都停了 之后 眼睛变得漠黑一片 踢在手中的兵器 突然转身 向着旁边的同伴砍了过去 这些事情 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 两侧的同伴 都在集中精力 应对这些能量体 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 当刀光亮起的时候 发现已经晚了 中刀的进化者 一声惨叫 从左侧颈部 开始到右侧内部 齐齐地被切了下去 杀了他 悲愤的声音响起 在另外一侧的进化者 手中的长枪 刺进了这个 被能量体控制的人类胸口 在拔出来的时候 带出了大量的鲜血 还有一个越来越浓的影子 这些能量体 没有实体 被物理攻击免疫 但是一旦进入了人的身体里 那么就会变得 更容易被攻击 只要没有退出身体 人类死亡 它也会跟着死亡 这个能量体 显然就没有来得及退出 身形出现在外界之后 颜色渐浓 最后化成了火红色 轰的一声 化成了虚物 这一乱 让整个人类 组成的阵型不在 能量体得到了机会 立刻破开了防御 全部冲了进去 一时间 整个坑道内阴风阵阵 光芒大作 人类完全顾不得冷却 或者精神力 纷纷用各种技能 去攻击周围扑来的阴影 叶忠明向前走了一步 就停了下去 侧头望向了一个方向 地煞月刃出现在手中 向着那里轻滑了一下 一道刀芒掠了过去 劈开了一个阴险 无比想要袭击叶忠明的 能量体身体 刀芒 是纯粹的能量攻击 感受着那股能量消散 叶忠明收起了战刀 半想都没有动 直到有一个瞬间 他带着拳套的右手 突然仰起 抓向了一个地方 那里 一只能量体正如魂魄一样扑来 因为怕把这个能量震散 叶忠明没有发动拳套的能力 但是他发现 能量体竟然穿过了他的拳套 朝着他身体扑来 如果叶忠明 仅仅是个四星 或者五星的进化者 还真就让这个能量体得逞了 可他毕竟是个真实实力无限接近于八星的强者 发现不对之后 手臂立刻回缩 只是叶忠明并不知道 如何收服这些能量体 他只能不断地试验 现在情况危急 既然仅仅凭借着拳套 无法抓住他 恍惚之间 叶忠明知道 应该用上带有能量性质的手段 于是下意识地 他发动了大千链魂术 在把职业融合之后 一旦和敌人进战 在灵霄切割 往往被荡成杀手锏之后 他经常会使用大千链魂术的一些特性 依照自己强悍的精神力 去摧毁的敌人的意志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这一次也一样 大千链魂术本能的用处 作用在了能量体上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能量体 仿佛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一样 幽魂样的身体不断扭曲着 想要挣脱开叶忠明的这只手 但是却徒劳无功 非但这样 他还感觉到了身体里的能量 在飞速地朝着这个人类的体内涌去 能量体生命的本源就是蕴含的能量 一旦失去了这个 那就意味着死亡 这个能量体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挣脱 但却是徒劳 数秒之内 他就被叶忠明吸干了 瞇着眼睛 感受着体内这股陌生的能量 叶忠明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同去应用它们 如果大千链魂术没有提升到顶级 那么估计这种能量 可以帮助大千链魂术升级 那么 卓妍战技行不行 叶忠明不知道该如何做 但他敢于尝试 按照休息的习惯 叶忠明激发这种战技 之后试图用这种能量去运行 片刻之后 叶忠明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真的可以 这些能量被卓妍战技吸收 小小提升了一下 这种秘境战技的威力 把注意力再次放回战场的时候 叶忠明仿佛一个找到了糖果的孩子 看着那些可以在和平年代 拿出去拍摄鬼片的能量体 如同看到亲人一样 他大踏步走进了战场 朝着那些能量体而去 那边仅仅这么一会 本来十几个的人类进化者 只剩下了五个人 他们靠着石壁苦苦支撑 每个人的状态都极其的差 他们都是拥有多种能量攻击的进化者 所以才能在刚才的战斗当中活下来 可现在基本上都耗尽了精神力 或者技能处于冷却中 只能利用装备上的一些特性来抵挡 但他们知道 或许下一秒 他们就会被能量体吃掉 每个人都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直到一个人发现能量体的攻击弱了 怎么回事 五个人一起朝着夜中明的方向望去 因为所有的能量体 在这一刻已经全部朝着那边涌了过去 几个人 看见那个本来有些呆呆愣愣的同类一步步走来 双手不断挥舞 竟然就那么儿戏似的 抵挡了这些要命能量体的攻击 他们能看到的 只是两只放光的手 还有这个人仿佛都要燃烧起来的身体 那些绕到后面想要偷袭的能量体 只要碰到这个人的身体就会被点燃 然后烧成一股气体 这 是什么人 他们自然不理解 现在夜中明的状态 现在的夜中明的感觉 几乎就如同男女之间一些羞羞事情高潮时一样 那些能量不断进入体内 之后让卓妍被战绩吸收 飞速提升着这种战绩的等级 当夜中明把这里的能量体 全部吸收掉后 意犹未尽的他一把抓起一个净化者问道 哪里还有这种能量生命 夜中明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或许重生的人运气本就很好 这些净化者还真的知道一些能量体怪物的位置 因为他们就是从那里跑出来的 在这些人的带领下 夜中明在两个小时内击杀了足有数百能量体 这不仅让三人形完成度达到了40% 还让他把卓妍战绩升到了顶级 这绝对是一个意外之喜 阿瑶部落多少人修炼这种战绩数十年也摸不到顶棚 却让夜中明在短短时间内休息到了最高级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完全的意外 大千炼魂术的提升多亏了那位圣池地下的三族人 夜中明本以为以后不会遇到这样的机会了 但在这里却有了这番奇遇 能量体提供的能量自然还有剩余 夜中明尝试引导提供给自己的其他能力 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最后全部导入了运宝葫芦之中 让这件装备的能量充足到爆 可惜水火炖锅没在身边 否则也可以为那件装备提供能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需要充能 那些跟着夜中明的净化者 早就被他恐怖的战斗方式吓傻了 哪怕这里不会被净化者攻击 但强大至极的形象 已经让他们没有丝毫反抗的心思 当然夜中明没有亏待他们 这一路行来遇到那种大蝙蝠的奖励 他都留给了这几个人 只是把宝石般的眼珠收了起来 最后夜中明还提出 让几个人跟着自己 击杀怪物所得都给他们 如果夜中明想要 会按照市场价格付钱 条件仅仅是把他们知道的 关于七里坑道的一切告诉他 并且为夜中明照明 几个人自然愿意 这简直就是不劳而获 跟着走走就能得到奖励 还有什么比这个轻松 夜中明看似吃亏 但他却成功让这几个人 和他们所属的势力 不再得到完成度 虽然他现在不清楚 完成度超过90%意味着什么 但他心中有着再次得到 领主之乡的念头 诸如木偶之症这样的东西 他还是希望多有几个的 这几个人自然没有掌握 很多有用的信息 但是他们在里面 已经待过了一个12小时周期 能够提供一些 其他势力行进的方向 夜中明就专门向那些地方走 一路碾压过去 碰到进化者 就吸收他们进入白吃白拿队伍 用奖励换取完成度 也有人不愿意这么做的 夜中明也不抢球 却会故意跟一段时间 发现怪物率先出手清理 抢夺奖励 最后 除了几个别人外 大部分碰到的进化者 都情愿不情愿地 跟在了夜中明的后面 夜中明没有刻意隐瞒实力 可这里的怪物 也不足以让他展露太多手段 所以 那些人一直都认为 夜中明只是一位 强大的六星进化者 通过战功勋章 夜中明把自己的做法 传给了高益和照相学 这两位也有样学样 一下子 每个人身后都跟着一些人 三人行放弃了奖励 得到的是完成度的飞速提升 当高益传来信息 说发现了最终奖励之地的时候 整个七力矿动的 总体完成度来到70% 其实三人 行占了60.2% 其他势力加在一起 是9.8% 夜中明 看到这个数值的时候很满意 不过马上又皱了皱眉头 之前他专心杀怪 没有太注意名牌上 除了完成度之外的信息 但这一次他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上面多出了一个势力 完成度虽然没有多少 却跃升到了第四位 达到了1% 这个速度并不快 可相比于其他势力 还是引起了夜中明的注意 中途加入进来 夜中明眯着眼睛 知道五环前没说实话 这里的通道 他们是有能力随时打开的 那么这支队伍 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 夜中明依然没觉得 他们是来针对自己的 在他的猜想中 这些人是为了最终奖励 也就是冷却要机配方来 那就是直接竞争对手了 夜中明不再管那些 跟着他的人 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高益的位置 那里依然是一个坑道 只是更为宽敞一些 在坑道的顶部 挂着也不知道多少大蝙蝠 密密麻麻的 让人看了都心计 其中 有不少只明显体型更大 应该是 实力更强的存在 跟着高益的几个人 互相看了看 打了声招呼就退走了 虽然一路上 这位穿着哥特式铠甲的男人 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 但他们也不认为 可以对付这么多的怪物 这些人离开后不久 赵向雪也赶了过来 他同样带着一些人 数量比高益要多 应该是女性的身份起了作用 至少叶忠明明显看得出来 其中一个应该是某个势力 老大的人对赵向雪非常殷勤 只言片语之间 竟然是存了挖角的心思 可是 看到三个人要挑战这么多怪物 那个老大犹豫了半天 还是离开了 没办法 进化者在这里虽然不让互相拼斗 但是对变异生命可没有约束 那东西可是能杀人的 这些人真麻烦啊 赵向雪感慨了一句 然后问叶忠明怎么办 自然是杀过去了 叶忠明一笑 依然采取之前再莫偶遗迹计的办法 以他和高益为箭头 赵向雪远程支援 三个人开始作战 这一开战 两个手下发现自己老大 真的是厉害 双拳翻起了火红的光芒 身体甚至都有微微红光发出 这些光芒不仅有着很强的杀伤力 甚至还会在周围形成一个并不封闭的场 那几乎就是叶忠明制造出的禁地 凡是进入其中的大蝙蝠 全部遭到爆裂火能量的侵袭 他们心中越发敬畏 自己的老板真的是太强大了 并且厉害手段也多得让人头皮 都发麻 他们自然不知道 这是叶忠明顶级着眼战绩的能力 不到半个小时 这里的怪物全部被清理完毕 整个七粒矿洞的完成度 来到了99.9% 看来在某个地方 还有一些漏网之鱼 三人形的完成度 正正好好达到了90% 也就是说 在他们清理这里怪物的时候 其他势力又进行了0.1%的完成度 只是现在 整个冒险的还未整体完成 空间也没有什么提示 依然是高益和照相雪清理战场 叶忠明穿过遍地的尸体 拿到了那个挂在坑道最深处石壁上的奖励箱 男子看着名牌上的排名 脸色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 他奉命来到这里破坏三人形的完成度 但谁想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意识到出去之后 无法和五环钱的执事们交代 男人从心底感到害怕 他很清楚 五环钱为什么养着他们 因为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可以帮助五环钱做事 他们可以体现价值 来回报五环钱对他们的投资 但现在 他们把事情没有做成 任务彻彻底底的失败 他们没有表现出他们应有的价值 那么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男人已经不敢想下去了 只是 他非常不明白 他们有备而来 准备了专门对付能量体的能源电机棍 可怎么就没有找到能量体呢 他现在已经知道 肯定是被三人形杀掉了 他只是不懂 那些人凭什么可以干掉 连五环钱都感到头疼的能量体怪物的 头儿 我们 一个手下低声问着 走吧 身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希望那帮 只是给我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说完 男人带着小队向着入口的位置走去 后面跟着的人 心情自然也不好 走了几分钟 一只受伤的大蝙蝠突然从黑暗中蹦了出来 正感到别门的一个队员 上去就是棍子 这只不知道 从哪个进化者手下倒掉的变异声明 立刻一命呜呼 之后 还在七里坑道里的所有进化者 都得到了提升 这里的完成度变成百分百 小队停在原地 一片静默 足足数十秒之后 领头的男人 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刚才出手的同伴 从牙缝里挤出了五个字 你这个傻便 叶忠明赞叹着摇着头 心中感谢着把最后那0.1 完成度补上的无名进化者 心说末世也是有好人的 在得到了完成度的提示后 领主之箱的提示随之而来 愉快地打开箱子 里面和木偶遗迹记一样 同样是三样奖品 叶忠明看向了第一样 冷却药剂配方 这种需要要济湿或者炼金术士 才能制造的药剂 对叶忠明意义特别重大 看到他真切出现在自己手中 知道 之前的花费已经完全回本了 还大赚特赚 接下来就是把这东西给糖果使用 然后寻找上面需要的材料 大规模制造冷却药剂 只要这种药剂成为云顶核心成员 甚至是普通成员的常规装备 那么无疑整个山庄的战斗力 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当然 这东西终究是一种消耗品 想要大规模制造这种药剂 需要有庞大的经济来支撑 普通的势力 即便是得到了这种配方 也只能偶尔制造一瓶两瓶用用 从这里 就看得出 为什么叶忠明那么重视秘境 也要把那里聚为己了 实在是因为那里是最佳的材料基地 第二件奖励依然是一把钥匙 叫做宝石迷阵 叶忠明总觉得这名字有些熟悉 想了半天才想起 好像末世之前有个游戏是这么叫的 这也不怪他反应慢 毕竟 对于别人来说 末世刚刚开始两年多 而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12年多了 和木偶之症与木偶雕像为一体一样 这是和那些得到的眼珠关联在一起的 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用那些眼珠组成一个 会产生精神干扰的区域 让进入其中的目标 陷入某种幻境当中 使用宝石迷阵的时候 同样会消耗使用者的精神力 还会消耗眼珠内部的能量 只是后者消耗的很少 等到眼球内的能量耗光 宝石迷阵也就失去了效用 叶忠明有些惊叹 心中生起了一个念头 无论是木偶之症 还是这个宝石迷阵 在风格上都和轮盘系的装备 有着很大差别 从质量上看 自然是轮盘系的更好 毕竟这两样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消耗品 可是从实用性上 两把钥匙代表的装备 却另辟蹊径 隐隐有些念头 出现在叶忠明的脑海里 只是还很模糊 叶忠明没有办法准确抓住 第三件东西 他很熟悉 是那种金属板 这里也有拼图 叶忠明之前可没有得到 看到金属板 他立刻回头 找高益和照相雪询问 果然 两个人那里 从顶端的凹陷中 搜出了三张拼图 和木偶遗迹记中的那些比起来 只是上面的图形不同 看来 其他三张又被别人得到了 想要奇迹一套 估计花费不会少了 那些手中握着拼图的人 一定会做得起价 暂时不想 这些让人头疼的事情 当叶忠明 带着高益和照相雪 走出七里坑道的时候 他意外地再次听到了提示 连续获得两次领主及奖励 三人行成为名水界主候选人 请在后面的冒险中 继续获得领主之香 当所有冒险的完成度 全部达到百分之百后 获得最多领主之香的候选人 将会成为名水界之主 领主之香将会以积分的形式进行统计 三区系数为一 需要完成度至少达到百分之九十 二区系数为三 需要完成度至少达到百分之七十 一区系数为六 需要完成度至少达到百分之六十 特区系数为十 需要完成度至少达到百分之五十一 积分可以转让 领主之香 积分排在前三位的团体 自动获得进入天杯的资格 得到的消息到这里就停止了 叶忠明站在原地 眼中有掩饰不住的惊骸 名水界竟然并不是五环前独有 只是他们先找到了 并且率先进行了开发 原来 每一个参加名水盛宴的组织 都有可能获得这块神奇之地的拥有权 同时叶忠明也明白了 为什么五环前 明明提前知道了这些信息 却依然放大家进来冒险的原因 一则自然是利用大家的力量 来达到百分百的完成度 二则他们之前已经开发了不少区域 想来已经得到了不少领主之香 在积分方面已经遥遥领先 并不怕害怕其他组织表现优异 把他们第一的位置顶掉 更何况 积分还可以转让 即便发生了某些意外 他们也有补救的空间 自以为想明白了一切 叶忠明把名水界据为己有的心思就淡了 只是事实上 他把五环前看得太高了 也把名水界看得太容易了 这位先生 我们只是请你们过去谈一谈 颇为礼貌的声音打断了叶忠明思考 一个西装革履的俊秀男子 微微弯着腰 伸着手 请叶忠明三人去往娱乐区的方向 叶忠明知道 连续两次获得领主之证 让五环前终于重视了自己 隐藏身份这种事情 估计也做到头了 叶忠明对这个人笑了笑 然后带着自己的人走了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俊秀男人 愣愣地不知道该怎么做 在某种程度上 叶忠明自然也是希望和五环前谈一谈的 这一次来 他也是带着许多项目来的 但现在可不是时候 之前他花了大价钱 买来了三种所需物品的位置信息 现在还有一个地方 没去呢 和五环前谈 让别人结足先登了怎么办 所以他干脆地自顾自 进入了第三个冒险的 冰封山体 那里的奖励中 有一瓶可以把蓝色装备 升级到金色的万能装备升级卷轴 看着叶忠明三人消失的身影 那个男子苦笑了一下 赶紧回去报告 在娱乐区一家酒店中特意从冒险地中赶回的同职室 听到这个消息 脸上怒气一闪 不过 马上又平静了下来 他们进入了冰封山体 俊秀男子点点头 这个没看错 确实进入了冰封山体 同职室没说话 而是手掌轻轻一点 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块 由光线组成的水墨状屏幕 此刻冰封山体内的情况 出现在了上面 男子羡慕地看着 虽然知道 这种能力 只能在冰水界之中使用 可他依然深深迷醉于这种类似神骑式的手段 完成度已经超过10%了 看到冰封山体 已经达到19%的完成度 同之是略微放心 虽然他并不觉得这个三人行会一直碾压下去 成为一个个冒险地的领主 但知道自家事情的他 还是希望这三个人的行为到此为止 五环前 其实远没有外界猜测那样 把整个冰水界牢牢控制在手中 他们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完成 所谓的圣燕二字 背后是以利用为目的的 同之士作为冰水界的执掌者 比其他人更加在意这件事情 他绝不会允许冰水界最后的归属出现问题 他知道 只要掌控了这个神奇的空间 终有一天 他会站在世界之巅 灭尸万千生灵 既然他们暂时忙着去冒险 那就游到他们去吧 同之士想了想 对这个俊秀男人吩咐着 等一下我给你一份名单 你把我们的预备小队 分别派到名单中的冒险地去 完成度越是少的 冒险的越要优先 无论是自己干也好 去帮助其他的组织也罢 总之 目标只有一个 把名单中的地方完成度 都提升到10%以上 俊秀男人赶紧点头乘试 半分钟后 同之士就在查看了 三区所有冒险地之后 把那些还没有达到 10%的地点名单交给了他 男子看了一眼 顿了一下道 只是 这些地点 有一些非常危险 如果按照您吩咐的优先度 可能会损失很大 同之士沉吟了一下 最后咬牙道 不管了 就这么定了 其他只是那边我去说 你去执行吧 通道再次打开的时候 叶忠明和高义照相雪 三个人走了出来 三个人的脸上 都有些难掩的眷容 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兴奋 这一次冰封山体的冒险 虽然没有得到领主之乡 但最后的奖励 依然是三个人拿到了 期间虽然和其他组织 发生了一点不愉快 但他们也并不在意 虽然三个冒险的 都算是一路碾压过去 但三十多个小时的连续战斗 还是让他们感到疲惫 叶忠明决定休息一下 利用休息的时间 他还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 自然是在去那个全品类商店 看看还能得到什么消息 前三次的冒险 之所以能够那么成功 完全因为他 叶忠明心中 有种强烈的预感 那地方 绝对藏着一个大秘密 以前 还可能猜测 那里和五环钱有关 但是现在看来 那里 一定和五环钱无关 毕竟 这涉及到明水界的归属 五环钱会为了几瓶精化药剂 就把这种秘密卖出去 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 同理 这应该也不属于 任何一个其他势力 以己夺人 如果云顶掌握了这些信息 绝不会让旁人知道 那么 答案就有些让叶忠明心脏 都会颤抖了 叶忠明 三人敢赶到那个 全品类商店的时候 之前那个人 还趴在那里睡觉 被叫醒之后 看到是他们 淡定中带着几分 不耐烦地询问三人 还需要什么 心中既然有了猜测 叶忠明肯定不会 放过试探的机会 他反而询问这个人 要什么 突发乱糟糟 眼睛红彤彤的男人 似笑非笑地看着叶忠明道 我想要东西 可不多见 只怕你没有 不说出来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叶忠明专注盯着这个人回答 那个人摇摇头 显然并不相信叶忠明 双方沉默了一会 叶忠明突然转头 让高义和赵向雪去门口守着 不让人打扰 然后对这个人道 我想知道关于 明水见你知道的一切 开个价吧 或许我付不起 但你要说出来 这才是正常的交易方式 这个人奇怪地看了看叶忠明 点点头 是个聪明人 逆境之池 这四个字 从那个人的嘴里说出 让叶忠明愣了半天 他仔仔细细地 观察着这个男人 确定了 他是认真的 才放下了心 否则 他真的会以为 这是个针对自己的圈套 否则 这个人怎么就那么巧 要驾使叶忠明 恰好有的秘境之池呢 可以 叶忠明很干脆地答应了 这次轮到对面 那个男人站了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忠明 你真有 真有 那个人深吸口气 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 不再庸懒和颓废 还有其他 叶忠明眼睛一眯 随意涨价 这可不是生意之道 并没有涨价 而是一直就是这个价钱 之前我只说一种 是因为 那东西 就不是一般人能拥有 这个人看着叶忠明道 你放心 我所能给予你的 绝对物超所值 那你说 再次沉默了一会后 叶忠明答应了 你要先向我证明 你拥有秘境之池 那个人丝毫不让 仿佛这是一个卖方市场似的 在叶忠明心中 这也确实是一个卖方市场 他已经笃定地认为 这个人是有着神秘背景的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漠视的秘密 哪怕要价 再高 叶忠明都会考虑 他拿出那把 还未打开的秘境之池 对着这个人晃了晃 叶忠明清晰地看到 那个人眼中掩饰不住的惊喜 他有些疑惑 为什么一把秘境钥匙 可以让他有这样的表情 的确 秘境之池 代表着一个未知的空间 代表着一块沃土 那里可能有着数不清的魔晶 材料 矿产和稀释珍宝 不如秘境就是这样 那里已经极端的不稳定 可能在未来十几年 甚至几年之内 就会彻底崩塌 但叶忠明和云顶 依然为了占领那里 不息和九级的存在展开大战 为的 就是这些数不清的好处 严格意义上讲 明水界 是无法和一个秘境相比的 但是问题 不能总是从一个方面去看 以云顶现在的情况 控制一个秘境还可以 控制第二个 真是有些力不从心 为了击杀九级的胜负 没人知道叶忠明和云顶 都准备了什么 一副人亡城之中 叶忠明的空间里 还有云顶所有战士的口袋里 都蕴藏着后手和底牌 甚至一顿所有人都放弃了进化 转而专心地去做一切 可能对未来那场战斗有益的事情 为此 叶忠明和云顶多 付出了许多 这是一次赌博 赌赢了 那么不如秘境 将会成为云顶山庄的后花园 之前的一切付出 都将得到千倍万倍的回报 云顶将会进入飞速的发展轨道 赌输了 云顶只能黯然退出 不辱秘境 并且彻底和那里无缘 之前的准备都会泡汤 就如投资一样 将会彻底的亏本 还会多出数十万亿妇人的包袱 一个不好 就会把云顶拖累至死 在这种情况下 再次打开一个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 去面临未知的强者和怪物 就算叶忠明再有信心 也不会去做这种天大风险的事情 如果没有发生今天的事情 那么他会一直留着这把钥匙 就如同默示开始的时候 得到了之后 就藏在空间中一样 等到云顶有足够的能力了 才会打开 开始一段新的冒险 可现在 一个机会摆在面前 叶忠明觉得不应该放过 哪怕付出的是 这把秘境的钥匙 虽然消息只限于名水界 可是谁知道未来会如何 与其说叶忠明 用秘境支持换来的 是在名水界中的利益 不如说 是和默示的秘密 产生一次 亲密的接触 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投资 一种可能 在未来给云顶 带来无数好处的投资 那个人平静地说出了 他的其他要求 停在夜中明星中 却如同惊涛海浪般的震动 总体来说 这个人的新提出的要求 只有两种 人和物 人就是进化者 各种等级的进化者 要求拥有完整职业 血统 技能 装备的进化者 活人和尸体都可以 物就是其他各个等级的 变异生命 包括变异动植物和怪兽 涉及的种类繁多 每一个等级 都需要三位数的物种 都需要四位数的总量 要求里 还有许多细分的东西 比如战兽卵 种子 果实等等 这些要求 让夜中明 只有一个感觉 这个人要做标本 所有地球上 生命的标本 他都需要 事实上 这个人自然 不可能需要标本 至少不可能 全部要制成标本 那么简单 夜中明想来 他是要进行试验 他不由地想到 离强碰到的那些事情 其中也涉及到了 关于试验的种种 夜中明很难不去猜测 这个人和外天空的 那些外星人有关联 这些条件 其实并不难以弄到 甚至可以说很容易 只是种类和数量太多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手 有两点 时间 等级 夜中明冷静地道 你的这些要求 我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完成 并且需要出了 名水界之后 才可以去做 但我需要的东西 却是现在就需要的 还有 你的一些要求 已经超过了 现在人类所具有的能力 比如九级生命 还没有哪个势力 可以猎杀这个等级的存在 那个人听了点点头 这我自然知道 我可以给你一定的时间 重点 是那把钥匙 至于你担心的 这并不是问题 我们签订一个契约 我可以把你想知道的 都告诉你 当然 秘境之池 是需要先给我的 两个人达成协议 又说了半天一些具体的东西 比如联系的方式 交货的时间等等这些 最后 那个人 拿出了一张 古色古香的卷轴 和一只羽毛笔 和夜中明签订了一份协议 各自签下了名字后 这张卷轴 变成了一片点点光芒 映入了两个人的身体里 夜中明的左手腕内侧 出现了一个淡黑色的标志 显然这份契约 是一种夜中明 没见过的高级货色 他也同样看到了 那个人签下的名字 浮游 接下来 就是那个人 告诉了夜中明 水界的一切 三个人离开 那间屋子的时候 其实还有些没有 从那种奇怪的状态中恢复 实在是遇到的这件事情 过于诡异了 老板 没了 基本上不怎么说话的高益声音 都有些颤抖 夜中明骤然回头 只见三个人刚刚离开的商店 此刻竟然已经消失不见 变成了一堵墙 和两侧和谐的融合在一起 丝毫看不出 那里曾经出现过一个 全品类的商店 果然 是超越人类的存在吗 夜中明下意识地看看天 收拾了一下心情 夜中明三个人 走回到了之前休息的酒店 在大厅里 看到了端着一杯 红酒品尝的同职室 夜中明笑了笑 如果说之前和五环前谈判 还有些什么顾忌的话 那么现在 他的心里 可就全都是优势了 以前 这东西喝不出味道 但为了在朋友面前 显示自己有档次 专门请教了品酒师 把他说的话记下来 之后 在其他人面前炫耀 那种感觉我曾经很喜欢 同职室端起酒杯 看着里面暗红色的液体 感慨着说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末世 我发现 没人还会在意 你会不会喝红酒 没人在意你嘴里 不断说出的红酒知识 有多么渊博 在意的事情变成了 你有没有进化 你的进化等级是多少 所以 我的追求就变了 变成了追求强大 其实细想起来 一切的本质 都和以前一样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以前这句话大多只是 挂在很多人的嘴上 理解的并不深刻 但是末世 却让不理解的人瞬间懂了 于是都追求强大 哪怕去冒生命危险 因为不去冒险 命也会没的 同志士的目光 磨到了对面男人的脸上 赞叹得道 我非常好奇 低级冒险的奖励 就那么让你心动 让你放弃了 和这个世界上 最优秀的人合作 去获得想象不到的好处 叶忠明先生 你能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吗 叶忠明笑笑 领主之相的奖励 确实不错 同志士脸色微微变了变 沉阴了一下道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高级区的奖励 知道吗 在过去的四十个小时内 已经有人获得六星进化药剂 有人获得了金色的装备 叶忠明怂怂间 没有说话 而是很自来熟的 把同志士面前 还剩下半瓶的红酒 拿了过来 也没有用什么杯子 对着瓶子 就喝了一大口 同志士盯着他 面无表情 没有酸梅糖好喝 叶忠明 巴搭了一下嘴 把瓶子又放在了桌子上 你知道在末世之前 这瓶酒需要多少钱吗 同志士的双手 放在了桌面上 身体向前叹了些许 不知道啊 没喝过 但我知道 这东西 对我来说 不值一瓶 一星进化药剂 同志士沉默了一下 突然笑了 我想借着这瓶酒 表达我对 名水界的志在必得 叶先生 你用这种粗俗的方式 在表达什么 在表达 我可以拿走 也可放下 叶忠明回答得非常快 倒是同志士 越来越郑重 远没有刚才 成竹在胸的样子 他发现一切好像和他的预料都有差别 这位云顶山庄的老大 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 同志士不知道这份信心 源自于那里 死因为知道了 领子之乡的秘密 或者知道了 名水界归属未定 我希望得到你的积分 你可以开个价格 面对淡定如斯的叶忠明 同志士心底很烦躁 他决定打开天窗 说亮话 叶忠明靠在座椅的靠背上 同志士 有件事情我先问一下 你说 你这种和别人说话时 表现出的高高在上 是以前装作会喝红酒的时候养成的吗 叶忠明翻脸和翻书一样快 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 坐在那里就让我出嫁 你觉得我出了嫁 你就一定付得起 在之前 大家还以为名水界是属于你的时候 你或许还有这个资格这样说 但我现在已经知道真相 你还摆出这样的态度 同志士 我不得不提醒你 你 只能代表五环钱的五分之一 而我 则代表着一个和五环钱平起平坐的组织 同志士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数落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眼睛瞪着叶忠明 身上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行了 别装了 你要能动手 还会和我谈吗 叶忠明现在对名水界的了解 比这位同志士多得多 他才是占优势的一方 这或许很不公平 叶忠明貌似运气好 遇到了那个神秘店铺 但这又很公平 因为如果从这个标注去衡量运气 那么同志士的运气 岂不是更好 他可是最先得到了名水界 所以 在轮盘的世界中 运气是有差别的 但好运气的人 很多很多 不仅仅只有同志士 也不仅仅只有叶忠明 你 对于叶忠明 这种软硬不吃的态度 同志士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里是不能动手没错 但是不久之后 你终要出去 水执士曼妙的身影 从一侧走来 坐到两个人之间 三位在末世之中 有着尊贵身份的领袖 第一次坐在了一起 忠言逆耳 你们不是对手 叶忠明的回答 让水执士的出现和威胁 变得有些苍白 叶忠明没说谎 现在整个地球 唯一让他忌惮和没有把握的 就是那位 据说是八级的神堂所长 那个人 不仅个人战力高 还有强大的战兽 违伴 身后更是有着神秘的神堂 除了这位 其他人叶忠明真不怕 这是他在不辱秘境 培养出的信心 虽然那里的人 没有地球上进化者繁多的能力 和等级不一的装备 但是却实打实有着 七级八级的实力 这样的人 叶忠明也杀了好多了 而在冥水界中 他又得到木偶之症 和宝石弥阵 实力再次提升 更重要的是 他把着眼战绩 提升到了顶级 还有 在这种情况下 出了冥水界五环前 就有机会 不说卢翼的伤队就在附近 就说B翼翼的行动队吧 拿出来 也足以抗衡任何一个战队 叶忠明不是嘴硬 他是真不怕 说完这句话 叶忠明站了起来 看着两个五环前的执事道 我并不介意合作 但现在不是时候 因为我的价值 还没有完全体现 所以 两位 我们以后谈 看着叶忠明离开的身影 两位执事都看出了 彼此的怒意 同时 还有深深的疑惑 换成别人 他们真的会以为 那些话是在吹牛 但叶忠明是 有名有姓的强者 云顶山庄 是综合实力强大的超级势力 既然能够表现出了 如此强烈的信心 他们不得不相信 这个人 有些迷 同志士有不好的预感 手指捏了捏额头 显然对如何处理 叶忠明很头疼 水执事则盯着那瓶 被叶忠明喝了一口的酒瓶 若有所思 回到了房间 叶忠明便听到了 名水街冒险的 开放四阶段之后 会有一天 关闭时间的通知 他知道这是五环前 为了让大家有交易的时间 同时也是想用 新红竞技场继续敛财 他躺在床上 看着干净的天花板 数个可以体现他 价值的点子涌上了心头 叶忠明坐在竞技场的椅子上 看着淡然中 带着冷漠的高翼 缓缓向回走 心中略微计算了一下 就得出了一组六位数的数字 那是到目前为止 在自由竞技中的收入 叶忠明自然要体现自己的价值 自然要做些事情 高翼和照相雪 进行的自由竞技 就是其中之一 他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彰显云顶的强大 还有 他的富有 因为每一次赌注 叶忠明都会下得很重 都会赌自己的两位手下获胜 事实也证明了 B的正副队长 在同级别里 很少能够找到对手 至少在这里是这样的 想到刚才这一场高翼的赔率 叶忠明知道自己的竞技场之旅 到此为止了 五环前 已经把云顶的这两位战士 赔率调得相当低 叶忠明压下巨资后 也并不能获得太多的收益 甚至还要冒着 出现意外的情况 谁知道五环前 会不会弄出什么 幺蛾子因自己一把 所以叶忠明决定收手 赚的已经够多了 当然 叶忠明也知道 五环前没有赔钱 他们并没有把三人行 就是云顶山庄的消息 透露出去 他们也是需要赚钱的 这几场竞技下来 哪怕被叶忠明 靠着大手笔 把大头都拿了 但他们也是赚了不少的 除了星红竞技场 遇到了脸色难看的 远哥默契等人 他们在前两场 就被高益和赵向雪教育了 在看到这两位出手之后 他们背后的势力 也跟着沉默 默契作为个人战力榜上 排名第九十二的高手 他觉得就算自己 下场把握也不太大 而学乐集团的老大 自然更厉害了一些 但同样保持着安静 显然也没有必胜的信心 这一次 奋进党和学乐集团 算是被彻底搏了面子 脸色能好就怪了 看到叶忠明三人 这些人在愤怒之余 都很疑惑 这样强大的三个人 怎么会岌岌无名 叶忠明的眼中 并没有他们 他刚刚得到了消息 有人在出售 木偶遗迹记的拼图 三个人匆匆来到一处酒吧 找到了那个 给他们传递消息的人 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叶忠明有些印象 毕竟在木偶遗迹记中见过面 只是 这个人看起来 状态不太好 哪怕是坐在那里 穿着还算干净的衣服 但依然有股血腥气围绕着 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 那个人拿出了那块拼图 对叶忠明示意了一下 出价吧 看到拼图 叶忠明放了心 直接问起了价格 六星进化药剂 叶忠明干脆摇头 我都不知道 这些拼图合在一起 能有什么用 在这种未知的情况下 你这个价格 我无法接受 这是冒险地理给的好东西 只有我这里有 价格自然不会便宜 这个人很坚持 觉得特有的东西 就要有特有的价格 叶忠明不以为意的笑笑 从空间里拿出了 在七里坑道中 得到的那些拼图 看到了吗 只要完成度 达到一定的数值 每一个冒险地之中 都会有这种拼图 它们不是唯一的 你觉得 这东西 真如你说的那样之前 看到了两份 完全不同的拼图 那个人愣了半天 刚才还坚持的气势消失了 他知道 即便是手中的 拼图是唯一的 六星进化药剂 都有些贵 一旦失去独有性 那么价值 将会直线下降 但是 现实的情况 让他不得不把拼图换成 可以直接提高实力的东西 这也是 他现在仅有的希望 愁出了半天 这个人看着 夜中明正色道 实话和你说 我在冒险地里 碰到了老冤家 我的战队损失惨重 只剩下我自己 估计出了名水界 就会被人追杀 我必须要有能够 保住我命的东西 这东西 或许不值六星进化药剂 但如果换不到我想要的 我宁愿 让他陪着我去死 漠视人的狠力和自私 在一刻得到了最深的体现 这个人的言语表明了 他就是来宰夜中明的 如果不能如愿 那就是 他不好谁也别想 好的结局 不过夜中明并没有生气 他可以理解 这个人此刻的心情 毕竟 他正面临着死亡 事情 并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法 夜中明摸着下巴想了想 抬眼问道 如果我有一些东西 可以让你迅速地逃离敌人的围攻 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人眼睛一亮 他之所要求一瓶六星进化药剂 就是想让自己的实力 提升一个档次 但这样依旧是要和人拼杀的 最后的结果 他也不知道 或许能够活下来 甚至把仇家杀掉 或许依然被围攻而死 但是逃离敌人的围攻 这样虽然说出去不怎么光彩 但好像比第一种的生存几率 要高很多 理论上可以 但我要先看看是什么 夜中明点头表示 可以 他先是拿出了一枚胶囊 放在了桌子上 胶囊有手指那么大 呈现一种暗红色 这是一次性移动胶囊 可以受到激活者控制 顺移到半径百米内任何地方 当然 这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说完 夜中明又拿出了第二件东西 那是两瓶药剂 这一瓶是速度药剂 有什么能力 你知道的 另外一瓶 是体力药剂 可以让你使用了移动胶囊后 迅速地恢复体力 那个人目光变得火热 知道这几样东西 可以让他在包围之中 顺利脱困 你稍等一下 夜中明把东西放在桌上 然后离开了一会 一分钟后就回来了 手里提着一双白色级别的战靴 这双鞋子 有增加移动速度 和跳跃能力的功用 夜中明对着这些东西摆了下手 所有的 换你的拼图 那个人甜甜嘴唇 显然非常动心 这几样东西 或许对实力的 直接提升 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保命应该是足够了 这个 还 显然 这个人虽然满意 却依然想要更多 这是最后的出价 如果你不答应 追杀你的人 会多出三个 拿着得到的拼图 回到房间 夜中明 把那块金属板拿了出来 六块拼图放了进去 金属板上光芒一闪 片刻之后 本来方形的板形 变成了六边形 上面是一幅幅 组合在一起的神秘图案 夜中明的石海中 随着光芒 也出现了提示 获得 一记震盘 阵盘 叶中明真没听说过这样的东西 倒是知道有阵法卷轴 只是阵法卷轴是给进化者用的 但这个阵盘是给那些木偶用的 严格来说 这是一件标记型装备 阵盘上面蕴含了数种阵法 冲阵主攻击 侯阵主防御 非阵主流转 阵阵主乱战 每一个阵法都有着单独的要求 比如木偶的数量 等级等等 满足了这些条件 就可以让木偶组合拥有战阵的能力 使用方法就是先选择阵盘上的阵法 之后放入相应的木偶雕像 经过一段时间的能量注入之后 这些木偶就会学会对应阵法 并与敌人对战 在使用阵盘的时候 需要诸如精神力 至于多少暂时不清楚 想来是不会少的 原来是这样 夜中明放下这个阵盘 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 它可以让直接提升木偶战士的战斗力 只是 夜中明拥有了木偶之症后 当时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 现在有了阵盘 也就拥有了木偶士兵完全的配套装备 夜中明把得到的这整套东西 拿出来仔细观看 木偶之症和阵盘没什么看的 他主要查看了 一下那些木偶雕像 这些小东西 基本上外貌和夜中明 在木偶遗迹记中碰到的一样 只是颜色略有不同 大多数的雕像都是灰白色 只是偶尔有几个是黄铜色 代表着他们的等级和实力 现在是不怎么高的 对于强者来说 哪怕他们组成了战阵也不是对手 具体的威力如何 夜中明要回去 让不同等级的进化者试验一下 才能了解 只是 夜中明好奇的是 这些木偶是如何工作的 他想了下 先是在阵盘上调了出了猴阵 这也是阵盘中阵法 要求木偶等级最低的 现在这些灰白色的木偶就可以满足 被激活的阵盘一阵 咔咔咔地响动 金属盘变得大了一些 薄了一些 盘面的图案开始变幻 上面亮起了光点 之间被细线连着 接着 那些光点缓缓地凸起 形成了一个个一段 纸截大小的小光柱 散发着柔和的光辉 夜中明拿起一个灰白色的木偶雕像 比亮了一下 便看见了这个木偶雕像的底部 有一个凹槽 大小正好和这些光柱相吻合 缓缓地把木偶士兵插在上面 这个士兵立刻被光芒环绕 夜中明明显感觉到一股能量 从他握着的手中被吸走 在阵盘上转了一圈之后 流入了这个木偶士兵中 按照上面的光柱数量 夜中明把三十几个木偶士兵放在了上面 他也被阵盘吸了三十几次的精神力 这些量对于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但估计换成普通非精神力类进化者负担 还是挺重的 阵盘再次闪烁了一下 每个木偶士兵身上缭绕的光芒 消失了 夜中明一挥手 这些士兵立刻从阵盘上主动落在了地面 迎风而大 变成了一米左右的一个个木偶士兵 所站的位置方向和在阵盘上一模一样 随着夜中明意念一动 这些木偶开始做出了动作 并且变换着阵型 观察了一会 夜中明发现 这些木偶的确是有些弱小 但是集合在一起 实力提升了大概四倍左右 当然 这只是夜中明的估计 并不能保证十分的准确 随着木偶等级的提高 这种威力的提升幅度 也不知道能不能更大 知晓了这些 剩下的 就是如何把这些木偶升级的问题了 之前木偶之症上并没有明确 说明该如何升级 夜中明考虑了一下 觉得或许需要工匠去升级 他拿出了一件材料 在一个木偶身上 尝试着融合了一下 没有反应 难道错了 夜中明放下这个灰白色的木偶 又拿起了一个黄铜色的试验 依然没有反应 材料的等级不够 于是 他又换了一个更高级的材料 其实 夜中明的空间里 现在的材料都很高级 基本上是五级以上的 其余的都在云顶的仓库里 他换了一个更高级的 七级兽牙 但再次失败 这件木偶没有反应 工匠不行 那么如何升级 本来已经希望 不大的夜中明下意识地 把两个木偶 用铜质强化术 融合了一下 光运一闪 竟然成功了 这 夜中明眼睛睁大 知道自己摸到了门路 他看了看这个被融合后 变成了青铜色的木偶 除了等级提高之外 貌似没有特别的变化 铜质强化术好用 那么就说明 工匠的职业技能 是可以应用在 这些木偶身上的 那么附魔偶 为什么不好用 夜中明的目光 落在阵盘上 转而又看向了木偶 渐渐有所领悟 他发现自己 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 刚才他做实验的 这些木偶 全部被阵盘 刻上了 猴阵 而夜中明使用的材料呢 都是会附加进攻属性的 和木偶 已经拥有的属性不符 这只是猜测 夜中明立刻开始验证 他找了一块五级的假铐 使用了附魔 闪动的光芒告诉他 他刚才的猜测 正确 这个灰白色的木偶 变成了青铜色 夜中明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因为他基本上 掌握了这些木偶的特性 如果想要让这些木偶 快速强大 那么自然同治强化 是最好的方法 可是木偶数量 现在看上去虽然不少 但损坏一个就是一个 没办法补充 夜中明想走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那么 无疑不断的附魔是 最合适的 虽然不知道 这样会不会遇到瓶颈之类的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掌握了秘诀 夜中明开始工作 他不断地附魔这些木偶 把他们统统提升到了 青铜色的级别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 普通的 也就是没有 被阵盘赋予属性的木偶 只能同治强化 不能附魔 而拥有了属性的木偶 则全部都可以 但是 一旦把这些木偶的属性 用阵盘变化 那么同治强化过的 则没有什么改变 依然是提升之后的等级 可附魔的则会恢复到 之前的样子 降低等级 看来 一切都是所限制的 想到最近也没有什么 急迫需要材料的地方 夜中明把这些木偶 分别用阵盘赋予属性 之后 升级到了黑色级别 剩下的 则原生态保留备用 这个过程 因为阵盘不同阵法 对等级的要求 他通知强化了一些木偶 其中冲阵 甚至需要同治三次 这让他手中的木偶 数量下降了一大截 最后只剩下了600个 其中 备用的有一百个左右 弄完了这些 夜中明 只是小气了一会便又出门 他要找到刚才和他 做拼图的交易的人 还要做一些另外的事情 木偶 那个和夜中明 交易过不久的人 再次被找到还很吃惊 听到这个要求后 惊讶了一下 然后才从身上摸了摸 掏出了两个木偶 我想让你 帮我联系一下 去过木偶遗迹记的人 我会收购他们手中的木偶 夜中明说出要求 然后继续道 价格方面 我就不给出标准了 因为每个人希望得到的东西 应该都不一样 你帮我统计一下 说着下巴 对着这两个木偶 扬了扬 你开个架 那个人眨眨眼睛 张开嘴想说什么 却又收了回去 夜中明也没等他继续开口 把一件白色的玉佩 放在了他面前 增加敏捷度 并且对你其他装备 有一点增益作用 对于这样的装备 那个人没有任何抵御的能力 同时他也清楚 其实这对无用的木偶 并不值什么钱 这位三人型的老大 给出了这件装备 是提前付给了他 联系其他木偶拥有者的报酬 完成了交易 那个人去联系其他人了 一起进入冒险地的势力 其实大多数互相之间都相识 夜中明则去找到了一个中间人 发布了收购 七里坑道中 那些眼珠和拼图的消息 所谓的中间人 就是应运而生的 那些掌握了消息后 继而开始掌握人脉的进化者 他们自身的实力 或许不强 但却舍得付出 懂得取得人们的信任 会做生意 对情报敏感度极高 当然 还有本钱 这样的人 在人们经历了几个时间段的冒险之后 抓住了商机 开始串联起大家 以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 他们则从其中获得好处 说实事造英雄有些夸张 但这些人的诞生是一种必然 把收集眼珠和拼图的任务交给他们 夜中明回去 又休息了一会后 冒险地重新开放 五环钱显然并没有 因为之前和夜中明没有谈妥 就放弃和他的合作 同样邀请他去参与更高级冒险的的冒险 但夜中明婉拒 他还有一些东西 要在低级别的冒险区里得到 五环钱也没有去管 他们显然并不理解夜中明这种 因小失大的行为 所得的东西肯定是高级区更好 为什么云顶的这位老大 却执着于低级冒险区 只因为那里更加安全 他们自然不会知道 夜中明已经得到了 关于民水界最权的资料 除了完成度 方面五环钱占据着绝对优势之外 其余方面 他们已经被夜中明完全拉开了距离 和高益和赵向雪一起 夜中明三人 开始不断地在这些冒险区里战斗 去获得夜中明想要的奖励 过了两次开放时段 也就是八十多个小时之后 夜中明完成了对低级区的清理 大概谁也不会想到 夜中明从中得到了什么 好东西自然得到了不少 就说其中几样有代表性的 第一样 医疗帐篷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装备 看上去极其的简陋 唯一的特点就是非常干净 作用自然很大 就是可以让伤者进去疗伤 这种装备很稀有 只在很高级的轮盘上才出产 可是 却很少有人希望得到它 这和医疗职业者 或者疗伤要记得被追捧 形成了鲜明对比 按照道理 自然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 这件装备实在是让人有些无语 首先是它的等级 通常都很低 基本上没有高于白色的 而低等级自然治疗效果 不会太好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无疑就是给医疗帐篷升级 级别高了 效果自然会大幅度提升 但给装备升级 又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看看解封液和万能提升卷轴 多么难搞就知道 其次 医疗帐篷可不是那种 让人进去免费疗伤的地方 而是需要用其他的能量 去转化成为医疗能量 虽然对于用何种能量 没有严格的规定 精神利类可以 各系元素 能量可以 或者其他什么都可以 但能量这东西同样不好得到 精神力对于进化者来说 更是紧缺 这也限制了这件装备的价值 但是叶中明得到它 却恰恰有用 它有运爆葫芦 可以把医疗帐篷升级 它有克斯加充能器 可以给它充能 它还有庞大的精神力 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用精神力代替 这件装备到了叶中明手中 立刻就会发挥出 不亚于金色装备的作用 第二样 天空之眼 这件装备同样在现阶段 还没有被重视起来 这是一件生物类的装备 有生命 却没有意识 它的用途就是提高视野 作用单一 培育它还非常耗时耗力 而使用它能却又有严格的限制 因为使用天空之眼的方法 只有两种 第一种 安装到金色装备之上 第二种 安装到六星以上进化者的身体上 金色装备 绝大多数都为轮盘装备 哪怕是工匠去处理 先不说有几个有这样能力的工匠 就说工匠处理的时候 大概只能去完善和增强轮盘装备的属性 想要彻底改造是不行的 这就基本上绝了天空之眼 安装在轮盘装备上的可能 可是自制装备 能有几个达到金色级别的 就算以夜中明现在的工匠职业水平 也很难做到 第二种更不用说 比第一种还难 因为这涉及到许多复杂的东西 比如需要一个医生类的职业者 一个巫术职业者 和一个空间类职业者聚在一起 再加上非常高级的疗伤 和反排吃药剂之类的药品 才可以成功让天空之眼在人体上成活 费了这么大劲 耗费了那么多钱 只是得到一个提升视野的东西 没人愿意做这种事情 但夜中明得到了 他有金觉浮球 是金色级别 完全符合安装要求 而一旦安装成功 那么这个空天装备的探查范围 就会提升到一个让人惊叹的程度 第三样 也是让夜中明觉得不需此行的一样东西 就是护魂霜 这是一种粘稠的液体 它其实也没有多么神奇 但对夜中明来说 或者对云顶来说 意义重大 因为护魂霜 可以清除负面状态 如果说之前职业晋升卷轴 冷却药剂配方等 是夜中明计划内的东西 那么护魂霜就是意外之喜了 当他知道 低等区有这东西的时候 夜中明就决定了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把这东西弄到手 甚至 为了小瓶子东西 夜中明都愿意放弃鸣水剑 因为护魂霜 可能会把地黄丸 从金属化状态中解救出来 自从地黄丸出世 云顶除了准备在 秘境之中的战争之外 重点就是在收集 任何可能拯救 大狗的方法和材料 因为夜中明 先知先觉的原因 努力的方向一直很明确 如果不是 被秘境的事情拖着 夜中明甚至已经去了西亚 顺着之前的线索 去寻找 现在 得到了护魂霜 让也有了立刻回去 鸣水界暂时处于关闭的状态 夜中明只能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当然 高级区那边 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夜中明需要去拿 其中的某些样 对于抗衡秘境中 那位九级的胜负 非常有帮助 期间和之前那位中间人 联系了一下 夜中明收购不少木偶 和眼珠一样的宝石 不过七里坑道的拼图 还差一张 也不知道在谁的手中 又和这位中间人 购买了一份高级区那些事例 都在哪个冒险地之中的情报 夜中明研究了一下 选定了一个 作为他的首个高级区目标 高级区的冒险的数量 相比于中级区要少一些 夜中明在和五环前联络了之后 获得了进入这里的资格 不过却并没有答应他们的邀请 一起去破解 同志士所说的熔岩沙漠 而是选择进入了血沙之海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同志士心中有些怀疑 难道夜中明知道了那里 是皇族工会的主打地 去那里找麻烦呢 可里面进化者之间 又不能互相战斗 云顶山庄的人数劣势明显 如何能够对皇族造成什么麻烦 不去想象这些 同志士专注地开始和手下 一起攻略起熔岩沙漠 不知道为什么 云顶山庄进入高级区 总给同志士非常不好的感觉 就如同狼来了一样 他不知道这种感觉究竟源于哪里 但他知道 尽量把应该做的事情 尽快做完总是没错的 夜中明首选血沙之海 和皇族在这里冒险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由于这里的地形 对于他来说更加的有利 这里的奖励也让他有选择这里的理由 血沙之海是一片海岛群 被血红色的海水包裹着 面积明显比中极区那边大上许多 这里才真的像是一个个的小世界 夜中明三人进来的时候 出现在一个只有几百平米的小岛上 除了遍地苔藓类的植被外 就是几棵高大的叶片 呈现血红色的无名大树 同色的苔藓类植物 同色的树叶 加上咆哮的红色大海 让这里看上去如同一个血色世界 漠视和漠视之前 人们有一个共同畏惧的事物 就是自然 大自然一旦发威 无论是漠视前科技鼎盛的人类 还是漠视之后自身进化的人类 都无法抵挡这种威力 在发怒的大自然面前 人类一直都是弱小的 或许只有当进化者达到九星之后 才会有资格和大自然一较长短吧 夜中明拿出名牌看了下 上面显示的信息 可比中极区那边多得多 除了总体完成度 视力名称和单独完成度 奖励之外 还给出了一张地图 上面有一些闪着红光的点 旁边标明了奖励和挑战内容 因为之前知道了 名水界的详细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 夜中明也并不如何惊讶 大概这种高级地图处处危险 所以才会有这种 更加详细的介绍 夜中明来的时候 小岛上并没有其他人 想来这里的大势力 不会如同那些小势力一样 有了空闲 就会出去看看情况 寻找帮手之类 他看了一下名牌上的信息 血煞之海 完成度48% 完成度排名 1.皇族工会13% 2.品工8% 3.蓝潮5.1% 4.毕竟已经开放了数个时间段 所以哪怕是高级区面积很大 也完成了近一一半的进度 只是这里毕竟是高级区 哪怕是参与进来的 基本上都是排名国区前50 甚至前30的势力 但单独完成度还是不高 皇族工会占据天时地利 也仅仅完成了13% 老板 这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既然来了 当然能拿多少拿多少了 在新罗齐步小岛中的一个 皇族工会的人正在休息 其中一个惊呼了一声 把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怎么 皇族工会的会长皱着眉头 呵斥着手下 在冒险区里进度不顺 会长自然不高兴 本来被同职士安排到这里 他就非常不满意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工会现在进度不仅不快 还损失惨重 这片冒险地之中 一共有10个资源点 可是到现在为止 别看皇族工会 完成了所有完成度中的13% 也是所有势力中最高的 但是得到的奖励 却并不是最多的 品工和皇族 同样完成了两个资源点的冒险 完成度落后 但所得更多 这让皇族工会 如何能够舒服 他们可是提前知道了不少情报的 三人行 哦不 云顶山庄进来了 那个看名牌的手下面陆金荣 声音竟然有些颤抖 皇族工会的会长双手动了动 如果这里可以互相攻击 他现在就会杀了这个胆小的手下 这个人曾经是那位 被云顶刺杀的皇族高手的护卫 当时身在外面得以幸存 对云顶他有着发自内心的恐惧 现在五环前都知道三人行 就是云顶山庄 他刚一看到名牌的信息 情绪有些激动 或许是当初 那血腥的场面 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竟然过了数秒钟 才平复好心情 进来了 会长看了眼名牌 眯着眼睛想了下 然后站起来道 你们等在这里 我出去一趟 说完 利用五环前的主场优势 从这里出去了 不行 同志士对于皇族工会的会长 打断了他的冒险 非常不满意 听到了请求之后 更是干脆的拒绝 我希望你能明白 五环前 不是一个和别人争强好胜的组织 我们是一个商业组织 是一个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财富集中起来 接而强大的组织 我们走的不是拼杀的道路 而是 用这里来赚钱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同志士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语气非常的严厉 会长面无表情 仿佛同志士的拒绝 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我要回去了 你也赶紧回去 别忘了 五环前现在最紧要的任务 就是早一点 把名水界的完成度 提升到百分百 之后 获得这里的控制权 独填杯 说完 同志士向着外面走去 他对于自己的这位同事 已经失去了耐心 戈尔族 皇族工会的会长 稳稳地坐在那里 冷静 甚至冷漠地 说出了三个字 同志士的身体 立刻停在了那里 房间里沉默了许久 两个人就那样一坐一站 仿佛让时间 都停止了一样 我小瞧了你 同志士率先打破了沉默 但他依然没有转身 他害怕自己脸上 掩饰不住的杀意 被皇族工会的会长看见 我们都小瞧了彼此 皇族如此回答 之后两个人 再次陷入了沉寂 这次我可以帮你 仅此一次 谢谢 对话再次想起的时候 两个人达成了共识 希望你能把叶忠明杀掉 否则 你的主子 又不能直接下到地球来帮你 以你的实力 可能活不了几天 说完 同志士离开了这里 会长冷笑了一下 站了起来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所有皇族工会 能够控制的战士 全部都进入到血沙之海中 从红色的海水中上岸 叶忠明还是很满意的 这里的海水虽然颜色不同 但性质是一样 着眼战绩发动 衣服瞬间被烘干 又帮了帮高义和照相雪后 三个人走上了沙滩 这里是一个名牌上 还在闪烁的红点 说明奖励还没有被人获得 四处观察了一下环境 这个小岛 明显比刚才的那个大许多 至少一眼望去看不到镜头 远处有两座并不太高的山峰 中间有一个山谷 那里就是此行的目的地 海里 为什么没有怪物 照相雪很奇怪 这里既然叫做血沙之海 那么海里应该有危险才对 但几个人游了半天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海水里仿佛是一片死地 这个问题叶忠明也很奇怪 在没有渡船的情况下 没有飞行技能的进化者 去往各个小岛的唯一方法 就是游泳 在叶忠明想来 海水里应该遇到危险的 但事实上一切都很平静 所以他也无法回答 照相雪的这个问题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 因为危险中会到来 那样才不会辜负这里高级区的名头 三个人向着山谷走去 一路上看到了一些痕迹 应该都是某种植物类的材料 被采摘后留下的 看来 五环前虽然没有实力 独自完成这里的探险 却提前把这里的其他资源都取走了 走了几步 叶忠明突然停下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一座山峰的脚下 几秒钟后 一片红云开始笼罩了周围的天空 红云缓缓地打着线 形成了一个漩涡 里面红雾翻滚 像是在酝酿着什么 看到这团红云 叶忠明的脸色变了变 他宁可遇到一只强悍的变异生命 也不愿去面对这种 类似于自然之力的未知危险 三人继续向前 只是更加的慎重 叶忠明也不再藏私 把最好的装备都穿在了身上 手里提招地杀月刃 不停地用敏锐的感官探查周围的动静 快要接近山谷的时候 三人发现了一些残破的尸体 是人类的 却没有发现变异生命的 这让叶忠明很疑惑 难道这里的怪物 已经强大到 让包括五环前和品公 这样国区前十的势力 也只能扔下尸体撤退的地步了 小心些 叮嘱了两个手下一句 叶忠明带着他们继续前进 终于踏进了山谷之中 刚才视线被山体和树林所阻挡 现在突然看到一片狭长的谷地 颇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只是这种感觉 马上就被山谷的震动所打断 好像地震了似的 整个山谷都摇动了两下 接着 天空的红云猛然间变得浓郁和剧烈起来 顷刻间瓢泼的大雨倾盘下 红色的雨滴连成了线 噼里啪啦地打在地面 叶忠明已经撑开了自然之杖 可这些红色雨滴虽然密集 却好像没有攻击力 水平之后的光芒 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几分钟后就停了 只是头顶的漩涡红云依然在 隐隐震慑着下面的三人 叶忠明收起自然之杖 看向了山谷深处的那个金属台 上面一个银色的箱子就放在那里 只是现在山谷之中积了雨水 数个地方都形成了面积不小的水洼 没等几个人有所动作 这几个水洼便发生了变化 那些红色的雨水开始翻滚沸腾 很快形成了一个个的红色水巨人 数息之间 六个高达四米左右的敌人 就出现在了山谷之中 发出震天的咆哮 冲着三人袭来 叶忠明等人反应不可畏不快 三个人几乎在瞬间就 全部做出了回忆 叶忠明手里出现了狙击枪 一枪就击中了最前面那个 红色水巨人的头部 子弹的等级虽然只有灰色 可被这把枪强力加成之后 威力巨大 在这个距离 哪怕是六级生命 都有可能被一枪爆头 但击中了红色巨人之后 子弹仅仅凝制了一下 接着便穿了出去 巨人身形略微一顿 之后丝毫无碍地继续冲来 高义秉承着战士的传统 门板巨剑随着冲锋向前劈去 上面萦绕着风雷 照相雪的火闪电 也更随着这一箭而来 后发先制劈在了一个 红色水巨人身上 蜿蜒的火焰 闪电让红色水巨人身体 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一些白色的蒸汽生腾了起来 也同时在这个瞬间 高义的门板巨剑 砍在了红色水巨人的身上 全部由水流组成的身体 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看上去有种抽刀断水的气魄 只是 一切并没有如同预想那样 把这个巨大的水巨人击杀 这个水巨人 只是低头看了看 自己身体被开出的口子 之后挥动拳头 啪的一下 打在了高义的身体上 在人类体型之中 绝对算是怪兽级别的高义 如同一只小鸡一样被轰飞 身体越过夜中明 落到了山谷之外 而这个红色水巨人 那被劈开的伤口 在几个人类的注视下 缓缓合拢 看不出任何痕迹 至于照相雪的攻击 则早就被化解 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一轮攻击 三个人各自出手 竟然无疑奏效 这么一会 其余的巨人 已经都到了附近 最前面的两个 抬起腿踏了过来 后面的两个 则甩出了他们的拳头 如同可以伸缩的橡胶一般 从前面巨人的身体 空隙之间砸了过来 更为恐怖的是 最后的两个红色巨人 他们吼叫着身体下蹲 接着腾空而起 直接越过了同伴 用他们自己的身体 向着这边跳了过来 以他们的块头 无论是被砸还是被踩 不死也要重伤 叶忠明和赵向雪不得不退 两个人立刻出了山谷 后面是已经爬起来的高翼 叶忠明扫了他一眼 发现除了嘴角有些鲜血之外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皮操肉厚力量足 本就是高翼的特点 地面震动 那是几个巨人的攻击 落在了地面上造成的效果 这个时候 叶忠明三人 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在这里 只看见了人类的尸体 这六个红色水巨人 每一个都有强于六级的实力 可不容易对付 和中级区那些木偶 还有大蝙蝠比起来 这里果然更加的危险 照相雪 别看在叶忠明面前 和小姑娘似的 但真实的状态 就是一个冰冷的战斗机器 之前在那个被选定 作为落脚点的小村子里 他就曾带着人图了那里 严格意义上讲 他并不是什么好人 虽然 末世也没有什么好人 战况的不利 让他直接进入了变身的状态 火焰精灵 使露出了最原始的面目 火焰精灵 周围的温度 随着照相雪的变身 立刻变得灼热了起来 虽然和水巨人比起来 照相雪很渺小 但是他此刻散发出的温度 却有着与水元素 迥然不同的灼热 让所有的水巨人 都看向了他 火焰精灵双手举起 那把短杖握在一只手里 此刻上面也燃着火焰 不再是看上去那把普通的短杖 而像一个火焰图腾 山谷口那里的地面 出现了一个红色圆圈 下一刻 第一个水巨人就踏了进去 轰的一声 并不如何响亮 可是一团灼热 而雁红大型火苗 则从那个圈子里生腿起 把水巨人笼罩在了里面 水巨人发出了惨哼 大步向前迈出 想来是知道 只要穿过了火焰的范围就可以了 只是发出了火支柱后 照相雪的智炎熔发动 细长的火柱 从他的双手处射出 直接系在了水巨人的身上 那庞大的身躯 竟然在这道并不如何粗壮的 火柱之下寸步难行 旁边的一个水巨人健壮 朝着照相雪变身的火焰精灵袭去 却被高义怒吼着拦住 这位逼翼的郑队长 刚才被打飞非常的没面子 现在又怎么会让这个水巨人 攻击自己的同伴 吼声中 他的身体开始胀大 哥德士的盔甲也随之变大 甚至那把门板巨剑 也变得更加巨型 他向前奔跑的功夫 高义就变成了 只比水巨人矮了半米左右的 庞然大悟 利用冲力 高义直接扑到水巨人面前 用几乎都已经成为了 一块巨盾的门板剑 挡住了对着照相雪宫去的一拳 巨大的轰鸣声后 水巨人退了一步 而高义则 纹丝没动 叶忠明看着碧翼队长此刻的状态 眼中火热异常 这是他的杰作 这是他赋予高义的 盘古血统 听名字就知道 这个血统属于异常强悍的类型 能够用这种神话传说命名的 就如同前缀职业一样稀有 当初得到了这个血统 叶忠明就有了自己的培养计划 与其说高义成为了 避疫行动队的队长 还不如说是叶忠明 专门为了这个血统 培养出了这位避疫的第一高手 盘古血统强悍 自然也会有限制 这是一个爆发类血统 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 同时也有不短的冷却期 这些还不算苛刻 苛刻的是 服用这个血统前 必须要在力量 身体强度和装备 三方面全部满足一些条件 前两样不必说 为了让高义达到要求 叶忠明准备了 不少永久的药剂之类 让他服用 就说装备 盘古血统是一种 必须依靠装备 才能发挥威力的血统 也就说 想要拥有这种血统 必须事先准备一套 可以随着使用者身体丈大 而跟着变大的盔甲 照相学也变身 但他的变身体态 并没有太大变化 法袍又基本上 拥有融合元素的能力 和盔甲还不一样 叶忠明花了大价钱 选择了战功武器 总之B2位队长的装备 让他把战功值 全部都花光了 这也幸亏 他和佩戴战功勋章的人 杀的怪物够多 否则 就算是发现了这种装备 也无法购买 限制多 威力肯定足 盘古血统是叶忠明见过的 提升战力最直接的血统 他直接就把高义的 进化等级提升了一级 在除了体型 其他全部不变的情况下 给了高义七星进化者的状态 根据血统的说明 这种提升并不是无限的 整级提升 直到七星进化级别 也就是说 高义最多可以在 七星进化者的时候 通过血统拥有八星的战力 但是八星的时候 却无法提升到九星 不过提升不了一级 半级还是可以的 那已经足以让他在 八星进化者时 成为一个近乎无敌的存在 叶忠明和云顶的家底 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厚 一步未退的高义 并未把荡城盾牌用的巨剑放下 而是直接压向了 那个退了一步的红色水巨人 他虽然没有对方高 但是显然力量更占优势 双脚在地上用足了力气登洞 竖着的巨剑 便撞在了水巨人的身上 水花似箭 两个巨人一同倒地 甚至还波及到了后面的水巨人 高义这个时候 已经不管其他了 他跨坐在水巨人的身上 也没用剑锋 就倾着巨剑的异端 把这巨型大剑 当成了石头 朝着身体下的敌人 就砸了下去 啪的一声 声音响彻整个小岛 甚至震的山峰都有响动 回声 经由山谷 传播出去了老远 不断回荡在空气里 接着就是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高义心中的想法很简单 你不是不怕劈砍吗 身体不是可以自动愈合吗 你不是还能伸缩吗 那我不劈不死不卡 我拍你 把你身上的这些洪水 给你拍干净了 那你死不死 拍起了新的高义 轮圆了在杂水巨人 连夜中明从他的身边掠过 都忽略了 现在他就一个目标 把这个敌人拍死 据如同一记记耳光似的 高义压着敌人的身体 然后痛殴敌人 红色的液体 随着一下下的拍打 建设到了周围 有的渗入到了地下 有的形成了新的水蛙 但这个已经被打蒙的水巨人 肉眼可见地在缩小 最后 高义甚至站了起来打 水花见得更高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这个水巨人 彻底被高义打成了 一滩洪水的时候 他才气喘吁吁地停了手 盘骨血统已经失效 他恢复了正常的身高 高义侧头看了下 见到赵向雪 从变身的状态中恢复 他的前面已经一片空荡 显然在刚才这一会儿 副队长也已经 把他的对手干掉了 赵向雪的确是胜利了 他用他的火焰能力 加上庞大的精神力 把一个水巨人完全蒸发掉 这让他有些疲惫 精神力和体力 都处于消耗严重的阶段 老板 高义示意了一下 赵向雪冲着一个方向扬扬手 他转头一看 只见那些红色水巨人 已经全部消失 只留下了凝结在空气中的 大团大团的水气 还未散去 高义哪里还能不明白 他和赵向雪 一人干掉了一个 其他四个 全部被自己老大弄死了 虽然B的正副队长 都不会觉得这很意外 可是对于老大的实力 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们费时费力的一人 才干掉一个 老大却无声无息地 弄死了四个 双方之间的差距 再次体现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拥有盘古血统的高义 激活血统的时候 可以让他跃升为七星进化者 以前他还觉得 自己就算不如老大 但相差应该不会太多 可现在看来 就算三个自己 也绝不会是老大的对手 不过高义没有气馁 变强的决心更加强烈 他会努力追赶叶忠宁的脚步 否则被落下太多 就要被淘汰 叶忠宁之所以能够获胜这么轻松 是因为他的灼炎战技 水火不相容 这是自然治理 就如同照相雪的胜利 是他的火焰 能力战胜了 红色巨人的水系能力 说白了 是照相雪能够拥有的火能量更多 所以可以把水巨人全完蒸发掉 叶忠宁也是这样 他的灼炎战技 现在是顶级 收发如星 本身可以提供的能量足够 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力 他都处于目前人类的巅峰 所以虽然看上去或许没有照相雪的 攻击那么绚丽 可是他的灼炎战技威力 却要比照相雪高出许多 他采用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利用速度 直接让自己的身体 穿过水巨人的身体 在穿过的瞬间激发战技 几个来回 红色巨人就变成了水器 一下子面对六个实力 超过六级的生命 即便是夜中明三个人 也感到了压力 重新走回山谷 这一次天空的红云 没有再放出这些水巨人 让三个人安心了一点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他们走到山谷的中央 距离那个放奖励的台子 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红云再次躁动起来 大雨第二次倾盆而下 只是这一次没有下在山谷中 而是下在山峰上 正当三个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山峰上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 三个人一看 发现一个个巨大的红色水球里面 包裹着一块块大石头 正向着山谷袭来 顷刻间两侧全部多等于 都是这种水裹着的落石 根本必无可避 叶忠明只能再次撑起了自然之杖 三人站在一起 任由这些水果石 开始冲撞水瓶之户 视线中 全部是翻滚的水花和四箭的石头 打在护罩上 发出喷喷的声音 冲撞造成的能量对冲 使得罩子忽明忽暗 给人一种不安定感 一块终极的水系宝石 只坚持了一分钟便破碎 叶忠明立刻换上了第二块 好在红云的力量 也是有限度的 砸了一会 云层逐渐停止翻滚 并渐渐散去 叶忠明知道 这里的考验应该是结束了 着眼战绩和自然之杖的存在 让应对挑战有些轻松 可叶忠明一点都没有轻视这里 他身在其中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挑战的困难 如果没有这两样 想要通过红云的两次攻击 估计要付出不轻的代价 走到台前 把盒子拿在了手中 叶忠明没打开也知道 这是一个药剂盒子 所谓的药剂盒子 就是一个盛放数瓶药剂的容器 里面具体有什么药剂 有几瓶药剂 这些全部是未知 可以说 这是一个碰运气的奖励 不过叶忠明觉得自己 连彩蛋都能够碰到 说明在民水界中 运气应该不错 开这个箱子 希望可以同样拥有不错的手气 当然 他也有全盘的计划 他在把民水界所有的奖励 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后 才把这里确立为了第一站 如果一切顺利 那么叶忠明或许可以在最终得到 那个奖励让他想想都觉得兴奋 带着这样的心情 打开了药剂盒子 里面上线两排整整齐齐的 摆放着六瓶各色药剂 盒子里的药剂上下两排 每排三个 叶忠明依次看过去 本来悬着的心放下了 第一排的三个 分别是终极永久力量药剂 终极永久速度药剂 和终极永久体力药剂 这种药剂自然是极好的 服用之后 直接提升某方面的能力 提升的幅度和药剂的等级有关 也和进化者的等级有关 通常来说 进化者等级越高 效果就越小 因为这并不是比例药剂 而是总量固定药剂 对于高等级进化者来说 服用了自然效果不明显 除此之外 还和进化者的类型有关 比如力量型的人 服用了力量药剂 那相比于精神力的进化者 服用后效果 肯定不显著 不过 这些永久类型的药剂 在末世十年之后 会成为了抢手祸 因为那个时候的高等级进化者 比如八星或者九星 这样的强者 实力基本上定型了 更进一步难比登天 想要继续提升实力 就要想其他的办法 而服用这种永久药剂 无疑是其中 最省力也最方便的 所以 在夜中明前世重生之前 这种永久药剂的价格非常高 特别是中高级中 关于力量 精神力 和速度的最为抢手 这并不难理解 试想一下 如果一位九星的火焰精灵 使服用了很多高级 永久精神力药剂 那么它的弱点 就几乎不复存在 那将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场面 当然 前世也没有火焰精灵 使这种职业者活到了九星的级别 这三瓶药剂夜中明收了起来 它看向了下面的三瓶 终极负面状态解除药剂 隐身药剂 六星进化药剂 负面状态解除药剂 只能用于进化者 对于身中了负面状态的人 价值千金 对于其他人则作用不大 但绝对算是一款常规药剂 等到真需要实现找就难了 留着有备无患 隐身药剂这东西比较特殊 用得好了那作用极大 无论是刺杀进化者 还是盗取一些东西 或者对付变异生命 都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 就是不知道 这瓶隐身药剂 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至于六星进化药剂 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 能够在一个资源点 得到这个等级的进化药剂 怎么看都是赚的 在夜中明看这些奖励的时候 高益和照相雪则在战场上游荡着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终极区的那些木偶啊 大蝙蝠啊 什么的都有奖励 这些红色的水居然会没有吗 还真别说 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那是一种类似于水滴状的红色物体 不大 半根手指的样子 晶莹剔透 如同最纯洁的红色翡翠 两个人找到的数量 和红色居然相同 一共有六枚 把这六枚红色的水滴宝石 拿给夜中明看 夜中明也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那个神秘人给出的资料上也没有 只好先收起来 等以后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夜中明在名牌上看了看 这么一段时间 三人型的完成度来到了4.2% 其他势力的变化不大 不过因为他们占领了这个资源点 让整个血沙之海的完成度超过了50% 夜中明不禁有些奇怪 按照道理说 自己得到了六瓶药剂 其中还包括六星进化药剂 在高级区也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奖励了 可完成度还不到5% 看样子 并不是根据资源点的数量 来平均分配完成度的 那么根据的是什么 每个资源点的难度吗 有六个实力超过六级的变异生命 都不算难吗 那岂不是说 某个或者某几个的资源点 危险度会极其的高 这方面 那个人并没有人说明白 夜中明也没有问 他更关心的是 每个资源点都有那些奖励 看来 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经过了中级区的碾压 通过之后 对高级区有些小看了 所以并没有注重危险度 夜中明心中这样想着 心中警觉大气 正当他准备把名牌放回去的时候 目光突然扫到一个数字出现了变化 夜中明重新看去 发现整个冒险的之中 冒险者的数量 在刚才的那个瞬间 突然增加了一大截 这绝不是什么正常的情况 这里是五环前的主场 每个人势力带来的人 其实都并不太多 并且用脚趾也能想到 所有的势力 都会和夜中明一样 在名水界外面放着数量 不小的接应部队 以防万一 在这种情况下 进入名水界的人数 相对固定 每个势力 基本上在每个冒险的 都会全员进入 即便是没有全部进来 也只会留下一些收集消息 和应付突发状况的后备小队 所以 哪怕在冒险地中 遇到了什么损失 补充星园进来 也绝不会有数量上的 大幅度增加 但刚才 那个数字的确增加了很多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五环前 可是他们为什么突然增兵 仅仅是为了攻占资源点吗 夜中明猜不到具体的原因 但总感觉不太好 他回忆了一下 得到的关于名水界的资料 发现他一直忽略了一个地方 如果 他不能肯定 他的猜测就是真的 但习惯性的谨慎 让他决定 暂时不离开这里 皇族工会的会长身后 是超过三百名 全副武装的战士 这些战士前 站着一个面色刚毅的年轻男人 这是他的干儿子 名字都和他的气质很像 果毅 这一次你们的对手 是一个七星进化者 和两个六星进化者 等级都很高 但却只有三个人 并且并不知道 我们会袭击他们 我们占据所有的优势 我也会和你们一起出手 会长环视着这些 他耗尽了许多心血 培养起来的战士 心中有些莫名的悸动 皇族工会在五环前之中 一向弱势 这和末世开始支出的那一年 与云顶的冲突 有极大的关系 云顶杀死了 大量皇族工会的高手 让他们在起步阶段 就被其他几个 直视的战队落下 会长自然不甘心 他甚至牺牲了 自己的一些利益 培养出了这三百战士 今天就将会是 他们震惊世界的第一战 准备好 你们很快就会尝到 杀掉一个 国区综合实力 第六组织的老大 个人站立国区 第十的人是什么滋味 你说 你用了空间特例 水执师漂亮的眉毛挑了挑 有些惊讶于 这位在五环前 自己最牢靠的盟友 刚才所说的事情 你有点 太不慎重了 对于同职士 为皇族工会 开了一次空间特例 水执师非常不满意 因为这件事情 一旦传出去 对五环前的声誉 将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这个组织 就是靠着信誉来做生意的 虽然也会有些 黑暗肮脏的勾当 但那都是极其隐蔽的 如同这种 在空间之中 直接动手的情况 是绝不会被允许的 他知道戈尔族 同职士的话 让水执师眼睛瞬间睁大 他同样知道戈尔族 也是从同职士的嘴里 水执师知道 这三个字对同职士 对五环前 甚至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他之所以 敢于在会议上那么强硬 不给白执师面子 不去理会他的逼婚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知道了戈尔族 知道了和自己 站在一起的同职士 获得戈尔族的支持 但是现在 黄族公会竟然知道了 这个名字 水执师立刻就头疼了 他觉得事情 变得极其的复杂 对于云顶 他是有着计划的 他的情报部门 给了他极其急迫 甚至是严重倾向性报告 希望极力地促成 和云顶山庄的合作 和那个叫做 叶忠明的男人合作 特别是 当那个人悄然无息地 取得了两个领主之乡后 合作就成为了必然 既然知道戈尔族 那么他的背后 应该也有 我们不知道的势力 我不得不答应他 云顶的确很强大 可以要分合谁比 他们 终究不如天上的那些 同职士揉着额头 显然事情 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让他很是头疼 他自然恨黄族公会 为了丝绸 而打乱五环钱的整个计划 可又不得不屈服于一些 他无法对抗 至少是目前 无法对抗的因素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越 就只能越没有背景的人 死得快吧 同职士笑着站了起来 但笑容里却有着几分疯癫 那张有些分不出男女的脸 因此而显得有些猙獰 一直都是如此 不是吗 叶忠明看着手中的 六个红色水滴状宝石 神情复杂 他终于弄清楚了 这东西的作用 这是一种能量储存宝石 里面储存的 是红色海水的能量 如果仅仅如此 叶忠明自然不会特别在意 毕竟能量的储存容器 虽然不多 但想要找 还是可以找到的 让他高兴的是 这种红色的宝石 储存的能量 可以快速地被转化 并且转化还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 里面储存的能量 可以飞速地被放出 放空了之后 也可以迅速地充满 东西虽小 储量却非常高 高兴的是这个 有些无奈的也是这个 这种东西 应该只对红色的海水有效 只能吸收红色海水中的能量 一旦出了这里 那么可能就会失去作用 想到那些木偶 也是这样 叶忠明不得不感叹 名水界里的东西 还真是有特点 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 又把六个红色宝石充满能量 在高益和照相雪 见了鬼的目光中 叶忠明选择了第二个资源点 那个地方距离这里不是最近的 甚至还有些远 但谁都没问为什么 在途经一个小岛的时候 三个人第一次在这里 遇到了进化者 只是那些人明显不想 和叶忠明三人打招呼 只是远远地看着 既不过来说话 也不迅速离开 戒备之意明显 叶忠明看着这些人若有所思 不过这并没有耽搁叶忠明的行程 他们很快就到了目标的附近 距离那里 只剩下一个岛屿相隔 本来前进的脚步停了下来 叶忠明疑惑地看向 这个岛屿的另一侧 隔着茂密的雨林 他并不能看清那边的情况 但却察觉到了那边有很多人 正在朝着这边快速移动 老板 虽然高益和照相雪 实力也很强 但在感知方面就差上不少 现在那些人的距离 还没有进入他们两个人的探查范围 那边有人正向着我们高速移动 两个人立刻露出警觉的神色 目光向着那边不断地扫视 跟我来 叶忠明说了一句 立刻改变方向 带着两人移动到了距离 刚才落脚地一公里远的地方 真的是冲我们来的 叶忠明眼睛一眯 感觉自己三人改变了地点之后 那些人也相应地调整了方向 显然就是冲着自己一方来的 想和我们谈事情 照相雪猜测了一下 叶忠明摇头 对着同伴挥挥手 三个人便朝着雨林那边跑去 一边跑一边说道 想找咱们 不需要来这么多人 名水界里进化者之间不能战斗 并不是绝对的 有一种情况下可以 就是开启空间特例 那这些人 照相雪双眼中 已经开始有了火花 皇族的吧 叶忠明淡然说了一句 能够开启空间特例的 只有五环钱 而在名牌上参与势力没变的情况下 突然增兵的 只能是皇族工会 看来 要打一场了 说着话 三人已经冲入了雨林 叶忠明看似无意地 在路过的一些树木上点了点 之后飞速地掠过 绕行了一个弧形之后 回到了雨林的边缘 这个时候 已经隐约可以看见 远处足有数百的进化者身影了 叶忠明 一脸无辜地站在那里 看着这些围过来的进化者 微微茫然 你们 一个领头的年轻人排中而出 打量了一下叶忠明 接着笑着伸出了手 你好 自己介绍一下 果一 皇族工会的 去前面的资源点 你是 叶忠明恍然 也伸出了手 那看来 我们不同路 两个人的手 在半空中握在了一起 果一脸上的笑容更浓 是的 我们不同路 我走的是深路 你走的死路 怎么能同路呢 在说这些话的同时 他的双眼突然冒出了金色的光芒 如同黑夜中突然出现的太阳 两道金光瞬间射向了夜忠明 也在此刻 果一后面的进化者们 一同扑向高一和照相雪两个人 一切发生的都很快 几乎同时在进行 让战场不得不从两个角度去看 一个角度 是那些战士围向了高一和照相雪 三百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可不是那种乌合之众 他们全部穿着制式的服装 拿着统一的武器 甚至连带的太阳镜 都是一样的款式 如果不是用这些来赢得一些噱头 那么无疑 他们就是真的在这个方面 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厉害之处 无论是高一还是照相雪 都不会认为 身为五环前分支之一的皇族工会 会让这几百人 仅仅是看上去很美 所以 两个人立刻做出了应对 高一在前 照相雪在后 手里的兵器全部举起 高一的盘骨血统 还在冷却之中 照相雪则浑身开始散发出巨大的热量 变身在即 只是记得老大的叮嘱 所以才没有完全变身 但两个人无比慎重 因为仅仅从这些人的移动中 他们就看得出 这支队伍训练有素 行动之间默契十足 极有规律 哪怕是现在占据着数量上绝对的主动 也没有因为轻敌而散乱 反而非常注意对目标的包围 甚至移动中形成了四道层次 防止目标突围 两个人没有动手 虽然不知道 老大说暂时不用动等待命令 是什么意思 但他们相信老大 很快 高义和照相雪就知道 为什么叶中明让他们暂缓动手了 因为有些东西已经替他们动手了 动手的是雨林之中 这些红色叶片的大树 很突然 连高义和照相雪都没有想到 这些大树会突然用他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长变得锋利的枝条 席向了距离 近在咫尺的皇族工会战士 立刻就有闷哼和惨叫传出 一些战士被枝条拖倒在地 一些战士被刺伤了身体 还有几棵大树 上面的叶片如暗器般悬落 把数个战士照在了其中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数十个战士被攻击 本来严阵的阵型立刻乱了起来 在最靠近高义和照相雪的地方 有五棵大树动了起来 形态相对于其他同类改变的更多 已经有了树人化的样子 那些枝条成了他们一只只手臂 在空中打着线 抽象了在攻击范围内的敌人 枝条落在净化者的身上 那些暂时也不太清楚 是几星的人类 直接被抽得飞了出去 显然这五个树人 要比其他发生了变化的树木 强上不少 高义这个时候 哪里还会不知道 这是老板的杰作 狂吼了一声提着剑冲了出去 手起剑落 就把冲在最前方的一个战士脑袋 砍了下来 一道带着火焰的闪电 从高义的肩头上方窜过 劈在了朝着这边围拢过来的战士身上 传导的特性 让周围的数个战士全部中招 身体剧烈地颤抖挤下了软道在地上 生死不知 攻击都很突然 特别是这些骤然出现的变异树木 显然出乎了这几百进化者的意料 让他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反而因为过于意外而遭受了损失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他们知道这里可以攻击 让双方之间撕去了最后的遮掩 进入了最直接的对抗 另外一个角度 是叶忠明和果毅之间的战斗 两个人的战斗因为握着手 所以最直接而残酷地开始了 也最直接而残酷地结束 果毅双目中的金光和射线 叫做荡精精 是一种非常强力的技能 金光最先出现 可以出其不意地 让对手暂时失去视觉 接着的射线 具有极强的穿透和灼烧能力 在目标没有视觉的情况下 极难躲避 用这招 果毅不知道杀掉了多少对手 有人类也有变异生命 他对自己这一技能 有极强的信心 特别还是在偷袭的情况下 果毅并不认为叶忠明能够躲得掉 不过 他并没有因此 就觉得一定可以杀死 这位国区个人战力前十的高手 如叶忠明这种大势力的老大 一定会有压箱底的东西 所以 在发动了一次荡精精技能之后 正和叶忠明握着的手上 黑色手套出现了变化 上面突然弹出了 闪着绿芒的尖锐毒刺 同时向着自己的方向 一拉 企图把对手拉近 而另外一只 锤在身边的手已经高高举起 连通手臂在内 变成了一头巨恶的前半身 凶狠地朝着叶忠明的身体咬了过去 这是他的血统 魔恶人的能力 把手臂变成凶残坚固 具有强力咬合能力的强悍魔恶 荡精精和手部毒刺 加上魔恶人的能力 果毅三管齐下 他就不相信 对面的人能够不死 不仅仅是 排在国区前十的人才是七星的 他果毅也是 皇族的秘密部队首领 又怎么可能不是七星 他的感觉一直很好 他会让在后面不远处的会长看看 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抢掠了那么多的势力 而给他弄到的七星进化药剂 没有白费 只是这种良好感觉 随着他向回一拉 却没有拉动而消失 对方没有动 本来 果毅的想法 是把叶忠明拉过来 然后让魔恶咬死叶忠明 或者叶忠明已经被杀死 魔恶把尸体咬成两段 可这些都没有发生 发生的是他感到握着的手一痛 感到另外一只变成魔恶的手也是一痛 然后是双腿之间一痛 再然后 就已经没有然后了 荡晶晶确实很厉害 攻击方式也超出了叶忠明的预料 但是有的时候 决定了胜负的终究是实力 而不是偷袭 叶忠明只是稍微感到不妥 他就闭上了眼睛 而那两道射线落在他的身上 却连黑晕之盾都没有破掉 果毅自以为必杀的一击 对叶忠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至于他的手掌中 突然冒出的毒刺 是从他戴着的手套中出现的 但别忘了 叶忠明同样戴着拳套 并且在第一时间 发动了灵霄切割 这位皇族工会会长的干儿子 第一次感到疼痛 是因为他的手 被叶忠明的这个技能 直接他绞成了碎肉 第二次疼痛 则是叶忠明的反击 他燃烧着着炎战技的手 蕴含着他巨大的力量 直接把魔恶的打得粉碎 最后一疼 则是叶忠明在发动攻击的时候 身体已经靠了过去 踢击发动 双背的力量 正应在了果毅的双腿之间 虽然他穿着全套的绿色装备 甚至还有两件蓝色的 可是依然没有抵挡住 金色踏血战虚的攻击 被直接踢死 两位七星进化者的直接对话 以叶忠明的完胜而告终 国毅可能到死都不明白 为什么作为秘密武器的他 为什么在会长嘴里 可以和几大直视抗衡的他 会那么轻易的就死了 他和对手之间的差距 就那么大 他不知道的是 如果真的摆明了车马 和叶忠明面对面打一场 或许他还能坚持一会 可他偏偏觉得 可以用偷袭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却把他自己送到了 叶忠明的面前 至少到目前 同级别 甚至高出一个级别的进化者 还没有谁能够在近战中和 叶忠明抗衡 队长的死亡 给整个小队造成的冲击 比突然出现的变异数目 要大得多 这些战士 想象过许多 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但却没有一样是这个 他们很强大 但却要有一个领头的人 现在领头人死了 怎么办 啪啪啪 突然出现的掌声 让这些战士找到了主心骨 纷纷从攻击中撤退 以鼓掌的人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艳行的战阵 以前只是觉得 手下蠢 所以才让云顶山庄 还能存在下去 但现在看来 和我的手下没多大关系 是你太强了 皇族工会的会长放下了手 嘴上虽然夸奖着叶忠明 可眼中 却全是憎恨和厌恶 还有深深的不甘 培养出果异 耗费了他 许多许多的心血 可以说 他当初养儿子 都没有这么精心过 那是他野心的开始 也是他野心的源泉 那是 他想要称霸五环前 继而站在世界之巅的底气 但是 现在这个人变成了一具尸体 正躺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眼睛秃着 里面是和会长一样 浓郁的不甘心 叶忠明看着这个有些年纪 却没有撕好老态的人 微微低着头 在抬起来的时候问道 你为了杀我 付出了不少代价吧 值得 为什么 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什么其他无用的东西 都是苍白而徒劳的 有的只是对于因果的疑惑 叶忠明不明白 为什么皇族工会的会长会 执着于在这里杀掉自己 因为这种事情 一旦让其他势力知道了 名水盛宴非常可能会就此戛然而止 那些势力的老大们 可不会在这种 能够随时可能会被攻击的情况下 继续冒险 甚至于从今以后 五环前的声誉 将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不会再有谁和他们做生意 毕竟 五环前不是唯一的选择 十人摸连锁 是和他们不相上下的竞争对手 一旦失去了其他势力的信任 那么五环前存在的基础 就没有了 组织很可能分崩离析 他们将会彻底退出国区的前列 成为泯然重义的存在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成为其他人眼中的美食 被人彻底吞掉 这样的危险下 皇族对叶忠明动手 到底是什么样的仇恨 叶忠明不懂 所以他要问 皇族和云顶之间的冲突 还是皇族元老的儿子 被叶忠明杀掉 或者末世之中的地位 这些貌似都不足以成为理由 叶忠明一直相信 在末世之中 或许会有无缘无故的恨 但绝不会有两个势力间 无缘无故的需要付出 极大代价的互相攻击 有的时候 一个组织 其实并不完全属于一个人 即便是领袖权力很大 有着和平时期 无法比拟的极权行为 但也不要把手下 当成傻子 当一个决定损害了 大部分成员利益的时候 是会遭到反抗的 皇族工会的会长 没有立刻回答 脸上带着莫名的笑意 半想后才道 你可以叫我 吃饿 或许你现在不懂 但死后 去问问上帝 那老家伙吧 说完 身上的糖装 突然片片碎裂 露出了里面 一层淡青色灵甲 没有发出等级的色彩 却紧紧包裹在 会长的身体上 夜中明敏锐地发现 这身灵甲 和周围那些战士 身上穿得非常相似 不是外形上的 而是散发出的 瞳孔剧烈地缩放了一下 夜中明觉得 皇族工会 对付自己三人的主力 貌似不是这位 老儿迷奸的会长 也不是刚刚 被自己杀死的 这个年轻人 而是这些 看上去普通的战士 果然 随着会长 露出了他的战甲 其他战士 一同退去了 身上的战斗服外套 里面出现了样式不同 但材质和颜色 同样的金属软甲 团队增幅 看着对面气势 陡然之间 越发强烈的敌人 夜中明 认出了这种力量 眼光不错 自称为痴恶的会长 音音一笑后 他的身体 便开始闪烁出 慧暗的能量 这些能量 瞬间席卷了 在他身边的这些战士 之后 让夜中明三人 震惊的变化发生了 这些战士中的 不少人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然在夜中明等人 身侧身后的各个方向 他们竟然用了 瞬移的这种办法 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 团队增幅 夜中明自然不会陌生 曾经在进死轮盘上 就出现过一本团队增幅之书 还有阿阳和他的七个小兄弟 也算是团队增幅的典范 这种能力 通常都会很可怕 并且种类繁多 增幅的方式各不相同 再不了解的情况下 非常不容易对付 怪不得这位会长 带着几百人 就敢于来追杀夜中明 敢于在这个小岛之上动手 原来是有团队增幅的依仗 如果夜中明 现在带领着一支小队 无论是主战小队 还是守护小队 他都不怕这些人 只要有人给他创造一点机会 他都可以利用单体的绝对优势 去不断地杀伤这个团队 一旦把他们的数量 降低到了一定程度 那么团队增幅自然也就破了 但现在就他们三个人 夜中明自己倒是可战可退 但高义和照相雪呢 他们身处包围之中 很危险 一股不好的感觉 从心底升了起来 啊 这数百战士突然吼叫了一声 每个人身体上都冒出了黑气 笼罩了他们的身体 逐渐形成了一个 怪兽样子的雾气盔甲 夜中明自然不能看着 他们逐渐发动 而成为最强的形态 身体一闪就冲了过去 地杀月刃挥动 万众体刀斩飞出 但是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在职业技能光亮出现的方向前 一张如同黑洞似的 大嘴凭空出现 就那么张开 一口吞掉了夜中明的这个技能 看到夜中明脸上 掩饰不住的亚瑟 会长露出了得意 无论他之前如何隐藏实力 对名利 其实依然有着向往 面对一个国区前十的高手 可以让这样的人束手无策 这种感觉是很爽的 在我们的孩子们 没有完成准备之前 你什么都做不了 回答他的是一声枪响 夜中明放下狙击枪 面色更加难看了一分 在会长的面部之前 刚才出现了一块能量漩涡 直接把夜中明射出的子弹 吞噬掉了 夜中明认识 那是一种颇为高级的防弹装备 需要充能 充满一次 可以阻挡十数次远程射击 夜中明手臂倾抬 对着另外一侧 一个战士再次开枪 可是这一次拦截他的 是那张仿佛无处不在的黑色大嘴 会长的笑声无比的刺耳 夜中明并不是认识 这黑色大嘴是什么 或许是团队增幅的能力 或许是一种装备 但无论是什么 他所表现出的作用 让夜中明无比头疼 五环钱果然是五环钱 至少在高端装备方面 貌似并不比云顶少多少 照相学也尝试了攻击 不过全部被那张黑色大嘴 拦截了下来 其实这并不意味着 这东西就是无敌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无敌的存在 只要给夜中明几人一点时间 他们一定可以突破这张大嘴的拦截 毕竟这种强力的拦截形式 要么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要么可以拦截的能量 有一个峰值 耐心一点 完全可以找到突破口 只是周围这些战士 进入了团队增幅的特殊形态变化中 这个过程绝不会太久 并没有给夜中明等人留下足够的时间 仅仅一会 黑色的大嘴消失不见 而周围的那些皇族工会士兵 则完成了所有准备 进入了完全的战斗状态 此刻的他们浑身被黑物组成的盔甲所包围 一些战士手中是同样武器组成的长枪 另外一部分战士手中提着武器盾牌 剩余的则拿着长长的武器勾锁 三种武器状态 组成了圆形的战阵 把夜中明三人紧紧地围在中间 破 类似于铺子的英杰 从这些战士的嘴里发出 前排那些迟钝的战士 整齐地向前迈出了一步 立刻就把包围圈缩小了不少 同时长枪战士把兵器搭在了迟钝战士的肩头 对准了包围圈中的三个人 最后那一批数量最少 但也有近50个人持钩索战士 则开始在最外围不断的匀速移动 手中的钩索被旋转起来 在每个战士的头顶盘旋着 等待着 此时 在《血沙之海》以外 娱乐区那间巨大的会议室中 铜执事和水执事 加上那位欧阳执事坐在一起 同样关注着这场战斗 他们的面前 有一幅水墨的画面 如同没有声音的现场直播一样 清晰地显示着 《血沙之海》中发生的一切 他们看着画面 马上就要发动的皇族工会 很多疑问 出现在了三人的心中 看样子 这数百有着团队增幅能力的战士 就是皇族公共的底牌了 是他们暗地里 不知道耗费了多少财力 培育起来的撒手锏 强大之处 让几位直视看得多有些心惊 只是他们不解的是 皇族的这个老家伙 就这么拿出来了 在明知道 其他执事可以知道的情况下 他为的是什么 杀掉叶忠明 对他有什么好处 值得他提前暴露这些底牌 还有 虽然听不到他们之间的对话 可是之前叶忠明杀掉果义的一幕 几位直视看得清清楚楚 叶忠明没有一点被偷袭的样子 反而倒是果义表现得很惊愕 难道云顶的这位老大意识到了什么 最后 也是他们最强烈的疑问 这场战斗 谁能获胜 是皇族工会如愿以偿地 把云顶的这三个人杀掉 还是叶忠明可以逃出升天 战斗就在几位直视的疑惑中开始了 率先进攻的 竟然不是看起来战局优势的皇族工会 而是云顶山庄 是叶忠明手中出现的精能魔弹枪 他不知道 这些黑物 笼罩的战士 具体是哪种团队增幅 但大概可以猜测的出类型 应该是能量类 那么对付他们 就用能量类相置 紫色的魔弹枪 带着雷电能量轰向了对面 蜿蜒如小蛇的亮虎释放着他们的威力 最前面的持盾战士 齐齐举起了盾牌 并且再次向前走了一步 包围圈更小 精能魔弹枪的攻击打在了盾牌上 爆出了丝丝黑气 那些盾牌被打得薄了一些 淡了一些 但却没有崩溃 黑物中笼罩的战士本体 更是没有受到伤害 可精能魔弹枪不是只能开一枪 叶忠明连连扣动扳机 成片成片的能量呼吸向对面 一起动手的还有照相雪 手中的短杖举起 先是对着一个方向扔出了一个火闪电 之后朝着叶忠明攻击的地方 轻点了一下短杖 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火球 出现在顿战士的后面 长枪战士之前 出现之后 火球便开始不断地增大 高温和明亮驱散了一些黑物 让整个皇族工会的战争 出现了一些慌乱 光明和黑暗 总是显得格格不入 刺 又是意识寒混不清的声音 从战争中的某个地方发出 那些长枪兵手中的武器 朝着这个已经增大到了 脸盆大小的火球刺了过去 长枪没等碰到火球 枪间就开始滋滋地冒出黑气 等到他们和火球碰撞的时候 黑气已经浓郁地足以把火球包住 前面 晶能魔弹枪和黑物盾牌发生着碰撞 后面 树枝长枪和燃日树发生着碰撞 每个人都关注着这里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双方在这里对抗的结果 几乎代表着以后战斗的走势 谁获得了上风 基本上就会掌控战局 直到胜利 数个战士向后亮枪了几下 显然没有抗住紫色武器的冲击 但是那些能量打散了盾牌 击在了他们身上后 没有如同预想那样 同样打散他们身上的雾气盔甲 甚至杀死他们 直接被击中的几个人 只是向后痒了痒 便重新站直了身体 而那些本来应该 在他们身体上肆虐 并且切割的能量壶 则顺着他们向着两侧的 其他战士传递了过去 足有数十个战士被能量壶击中 但仅仅是身体一抖 雾气消散了一些后 全部安然无恙 爆炸同时在后面传来 燃日术没有如同在木偶遗迹中 那样长大到直径数米的程度 而是被那些黑雾长枪的攻击 提前发生了爆燃 大量的火焰随着气浪 开始向四方面八方扩散而去 相比于晶能魔弹枪 发出的雷电之力 火焰显然对这些黑雾 更能造成威胁 这些燃爆的火焰 向四周冲去 把很多战士都照在其中 那些黑雾 仿佛也正在被驱散 可叶忠明的反应 却不是什么乘胜追击 而是第一时间 撑开了自然指掌 那些本以为会有大作为的火焰 突然之间消失 不 或者说 突然之间从爆炸点 向着周围传递 每个战士的身上都燃起了一点 但瞬间就被黑雾所吞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忠明把这些都看在眼中 心中默默地计算着 黑雾抵消攻击 伤害共享 这是现在团队增幅 所表现出来的特性 通常来讲 叶忠明记忆中 最强悍的团队增幅之书 顶多也就是六七个能力 并且越是拥有强力的技能 反而技能数量就会越少 比如前世公认的 最强大的团队增幅之书之一 就只有一个能力 那就是一死同生 所表现出的特性 就是这些受到了团队增幅的人 只要不是同一天内死亡 那么第二天 之前死亡的人都会复活 当时这个能力 是真正被称为逆天 而无人反对的 可也仅仅只有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 现在看来 这个黑雾迷阵式的 团队增幅所拥有的伤害共享 其实已经算是一个 非常强力的技能了 叶忠明估计 最多也就两个能力 还没有表现出来 而现在 这些人还没有发起过攻击 那么没有表现出的能力 很可能是攻击方面的 这样分析着 水瓶之户经受了考验 被叶忠明和照相雪 弄得有些狼狈的战阵 终于开始了反击 那些黑雾在吞噬了火焰之后 每个战士身上都愤出了一缕 从雾化状态 变成了一个个坚硬锐利的长针 朝着叶忠明三人飞速射去 数百枚黑针打在水瓶之户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自然之杖的防御照能量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暗 这些黑针攻击力 竟然出乎意料的强悍 对于水瓶之户的防御能力 高益和照相雪可是亲眼见过的 那些从山峰上 裹着水系力量的落实 多大的冲击力 都没有把水瓶之户 逼到这个样子 这些黑针怎么会这么厉害 B行动队的政府队长 心都在下沉 第一次觉得和老大一起来 这里没有绑上什么忙 反而成为了累赘 他们知道 如果不是老大 顾忌着自己两人 他一定可以轻松地 脱离这个包围圈 无论是高益还是照相雪 都不是以速度见长的进化者 老板 照相雪咬咬牙 就想让叶忠明先行离开 可是叶忠明 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 而是把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了 对面的这些对手身上 共享伤害之后 是伤害反弹 这又是一个能力 那么 他们最多 还有一个未知的能力 叶忠明没等水瓶之户破碎 提前更换了一块水系宝石 早知道 你有这个乌龟壳 皇族会长冷笑一声 双臂挥舞 随着他的动作 他的身上开始吸出一些雾气 从空中进入了那些持长枪的战士 身体中 接着一声呼喊之后 那些长枪战士 搭载顿战士尖头的长枪 刺向了水瓶之户 同时 其他战士身上的雾气 则开始移动 很快都凝聚在了会长的双臂上 在长枪刺到水瓶之户的同时 形成了一把巨大的 几乎足有十米长的 燃着黑色火焰的长刀 成型的那一刻 长刀就劈了下去 紧随着之前那些长枪的攻击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用那些长枪 破开水瓶之户 利用换宝石的空荡 直接攻击三人 走 叶忠明突然喊了一声 主动撤去了水瓶之户 让那些长枪的攻击落空 同时 双手抓住两个手下 向着包围圈的外面扔去 以他的力量 两个人的这点 体重压根不算什么 那些黑物长枪 虽然没有刺到水瓶之户 但是轨迹未改 依然向着叶忠明而来 本来不够的长度 却因为长枪枪身神器的伸长 而变得直接可以威胁到叶忠明 这些应该是团队增幅后 每个人的战斗特性 而不是整体的能力 那把当头劈来的长刀 才应该是他们增幅中 最后一个技能 叶忠明扔出了手下之后 立刻发动了急跑 身体都没有转向 利用飞人的素质 向后靠去 丝毫不管刺向后背的长枪 空下来的双手中 出现了一根骨杖 对着劈头盖脸 而来的黑色火焰长刀 就是一道光芒射去 碎魂骨杖 上面的花纹亮了几圈 只有三分之一 但是这把用九级生命的骨头 制造的魂器 终究是大杀器 光芒和长刀 还有这个方向的 一同攻来长枪撞在了一起 双方碰撞 发出了剧烈的能量爆炸 而在叶忠明飞退的同时 在他退走的方向 也就是 他的身后不远处 轰鸣机械师立在了地上 对着他要退走的方向开了火 两道射线 湮灭了那些长枪 保证了叶忠明后背短暂的安全 也没管碎骨魔杖 和黑火长刀之间的胜负 叶忠明的身体迅速掠走 路过轰鸣机械师的时候 顺手收起 随着之前长枪和射线的碰撞 撞入了盾战式之中 无数的射线 在从他的双手处发出 灵霄切割 以叶忠明自己理解的方式爆发了 或许这样的职业技能 用得久了 就会有多样的方式 但是可以如同叶忠明这样使用的 却少之又少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主动 让自身陷入群敌之中的勇气 依然没看效果如何 灵霄切割之后 叶忠明冲出了包围 在数秒钟内赶到了不远处 接住了正在下落了两个手下 拉着他们 朝着海边狂奔 无论刚刚把挡住黑火长刀 与碎魂鼓掌光柱碰撞鱼波的 双手放下的皇族会长 还是那些被突破了包围的普通战士 或者在娱乐区屏幕前 看着这场战斗的三位五环前 直视 在这个瞬间都有些震动 那是发自内心深处最直接的震动 他们不由地生起一个念头 如果换成自己身处叶忠明的位置 要如何摆脱包围 会不会有叶忠明这样的干脆 不要命 一场针锋相对的战斗 从双方见面到叶忠明脱困而出 其实并没有太久 但彼此却交换了不少技能 对自己对手到底是什么样子 心中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只是 这种了解是有限的 也并不是百分百的准确 这位接下来的战斗 埋下了胜负的伏笔 叶忠明带着两个人的速度很快 但自然没法和他一个人的时候相比 而让他意外的是 皇族的这些人竟然追得很紧 仿佛那些黑雾给了他们更高的敏捷性似的 以进化者的速度 双方很快到了小岛的边缘 前面便是血沙之海 如果这里的海水是蓝色的 树木是绿色的 天空再有太阳 加上脚下是细软沙滩 这里就是一处地球上优美的度假圣地 皇族的战士迅速围了上来 虽然那些变异数目阻隔了他们一会 但是团队增幅的能力 让他们很快解决了战斗 把这三个人再次包围在了海边的沙滩上 这里 视野开阔也没有任何阻隔 更加有利于他们的攻击 皇族的会长看着不再逃跑 而是转过身来面对他们的叶忠明 痴笑着摇头 脸上表情清晰地告诉叶忠明等人 你们跑不掉 叶忠明则用眼睛回答他 我不是在逃跑 双方没有说一句话 但在深目光交错之间 就明白了彼此的意思 会长一挥手 皇族的战士们再次摆出了刚才的战阵 顿战士在前 长枪战士在后 最后是那种拿着钩锁的人 叶忠明并不知道那种攻击力强悍的黑针 有没有冷却时间 也不知道 那种仿佛把天地都能劈开的黑火长刀 可不可以立刻再次使用 他只知道 在这里 自己和这些人可以一战 他的双眼黑气一闪 那是一种最深沉的黑色 仿佛来自于地狱 叶忠明激活了他血统 地狱使者 同时 在他的身边 沙滩的细沙开始流转 瞬息之间 形成了一个和叶忠明身高 差不多大的沙怪 这头沙怪投生双脚 双眼和叶忠明极为相似 漠黑漠黑的 身体虽然由沙子组成 却被雷电所营绕 不断有青色的闪电 从他的身体内泛出 又再次引去 来回不断 接着叶忠明手一扬 在他的另外一侧 数十个小木偶落在了地上 迎风而大 变成了一米六左右的金色人偶 这些人偶一出现 就摆出了一个奇怪的排列样式 显然是一个阵型 叶忠明接连的出手 显然给皇族的人 造成了片刻的愣然 没想到这个被他们包围的人 还有这种手段 但马上团队增幅带来的信心 就让他们对这些沙怪啊 人偶啊 嗤之以鼻 并不觉得这些东西 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真正的威胁 叶忠明拿出这些 只是徒劳的反抗 这种信心是有根据的 自从他们获得团队增幅的能力 所获得的胜利 就接二连三 当初皇族是五环前中 最不起眼最弱的一环 会长举步维艰 才升到了七星 卧薪尝胆之下 培养了他们 之后一个阶段 这支队伍 接二连三的出击 寻找那些高等级的 变异生命击杀 短短时间内 就把果异培养成了 皇族的第二位七星进化者 他们相信 假以时日 他们还可以迅速地 把会长大人推上 八星进化者的宝座 这些杀怪或者人偶 又怎么可能阻挡得了他们 但让他们略微惊讶的是 这个云顶山庄的老大还没完 再次抛出了 数十个金色的木偶 组成了另外一种战阵 接着还有 叶忠明打开了一个精致的盒子 里面装有一些细细的沙子 沙子从里面落在地面 形成了两个手持长刀的沙子士兵 东西不少 但没用 皇族会长看到自己的孩子们 已经准备完毕 决定动手 只是他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边又抛出了数次木偶 此时此刻 叶忠明三人周围 除了由三个沙子组成的沙怪外 那些木偶 足足出现了超过五百个 其中有三百左右 组成了好几个战阵 其余那些零散的分布者 每一个 都是金色 如果有去过木偶遗迹记的人 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告诉皇族工会的人要小心 这些金色的木偶 仅仅是力量方面 就足以和普通的七星进化者媲美 虽然其他方面可能会差一点 但综合实力 已经远超五星 这就是叶忠明的后手 皇族公共需要一个宽敞的地方 他又何尝不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 把木偶战阵摆出来 树林之中 可不利于这些木偶战斗 至于为什么之前 还是黑色的这些木偶 全部变成了金色 是因为叶忠明进行了试验 用运宝葫芦 去提升这些木偶的品质 别看对阵盘木偶之症什么的 无法使用运宝葫芦 但经过了他处理之后的木偶 却可以 记得之前 高义和照相雪看叶忠明的眼神 如同鬼神一样吗 就是因为他先用得到的装备升级卷轴 把运宝葫芦提升到了金色 之后用红色宝石快速吸收 和供给能量的特性 不断地魏克斯加充能器提供能源 再利用这件装备 给运宝葫芦供应能量 在短短时间内 就把这些木偶全部提升到了金色 高义和照相雪 与金色的木偶面对面地打过 知道这些家伙缺点虽然很多 但优点也足以给人以致命的威胁 这么多木偶一起放出来 他们也要落荒而逃 叶忠明用他们想象不到的方式 把几件装备形成完整的互助模式 也难怪他们心中满是敬畏 同时 叶忠明选择这里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血统 现在在沙子上会有近两三成的增幅 既然这里有沙滩 正好利用起来 至于那两个沙子士兵 是同样被他升级了之后 成为了绿色装备的沙兵八音盒放出的 到了这个等级 这件装备 已经可以一起召唤出两个沙兵了 这就是他只带两个人 来到这里的原因吗 欧阳执事不可置信的问同执事 和水执事 他倒不是真的提出疑问 只是在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慨 但同执事的回答 却让欧阳执事更为震动 应该不是 这些木偶 是他在木偶遗迹记中得到的 三位执事都沉默了 心中的震动无以复加 难道这就是顶级工匠的威力 可以让手中的东西 产生画幅朽为神奇的变化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这个人 仅仅能够排在现在的位置吗 在他们漠然的惊骇中 双方的战斗开始了 一场针锋相对的战斗 从双方见面到叶忠明脱空而出 其实并没有太久 但彼此却交换了不少技能 对自己对手到底是什么样子 心中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只是 这种了解是有限的 也并不是百分百的准确 这位接下来的战斗 埋下了胜负的伏笔 叶忠明带着两个人的速度很快 但自然没法和他一个人的时候相比 而让他意外的是 皇族的这些人竟然追得很紧 仿佛那些黑雾给了他们更高的敏捷性似的 以进化者的速度 双方很快到了小岛的边缘 前面便是血沙之海 如果这里的海水是蓝色的 树木是绿色的 天空再有太阳 加上脚下是细软沙滩 这里就是一处地球上优美的度假圣地 皇族的战士迅速围了上来 虽然那些变异树木阻隔了他们一会 但是团队增幅的能力让他们很快解决了战斗 把这三个人再次包围在了海边的沙滩上 这里 视野开阔也没有任何阻隔 更加有利于他们的攻击 皇族的会长看着不再逃跑 而是转过身来面对他们的叶忠明 痴笑着摇头 脸上表情清晰地告诉叶忠明等人 你们跑不掉 叶忠明则用眼睛回答他 我不是在逃跑 双方没有说一句话 但在目光交错之间就明白了彼此的意思 会长一挥手 皇族的战士们再次摆出了刚才的战阵 顿战士在前 长枪战士在后 最后是那种拿着钩锁的人 叶忠明并不知道那种攻击力强悍的黑针 有没有冷却时间 也不知道 那种仿佛把天地都能劈开的黑火长刀 可不可以立刻再次使用 他只知道 在这里 自己和这些人可以一战 他的双眼黑气一闪 那是一种最深沉的黑色 仿佛来自于地狱 叶忠明激活了他血统 地狱使者 同时 在他的身边 沙滩的细沙开始流转 瞬息之间 形成了一个和叶忠明身高 差不多大的沙怪 这头沙怪投生双脚 双眼和叶忠明极为相似 漠黑漠黑的 身体虽然由沙子组成 却被雷电所营绕 不断有青色的闪电 从他的身体内泛出 又再次引去 来回不断 接着叶忠明手一扬 在他的另外一侧 数十个小小木偶 落在了地上 迎风而大 变成了一米六左右的 金色人偶 这些人偶一出现 就摆出了一个 奇怪的排列样式 显然是一个阵型 叶忠明接连的出手 显然给皇族的人 造成了片刻的愣然 没想到这个 被他们包围的人 还有这种手段 但马上团队 增幅带来的信心 就让他们对这些杀怪 人偶 嗤之以鼻 并不觉得这些东西 能够给他们 带来什么真正的威胁 叶忠明拿出这些 只是徒劳的反抗 这种信心是有根据的 自从他们获得 团队增幅的能力 所获得的胜利 就接二连三 当初皇族是五环前中 最不起眼最弱的一环 会长举步维艰 才升到了七星 卧星长胆之下 培养了他们 之后一个阶段 这支队伍 接二连三的出击 寻找那些高等级的 变异生命击杀 短短时间内 就把果毅培养成了 皇族的第二位 七星进化者 他们相信 假以时日 他们还可以迅速地 把会长大人 推上八星进化者的宝座 这些杀怪 或者人偶 又怎么可能 阻挡得了他们 但让他们略微惊讶的是 这个云顶山庄的老大 还没完 再次抛出了 数十个金色的木偶 组成了另外一种战阵 接着还有 叶忠明打开了 一个精致的盒子 里面装有一些 细细的沙子 沙子从里面落在地面 形成了两个 手持长刀的沙子士兵 东西不少 但没用 皇族会长看到 自己的孩子们 已经准备完毕 决定动手 只是他才说了 这么一句话 那边又抛出了 数次木偶 此时此刻 叶忠明三人周围 除了由三个沙子 组成的沙怪外 那些木偶 足足出现了 超过五百个 其中有三百左右 组成了好几个战阵 其余那些零散的分布者 每一个 都是金色 如果有去过 木偶遗迹记的人 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告诉 皇族工会的人要小心 这些金色的木偶 仅仅是力量方面 就足以和普通的 七星进化者媲美 虽然其他方面 可能会差一点 但综合实力 已经远超五星 这就是叶忠明的后手 皇族公共 需要一个宽敞的地方 他又何尝不需要 一个这样的地方 把木偶战阵摆出来 树林之中 可不利于这些木偶战斗 至于为什么之前 还是黑色的这些木偶 全部变成了金色 是因为叶忠明进行了试验 用运宝葫芦 去提升这些木偶的品质 别看对阵盘木偶 之症什么的 无法使用运宝葫芦 但经过了他处理之后的木偶却可以 记得之前 高益和照相雪 看叶忠明的眼神 如同鬼神一样吗 就是因为他先用得到的 装备升级卷轴 把运宝葫芦提升到了金色 之后用红色宝石 快速吸收和供给能量的特性 不断地魏克斯加充能器提供能源 再利用这件装备 给运宝葫芦供应能量 在短短时间内 就把这些木偶全部提升到了金色 高益和照相雪 与金色的木偶面对面地打过 知道这些家伙缺点虽然很多 但优点也足以给人以致命的威胁 这么多木偶一起放出来 他们也要落荒而逃 叶忠明用他们想象不到的方式 把几件装备形成完整的互助模式 也难怪他们心中满是敬畏 同时 叶忠明选择这里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血统 现在在沙子上会有近两三成的增幅 既然这里有沙滩 正好利用起来 至于那两个沙子士兵 是同样被他升级了之后 成为了绿色装备的沙兵八音盒放出的 到了这个等级 这件装备已经可以一起召唤出两个沙兵了 这就是他只带两个人来到这里的原因吗 欧阳执事不可置信的问同执事和水执事 他倒不是真的提出疑问 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慨 但同执事的回答却让欧阳执事更为震动 应该不是 这些木偶是他在木偶遗迹记中得到的 三位执事都沉默了 心中的震动无以附加 难道这就是顶级工匠的威力 可以让手中的东西产生画幅朽为神奇的变化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这个人仅仅能够排在现在的位置吗 在他们漠然的惊骇中 双方的战斗开始了 之所以要赌 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皇族会长心中已经有些忐忑 或者说 他相信着自己一方可以获胜 但又怕有万一发生 在他的心中 已经意识到自己有些轻敌 云顶山庄这位老大的棘手程度 出乎他的意料 为了确保胜利 他才决定赌一下 赌谁先杀了谁 他双臂连连舞动 不少空气中的黑雾 开始向着这里凝集 同时那些战士身上的黑雾 也愤出了一些 这和之前使用黑火长刀的情形非常相似 会长打定的主意 就是用团队增幅最强悍的攻击能力 去一举劈开现在的乱局 如果他可以用自己的攻击 把云顶的这些家伙 甚至叶忠明一举击杀 那胜利自然是他的 就算不能直接杀死叶忠明 只要杀伤足够的木偶 也可以让战局的优势迅速朝着他们倾泻 只要 保证他不会在释放攻击的时候 被叶忠明杀死 在娱乐区的那个会议室中 就在皇族会长拼命一搏的时候 三位执事却面临着一个选择 一个关于这场战斗胜负的选择 一切都源于了欧阳执事的一句话 他说 如果云顶胜了 对我们有利吗 就算是同执事和水执事 都希望和云顶合作 但现在的这种情况 如果云顶真的胜利了 那么就意味着五环钱要失去一环 结构将不会再完整 实力也会随之大损 这当然是对五环钱不利的 但水执事的一句话 同样让这个议题 不再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他说 如果皇族获胜了 对我们有利吗 之前那个问题 是从整个五环钱的角度考虑 现在这个问题 是从各自的利益考虑 欧阳执事 哪怕很爱五环钱 但无疑他更爱的是他自己 可目前 他没有看出 云顶获胜 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已经坏了规矩 如果云顶胜利了 把消息传出去 对我们以后的生意 会造成很大的打击 欧阳执事的语气很平淡 仿佛他说的这些 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 只是在诉说着厉害 哪怕现在战斗还没结束 但你们看 已经有人在向着他们的方向移动 那边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了 战斗即便是在这些人 赶到之前结束 任何一方 都没有时间清理战场 会被人发现痕迹 所以说 空间特立的消息 应该是守不住了 水执事和同执事点头 知道欧阳执事说的是实情 他们需要为了这件事情 开始善后了 就算皇族获胜了 我们也要面临这种困扰 但还是那句话 皇族胜了 我们除了得到一个信心膨胀 不断和我们争取话语权的同伴之外 不会有其他的好处 但如果云顶获胜了 我们可能得到的 是一个超级势力的友谊 在云顶山庄这个问题上 他一直是坚定的合作倾向者 但五环前的完整也很重要 欧阳执事眯着眼睛道 既然同执事 你开了空间特立 其实就应该做得更加决绝一些 同样参与到 这场战斗中去 以更加摧枯拉朽的力量 把云顶的这个三个人碾碎 那样也不至于 弄到现在这种 要被人知晓空间特立的局面 水执事眉毛一挑 还真有些不懂欧阳执事的立场了 那你的意思是 同执事面无表情地问 我们也进去 欧阳执事拍了一下桌子 皇族胜了 我们帮他收尾 皇族败了 就把他们定性为叛徒 说着 他看着其他两位直视道 死人 总是没有活人更加有价值 谁更有价值 就看看谁能活着吧 黑火长刀终于凝结成形 朝着夜中明的方向 劈砍了过去 两位头领级人物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攻击对方 夜中明放下了狙击枪 他知道 还是没能在对方发出技能之前 杀死了他 那么接下来 就不得不去应对 这把仿佛把天都可以劈开的 黑色长刀了 对于这个技能的威力 刚才他已经试过 碎魂骨杖这样的装备 哪怕只激活了几分之一的威力 也就是和他占了个平手而已 现在他已经没有时间去 拿出碎魂骨杖 唯一能做的 就是撑开自然之杖 只是不知道水瓶之户 能不能拦得住 就在夜中明打算先防御一下的时候 让他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因为伤害共享 一直没有减缘的皇族战士们 突然在这个时刻 开始出现了死亡 这意味着 伤害共享已经到了极限 这种伤亡的出现 代表了皇族战队的失败 皇族工会的这个团队 增负能力非常强 无论是伤害共享 还是那种有冷却时间的攻击反弹 或者威力绝伦的黑火战刀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随便拿出一种 都是出类拔萃的技能 但是无论是一手造就了 这支队伍的皇族工会会长 还是和他们对战的夜中明 都忽略了 或者说 前者是不重视 后者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战士 本身的进化等级并不高 当然 这等级是相对的 相比于外面的进化者 皇族工会精心打造的这支队伍 其实是可以的 平均进化等级足有四星 超过了现在整体的进化水平 但今天面对的木偶 都是什么级别 是夜中明利用运宝葫芦 克斯加充能器和红色的能量宝石 一起提升起来的 综合实力要超过五星 单独说起力量 甚至可以和普通的七星进化者媲美 而其他战力 无论是高翼 还是照相学两个超六星的进化者 还是双脚沙怪和八音盒 战斗力都足以超过皇族的战士 还有五级的石人花和真鸟 这些加在一起 综合实力完全碾压对手 如果不是这种团队增幅的黑气 提升了皇族战士的攻击和防御 那么战斗根本就不会持续这么久 硬实力上的差距终究是差距 在坚持了这么久之后 再给云顶造成了至少百个木偶彻底损毁 数十石人花死去的伤亡之后 这些皇族战士终于抵挡不住攻势 整体崩溃了 空中的黑火 战刀本已经压了下来 可是随着战阵的崩溃 而逐渐没有了力量支援 批到了一半就消失不见 仅仅是半分钟左右 皇族的战士就被高翼 还有木偶们冲溃 相持的战斗变成了一次屠杀 当叶忠明站在了皇族工会的会长面前 接连发动技能把他直接打残之后 战斗彻底结束 皇族的会长跪在地上 嘴里不断地流着血 对于进化者而言 能够流血不止的伤势 几乎就是不可逆的伤势 显然叶忠明的出手没有留情 这位五环前的巨头之一 命不长久 虽然有轮盘的神奇 有诸多药剂和职业者可以救命 但显然不是现在皇族的会长享受得到的 这里是冥水剑 五环前的地盘 你 你敢杀我 哪怕现在身受重伤 感觉到了生命在逐渐远去 但这位自称为吃恶的会长 依然心存侥幸 用这里是五环前主场的因素 来要挟叶忠明 叶忠明扫视了一眼战场 手掌缓缓地捏住了会长的喉咙 皇族会长说的都没错 这里是冥水界 是五环前的主场 如果叶忠明在这里杀掉了皇族的会长 杀掉了五大执事其一 确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 皇族工会对叶忠明出手在先 叶忠明也没有道理就此放过他 让他以后继续积攒实力 来找自己的麻烦 再说 重生后的叶忠明 内心之中已经非常强大 对于进化者 已经全无敬畏之心 他的信念已经变得很简单 就是自己的人 他会尽量让他们活下去 并且是更好的活下去 而对于自己的敌人 能让他们死 就绝不让他们活着 之所以 没有立刻杀死皇族的会长 是因为叶忠明还想知道 为什么皇族会突然对自己下手 无论是时机还是地点 此时此刻都不是最佳的时机 这个疑问一直在他心中徘徊 当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痴恶惨然一笑 已经扭曲的手臂和大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激动 不断地抽搐着 他现在 看着叶忠明的情绪很复杂 一方面 他对这个男人的强大充满了恐惧 哪怕在刚才他意识到 自己的队伍要失败的时候 也没想过自己会如此轻易地被打败 同是七星进化者 他不明白为什么双方的差距会那么大 为什么他在这个年轻人的手下 连十秒都坚持不住 另一方面 他又觉得有所依仗 觉得这个人不敢在这里 对自己下杀手 他终究要顾及一下 五环前的主场优势 所以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黑黑了两声 并不准备回答 叶忠明眯着眼睛看了他一会 发现 这个人只是冷笑却不语 心中的耐心终于耗尽 手指骤然用力 就要捏碎皇族会长的喉骨 进化者 对杀气和杀意 自然都是极其敏感的 当叶忠明心生杀意的时候 皇族工会的会长确认了 这个男人真的敢杀死自己 在瞬间做出了反应 无论是眼睛还是身体 都在向叶忠明传递一个信息 他还有话说 至于为什么不用嘴 因为他被捏得 已经说不出话来 叶忠明的手指倾轻松开 眼中还残留着旺盛的杀意 他在告诉会长 答案不满意 他还会继续 当 你走到了一定的程度 会长有些尖色地说着 哪怕刚才叶忠明已经及时地收手 但他的喉咙已经被捏得 出现了严重的伤势 如果不是进化者 估计现在已经哑了 就要进行选择 会长吐了口血 整个人的状态明显看起来 已经非常不好 哪怕你不想选择 也会也有人选择你 嘿 会长突然诡异地笑了 那种已经开始 变得亲子的脸因此而扭曲 我杀你 只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不同 叶忠明看着皇族的会长 漠然无声 脑海里却在分析着 这句话的意思 什么是选择 谁的选择 又选择的是什么 看到叶忠明的样子 皇族的会长再次惨然而笑 你的强大 毋庸置疑 但你的出身 你以前的地位 决定了 你注定会落在后面 注定了会成为棋子 还是那种随时被放弃的棋子 所以别得意 你的强大 或许会成为你的催命符 这段话皇族的会长 倒是说得很流畅 叶忠明看着这位 跪在自己面前的手下败将 心中越发不明所以 但从对方的表情上看 又觉得不像是在骗人 别急 你终会知道的 还有 之前我说的那句话错了 什么话 叶忠明问 你可能在活着的时候 就会知道我名字的含义 但是 或许你知道的时候 会很痛苦 叶忠明 深吸了口气 缓缓蹲了下来 看着这位会长道 你把话说得明白一些 今天兴许 就不会死 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不是吗 皇族会长呲牙笑道 没有允许 谁又敢说得太清楚 别急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那这么说 你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我说语不说 你都会杀我 我看得出来 那就 再见了 两个人声音都不高 可却说着生与死 等等 就在叶忠明下手之前 三位直视带着他们的手下 出现在不远处的海面 十几艘快艇破开红色的海浪 直奔岛屿而来 叶忠明看了看 心说果然是目前 执掌民水界的人 连快艇这种东西 都能够弄出来 其他人只能在海水里游泳 这些时间 叶忠明倒是足以 杀死皇族的会长 但他犹豫了一下 却没下杀手 他想看看 皇族的这些执事们怎么说 当然 他这么做有着足够的底气 先不说那些木偶军 就说他对民水界的了解 他也不害怕这些人 这几位执事也没带多少人 也是叶忠明比较放心的原因之一 三位执事走上岸 身后跟着近百名护卫 哪怕已经知道了结果 可看到皇族的惨状之时 依然掩饰不住满脸的震撼 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人 凄惨地跪在别人面前 让他们不可一指地 产生了一股感同身受的挫败感 看向叶忠明的目光 便无比复杂起来 这个人 真的已经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你们来 是要给我一个解释吗 叶忠明的手提着皇族会长 如同提着一个随时可以撕破的麻袋 三位执事互相看了看 还是同知事先说 叶先生 这件事情 或许还有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 说来听听 叶忠明的木偶已经收起 血统也进入了冷却时间 沙兵八阴河的沙兵 同样消失不见 还留在战场上的 只有那数十株石人花 还有高义和照相学两个人 但几位执事却不会认为 叶忠明已经没有了战力 同知事神色复杂地 看了皇族工会的会长一眼 直接了当地道 这个人 你可以杀了 失败者没有任何祈求的权利 叶忠明微微一正 倒是没想到 同知事会如此说 皇族工会的会长 愿读地看着同知事 却也没说什么 你在这里的损失 我们可以补偿 并且是双倍 周围只有同知事的声音 和海水的流淌声 这是第一种解决方法 叶忠明点点头 等待他接着说 这种方法 叶先生可以出了心中的怨气 又弥补了损失 但 却会失去我们的友谊 你们的友谊很值钱吗 赵向雪在后面看着这个 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 冷声回应道 进入了末世 他虽然已经习惯于监默 但也知道 有的时候 是需要手下去 故意成为一个角色的 有些话 必须由他来说 这样才能让老板和别人 谈判的时候 有回旋的余地 同知事看了赵向雪一眼 心中的艳线一闪而过 这样的手下 他也希望可以拥有 我们的友谊值不值钱 要谈过了才知道 同知事笑了笑 目光转向了叶忠明继续道 还有一种方法 你把他给我 我们依然会给您补偿 并且他 也会出一份买命钱 之后呢 我们坐下来 谈谈合作 看到赵向雪又要说什么 同知事赶紧一摆手 不要忙着拒绝 也不要再说其他 我们能够走到今天 都不仅仅是靠着杀人的 对吗 叶先生 有的时候 仇恨是可以放下的 更何况 你们远谈不上仇恨 赵向雪看了看叶忠明 不再说话 他知道 是时候让老板做决定了 可以不具体 但我要知道 大概我可以得到些什么 叶忠明甩着皇族 会长的身体 任由那些鲜血洒的到处都是 后面不少五环前的战士 看到这一幕 都露出愤然之色 不过 看到战场上皇族的惨状 又都有些敬畏 买命前 你不会吝啬的对吧 同知事先是走到皇族会长的面前 冷笑了声 彼此虽然都在一个组织 但显然 他和水执事更加亲近 皇族会长和白执事更有默契 欧阳执事则比较中立 对于同知事来说 皇族工会的覆灭 其实并没有什么 只是这个老家伙 那句戈尔族 让他心中介怀 这次才会想要保一保他的性命 可是 他也并不想 就如此放过皇族的会长 能够让他就此一蹶不振 从此在五环前 再也没有话语权是最好的 皇族会长看着同知事 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你最好快一点 血都要流干净了 同知事摇摇头 看了看会长的脚下 这次皇族的会长终于答应 尖色地说出了两句话 同知事看了看叶忠明 后者想了下 点点头 松开了会长 立刻就有几个人过来 向着皇族会长的嘴里 灌入了药剂 同时其中一个 给他的伤口处挣了鼓 之后 倒上去了一些黑色的药水 又念了几句咒语 那些药水 立刻变成了一条条黑色的小虫子 转瞬钻入了伤口中 断鼓处 传来咔咔的声音 肉眼可见地恢复着 这些都是要钱的 会长 同知事冷冷地道 叶忠明则是眼睛一眯 专注地看着这个治疗的人 这竟然是一个黑巫师 这可是末世中 不多见的职业 经常有些诡异而强大的能力 这五环前 果然有些抵御 会长的东西 接下来就会送到 下面我们谈一谈 同知事侧头询问了一下 叶忠明点头同意 他也不怕这些人赖账 这对三位直视没什么好处 他更不怕这些人翻脸 他有信心从这里杀出去 我们外面谈吧 一行人离开了血沙之海 来到了娱乐区的一间酒吧 等到这里的是女端上来了一瓶红酒之后 皇族会长答应的东西 便送了过来 叶忠明打开箱子看了看 手一挥 箱子便消失不见 三位直视看着也并不觉得奇怪 只是心中再次感慨 连空间装备都是人家的大 他们可是知道 那些木偶和装备什么的 都在空间之中 这些是我们的补偿 同知事也爽快 又拿出了个箱子 放在了叶忠明面前 里面装着一件绿色的召唤类装备 和300枚五级魔精 价值肯定要比叶忠明的损失高 但至于有没有两倍就不好说了 双方显然都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计较 这三位直视的言而有信和高效率 让叶忠明对他们的感官好了一些 如果说 末世是江湖 那么我们也算江湖儿女 就敞开了说吧 我说 我的需求 说想要和你达成的协议 叶先生听了后 以此为前提 我们往下商量 如何 这一次是水直视说话 叶忠明看着这位仿佛总是一尘不染的女人 心中倒是有些弄弄明白 这三个直视 到底谁的话语权更大一些 看到叶忠明答应 水直视眼中有了亮光 他开始说出筹谋已久的合作条件 首先 基因生命的交易 水直视挥了下手 一团兵武包裹住了那瓶红酒 瞬间降温之后 他拿起亲自给几个人倒满 这个之前我们就谈过 叶先生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吧 这是当初五环前 或者说水直视给叶忠明 送来地煞月刃材料的时候 双方说好的事情 五环前需要基因生命 来充实他们星红禁忌 出战对象多样性和新鲜性 云顶山庄 则需要基因生命 详尽的实战测试数据 大家各取所需 没问题 不过之前价格可没说 听到叶忠明这么说 水直视美丽的眉头皱了起来 微微不满道 叶先生还想让我们出钱购买不成 叶忠明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弹开手道 当然 这些我们提供的基因生命 为你们带来了利润 并且最后都会牺牲掉 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些补偿 不要说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完善研究什么的话 想要得到这些数据 并不一定非要弄到 你们这里来 三位直视认为呢 三个人互相看了看 最后还是水直视道 可以 但价格不会太高 更不会答应抽成之类的条件 叶先生也要知道 我们也并不是一定就要 你们的这些成果 叶忠明点头同意 那么第二 水直视 伸出两根纤细白嫩的手指 晃得叶忠明眼睛有些发晕 我们五还前 希望以优惠的价格 在未来的日子里购买 相对成熟的基因生命战士 作为我们自身力量的补充 听到这个 叶忠明的身体 直了直 哦 怎么算是相对成熟 你们又需要多少 别人不知道 但是叶忠明可自己清楚 现在的云顶 基因战士已经列入了战斗序列 并且单独成军 种类已经达到了两种 除了自爆基因战士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类似于 普通进化者的基因生命 也可以稳定作战 唯一需要的 就是战后的养护和修复 但对于能够制造出 这些生命的基因实验室来说 这些并不算什么 只是除了在火焰虎计划中 金红露面之后 云顶极少在地球这边拿出来用 叶忠明听到水质士这么多说 心中不免有些猜疑 他们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确定了云顶基因技术的突破 所以才会提出这个条件 相对成熟 当然是只可以正常地用于战斗 并且需要有着明确简单 并不消耗太多的养护成本 这样的基因战士了 我们五环前可没有叶先生 那么好的生命科学技术 更没有刘正宏博士 那样的顶级人才 水质士一边观察着 叶忠明的脸 一边笑着说 至于数量 这个就要具体谈了 我想叶先生的云顶 也不会只有一种基因生命吧 我们有兴趣的 也不会只有一种 那么每一种的价格肯定是不同的 需求也不会相同 具体的 还要看这些东西的质量和价格而定了 叶忠明点点头 可以 一旦有这样稳定的基因战士 我们在谈具体的事情 但这笔生意 我可以先答应下来 还会保证 到时候不会故意设置障碍 我们信的过夜先生 水质士 微微低了下头 表示感谢 童执士和欧阳执士脸上 也很轻松 显然前面的这两个协议 可以顺利达成 让他们心情不错 只是没想到第三个条件 就被叶忠明坚决地拒绝了 第三 我们需要一批魔精武器 枪械 手雷和魔精炮都需要 叶忠明听了迅速地摇头 魔精武器不卖 这没得商量 三位执事交流了一下 这一次 由欧阳执事说道 我想叶先生 是担心技术的泄漏吧 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 我们并没有兴趣去研究这种复杂的东西 别人或许认为我这么说是虚伪 是假话 但叶先生应该可以理解 能够研发魔精武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有多少 说实话 我们没有这个精力去搞这个 也不想去投入大笔资金 去搞这个 我们更爱做生意 而不是搞科研 所以 叶先生如果是顾虑这方面就大可不必 如果您同意 我们也一定会给出一个让您满意的价格 魔精武器不是什么秘密 外面也有些流出去 但都是老款旧款 甚至不太成熟的产品 即便是这些 也握在和云顶关系极佳的势力手中 都一个个当城堡的护着 哪怕是以五环前的实力和财力 也没有弄到几把 并且 还是那种频领损坏的 现在弱大个组织 还能使用的魔精 枪械不到五支 对于三位只是这些高等级的进化者 这些魔精枪械的威力自然不会看在眼中 他们更在意的 还是云顶现在列装的那些成熟系列武器 特别是魔精炮 无数个消息员传回来的信息都标表 那是一种让任何生命都需要敬畏的武器 对于云顶的忌惮 对于叶忠明的忍让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魔精武器的存在 普通进化者会认为 这仅仅是一种武器 但五环前却会评估这种东西的未来 还有会给人类带来的变化 无疑 这是一种划时代的武器 不是没人想要把这东西抢到手中 但无疑都失败了 几次的云顶攻防战 证明了至少在目前 五环前自然也不行 既然这样 那么和云顶进行魔精武器贸易 就是最好的办法 并且这些商人们很清楚 一旦他们独家获得云顶魔精武器的供应 那么转手之下 创造的利润 无疑可以让他们做梦都会笑醒 只是没想到 叶忠明干脆的决绝了 欧阳直视不得不亲自来解释 希望以此来打消叶忠明的顾虑 我们甚至还可以和叶先生签订契约 永不会在技术方面 去窥探魔精武器的秘密 甚至还可以帮助云顶山庄 去对付那些 试图破解魔精武器原理的势力 同直视在一边介入 给了又一层的保障 但叶忠明依然摇头 只说了三个字 没得谈 这些保证叶忠明相信吗 是的 他相信 至少目前是相信的 从这几位 只是对皇族会长的处置来看 这些人 只对利益看重 哪怕是身边的同伴 有机会也有劫掠一番 估计皇族公会很快 就会被他们三人 掏空一个没用的壳子 可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性格 让叶忠明不放心 现在不在意技术 不代表以后不在意 现在觉得搞研究 付出的成本很高 不到以后 也会这么觉得 一旦让他们利用 魔精武器 创造了巨大的利润 那么以后的事情 就不好说了 什么保证 什么契约 什么贸易伙伴 在利益面前都是指 所以现在叶忠明 不打算把魔精武器放出来 至少在再一次 大规模更新换代之前 是不准备让这种东西 出现在市场上的 看到叶忠明的垂着眼喝酒 几位知识知道 这件事情 看来是真没得谈了 那么说下一个吧 水知识带着失望的表情 缓声说道 装备 我们希望 可以从云顶购买 大量的装备 商谈一直持续着 用时很久 这是正常的 毕竟设计的东西太多 设计的利益也太多 基因生命贸易 装备贸易 药剂贸易 原料贸易 情报交易等等诸多方面 都需要详细的谈 任何一点纰漏 可能都会对未来的合作造成影响 双方 谁也不想吃亏 讨价还价之中 时间自然过得飞快 当双方停下来的时候 几个人都感觉到 有些口干舌燥 这一番谈判 可不仅仅是关乎于贸易本身 对各自的实力 未来 意愿 心理等 都有着明里暗里的交锋 能够达成初步的协议 非常的不容易 不过 就在三位 只是觉得这组有十几项的协议 已经是五环前 最大贸易项目的时候 叶忠明却突然把一样东西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你们说完了 那我说说吧 几位只是看看这东西 或许我们可以再谈成一笔生意 这是什么 三位只是看了看桌子上的这个小东西 都认不出 好像 是一片药似的 叶忠明笑笑 现在的末世人啊 拿出药剂大家 能够认出来 拿出卷轴能够认出来 反而拿出一片在和平时期普通的药片 却疑神疑鬼 不敢确认 你们可以先看看这个 叶忠明从空间中掏出了几张纸 递给了三位直视 这是两份报告 当然 都是出自云顶之手 一份 是统计报告 上面没有什么科学性的东西 有的只是数据的堆砌 可仅仅是这些 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上面记载着 关于进化者 在被进化药剂进化之后 身体其他方面的变化 特别是在病变方面的 畸形的比例 出现特异特征的比例 经常性出血 没有理由的昏厥 这些数据 一看就是真的 上面甚至列出了 数据来源的事例 有哪些 参与调查的人数有多少 甚至还有一些 印上去的照片 哪怕不是十分清晰 但也足以看清 一些人体上长出的东西 对于这些 他们几个人并不陌生 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如同叶忠明 或者这些执事一样 过着不愁吃穿的日子 在这个血腥末日里 绝大多数的人 都在一边 为了进化而奋斗着 一边和恶劣的环境 与变异生命奋战着 还要面临无时无刻 不再困扰着 他们的生活问题 比如寻找干净的水源 寻找填饱肚子的食物 寻找一个 暖和干燥的地方睡觉 寻找整洁的衣物 和清洁用品 但这些都很困难 进化者们更多的时候 是依仗着强壮的身体 直接饮用污染了的水 吃着可能半生不熟 带着各种病菌的肉食 以天为 被以地为床 以安全为第一药物 去寻找休息之地 只要可以安心地睡一觉 他们宁可 睡在有着恶臭的下水道污水里 也不愿意睡在干燥干净 但随时可能被攻击的屋子里 还有 装备的等级 并不能让他们一尘不染 同样需要擦拭和清洗 但有那么多的清水和时间吗 还有 能多久洗一次澡 洗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水 在漠视的各个人类基地里 所能看到的更的 都是棚头垢面 浑身异味的人 干净的 只是少数 不要以为夜中明 或者这些直视 还有那些参加明水盛宴的人 都干净整洁的 最多就是有些奇装一服 就能代表漠视了 那是因为这些人 都是各个市里的老大级人物 全力带给了他们 相对优渥的生活 这些是少数人 是金字塔尖上的人 就如同在和平时期 穿着香奈儿 爱马仕阿玛尼的那些人 可这并不代表着 这些人不知道 普通人是什么样子 所以 三位直视看见这份报告 就知道都是真的 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以前没统计过 于是看到所站的比例之后 颇有猝目惊心之感 第二份报告则专业得多 上面主要阐述了是什么 造成了这种情况 在外部环境无法改变的前提下 要如何去应对这些变化 这份报告 出自刘正宏清笔 三位直视仔细地 看完了两份报告 看向叶忠明的目光 就有些复杂 如果他们还不明白 叶忠明的用意 那就是真是笨蛋了 我突然觉得 叶先生比我们更适合做生意 欧阳只是微微叹息 把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他和同执事 还有水执事 都是聪明人 哪怕现在夜中明什么都没说 可他们既然知道了 这位云顶的老大 要干什么 几乎瞬间 就看透了这种药片的前景和市场 进化者虽然各个是超人 但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毒素 也是前所未有的 很多人因为常年生活在 不干净的环境当中 常年饮用浑浊 或者未经处理的水 还有单一的饮食等等这些原因 进化过的身体 依然发生了病变 比如在某些身体部位 长出的节节 甚至肉流 比如关节的胀大 比如皮肤的变化 比如骨骼的变形 比如毛发的变色和退化 比如经常流出的鼻血 和身体其他部位出血等等 这些变化 让人不像人 即便是不影响寿命和战斗 但总有些不方便和视觉上的恐怖 在座的几个人 全部都看到过 但任由这些发展 真的不影响寿命吗 为什么现在能够找到的药物 水果罐头 茶叶等这些东西 会那么昂贵 就是因为大家心中清楚 这些东西 可以补充身体营养的缺失 可以阻止一些不好状态的发生 有人想过改变 但这些人 都是那些饱受 类似情况侵害的人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而那些有能力的 又因为生活质量很好 而没有被这些问题困扰 自然也不会去想着解决 至少现在屋子里的三位直视 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们现在发现 夜中明想到了 并且还拿出解决的方法 无论之前如何 至少现在 对这个男人的看法 便带上了几分敬佩 他们明白 这东西的前景和市场 只要价格合适 不 甚至价格略微贵一点 都没关系 他们一定会非常的火爆 绝对的趋之若鹜 水值师探服地问道 叶先生 这东西 你打算和我们采取那种交易方式 我们希望是代理 既然已经被人抢先 那么 无一代理是 可以获得一定利润最好的办法 如果只是单纯地购买 那五还钱可无利可图 可以 但不是唯一的代理 夜中明 与其坚决 不会给五还钱 独家代价的权利 在几位直视说话之前 继续说出了一个价格 一个合理到不能再合理的价格 三位直视听了后脑子里转了转 纷纷苦笑 夜中明的这个价格 直接断掉了 他们自己建厂生产这种药片的想法 因为他们要是也弄出一座生产 这种微量元素补充药的工厂 先不说之前 弄设备弄人才弄技术的麻烦和时间 就说 生产出来的产品吧 像外售卖估计也就是这个价格 既然这样 那还自己弄什么 这位云顶的老大 直接在源头上 就断掉了竞争对手的心思 自然 以后一定会出现模仿者 但显然只能跟在云顶后面 吃些残羹圣枝 完全影响不到云顶的地位 协议很快达成 夜中明却又拿出了几样东西 弄得三位直视白眼直翻 夜先生 你还有其他的吗 一起拿出来吧 比较省事 同直视翻着白眼 倒颇有几分妩媚之意 看得夜中明和高义照相雪三人 都有点头皮发麻 纷纷一开目光 还是夜中明回答道 这是最后一种 三位直视点点头 分别拿起这些盒子打开 接着就露出了 微微惊诧的表情 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奇怪 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太普通 确切地说 是这些东西在漠视 并没有人太多的看重 这是一些卖向很好的食物 有精致的点心 有美味的汤羹 有散发着香气的菜肴 有成条成条的漂亮寿司 哪怕仅仅是打开这些食盒 香气也足以勾起屋里众人的食欲 这食盒 但是颇有些心思 欧阳只是看了眼食物后 感觉手中握着的盒子有些特别 仔细一看 竟然全部被加工处理过的 上面闪着一些淡淡灰色的光泽 材质也是一种 他没有见过的类似于预制的东西 把材料和精神利用在盒子上 还是不同种类的材料 以保证盒子拥有不同的功效 或者冰镇 或者保温 最奇特的是 还能防腐 颇有深意的看了叶忠明一眼 欧阳只是带着不解问 很难想象 叶先生要推销的是何种食物 叶忠明一笑 示意了一下 三位只是互相看了看 纷纷拿起食盒 简单地吃了几口里面的食物 他们倒并不会认为 其中会有毒什么的 一般的毒药对他们无用 厉害的毒药他们 也有专门的手下可以解掉 比如那位替皇族会长疗伤的黑巫师 况且他们也并不相信 叶忠明会做这种事情 双方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连在了一起 除非发生特别大的变故 否则是不可能割裂的 现在下毒 对叶忠明没有任何好处 除非他是疯了 刚一入口的时候 三位执事倒也没有太大的意外 这些食物确实非常美味 即便是在和平时期 也不可多得 但他们以前身份就非同寻常 不说吃遍全球美食 可很多普通人 吃不到的珍稀食材 普通人吃不起的昂贵餐厅 他们都经常品尝和光顾 他们赞赏其中的美味 可也并没有因此 就觉得有什么 他们这个身份的人 做下来商讨的价值 在末世 他们或许会注重营养 比如刚才叶忠明 售卖的那些微量元素 补充药片 他们知道这东西的作用 知道这东西的价值 那么他们可以和叶忠明谈 甚至谈得口干舌燥 但如果这些东西只是味道好 那么 他们就只能喝喝了 不过 没等他们寻思 如何婉拒叶忠明 却突然脸色都变了变 几个人感到身体里有了变化 这种变化太明显了 以至于屋子里其他的五环前 卫兵们纷纷冲了过来 眼看就要对叶忠明三人动手 在这个时候 却被同执士挥手拦住 叶先生 开架吧 水执士的脸色通红 不是因为害羞 而是因为激动和体内的变化 其他两位非但没有 因为水执士没有商量 而直接给出购买一下生气 反而纷纷看着叶忠明 满脸的期待 在谈判中对谈判物表示出 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购买 意愿本就是大忌 这三位执士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可偏偏 他们仿佛一点都不在意 手按在这些盒子上 偶尔看向里面食物的眼神 仿佛在看进化药剂 第一次看到进化药剂 那些被挥退的战士不明 所以面面相去 不知道几位执士 这是怎么了 不就是一些 看起来很漂亮很诱人的食物吗 以前就算没吃过 再网上也看不图片吧 至于这样 叶忠明很矜持地笑着 心中乐开了花 那些微量元素补充药片 叶忠明本以为是此行最大的生意了 但就在他离开云顶之前 这些食物的出现 给了他另外一个大大的惊喜 说起来 这又是一种秘境 带给叶忠明和云顶的好处 起因是蜜牙开始和糖果 夏蕾等人掌管云顶后勤和辅助人员 因为有了系统的管理 他们对于这些方面开始彻底地了解 几个人把辅助类的成员分类 详细地记录每个人的职业和技能 四处收集配方图纸 为这些人供应各种材料 甚至还设立了完善的奖励制度 这是叶忠明的建议 当然 他只是说说 觉得这样会好管理一些 平时做什么事情效率会更高一些 但是 下面的人却担惊截律地去做了 做得非常好 远超叶忠明的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 蜜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和一位美食家辅助职业者 进行了一次试验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位美食家按照一个食谱 打算烹饪一份美食 本是打算拿去讨好一下老大的女人 没想到 其中的一种材料云顶没有了 当时 马屁已经拍出去了 这位美食家无奈只好和蜜牙实话实说 蜜牙倒没有怪她 还细心地 让人帮她去寻找材料 几天之后 当这种材料运到之后 蜜牙特意看了看 发现和蜜镜的一种植物非常相似 她找来了一些 闲着的时候 让这个人用这种东西替代做一份 看能够成功 她和美食家都没想其他 但这份食物被水火炖锅做出来之后 一些人品尝了一下 就发现了大秘密 本来是一种可以快速恢复进化者体力 减轻疲劳感的食物 吃下下去之后 竟然增长了体力 不是暂时的增长 是永久增长 进化者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是非常敏感的 他们成为了超人式的存在后 会开始懒散 然后只有战斗的时候才去动手吗 这么想就错了 进化者们远比他们在和平时期更加的努力 哪怕是最懒惰的人都会做各种训练 熟悉自己的身体 熟悉自己的技能 熟悉战斗的感觉 举些简单的例子 比如一个进化者 他会经常性的 甚至每天都会跳高 跳远 然后记录下来数据 牢记这些就是自己目前的极限 这样才能够在外面和变异生命生死搏斗的时候 不至于出现判断的错误 甚至一些有强迫症的进化者 还会判断自己 在消耗大概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体力等等情况下的这些数据 力求做到精准 因为他们深知 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 可能都会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连叶忠明都是这样 他的那些技能 很多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熟练度 就达到了百分之百 如果不是有限制 估计可以达到百分之一万甚至十万 所以当食用了这些食物的人 发现自己的体力增加了之后 可想而知他们的震动和兴奋 这件事情很快就报了上去 只是当时叶忠明不在 夏磊末叶他们都去了秘境 最后只能找到了正好遇见的刘正宏 对于新事物的兴趣 没人会比这位刘简浓 虽然不是他的专长 但是他可不在意这个 直接带着人在云顶仓库 收刮了一些材料之后 带着凡是能够和这件事情 扯到关系的人 开始了如同儿戏一般的试验 事实证明 一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脑袋真不是一般人能比 在浪费了大量的材料之后 还真让他把这种食物给做了出来 刘正宏称 这种食物为云顶摇转 说实话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又没有度娘等搜索 只能云里雾里的 刘正宏出手 还专门给这些成果取了名字 自然不会是反品 云顶摇转 夜中明知道了制作出来的详细情况后 他想起了一个词 同性替代 这个同性和生命的性别无关 指的是同一种性质的意思 想到这个词 是因为云顶摇转之所以能够做出来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就是用秘境之中相同属性的材料 来代替美食家厨师 这类职业中配方食谱中的某种 或者某几种食材 除此之外 这种食物之中还加入了一些 听起来很恐怖的东西 刘正宏的一些研究成果 不是想象中的血肉 而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云顶有着夜中明 这样精神立如海的园丁职业者 有着阎望树 这种八级 进于九级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 有着树人等一批有技术的人 做研究 对于变异植物方面的认知 丝毫不亚于 对变异动物和进化者方面 特别是因为 要对付九级的秘境胜负 阎望树 作为其中的一张底牌 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他身上 在疯狂想要变成 人类的阎望树配合之下 研究成果斐然 刘正宏把其中一些 非常神奇的东西 加入到了食谱里面 大概就是一些植物基因片段 和催化剂之类东西 夜中明知道的 就有落神山 人参瓜 食人花和命格米 究竟如何产生作用之类 就不是夜中明能懂的了 加之水火炖锅 这样的美食专属装备 和相关职业者的职业技能 这些诸多方面加在一起 一种种全新的食物出炉了 这些被称之为云顶遥转的食物 会给食用者带来诸多方面的增益 现在知道的 就有增加力量 敏捷 感知 听力 视力等等这些的 还有增加技能威力 再生能力 吸收能力等等这些 稀少方面的 这大概和刘正宏加入的 不同基因有关 食物成品会附带他们相应的能力 至于这些能力 能够增加多少 和配方的等级 材料的等级 一种食谱中同性替代食材的数量 基因片段的浓度等等这些方面 都有直接的关系 至少刘正宏等人 在各方面都使用了最高限度的一种食物 叶忠明的生日蛋糕 那东西 就可以增加三方面的能力 分别是 力量 愈合能力 和战宠伤害的 些许分担能力 增长的程度 用数值来表示 惊人的停留在上一次进化有关方面 增幅的三分之一 而那些新增的能力幅度如何 更是不好判断 总之很多就是了 当时叶忠明就惊了 他意识到 这种东西 或许会成为云顶 计膜金武器和基因生命之后 第三种特有的 绝对的 唯一的化石代产品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只有云顶可以做出来 秘境 水果炖锅 基因片段 这些必要因素云顶 全部握有独有性 而食物本身增长的能力 相同性能的食物不断食用 效果虽会衰减 可衰减会非常缓慢 这就意味着一个进化者 可以在很长时间内 都使用同一种食物来增加某方面的能力 也就是说 到增长极限的时候 增加的总量会非常的多 比那些身体素质增长药剂 等等这些效果好得多 叶忠明来这里如此有底气 也是因为云顶摇转的出现 这种东西的诱惑力 没人可以抵挡 当然 这和那些微量元素 补充药剂可不同 那些是量产的东西 走的是大规模销售 长久销售的路子 而云顶摇转 则走的是奢侈品路线 是高端贸易 价格很贵 叶忠明昊整以侠的说 他不是端着 也不是为了抬价 他压根不需要这样 他说的是事实 云顶摇转就是一种稀有品 产量注定不会很高 首先每一种摇转 都代表着后背一张美食食谱 为了收集这东西 云顶可没少花钱 但也需要碰运气 食谱数量并不多 其次有了食谱 却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秘境之中 能够代替其中的食材 所以这又从本就不多的 食谱数量中减掉了一些 最后 无论是水火炖锅的唯一性 还是所需要的 注定产量不高的 基因片段之类的添加剂 都制约了 这种食物的烹制速度和数量 在扣除叶忠明 和云顶核心成员的需求之后 还能剩下可以流入市场的数量 小孩子都能数得过来 所以 这东西云顶独有 稀少 效果神奇 那么自然会极其的昂贵 叶忠明拿出一些 而不是全部留给云顶自己 就是要先把这东西 打出名头来 营造成一种限量的奢侈品形象 然后赚取暴利 反不给云顶来增强其他方面的实力 至于会不会赚钱什么的 想想以前的那些 奢侈品品牌 或者野餐虫草松露松荣 还有那些米其林三星的餐厅之类的这些 哪怕再贵 依然被富豪权者们所追捧 依然创造着让人望而生畏的财富 云顶摇转是一样的 这东西 只要拿出来 就绝对可以躺着数钱了 于是叶忠明给出了一个高到 离谱的价格 并且不还价 五还钱的三位 只是同意了这个价格 自然 他们一定会找人来弄清楚 这些所谓的云顶摇转的作用 是不是真的 如同叶忠明所说的那般神奇 其中 有些关于款项的给付时间点 叶忠明也有所妥协 也是为了安这些执事的心 他对云顶摇转有信心 并不是十分在意这些细节 虽然叶忠明说不还价 但如果东西不能打动 五还钱的这三位执事 那无疑和吹牛没什么区别 他们同意了这个价格 心中也是福气的 因为云顶摇转 打破了一些 已经在三位执事心中 开始固化的东西 这种东西 叫做秩序 自从末世开始 轮盘就在地球上 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秩序 属于轮盘的秩序 那就是 一切以轮盘为准 轮盘的规则 代替了其他规则 从进化药剂到职业卷轴 从血统到技能 从各种装备到各式战兽 再到各种各样 无穷无尽的变异生命和怪兽 一切的一切仿佛 都是轮盘所安排 曾经熟悉的世界 在瞬息之间面目全非 没有人有力量去改变什么 人们能做的 只是按照轮盘的要求 去进化 去学习 去制造 去活着 渐渐的 大家已经开始习惯了这种改变 习惯了这种规则 但这种东西 三位只是从夜中灵的 只言片语中 从体内的改变中 发现了一丝端倪 这种东西 貌似是改变了某些配方 这就和基因生命 或者魔精武器一样 改变了轮盘的规则 一种 两种可以说是运气 可以说是地球上 最优秀的一些 高智慧人才 发现了轮盘的一些漏洞 但是第三种东西的出现呢 也是这样吗 还是云顶山庄 开始掌握了某种密码 某种真正的 可以突破轮盘枷锁的秘密 这个念头 他们只是在心中闪了闪 并没有就此认定 但只要有了想法 他们几个人 并不介意多花些钱来 投资未来 赌一赌杯 反正也不损失什么 于是 关于云顶遥转的价格 才能谈得如此轻松 最后 双方还在对 名水街的控制问题上谈了谈 夜中明表现得极其强硬 利用他知道的 关于这里的信息 生生和三位 只是达成了一份协议 在协议中 夜中明所要去的一些地方 五还钱会尽量帮忙 最后 还会付出一笔不菲的财富 来购买夜中明手中的 完成度和保证 保证就是 夜中明不去破坏五还钱的行动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 帮助他们破解几个 很难的冒险地 叶先生 我怎么想怎么觉得 我们是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啊 双方谈妥了一切事情 彼此建立了真正的利益联系 连说话都随意亲热了几分 欧阳直视 笑着摇头 一边和夜中明向外走 一边半开玩笑地打趣着 夜中明也笑了 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说了句 以后 欧阳直视就会知道 很多东西都会起不同的意义 回头再看 说不定亏的是我 众人一起笑着出了这里 在门口又定下了 一起去冒险的合作的时间 便分开 看着夜中明 三人离开的背影 三位直视脸上的笑容脸去 欧阳直视和水直视 一起转头看向了同直视 这位不男不女的直视点点头 面目严肃 这位云顶的老大 远比我们想象的了解明水界 当时我给你们眼色 是因为仅仅从他所说的内容我就知道 只要他想 他可以给我们 控制这里制造很大的麻烦 与其这样 不如就和他合作 虽然会有些损失 但和不能真正控制这里相比 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 解释了这些之后 同直视继续道 这些事情 按照道理说 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如此详细的 在我们的人不可能泄露的情况下 那意味着很多事情 说完指了指天上 同直视有些疲惫 就这样吧 你们说呢 能不和这样的势力冲突 就不要冲突 以后的事情 毕竟太复杂了 谁说的一定呢 另外两位直视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 老板 我们自己来 或许能够得到的更多呢 照相雪培在叶忠明身边 对于刚才叶忠明 放弃了一些冒险地的探险非常不解 觉得依靠老板的实力 是完全可以得到诸多好处的 叶忠明眼睛看着前方 耳边是娱乐区 不知道哪个酒吧 传来的音乐声 虽然离得有些远 但依然能够听到强烈的节奏感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里面释放着压力 宣泄着剩余的精力 哪有那么简单 叶忠明回答着自己的手下 什么事情 并不是只有暂时的得失 看似现在我们放弃了一些 但放弃的是什么 只是我们以为的 可以得到的东西 但并没有真正的得到 就算我们不放弃 我们也不一定就会得到 并且可以想象 我们走得越高 进入的冒险的越频繁 就会和五环前产生越多的冲突 贸易还没开始 合作伙伴之间就出现了裂痕 这种事情终归是不好的 我们毕竟是要从他们那里赚钱的 高义和赵向学两个人点点头 他们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有些不甘心 还有 我们这次来的人 还是少了 秘境那边又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能够多保存一点实力就是一点 如果我们把那些资源点都打一遍 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 药剂 木偶 装备这些 这也都是成本 能够拿一笔钱 就在一边起到个辅助作用 还是划算的 叶忠明说到这里就不再解释 只是他自己知道 他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透露了这些消息 他想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 他也和其他三位直视一样 下意识地看了看天空 谈妥了这些 叶忠明来这里的目的 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趁着下一次开启冒险地之前的这段时间 他找到了黎强 他已经从五环钱那里 把他买了过来 叶老大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在那艘飞船上 我见到过一种生命 黎强本来以为自己获得自由的方式 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是叶忠明出钱 把他从五环钱买出去 这是比较和平的 也是他希望的方式 另外一种就是叶忠明离开的时候 带着他一起离开 这算是一种逃跑 风险不小 黎强自然不希望这样 他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 知道五环钱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不过他知道要买他这样一个 极有特色的进化者离开 花费自然不会少 倒不是怕叶忠明不出这笔钱 毕竟在他身上已经投资了 但他不想因此给未来的老大 留下一个亏本了的潜在印象 但最后他解脱的方式 竟然是被送人了 这就让黎强真的惊讶了 不到三年的时间 叶忠明已经强大到 让五环钱拱手送人的地步了 这些震撼留在了心底 让黎强更加好奇 现在的云顶山庄是个什么样子 什么生命 叶忠明对黎强的话非常感兴趣 他知道奴族 也知道天上的生命不止一种 但他搞不明白 到底哪一个是反抗区提到的奴族 那么另外的生命又叫做什么 一种战士 黎强很肯定地说 虽然他的再一次进化 被封锁的记忆又解开了一点 所以他想起了这种生命 我能想起的 只是这种生命的外形 具体在何种场合看到之类的 我依然记不清 但我能肯定是 这是一种非常强力的战士 他们的作用就是作战 叶忠明让他说说 这种被黎强 称之为战士的生命 到底什么样子 很高大 黎强皱着眉头 显然这样可以说出来的回忆 负数让他又有了相关的联想 是 两种 或者三种 他们外表 好像很相似 但身高有着 极大的差别 我见过的最大一个 这种生命的身高 超过了五米 而小的 却只和我们差不多高 有明显等级差距吗 叶忠明的意思是 这些生命 是完全没有规律的高矮不一 还是有着 类似于身高决定 实力之类的明确标准 就如同魔怪那样 这个 黎强又想了一下 应该是没有太严格的标准 但也不会没有规律 反正要么就是 四米五到五米之间 之后是三米五左右 最后是和我们差不多高 对了 黎强一拍脑袋 很高的那些 和很矮的那些生命身上 都有着明显的性别特征 四五米高的 应该是男性 很壮硕 而和我们差不多高的 则是女性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赵向雪好奇地问 这种事情 叶忠明并没有瞒着两位手下 黎强的身份 他也简单做了说明 但是高义和赵向雪 这两个人叶忠明 却没有介绍 毕竟现在 他还没想好如何安置黎强 是让他进入云顶的 普通战队还是B 黎强看了这位美女一眼 知道被叶忠明带在身边的 一定是亲信 不敢拖大 直接回答道 阿里说 那些生命不是人类 我的确不能那么确定 他们的性别 不过 他们吧 穿的都有点少 男性基本上只在肩膀 手肘 膝盖 手脚 还有胯部 穿着一些非常奇特的护甲 女性多出了一个胸部 个别的在头部 或者手腕脚腕会带一些饰品 外形和人类很相似 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些区别 比如他们的男性都非常黑 几乎就是一种纯黑色 而他们的女性都非常的白 那种纯白色 还有眼睛 他们眼睛是很漂亮的成品形状的三同结构 而头发不会是白色黑色金色这些 男性是蓝色的头发 女性则是红色 火红火红的 还有吗 那种位于两种体型中间的呢 叶忠明又追了一句 这些生命只是这样 那么其实已经和人类类似了 难道他们和人类是同种同源 否则宇宙浩瀚 生命形式必定多种多样 怎么就偏偏如此像人类 三米多高的那些 我已经非不清楚他们的性别了 他们的数量很少 我还记得有些模糊 其他的 就是这种生命无论高矮 作战的时候都非常勇猛 身上会出现一些纹路 这些纹路颜色不同 我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但挺漂亮的 还有 他们还可以变身 具体变成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李强把他所能想起来的都说了 他不知道这些对叶忠明有什么帮助 但这种事情说出来就轻松多了 他自知没有力量去解开关于这些生命的秘密 解开关于外太空那些飞船的秘密 那就交给更有可能完成的人吧 这也算是卸去了身上的压力 叶忠明点点头 虽说现在地球人类经过了轮盘的改造之后 有些时候已经和传统的人类大不相同 但大多数还是能够保持人类的基本形态的 这些很有用处 至少让我们了解了一些天上的那些家伙 再有什么想起来的 随时告诉我 李强点点头 这种事情他不会随便说 轻松秘密 也是要分对象的 很显然叶忠明是个很好的对象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李强的伤势已经完全好了 有刚刚进化 正是想要尽力表现的时候 去几个冒险的 取一些东西 叶忠明捏了捏下巴 他现在知道 自己手中的掌握的一些消息同直是都没有 否则以五还钱的实力 这样的便宜应该不会给自己 之前透露给五还钱的那些信息 也是叶忠明的一种试探 四个人休整了一下 就出发去了资源点 虽然高等区的冒险的都很险恶 但因为提前知道了资料 叶忠明等人的实力又强 算是有惊无险的达到了大部分的目的 有一些资源点被人节足先登了 毕竟高等区已经开放了不短的时间 其他大势力也不是吃素的 一些资源点已经被人家攻破在意料之中 叶忠明想要奖励 只能去和人家商量购买 这些倒是可以交给那些外面 专门做这门生意的人 还有两个地方虽然没有被攻破 但也被破开了大半 叶忠明等人赶去的时候 如果想要参与 那么就必然要和人家发生冲突 但又没开空间特例 人数也没有人家多 想要拦住他们四个人还是很轻松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奖励也只能放掉 好在有皇族工会的帮忙 和其中的一个势力直接商量好了购买过来 当场钱货两清 至于另外一个 那个势力不打算让 五还钱也不好相逼 叶忠明也就干脆放弃了 好在不是什么关键奖励 把求购的信息挂出去 叶忠明基本上算是完成了 自己在名水界的事情 剩下的就是帮助皇族了 没想到 第一个地方 就让叶忠明都觉得有些棘手 冷风吹着 如同从亘古而来 在百窟沼泽中肆虐 让这个本没有真实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冒险的 披上了一层阴冷的外衣 但这些冷风却没有吹散这里的雾气 天地由此相连 好像没有天 又好像全都是天 无数从沼泽中突兀树起的半人高毛二形洞口 毫无规律地排列着 仿佛一张张责任二式的巨口 你到底行不行 我们被卡在这里 已经好几十个小时了 一次次的失败 难道等冰水界关闭我吗 还留在这里 一个男人竖着眉毛 对着坐在一处幽深洞口前 调休休养的红发女人大为不满 声色严厉地呵斥着 这个女人身上披着一块毯子 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那火红色的头发上 带着一层白色的冰霜 整个人正在冒着水汽 那是那些冰霜融化蒸发的效果 在这个红发女子身边 站着另外一个身体高挑恶懦有致的女人 听到这个男人如此说 抱着双臂反驳道 张忠正 说话客气点 甘蓝她已经进去了 多少次你不是不清楚 每一次都是冒死的 就算没有成功 那也不是因为她没有尽力 而是太困难 说话的女人越说越气 继续道 如果你觉得她不行 那你就派人去啊 或者你自己亲自下去 在这里怨她有什么意思 我们那男不行 你们反抗驱行 行了吧 这两个女人 正是在临海鬼城的时候 和叶忠明有着一面之园的甘蓝和美娜 那两个在末世之前就认识 末世之后 樊木又同被困在临海的女人 终于放弃了之前的隔阂 真正重新和好 一起组建了用两个人的名字命名的战队 纳蓝 因为有了之前叶忠明的 对他们在药剂方面的帮助 加上两个人本来就是战队的老大 基础打得不错 所以 全新的战队成立之后 发展非常的顺利 甚至于因为 有着优秀的底子 他们甚至还进入了中国区的综合实力榜单 虽然排在尾段 但也相当不错了 不过 纳蓝的优点是整体实力平均 缺点是单独战力不拔尖 一次名水盛宴 他们也接到了邀请 并且还是特别邀请 这种特别邀请就是 专门为了某一个冒险的准备的 利用被邀请人的一些特性 来进行资源点的功课 这些资源点皇族工会都单独研究过 并且拿出了精确的解决方案 纳蓝之所以被邀请 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是甘蓝的频率洞察职业 非常适合百库沼泽 甚至适合度 在皇族工会看起来非常高 因此受到的待遇都非同寻常 当叶忠明等人 坐破渔船去向民水界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豪华游艇上 喝着美酒擦肩而过了 只是 到了百库沼泽之后 事情却远没有预料到的那么简单 甘蓝的职业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 当初叶忠明就说过 频率洞察这个辅助职业 对于任何事物 都有着极强的敏感性 还可以为拥有者 提供掩盖行藏方面的能力 是非常适合作为刺客的职业 是默示为数不多价值 极高的辅助职业 甘蓝能够拥有 运气不错 可偏偏他的主职业是火系的 魂火燃者 一种和火焰精灵 是类似的纯火属性职业 可又不同于火焰精灵 使可以变身 魂火燃者身体里 几乎每时每刻都澎湃着火系能量 让他非常容易被察觉 主职业和副职业 非但没有相辅相成 反而互相冲突 现在的情况 就是因为这种冲突造成的 面对这位叫做张忠正的年轻人 无情的呵斥 脾气比美娜火爆得多的甘蓝 出乎意料的没有反驳 红发的冰霜和微微抖动的身体 仿佛把他吵架的戾气 都吸得一干二净似的 美娜看了一眼自己的好朋友 眼中闪过 感同身受的丝丝悲凉 虽然纳兰战队看似繁华似锦 但是由于没有突出的个人战力 加上为守者是两个女人 还是漂亮女人 发展到一段时间之后 就遇到了瓶颈 莫世元比和平时期黑暗 以前 如果是两个漂亮的让人看到 就会竖旗的女人开了一家公司 至少还有法律的保护 给心有不轨的人以震慑 但莫世没有了规矩 两个漂亮女人这么有钱 拥有一只可以排进 国区排行榜的战队 手里连枪都没有只有一把刀 个人实力不突出 这对某些势力而言 无疑就是一块肥肉啊 弄得好了 人才两的 还是倒贴前的双飞 这般情况下 如何能够抵挡那些 豺狼野兽的觊觎 这些豺狼野兽之中 就有这位张忠正所代表的势力 或者说 他父亲代表的势力 反抗季区 美娜和甘兰两个人 来到这里之前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很清楚 危机正在慢慢接近 不知道哪一天就会降临 到时候 他们的选择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是死亡 另外一种 成为别人的玩物和工具 对于他们来说 自然不会甘心 五环钱的邀请 给了他们一线希望 只要做好的这次的事情 五环钱答应的报酬 是一瓶六星进化药剂 虽然在目前来看 一个六星进化者 已经是最顶尖的那一小批人了 可毕竟超级势力的老大们 已经纷纷进入了七星级别 国区排行榜上的那些 加上漏掉的 怎么也有数十人 但这个数字 不会是大号双位数 即便是五环钱 或者反抗区这样 前十的超级势力 也就是 只有几个人是七星进化者而已 平均到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上 一省之地 有两个人就不错了 只要有六星的级别 即便是面对张和泰的威逼 他们也有了一点底气 最重要的是 只有达到了六星 他们就可以快速地去挑战 同级别的变异生命 迅速让另外一个人 也成为六星进化者 两个六星的话 自保就应该无余了 可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本来认为既然五环钱认定 他们可以解决问题 那么就不会出现岔头 谁想到来了之后 才发现 频率洞察的确有用 却被这魂火燃者的职业破坏得干干净净 说起来 百窟沼泽很特别 这里的资源点 全在一个个的猫耳朵里 可是这片面积庞大的沼泽里 这种猫耳朵洞口有多少 皇族工会统计之后 发现一共超过了两千个 并且资源点的信息 可不如夜中明知道的详细 他们需要一个个的进去探查 但是到了百窟沼泽 这种级别的冒险地 里面的危险 可就不是中级区那边可比了 五环钱派人探查 也需要一次性排出一对 至少十人的五星进化者队伍 其中还得有一个六星的维和星 否则就需要几位职士亲自下去 仅仅是一个冒险的 五环钱啊有这般的经历 所以探查了几个之后 归纳总结 大概猜测这里的危险都是什么 应该如何解开 之后尚会讨论 最后制定了方案 根据方案 邀请相对应的进化者 这就是五环钱的特别邀请 甘兰和美娜觉得 五环钱既然邀请他们相助 就是认定了他们会有一定把握 其实呢 五环钱只是根据手中的资料 得到的最佳方案来选定了 他们认为合适的人 职业成功率 他们自己都不敢保证 至于为什么提前就答应了一瓶 六星进化药剂的报酬 那是因为能够进入 有特别邀请势力 参与的冒险地的势力 是要额外花费门票钱的 也就是说 付给特别邀请势力的报酬 是大家共同承受 五环钱自然不会过于吝啬 毕竟是拼命的事情 至于最后的奖励谁能够得到 大家可以商量 要么有人出钱买下来 这个钱均分给出过利的其他势力 要么各凭本事 谁抢倒算谁的 这样做自然有隐患 可现在在外面生存 哪一天不是这样 这里的争强 不会伤及性命 已经是万般轻松了 看似不公平 并且漏洞百出的协议 却让每个势力都同意了 除了各自都有信心之外 实在也是现在就是这么个规则 末世 终究是和以前不一样的 但有一点要清楚 这些势力 虽然对于冒险的最后的利益分配可以商量 可这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而这些可以付出门票的势力 都是些什么组织 那都是至少排名国区前20的 知道这种有特别邀请势力 参与的冒险低的奖励都是顶级的 所以才过来的 打个比方 就如同有个互联网的大佬 有了一个新项目 但这个项目 有着许多的技术壁垒需要解决 于是发出了邀请 全世界的同行 大佬们 齐聚一堂 一起吵吵闹闹商量如何解决 然后如何分配这个项目带来的利润 人家这是有钱一起赚 这并不难理解 大家谈判的时候会针锋相对 但地位身份都在这 吵完也就算了 都会占到便宜 无非就是 谁占的多一点 他们并不会太在意 毕竟下一次或许又反了过来 别人多占了便宜 可对于特别邀请的势力 就不同了 他们的身份是被人请来帮忙的 大家一起给报酬 依然用这个做比喻 这个势力 就是掌握了这个项目中 某个关键点解决方法的公司 或许有特色 但和这帮行业巨无霸比起来 那就不够看了 大佬们不再给他们一点报酬 来换取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纳兰战队的角色 就是这个 但现在的情况却是 纳兰战队这个被特别邀请来的势力 并没有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 也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疑相当于得罪了其他的大佬 报酬肯定是拿不到了 报酬没了 进化成为六星进化者的希望 自然破灭 那么等待着甘兰和美娜的 又是什么 张忠正的话虽然难听 却说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或许内心中 还带着几分幸灾乐祸 那是和G区 最近一年之内的扩张有关 他们连同未反抗区的S区 都不想放过 更何况一个纳兰战队 或许对于其他 参与这里冒险的势力来说 纳兰的无用 让他们只有单纯的不高兴 可是对于张忠正来说 就无所谓了 甚至暗地里 还会更加高兴 可是 美娜明知道她会这么想 却无法说出来 这是没有证据的 说出来 别人也不会相信 就算相信了 又能如何 末世可没有什么公平正义 如果让别人知道 或许也有兴趣 对他们虎视眈眈 看到张忠正的冷笑 美娜觉得 这次回去 是时候要放弃基地了 惹不起 只能开始躲了 只是 去往陌生的地方 就要放弃熟悉的地形 和周边环境 去面对未知的危险 去和其他势力争夺地盘 去重新寻找猎场 一切 又变得 未知和茫然起来 甚至现在的这些手下 都面临着弃 他们而去的风险 美娜浮起甘蓝 看了这些人 一眼就打算离开 但这个时候 一些声音 从浓雾后面传来 听起来有不少人 正在向着这边走来 对于不断有全新势力到来 这些人并不惊讶 只是当他们看到 来的人时 就有些微微动容 来的人数倒不是太多 几百人的样子 但是他们却看到了 两位五环前的直士 同直士和水直士 正陪在一个年轻人身边 五环前虽然把自己 排在了国区第十的位置 但谁不知道那是谦虚 是不想过于引人注意 他们的真实实力 大家都觉得 应该在前五 而名水界 作为他们的主场 更是让五环前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通常来说 大家尽量避开 和他们进入同一个冒险地 无他 人家太了解这里 你和主人竞争 天然就会吃些亏 这些势力 在外面都是轮盘老大我老二的主 又岂能容忍这种事情 就算是这种 有特别邀请势力所在的冒险的 五环前最多也就是一个直士过来 现在一下子过来两个 这 不少人就有些别的想法了 难道这里 真的有什么 连五环前都动心不已 要出动两位直士的奖励 心中虽然不愿意 但面子上还要过得去 毕竟 名水界是五环前的名水界 包括张忠正在内 不少势力的首领都迎了过去 和两位直士打着招呼 本来打算离开的美娜和甘蓝两个人 原本并不想参与进去了 弄不好还要被人逼着当炮灰 但离开前的一眼 却让他们再也走不动了 他们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介绍一下吧 云顶山庄的叶忠明叶先生 同志是笑着 冲叶忠明抬了抬手 算是给大家说明了身份 现在末世开始还不到三年 很多称呼 还有着和平时期的惯性 比如先生小姐 帅哥美女之类的 但到了五年之后 队长 团长 执事 会长 首领甚至以前听起来 有些搞笑和逗逼的 王阿圣阿皇阿之类的称呼 便会成为主流 同志是虽然说的没有特别详细 但因为有国区排行榜在 云顶 叶忠明 五个字一出 大家自然知道 是谁 不少人因此露出了各异的表情 有些人是惊讶 毕竟这是一个综合实力 排在国区第六的超级势力首领 个人战力同样进入了前十 有些人则是想得更多 觉得这么一个牛人进入这里 明显是爱抢饭碗的呀 对于奖励的分配 无疑增添了几分变数 自然 还有两个势力的人心思 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一个自然是张中正了 他们反抗区综合实力国区第一 但在叶忠明面前 他们可没有多少底气 之前C区T区发生的事情 别人知道的可能含混一些 但他可很清楚 知道当时云顶山庄在里面发挥的作用 虽然 几位广不可能 把土之精灵特殊轮盘空间里 发生的事情昭告天下 但他怎么去的又是怎么回来的 是不可能瞒得住的 以张和泰对这位同伴的了解 就算没全部猜出来 也能想到的大概 自然意识到了云顶山庄 和叶忠明在里面发挥的作用 并且因为反抗区信息 更加准确和快速 对云顶的了解远比外人深刻 看到叶忠明 张和正有点心慌 虽然只有一点 但这种感觉还是清晰的 让他自己捕捉到了 毕竟 严格说起来 叶忠明是和他老爹 一个层次的成员 他还差了点 哪怕他因为他互独自的老爹 也成为了七星进化者 进入了国区排行榜 也一样 末世之后 什么关系都变得不稳定 唯一比较靠谱的 大概就是最最直系的 血缘关系了 也就是父子母子 这种直接繁衍关系 这自然不是绝对的 比如在云顶 叶忠明和几个女人 和那些手下 和刘正洪乐大远等等 他们的关系也很牢靠 却不是这种繁衍关系 还比如一些人 冷血无情 即便是亲生父母 或者亲生子女 必要的时候 也是可以牺牲掉的 另外一个 自然是在后面 已经无人理会的 甘兰和美娜了 他们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故人 在面对反抗区吞并威胁时 两个女人 不是没想过去找叶忠明 当时他们 已经知道了云顶那份 让人垂涎的悬赏 但一来 他们已经有了成熟的根据地 并不愿意轻易地舍弃 二来 他们也并不觉得 叶忠明和他的云顶山庄 有义务帮助自己 去了那里 无非就是出了虎穴 又入狼屋而已 三就是云顶和反抗区之间 他们认为 前者即便是真心想要帮忙 面对后者也是无能为力的 于是求助的念头闪过 也就仅仅是闪过罢了 可现在不同了 叶忠明 亲自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并且还有两位五环前 只是亲自陪着 这可是连张忠正都没享受到的待遇 虽然张忠正不是反抗区分区的老大 但他老子是 身份也不低 他没享受的待遇 而叶忠明享受到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 叶忠明就算不如张和泰 那也应该差不多 对于一个溺水的人来说 飘过的每一块木板都是生命 叶忠明的出现 对于已经快要淹死的美娜 和甘蓝来说 那就是一块木板 不 至少是木船 把张忠正几个人 又给叶忠明介绍了一下 叶忠明倒是颇为意外 没想到 竟然碰到了反抗区的人 叶忠明还以为 这些高傲的家伙们 会自己单独霸占一个冒险地呢 这里叫做百窟沼泽 叶先生也看到了 这一个个通道下面连着的 就是资源点 里面都连通着一条寒冰走廊 温度极低 并且在走廊的两侧 有着不知道多少 可以喷涂冰雾的孔洞 哪怕是我们下去 低温也会造成相当的威胁 虽然没有具体尝试过 但我估计 就算是七星进化者 也不可能在里面待太久 同知是 压根就没打算 把美娜和甘兰介绍给叶忠明 他自然知道这个 特别邀请来的势力 并没有完成自己所托 那么就是没有价值了 既然这样 纳兰这样的小组织 如何能够进入他的法眼 能够把他们排进国区排行榜里 多少有些为他们提升身份 来给五环钱 这次名水盛宴增光的意思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这次被特别邀请来的势力 大半都被排进了榜单之中 叶忠明自然也看到了美娜和甘兰 只是同知是没介绍 而是直接说起了事情 他也不好打断 这两个女人对于他 还没有熟悉到 可以去打断同知识的地步 当时叶忠明的确看好甘兰的副职业 还给出了以后 可以去云顶找他的承诺 但也只是因为 先知先觉的因素觉得 频率洞察这个职业很有用 倒不是真的有多看好良女 否则当时就会留下了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面对非云顶之人 叶忠明一向是利益为先 现在的情况 很明显五环钱更 可以给他带来好处 而不是这两个 看起来可怜巴巴的女人 难点在哪 叶忠明是来帮忙的 他需要知道自己做什么 同知识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和那些 一直在这里冒险的势力 谈了谈之后才到 这条寒冰走廊是第一个难点 里面有一种 在冰屋的小虫子 非常难以防范 它们很小 蚊子大小 可咬合力非常强 专门寻找防护装备外 露出的皮肤下口 至少目前还没有 进化者的皮肤 可以阻挡它们的牙齿 虽然不会造成直接的伤害 可是会迅速 吸走人体的热量 之前探查这里的时候 最大的损失 就是因为它们 听过了同知识的话 夜中鸣鱼光描了一眼 披着毯子的甘蓝 还有那一头 隐约还能看见 冰霜的湿漉漉长发 心中若有所思 除此之外 通过了寒冰走廊 避开了这些冰虫 就会遇到一些冰霜怪 同知识如此说着 脸上的表情很认真 显然他是亲自来过这里的 夜中鸣一边听着 一边回想着 自己得到的信息 里面确实有关于 这里百窟沼泽的 只是毕竟那个人是口述 内容太多 有一些还是省略的 这里说的就不是太详细 但夜中鸣能够记住的是 应该是这里地下 其实是连通的 打开了多少个 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地方 那里才有着非常好的奖励 至于究竟是多少个 那个人提了一句 但夜中鸣给忘了 虽然进化者记忆力很好 但也不是故而不忘 更何况夜中鸣把重点 都用在了自己需要的那些地方 冰霜怪非常多 势力很强 并且 他们继承了冰虫的特点 任何攻击都可以吸收热量 进化者不是打不过他们 可一是 他们能量体的状态很棘手 二是这种吸收热量的攻击方式 让进化者越打越弱 在经过了之前 冰武和冰虫的寒冰走廊考验之后 遇到这些数量齐多的冰霜怪 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 其他人 虽然有的 对于五环前两位职士 加上云顶山庄参与近来有些不满 但听到这些也是感同身受 他们之前都下去体验过 但一个个丢下了不少手下的尸体后 都上来了 下面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是大家的共识 我们之前的想法是 既然不能立敌 就要智取 可以找一些拥有速度职业 或者是可以隐蔽身体之类的职业进化者 来悄然通过寒冰走廊和冰霜怪区 直达最深处 看看那里有什么 不过失败了 夜中明听明白了 同知识这句话说的 应该就是美娜和甘兰他们了 五环前估计不懂魂火燃者和频率 洞察两种主妇职业的冲突 以为可以 一边靠着主职业的热量抵御寒冷 一边靠着频率洞察隐藏身形 怪不得现在甘兰美娜两个人一脸灰败 肯定是下去了吃了亏 就此被人抛弃 面对进入高级冒险区的这些势力 他们两个人的进化等级 的确是不可能得到尊重的 每一个洞口下面都是一样的吗 镜头是什么 夜中明问了句 没想到却让在场的这些人都有些尴尬 同知识轻咳了一声道 至少我们下去过的是这样 每一个洞口下都是长长的寒冰走廊 接着是被无数冰霜怪占据的区域 这个 还真不太清楚 夜中明点点头表示懂吗 说白了 这个冒险的有些特殊 主要的对手是低温和吸取热量的虫子 那些冰雾应该是无穷尽的 元术通过那里要付出极大代价 之后遇到数量极多的冰霜怪就会很无力 怪不得这些势力束手无策呢 之前夜中明进来的时候 看了一眼名牌 这里完成度竟然只有0% 之前他以为这里是尚未开发之地 他在这里完全是陪着开荒 现在看来是因为这里的难度太高 生生卡住了这些大势力 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反抗驱在这里 领头的还是一个张忠正 想来也是对这里抱有幻想 但可有可无 大部队去攻克其他地方了 这里就是占个位置 同志士 水之士 你们这样 有点不好吧 夜中明眯着眼睛 语气转冷 皇族的两位直视立刻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他们知道夜中明是什么意思 这里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一点进度 自然是有这里的确困难的原因 但如果真要拼了命豁出去损失 其实也是能够打一打的 五还钱自己不行 但这么多势力 总想罢 可是他们呢 除了让甘兰和美娜去当炮灰外 什么都没做 他们珍惜自己的人员 不愿意死在这里 可让夜中明来这里帮忙 什么意思 虽然这是一种看重 他们估计也会陪着夜中明下去 但是这可是机会 一个趁机抬高价码的机会 叶先生 我们会跟着你下去 跟着有用 夜中明直接粗暴打断了同志士的解释 全然没有刚才甘兰被忽视时候的耐心 声音都提高了几度道 你们帮我的时候 去的是哪里 面对的战斗是什么 可有很大的损失 谁冲在最前面 两位只是很清楚 虽然是帮我的忙 但就是帮忙而已 主战的还是我的人 怎么 到了我帮你们的时候 就要去下去送死了 我现在非常怀疑 你们五还钱的诚意 难道之前我们商定好的事情都是放屁 不算数了 有的时候 泰文雅不好 需要用一些粗俗点的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样才和会哭的孩子一样有奶吃 而且 面对同志士和水志士 这两个人 一个不男不女的 一个是大美女 都是那种干干净净的类型 外表近乎完美 这样的喝骂 让夜中明心中非常过瘾 两位直士 显然不愿意 看到夜中明情急之下 把双方的合作细节说出来 赶紧把夜中明拉到了一边 先是强调了一下 大家之前说好了之类的话 看到夜中明压根不理会 才开始许诺一些好处 并且不断地加价 想要让夜中明满意 其他的势力一看 这云顶山庄就这么厉害 让五环钱都要哄着 他们自然不知道 双方已经是合作关系 五环钱并不是害怕夜中明 不去这里冒险 是害怕影响到双方的合作 这里的奖励 我拥有优先权 无论是什么 只要我想要 就要归我 但我会按照价值 分出三成给你们其余的人 夜中明的这个提议一说 不仅五环钱不乐意 其他所有人都不乐意 开始对着夜中明喷口水 连一边看热闹的美娜和甘蓝 都觉得夜中明是狮子大开口 可夜中明就是冷笑地站着 等到这些人声音渐停财 继续带着不懈的表情道 你们之中的三成 也要分出一成来 给他们 说着 一指那边早就被遗忘的纳蓝战队 本来的三成 也要分出一成来给他们 这话一说出来 已经爱着面子 不再嘲嚷的这些势力 又开始叫了起来 如果不是这里不能动手 估计就要用武力威胁了 就连同直视和水直视 两位的脸上都不太好看 觉得夜中明有点 恃宠娇的意思 这个词或许并不准确 但给两位五环钱巨头的感觉就是这样 在他们看来 夜中明多少有些 依仗着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开始漫天要价 狮子大张口也没有这样的 想太多了吧 好事都让你站了 我们吃点残羹冷制 这幸亏云顶山庄 只是国区第六 这要是进了前五或者前三 估计得 让我们滚出这里吧 张忠正虽然对夜中明在心中 有些忌惮 但是现在这种时候 却并不介意 让群情更加激愤一些 反正得罪人的是云顶山庄 又不是他 如果因此能够 让大家对云顶的印象都不好 那就是意外之喜了 夜老大 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很过分吗 你被两位知识带来 我们不说什么 反正这里本来 也没有什么完成度 大家一起做就是了 可你张开闭口的 要多少好处 这话说得太大了 这样可不好 不仅 你自己要七成 还要给这两个女人一成 就算怜香惜玉 也没有这样的 夜老大 要是真看上这两个妞 出去谈谈价钱就是了 用我们的东西来泡妞 亏你想得出来 或许 看夜老大长得帅 这两个妞不要钱呢 这些人对夜中明 还有些顾忌 只是表达着不满 不敢太过分 但是涉及到美娜 和甘蓝两个人 那就不客气了 说什么都有 并且大多话语当中 全是不敬 如果真要仔细听 还能听出 这些人利用这两个女人 对夜中明隐隐的挑衅 他们的意思 其实也很明显 不能明面上 把夜中明如何 但是气气你总行吧 这也是算是一种 变相的报复 叶先生 这样吧 我们重新商议一下 制定的方案出来 之后 按照各自的贡献比 来分配奖励 有得不到的 大家按照所得出钱 如何 水执事开口 缓和气氛 提出了个 更加公平的办法 由他代表着 五环钱压着 基本上 只要夜中明点头 就不会通不过 但夜中明却摇头了 这让一直对 云顶山庄 非常友善的水执事 也皱起了眉头 你这家伙 没等张中正说完 夜中明目光 便移到了他的身上 凌冽的杀气 毫不掩饰地照了过去 让这个年纪 比夜中明还小的人 立刻说不下去话了 只有我和他们下去 白给你们两成还怎么样 难道一分钱不给你们 真的把这里 霸占了就是你们希望的 啊 夜中明这话一出 把这里的其他人 都给弄得呆住了 自己下去 不需要我们 这里可是百窟沼泽 不说是最危险的冒险地吧 但也绝对是 最棘手和复杂的地方 这些多势力 大多尝试了 一下就上来了 这么多人 还都是大势力的强者 别说单独下去 就是大家一起下去 都没有下定决心 现在 竟然有人说自己下去 这种冲击开始 是让人震动的 接着就是不相信 无论任何时候 人们总是 本能地从自己的角度去 做出判断 自己认为可以的事情 就觉得简单 别人做不到 就觉得人家笨 而反过来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别人却做到了 第一反应 也不会是敬佩 而是质疑 要真正确认之后 才会承认彼此之间的差距 这些人 就是这样 听到夜中明说 不需要被人帮忙 惊诧过后 立刻就觉得 这个人在吹大气 当然 也有个别生性多疑的人 会恶意地猜想 这会不会是云顶山庄 和五环前彼此之间 做的局 叶先生 你 同志是抱着双臂开口 却突然不知道怎么说 诸多念头 在心中转了转 想了下才到 如果你想出了解决办法 我们一起 下去就是 如果成功了 你肯定是功劳最大的人 奖励自然是你拿大头 这样也可以防止意外的发生 遇到困难 大家一起解决 总比云顶 自己解决强 其他人一听纷纷点头 大家都懂了 也反应了过来 是啊 既然叶忠明这么说了 除非他疯了 否则应该想到了 办法来解决这里的问题 既然这样 肯定不能放任他自己干啊 那样好处就得不到了 跟着他 给他打打下手 之后分配奖励的时候 就能多得一些 这才是王道 果然 还是生意人想得多 反应快 叶忠明却仿佛不给面子的 再次摇头 对同志是道 不是我们下去 而是只有我和这个 红头发的女人一起下去 两个人 两个人 不少人都下意识地低声喊了出来 下面的危险程度 他们都知道 虽然甘蓝一个人 下去了不少次 可是基本上通过寒冰 走廊的次数都少 遇到冰霜怪压根就没办法 他再次下去 基本也是这个程度 就算加上一个 七星进化者的叶忠明 就能闯过冰霜怪那里 进入未知的深处 这里 又不是没有七星进化者 所以大家对这话真不相信 叶先生 你是不是 再考虑一下 水只是给了一个转环的余地 不需要 只有我们两个 下去就够了 你们在上面等着 这里得到的奖励 都会显示在名牌上 也不怕我摊了 到时候我让出两成给大家 就算是你们这么久的 辛苦钱了 说完 目光扫了一圈 缓声问 怎么样 都同意吗 都同意 我们就这么做 不同意 声音拉长 貌似在考虑 不同意又如何 张忠正沉不住气 问了出来 叶忠明等的 就是有人这么说 立刻接到 不同意 那就我自己做 你们什么都拿不到 那两成 就给两位直视吧 轻巧的一句话 就把五环钱 给拉到了自己这边 并且给了这些人 两个选择 要么等着 之后一起分两成的奖励 要么还是等着 什么都分不到 同时 这些人也明白了一件事情 只要作为地主的 五环钱同意了 他们同意与否 人家还真不在意 这种情况下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虽然心有不甘 但能够不劳而获得到 一点东西 也算是没白来了 于是 叶忠明冲着甘蓝 勾勾手指 在这个女人 正正的眼神中 直接抱起她 跳进了最近的 一个猫耳洞中 没有寒风呼啸 没有风雪遮天 有的 只是那种 深入骨子里的寒意 这是叶忠明 落下之后的第一感觉 哪怕以她现在的实力 面对这种寒冷 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感受到了怀里 微微的挣扎 叶忠明才松了松手臂 甘蓝到现在 头都是晕的 之前这几十个小时 她付出了多少 谁都不知道 甚至连她现在的 好姐妹美娜 都不清楚 美娜只看到了 她体力和精神力的消耗 只看到了 她身上的一道道伤口 却没看到她的坚持 猫耳洞里的寒冷 没有经历过的人 是永远也不会清楚的 这里的寒冷 仿佛能够直接 冻结你的灵魂 让你的身体麻木 思维僵硬 在麻痹之中 承受无穷的痛楚 哪怕最后返回了地面 依然有千万把小刀子似的 在不断地搁着身体的 每一寸肌肤 甘蓝身体的抖动 不仅仅因为寒冷 还因为这种痛苦 她想起了一个 以前只在小说 和电视之中看到的词 寒毒 她觉得只要在这里待过 那就会中这种毒素 虽然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消退 但在恢复之前 依然要无时无刻地 受到这种痛苦的侵袭 可她只能忍耐着 她很想和美娜倾诉 但她知道 除了让自己的好朋友 担心之外 没有任何作用 她一次次地 下到这里来 并不是甘蓝觉得能够成功 而是她不想让 失败来的那般容易 她想拼命 以求运气的眷顾 能够让她找到 解决这里问题的方法 这和拜佛性 上帝是一样的 是人在没有任何办法之后 寻求的一种 来自心底的慰解 还有保留一份 希望奢求奇迹的发生 只是事实的残酷 击碎了甘蓝的一切幻想 她知道 哪怕她下来再多次 哪怕她把那蓝战队的 一切都搭进来 也依然于事无补 不行就是不行 叶忠明的出现 的确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 只是这种希望 就如同之前一样渺茫 人家仿佛不认识她一样 没有任何表示 甚至当那些人 在语言上侮辱他们的时候 那个男人 也仿佛没听见一样 这可不是想要帮忙的表现 所以当叶忠明 最后抱着她跳下来的时候 甘蓝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熟悉的寒冷清蹄的时候 她才算活了过来 我答应你了吗 你为什么带我下来 你们这些大佬们 是不是 从来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 我们这些人 是不是就应该是 你们手中的玩物 甘蓝突然爆发 疯了似的推开了叶忠明 因为激动 头发已经完全劈散开来 劈着的毯子也掉在了地上 露出里面 一件绿色级别的战甲 只是现在上面 布满了列文 大大小小的足有十几处 想来 要不了多久 这件装备 就废掉了 绿色级别的装备 在现在绝对算是好东西 对于纳蓝这种战队来说 估计不是唯一一件 也差不多 这种爆发 有些歇斯底里的味道 这是一种绝望中的放弃 甘蓝虽然听到了 叶忠明说分 他们一成奖励的话 可他也不是几岁的小孩子 人家 说什么就信什么 在他看来 无非也就是叶忠明 用这种办法 来让他自己的所得 更多一分 即便是别人都答应了 他也会把纳蓝的份额 占为己有 不经过他的 允许把他带下来 更是印证了他的猜测 他都能想象的 到叶忠明 要用什么办法 他会让甘蓝死在这里 之后再让美娜和其他人 也死在这里 之后 完成了探险之后 就会顺理成章地黑掉 这一成奖励 既然早晚要死 那就痛痛快快地死吧 能够把国区第十的 大高手骂一顿 也算是没白来 这个世界一回 吼叫完的甘蓝在心中如此 自嘲嘲响着 叶忠明 有些冷漠地看了甘蓝眼 手掌一翻 里面出现两瓶药水 喝掉 然后把战甲脱下来 甘蓝张着嘴 一只手抬起来指着叶忠明 脸色已经胀红 连周围的寒冷 都没有驱散这股愤怒 你 你要在这里 叶忠明正了一下 然后吃了声 在外面就可以 外面也不行 甘蓝表情都有些扭曲了 他无法理解 叶忠明的想法 本来因为上一次 见面积累的好感完全消失 想多了 叶忠明 目光早已经越过了甘蓝 看向了前面一片冰天雪地 视野之内 是一条上下左右 全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的长廊 至少在这里 是看不见镜头的 应该并不笔直 在墙壁还有头顶 甚至地面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孔洞 小的只有手指粗细 大的 足有脸盆大小 孔洞之上 萦绕着浅蓝色的雾气 呼吸一样 微微起伏 仿佛在告诉人们 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爆发 洞口处 有两米左右 没有被冰封的空闭 仿佛为专门进入探险的 人们留下的落脚点 赶紧喝掉 别逼着 我给你灌下去 我时间很紧迫 叶忠明把药剂扔给了甘蓝 女人手忙脚乱地接着 试管握在手中 她的理智才逐渐回来 发现这两个药剂 都是恢复药 一个是治疗药剂 一个是精神力恢复药剂 虽然都是初级 但在现在也足够珍贵 没人会使用这种顺服的东西 甘蓝这才发现 人家如果真的想要做什么 貌似不需要给他药剂 除非这家伙 有什么特殊癖好 你 你究竟想要干嘛 甘蓝拿着药剂 虽然冷静了下来 但依然面带狐疑地问 对于这个女人 叶忠明终于失去了耐心 身体一动就到了她的面前 双手微微一挫 甘蓝就发现自己失去了 对身体的控制 等到她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她已经被人家横在了膝盖上 身上感觉紧了紧后 战甲就直接被扒了下来 甘蓝不可控制地尖叫了一声 寒冰走廊里的那些多孔洞 因此产生了噴Eddie社 一片冰雾弥散在了长廊里 仿佛刚才脱掉女人衣服的人 不是自己似的 叶忠明看到长廊里的情况 直接扔掉女人 饶有兴趣地走进了冰雾一些 伸手去触碰了一下 感觉了几秒后才缩回了手 之后看向了手指 很认真 仿佛在看美女似的 身后 一个星号星号的美女 正护着前胸 一脸怨愤地看着男人的后背 你让我下来就是做这些 蹲在地上 尽量掩饰自己露出的风光 甘蓝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 问对面正在忙碌的男人 叶忠明正在修复甘蓝的那件战甲 修复东西和重新制造不同 这算是一个工匠 需要自己摸索的方向 制造东西的时候 需要职业技能 需要图纸 有着相对严格的规范规则 但修复东西不同 他更加考验一个工匠 对装备的了解 对材料的了解 还有职业的熟练度 比如修复一件 以水属性为主的装备 就不能加入火属性的材料 还要挑减其他利于融合的东西 更要掌握好 加入材料的融入时机等等 总之 修复装备 对于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能的工匠来说 还算省力 难点就是需要 参透修复装备的特性 这点有些时候 很浪费时间 而对于普通的工匠 那就更加费力了 基本上是修不好的 所以 无论是哪个工匠 只要条件允许 他们都是宁愿重新做一件装备 也不愿搞修理的 叶忠明之前也是这个想法 可是他抱着甘蓝下来的时候 随意探查了一下这件装备 发现竟然颇为符合他的要求 于是他改变了心意 决定给他修理一下 要不你以为 抬眼看了一下对面瑟瑟发抖的女人 先停了一下 从空间里 拿出了一对红色的手环扔了过去 这是两件魂器 之前叶忠明练手时制造的 功能并不太强 但却可以持续散发火属性的能量 只要不激活其中的能力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当作温和的热源来用 咦 好东西 甘蓝之前濒临崩溃 但现在已经好多了 特别是知道了让他做什么之后 心情颇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把手环戴上 身体立刻温暖了不少 周围的寒气也被阻挡了大半 至少在入口处这里 已经可以勉强不再承受刺骨的寒意 不过 甘蓝突然意识到 叶忠明和他说话的态度 带着不经意的轻蔑 我知道我实力不强 但你也是需要我的不是吗 不要摆出这种 我可有可无的态度好吗 叶忠明让甘蓝做的 就是他之前怎么进来这里 现在依然怎么去做 算是个向导 给叶忠明带带路 在甘蓝看来 这就是他的价值 你 叶忠明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虽然不能说可有可无 毕竟你可以给我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但没有你 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甘蓝张着嘴巴愣了半天 看着这个 专注于自己战甲的男人 有点冲过去 在他那张秀奇的脸上 咬上一口的冲动 相比于故意 这种实话实说式的轻视 更加让人感到郁闷 别吹大话 为了我 你可以付出了一成的报酬 我如果真的那么可有可无 你会这么做 听到甘蓝的这句话 叶忠明倒是颇为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能够想到这些 证明甘蓝至少不是一个 凶AT大无脑的女人 说起这个 叶忠明忍不住瞄了一眼 他虽然抱得很紧 但依然不能完全掩饰住的某个部位 心说那里确实大 这个词的前两个字 用在他身上也的确合适 大概除了夏蕾和蜜芽 至少叶忠明见过的女人 无人是甘蓝的对手 你说的有道理 我也可以直接告诉你原因 叶忠明不知道在甘蓝的战甲上 加入了什么材料 手中灼炎战技出现 几乎瞬间融化了材料之后 加入了进去 本来被他用另外一种材料液 弥补的战甲口子 同时发出了一阵微光 闪闪地修复着破损的地方 这让甘蓝看得凑近了不少 他发现 这个男人身边很暖和 于是又近了两步 谨慎 叶忠明盯着战甲 双手不停 谨慎一些 用一程所得换取更进一步的安全 总比什么都舍不得 最后因为意外死在这里墙 甘蓝沉默了一会 嘟囔了一句 原来也是个怕死鬼 叶忠明听到了 但没理会 他从不否认自己怕死 这并没有什么 否认自己不怕死的 也未必就真的不怕死 重生过一次的他深知 人活着才有无限可能 死了 就连毛都没了 片刻之后 这件本来已经快要废掉的战甲 爆发出了最亮的一次光芒 之后 一件和之前几乎完全不同的装备 出现在了叶忠明的手中 这东西 真的被叶忠明改造的面目全非 可以说 已经是一件全新的装备了 叶忠明看着这件 已经变成了蓝色的女士战甲 微微撇撇嘴 能够提升等级 这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在这件装备之中 叶忠明并没有加入国家特产 更多的适用的储存的材料 以鬼进这种近乎万能的东西 为基础 配合其他材料 加上制造魂器的方法来修复 没想到 在完成的瞬间 竟然突破了等级的限制 成为蓝色的装备 叶忠明在修复这件装备的时候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在其中增加 或者说增强火属性的能力 这件装备之前就是火属性的 想来甘蓝得到 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也是叶忠明 没有顺手扔到的原因 被他修复改良之后 装备这方面的能力更强 这可不是光光能够产生 抵抗这里低温的温度 那么简单 这里也并不仅仅只有低温 还有那些冰虫 那有那些 还没见到的冰霜怪 这些都是这件战甲 将要面临的 叶忠明虽说 只是出于谨慎才让甘蓝下来 这没错 可多一个熟悉的人 至少可以给他打打下手 提个醒于个紧什么的 既然这样 自然要在甘蓝五星进化者的前提下 尽量保证他的安全 于是 这件战甲 除了可以抵御低温 还增加了出色的防御力 叶忠明发现 之前战甲上的那些伤痕 有一些 其实并不是在这里留下的 而这里 留下的那些 应该都是冰霜怪的 杰作 他仔细看过 知道 那种怪物 至少有一种攻击是非常锋利的 切开绿色级别的战甲丝毫不费力气 于是他添加了一些特殊材料 让战甲除了增加防御力外 还多出了良好的韧性 增添防破甲效果 为了应对冰虫 还有冰霜怪 吸收热量的技能 这件战甲 也尽可能地包裹住身体的各个部位 所以 样式是那种高领 过臀 带着护手的样式 几乎接近战群 光是这些 就让叶忠明消耗了大量 可以和战甲本来材质属性相符的材料 可以说是下了大本钱的 而魂器的手法 让战甲拥有了攻击的能力 其中一个叫做 吹火的能力 就是可以消耗精神力 从战甲上放出火焰 去灼烧周围的目标 当然 这个能力释放方式简单 这也是魂器的一个特点 可却对精神力要求甚高 无论是威力 还是持续时间都是如此 在叶忠明看来 甘蓝估计就算使用 目前也无法发挥出这个能力的极限 但终归 这件女士战甲是件好东西 甘蓝在一边早就看晕了 她连得到之前的绿色战甲 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付出了不知道多久的积蓄 现在亲眼看到一个人 在她面前不仅修好了战甲 还直接给升级了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范围 由不得她不惊讶 想起当初 她和美娜的五星进化药剂 就是从这个男人手里得来的 甘蓝终于意识到 面前的这个男人 已经走到了一个 他们无法理解的境地了 穿上 然后熟悉一下 之后我们进去 叶忠明说了一句 就不再管甘蓝 她自然是可以带着照相雪下来的 无论是从境化级别 还是属性相克的角度 照相雪都是比甘蓝更加适合的角色 只是自己的手下 亦没有甘蓝对这里熟悉 二是这里终究是有极大危险的 甘蓝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叶忠明不会如何 可要是照相雪万一折在了这里 叶忠明可要心疼许久的 这就是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的区别 趁着甘蓝那边熟悉战甲 叶忠明再次把没有带着拳套的手 伸到了已经快要消散的冰雾当中 这一次时间比之前要长许多 足有几分钟 看得后面的甘蓝提心吊胆 生怕这位大爷大意之下 被冰虫给冻成人棍 后来看到叶忠明脸色还算正常 甘蓝这才放心 开始专心地体会自己的全新战甲 叶忠明缩回了手 此刻他的手掌 已经凝结出了一层冰霜 仔细看就会发现在这些冰霜之中 有着一个个米粒大小的白色虫子 这就是冰虫 感受着身体里正在缓缓减弱的热量 叶忠明脸上没什么表示 但心中却已经差一万分 这些小东西 竟然真的可以咬破自己的皮肤 并且开始吸取自己的热量 粗略数了一下 现在他手掌上的冰虫大概有数百个 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冰虫 都能够破开叶忠明的皮肤 大概只有其中几十个有这个能力 剩下的那些已经死亡 只是被冻在了冰层之中 叶忠明又感受了一会 之后 手掌开始变红 几秒钟冰层就融化掉 里面的冰虫无论是活着的 还是死了的 都被烧成了灰烬 你也是火属性者 甘蓝看到这一幕 眼睛都瞪圆了 他虽然有着魂火燃褶的主职业 可他除了释放技能之外 并没有把火元素移到体外的能力 更不可能从容地把手掌伸到冰雾之中 数分钟而安然无恙 现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叶忠明敢说 能够得到这里的奖励了 原来他是个强大的火属性职业者 只是甘蓝想要提醒叶忠明一下 在这里 不是火属性者就可以的 就算可以硬扛着通过了寒冰长廊 但是遇到冰霜怪依然是不行的 那东西不仅数量多 战斗力也是极其的强悍 不过他见叶忠明若有所思的样子 还是决定等下过了寒冰长廊再说 叶忠明是在心中 估计自己能够承受的极限 也就是一旦被这些冰虫包围 他能够坚持多久 虽然这种预计并不会太准确 毕竟他不能肯定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冰虫 不能肯定当整个人都进入冰雾当中时 身体全面对抗低温后所产生的反应 但这至少可以给他一个标准 最后的结论竟然是 就算是以普通走步的速度 他也可以顺利地通过这条 让诸多视力弹之色变的通道 就是消耗会大一些 精神力要下降七八分之一的样子 叶忠明想着 把真鸟放了出来 这级的家伙 现在已经进化到了五级 速度之快让叶忠明 都感到头皮发麻 再速度 力量等方面 都远超同等级的进化者 就甘蓝这样的 只要一只真鸟 就能对付 估计连两分钟都用不了 现在拿出来 叶忠明是记得当初刘正宏的话 说这东西有着极强的适应性 但同时精英也不是很稳定 需要尽量地进过各种形式的战斗 让他们熟悉身体才可以 这里的极端环境 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战场 并想让他们锻炼一下 这几个家伙 飞速提高的进化等级 让叶忠明很重视 如果可以再次提升一级 那就等于身边 多了几个六级的大高手 那自身实力 无疑再次增强了一大截 叶忠明很谨慎 先是放出了一只 让他飞进了寒冰长廊一些 再沾染到了一片冰雾之后 就马上叫了回来 这只真鸟不爽地鸣叫了两声 身体一抖 那些冰虫就被甩飞 叶忠明仔细看了一下 只有极少的一些冰虫 咬在了他身上 马上被翅膀和那些 短绒毛扇动摩擦 很快就给清除掉了 并且真鸟表现出了 对于低温良好的抗性 想起这些家伙 本就是秘境的怪物 出生开始每一年 都要经历一次恐怖的寒季 叶忠明也就释然了 他回头问了问甘兰 这女人表示 准备好了 叶忠明让他前面带路 自己则跟在他的身后 至于那些真鸟 先被他留在了原地 甘兰是频率洞察 副职业的进化者 果然有自己的一套 他前进的速度并不慢 身体左右晃动 路线不停变化 竟然可以在 密密麻麻的孔洞之中 找到最佳的路线 这份感知能力 就让叶忠明极其的佩服 叶忠明跟在他身后 两个人在前半段 没有触发任何一个孔洞 安然到达了中段 只是没等他们高兴 甘兰不知道为什么 身体突然晃动了一下 落脚的时候 用力稍大 发出了一点声音 整个寒冰长廊之中 立刻暴躁了起来 无数的孔洞 开始喷发出浓浓的冰雾 甘兰恨得要死 恨的是他自己 他实在是太想 在叶忠明面前 表现一下自己了 性格外热内冷 做事有决断 关键时刻豁得出去 这是甘兰的优点 这样的性格 更容易成为老大 纳兰现在大部分的事情 也确实他说了算 美娜的性格偏近 脸皮也没有甘兰厚 也愿意让自己的好朋友 做他擅长的事情 去领导战队不断地发展 可这并不代表着甘兰就不要强 恰恰相反 他可能远没有美娜坚强 连在上面那些大势力面前 他都不愿意承认失败 更何况在一个 虽然言语上面是他 但却给了他足够好处的男人面前 于是他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在外面 其实并不会太大 无非就是对新装备的不熟悉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极其微小的不适应 平时 这种不适应影响并不大 或者有了经验的进化者 都可以完全避免 只要穿着新装备和同伴练练手 或者找一个凭借实力 可以碾压的变异生命 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但甘兰虽然有了几分钟的熟悉时间 但还是太短了 也不能任凭他完全试斩 可以说 是有些仓促的 于是 他在操作的时候 一个不好 没有控制好 腿部的肌肉和身体的平衡 落脚的时候 发出了一点点声音 寒冰长郎这些空洞 就如同声光两空的灯一样 声音可以触发 挡住了 他们也可以触发 甘兰的这个失误 足以让这里 进入整体喷发的状态 叶忠明和甘兰两个人 算是被打了个偷袭 如果刚开始 就冒着冰雾闯这里 或许还不会手忙脚乱的 因为最坏的情况 也就是这样了 但突然来这一下 别说甘兰了 就是叶忠明也有些准备不足 毕竟刚才他是觉得 可以一直这样安全走过去的 铺天盖地的冰雾 瞬间填满了长廊 里面的无数冰虫 疯狂地涌向了 他们向往的最好食物 热量 一段时间遭到了这样的打击 一下子也不得不全力 激发灼炎战机来抵抗 甘兰更是不堪 除了他第一次进洞 遭到了这样攻击外 他也没有被困在长廊的中段 仿佛他触碰了 这里的孔洞之后 无数的冰虫 就铺满了他防护不到的位置 他感觉身体的温度骤降 下一刻可能就会被冻成冰雕 而第一次 他只距离入口那里机密 马上就跑了回来 而现在却在中间 是冰雾最浓的区域 好在他的全新战甲 给了他足够的保护 不仅防护住了脖子 这样的要害 连手背就保护得很好 加上之前就准备的手套和面罩 一时间能够从缝隙 钻进来的冰虫数量 远没有甘蓝以为的那么多 下意识地 他发动了吹火技能 一团火焰从战甲上喷射了出来 火红的颜色和周围的冰雾 发生了剧烈的反应 蒸腾起了大量的水汽 但是没等挥发出去 就遇到了外面的低温 被冻成了大片大片的冰零 被还未停下的冰雾带到了一边 撞到了墙上之后 发出了清炊的声响碎掉了 两个人都做出了反应 也都很正确 只要挺过了瞬间的不适应 叶忠明就会拉着甘蓝逃离这里 但所有的事情 并不能如叶忠明所能预料的那样 他了解过了冰雾和冰虫的威力 却并不能在短时间内 了解这种东西的全部特性 比如对气息的遮蔽能力 当冰雾喷发之后 叶忠明的气息被遮掩住了 在这个瞬间 那些等在入口处的真鸟 和他们的主人失去了联系 他们本能地冲进了冰雾当中 真鸟的确是秘境之中的生命 对于寒冷有着极强的抵抗能力 但这里的温度还是太低 里面还有无数的冰虫 它们又是被实验室之中 改造过的另类基因生命 能不能适应这里谁也说不清楚 就连叶忠明 也只是想要 让他们等一下看情况 锻炼锻炼而已 可没想让他们 就直接这么冲进最浓的冰雾当中 这几只真鸟一进来 立刻成为那些冰虫的目标 这种小怪物在这里起指一挽 刚才都冲着叶忠明两人去 但两人都发出了火系技能 那是他们的天敌 暂时他们无法过去 但现在突然出现了另外的热源 它们自然高兴 全部蜂拥而来 于是 画面就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 由于冰虫太多 而真鸟 虽然身体变大了许多 但也没有到巨型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真鸟的身体 在刚一进来 就被蒙上冷一层冰虫 接着越来越厚 最后竟然变成了几个巨大的冰虫球体 真鸟很强大 这不能否认 特别是经过了刘正宏的改造之后 不说是云顶基因生命实验室 最成功的作品吧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毕竟 除了基因不太稳定之外 其他方面近乎完美 但这里的冰虫太特殊 长廊的温度 也丝毫不亚于秘境之中 寒季里最冷的地方 真鸟进来之后 立刻被困在了这里 冰雾不仅隔断了叶中鸣的联系 自然也会隔断了真鸟的 所以当叶中鸣带着甘蓝快速突破了长廊 到达了另一端的时候 真鸟已经完全被困在了长廊三分之一的地方 它们已经完全被罩住 在地面上形成了数个冰虫之球 冰球当中 真鸟并没有放弃 它们依然在剧烈地挣扎 想要正脱开这些无孔不入的虫子 但是给它们留下的空间过于狭小 它们就仿佛陷入了泥潭之中 哪怕它们的翅膀 尖惠 毒液再厉害 也只能伤害成千上万的小虫子 可这些虫子近乎无数 它们消灭的量根本就无足轻重 很快 真鸟几乎动弹不得 冰虫完全把它们压扶住了 哪怕它们眼中有着很多的不甘心 但也没有用处了 这种微小的东西 如同真鸟的天敌似的 把它们困在了这里 冰虫太多了 它们拼命地咬开真鸟的皮肤 吸取可口的热量 这种情况下 好不容易有了食物的其他冰虫怎么会放弃 它们开始的时候 是想要把前面的铜类挤掉 没有强壮的四肢 却有强悍的嘴部 它们开始是咬前面 正在每餐的铜类 锋利的嘴部轻易地破开了铜类的身体 一只冰虫咬上几口 或者几只冰虫一起咬伤一口 就可以把前面的铜类咬死 这种情况 从它们覆盖住真鸟的身体就已经开始 而到了真鸟不挣扎之后 则彻底爆发 完全变成了一场抢食之战 数秒之内 死在铜类嘴下的虫子 已经比真鸟刚才用尽各种方法击杀的都多 前面那些虫子自然不会甘心 它们开始反身回击 可是嘴巴刚刚松开 旁边的冰虫就占据了它的位置 开始吸食热量 这些松嘴的冰虫 立刻从被攻击者变成了攻击者 去抢回自己的位置 情势大乱 冰虫之间的争夺 完全成为了一场 你死我活的战争 其实 每一次找到食物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冰虫就是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活下来的 每一次食物出现 都会死掉大量的冰虫 绝大部分都是被同类杀死 这些小虫子因为诡异的攻击 强悍的进食方式 和数不清的数量被人忌惮 却也因数量太多 而必须时刻进行残酷的淘汰战 这种战斗 一直会持续到猎物死亡 完全失去了温度 只有这样 冰虫之间的战争才会停止 如果是其他生命 现在已经死了 冰虫早已经把其身体的每一寸皮肤都咬破 被吸光 即便是没有因为伤势而死 也早被冻死了 但真鸟却没死 它们依然在坚持着 这和它们的特性有关 这些家伙本来在实验室中就被开肠破度过 被体无完肤过 再被改造了身体 修改了基因之后 生命力之强悍 可不是普通的变异生命可比 它们或许并不完美 但绝对是一种正向着完美而去的试验体 刘正宏暂时无法让它们成为最最成熟的作品 却也给了它们无限的可能性 就是这种强悍的生命力 就是这种生命力所给真鸟们多坚持的 或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让事情有了巨大的转变 只要真鸟不死 冰虫就会在战斗之中 而在生命受到了威胁的时候 冰虫们自然会寻找各种方法来保住性命 最开始的时候 它们会选择对抗 会反身和那些想要咬死自己的同类拼命 但也有那么一些 特别是那些之前获得抢卫战胜力的冰虫 知道哪怕反身迎战也基本是死 所以 它们选择了钻入目标的身体里 真鸟的皮肤早就被咬得 没有一丝完好 特别是一些血管的地方已经破开 里面是更加温热的血液 这些冰虫早就热耐不住 纷纷钻了进去 这就如同水坝开闸泄洪一样 这些冰虫纷纷纷向着里面趴去 一是为了追求更美味的热源 二是躲避后面如狼似虎的同类 可是它们不知道的是 真鸟是被改造过的生命 这些家伙的生命拥有无限的可能 吸取外界的基因来充实自己 本就是它们的特性之一 否则刘正宏在把它们交给叶忠明的时候 也不会告诉叶忠明说 让他控制一下进化的速度 否则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后果 这种后果 自然是有好有坏 坏的方面 那自然是直接崩溃 在单位时间内 吸取了太多太杂的基因 超出了身体的极限 那么 肯定基因全部混乱 直接死亡 好的方面 就是顺利的吸收和融合 以真鸟本身的基因为主体 吸取了 其他基因的优点 强大自身 最后变成了一种 在某种意义上 全新的强悍生命 叶忠明 其实这次把真鸟带来 让它们不断进化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也好在之前的进化 都是吸收的人类进化者 否则吸取的生命种类太多 还真有可能把真鸟给弄死 现在生到了五级生命 基因却并没有稳定 主要还是时间太短 真鸟 没有完全吸收 毕竟 那些生命也有着强悍的实力 想要融合贯通人家的基因 需要一点时间 这些冰虫侵蚀真鸟身体的时候 真鸟自然而然地 发动了吸收的特性 来抵抗危机生命的入侵 可是真鸟后来 已经不能动了 自然无法再吸收 只能任人宰割 如果冰虫没有内讧 那么真鸟完全无计可施 只能等着自身的热量被吸光 最后变成冻干的尸体 可偏偏 这些家伙因为数量太多食物 有限打起来了 为了生存 一些冰虫破开了真鸟的身体 进入了它们的体内 吸收能力得以再次发挥 真鸟是幸运的 这些冰虫不仅进入了 它们的体内 还因为这些小东西 自身实力非常弱 吸收融合它们的基因很简单 几乎是瞬间就完成的 所以当冰虫进入身体后 便一个个地被真鸟给吸收了 冰虫自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它们发现 已经进入了许许多多同类的情况下 目标的身体还有容量 那它们没有客气 纷纷涌入 真鸟在这种情况下 疯狂地吸收者冰虫的能量和基因 小虫子虽然实力弱 每一个蕴含的能量也不多 但架不住数量足 它们实在是太多了 近乎无数的数量 给了真鸟源源不断的能量源 开始的时候 这些能量还只能保护它们的生命 但片刻之后 这些能量就可以修复它们的身体和伤势了 当然 在真鸟的体内 一些变化也在发生 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细胞基因这些 开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了真鸟的身体上 它们全身上下开始变成白色 本来有些长度的尖力会不变短 却闪出了冰晶的亮度 而身体的毒囊也改变了结构 丝丝白色的东西正在混入其中 哪怕刘正宏此刻在这里 他估计短时间内也说不清楚 真鸟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自然不是全无代价的 真鸟同样在承受着同一种基因片端 大量涌入所产生的排斥现象 它们的身体剧烈的颤抖 无尽的痛苦在侵袭着它们 喷喷的声音响过 两个雪球爆开 两只已经变成了整体纯白色 却在身体的几个部位 有着黑色线条的全新真鸟 出现了冰虫一哄而散 因为已经在真鸟身上感受不到温度 而另外的冰球则一直毫无动静 最后当冰雾散去的时候 露出了里面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躯体 有成功就会有失败 丛林法则无处不在 这些真鸟都是刘正宏实验室出品的成果 在制造或者说改良的流程上 这些真鸟都是相同的 唯一不同的只是之前它们的等级 而事实上除了真鸟王之外 其他几只真鸟都是种群中最强大的存在 彼此之间的实力相差无几 可现在有的生有的死 彼此之间的细微差距就体现了出来 略微强壮一点的便活了下来 包括真鸟王在内的 两只活下来的真鸟 凑过去在同伴的身体上啄了两下 仿佛在告别也仿佛在怀念 之后在挺直身体的时候 一股为我独尊的气势便散发了出来 它们现在吸收了大量冰虫的基因 这种基因虽然是融合在真鸟本来的基因当中 但是由于全新的基因总量过于巨大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自身的基因完全混合 成为全新的存在 所以现在的真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生命 一种完全适应这里环境的生命 这里已经从夺命之地变成了真鸟的主场 两只真鸟没有进化 依然是五级的级别 可是发出的气势却已经远超许多六级的生命 它们的变化自然瞒不过那边的叶中鸣 叶中鸣拉着甘蓝快速离开长廊以后 立刻就把身体上的冰虫清理干净了 并且还帮助甘蓝脱离了这种小虫子的困扰 它之前在地面上想的的确没错 卓妍战技这种能力果然是对抗这里的法宝 无论是低温还是冰虫 在这种秘境之中的战技面前都有些不堪一击 它甚至都没有动用其他的装备 就顺利通过了长廊 谢 甘蓝又被抱在怀中 但这次它知道是这个男人为了救它 如果不是人家 估计就算它拼命地发动装备 和职业的能力能够跑到这里 半条命也要没了 那个时候 前有无尽的冰霜怪 后有因为体力和伤势 再也回不去的寒冰长廊 基本上等同于死亡 也就是说叶中鸣救了它 别说只是情急之下隔着战甲的拥抱了 就是再过分一点 甘蓝也不能说什么 现在这个世界 是一个很随便的世界 当然 也是一个血腥的世界 可他的谢谢只说了一半 就发现 这个男人骤然回头 向着来路 看了过去 并且身体紧绷 这是战斗前的准备 甘蓝也同样望向了 已经过来的寒冰长廊 因为弧形的关系 他的视线 并不能看到另外一头 但是在现在视野之中 除了还未消散的冰雾外 什么都没有 叶中鸣的强大甘蓝 在临海就知道 那是对抗过八级生命 而安然无恙的人 自然不会认为 叶中鸣在故弄玄虚 既然他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那么自然后面真的危险 甘蓝同样做出了战斗准备 是什么东 甘蓝紧张地问了一句 他想知道过来的是什么 对变异植物和变异动物 战斗方式可是不一样的 但奇怪的是 叶中鸣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一副疑惑的样子 继续看着长廊 甘蓝还没说完 就听到了一些声音 从长廊之中传来 像是 什么体积不小的东西在飞 甘蓝的嘴巴越来越大 因为他看见冰雾之中 正显示出两个巨大冰虫的身影 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冰虫 马上握紧手中的兵器 浑身火气渐渐高 随时准备发动 魂火燃者的技能 叶中鸣扭头看了他一眼 也没说什么 立刻又转了回去 甘蓝真的是紧张 之前的冰虫虽然不大 可是架不住数量多 所以给甘蓝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恐惧 如果再次出现两只这么大的冰虫 那得是多危险的存在 在甘蓝看来 这两个正越来越近的家伙 就是大冰虫 否则怎么会在冰雾中畅通无阻 否则怎么会没有激活 那些孔洞喷发 只是 下一秒 他看到叶中鸣 竟然再次返回了冰雾之中 你 又是只说了一个字 甘蓝打算阻止叶中鸣 冰雾之中 可是冰虫的主场 可也只说了一个字 他就看到两个冰虫的真面目 那是两只普通土狗大小的飞行生命 半透明闪着光点的翅膀 白色的身体 白色的短绒毛 在翅膀之下 四肢短小锋利的下肢之上 是几条黑色的细线 头部不大 却有着如同冰零一样的尖锐短绘 一双腹眼里满是白色 流转之间 仿佛里面在下着大暴雪 流线型的身体悬浮在空中 随着它们扇动翅膀 甘蓝的瞳孔猛缩 实在是因为频率非常快 这就意味着 这是一种拥有极快飞速速度的生命 和它之间的距离 眨眼之间就可以掠过 最让它感到惊奇的是 这两只大冰虫悬浮在那里 身体的颜色 竟然跟着冰雾浓度变化而变化 这是什么样的保护色呀 才可以随着环境的快速变化而变化 以至于能够保持近乎完美的同步 下一刻 它看到叶中鸣伸出了双手 尼峰 甘蓝交集地向前迈了一步 依然是没有说出完整的话 就被两只大冰虫 一起看过来的目光所射 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等到它不出声了 两只大冰虫 才缓缓地落在了叶中鸣的双手上 对着叶中鸣发出了 类似于撒娇一样的叫声 还不时地低下头 去轻轻地着叶中鸣的手臂 一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样子 它们 是啊 我的战兽 叶中鸣高兴地回答 它已经通过意念 重新和两只真鸟建立了联系 当然现在已经不能叫做真鸟了 它们最突出的显形特征 嘴部如真一样的常会已经消失 你的 甘蓝觉得 今天给它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无论是之前游绿变蓝的战甲也好 还是这种大冰虫也好 都是如此 你的大冰虫 真的 很漂亮 这个时候觉得应该说点什么 来赞美一下 对自己有恩的男人 并且这么久了 能够完整连贯地说出一句话 也让它有种释放的畅快感 只是 叶中鸣回头看了看它 很认真道 这不是虫 是鸟 甘蓝突然觉得 说半截话也不错 这里又是一个休息点 因为资源点的缘故 叶中鸣更愿意把这种 两个冒险地之间的地方 称为休息点 这自然不是名水界人性化 只是一种更加合乎情理的设计 如果设计这里的生命 真的想要其他生命 可以完成冒险的话 甘蓝点点头 指着前面道 再向前走一段距离 就会看到一片冰金矿 那里开始出现冰霜怪 越是巷里 数量就越多 因为这里面积有限 所以会非常的密集 到了可以碰到冰霜怪的地方 我只能前进二十米左右 之后再也不能隐藏行踪 而一旦暴露 我单独面对两个冰霜怪 就要退出来了 虽然在给叶中鸣说着 这里的情况 但甘蓝的目光 还是时不时地落在 叶中鸣头顶的两只真鸟 哦不 是冰鸟 叶中鸣刚给它们改过名字 这种神奇的生命 是如何产生的 甘蓝到现在 也想不明白 冰霜怪的攻击 都是什么样的 叶中鸣对这个更为关注 我见过的 有三种方式 甘蓝说话还是很严谨的 没有说的特别笃定 留下了余地 这样也可以提醒叶中鸣 等一下更好的防范意外 第一种就是 它们的速度很快 身形很飘忽 它们并不经常动 可一旦动起来 就异常地迅速 并且非常直接 几乎瞬间就会冲到你的面前 用冰雾凝结的冰刀攻击你 说这个的时候 叶中鸣想起了 甘蓝战甲上的那些伤破损 想来就是这种 冰制的战刀造成的 这种没有手臂 没有双脚 全部在空中漂浮 如同鬼魂一般的冰霜怪 对攻击有着极强的承受度 至少我的攻击 落在它们身上 并不能造成太大的伤害 我是说 包括我的火系能力 甘蓝并没有继续说 第二种攻击方式 而是把冰霜怪的一种特性 说了出来 看到叶中鸣表示知道 他才继续道 和寒冰长狼一样 冰霜怪的第二种攻击方式 就是喷射冰雾 依然是从身体的两侧发出 只是和寒冰长狼的 那些孔洞不同 冰霜怪的雾气 犹如实质 温度极低 与其说是冰雾 不如说是冰柱 并且里面还有那些 该死的冰虫 有长度限制吗 按照甘蓝所说 这种攻击方式 是喷射冰雾 那么如果双方 有一段距离呢 或者目标开始躲闪呢 这些冰雾的喷射距离 会随之延长吗 不会 但是这些家伙 在喷射冰雾的时候 移动速度会有加成 甘蓝重复了一次 说明冰霜怪的速度 给他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三种 是一种类似于 集体技能的能力 集体技能 叶中明惊讶地问 他没想到 冰水界里的怪物 还有这种能力 嗯 甘蓝脸上 带着几分余迹道 当这些冰霜怪 受到伤害 他们感觉会危机生命的时候 这些家伙 就会迅速地钻入 其他同类的身体内 至于进入那里 疗伤 还是被同伴吸收 这我就不清楚了 叶中明皱着眉头 总觉得 哪里不太对 他当然不是说 甘蓝看错了 这些冰霜怪 又不是会什么 幻境能力 既然这样 那么哪里不对 叶中明有些后悔 当时再详细问问 那个人好了 也不至于 现在对这里了解有限 走吧 说着话 叶中明放弃了 自己的思考 既然找不到灵感 想明白自己觉得 不对的地方在哪里 那么就一直向前吧 本来就是要这样的 你跟着我 尽量别出手 尽量隐藏自己 甘蓝的实力 放在外面自然是不错的 超过了整体 平均进化等级两级 手下更是有不少人 就算不是一方霸主 也是一方豪强 但在这里 面对每一个实力 都只比他稍弱的 无数冰霜怪 那他就不够看了 两只冰鸟 在空中盘旋飞翔 因为没有得到叶中明的命令 他们只能在两个人的 头顶来回转着 心中自然是不甘 不时地鸣叫两声 请示着自己的主人 让他们自由活动 但叶中明怕他们 暂时还没有完全适应身体 担心出事 就没有允许 走了一段 就看见甘蓝所说的冰金矿 大大小小 一簇一簇的漂亮冰金 杂乱无章地 分布在一片矿场的通道上 相比于寒冰长廊 这里要宽阔许多 更像一个巨大的小平原 叶中明也很快看见了冰霜怪的模样 的确如同甘蓝所说 和电影中飘飘荡荡在空中的白衣 孤魂很相似 不同的是 没有长长的黑发 只有一个看起来 就非常坚硬的无脸头部 叶中明并没有着急攻击 而是站在远一些的地方看了看 见到在的阶段 冰霜怪很稀疏 越是身处数量就越多 这些家伙应该是和寒冰长廊 一样有着自己的地盘 你不进去 他们不会攻击 但一旦踏入 所有的寒冰怪 都会以你为目标 会不断地移动过来 越距越多 甘蓝看着这些漂浮在地面一米以上 身高在两米左右的怪物 感觉头皮发麻 在他的心中 他并不觉得叶中明 能够把这些怪物如何 数量太多了 也不像冰虫那样脆弱 闷着头可以冲过去 等我 叶中明说了一句 带着两只冰鸟 就走了过去 进入了冰晶矿的领地 立刻就有两个距离最近的冰霜 怪向着它移动了过来 叶中明没有马上攻击 而是仔细观察着对手 应该是还没有进入攻击状态的缘故 这些冰霜怪移动的并不快 但非常的匀速 因为是飘在空中 所以无声无息 很快 他们进入了攻击状态 其中的一个身体突然一顿 之后近乎瞬移一般 就到了叶中明前面 本来没有双臂的他 却在双臂的位置 凝结出了两把锋利的冰刀 斩向了叶中明 另一个依然保持着 之前的移动速度 可是同样在身体的两侧 开始喷出冰雾 如同火箭发射一样 数秒之后 他的移动速度快了不少 叶中明举起手中的地煞跃刃 挡住了第一个冰霜怪的双刀 冰器的碰撞发出了撞击声 之后 冰刀便被轻易切断 接着 刀光继续向前 破开了冰霜怪的身体 第一个家伙 连声音都没有发出 就被叶中明一刀 砍位了两截 冰霜怪的身体 啪哒一下落在地上 发出沉重的撞击声 另外一个冰霜 怪则到了近处 喷射的冰雾冲着夜中明而来 身体向着左侧闪了一下 地煞跃刃再次挥出 刺入了这个冰霜怪的头颅之内 用了搅了搅 那没有脸的头部便碎掉了 同样的 本来漂浮在空中的身体掉了下来 摔在了另外一个 被干掉的同伴身边 甘蓝在后面看着 眼中发亮 这就是七星进化者 和五星进化者之间的区别 当他一起面对两个冰霜怪 只能逃跑的时候 人家却轻易地秒杀掉了 他看了看远处 正在赶来 成片成片的冰霜怪 又看了看 正在低头看自己武器的夜中明 突然对这次的行动 有了些许期待 这个男人 或许真的可以把这里打通 夜中明发现地煞跃刃 并没有什么事情 知道这些怪物凝结的那些 可以破开绿色战甲的冰刀 无法给自己的兵器 造成什么伤害 彻底放下心来 他之前是担心 这种冰刀的破甲能力 两个冰霜怪 使用了两种能力 只是因为夜中明的秒杀 没有让他们发挥第三种 亲自出手掂量了一下这种怪物 夜中明心中有了底 示意了一下甘蓝 两个人继续向前 走了几步 迎面又碰到了三只冰霜怪 在他们的后面 还有更多的在赶来 你就打算这样走过去吗 甘蓝看到周围 渐渐围上来的这些怪物 从对夜中明的敬佩中 清醒了过来 出声提醒着 虽然他拥有秒杀 这些冰霜怪的能力 但现在前面的怪物太多了 人力终究是有限的 被围攻怎么办 夜中明仿佛没听到一样 对着空中的 两只冰鸟吹了牲口哨 两个家伙 立刻兴奋地冲了下来 之前身为种群之中的王 雌性的冰鸟身体 明显比雄性的大一圈 速度也更加迅捷 夜中明的命令刚刚下达 他就已经冲到了 一个冰霜怪面前 呼啸着从他的头顶掠过 细碎的冰茶 立刻飞溅出来 冰鸟锋利的爪子 在敌人的头部 留下了几道 深深的抓痕 这个冰霜怪身体动了洞 仿佛要看向天空 可这个时候 第二只雄性冰鸟冲到了 尖锐的嘴部 闪电般刀进了他的胸口 巨大的冲击力下 那里被啄出了一个 直径在三十多厘米的大洞 这些都发生在眨眼之间 一个冰霜怪 就这样受了重伤 可是下一秒 甘兰所说的第三种方式发生了 这个受伤的冰霜 怪压根没有反击的意思 转身就撞在了 距离他最近的同伴身上 就像冰块融化一样 飞速地融入了同类的身体里 在叶忠明的注视下 那个冰霜怪的身体 胀大了一些 明显比同类粗壮了一圈 果然是神奇的生命啊 看到这一幕 叶忠明也不得不在心中感慨 无论是就此融合 还是进入他们 体内疗伤 都已经超出了想象 两只冰鸟看到自己的对手 竟然跑了 立刻大怒 他们发出了嘹亮的鸣叫 如同战斗机式地俯冲而下 互相之间并排在一起 同一时刻张开嘴 各喷出了一团 带着冰点的浅绿色物质 这团液体啪哒一下 落在这个冰霜怪的身上和脸上 两个部位立刻冒出了一些烟雾 随着烟雾的增加 这两个地方 肉眼可见地被消融 速度奇快 很快这个怪物就坚持不住 摔在了地上死去 连跑到同类身体内的机会都没有 掉在地上之后 这些冰鸟的毒液 才算是效果减退 冰霜怪 已经被腐蚀的头部完全不见 胸口出现了贯穿的大洞 好多 甘蓝在后面看得背脊发凉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肯定不会相信 这两只看起来 洁白无瑕的冰鸟体内 藏着这样的毒液 这要是喷在自己身上 蓝色的战甲 估计也防不住吧 看到自己的毒液见效 冰鸟们高傲地叫了两声 仿佛在说不过如此 之后便盯上了另外的冰霜罐 叶忠明也因此见识到了 在自己手中发生巨变的 两个家伙厉害之处 这两个家伙 除了表现出来的毒液攻击 和尖锐的爪子嘴部外 翅膀依然锋利 冰霜怪的身体 至少是无法抵挡住的 带着飞行的冲击力 他们完全可以 把冰霜怪的身体 砍成两截 但翅膀很薄 两个家伙 明显不想经常这么使用 他们更多的是 利用其他部位作战 吞噬的能力 自然保留了下来 他们分别吞掉了一个冰霜怪 是那种整个的吞掉 这个场面 不仅把甘蓝下的不敢出声 就是已经见过了的叶忠明 都微微有些不适应 不过好在两个家伙 吞掉了一个冰霜怪之后 就不再使用这种攻击方式 让叶忠明担心 他们进入状态的忧虑消失 哪怕不能理解 冰鸟那是什么胃口 但两个家伙的作战能力 确实很强 哪怕基本上依靠的是 身体和毒液 方式有些单调 可每一种都让人侧目 有了两只冰鸟帮忙 叶忠明带着甘蓝 一路杀了进来 当他们通过了冰金矿之后 终于开始直面 那些海样的冰霜怪 之前离得远 两人还没有太大的感受 可现在近了 那种密密麻麻 带来的视觉冲击 让叶忠明都停下了脚步 我们不是真的 就这样冲过去吧 甘蓝很害怕 他并不觉得叶忠明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照顾他 如果叶忠明真的决定硬闯 他也只有一个选择了 就是退回去 下意识地 他回头看了看 这一看之下 他惊呼出声 怎么 叶忠明皱眉问 甘蓝咬着嘴唇 红色的头发 都快竖起来了 他用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道 后面 那些被我们杀死的冰霜 怪都不见了 叶忠明听了这句话 骤然回头 果然 冰金矿里那些 被他杀死足有上百的 冰霜怪尸体 一个都不见了 火箭鬼 这些生命体虽然奇特 和地球生命迥然不同 但叶忠明很肯定 他们确实是生命 他们知道愤怒 知道害怕 知道逃跑 也杀得死 既然这样 那么他们的尸体哪去了 漂浮的白色冰霜怪 消失不见的尸体 阴冷的地底 这一切都让叶忠明和甘蓝 感到身体 由那外的寒冷 他们并不是觉得 真有鬼怪什么的 只是这种解释不了的现象 会带给他们不安的感觉 而往往这种感觉的后果 就是死亡 他们不畏惧鬼怪 只畏惧死亡 叶忠明飞速地扫尸四周 确认那些尸体 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后 便转过了头 看向了这些无数的冰霜怪 那些消失的尸体 如果对他们没有影响自然最好 有影响 也要先把面前这些 还活着地干掉 叶忠明把自然之杖 立在面前 只是这一次 不再是防御 而是攻击 上面镶嵌的是一块 火系自然宝石 这块宝石叶忠明 购得之后 处理了一下 这种浪费的行为 大概只有叶忠明 这样的的 富人 才会去做 不同于材料的同质强化 叶忠明偶然间发现 把自然宝石和相同属性的变异植物 材料合成也是可以的 当然 这是一种 有着很高失败几率的强化 并且对材料的要求很高 必须是单一纯净铜属性 有其他一点杂质 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因为有了秘境这个材料基地 叶忠明找到了不少这种 单属性纯净植物 它的手中水系和冰系 自然宝石数量很多 等级也有高级的 所以它基本上 合成强化的 都是其他属性的宝石 其中最多的是火系 毕竟其他的元素系宝石 还是太少见了 这块火系宝石 是一块很难得的 终极火系宝石 叶忠明处理了两次 用它自己的分类称呼 被叫做一二型火系宝石 已代表着终极 二代表着被叶忠明改造了两次 名字简单 却代表着威力的等级 这种被改造过后的 自然宝石威力强悍 叶忠明一直留着作为底牌用的 只是今天面对的怪物太多 火属性又正好克制 它才会拿出来 一二型火系宝石 安装在了自然之杖上 一股温热的气息 立刻出现在了空间之中 这可比甘蓝身上的战甲 发出的强大许多 连距离最近的冰霜怪都顿了顿 接着 随着自然之杖发出光芒 一株巨大的树木虚影 出现在了法杖的上空 虽然是半透明的 但是上面缭绕着熊熊火焰 让本来就提高的温度 再次升高了一些 两只冰鸟现在是冰属性 看到这棵虚影燃火的大树 哪怕是己方的 也畏惧地向后飞了一段 远远地避开 甘蓝同样看着 眼中震撼莫名 之前看到夜中明秒杀那些冰霜怪 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和人家的差距 可是当自然之杖出现的时候 他才发现 彼此之间无论在任何方面 都有着巨大的鸿沟 虚影火树出现之后 摇摇摆摆了两下 之后树冠的部位 开始凝集出熊熊的火焰 随着时间的增加越来越旺 当光亮差不多把这个空间 都照得通明的时候 那些冰霜怪也进了 火树的攻击就此开始 如果说之前火树 刚刚出现的时候 有的只是枝叉 燃烧的火焰出现后 是长出了一片片叶子的花 那么现在 火焰逐渐内敛 形成了一个个的小火球 就如同接出了果实一般 这神奇而瑰丽的一幕 让甘蓝看得神采连连 虽然爱美之心男女皆有 但是女性却更容易受到吸引 火树结果之后 那些红球开始颤动 频率越来越快 随着这样的震动 这些火球其中的一些 开始击射了出去 从第一个火球飞出开始 后面的火球便没有中断过 一场火球雨下了起来 它们的目标 自然是那些冰霜怪 第一个火球迅速击中了目标 拳头大小的个头 和冰霜怪的身体 比起来不算什么 可是打在上面 立刻如同爆燃似的炸开 直接点燃了冰霜怪 在很短时间内融化了它们的身体 是的 也就是说 这些火球对冰霜怪 拥有秒杀的能力 几乎在瞬间 火球就干掉了数百冰霜怪 让叶忠明前面空出了一大片地方 这些被融化的冰霜 怪化成了液体 被这里的温度 冻结在了地面 叶忠明无意地看了一眼 发现这些地方正肉眼可见地 恢复着之前的样子 他心中一惊 打个比方说 湖面因为低温结冰了之后 再向着上面泼一盆水 冻结之后 是很容易看到其中差别的 这些冰霜怪融化冰洞 自然也是和原来的地面迥异的 可这种差别 就在很短时间内消失了 这让叶忠明想到了 之前冰晶矿里不见了的尸体 难道那些也是这样 很快就被 吸收 叶忠明想了下 也只有吸收这个词更加恰当 地面确实仿佛在吸收冰霜怪的身体 可现在 没有多余的时间给叶忠明思考 这里的冰霜怪太多 虽然减少了数百 但是依然有更多在涌过来 火树打光了火球 光量弱了不少 不过再次开始燃烧起大火 又形成了数百的火球 随着这些火球颤动的越发剧烈 它们也纷纷射出 给冰霜怪第二次暴雨般的袭击 接着是第三次 当三次之后 这块终极火系宝石 也就是 以二型改良 火系宝石耗尽了能量 闪烁了一下碎掉了 哪怕是一夜中灵的富有 也微微有些心疼 自然宝石本就昂贵 再加上那些纯属型的材料 和不低的失败率 这一块宝石估计价格 赶得上四星进化药剂了 却被它当成了一次性的攻击 消耗掉了 好在 夜中灵存货还是有些的 它马上又换上了一块 火球预再次继续出现 三次之后耗尽能量 可以让近千的寒冰怪被杀 这样的击杀效率 已经让后面的甘蓝看得傻眼了 夜中灵观察了下这里剩余的怪物 用最笨的面积对比法来衡量 它终于大概确定了 这里冰霜怪的数量 一万左右 也就是说 刚才它的攻击 大概只干掉了五分之一 可是它并不想继续消耗 这种改良过的火系宝石 它收起自然之杖 从空间里掏出了剩下的两捆 魔金手雷扔了出去 肆虐的能量 把成片的冰霜怪撕成了碎片 但是 战果就比之前差远了 也就是干掉了一两百的样子 接着 它又拿出了碎魂骨杖 格莱说 碎魂骨杖 是夜中灵真正的杀手锏 全力激发可以秒杀八级变异生命的能力 哪怕是传说中的七彩装备 也不外如是了 但这东西消耗的精神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恐怖到了 即便是夜中灵这样精神力如海的人 每次使用都会头皮发麻 生怕哪一下没注意 精神力输入过了头 给自己直接弄成了一个当场昏厥 这东西吸取精神力可是很快的 这一次 夜中灵也是想要尽快解决问题 所以才拿了出来 输入了精神力 亮起了一圈纹路 夜中灵立刻停手 不停不行 要是不停 这东西就会把夜中灵吸成人干了 而一圈的纹路这样起 夜中灵觉得 已经足够对付这些冰霜怪了 事实也证明 在这样的强悍魂器面前 这些冰霜怪并不比纸片硬上多少 一道粗大的光柱 射了出去 直接就把路线上的怪物给清理一空 虽然没有当初在云顶城下 直接贯穿城墙那么夸张 但也足够把冰霜怪的阵容给打穿了 甘兰现在有点麻木 他不知道夜中灵还有多少手段没有使用出来 但是好像胜利对于他来说并不困难 与此同时 在地面等着的众人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大家看过去 只见这个人正看着名牌 指着上面的完成度到 动了 完成度动了 三人形 百分之一 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去 果然 原本围灵的完成度跳动了一格 三人形的名字出现在了上面 他是怎么做到的 之前不少人下去过 也不是没有杀死过冰霜怪 但都没有让完成度出现变化 心中猜测杀死的那么一两个或者三四个 应该不足以达到让名牌显示的程度 但现在却直接跳动了百分之一出来 那这个叶忠明在下面是杀死了多少冰霜怪 不由的 他们也开始觉得 现在暂时叫做三人形的云顶山庄 或许真的可以把百窟沼泽这个号称 名水界最困难的冒险的给完成了 同志士和水志士互相看看 独明白了彼此的眼神 有诧异 但更多的还是理所应当 自从叶忠明几乎用碾压一样的实力 击败了皇族工会之后 他们就已经把叶忠明的地位提升到了 国区前三的级别 只是 能够这么快就个 干掉了百分之一完成度这么多的怪物 还是让他们觉得 稍微有点无法接受 因为接受了 就代表着他们承认自己和叶忠明之间的差距 对于高傲的他们来说 这是很难受的 陛下 叶忠明连续用碎魂鼓杖轰击了四次 直接干掉了大半的冰霜怪 也让完成度跳到了百分之二 现在面前还剩下的 估计最多也就是有二三百吧 叶忠明直接抽刀 招呼了两只冰鸟一声 一人凉凉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杀了过去 连续发射了四次碎魂鼓杖 叶忠明的精神力消耗也有些严重 算上之前使用的 现在精神力存量已经见底 前面还有未知的危险 他不得不慎重 叶忠明丰配的不仅仅有精神力 还有他的体力 属性石和踏血 占血让叶忠明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而数次身体属性的大幅度增加 也让他在后天远超其他进化者 他现在近乎碾压同级的实力 就是在这种一点点的积累中形成的 数百冰霜怪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很麻烦 可对叶忠明来说 其实并不算什么 无非就是挥动相同数量的地煞月刃 而几百次挥刀 远远达不到他平时自己练习时的强度 更何况 他还有两只冰鸟作为帮手 战斗结束得很快 甘兰看着地面上在快速消失的尸体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了 反正今天这个男人也在不断刷新着 他对进化者实力的认知 让他有种错觉 就是这个人无论做什么 他都已经不会再感到惊奇了 前面我就没有去过了 呀 过去吗 冰霜怪的栖息地之后 是另外一条幽暗的通道 里面禁忌无声 让甘兰心生畏惧 叶忠明只是看了他一眼 就带着冰鸟当先走了过去 你先回去吧 这里用不到你了 通过寒冰长廊的时候 小心险 甘兰鼓了鼓鼻子 对于用不到三个字 让他有了种羞耻的抹不感 用完就扔 当小三也没有这么快被甩吧 他没多想的跟着叶忠明向前走 现在 可不是维护可怜自尊心的时候 一时的倔强 可能会让你变成一具尸体 叶忠明没有停下 只是用平淡语气说着 甘兰正了下 低头想了会 才道 我只是为了我那一成的奖励 听到这女人这么说 叶忠明也不再说什么 继续深入这条通道 通道很长 温度也呈现出了明显的 急剧降低趋势 甘兰哪怕有了蓝色战甲 仿佛自身又是活属性职业 也依然有些受不了 开始频繁地抱紧双臂 叶忠明也不得不微微发动了 着眼战绩 来抵御这种低温 倒是冰鸟很适应这样的环境 表现得很活跃 没多久 转了一个弯后 叶忠明和甘兰两人 就来到一个巨大的洞穴之中 足有十几米的高度 和直径百米开外的空间 让两人的脚步声 形成了持续的回响 叶忠明停止 目光落在了洞穴的最中间 那个位置 有着洞穴之中唯一的一样东西 一个庞大的白色树卵 如同大头向上的鸡蛋 这没三米高的卵 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因为它正在孵化 那白色的卵壳正在碎裂 清脆的咔咔声 在空间中回荡 时刻提醒着叶忠明两人 他们要面对的危险 正在破壳而出 甘兰奇怪地看了叶忠明一眼 这个时候 不应该立刻冲过去 趁着里面的怪物 未浮出来之前把它干掉吗 可他发现叶忠明的目光 却没有落在这枚巨卵上 而是盯着地面在看 甘兰好奇地也望过去 只见冰冻的地面之上 有着奇怪的铜色图案 很浅 就像蜘蛛网似的 而中心点 正是那枚巨大的白卵 并且不堪不知道 甘兰发现这些组成图案的花纹当中 正有一些东西流淌着 而方向 依然是那枚巨卵 你想到了什么 对于叶忠明 这种在危机时刻 一点都不紧张的样子 甘兰颇为无奈 但是听到男人这么问 他依然认真想了下道 你的意思是 和外面那些冰霜怪的尸体有关 甘兰并不笨 或者说 在末世之中 活了两年多的人都不会太笨 既然叶忠明很有目的地问了出来 他自然会联想到了 刚才两个人碰到的诡异情况 叶忠明点点头 他之前看到这里的情形 也是这么想的 外面冰霜怪的活动区域 那片灰白色的地面 仿佛就像一大块 太阳能板似的 而冰霜怪的尸体 就是阳光 地面把尸体吸收了 最终的去向是哪里 如果没看到这些通道式的纹路 叶忠明还会想着 可能仅仅就是被地面吸收了 反正明水阶不同于地球 发生什么他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也并不奇怪 可是看到这里 他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这枚聚卵 才是那些尸体 所化能量的最终去处 这个时候 聚卵的壳 已经被捅破了数处 几个白色锐利的锥状物 刺了出来 又缩了回去 来回几次 卵壳 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纹 显然里面的生命 就要出来了 杀了他 甘蓝没忍住 想让叶忠明动手 叶忠明却摇摇头 我想看看 他能孵化出个什么东西 甘蓝翻了个白眼 闷不作声 叶忠明倒并不是拖大 而是真的想看看 这个神奇的地方 最后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并且对于这枚聚卵里的生命 他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判断 首先 这里是 明水界的一个冒险的 叶忠明不知道这里 算不算最危险 难度最高的一个 但想来也不会差太多 可即便是这样 在有着诸多猫耳洞的情况下 再确定了 几乎每一个猫耳洞下面 都是这种寒冰长狼 加上冰霜怪组合的情况下 他并不觉得 自己进来的这个 就会出现一个强悍的boss 让他毫无应对之法 其次 寒冰长狼不说 就说冰霜怪 他们大概和五星进化者 差不多的实力 以此类推 现在面前即将要腐化出的怪物 也应该就是在六级左右 就算这个冒险的难度最高 那算是七级的好了 可这个等级 对于现在的叶忠明来说 其实也就是 稍微麻烦一下 并不能给他造成威胁 有了这样的判断 叶忠明自然不怕 而甘蓝自然是怕的 咔嚓咔嚓 破壳的声音越来越像 已经开始有大块的卵壳掉落 隐约可以看见 之前的那些追撞物 应该是怪物的四肢 叶忠明虽然不惧 但还是等在原地 没有靠近 甘蓝更是在叶忠明的吩咐下 向后退了数米 倒是两只冰鸟飞进了一下 颇为好奇地看着下面 正在孵化的东西 大概过了十几秒钟 整个巨卵发出了 最响亮的一声 之后四分五裂 一头半人半兽的怪物 出现在了叶忠明 和甘蓝的视线中 叶忠明只是看了 这个怪物一眼 马上就把视线挪到了地面 那些纹路里 果然不再流淌 那些不明物质 嘎 一声怪叫 把叶忠明的注意力 重新吸引到了 那个怪物身上 只是叶忠明看了一眼 脸上有些奇怪的表情浮现 这个怪物 竟然是肚皮朝天 原来那个卵是大头向上的 而怪物的身体 却是上窄下宽 孵化出来之后 直接头朝下摔在了地上 只是当这个怪兽敏捷地 从地面弹起来之后 叶忠明就笑不起来了 这家伙长得 实在是太猙獰了些 它有着八只粗壮的下肢 呈圆周形 均匀分布在身体的四周 而这八只 两节结构的粗腿合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矮圆柱的形状 扣在地面 在这个矮圆柱之上 是一节一米五左右的身体 上面布满了奔章的肌肉 非常健硕 在胸口的部位 突出了一张狼狮的嘴 里面犬牙交错 身体的两侧 是四条同样粗壮的手臂 只是这些手臂只有半截 在手肘的地方 一直在喷射着气流 头部硕大 如同恶鬼 在中国的某些古代神话中 有一种生命长的 和这家伙的脸很像 只是叶忠明 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之前那些破开卵壳的锥状物 正是这家伙的八只下只 怪物整体呈白色 只是这种白并不怎么干净 从里面 泛着灰秃秃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什么 浑身上下 并没有毛发 只是和人类一样 有着一张五官分明的脸 脸的左右对称 各有一个黑毛形成的圆斑 让人看起来有些作呕 这个怪物看到叶忠明 兴奋地叫了一声 挥动八条腿 就冲了过来 竟然一副实打实的交集模样 空中 两只冰鸟看到怪物 冲着主人去了 立刻进入了炸毛状态 丝毫不管这个怪物 是不是强大 从半空便俯冲了下去 回去 叶忠明神情一变 嘴里喊了一声 踢着刀就迎着怪物而来 他在冰鸟下冲的一瞬间 捕捉到了这个怪物 那张怪异的脸孔上 一双眼睛里 闪出了人世的脚侠 他是故意的 他的目标 压根就不是叶忠明 而是半空中 这两只冰鸟 果然 看到冰鸟冲下 这个八角怪 双截下肢猛然用力 身体直接跳了起来 瞬间到了和冰鸟平行的高度 四个半截的手臂里 那些喷射的气流突然消失 转而变成了 如同寒霜怪那样的技能 里面凝结出了四条冰锁链 朝着两只冰鸟就弹了过去 这个怪物的动作迅捷敏锐 并且突然 两只冰鸟本就俯冲着 发现情况不对 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但它们本就是凶性十足的生命 发现躲不掉 干脆选择了对拼 两个家伙一起张嘴 里面喷出那些腐蚀性极强的毒液 目标不是那些冰锁 而是这个怪物的身体 冰鸟性子也 可以有着绝佳的战斗天分 一出手就直奔药汉去 可这可把下面的叶忠明 看得着了极 两只冰鸟的成长 给了它极大的希望 它仿佛看到了 两只可以走到净化终点的生命 如果在它们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之前就死掉 那就太可惜了 着急的叶忠明 无法和它们一样飞上天 现在发出技能也已经来不及 阻挡两条马上就要碰到冰鸟的冰锁 情急之下 叶忠明做了一件之前还未尝试的事情 大千恋魂术到了最顶级 是因为叶忠明运气好 是他从三族人那里得到的馈赠 在这个过程中 叶忠明缺少秘境中人 叶以继日的苦修 没有经历对这种秘技从浅到深的感悟和理解 说白了 他对这种秘技的掌握 远没有同样通过修炼 而达到顶级的人那种水平 只是无论是那种战技或者秘技 在秘境之中 几乎都不太可能修炼到顶级就是了 以前叶忠明是觉得够用的 因为大千恋魂术给了他更加庞大的精神力总量 只要有了精神力 那么他就可以更多次地使用各种技能 各种装备 也就是说 叶忠明更多的是把大千恋魂术 当成增加精神力的一种功法 是一种辅助性质的能力 哪怕是这样 也让叶忠明的实力得到了飞升 当然 制作魂器也是另外一种应用 只是这需要工匠职业的配合 就如同碎魂鼓障的诞生 大千恋魂术的确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但其中 荣耀工匠的职业也功不可没 真要说哪一方面的作用更大 恐怕叶忠明自己也说不清楚 可随着叶忠明掌握顶级的大千恋魂术实践的增加 他对这种能力的了解也越来越深 平时 他会尝试着对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方面进行引导和练习 但都是小心翼翼的 毕竟 他是地球人 而地球是属于轮盘文明的 可秘境却不是 大千恋魂术却来源于秘境 他害怕彼此之间发生冲突 哪怕现在没有表现出来 未来他也有这种担忧 为什么最开始叶忠明要设立秘法小队 他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一直没有被地球轮盘文明所占领身体的战士 只是后来随着他对世界的了解 对秘境的了解 对末世原因的了解 渐渐收起了这样的想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担心就完全消失 特别是对叶忠明自身 他是身兼两职的人中 在各方面都走得最远的人 要是出现问题 也是要从他开始 如果可以 他自然不想发生不好的情况 所以 平时叶忠明 在进行越来越明显的大千恋魂术 一些显性能力 练习的时候 很谨慎 说一步 一想也不为过 成果自然是有的 叶忠明最熟悉的 自然是精神场 随着大千恋魂术 顶级的到来 精神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内 无论是任何目标 都要受到叶忠明的影响 特别是敌对目标 如果精神力太低 那么叶忠明完全可以直接 让他失去抵抗的能力 只是平时叶忠明并不会打开精神场 或者说 不会完全打开精神场 因为那样太消耗精神力了 他只需要把精神场的范围 保持在自己身体周围就可以了 即便是这样 叶忠明也很久没有遇到 可以和自己匹敌的对手了 曙光圣殿那几个八级的不行 皇族的七级会长也不行 在叶忠明看来 大概只有 那位和杨格斯一起出手的圣女 才能达到他现在的个高度 当然 面对那位胜负 叶忠明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可现在的情况 让他不得不冒一次险 因为他不想失去 拥有无限可能的两只兵鸟 他激发了最大程度的精神场 并且以这个怪物为目标 发动了一种叶忠明 也没有完全掌握的能力 精神刺 红发和羽婆这两个精神力生命 都有一种压箱底的招数 就是精神风暴 因为它们是变异生命的缘故 所以 这算是它们天生的能力 自然没有什么排斥 或者不熟悉的因素 而在叶忠明的认知当中 精神风暴 就已经是精神类技能的巅峰了 一个九级的生命 无论是进化者也好 还是变异生命也罢 如果掌握精神风暴 一击之下 或许方圆百里 就成为一片绝地 或许方圆百里的生命 瞬间就会成为别人的奴隶 这就是威力 虽然红发和羽婆的精神风暴 现在还达不到这种程度 但是之前使用的时候 也给叶忠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种眨眼间摧毁 或者控制成千上万丧失的场景 即便是以现在的叶忠明 想要做到也很困难 叶忠明不知道等到暂时消失的 红发和羽婆再次进化的时候 是否可以刷新精神风暴 但他知道 一旦可以再次使用这个能力 无论是红发也好 还是羽婆也好 都是极其危险的存在 甚至对叶忠明也是一样 他还真没有信心 在精神力总量方面 和这两个 不知道怎么成长起来的怪胎相比 虽然不至于在这方面相差太多 但叶忠明 这种后天形成的 和人家先天的 总是有一些差距的 无论在起点 还是过程 叶忠明的这个 和某些精神类变异 生命技能重名的能力 就是他对精神风暴的一种模仿 他现在还做不到 如同红发和羽婆那样 以自己为中心 把精神的力量完全爆发出去 他暂时还无法控制 这种形式激发的精神力 但他在训练中摸索着 发现借助精神场这种 他已经能够完全驾驭的能力 可以稍微把发出体外的精神力 控制得好一些 虽然不能向着周围 均匀地全面爆发 但是对于某一个方向 施展精神冲击 还是可以的 或许还是会有些分散 做不到精神力 对着目标凝结而去 有点趋于攻击意思 这样会浪费不少精神力 或许这种攻击方式 只能单调地去冲击目标的神经 去尝试摧毁他们 却不能控制他们 可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至于距离 因为之前的谨慎 叶忠明并没有全力施展过 自然不太清楚 可现在 他害怕距离不够 身体跃上了半空 才全力激发了精神场 然后朝着这个怪物用出了精神刺 整个空间以他为中心 爆发出了一场恐怖的无形风暴 从叶忠明身体里 外泻的精神力 瞬间充斥了所有的地方 就仿佛一个罩子一样 把这里全部罩了进来 而犹如实质的 一道精神力冲击波 也在这个刹那 轰击到了 这只怪物所在的方向 甘兰痛叫着捂着耳朵蹲在了地上 在这个瞬间 他的脑袋里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意识 所做出的动作 完全是下意识的 他并不是真的觉得捂着耳朵有作用 只是这样做 仿佛能够减轻一点痛楚 直到数秒之后 思维才回到他的身体里 只是他依然看不清任何东西 眼前是一片花花似绿绿的色斑 如同坏掉的油彩画板 上面还有很深的黑色孔洞 耳朵里除了嗡鸣 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但感觉却无比的清晰 他能够感到鼓鼓热流 在他的鼻子下面和耳朵下面流淌着 那是鲜血 嘴巴里已经躺了进去 很腥 如果手指被针刺破瞬息一下 或许还能减轻痛感 但是如同现在这种情况 甘兰除了感到害怕之外 还有着强烈的恶心 鲜血的味道 把头部的眩晕加重 变成了胃部的反应 甘兰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之前只看到叶忠明跳到了半空 接着就有一股莫名的能量袭击了他 他从未有过这种无力感 无法抵抗 无法反击 任人宰割 他依然不敢动 至少在目前 他虽然无法事物 没有听觉 可待在原地却没有受到攻击 甘兰无法确定 如果他开始移动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况且在他的心中 也对叶忠明有着莫名的信心 他觉得 有那个男人在 自己应该就是安全的 甘兰老老实实地蹲着 数秒之后 他就知道 自己的状态正在变好 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最先恢复的是听力 甘兰隐隐约约的听到什么东西在碰撞 还有那两只冰鸟的提名 其中 好像还有夜中鸣发声的闷恒声 让他的心都提了起来 是受伤了吗 他站起来 虽然恶心感好了很多 但眩晕感又袭来 他勉强保持着身体的平衡 手中出现了挂在战甲两侧的长匕首 防备着 准备视力 一旦恢复 就做出应对 轰隐的一声 地面都随之震动了一下 甘兰在震动中没有忍住 甘呕了一声 虽然没有吐出什么来 可一下子感觉就好了许多 视力也开始恢复 头部更是少了眩晕 他模模糊糊地看到 夜中鸣仿佛半跪在地面 单手煮着那把看似普通的战刀 好像受了伤 甘兰揉了揉眼睛 又向天空看去 那个怪物已经不见 同样也没有两只冰鸟踪跃 这是 结束了 还是没结束 他向前走了两步 视觉在飞速地恢复 净化者的体质 让他好转得很快 这个时候 甘兰才看到 之前那只猙獰的怪物 就在夜中鸣身前 可是身体已经不完全 竟然是被分成数个部分 残缺不全 而怪物的这些残破尸体的旁边 是两颗小了许多倍的白卵 甘兰紧张地举起了兵器 如果夜中鸣受了伤 此时无力再战 如果这两个白卵又再次孵化 那么能够战斗的 就只有他了 虽然他的实力不如夜中鸣很多 好在这两个白卵 看大小也比刚才那只要弱不少 或许可以打一打 但没等甘兰动手 夜中鸣却站了起来 回过身 看向了甘兰 你干什么 面对夜中鸣的疑问 甘兰用长匕首指了指两个白卵 很有气势地道 放心吧 你休息 他们交给我了 夜中鸣 一脑门子黑线 没好气得到 那是我的两只鸟 啊 甘兰呆了下 用匕首把挠了挠自己火红的头发 不明所以道 两只冰鸟 他们 他们怎么会这样 甘兰又不傻 他十分确认 这两个白卵 就是刚才那个巨型白卵的缩小版 他们再进化 夜中鸣答了一声 手在自己的脸上擦了一下 甘兰这才发现 这位七星进化者左侧的脸上 被划出了一道伤口 流了些血 让清秀的这张男人脸上 多出了几分杀气和霸气 少了几分唇红齿白的学生感 刚才 夜中鸣用出了 并不能熟练掌握的精神刺去袭击八角怪 事实上 非常成功 结果好的 甚至出乎夜中鸣的意料 由于事出紧急 夜中鸣顾不得其他 全力发动了能力 夜中鸣的精神力是如何的巨量 这一下 精神冲击的强度 强悍的无以复加 这头智慧很高的八角怪 直接在空中被精神刺阵成了傻子 只是略微挣扎了一下 脑袋里就变成一片江湖 这从甘兰受到的波及 就能看出一二 身在夜中鸣后面 和精神刺的方向完全相反 但由于夜中鸣不能很好地控制精神力的外移 波及到了甘兰 一个五星进化者 差点就被震得昏厥过去 由此可见 身在主攻方向的八角怪 遭到了如何的打击 只是 终究这是夜中鸣 第一次用这个 还未完全掌握的能力 精神力消耗得有些严重 发出攻击后 头部一晕就从空中掉了下来 好在精神力并没有枯竭 他在落地的时候 勉强站住 只是变成了刚才甘兰看见的单膝跪地的样子 以此来缓解冲力 至于脸上的伤口 说起来颇有些意外 八角怪直接被震死 一点能力都没发挥出来 自然不会给夜中鸣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 巧就巧在他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 在地面弹了几下 那尖锐的下肢 正好划过了夜中鸣的身边 这才给刚才 暂时不能动的夜中鸣脸上 留下了一个小伤口 而两只冰鸣 因为和夜中鸣心意相通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看到敌人被主子杀掉 飞下去就开吃了起来 只是 仅仅吃了八角怪身体的一部分 便再次进入了净化的状态 看来这八角怪物的能量 还很多 夜中鸣在四周看了看 又想了想 来到已经碎裂了好几半的聚卵旁边 左右观察了一下 接着一脚踢开了剩下的卵壳 一边好奇的甘兰 立刻就看见了 下面一个并不太深的空间 里面摆放着一个不大 却异常精致的箱子 不问可知 这就是这里的奖励了 夜中鸣却没有立刻打开 反而掏出鸣牌看了看 发现三人形的完成度来到了3% 其他依旧全无 他很干脆地把箱子放进了空间之中 夜中鸣和甘兰上来的时候 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所有人的注目力 没办法 很多势力做不到 或者说不想做的事情 被夜中鸣一个人做到了 想不被人瞩目都不可能 当然 这些势力要是豁出去 肯定也是能够打通这里的 但要下去多少人 又要死掉多少人 估计没有几千人做不到 可人家 只有一个人就做到了 至于甘兰 基本上已经被忽略 它要是有作用 之前就不会毫无所获了 看着名牌上的信息 大家脸上依然难掩金融 一方面是因为夜中鸣 把一个猫耳洞打穿 一方面是因为 打穿了一个猫耳洞 才得到了3%的完成度 那么33个 就是99% 可这里的猫耳洞 并不只有30多个 那么是怎么算的 夜老大 下面是什么样的 冰霜罐后面是什么 下面危险程度是怎样的 最困难的地方是哪里 没有奖励吗 叶先生 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惊讶之后 几乎同时 大家的问题纷纷出来 没人是傻子 大家都看到了百窟沼泽的难度 几乎不用想 这里的奖励 一定是极其极其丰厚的 之前有人出去 已经收集了一些消息 百窟沼泽已经是完成度 最少的三个冒险地之一 也就是说 这里非常可能成为最后的一关 那么 奖励自然也会是 整个名水界最好的 到时候 所有的势力 所有的人 都会集中到这里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 最重要的 奖励可就真是狼多肉少了 现在 虽然待在这里的势力 也不少 可是毕竟之前同意了 叶忠明的奖励分配 就算吃不到肉 汤也是能喝到的 可一旦人多起来 那可能就要连 舔碗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们希望知道下面的情况 更希望知道 叶忠明对付下面怪物的方法 如果能学到 那就自己做了 至于奖励分配什么的 这些势力想遵守的时候 远比和平时期严格 绝对的说一不二 不想遵守的时候 他们又是一帮臭流氓 说耍无赖就耍无赖 叶忠明 微微退了两步 他不想和这些人靠得太近 知道空间特立之后 谁知道什么时候 又会开启 还是谨慎一点的好 至于这些问题 叶忠明也完全忽略掉了 只回了一句话 打过去 其他人想露出什么点不屑之类的表情 可是想到貌似无论怎样 确实是需要打过去的 只好尴尬地笑笑 肩默不语 心中在猜测着 到底叶忠明是靠什么过去的 是技能还是装备 他们心中依然不信叶忠明是 靠着自己的实力 一刀一枪拼的 同知识和水执师 拉着叶忠明到了一边 也问出了相似的问题 其他人见到也无可能耐 这里是人家的主场 总是有些特权的 既然从叶忠明嘴里问不出什么 那么就让五环钱去问 也无可厚非 反正奖励不会少了他们的 对于五环钱 叶忠明自然不能那么敷衍 想了想到 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是我的能力 不太害怕低温 所以才会容易许多 里面的怪物 基本上都是五级左右的生命 只要解决低温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可以单独下去 两位只是一听 都有些无奈 叶忠明说的他们不是不懂 可问题是无法解决啊 之前想要讨巧 所以找来了甘蓝 但事实证明 那个方法不可用 难道只能一个个打过去 之前这个 已经用了数个小时了 水直是皱着眉头 颇为不爽 实在是效率太慢了 我倒是有个想法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叶忠明捏了捏自己的手指 向两个直视 提出了一个建议 你说 同直视眼睛亮了 百窟沼泽确实有些耽误事 这让他的计划 受到了很大的阻言 如果能够尽快解决 也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一起说 涉及到所有人 叶忠明比了下其他人道 两位只是犹豫了一下 还是同直视道 不能先和我们透露一点 还是一起说吧 终究要 大家一起做才行 看到叶忠明态度坚决 两位直视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把大家又都叫到了一起 是这样 我考虑了一下 觉得有种方式 我们可以尝试尝试 叶忠明声音提高了一些 保证让所有人都能听到 大家一听都来了兴趣 还以为是叶忠明 迫于五环前的压力 打算把通过猫尔洞的方法 告诉大家呢 下面和大家看到的一样 寒冰长廊 冰霜怪区域 最后 是一间巨大的空间 里面会孵化出一种八角怪物 叶忠明简单把下面的情况 讲述了一下后才说 我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通过 无非就是一路杀过去 因为我的能力不为严寒 所以可以做到 里面的冰霜 怪单体实力 大家都清楚 无非就是五级左右 如果人手足够 其实并不难解决 这里大部分人 都是六星进化者 只有一些跟班是四星五星 听到叶忠明这么说 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冰霜怪单独拉出来 对他们确实没有太大的威胁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提供 给大家一批活属性的装备 之后 大家分开去打通这些猫尔洞 大家看如何 众多势力的人互相看看 又低声谈论了一会 终于有人问道 叶先生 你的意思是 以后大家各干各的 是啊 之前确定好的奖励分配方案 不算数了 涉及到以后的利益问题 连两位执事都非常关注 两种方案 第一种 我免费给大家提供装备 之前商定好的奖励分配不变 第二种 之前的分配方案作废 得到多少奖励大家各凭本事 但我交给大家的装备 就要花钱购买了 叶忠明说完 看着陷入了激烈讨论中的众人 安静地等待 他之所以改变注意 也是下到了猫尔洞之中 探险后才有的想法 并且 完全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主动地改变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自然是这里的猫尔洞里太多了 他有实力一个个地打过去 但消耗的时间太长 现在 叶忠明在名水界 已经待了一段时间 秘境那边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虽然算上双方之间的时间差 以及放出去 惊绝扶球的监视作用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即便是胜负提前到来 他留在那里的手段也可以应付一阵 但万一呢 万一曙光圣殿 提前发动了不计伤亡的攻击呢 说白了 叶忠明也是在赌博 赌那位九级的强者 不会那么快地到来 赌曙光圣殿不会孤注一掷 赌自己可以在名水界让实力更进一步 以至于将来 面对九级胜负的时候 不会被人轻易地碾压 但哪怕叶忠明做了最完备的安排 他也怕意外发生 能够早回去一天就是一天 所以他不能在这里一个猫耳洞 一个猫耳洞地打下去 他耗不起 还有一点 就是叶忠明虽然可以自己一个人通关 但消耗也很大 面对上万的冰霜怪 无论是消耗他自己改良的自然宝石 还是碎魂骨骚的庞大精神力 他都不愿意 用前者他舍不得 用后者恢复起来是个大问题 要是不用这两种方法 完全靠体力 叶忠明估计打穿一个洞 也要累得够呛 一万个怪物站在那里任由他杀 也需要不少时间 更别说都是一个个五级的生命 除此之外 叶忠明还有一个隐忧 就是猫耳洞中的地面太诡异了 那种可以吸收和传递能量的能力 让他总是不自觉地担心 如果自己一个人打穿了所有的猫耳洞 会不会遇到什么不可预测而危险的事情 叶忠明自然不算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既然有这个担心 他肯定不会自己去面对 把危险平摊才符合他的利益 至于奖励什么的 这些事后再说就是了 奖励再好 也要命拿才是 叶忠明的提议不可谓不吸引人 毕竟 奖励被拿出来重新分配了 只要大家想 但这里的人也都不傻 都在交谈中默默权衡着利弊 还有 猜测着叶忠明这个提议中 是否有什么 他们还没有察觉的陷阱 水执事和铜执事 作为东道主 他们其实并不太在意某一个冒险地的得失 他们关注的重点在冥水界整体的完成度 在全部冒险的完成之后 那吸引人的天悲 虽然他们也想要得到这里的奖励 可是听到这个新的提议 他们对叶忠明制造的装备也很感兴趣 他们知道叶忠明身为工匠的成就 如果可以现在就得到一批质量优良的装备 无疑对五环钱的实力提升有极大的好处 两个人最先表示了对装备的兴趣 开始询问装备的等级和功能等详细情况 这无疑影响了不少人 叶忠明把早就准备好的答案说了出来 如果大家选择第一种方案 也就是我免费提供装备 那么装备是什么样的 我自然说了算 我会根据大家每个事例在这里的人数和实力决定 拿到的装备质量 总之会优先以通过这里为前提 如果大家选择第二种方案 大家出钱来购买装备 之后各干各的 那么就可以和我提要求 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装备 我就做什么样的装备 价格自然也不同 如果只是改造 你们现在有的装备自然会比全新制造来的便宜 但无论哪样 你们只要能够提供相应的 合适的材料 也会在总价格中减去相应的费用 这一下大家算是听明白了 这货 就是来卖装备的 如果选择免费的装备 估计也就是带给点火属性的而已 在其他方面 未必会有他们身上的好 拿下去拼命 结果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对于不少人声音不高 但足以听得到的不满 叶忠明毫不在意 他放弃了八成的奖励 自然要从其他方面找回来 这里的人不少 平均每人一见 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而以叶忠明的工匠水平 别说 现在 就是在他重生之前末世十年 那也绝对是大师级的人物 成本会压得极低 利润则会高到吓人 叶忠明从不会去小看进化者的冒险精神 这么多势力区分可怜的两成奖励 那是别无他法 是因为这里不能互相战斗 一旦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进化者是不会令西区战斗的 他知道 这些人一定会选择购买装备的方式 因为这是最合适的办法 不仅可以各凭本事获得奖励 装备也不是什么一次性的用品 以后依然还可以用 还有 哪怕这些势力都不想去拼命 但是能够碰到一个优秀的匠师 他们也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可以说 这第二种选择从任何方面看 都是最有利的 叶忠明也知道口说无凭 干脆直接坐在了赵向雪和高义的中间 对那边的美娜招招手 等到这女人不明所以地过来 直接了当地让她脱下战甲 美娜还想问干什么 但甘蓝直接上手 把自己闺蜜的战甲给脱了下来 一脸讨好的递到了叶忠明的手中 叶忠明也干脆地拿出了一些材料 当场对这件装备进行了改造 材料的融化 融合 战甲的改变 等级的提高 就在众人的眼前呈现 一件银色等级的装备 就在半分钟后等级提升了一级 散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现在不是没有工匠 可以制造绿色的装备 但能够如同叶忠明轻描淡写的 就制造出来的 绝无仅有 这还没完 叶忠明把战甲 交给一脸惊喜的美娜 接着又拿出了一些东西 在手中熔炼锻造 很快 一个淡粉色的手镯就成行了 成功的瞬间 依然达到了绿色的等级 在场的人看得有些发愣 哪个工匠做出绿色装备 不得失败个几次 这个人 是运气太好 还是成功率太高 同志士和水志士 本来离叶忠明就近 看到这一幕后 速度也最快 直接蹲在了叶忠明面前 指了指 身上的某件装备问道 变成蓝色的多少钱 叶忠明笑了笑 他现在的确可以制造出蓝色的装备 但是用料可就无比的将就了 鬼精是必须的 虽然现在云顶已经可以量产鬼精 但别忘了 那是需要大量变异生命血肉的 每一天 云顶的战士都需要出去猎杀大量的生命 来保证鬼精和鸣鼓魔胎的需求 在阴城已经无法满足这个需求的时候 云顶的人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狩猎 之后还要麻烦的向回运输 这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 即便是 现在有人专门给云顶运送变异生命尸体 可哪怕是魔精被挖去的尸体很便宜 也架不住数量多呀 云顶每天在这方面的支出就有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 鬼精依然是珍贵的 依然是用云顶的家底催熟的 加上制造蓝色装备有成功率 即便是叶忠明有降薪在 但运气不好 连续失败也是可能的 还有 现在蓝色虽然早就不是人类进化者 所能拥有的最高等级装备 可在六星七星进化者这个层面 蓝色依然是高等级装备 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得到的 叶忠明在给外人制造的时候 肯定会慎之又慎 我倒是有这个能力 但需要的材料很稀有珍贵 我身上没有 并且制造蓝色的装备 哪怕是从绿色去提升等级 成功率也不高 只要失败一次 你的装备可就没了 两位执事 你们确定要赌一把吗 听叶忠明这么说 同执事和水执事都露出了可惜的表情 他们虽然是五大巨头之一 是整个世界最富有的那一小拨人之一 但身上的主要装备等级还是绿色 蓝色只有几件 至于金色和紫色这两个级别有没有只有 他们自己知道 虽然绿色级别已然是他们身上最低级的装备 可如果说让叶忠明拿来 练手 他们也同样舍不得 绿色 那也是绿色中的精品 两个人正一犹豫 其他人可就不客气了 纷纷由老大或者管事的为代表 开始说着装备的要求 当然 最多的还是问价格 如果叶忠明卖得太贵 可就完全失去意义了 叶忠明耐心地一一回答 把全新制造一件装备能力估计会是什么 材料都会需要什么 每种价格是多少 或者改造一件装备需要什么类型材料 这个价格又是多少等等都说得详详细细 云鼎也是经常做装备生意的 对于现在市场上各级装备的售价很了解 叶忠明自然也知道 他说出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一些 可不多 是一个让人觉得没便宜多少 却又不忍心放弃的新养价格 如果你们提供蓝本和所有的材料 我只出一份手工 价格很便宜 对不对 并且绿色级别以下的装备 要是我制造失败了 全赔 叶忠明这句话 算是彻底打消了其他人的顾虑 又干脆的 直接开始说要求了 让照相雪和高益加上甘蓝美娜 四个人分别去记录不同战队的要求 叶忠明自己则开始制造带有火属性的装备 是的 无论这些人提什么要求 叶忠明都会考虑 但只有一点他不考虑 就是不做没有火属性能力的装备 有聪明的人想想就明白了 叶忠明 这是故意让这些装备都属于同一类型 故意让这些装备功能单一 至于为什么 自然是防范心理 换成他们自己 估计也会这么做 可有人放弃吗 没有 因为叶忠明 可以保证银色装备百分百成功率 绿色级别的虽然不保证 失败了也不赔偿 但却保证两次必定成功一次 那些大佬们自然把目光放在绿色级别上 银色的已经被他们淘汰 可是他们的那些手下不是啊 在外面装备等级平均只有白色的情况 银色已经是好东西了 末世之中 家底通常都是随身携带的 极少人有人拥有空间装备 大多都是随时随地换成模型戴着 这样方便 所以 除了个别几个团长首领这样的人之外 能够拿出材料的人很少 基本上都是提供现有的装备作为蓝本让叶忠明改造 叶忠明挑选空间里活属性的材料 一个就足以把这些装备提升一个等级 由于这些材料是什么 等级如何导致价钱是什么样的叶忠明 已经提前说清楚 甚至还会估计 融合之后能够出现的能力 所以装备改造出来之后 大家也没有什么不满意 看到叶忠明几乎十几秒 就能够完成一件装备的改造 魔镜如同流水一样流入他的腰包 许多人在羡慕要死的同时 也深深拜扶在了这个男人逆天一样的制造速度和成功率上 别看叶忠明已经尽量隐藏自己的实力了 把几乎百分百成功率的绿色装备说成了只有百分之五十 但银色装备百分百 还是吓到了这些人 特别是铜直室和水直室 看到叶忠明从空间里 拿出仿佛永远用不完的材料 看到他流水线一样改造出银色的装备 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 有这样一位老大 那么云顶现在的装备估计是全银色了吧 那么两个人互相对视 颇有些面面相去 他们知道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全银色装备的云顶山庄 整体势力只能排在第六吗 肯定不会的 机身前五一定没问题 弄不好 前三甚至前二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云顶的人数再多一些 问顶国区第一 也是指日可待啊 那么问题来了 出去之后 要不要修改榜单 叶忠明制造装备速度太快 他在两个小时内 就完成了这里银色装备的制造 掏空了那些人的腰包 没办法 这种有工匠大师 现场制造装备的机会可不多 现在剩下的 就是这些要求 绿色装备的头头脑脑这些人了 和这些人 谈价钱稍微有些困难 因为涉及到成功率的问题 好在波折之后也谈妥了 夜中明用制作绿色级别的装备 涉及到秘密为由 不让这些人观看 自己下到了刚才的猫尔洞中 独自干活 同时趁机把刚刚完成了进化 与他取得联系的冰鸟 放回魔似风潮里 把装备交付之后 夜中明粗略地估计了一下 这么几个小时 他收获大概数万枚四级魔精 和几千枚五级魔精 别的不说 以他转动轮盘的成功率 这些五级魔精 就能够换来 超过四位数的五星进化药剂 这些势力 倒也没有反悔拿着装备走人 纷纷找猫尔洞下去试装备了 现场 只剩下了夜中明三人 和美纳甘蓝 加上两位五环钱的直士 两位直士 重新来到夜中明身边 很郑重地道 夜先生 我们也不改造绿色装备了 直接就要蓝色的装备 也别说什么成功率 和需要什么材料 我们只出魔精 一口价 你出价吧 对于合作伙伴 夜中明是和别人不同的 于是很是顺从地开了一个价格 一个让合作伙伴听了之后 直翻白眼的价格 夜先生 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七星进化药剂 这已经够换一件金色装备了 还是轮盘出产的 同志士觉得 这是夜中明一种变相的拒绝 语气便不是太好 夜中明反而摇摇头 或许以后 一件蓝色装备 不值一瓶七星进化药剂 但是现在值 还有 我制造的装备 要比轮盘上出产的好 说完 夜中明顿了顿 可以不限制是否拥有火属性 同志士和水 只是是非常动心的 哪怕夜中明的药价 奇高无比 没办法 现在想要得到一件金色的装备 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外 想要从轮盘上获得 基本上是七级轮盘开始 但这个等级的轮盘上 金色装备非常非常稀少 想要找到一个异常困难 从八级轮盘开始 金色装备的数量开始变多 但现在别说五环前 没有到转动八级轮盘的程度 其他如反抗区等超级势力 也不能 而七级轮盘上 出产的主力是蓝色装备 比例和八级轮盘上的 金色装备相差无几 从这个角度说 蓝色装备 价值一瓶七星进化药剂 是没有错的 甘蓝不由地摸了摸身上的蓝色战甲 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 自己要不要把这件装备卖掉 然后给自己和美娜 换两瓶六星进化药剂 还是太高了 同志士和水志士低声聊了两句 遗憾地拒绝了夜中明的这个价格 他们就算是巨头 也并不能把手中的财富如此挥霍掉 这个男人提出的交易性价比太低了 夜中明沉默了一下 之后道 这样吧 我们换个说法 假如你们找到一个 既有七星进化药剂 又有蓝色装备的轮盘去转动 得到其中一样的机会是相同的 对吧 两位只是点点头 但都有些不懂 换成魔精吧 夜中明图穷笔线 就算是一半的几率 五十枚七级魔精 加上因为我制造的装备 更好另外再加十枚魔精 一件蓝色装备 六十枚七级魔精 之前夜中明不知道一件蓝色装备 不值一瓶七星进化药剂吗 他当然知道 但他依然提出了这个价格 并且试图说服两位五还钱的直视 这就是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度 等到价格再低一些的时候 会更容易接受 如果开始夜中明 就提出六十枚七级魔精的价格 估计最后的成交价还要低 当然 夜中明也是想要碰一下运气 看看是否能够遇到冤大头 不过显然蓝色的装备 还不足以让两位只是失去理智 这 无论失败多少次 都算我的 可 量身定做 两位只是被说得很是无语 但心中权衡了一下 还是点头答应 或许对夜中明来说 蓝色的装备并不算什么 只要他能够承受不低的失败几率 能够找到大量的珍稀材料 是可以不断制造出来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限制条件 让他不可能去量产这种等级的装备 连他这个出色的工匠都是如此 就更别提五还钱了 在个人战斗力上 夜中明可能不会自信地说自己是全球第一 但在工匠职业上 他有这个信心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促成了这笔交易 铜制式要求的是一件可以增加防御和力量腰带 水制式要求的是一件水系的饰品 对于夜中明来说 这并不太困难 仔细挑选了一些材料 又准备好鬼精等必需品 下到了猫尔洞中开始干活 大概半个小时候后 夜中明上来 手里是两位执事所需的东西 这件腰带有四种能力 夜中明把两件装备的能力和两个人说了说 听得他们是神采连连 显然这东西比轮盘出产的要好 心中不由地对夜中明在工匠方面的成就 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 夜先生 一次就得到了120枚七级魔精 怎么还是不太高兴的样子 夜中明苦笑了一下 失败了几次 现在很难说我是赚了还是赔了 刚才确实是失败过 但也仅有一次 夜中明肯定是赚钱的 还赚的不少 他这么说 只是让这位两位花了笔巨款的人 心中更好受一点 他自己也低调一点 同执事和水执事加上 那个年轻男人白执事 是五环钱中实力最大的三股 欧阳执事次之 皇族工会最差 而这次的名水街开启 同执事和他的盟友水执事 在其中已经获得不好的好处 60枚七级魔精对他们来说 算是一笔巨款 但还不至于拿不出来 特别是在他们本身 已经进化成为了七星进化者之后 对这个等级魔精迫切需求下降 所以才愿意来购买优秀的装备 但对于夜中明 120枚七级魔精 就意味着两瓶七星进化药剂 如果运气好 三瓶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云顶的核心成员 正在处于集体向着七星进化者迈进的时候 如果真的能够得到三瓶相应的药剂 那么整体势力 无疑会有一个小幅度的跃升 两位直视试了试装备 都非常的满意 不是不想继续再买两件 而是囊中羞涩 现在七级魔精不多 基本上都集中在他们这样的顶尖高手手中 所以才能够一次性每人拿出几十枚 但这已经是极限了 同直视 麻烦你送我出去 完成了交易 夜中明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不在这里了 两位直视都有些诧异 他们还以为夜中明会利用他的能力 继续在这里博取奖励呢 等下一次这里开启我再进来 现在我出去 还有些别的事情 同直视和水直视不明所以 但还是带着他们出去 美娜和甘蓝商量了一下 也跟着出来 他们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还要承受其他人的轻视 还不如暂时跟着夜中明 而夜中明出去是真的有事 他还需要去一个地方 那里 有他所需中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索伦磨合 温欢眯着眼睛 仍由身边的一个女人 用一把闪着绿色光芒的缝合针 在她的肌肤中穿行 偶尔 还会看到深深的伤口中 露出里面森白的骨骼 这种本应该极度疼痛的事情 却仿佛丝毫不能影响她 哪怕是把同样闪着光芒的缝合线收紧 或者碰到针尖碰到骨头的时候 温欢依然动也不动 脸上连一丝表情都没有 周围 她的百多名手下安静地 围着自家的老大 沉默中带着几分说不清的坚毅 好了 使用缝合针的人站了起来 露出了一张阴气十足的脸 只是头发几乎没有 只有贴着头皮的黑色发茶 这其实是末世之中 许多进化者的特征 在没有条件经常洗头洗澡的情况下 许多人都会选择剃光头发 一些女性也不例外 温欢斜着眼睛看了看 被缝的稍显凌乱的伤口 笑笑道 小慧水平有进步 每天都干这个 熟能生巧 叫做小慧的女人 可有可无的淡然回道 一边说着 一边整理她的一些工具 温欢再次看向了伤口处 嘴角抽动了一下 就这 也能算生巧 但自己的宝贝妹妹这么说了 那就是这样吧 左手在伤口上轻轻一扶 两颗不起眼的褐色种子落在了上面 瞬间便开始变化 化成了一片深绿色的藻类 完全附住了伤口 这些藻类仿佛有生命一样 在上面不停地蠕动着 温欢不知道从哪里拿过来了 一节甘蔗色的东西 也不去皮 就那么放在嘴里嚼着 一些汁水从嘴角流出 滴落在了五颜六色的地面上 一边的妹妹小慧看到 无奈地摇摇头 无人区来到这里 已经经过了四个时段了 快五十个小时 但是完成度 只提高百分之七点多 加上其他势力的百分之二多 将将超过了百分之十 但是 现在这里却只剩下了无人区 这里是色彩之城 名水界一个的冒险地 一个困难度极高的地方 也是和百窟沼泽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完成度最低的三个冒险地之一 这里就如同一个打翻了的吊色盒 里面的一切 都有着数种不同的色彩 出现的任何一样东西 都可能会发起强度各异的攻击 是的 这里是一座城 里面有着和地球城市一样的 所有东西 花坛 路灯 垃圾桶 高楼 桥梁 雕像 喷泉 植物 宠物 昆虫 但这些带着彩斑的东西 就是一个个让人防不胜防的敌人 花坛会突然变成彩色石头巨人 举着拳头 向你砸来 路灯会变成钢铁巨蟒 对着你甩动尾巴 雕像会成为举着长矛的骑士 对你发动冲锋 喷泉会成为魔法武器 对你这射出水箭 还有 这里仿佛无处不在的七色光芒 总会让人产生错误的视觉 以至于发生判断失误 进而被攻击 这种到处是敌人 判断还会被光线干扰的冒险店 来过的人 尝试了一下 便都放弃了 他们是来获得好处的 而不是来找死的 这种地方 谁愿意来就谁来吧 只有温欢 来了之后没走 依然在这里带着人尖色的开着荒 许多势力离开的时候 都和温欢打过招呼 毕竟无人区也是十大势力之中的一个 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万兽庄园和无人区 一个以豢养变异动物出名 一个以培育变异植物广为人知 对于现在普遍缺乏战兽的进化者来说 两个势力都是大家最想要搞好关系的 以期可以获得适合自己的帮手 两个势力能够走到现在 也的确在这样的贸易中获利不少 所以 不少人都希望能够留下一段战斗情谊 以便今后好好利用 但无人区的固执 却让他们不得不愿望破灭 很多人不懂为什么温欢会留在这里 很显然 想要完成这里百分百完成度 得到最后的奖励 需要付出的太多太多 哪怕一个超级势力也承受不住 既然这样 无人区为什么还不走 温欢没解释过 不仅和外人没有 和自己的手下 还有妹妹也没解释过 因为她也不确定 但却有强烈的感觉 这里有她需要的东西 哥 下面怎么办 小慧收好了东西 看着自己的亲哥问 和平时期 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怎好 贫穷的家庭 让两个年纪相差在三岁之内的孩子 从小就处于一种竞争的关系 从食物到衣物 从玩具到零用钱 虽然随着年纪的增长 两个人都收敛了许多 但父母见老后 存款和房产 又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他们都曾认为 自己仅是万千大众中的一员 是典型的小市民 彼此之间 有着脱不开的血缘关系没错 却在不富裕的生活压力下 只能顾着各自的家庭 直到 末世爆发 兄妹之间 在失去了除了彼此之外的所有亲人后 开始紧密地站在一起 温欢的植物大师血同水晶 是温慧拼死地来的 温慧的器械医师的职业卷轴 是温欢当初放弃了 净化为六星净化者的机会 用净化药剂换来的 现在的两个人 是共同体 温欢没有马上回答 反而看了看自己刚才的伤口 那里的枣泪蠕动得 已经非常缓慢 他凑近吹了一口 那些枣泪立刻飞了出去 露出了已经恢复的 近乎痊愈的伤口 那些带着光芒的缝合线 已经消失不见 仿佛化成了温欢的血肉 既然这里遍地皆敌 那就 全部砸碎吧 说完 温欢的身体开始 发生变化 他的双腿 生出了数十根纤细的肉须 转瞬插入了地面之中 身体上开始覆盖一层苔显式的植物 双手同样聚变 一只手变成了连蓬状态 另外一只手则是一个旋转的圆锥体 但最显眼的还是温欢的头发 根根发丝变成了朵朵鲜花 五颜六色 万子千红 这就是温欢的血统 植物大师 他举起连蓬状的那只手 眼中金光一闪 无数的种子就从里面喷射出来 落到了周围的地面 之后 种子钻入土壤 那些百鱼卫手下纷纷从身后拿出一个圆筒 对着地面开始喷洒一种透明的 微微有些粘稠的液体 十几秒之后 地面开始鼓起无数的土丘 一个接着一个的变异植物 从里面突出来 露出了形态各异的身体 一时间 周围百米的范围内 竟然全都被这些植物占领 一只变异植物大军就此形成 等了几秒 温慧奇怪地看了自己哥哥一眼 怎么不走 处于血统变身之间的温欢缓声道 有人来了 和叶忠明一起进来的人不少 除了赵向雪和高义离墙之外 其余的都是纳兰战队的人 美娜和甘兰跟着叶忠明行动 即使自愿也是出于叶忠明的要求 他要来的色彩之城 是一个战斗强度非常高的地方 能够有人帮忙 也可以分担一些压力 至于纳兰战斗的人 是不是能够承受这里的考验 叶忠明并没有去考虑 牺牲总是会有的 只要不是自己人 当然 事后叶忠明会给出一定的补偿就是了 只是叶忠明看到纳兰战队 这150多人的队伍 心中对甘兰和美娜 不可一指地产生了一份敬佩 和九分无语 因为这100多人 实力太平均了 最低进化等级 四星 最高进化等级 五星 这样的结构放在云顶 和单独的某个小队很像 领导层高一级 战士们低一级 这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战斗集体 正常的等级差距 可是放在一个完整的组织中 那问题就大了 算起平均等级 云顶山庄 应该算是超级势力之中很高的 但在云顶 依然是进化等级层次分明 从进化等级最高的七星 到不断培养的一星进化者 每个等级都有 以后哪怕全员都是进化者了 低进化等级 比如一星二星这些人 在云顶消失了 但其他进化等级 依然会保持 这就如同军队一般 因为军衔不同 才能够有着明确的进级路线 给人以希望 而不是天下大同事的平均分配 如果真的那样 任何一个集体都会崩溃掉 叶忠明虽然对手下付出比较多 但同样的 他自己的战斗力 一直保持着绝对的领先 唯一有一段时间 下白和他实力接近 那也是特殊原因造成的 并且下白的中心叶忠明 从不怀疑 但纳蓝战队 本身是一个组织 却保持这样极其相近的进化等级 短时间内或许可以 甘蓝和美娜两个人 依然能够保持实力上的领先 这些人被他们帮助后 短时间内会心存感激 依然保持着听命行事的公顺 但时间长了呢 或者当他们的进化等级 和甘蓝美娜一样 甚至超过呢 他们还会干预人下吗 更何况 甘蓝和美娜优秀的外貌条件 很容易让男人产生邪念 现在没事 但隐患已经埋下 除了这两个女人外 纳蓝战队之中 还有另外数个五星进化者 哪怕是叶忠明 也看得出来 他们之中个别的人 偶尔会露出桀骜之色 只是看到叶忠明的时候 才收敛了不少 叶忠明不知道甘蓝和美娜 发现这种迹象没有 但这就是大隐患 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那一分佩服 是因为两个人 或许放弃了自己进化的机会 而选择不断地去充实 手下的实力 所以到现在为止 组织的排名不错 但他们自身的实力不高 这倒不是说 他们面对一瓶六星药剂会放过 而是平时得到一点魔晶 就用掉了 没法攒起来 就当给他们清理一下门户吧 叶忠明如此想着 这里是色彩之城 身边的每样东西都可能是敌人 他们会变成各种形态攻击我们 所以一定要注意 叶忠明 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说了出来 他不在叶纳兰这帮人的死活 并不代表着就希望他们都死在这里 能够多活一些时间 能够多给叶忠明做些事情 自然是更好的 解决这里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有一点点地打过去 把这座城市彻底摧毁了 我们就能拿到最后的奖励 美娜和甘蓝都点点头 表示知道 他们在百窟沼泽得了好处 晓得这个男人不会亏待帮助过他的人 两个女人身上 现在就穿着叶忠明给的装备 所以他们拾去媒体之前 叶忠明答应过的一成奖励 不过 他们一心想要跟着叶忠明 把名水戒打过去 但他的手下可不都这么想 叶老大 我们帮你在这里战斗 奖励怎么分配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交个底 一个健壮的男人开口说话了 叶忠明看了他一眼 正是几个会露出 桀骜表情的五星进化者之一 甘蓝立刻脸色变了 呵斥道 强语 闭嘴 美娜也狠狠瞪了他一眼 但显然 两位老大并没有让这个叫做强语的男人闭嘴 反而挑了挑眉毛道 大姐二姐 这种事情还是说清楚的好 否则到时候就会出乱子 万一最后这位叶老大赖账 怎么办 你也不希望兄弟们白费功夫吧 这可不是小事 是会死人的 如果在外面 强语肯定不敢这么说 面对七星进化者 他没有这个底气 但名水界很特殊 这里不能互相攻击 即便是得罪了人也不会立刻被怎么样 大不了离开的时候隐蔽一点 反正好几个出入口呢 到时候 天高地远 七星进化者 又能如何 叶老大 你说对不对 强语看到不少人都点头表示了支持 很是有些意气风发 甚至还挑衅地问了叶忠明一句 叶忠明却什么都没说 叶老大 你 你配合我们老大说话吗 离强手中出现一把枪 也没看他怎么动的 却眨眼间来到了强语的身边 枪口指着了他的头 刺着牙 仿佛下一刻要咬人似的 这可是表现的好机会 离强看到 照相雪和高义 没什么表示 他乐得出头 强语是因为这里不能互相攻击 所以没什么防备 但被人用枪指着头的感觉就不太好了 他猛然挥手 打开了离强的手臂 争鸣吼道 你算哪颗聪 也敢用枪指着我 无论强语刚才对甘兰和美娜的不敬 被不被所有人接受 但终归是一个战队的 看到有人威胁自己人 其余战士立刻围了过来 面色不善地看着离强 甘兰和美娜完全没想到 情况变成这个样子 两个女人现在杀掉强语的心都有 张嘴就要说话 可却被沉默寡言的高义抢了先 出去后我就宰了你 把你的肠子 为云顶城下的十人花 高义并不激动 也没有做出离强那样的动作 但是平静的语气 仿佛在说着一件 已经成为了事实的事情 没人认识高义 甚至他身上那些没有等级的装备 看起来有些傻 但他的话 却出奇地能够给人一种幸福的力量 高义也确实有能力 干掉强语这样的人 B的情报力量会随着扩张而越来越强 在鸣鼓魔台即将进入云顶序列的当下 他们也在理论上 拥有了短时间内 快速出现在任何地方的能力 找到纳兰战队的位置 并且杀死一个五星进化者 对B行动队来说 几乎是一个最简单的任务 回去清理一下吧 我们云顶山庄可以帮忙 叶忠明轻描淡写的 和甘兰美娜说了一句话 却比高义和黎强都管用 这个叫做强语的男人脸色变得极差 他刚才这么说 是因为觉得离开之后 也不用怕什么云顶不云顶的 毕竟一个国家这么大 在末世 想要找一个人 可是很麻烦的 但如果得到了美娜和甘兰的支持 那就容易多了 严重的说 只要甘兰和美娜点头 就意味着强语会被杀 轻一点说 他以后也要自己亡命天涯 想要再找另外一个组织存身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信任就是一个难题 强语这个时候才有些后悔 虽然表面上还耿着脖子 不愿意低头 但是不断地看向甘兰和美娜 显然心中无比忐忑 两个女人心中有心答应 可也知道不能这么做 这涉及到维护组织内部团结的问题 他们向着叶忠明善笑了一下 是我们的人不懂事 叶先生 你别生气 回头 我们好好教训他 美娜也接着说道 是啊 既然我们跟着进来了 就会尽力帮忙的 纳兰战队的其他成员 心中暗松了口气 得罪一个国区排名前十的势力 可不是什么让人欣慰的事情 强语更是明显地松弛了下来 虽然没说什么 但也已经缩回了队伍当中 不再出头 叶忠明冷笑了声 目光落在了对面的街道上 那里 一支三人小队正在快速地向着他们接近 纳兰战队 领头的一个人 丝毫没有因为面对一百多人而畏惧 反而下巴微扬 神情中自有一股傲气 是 甘兰走出去 这种对外的事情 一向是他负责的 我们是无人区的 我们温欢老大让我过来传的信 色彩之城的 冒险他希望 由我们独自完成 请纳兰战队给无人区个面子 以后相见 无人区欠纳兰战队一个人情 虽然这些话很客气 但说出来却给人一种被命令的感觉 这并不难理解 纳兰战队虽然上了国区排行榜 但是吊车尾般的存在 无人区这种超级实力自然看不上眼 就说来 传信的这个人都是六星进化者 比纳兰战队所有人的进化等级都高 又怎么可能用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对话 现在这里进化者不可以互相攻击 否则连这种语气都没有 完全就是威胁 估计也就是六个字 滚出去 或者死 至于三人行完全被人忽略了 无人区显然并不知道 他们就是云顶山庄 甘兰怕无人区和温欢吗 那是肯定的 人家在国区赫赫有名 伸伸手就能把他和美娜辛苦组建的战队给灭掉 但他能够灰溜溜地离开这里吗 显然更不能 他只是犹豫了几秒钟 就选择了站在夜中明这一边 没有这样的规矩 明水界里的每一个冒险地 都是允许大家进入的 我并不觉得我们应该出去 甘兰摇摇头拒绝 尽量让自己不那么生硬 虽然不会答应温欢的请求 但如果能够不把人得罪狠了 还是留有余地的好 那个人显然没有料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很是认真的看了甘兰一眼 目光在他的蓝色战甲上转了一圈 然后冷冷地倒 你可要想清楚了 无人区的人情很值钱的 甘兰继续摇头 实在不好意思 很好 那个人毫不掩饰地 用威胁的目光看着甘兰 不是我小瞧你们 以你们的实力 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等你们死伤惨重的时候 就会知道放弃 无人区的友谊 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说完 那个人转身 走了两步又停住 回头带着一种玩味的表情 看着甘兰道 希望出去的时候 不要被我们碰到 看着离开的三人 那蓝战队的人 满脸愁容 无人区的名头很响 特别是最近半年 他们那里出产的变异植物战宠 非常受欢迎 和万寿庄园一样 差不多成为了 末世之中最受欢迎的组织 得罪了这样一个大势力 以后的前途可有些麻烦 毕竟 那蓝战队的营地 就在无人区 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 甘兰有些无助地 看了看叶忠明 叶忠明笑笑 没有一点安慰 反而说到 休息半个小时 说完 也不管那蓝战队 那些人的不解和不爽 在入口处坐下 高义赵向雪和李强 挡在了他的身前 其他人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只是偶尔 里面会有些微光传出 大概40分钟后 叶忠明站了起来 把李强叫过来 给了两把枪 四个弹匣 李强一看就激动了 这是两把蓝色等级的改装枪 比他之前用的可好得多 拿在手里 让他这个拥有枪手类职业的人 信心爆棚 而那四个弹匣 他只扫了一眼就被惊呆了 里面是一片片 闪着白色光芒的子弹 数量多得出奇 叶忠明有些疲倦 刚才制造这两把枪械 和四个弹匣之中的 1200发子弹 让他精神力消耗的有些严重 特别是两把枪 失败了数次 浪费的材料不说 每次失败的精神冲击 就不好受 这几把枪是叶忠明的存货 三花精血弹 每次消耗两把枪的能力 让他常年背着一些在空间里 而子弹大部分是 进入这里之前 从五环前购买的 这四个弹匣 则是从反抗区得到的懒人弹匣 每一个的容量都是300发 这是叶忠明为了应对色彩之城 特意为李强准备的 看了看名牌 夜中明辉挥手 开始吧 巨大的雕塑 居然举着手中的石球 对着地面不断地砸着 只是动作越来越慢 因为他的身体上 缠着越来越多的蔓藤 越来越多的绿草 在雕塑周围 是一片不小的废墟 五颜六色的 偶尔还能从其形态上 看出这些废墟之前的形态 那可能是一排漂亮的金属栅栏 也可能是一栋涉及优美的电话亭 温欢缓缓睁开眼睛 他的身上此刻 已经完全被绿色的苔藓所覆盖 头上的鲜花更加鲜艳 温会有些担心地 看着自己的哥哥 别人或许不清楚 但他知道 植物大师 这个血统非常特殊 是他见过的最强大的血统 没有之一 激活之后 这几乎是一个不会停止的血统 只要想 它可以一直存在 很多见识过的人 都会开玩笑地说 这不是植物大师 这是植物之神 是的 这个血统 激活之后 可以自动产生种子 在温欢的控制下 会飞速地变成 拥有各种能力的变异植物 数量极多 这些变异植物会听命作战 可以说 温欢自己激活血统后 就等同于一个统帅 率领着这些变异植物大军 无人区之所以发展这么快速 和温欢血统的这个特性 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它可以在任何时候 使用植物海战术 特别是当它把血统 提升了一个层次之后 得到的种子种类更多 激活的变异植物更强 无人区的发展 和它的个人实力 更是进入了快车道 色彩之城 男就男在任何东西 都可能会变成怪物 也有可能不变 或许脚下一块砖头 都会是敌人 也或许不是 这种举世皆敌的情况 让人防不胜防 温欢选择一路砸过去这种办法 或许比较笨 但无疑是正确的 温会担心 并不是害怕无法战胜这里的怪物 而是他知道 植物大师血统的弱点 在外面 这个弱点并不算什么 但在这里 他真的没底 好在 他得到了哥哥安稳的眼神 于是他就放心了 同时他知道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阻止无人区了 完成这里的百分百完成度 只是时间问题 那个什么纳兰战队 真的不识好歹 温会嘴角挂起了冷笑 心中想着一些恶毒的事情 他本来就是斤斤计较的小市民 成了强者之后 这种心理并不能改变太多 他甚至觉得 自己已经有了计较的力量 肆无忌惮 不受惩罚 虽然已经把那个敢于 和无人区竞争的 小市立华为了注定 被送入历史尘埃中的垃圾 但身为小心眼的女人 温会还是拿出名牌看了看 这一看 神色就有些变了 整个色彩之城的完成度 已经变成了14%点多 比之前提高了4点多 无人区自己的完成度 超过10% 加上之前其他那些 离开势力的 不到13% 如果只看这个数据 无人区 无疑是可以引以自傲的 他们在短短时间内 又完成了 接近3%的完成度 这已经是之前 他们完成度的一半了 但时间却用得少之又少 但 也就是这一共 12%点多的完成度 让温会色变 因为从总完成度中 减去这些 还有1%点多 不是他们也不是之前 来到这里 又离开的那些事例完成的 而是纳兰战队 和一个叫做 三人形的组织完成的 并且 三人形的完成度还更高 反而不给他们面子的 奈兰战队 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这是怎么回事啊 无人区能够在短时间内 迅速提高完成度 那是因为温欢 几乎以一己之力 在对抗着周围的怪物 是这些数不清 变异植物 在奋勇作战的结果 可这个三人形凭什么 温会记得很清楚 他之前在战斗的间歇 看了一眼 名牌上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的 温欢察觉到了 妹妹神情的变化 投去了询问的一篇 植物大师 血统激活的时候 一旦进入战斗状态 温欢只能尖色地 说一些词语 讲话比较费力 于是他也不爱 在这个时候说话 那些人 进度竟然出奇得快 温会说着 把名牌递到哥哥面前 让他看了看 温欢看过后 那张已经变成了 深绿色的脸孔上 也露出了亚然 没有谁完全了解 他这些变异植物的威力 连他的妹妹也不能 温欢既然用出了 自己压箱底的东西 自然是对这里 志在必得 信心十足 可是当他看到名牌上的完成度 没来由的心中意紧 这个战队 竟然速度和自己不相上下 刚才 回来的那个手下可是说 那美战队和三人 行家在一起人数并不多 既然这样 那他们 是如何能够 把完成度提升得 如此快速的 密法 这是温欢的第一个念头 因为只有拥有 某种密法的人 才能够拥有这种速度 可是 这世界又有几人能够 和他一样 有着植物大师 这样逆天的能力 看到老大停下 其他人也都停下等待 关切地看着这边 他们知道 没发生什么事情 队伍是不会停下的 温欢皱着眉头想了想 也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里不允许私斗 他们无人区 再强也拿人家没办法 那么选择 就只剩下一个了 他对着自己妹妹挥挥手 温慧懂了 立刻下达了继续前进 并且是快速前进的命令 一场竞速赛 率先从无人区这边展开 另外一边 纳兰战队的人 有些静若寒蝉 他们害怕 不是因为自身的安全 受到了威胁 而是震惊于云顶山庄 这几个人 所表现出来的恐怖战斗力 以那个穿着全身 金属战甲的门板巨汉为箭头 以那位国区第十的高手 叶忠宁为枢纽 服以一个火系法 是一个枪手 两个远程职业者 四人的小队 竟然在行进监 势如破竹 而再一边 也算是苦战的他们呢 成果 却只有人家的几十分之一 看看彼此之间的完成度 就知道了 他们 只有四个人啊 甘蓝和美娜 觉得脸都快烧起来了 更加的看不上强羽 如果不是他 云顶山庄 又如何能够 仅仅是让他们跟着 而不是一起合作战斗 打穿了一个街区后 队伍就地休息 叶忠明拿出名牌看了看 盯着上面 无人区的完成度 喃喃自语 这是要和我比快吗 叶 先生 我们 可不可以和你们一起行动 甘蓝和美娜 本想依仗着和叶忠明早就认识的关系 用更显清静的称呼说话 但话到了嘴边 却变成了和同执式水执式一样的叶先生 他们发现 貌似没有什么 能够显得彼此熟悉的交情 自己的手下 在言语上得罪过人家 倒是真的 纳蓝战队跟着叶忠明进入这里 其实就想打着增进关系来的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双方之前就认识 算是不陌生 这一次 甘蓝更是陪着叶忠明去过险地 算是有了香火情 可在末世 仅仅有香火情是不够的 所以 美娜和甘蓝打算利用这次的机会 和云顶山庄真正的并肩作战一把 以后 无论如何 都是一份依靠 只是 他们对自己战队掌控力的不足 或者说隐患在这里来了一次小爆发 以至于叶忠明进来后 压根就没打算带他们玩 刚才 一个街区的战斗 基本上是叶忠明 四个人主打 他们只是在边上悄悄边鼓 就已经有了些损失 这让甘蓝美娜 两人再次意识到彼此之间实力的鸿沟 放下了矜持 主动过来说话 他们很清楚 叶忠明哪怕答应了 纳兰战队也是吸引火力的诱饵角色 这一趟色彩之城下来 估计要死不少人 甚至他们自己都有危险 但既然来了 难道退走 叶忠明看了看紧张又吸引的两个女人 目光示意了一下 纳兰战队的那些人 舍得他们 甘蓝和美娜自然不舍得 战队的这些战士 都是他们一手培养起来的 那是他们离开领海之后的所有心血 但现在 他们必须面对选择 末世吗 就这样 美娜自嘲地说了一句 算是回答了叶忠明的话 那好 等一下 你们挑出一些速度型 或者反应敏锐的人 负责把周围的怪物都引出来 其余的人找些废墟 石块门板什么的来 还有 让你们的人把带着的材料都交上来 叶忠明前面说的 两个女人都懂 但后面就不理解 不过也没问 赶紧吩咐人照做 如果之前还有人 对叶忠明和云顶山庄 有些小看的话 那么现在冲破了一个街区之后 他们算是领教了 什么叫做超级势力 现在叶忠明发话 连之前很是桀要的强语 都乖乖照做 如同秦老雪小蜜蜂一样 找来石块木板铁条 等这些刚才战斗 留下的废弃物 而材料则不多 这些东西带着不方便 如果不是这次纳兰战队 几乎全员到来 甚至连这些都不会有 叶忠明也不挑 直接就把这些材料 和这些废墟附在一起 于是一块块 带着灰色光芒的石块出现了 木板出现了 铁条出现了 纳兰战队的人 看得眼睛都直了 他们费尽心力 在末世挣扎两年多 靠着遇到两个傻乎乎的 首领老大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可身上穿的手里 用的都是什么等级 好一点的 是白色的 强于几个五星进化者 有个别银色级别的装备 其他人呢 基本都是灰色的 大有绿色的装备 那也是这段时间以来 甘兰和美娜 唯一给自己置办的东西了 现在看到有人随手 就把碎掉的石块弯曲的铁条 带着裂纹的木板 变成了灰色的装备 仿佛在扒开一块块 糖纸式的轻松血液 再看看自己的装备 再看看地上同样级别 被人造出来之后 就弃之如碧驴的烂石头 这种巨大的落差感 让那蓝战队的战士们 都有些恍惚 这个世界 原来还可以这样 等一下负责引敌的人 挑一些石头铁条戴在身上 我们沙漏掉的 你们就去砸吧 砸到我们空出手来 回头帮你们解决 叶忠明做完这些 淡然说了一句 算是给那蓝战队的人 布置好了任务 要是砸不到 你们回来怎么办 一个那蓝战队人 实诚地问了一句 让不少人都无起了脸 平时你们怎么战斗 就怎么战斗 叶忠明答了一句 之后带着人 进入了下一个街区 那蓝战队负责引怪的人 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几个人速度都不错 到了新街区之后 不断地有怪物被吸引出来 离强在战斗中 发挥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他本就是一个枪手职业者 驱弹枪手的能力 除了那个最出名的树科 子弹威力叠加之外 还有一个精准速射 这是一个可以提高 命中率和射击速度的技能 加上离强的繁华手 使得他开枪的速度极快 精准度极高 当然 这个技能有缺点 就是子弹的威力不足 可是蓝色的枪械 加上白色的子弹 完全弥补了这个缺点 让离强的每一枪 都带着磅礴的力量 在他枪手能力的加持下 哪怕是五级甚至六级的生命 也会在他的枪林弹雨中 被快速击杀 叶忠明之所以能够 快速地打穿一个街区 和离强的强力表现 是分不开的 毕竟 这些随时出现的怪物 很少有速度型的 完全就是离强的好靶子 进度虽快 可是这种消耗 却让叶忠明都肉疼 那些白色的子弹 可不是大风刮来的 以上的材料才可以 并且还得是牙齿爪子 等等这些会附带 攻击属性的材料 这个位置的材料 本就是最贵的 1200颗子弹 就需要最少1200件材料 也就是叶忠明 这样财大气粗的人 才能一次拿出来 并且因为变态的成功率 可以一次性成功 换成其他工匠 想要做出同样数量的白色子弹 还不知道 需要多少被与此的材料 那这些子弹的价值 会高到什么程度 就可以想而知了 这也是制约 莫是枪手发展的一个障碍 想想 以叶忠明的富有 看着李强手中的白光 不断的发射都心紧 就知道 养一个枪手职业 是多么的费钱 每颗子弹或许都不贵 但是架不住数量多 这么一会 数百发子弹就没了 光是这些的价值 估计就价值一瓶 六星进化药剂了 为了索伦磨合 叶忠明也是拼了 但不能否认的是 有了李强 进度确实飞快 纳兰战队的人 也在过着瘾 他们什么时候 把灰色的石块 随手扔出去过啊 他们身上还有的部位 没有这个级别的这装备呢 但今天确实放肆了一把 手中的石块铁块铁条什么的 狠命地砸向那些云顶四人 阻漏过来的怪物 有扔得准的 怪物弱的 竟能直接砸死 让这些战士不时地 发出阵阵欢呼 这无疑是他们 非常畅快的时刻 李强也很畅快 但却没有失了理智 他知道手中的一对 蓝色短枪意味着什么 偶尔开枪的间隙 他会看到 旁边这位年轻人淡然的脸庞 便有些恍惚 末世开端 他在新区基地和夜中明相遇 这个男人带着几个人 把整个基地弄得天翻地覆 最后改天换地 扶正了家明等人上位 之后带着人偏然远去 在云顶创下了大大的基业 种得自由之后 李强在名水界得到了不少消息 国区排行榜的新鲜出炉 让榜上的势力和人物 都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他知道了不少关云顶 关于夜中明的事情 他觉得 仿佛什么事情 到了这个男人手中 都可以轻易解决似的 在新区基地是这样 在这里又是这样 名牌上的竞争对手 可是无人区啊 最近这一年 风头完全甚至压过了反抗区 国区排行榜上综合起来 也压了云顶一头 但现在 带着许多人的无人区 却和只有四个人的云顶山庄 在竞争这里的完成度 如果云顶来的人多一些呢 如果 后面跟着的不是纳兰战队 而是云顶的精锐呢 无人区 大概也只能跟着吃屁吧 越是这么想 离强的状态就越好 但无需发 刚才一个整栋小楼 变成了怪物 夜中明目测 至少有六级中的实力 竟然在三秒之内 就被离强五枪打死 让夜中明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可惜了子弹 是种消耗奢侈品 枪手职业卷轴 也很是稀少 哪怕是等级极高的枪械 也非常容易损坏 否则 养一对离强这样的枪手 完全可以让整个世界胆寒 夜中明也拿着枪 那把同样被他升级到了 蓝色的狙击步枪 里面的子弹 也是特制的银色级别 如果遇到厉害的怪物 他也会出手 在高一照相雪和离强的配合下 哪怕是出现七级实力的家伙 只要不是那种异常灵敏型的 也会在四人围攻之下 十秒内被干掉 纳兰战队那边 开始出现一些伤亡 怪物的实力在缓缓提高 但总体而言 比他们自己独自 跟在后面战斗时要好得多 一度超过无人区 只是这种情况 在到了街区尽头的时候 出现了意外 一个街边游乐场突然整体变形 里面的游乐车 飞机模型 旋转木马 大棚车等等 全部在同一时间 变成了各种五颜六色的怪物 数量竟然过百 朝着队伍便扑了过来 色彩之城的怪物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长得相似 没办法 城市的建筑和装饰 就是那么几大类的材料 它们变身之后 身上的色彩又都是相同的 让进入这里的进化者们 只能从大小来区别它们 但是 体型的大小 却不能代表着实力的高低 材料的不同也不能 到现在为止 进化者并不能用眼力 来分辨这些怪物实力的强弱 只能打过了才知道 所以当这么多的怪物 一起扑来的时候 大家都无法确定 最先应该攻击哪个 只能下意识地瞄准距离 最近的开火 这批怪物之中 有十几个明显是速度型的 一个纳兰战队 负责吸引怪物的人 一不小心被两个缠住 随即被后面的冲过来淹没 边退边打 叶忠明喊了一声 带着人开始一边攻击着 一边后退 如果是云顶自己的人 这个时候 根本不用提醒 就知道要如何做 但是纳兰战队 显然缺乏这个战术素养 有的人热血上头 呼喊着想要冲过拼命 有些人就待在 叶忠明等人身边 打算继续抱大腿 还有些人则 已经开始转身逃跑 战队之间的差距 在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出来 有了明确的命令 这些人倒是稳了下来 在叶忠明和李强两个人的 火力压制之下 他们开始投掷石块铁条攻击 这些东西 是可以循环利用的 李强如果说之前 还在故意节省子弹 那么现在 就变成全力开火了 枪里的子弹出塘 几乎连成了线 不断地有怪物 在这样的攻击中死去 冲锋的道路 渐渐变成了一条死亡之路 叶忠明有的时候 也感到庆幸 因为这些怪物 虽然是各种建筑变化而来 但至少变身之后 头部依然是他们致命的部位 这让李强和他 有了一击必杀的机会 否则 是那种要完全被毁掉身体 才会死去的怪物 李强的射出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 但是 这些怪物离得本就不远 又因为要率先击杀那些 离得近的速度型存在 射击命中率 明显没有之前那么高 当队伍解决了第一批怪物之后 其余的色彩怪已经杀到 双方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战斗 这个时候 之前还能对云顶四人 足起到很大辅助作用的 纳兰战队就不行了 并不是他们的实力不行 大部分的怪物 最多就比他们强上一个等级 但数量却没有人类多 这种情况下 不是不能打 但战斗的意志 纳兰战队远谈不上优秀 他们只是 坚持了数秒 就因为一些人的逃跑 而开始溃败 甘兰和美娜 感到耻辱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高一高声呼喝着 哪怕是面对 比他高出数倍的对手 也提着门板大剑对攻着 李强和赵向雪 虽然是远程职业者 但也没有逃走 反而利用比这些怪物 相对灵巧的身体 在辗转腾挪 找机会攻击 叶忠明更是进入了战神模式 收枪提刀 冲得比高一还向前 完全是一个人 在冲击怪物的阵营 刀光闪动之下 几乎没有那个怪物 能够和他对上一个回合 这种情况让甘兰和美娜 更加痛恨自己 平时对这帮手下太爱护了一些 到了真正需要拼命的时候 竟然都失去了勇气 甚至连眼力都没有了 没看到云顶四人 完全可以顶得住吗 大概有十多头怪物 冲进了纳兰战队之中 开始肆虐 其余的都被叶忠明四人拖住了 甘兰和美娜吼叫着 漂亮的脸蛋都有些扭曲 他们同样不会后退 一些比较忠心的手下 跟在他们周围 倒是把冲进来的怪物 挡住了大半 之前纳兰战队的进化者崩溃 完全就是没有战斗意志造成的 现在只有几头怪物 追着这些人跑 逐渐的他们也反应了过来 许多人停下脚步 开始招呼同伴作战 由于现在战场已经足够分散 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战士 对付一个怪物 很快就占据了上风 片刻后完成了击杀 等到他们 把那些闪光的石头铁条 找回来开始归队的时候 才看见前面的战斗也已经结束 云顶四人完全无视他们 而美娜和甘兰两位领袖 则恶狠狠地盯着这些人 但却没有说什么 两个人知道 或许出去 就应该重新考虑战队的未来了 击杀了这群怪物 高益受了点伤 但并不严重 同时也把第二个街区打穿 名牌上 三人形的完成度 来到了百分之六点多 而纳兰战队 也马上要完成度为百分之一了 这里的最终奖励 是要看完成度的 叶忠明看了下三人形 和无人区的对比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他想了想 又给黎强制造了一些子弹后 开始执行新的计划 这边 由高益照向雪 黎强三人继续带队 带着纳兰战队 进入旁边的街区 而叶忠明 则去另外一个全新的地方 这样做很冒险 毕竟叶忠明身手再好也是一个人 一旦有些意外发生 只能靠他自己应对 所以 开始的时候 高益和照向雪都不同意 甚至就连一只 谨小慎微的黎强都表示了反对 但叶忠明 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并且告诉三个人 他们独自带队 速度可以慢一些 一点点的引出怪物击杀 在敌人不多的情况下 纳兰战队 还是可以帮上一些忙的 还有 最好注意补刀 也就是抢一些纳兰战队的完成度 之前有叶忠明在 这一点可以不在意 毕竟纳兰战队实力有限 最多也就是跟在后面减漏 可没了叶忠明 三个人的战斗力会下降 对甘兰他们的倚重会增加 如果不注意补刀 可能会被纳兰战队抢走大量的进度 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安排好一切 又给了三个人几瓶治疗药水 叶忠明独自消失在了 另外一个街区之中 就在叶忠明在民水街 为了增强实力 来应对秘境之中的战争时 他最担心的那位敌人 此刻正站在一片熔岩之地 看着对面很是狼狈的一个女人 你很聪明 你这种被人制造出来的怪异生命 重新产生了思维 让我惊讶 胜负背着双手 穿着粗布麻衣 披着一头白发 在缓缓翻滚的岩浆之前 把她的脸印照出了一点润红 红发看着面前强大的存在 咳嗽了两声 但目光坚毅 此刻的她状态非常不好 身上有着几处明显的塌陷 一只脚有些扭曲 显然这些地方都断掉了 红发的一只手 提着快要看不出模样的海骨龙座 此刻这件红发的专属座椅 已经缺了腿 散了架 只剩下一个靠背了 而那条光魂膜边 也暗淡地仿佛要消散似的 搭在了红发的尖头 没了往日的灵性 肮脏的东西 胜负看了这两件装备一眼 如此评价着 红发放下手 一些光点从她的嘴里飞散 她很是不懈地看着面前的对手 用她特有的清脆声音道 你比我脏多了 胜负找上她之后 红发就一直在逃亡的路上 她借助着海骨龙座的速度 还有光魂膜边随时吸取魂力的特性 持续着高强度的逃亡 她没有选择向着一夫人王城的方向逃 虽然她明知道那里自己主人在 但已经拥有了完全独立智慧的红发 却不想那么做 她不觉得 自己的主人是这个老家伙的对手 既然这样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主人拖住这个强敌 至于能够拖到什么时候 自己又会有什么后果 红发从不去考虑 特别是当她在这个空间 再也感觉不到主人的气息之后 更是直接向着夜魔平原来 向着诅咒深渊而去 如果 能够让那里的恐怖存在 把这个老家伙干掉 那就最好不过了 那样主人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不会因为寻找自己而遇到他 只是 事情和红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 这里和这个老人同样等级的存在 并没有出现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要做什么 你以为引我来这里 那条畜生就赶出来 你想错了 到了我们这个层次 都在极力避免着冲突 以前我不会随意来到这里 因为那是对那头畜生的侵犯 但现在 我是追着你而来 他不会不清楚 自然不会来管闲事 圣父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说着 他并不介意让红发多活一些时间 甚至 还没有决定是否 就这样把他吸收 虽然这么做 也能够补充极多的能量 可是远没有让他恢复一下 再吞掉来的合适 王城之中 圣父知道 一定有什么 在等着自己 姨夫人那些野蛮人 虽然不被他看得上 但他清楚 那些人会留有一些东西 专门应对他的到来 能够多存一些能量总是好的 你不是这里的存在 不会懂得这里的规则 这是你的悲哀 而你自不量力的行为 除了为了你们这些侵略者 延缓一些灭亡的时日外 不会有任何用处 红发突然笑了 老家伙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你所说所做 都掩盖不了你冰死的事实 你不敢动用 你自身太多的能量 因为那样你的生命会减少 不会别人杀死 你自己就会死去 你说别人是侵略者 自己却在利用你的等级和实力 来掠夺这个空间内的能量 你为了让自己活着 丝毫不在意这个空间的存亡 或许是到了生死的边缘 哪怕可以流利的说话 却绝不爱表达的红发开始 连续的说出 他被这个老家伙 追着这些天感悟出来的东西 还有这里 被你称之为畜生的 那个存在也一样 你们都是自私自利的家伙 在侵犯着其他生命的生存空间 来延续着你们的生命 否则 你们早就该死了 这个空间的法则 早就不应该出现 你们这样的怪物了 你们死去之后 能量应该反补这个世界 让这里多存在一些年头 但你们没有 你们不愿意 死去 吸收着这里对你们有用的一切 我肮脏 是的 我从不否认 我本就是从一个肮脏的尸体而来 我本就是一具 活着的尸体 但你 还有这里那个 不敢露面的家伙 远比我肮脏得多 红发一口气 说了这些 表情生动如人 他说自己是活着的尸体 但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情绪 却比任何人类都要强烈 别为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要吸收我的生命 把这些能量储存起来 这样你对其他人出手的时候 才不会消耗你自己的 这一路来 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你一边吸收着 你看着上眼的生命 一边用这些生命蕴含的能量来对付我 否则 以你的实力 想要杀死我 或者抓住我 又何必那么费力 胜负面无表情 只是看红发的目光 没有了之前那种轻松细耍 而变成了一片冷漠 老家伙 别以为你胜券在握了 我知道你会回到你的军队那里 想要从我主人打开的空间之门离开这里 但你不会成功 你会死在王城之内 我的主人会杀死你 那个渺小的爬虫 胜负吃笑了一句 渺小 红发挣扎着直起了身体 然后把海骨龙座插在了熔岩海的岸边 自己艰难地坐在了一根 已经断掉只剩下一半的骨头上 他如果渺小 又如何能够成为我的主人 老家伙 只要再给我几天的时间 我就能进入下一个等级 你察觉到了 所以才不惜用了一点 你自身的力量把我逼到这里 你是害怕了 害怕我成为八级之后 你就抓不住我了 你这么认为 只是你不懂八级和九级之间的差距 面对胜负的回答 红发不以为然地冷笑着 只是 老家伙 你的计划注定不会得逞了 你吸收不了我的 只是可惜了 不能陪着赐予我生命的人 一直走下去 说完 红发脖子上的 本来已经毫无光彩的光魂磨边 突然爆发出了一阵诡异的波动 仿佛从一件死物 变成了一块诱人的蛋糕 他开始散发出一股庞大精纯的生命魂力 胜负勃然色变 他已经感觉到 这股庞大的魂力出现的时候 那投出生动了 这个该死的生命 竟然把自己的能量利用这件装备完全释放了出来 直接牵动了和胜负 同样渴望能量来延续生命的另外一个九级存在悍然出手抢夺 两个傻逼 红发用了一句他学来的话 来形容上了当的两个九级存在 双腿用了最后一份力量 带着海骨龙坐 倒进了熔岩之海 那股他故意散发出来的力量 随着他被岩浆淹没而瞬间消失 只留下了 冲到一半就被迫停止的胜负 和那个铺满了半个天空的巨大阴影 沿江呈现鲜亮的红色 按照地球上的说法 大概有700度左右 进化者 或者说修炼有秘法的战士 或者变异生命 对于温度的承受程度自然要比普通人高得多 但是同样有一个极限 特别是人类核类人种族 身体的构造 决定了他们对于这种高温没有太好的抗性 胜负虽然是九级的顶尖强者 拥有极其强悍的能力 真要是豁出去 大概可以在这种极端温度之中存活一段时间 甚至还可能利用他的某些技能 破开这些岩浆 把掉下去的红发拉上来 可是 这家伙惜命得很 连追赶红发的时候 都不舍得用他自己的力量 又如何能够冒险进入岩浆之中呢 更何况 现在天空之上 还有遮挡了那里的巨大阴影 那头被胜负称之为畜生的九级怪物就在看着他 他要是用力过度 那头畜生一定会趁机尝试着攻击他 如果能够把胜负吃掉 那么他或许真的可以 凭借着一己之力破开秘境的空间规则 去往另外的地方 胜负又岂能愿意给别人做嫁衣 他看了一眼 已经完全恢复原状的熔岩海 又看了看天空 隐藏在黑云之后的恐怖阴影 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天空的影子 没有任何动静 直到胜负的身影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巨大的黑云 才缓缓压到了熔岩海之上 一双如同满月般的巨大眼睛张开 扫视着缓缓翻滚的岩浆 不过好像他也不愿意 承受这股高温似的 很快又升上了天空 接着朝着远处缩回逐渐消失 一切仿佛都恢复了平静 只是在现在的熔岩海之下 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一种奇怪的生命 正在饶有兴趣地围着 已经昏迷过去的红发 不时的 还会在红发 已经被岩浆消融的 只剩下骨头的身体上 轻轻地啄几下 红发的皮肤和血肉 已经完全消失 剩下的 只有上面仿佛刻着 荆棘纹路的骨头 还有在头部 胸口 手肘和膝盖处的几团光亮 海骨龙座没有消失 反而和红发的骨骼 紧紧贴合在一起 那已经被红发爆开的光魂膜边 大概是因为和红发 已经合为一体的缘故 重新出现在了它的脖子上 只是暗淡的 只剩下一些附着 在骨头上的光点 如果用正常的标准来评判 此刻的红发 应该是死了的 只是 它的骨骼 却顶住了极端的岩浆 只是缓缓地下沉 周围的那些生命 是近乎透明的鱼群 每一条 都有一块紫色的魔晶 这些家伙 竟然都是七级的存在 也不知道红发的骨头上 有什么这些 七级岩浆鱼喜欢的东西 它们一点点地着实着 那些荆棘的纹路 变淡了很多 那些光团也开始飘摇不定 仿佛随时会熄灭 这些岩浆鱼 貌似在吸收红发的能量 不少鱼儿着实了之后 都表现出了兴奋的样子 不断地摆动着它们的尾巴 一些特有的信号传递开去 让越来越多的岩浆鱼 这些岩浆鱼团团围住 骨骼上的荆棘纹路彻底消失 甚至就连光魂膜边 都在光芒闪动后完全不见 被这些鱼儿吞进了肚子中 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鱼儿在吃饱了之后 那些能量进入 它们透明的身体后 流转了一圈化为了它们的能量 但好像和它们之前 所需要的营养不同似的 在消化了之后 开始有些不良的反应产生 它们开始 从嘴里吐出一些 红白相间的物质 由于离红发的骨骼很近 这些物质便粘在了上面 很快 整个红发的包括海骨龙座 都被这种物质所粘满 甚至填满了所有骨头之间的缝隙 整个红发的尸体化成了 木乃伊式的存在 或许是红发身上 因此有了这些家伙身上的气息 这些怪鱼不断地 在红发的身边嬉戏打闹 甚至还会在它的身上停歇 直到有一条体型 明显比这些岩浆鱼大许多的亡鱼出现 好奇地看了看红发 它用鱼嘴顶着红发 朝着岩浆海之下游去 其余的怪鱼在后面跟着 在熔岩中肆意穿行 不知道过了多久 熔岩海的海底已经看得见 本来越来越鲜艳的岩浆在这里 突然变成了恐怖而半透明的浅白色 温度急剧升高 不少怪鱼已经受不了纷纷离去 但也有一些强悍的存在 继续跟着八级的渔王 红发被推到了海底 那里竟有一座巨大的熔炉 不知道这样的建筑 是如何出现的在这里的 又是如何在如此的高温之中 没有被融化掉的 但是有些破旧的熔炉 就屹立在熔岩海的海底 而熔炉之中 有一个黑色的金属台 上面放着一把银色的金属锤 红发被怪鱼推到了金属台上 那怪鱼用嘴吸起了那把金属锤 身体扭动 把金属锤朝着红发的身体砸了下去 碰撞无声 但在熔岩海中骤起波澜 岩浆开始翻滚 从这里向着四面八方开始传递 那些能够承受得住此地温度的岩浆鱼 大概是种群中的长老和骨干 他们在岩浆海的动荡中沉浮 却没有离开 这种激当很快反映到了海面 整个红色的熔岩海 如同变成了正真的大海 开始肆虐咆哮 诅咒深渊的生命们都吓得瑟瑟发抖 纷纷向着远离熔岩海的方向逃走 他们觉得 恐怖的岩浆爆发要来了 海底 王渝一锤 接着一锤地砸着红发的身体 砸了十几下后 他突然看向了一个手下 那个手下转身就要逃走 但王渝的身体快速游动到了这个手下的身边 白尾把他抽向了红发 接着迅速跟过来 含着金属锤砸了下去 手下的身体在木乃衣上被砸得粉碎 透明的血液和体液 还有骨质血肉 立刻布满了红发的身体 王渝的锤子再次落下 同时一股磅礴的力量 笼罩住了他的手下 让他们不能动弹 就这样 不断地有怪物被陷阱 王渝不断地把这些手下后代们 砸死在红发的身体上 当跟着他来到这里的那些 怪鱼死得七七八八之后 红发已经完全被怪物的血肉覆盖 最后 王渝放下金属锤 缓缓地落在红发身体之上 腹部连连抽动 一个火红的珠子被他吐了出来 之后 仿佛来不及似的 迅速地再次含住金属锤 把这个珠子砸进了红发的身体之中 红发的身体立刻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几乎把整个熔岩海都照得通透了似的 如果此刻胜负没有离开 就会看到 本来只是缓慢 咕嘟咕嘟冒着气泡的熔岩海完全失控 不仅形成了如同海浪式的冲击波 大量的岩浆扑向了岸上 在海面之中 还有树谷岩浆喷埃力射而出 直次天际达到了数十米之高 之前已经消失了的那片阴云再次出现 但是看到这些冲天的岩浆喷泉后 也乖乖地再次离开 这些岩浆本身的温度 已经超出了很多生命承受的极限 整个熔岩海彻底爆发了起来 甚至地面都开始微微颤抖 仿佛在极具什么力量 海底光芒爆发之后 红发身体上的那些怪鱼血肉不见了 那颗从亡鱼肚子里吐出的珠子也已消失 而亡鱼自己也仿佛耗光了力气似的 在红发上方漂浮着 已经成为了木乃伊的红发 身体突然动了动 无精打采的亡鱼立刻紧张地关注着 红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 把放在旁边的金属锤都给碰得掉在了地上 接着木乃伊的本身 也就是那些被怪鱼吐出的物质开始裂开 最开始是脚部 之后是胸部 手臂 腿部 最后是头部 当这些物质完全裂开掉落在地上之后 一具女体缓缓从金属台上坐了起来 她低着头 看不清面容 甚至连侧脸都被一头红色的长发遮挡住 她好像很累 双手煮在金属台上 沉默着 王渝的鱼眼都亮了 她围绕着女人 不停地转着圈 不断地发出一声声短暂的叫声 仿佛在呼唤 又仿佛在表示亲密 谢谢你了 女人抬起头 露出红发标志性的绝美脸庞 她抬起手 轻轻抚摸着王渝的头部 看到红发清醒过来 王渝非常高兴 大头老老实实地让她俯着 但是身体却在不停地摆动 我知道了 我的命有 你的一半 谢谢你的牺牲 我出去的时候 会带着你们一族 给你的后代们 找到一个更好的气息地 不会让他们留在这个即将崩溃的世界 保证他们世代繁衍 一人一鱼就这样说着 用一种神奇的方式交流着 王渝最后落在了地上 他已经无力在熔岩中游动 这把锤子 红发弯腰从地上捡起这把金属锤 看了看 却看不出哪里神奇 正好 或许我知道谁最需要它 我替你送给它吧 红发蹲在王渝的身前 手一直在抚摸着这个 即将要逝去的生命 放心吧 它很好的 在你给了我这一次的生命之前 我的命就是它的 我的地方 那里啊 还可以吧 但已经变了 不过你放心 你的后代们不会有人打扰的 你们这么厉害 可以生活在岩浆之中 谁能把你们怎么样 我会去看他们的 谢谢你 大鱼 红发张开双臂 抱住了王渝 这头八级的生命最后 摆了一下尾巴 碰了碰红发的身体 之后便不再动了 两久之后 红发松开了王渝 缓缓地站了起来 与之前相比 此刻的红发高了一些 全身上下 除了那一头红色的头发 稍显特殊之外 已经没有任何地方 和尸魁相似 完全就是一个人类 最美的人类 当然 红发的骨骼 它的身体里 肯定有着神奇的地方 它看着死去的王渝 张开了双臂 它优美的后背处 突然张开了一对半透明 却带着漂亮红色花纹的 巨大翅膀 这对翅膀边缘之处的一些地方 是坚硬的骨质框架 足以支撑它们的巨大 而在上缘之下 侧边和底部 则是漂亮的淡红色花纹鳞片 包裹着 异常锋利 你这样决定 是要我不要忘记誓言吗 那不如 我们这样 红发嘴里喃喃说着 身体的周围 却出现了一道 多色炫彩的光灵 流转着漂亮的颜色 并且不断旋转 把红发护在了中间 纤细修长的手 对着王渝的尸体指了指 这条梦幻般的光灵 就飞了出去 异端落在了王渝的身上 很快 这条巨大的八级生命身体 便开始消融 直至剩下同样巨大的骨架 而光灵亮了许多 重新回到红发的身体周围 接着 红发轻轻拍动了一下 自己的身体 一颗有着柔和绿色光芒的能量团 就从他的嘴里飞出 缓缓地飘向了王渝的骨架 仔细看 光团之中有一条小小的龙魂 在里面肆意游走 竟和之前 还古龙座后背上的龙头 非常相似 光团落在了王渝的头部 穿过了骨骼 落在了正中央的位置 接着 红发发出了一声刺耳尖叫 整个熔岩海都为之震动 王渝的尸骨被绿芒笼罩 隐约之中 王渝的身体在里面缓缓变形 呼大呼小 等到光芒快要消失的时候 红发再次发出呼叫 身后的透明翅膀 从他的身体上剥离而出 落在了光芒之中 绿芒大圣 爆炸般向着四周连沪而去 最后缓缓消失 露出了里面已经完全变形的 王渝海骨 一头巨大的亡灵龙鱼骨架 出现在了熔岩海底 长达数米的身体 没有了亡渝的略显臃肿 呈现出一种极漂亮的流线形 头部硕大 龙头鳄尾 骨架觅食 一对骨翅张开 有着赫赫威势 四爪紧扣地面 直接嵌尽了不知道什么材质 却在熔岩之中 丝毫没事的熔炉金属当中 和其他亡灵生物不同的是 骨鱼龙的身体上 骨骼之间流转着淡红色的能量 头部的龙眼中 也不是亡灵生命惯有的 幽绿浑火 而是鲜艳的红色 成形之后 骨鱼龙体内浑火点亮 巨大的身体浮起 看到红发之后 也不见如何摆动身体 就在岩浆之中 迅速地游了过去 围着它上下翻飞 哪怕不能言语 也能感受到 它的喜悦之情 你看 这样就好了 我能不能做到 你自己去看 说完 红发把周围的魔晶捡起 又把金属锤挂在了 骨鱼龙的两根骨骼之间 之后 轻轻一跃 跳到了鱼龙的头顶 背过一只手 在背部摸了摸 之后 缓缓地抽出了一根 带着红色螺旋纹路的锐利长毛 大鱼 我们走 长毛上指 骨鱼龙张嘴 无声咆哮 身体一窜 朝着熔岩海的海面 击at射at而去 生命 给自己找到了出路 地煞月刃 从怪物的脖梗当中 抽了出来 巨大的身体 在失去了生命之后 轰然倒在了地上 叶忠明自己 打穿了一个街区 坐在怪物的尸体上 叶忠明微微喘息 之前的半条街还好 怪物并不太多 叶忠明还可以从容应对 但是到了后半个区 怪物的数量激增 哪怕它可以不断地秒杀 也有些应对不暇 九星进化者应对这些 是什么样子 叶忠明不清楚 但九星之下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很害怕被围攻的 毕竟即便是进化者 体力和精神力都有限 也不可能做到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加上其他进化者 或者变异生命 层出不穷的能力技能 使得哪怕再厉害的进化者 也必定有所疏忽闪失 这也就是叶忠明这种怪物 精神力磅礴 哪怕消耗了许多 也依然比同级的进化者 多出太多 体力也充足 装备更是堪称豪华 这才可以在如此多 怪物数量的冲击中 依然获得胜利 但是叶忠明也是人 不是神 激烈的战斗之后 除了巨大的消耗之外 他还是受了伤 最后一批怪物来袭的时候 其中一个只有太敌大小的怪物 躲藏在群怪之中 叶忠明没有注意 被他一口咬在了小腿上 虽然以他的实力压根 就破不开叶忠明的防御 但是却紧紧地含在了上面 给叶忠明的行动 带来极大的不便 叶忠明 仅仅是片刻 没有空出手来对付他 就让这家伙扰乱了 他的战斗节奏 被一个怪物一拳击中后背 巨大的力量 哪怕是他也承受不住 被击飞的同时 也吐出了鲜血 星辰战甲 还出现了裂痕 好在叶忠明 也借此脱离的包围圈 短暂调整后 重新杀回 彻底解决问题 由于星之精灵已经到期 星辰杀 虽然还有些存货 但也不多 叶忠明想了想 没有选择修复自己的战甲 他害怕没有时间去西亚那边 一旦王城的战斗爆发 他就无法脱身了 在关键时刻 星辰杀是可以救命的东西 拿出名牌看了下完成度 本以为可以看到 好消息的叶忠明 皱起了眉头 三人形的完成度 因为分头作战的确进展很快 但是奇怪的是 无人区那边同样快速 双方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接近 竟然还有被拉大的趋势 这可不是叶忠明愿意看到的 这里的奖励只有一样 就是索伦磨合 也是叶忠明整个奖励链条中 最后最关键的物品 一旦拿不到手 之前的那些奖励价值 将会大大降低 叶忠明无法去猜测 无人区是如何做到的 之前他看着对方完成度的进行估算 几方肯定是要超过他们的 不由的 叶忠明微微有些后悔 先去帮助五环钱 去百窟沼泽了 他之前探查过这里 但显然 没有预料到 无人区会 在他进来之后爆发出了这么恐怖的实力 连分开战斗都赶不上对方的速度 叶忠明微微叹气 看来 自己也要拿出办法应对了 他在地面上撒了一些握命土 之后 拿出了食人花种子 培植激活了这些五级的变异生命 食人花 因为其特殊性 在一些空间之中 并不能带出去 所以 叶忠明如果能够不用 尽量就不用 毕竟 握命土和食人花的种子 都不是无穷无尽的 激活了五十株后觉得不保险 叶忠明又掏出了五十株激活 他的想法是 宁可浪费 也不能得不到索伦魔盒 接着 他又拿出了木偶之症 放出了数百木偶 自然 两只六级的冰鸟也要出来帮忙 这是他们进化后的第一战 最后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叶忠明还用了一个技能 他对其中一株食人花进行了改造 把洛神山的一些部位挪到了他的身体上 用的自然是提升了园丁职业后 获取的移植技能 移植之后 叶忠明对着这株结合体用出了智慧印记 那个在领海得到 可以获得目标植物控制权 并且赋予他终极智慧冷却时长为一千小时的能力 控制权 这一点叶忠明不在乎 被他激活培植的必然受到他的控制 这是园丁职业属性决定的 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终极智慧 这个能力叶忠明专门研究过 之前也试验过一次 结果出乎预料的好 智慧印记并不能直接提升变异植物的等级和实力 圆丁的移植能力可以说很强势 它会把两种植物的优点捏合在一起 但使用之后 其实是有一定时间适应期的 并且夜中明发现适应期平稳与否 最后的结合度能够到达哪一个程度 却是有着很大区别 适应期稳定而平和的 最后移植后的全新植物 极大可能会获得双方共有的特点 威力还有加强 但是适应期不稳定的 效果就要差上一些 可能是增加了些许原来的能力 也可能虽然拥有彼此双方的技能 却能力不高 如果是平时使用了这种能力之后 夜中明倒是不太担心 云顶的人自然会精心照顾这些植物 但是现在不行 夜中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他只能通过别的方式 来让这株植物迅速达到自己的要求 好在 他之前专门对这方面做过研究 使用了智慧应期之后 移植的适应期近乎于零 还有一点 就是拥有了终极智慧之后 食人花因为其特性 会表现出很强的战斗纪律性 被移植和拥有了终极智慧的食人花首领 可以更好地让同类围绕着他作战 配合上食人花本身的特性 发挥出高出数成的战斗力 被选中的移植食人花 先是禁止了片刻 之后 剧烈抖动身体 本来深紫色的身体都变得淡了些 等了一分钟后 他明显表现出了比其他同类 高出不少的智慧 夜中明给他下达了一个命令 便带着他的召唤物大军 浩浩荡荡地冲进了下一个街区 与此同时 温慧正在担心地看着自己的哥哥 温慧发动了植物大师 这个职业的第二个阶段 召唤出了更多更强大的变异植物 进度倒是提升的飞快 但他不知道 那个问题会不会再次出现 温慧的职业特性 决定了他必须源源不断地补充能量 才可以支撑变身状态的运转 可温慧担心 发动如此多的变异植物战斗 的确起到了催枯拉小的效果 但是 能够吸收到足够支撑二次变身的能量吗 一旦不行 甚至无法保持第一次变身 那怎么办 温慧时刻关注名牌上的趋势 那个三人形 仿佛知道温慧在做什么事的 竟然跟得住 温慧真的不明白 也想不出来 为什么有人可以和完全状态下 自己的哥哥媲美 他在愚蠢这个时候 也意识到 这个三人形 一定是某个超级势力冒名进来的 只是他想不出是谁 他怀疑过皇族 也怀疑过这一次表面上 没来但排在前时的那些 最怀疑的是万寿庄园和神堂 只有他们这样有特点的势力 才拥有 可以和自己哥哥植物大师 职业抗衡的能力 温慧点点头 温慧却没有如同之前那样完全放心 他害怕自己的哥哥 是在安慰自己 可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的职业无法给他哥哥帮助 只能拼命地让手下辅助温慧战斗 但突然之间 温慧想到了什么 立刻把这个想法 告诉了自己的哥哥 他的想法和叶忠明一样 奋兵 温慧本不同意 但温慧坚持 只好任由他去 再留下了几个人陪着他哥哥外 温慧带着其余人 进入了旁边的街区 开始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奋战 他当然没有叶忠明单 调整调节的实力 他只是尽可能多地击杀这些怪物 尽可能获得多的完成度 双方都想尽了办法来战斗 彼此虽然看不见 但隔着名牌 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越是靠近城市的中央 怪物的实力就越强 双方都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没有谁在这个时候放弃 无论是叶忠明还是温慧 他们都觉得 牺牲没有完成度重要 彼此的队伍当中 伤亡人数在扩大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双方也不知道打了多久 反正一个街区 接着一个街区的扫荡过去 只要还能战斗就不会停歇 等到还有5%的完成度 到达100%的情况下 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 无人区的完成度 来到了45%强一点 之前那些离开的势力 是2%点多 而纳兰战队经过了这么久的战斗 虽然已经在尽量 把禁毒让给三人行了 但也达到了接近4% 剩下的43%多 就是三人行的完成度 他们彼此之间 只相差了把两个百分点 而所有的街区 都已经被双方打穿 最后剩下的 就是城市中心的一处地方 火车站 现在 这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 如同山岳般的巨型怪物 无疑 谁杀了这个怪物 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而彼此也终于看见到了对方 只是现在 双方都有些狼狈 无人区这边 人数只剩下了50多人 而叶忠明和纳兰战队 剩下的人数更少 只有30几人 这一次 甘兰和美娜不用回去清理队伍了 因为基本上都死光了 之前 不是没有纳兰战队成员想要离开 不是没有人不想打下去了 但开始的时候 被赵向雪开出的高额奖励所吸引 后来 在想走时 看着那越来越近的完成度 加上叶忠明的回归造成的伤亡减少 又都想留下赌一赌 直到看到最后的这头怪物 这真正是要和一座小山进行战斗 无论是叶忠明还是无人区 都没有贸然动手 彼此隔着一段距离互相观察着 每个人都会露出惊异的表情 双方的阵容有些相似 其中都有着大量的变异职务 乍一看 就像是一个队伍似的 这也是纳兰战队剩下的这些人 还愿意留在这里的原因 至少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 他们不会是炮灰 十人花军团和木偶军团 实在是太震慑人心了些 叶忠明不断地补充 把空间里的存货都掏空了 现在十人花的数量已经有200多 木偶损失了一些 但同样超过500 至于无人区那边 数量压根数不过来 大大小小的变异植物 密密麻麻铺在了地面上 在众人的视野中蔓延 如果不是大家都是进化者 视力颇好 否则都可能看不到尽头 双方没有马上动手 那个火车站变化而成的巨大怪物 也好像没看到面前这些生命 坐在那里打着盹 一副你 不惹我也不会去招惹 你的样子 夜中灵和温欢都清楚 谁先动手 无疑是会吃亏的 因为捕刀这种方式的存在 对方只要打最后一下 先动手的人 之前的拼死战斗 就完全白费 他们在僵持着 都不肯动 最后心中 有所牵挂的夜中灵决定 尝试一下谈判 他走了过去 站在温欢召唤的那些 变异生命之前 摊了摊手 或许我们可以 尝试一下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夜中灵 目光先是停留在了温欢的脸上 之后马上挪动到了 他身边的温慧 夜中灵认出了这个职业 职务大师 哪怕是在十年后 这个职业依然是 最强悍的职业之一 特别是 适合应对大规模的战斗 只要职务大师职业者 被保护好 基本上可以确保 战斗的稳操胜券 怪不得无人区 能够迅速崛起 这就是理由 他不愿直接动手 这也是原因 当然 他知道处于变身状态下的 职务大师职业者 无法说太清楚的话语 所以才看向了 明显是第二号人物的温慧 你是谁 温慧没有回答 反而问起了叶忠明的来历 叶忠明愁愁了一下 还是告知了自己是谁 听到云顶山庄 叶忠明几个字 无人区的人都有些震动 这个名字 他们之前有所耳闻 却不太了解 更多的是到这里之后 见到了国区排行榜 才知道的 但真没想到 竟然彼此会成为对手 我希望你们能够退出 我会做出补偿 相信我 一定会让你们满意 叶忠明选择妥协 实在是所轮磨合不容有失 温慧看了眼自己哥哥 突然笑道 可以 我们也只有一个条件 女人顿了下 继续道 我们要地杀月刃 叶忠明点点头 转身走了 这倒是让温慧先是愣了下 然后才无所谓的笑笑 他们无人区 从开始到现在 在色彩之城 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 没有足够的好处 怎么可能离开 叶忠明的提议 他不是没考虑过 但出于对这里奖励的向往 温慧在不想亏本的情况下 提出了地杀月刃的条件 既然对奖励无知 那就多要点 省得后悔 这是温慧的想法 或许是他狮子大开口了 但他并不是 用这种方式来讽刺 和拒绝叶忠明 可是叶忠明会这么想吗 当然不会 他就是认为 温慧是故意要地杀月刃的 这是一种答案 一种意味着战斗吧 或者你可以滚了的答案 那么叶忠明接着就是了 叶忠明是真心带着友谊去的 如果无人区可以答应 那么什么都可以谈 甚至 叶忠明已经准备好了 被他们宰一刀 只要他们退出就可以 可惜 他们竟然要地杀月刃 国区装备排行榜上 第一位的顶级装备 这就不是叶忠明能够容忍的了 要知道 在他没有得到传说中 七彩装备之前 这把刀 就是最好的刀 甚至换一句更为较真的话 如果叶忠明这辈子 都无法获得七彩装备 那么地杀月刃 就会是陪伴他一生的武器 最多就是以后 他工匠职业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时 稍稍改良下罢了 叶忠明做出好让人载一刀的准备 却被无情拒绝 哪怕对方提出要一瓶七星进化药剂 甚至两瓶 他都会考虑答应 可他们没有 回来的时候 叶忠明脸色自然不太好 其他人一看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明知的没有问 都在默默地做着准备 叶忠明 静静地站了会 叫过高一照相雪梨 强甘蓝美那几个人 吩咐道 我出去一下 你们在这里等着 不用动手等我回来 如果无人去的人动手了 那么看着就好 我估计我回来前 他们是打不死这个家伙的 万一他们攻击很强烈 那你们就拼着墙最后一下 众人点头 但都不明白 叶忠明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 没有他在 这些人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把握 从无人去手里 从温欢手里抢掉 这个怪物 还是照相雪问出了口 叶忠明只是摇摇头 没说什么 迅速离开了这里 开放时间到了 一个纳兰战队的人 小声提醒了一句 但大家也都猜不出 叶忠明出去干什么 毕竟 也没有援兵可搬出来 完成度就差5%了 那叶忠明冒着 被无人去 截足先登的风险出去的理由是 不解归不解 但等叶忠明离开后 他们依然坚守 在这里等待着 叶忠明的确是离开了色彩之城 既然无人去的人拒绝合作 那么他就要另想他法 不到万不得已 叶忠明不想把希望 寄托在那最后一枪上 于是他出了色彩之城 找到了同执式 什么 开空间特例 不行 听到叶忠明的要求 从百窟找 则从特意出来的同执式 只是听了一句 头摇的 和正在台风中 飘摇的大树似的 空间特例不是随便开的 那是需要条件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还有 就算可以随便开 同执式也不会这么做 这关乎到五环前的信誉 不行 绝对不行 空间特例 你就不要想了 一旦传出去 名水界的冒险 就会立刻停止 我们五环前的信誉 也会完蛋 没有了信誉 你说我们这种伤盟性质的组织 还能带什么 同执式 脸色都变了 看着叶忠明态度 非常的不友善 你好像给皇族就开了 叶忠明也不着急 淡然说道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已经说好了 并且 我们也给出了赔偿 但你依然 开的空间特例 你 同执式翻起了白眼 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 有些无赖 这样吧 之前我们谈好的生意 我可以适当地优惠一些 怎么样 听到叶忠明这个提议 同执式心动了一下 但依然摇头 叶先生 其他的请求 我都可以答应 唯独这个不行 先不说开空间特例 需要消耗大量的魔精 就说名誉问题 我真的不敢冒险 叶忠明没再说什么 而是低头沉思 最后道 一件金色的装备 同执式明显身体 抖了一下 哪怕是五环前 是末世最富有的 几个势力之一 但金色装备这东西 也不是常见的 同执式全身上下 加上底牌 也只有两个而已 这还是 他真的比较土豪的情况下 据他所知 皇族会长那样 排在末尾的 只有一件金装 现在却已经给了 叶忠明买命 皇族的那个 叶忠明摇头 那个我有用 是别的 我制造的 同执式眼球动了动 本来是很惊讶的 但想到 这家伙紫色装备 都能够制造 也就见怪不怪了 开启的费用 我也可以承担 叶忠明再次加码 并且不用你们皇族的人帮我 只要开启空间特例 其他的事情我搞定 事后 除了我的人外 其他人 我不会让他们 活着走出色彩之长 同执式这一次 考虑的时间很久 脸上阴晴不定 显然是真的动心了 正处于纠结当中 对不起 叶先生 我很动心 但我无法答应你 同执式几乎咬着牙说着 叶忠明心中 自然无比失望 因为这意味着 他要回去和无人驱拼运气 但是 叶忠明迅速抬头 瞇着眼睛 看着同执式 我虽然不能再开空间特例 但是我可以让色彩之城 之中的召唤物 拥有豁免权 豁免权 叶忠明正了下就理解了 无非就是净化者 不可以杀死净化者 但召唤物没有这个限制 叶忠明心中对比了一下 觉得这样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费用就不用叶先生出了 但金色装备要给我 同执式得意地笑着 别讨价还价 你不同就算了 叶忠明深吸了口气 成交 叶忠明回来的时候 高益照相学等人明显松了口气 以前 没有叶忠明在身边的时候 作为避意行动队的两位高层 他们习惯了自己做出决定 习惯了面对 任何危险都不变于色 习惯了时刻 去面临生与死 在那些手下的面前 戴着面具的他们 冷漠甚至冷酷 冷酷劲冷血 他们是战斗的机器 是没有畏惧的机器人 是漠视特有的产物 甚至怪物 是他们 用一场场 看似近乎不可能的行动 和刺杀 奠定了避意在云顶的位置 让那些实力强悍的主战队伍 真正把避意 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 甚至在之前 高义和照相学 也觉得那样的自己 就会是以后一直的状态 还有 偶尔午夜梦回的时候 他们也会闪过不太多 却确实存在过的念头 自己 或许可以成为云顶的 标志性人物呢 去超过那个 现在站在云顶山峰 最高处的男人 可一旦和叶忠明在一起之后 当双方表现出的差距 足以让他们绝望之后 这些想法 早就被事实揉捏的全部粉碎 再也找不到一丁点的痕迹 于是 之前的冷漠 冷酷 冷血变成了现在的遵从 崇拜和依靠 两个人清楚 当名水界事件完成之后 他们还会回到之前的角色当中 但现在 他们已经习惯了追随这个男人 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 不用去想什么 只需要按照命令去做 刚才无人区发动了进攻 但并不激烈 之后很快撤退 这头怪物也没有追 好像脾气很好 赵向雪向叶忠明汇报 并把自己的猜测 说了出来 我觉得 他们是在试探火力 对怪物的伤害程度 为了之后做准备 叶忠明点头 认同了赵向雪的推断 温欢既然来到了这里 并且拒绝和云顶交易 那么就意味着 他们必然会参与到 争抢最后5% 完成度的战斗中来 那么试探一下 什么的攻击力烈度 可以对怪物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 好准确把握最后一击的时机 这的确是 应该做的事情 仅仅从这一点 就能看出无人区 虽然是最近一年才声名雀起 但已经是一个 很成熟理智的战斗体了 我们是不是也要测试一下 赵向雪看了眼 坐在那里不动如山的怪物 询问自家老大 这个本以为会立刻被同意的建议 出乎意料地 被叶忠明拒绝了 不需要 叶忠明摇头 之后叫过甘蓝和美娜 低声在他们耳边 吩咐了一些事情 这让在周围 可以听得清楚的 高一赵向雪梨强三人 加上美娜甘蓝两位队长 纷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高一赵向雪他们还好 毕竟经历过了之前 和皇族工会的冲突 知道空间特立 这回事情 甘蓝和美娜就不同了 他们可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名水界也可以这样 如果说之前 成功与否 要靠最后抢怪 有很大一部分靠运气的话 那么现在 甘蓝和美娜就有信心的多了 在他们心中 已经认为真正的硬实力 叶忠明不会弱于任何人 甚至除了神秘的神堂 和庞然大物般的反抗区外 没人是这个男人的对手 两个人默默下去 开始带着人 进行了不太起眼的移动 而高一和赵向雪梨强三人 压根就不用吩咐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以叶忠明为中心 各占据一个方向坐下 一边护卫着自己老大 一边默默恢复着 体力和精神力 他们清楚等一下 会有一场战斗 一场有点特别的战斗 另一侧 叶忠明的离开和归来 自然引起了无人区的注意 他们有些疑惑 特别是温慧 心中还有些莫名其妙的忐忑 他总觉得 叶忠明不会无缘无故地 离开一个 他那么在意的地方 是的 温慧看得出 叶忠明对这里的在意 看得出 如果他稍微降低一下条件 那个男人 真的会愿意付极大的代价 来换取无人区的离开 既然之前已经打算好了 被痛在一刀 那么又为什么 冒着离开的这段时间怪物 被击杀这样大的风险呢 他可不会如同 那些有点实力 就会目中无人的傻瓜一样 觉得叶忠明是在做无用功 他知道 叶忠明一定是有着目的的 并且和无人区有着直接的关系 温慧虽然处于 变身状态话语不利索 还要尽量减少活动 来延缓身体内能量的消耗 以维持现在的状态 可他同样感觉到了 叶忠明离开带给他的压力 那个家伙 手握国区第一的装备 即便是带来的人很少 可也有着国区第六的超强实力 那叶忠明出去 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本来试探过后 无人区就要出手了 但叶忠明的回归 却让行动戛然而止 无人区决定再等等 看看情况再说 好在温慧现在让所有的变异植物 都处于静止状态 能量消耗很少 勉强还可以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变身状态 接着 他们便看到了想要的答案 叶忠明开始制作一些装备 间歇之间 还会给自己服用一些药剂 在他的身边 出现了不少材料和各式装备的蓝本 甚至有一些人 在他制造装备间隙过来谈了谈之后 还会从他那里领走一瓶药剂 接着那些制造好的东西 以无人区对药剂的熟悉程度 他们只是 看上一眼就知道 那是各种的恢复药剂 叶忠明刚才出去 原来是购买材料和药剂去了 这就可以解释他 为什么离开了 他一定是算准了无人区 不敢轻易动手 于是趁着这个机会 去外面购入这些东西 利用战前的间歇 来让他的队伍恢复状态 并且制造装备 提升实力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好办法 非常的有效 无人区不是想不到 只是他们没有叶忠明 这样的优秀工匠 无法现场快速制造装备 温欢和妹妹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的放松 如果叶忠明觉得这样 就能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获得优势 那就大错特错了 温欢动了 他决定 让这个云顶的老大看看 无人区更加强大的一面 只是不知道 那个年轻的男人看过了之后 会不会绝望到直接退出 无人区的人动了 剩下的人中 分出了二十个人 缓步走进了 温欢控制的那群 变异生命专区 这边一动 自然引起了 叶忠明那边的注意 纳兰战队的人 好奇地看着 不知道无人区的人 在搞什么鬼 叶忠明只是在 制造装备的间隙 看了一眼 就不再关注 倒是高一照向 雪梨墙三人 颇为紧张地注视着 而无人区 除了这二十人之外的 所有人 都退到了后面 彼此之间相隔甚远 很快 那些本来一动不动的 变异植物 突然暴躁了起来 以温欢为中心 群没乱舞 瞬间就把身处 其中的二十个人淹没 之后 惨叫声就从这些 变异植物当中 传了出来 一起传出的 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 刺透身躯血肉的扑扑声 除了叶忠明之外 纳兰战队这边 和高一等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无人区 在干什么 难道是那位 叫做温欢的老大能量 无法维系 开始吞噬自己手下 那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其他的那些人 看到难道不会离心吗 还有 刚才那些人 看样子是自愿走过去的 难道会那么高尚 愿意为了自己的老大 和战队牺牲 或者说 是这些变异植物饿了 需要血肉 也是用这些净化者来喂食 但无论哪一种 这都是极其残忍的一件事情 无人区 还有温欢 怎么可以做得 如此的理所当然 哪怕漠视人命如草剑 可也不是这样牺牲的吧 叶忠明依然专心的制造装备 只是嘴角挂起了一丝冷笑 他已经隐隐猜到了 温欢的打算 这是在对自己出去 购买药剂的反击吗 想用这种方式来恐吓我 让我知难而退 叶忠明心中嘲讽地想着 他嘲讽的 肯定不是自己 而是温欢 那个想用这样方式 来打击自己的温欢 一定想不到 自己在认出 他植物大师血统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血统 了然于胸了 他不仅知道即将要看到的 还知道或许连温欢自己 都不知道的这个血统以后的形态 就在这种颇为诡异的状态之中 温欢四周的变异植物有了变化 一些植物开始迅速地消失 不是那种凭空失去了踪影 也不是那种转眼化成飞灰 而是仿佛被什么东西吞了进去 或者吸走了的消失 向回 向里的消失 本来几乎数不清的变异植物 在这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消失停止后 只剩下了原来的三分之一 变异植物群中 出现了20个恐怖之处 正是之前那20个进化者所在的地方 这些变得恐怖的进化者 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他们现在是植物人 不是那种医学意义上的患者 而是被变异植物侵占 融合的怪物 他们已经完全看不出任何人类的模样 成为了一个个和各类变异植物 合二为一的战斗机器 如果仅仅是变成了树人 花人或者荆棘人什么的 见惯了漠视怪物的进化者 绝不会用恐怖来形容 但这20个存在是真真正正的丑陋 是真真正正的恐怖 他们就是拼接人 还是那种血肉和植物之间的拼接 或许在额头的位置伸出了一根枝刹 或者一段木质处手上 是一块破裂的肝脏 或者在腹部的位置 开着长满了牙齿的无数朵小花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每个人看到这些玩意儿的第一个念头 都会是这样的 甚至就连毕翼的两位队长 见惯了那些冰冷血腥 畸形般存在的手下 都强忍着跳起来的冲动 不少纳兰战队的人 甚至纷纷后退 下意识地想要离这些东西远一点 无人区那边镇定得多 应该是早就看到过 甚至温慧在看着20个怪物的时候 眼中还有几分狂热 之前那些召唤变异生命 就是哥哥的绝招吗 错 那不是 这个 才是 这是血两 这是血两几乎同一时间 温慧心中的呐喊 和叶忠明的话语 一起在不同的地方响起 高义等人一起看向了叶忠明 温慧的血统 叫做植物大师 是一种很强力的血统 所附带的能力都非常强悍 叶忠明把一件成品装备 递给凑过来的甘蓝美娜 眯着眼睛看了看那边 唯唯说着 之前你们看到它变身 是激活了这个血统 那些召唤出的变异植物 就是它的能力 当然 第一层血统是没有那么多变异植物的 也没有那么强力 现在它的状态 是第二层 叶忠明的声音 仿佛有什么魔力 让很多感到畏惧的 人心莫名地安了下来 那些人也自动 围惧到了叶忠明的身边 现在他的状态 是第三层 高级血统 甘蓝瞪着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地问 嗯 叶忠明虽然也不愿意承认 但还是点点头 事实就是这样 温欢这个人 已经把血统升级到了高级 这个成就 在漠视不到三年的时候 已经非常了得 一个七星进化者 加上高级血统 的确足以让他在国区 拥有偌大的名声 无人区能够成为超级势力 叶忠明看到植物大师 他就明白了 现在这个能力 叫做血量 是一种把自己的血统 分配到自己变异植物身上 之后 让进化者者吸收 最后成为这种怪物 大家歇了口气 看向这东西 虽然没有之前的恐惧 却都知道 这是一种很危险 很厉害 让叶忠明都会忌惮的东西 只是 叶忠明突然笑了 让大家不解 解我知道了 大家自然不用怕 叶忠明示意了一下 刚才自己制造的装备 我特意在里面加入了一种东西 可以对植物类的生命 增加防御特性 叶忠明已经有了成竹 等一下 这里空间特例会开 变异植物会变得有攻击力 可以攻击进化者 所以 一会 大家集中消灭这些恶心东西 知道吗 知道 这边士气震望 声音大了一些 倒是让无人区那边侧目 不过大家都知道 一场战斗 到来了 这二十个斜两动了 它们开始朝着坐在那里山岳般的怪物移动过去 速度很慢 每一步 都仿佛都要经过思量似的 它们 甘蓝看了看 发现这些斜两的脚下 其实是和大地相连的 叶忠明点点头 血量在通过地下的根系 一边吸收着土壤之中的能量 一边吸收着主体 也就是温宽给它们供养的血统之力 这样才能够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 美娜听着 接着问道 可这种 血量移动速度很慢 是战斗的时候 才能变得快速吗 还是会一直这样 温宽可以选择 叶忠明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微微犹豫 她前世只是听说人说过这种血统 毕竟在末世十年之后 各种职业血统技能这些 是每一个进化者都需要收集的资料 这样在遇到的时候 才不会没有准备 在前世的资料中 植物大师这种血量 的确是分类型的 可具体是随机出现这些类型 还是受到血统人的 控制它并不清楚 但现在看来 温宽不会那么巧 对手是不主动攻击的类型 于是它制造出血量后 正好也是这种移速缓慢的吧 所以叶忠明猜测 它应该是可以控制血量 具体能力 这头怪物不主动攻击 那么就有足够的时间 让这种血量移动到 进前发起攻击 既然牺牲了移速 那么这里的二十头血量 一定在某些方面 极其的突出 或者是防御力 或者是攻击力 或者有其他特殊能力 既然确定了温宽 可以选择血量的类型 叶忠明接下来的分析 就顺畅的多了 很快猜测出 这种怪物的特性 具体是什么 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大家于是都默默不作声 看向了这些怪物 虽然战斗必定会到来 但肯定不是现在 哪怕血量走得慢 也终由走到怪物身边的一刻 大家发现 这二十个血量均匀地 分布在巨大怪物的前方 呈半圆形 山岳市的车站 便形怪瞪着小楼市的眼睛 嘴里发出嗯嗯的声音 仿佛对这些出现的小家伙 很感兴趣 温宽看了一眼夜中明那边 发现并没有出现 他预想中的躁动 倒是没有失望 毕竟 他的血量 还没有展现出最恐怖的一面 他决定开始 排在距离纳兰战队这一侧 最近的那个血量 出手了 很简单 很粗暴 有植物特色 这个血量整个身体 如同被弹簧控制的激发装置 扑的一下 也不知道多少吸管状的东西 就伸了出去 速度奇快 几乎刚一出现 就直接插进了 火车站怪物的巨大身体里 从其他角度看 这一幕其实很滑稽 能想象得出来吗 当一只蚊子 落在地面 用嘴部的刺吸 AT式口AT器 去攻击汽车轮盘 现在的画面 就是这样的既视感 没人以为这是攻击 更多的 则看成一种玩笑 就连对植物大师血统 有着深刻了解的叶忠明 都在某一个瞬间恍惚了一下 觉得温欢和血量 是在皮肤汗大树 可事实 却让所有人陷入了呆滞之中 巨大的火车站 怪物身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刚才被血量击中的部位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变成了代表着死亡 和凋零的灰白色 更为让人喝不上嘴巴的事情是 这种灰白色 正以一种巨浪拍案的势头 向周围弥散着 哦 怪物发出了它变形以来 最响亮的一声嚎叫 它感到了痛疼 还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 之后 那里已经和彩色的身躯 完全不同的灰白区域 整个的碎了 变成了一滩同样颜色的废墟瓦丽 蚊子叮了一口轮胎 轮胎 融化了 这是什么 美娜甘蓝等人目瞪口呆 都对这种血量表现出的逆天攻击力 感到了发自心底的寒意 刚才 无人去派人对怪物尝试过攻击 其中的一些进化者实力很强 他们的攻击在纳蓝战队 甚至高一照相学两个人看来 都是异常强悍的 如果换成他们去攻击火车站怪物 强度也无非就是如此 可是 这些攻击都远没有这个血量强力 照相学眼睛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对自己火焰精灵 使得攻击力是极其的自信的 叶忠明的夸奖更是让他觉得 哪怕这个职业不是最强力的 也绝对是最强力的职业之一 但是现在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幕 他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哪怕变身之后的攻击力 也依然和这种血量有着很大差距 火车站怪兽惨叫之后 就是无边的愤怒 他之前没有对这些人类主动出手 甚至在一些人类 对他发动了短暂攻击后 退走他也没有追究 不是他的脾气好 不是他的实力弱 而是他压根就从心里 瞧不起这些弱小的爬虫 他被赋予了生命 被赋予了智慧 他只是想更长久地 享受这种清醒 而不是在永远色彩斑斓的空间里 变成一个车站 等待永远也不会到来的乘客 但现在 这些爬虫 真的让他生气了 火车站怪物第一次真正站了起来 露出了他高度上 完全让人要仰断脖子的身体 他拒吼一声 挥动巨大拳头 便砸了下来 开始的时候 手臂很慢 可两秒之后 就变得无比快速 滑破空气 发出呼啸之声 动 地面位置一阵 拳头砸中了这个刚刚攻击的血量 直接把它碾成一股 红绿双色的液体 飞溅到了四周 这种血量 不是火车站巨人一拳之敌 夜中明看的眼睛都睁大了几分 它并不是意外血量被秒杀 而是惊叹于这个怪物的力量 太大了 近乎无可匹敌 夜中明难免把自己带入血量的位置 衡量了一下后不由的苦笑 哪怕是 他自己被这个拳头砸一下 估计能剩下半条命都是多的 即便是能够活下来 也一定会失去战斗力 把伤害自己的爬虫砸死 巨大的怪物显然舒服了很多 可没等他如何 第二个血量发动了攻击 依然是那种全身猛烈的 弹射出尖锐触手 依然是那种不知道如何造成的灰白色坏死 依然是火车站巨人震天的吼叫 温欢对这个怪物的全面攻击 开始了 最近更得少 我道歉 我要浪子回头 曾经沧海 除雀乌山 重新做人 哀嚎不断地在战场上响起 全部都是火车站怪物发出的 那些血量一个个地开始攻击 一个个地把这个怪物身体的一部分 变成了片片灰白废墟 这个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快速 基本上一个血量攻击之后 才会遭到火车站怪物的反击 拳头直接砸死 也没有血量能够承受得住 但是怪物的攻击虽然强力 各个秒杀 但血量一个接着一个的动手 依然让怪物有些应接不暇 他很想连续攻击 把这些家伙统统弄死 但频率是真的跟不上 并且因为身体的几个地方被消融一空 火车站怪物并不能很好保持平衡 身体开始摇晃 为了能够站住 他不得不用一只手臂撑地 这让他无法双手攻击 叶忠明等人看得微微叹息 如果这个怪物的上半身不是人形 那么这些血量估计早就被清理一空了 叶忠明悄悄打了一个手势 大家纷纷准备 知道动手的时间要到了 转瞬之间 十几个血量已经被击杀 怪物也被攻击了十几次 很明显的 这头山岳班的守官boss已经受到了重创 进化者的眼光都是很准的 大家都看得出来 等二十个血量都爆掉之后 这个怪物应该会被击杀 哪怕有了应对的方案 云顶山庄的人和那蓝战队的人 也都心中凛然 温欢 或者说植物大师的这个血统太强大了 如果是叶忠明等人来对付这头怪物 还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劲 可是温欢却如此干净利落的 要干到这个怪物了 这让哪怕是 马上要成为敌人的叶忠明 也非常敬佩 末世之中 的确藏龙卧虎 在广袤的星球上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有着自己的符原 有着自己的奇遇 在书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 但今天 只能有一段传奇结束 叶忠明高高举起了手 然后挥尖下 他这一方的队伍动了 这不仅仅是给自己的人下达了命令 也是给正在某一处 看着这里的同职室 以信号 空间特立 可以开了 这边的异动 立刻引起了无人区那边的注意 温慧看到叶忠明洞了 却不是他认为的离开 反而迎了过来 脸色非常不好 赶紧命令那些 没有参与战斗的人去阻拦 这里虽然不能战斗 但推推嗓嗓还是可以的 只要控制好力度 不被民水界判定为攻击 就可以了 只要能够阻拦他们片刻 自己的哥哥 就可以把这个怪物击杀 无人区剩下的人 立刻跑了过去 把各自的兵器横在胸前 组成了一道人墙 只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纳兰战队的一些人和那些木偶 趁着叶忠明等人靠近了无人区 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时 已经开始绕向了另外的方向 识相地滚回去 我们辛辛苦苦把这个怪物 打到现在这种模样 你们要来捡便宜 要点脸型吗 云顶也是大势力 以后或许在国区抬头不见低头见 刘一线好想见 滚远 滚远 出去了 弄死你妈 无人区的人只高气昂 没办法 温欢表现得太好 让他们哪怕看过类似场景的人 都觉得扬眉吐气 云顶也算是和他们齐鸣的组织 能够在他们面前 表现出这样强劲的实力 在无人区这些人的心中 自己一方实力 已经远超云顶 和这个叫做叶忠明的人了 叶忠明等人 和这些人面对面地站着 不断地移动 尝试着突破他们的封锁 可是无人区的人寸步不让 双方用身体 发生了直接的碰撞 温慧站在队伍的最中间 瞇着看着面前的叶忠明 眼神冰茫 本来叶忠明一直很正常 至少在温慧 看来是这样的 这个拥有国区第一兵器的 煞月刃的男人 表现出了焦躁 狠利 激动这些神色 表现出了对暂时无法突破 这道防线的愤怒 但温慧总是觉得好像不太对 直到叶忠明毫无征兆地喊了一声 这些净化者齐齐退了一步 开始从他们的头顶跳跃过去之后 他才意识到了哪里不对 是啊 净化者一个个都和小超人似的 采取跳跃 快速迂回 甚至发动各种装备的能力 都可以让他们阻拦不及 为什么就如同普通人一样 面对面互相对峙呢 无人区的不少人都下意识地转身 打算重组防线 更是有人开始伸出手 想要把这些抢怪的家伙 从半空中拽下来 只有温慧 因为叶忠明没有动 所以也没有动 于是他看见了 让他尖叫的一幕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叶忠明等人的身后 布满了一些诡异的木偶 并且随着前面的净化者 跃起 他们开始了冲锋 危险 温慧感觉到了极度的危险 这些木偶在他的眼球转动之间 撞进了无人区的阵营当中 惨叫和古断金哲的声音 开始密集地响起 这些木偶被叶忠明改良过之后 个体发挥的实力 不亚于五星进化者 特别是力量方面 更是超越了本身的等级 他们的拳头 连高翼这样的六星体数类进化者 都要退避三射 更何况这些无人区的手下 近乎秒杀一般 这些人瞬间就死去了绝大多数 剩下的 无非就是有保命手段的个别人 以及和叶忠明面对面的温慧 啊 这个时候 这个女人的尖叫 才响彻全场 另一边 那些早就开始迂回的人 和叶忠明的食人花也动了 他们冲进了温欢 那些召唤出来的 其他变异植物之间 进化者会扔下一种球体 爆出一股古烟尘 食人花则拼命地开始吞噬 在猝不及防之下 那些本就处于 违离状态的变异植物 立刻损失了很多 那些球体 就是叶忠明之前制造的装备 他隐藏得比较深 无人区隔的远 并没有发现 里面 是他从五环前那里购买的一种毒素 可以对植物起到灭杀作用 一些对毒性抗体不强的 会迅速枯萎 你要干什么 温慧的声音已经变了 几乎是在沙哑中嘶喊 他迅速抽出自己的兵器 对着叶忠明挥了过去 战斗并不是他的专长 但在这个时候 他也别无选择 可兵器 甚至都没有碰到叶忠明 巨大的黑影 就从天而降 一口叼住了完全没有防备的女人 一股冰雾 同时吐出 让已经成为猎物的温慧 只剧烈地挣扎了两下 就渐渐不动了 叶忠明 看向了再也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他的前方 走向了 还处于变身当中 却已经发现这里异变的温欢 抢怪 叶忠明不打算去靠运气 因为只要杀死 会抢的人就可以了 温欢不知道有多久没有 这么被悲伤了 上一次 是看到女友和别人的开房记录 还是自己母亲癌症晚期的确诊报告 是儿子被丧失掏空了内脏 还是自己变身后非人般的外形 他忘了 这些事情他强迫自己去忘掉 因为如果他还记得 会让他感到软弱 而软弱 是在末世活不下去几天的 可是今天 温欢把之前忘掉的画面都想了起来 甚至比忘记之前还要清晰 电脑上的一排字 白纸上的一行字 空洞的腹腔 还有丑陋的面容 都在这一刻 和温慧被杀掉的画面重合 这是温欢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 轰隆 那一边 火车站怪物已经倒下 血量的攻击 已让他的身体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 这也只是 他足够强大 换成别的怪物 可能早就死亡了 怪物的目光 落在了仅剩的两个血量之上 由于他的摔倒 剩下的两个血量对准的部位 是他的致命部位 这个时候 怪物已经无法用他的拳头 砸死这两个致命杀手了 他很强大 但攻击方式的单一 让他此时此刻竟然无比虚弱 怪物并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 可以这么轻松地战胜他 他不甘心 可更多的 还是对清醒时刻的留恋 火车站怪物想不出 这一次陷入了休眠之后 是否还有下一次的清醒 他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黑暗的降临 只是 半天过去了 他发现预料中的昏迷并没有到来 到来的是一个近乎野兽般的声音 那是温欢发出的 处于植物大师血统变身之中 本就无法畅快言语 温欢因此也不曾说话 他只是利用和自己妹妹的默契 彼此传达着意思 但现在 他的妹妹被一只巨大的白色怪鸟 一口吞掉 鲜血洒下 因为瞬息而至的冰雾凝固在了尸体之上 那些鲜红的血条 无时无刻不刺激着温欢 而当温慧的身体 彻底消失在了冰鸟的腹中后 温欢终于爆发了 嘴里发出难鸣的声音 所有被他控制的变异植物 全部疯狂了 陷入了到了一种 极度的暴躁状态之中 温欢现在什么都不在意 什么旁边即将杀死的火车站怪物 什么那些被打成了碎肉的手下 什么冰水界 他只在意 那个正在朝着他走来的人 是他 一手导演了这场攻击 是他 联合了肮脏的五环前 开启了这里的攻击模式 否则 自己的妹妹怎么会死 怎么会死 温欢要杀死他 然后打出色彩之城 击溃冰水界 把五环前的那些执事们 变成他手下植物的养料 他甚至还想 毁掉这个世界 纳兰战队的人立刻后退 他们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那种带着毒素的球体 杀死了大部分的植物 剩下的那些 也处于一种违离状态 哪怕被温欢重新输送血统之力 他们爆发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但数量却已经不多 十人花群没有退 他们在牵制着这些怪物 分担着正面战场 正在对温欢发动冲击的 木偶群的压力 甚至连夜中宁自己 也开始攻击变异植物 这次的空间特例 注定了他不会是主攻的人 可温欢的目标就是他 看到了自己手下数量的锐减 他哀嚎着 已经不知道能够说是手部 还是什么的一种器官上 喷射出了大量的种子 这些种子落入到地面之后 迅速生根发芽 一大片强悍的变异生命再次出现 在这种时刻 温欢已经完全顾不得什么 彻底激发了身体的潜能 竟然完成了第三次不肿 夜中宁的眼睛因此而颤动 他做出了一个奇怪的手势 撤退 那是撤退的信号 不仅高一照相学等人愣了 就连甘蓝美娜和那些 正在向着这些新出现 变异植物身上 扔发着光的石块铁条等人 也愣了 刚才 温欢已经呈现出败相 可谁想到 竟然又召唤了一批 大家可是记得温欢 能够弄出不同类型的血量的 虽然现在 他的手下全部被杀 但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手段 最要紧的 就是现在要把这些 新出现的变异植物打掉才是 但是 撤退是什么鬼 那些木偶群 石人花群 已经和变异植物 纠缠到一起了 是要放弃他们吗 这里进化者之间 可不允许攻击 万一这些召唤物都被击杀了 那一会不是只能 眼睁睁地被人追杀吗 不过 高一和照相雪梨 强处于对叶忠明的 绝对服从立刻撤走 纳兰战队的人慢了一点 但也还是退出了战场 温欢还在嚎叫着 向着这边冲来 但变身之后的 他速度本就不快 和叶忠明之间的距离 温欢停下了 那些群摸乱舞的变异植物 突然安静了下去 接着软啪啪地 落在了地上 接下来 还活着的进化者们 就见到这些恐怖的植物 逐渐枯萎 最后完全死掉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甘兰张的小嘴 觉得今天所见所闻 已经超出了他的思想边界 完全溢出了 他实在是不明白 怎么前一秒钟 还仿佛重新焕发了 全部战斗力的这些变异植物 突然就哭死了 可叶忠明的一句轻语 给了他答 这些终究是人控制的呀 人 大家正了下 接着全部看向了温欢 这个时候 这位无人区的老大 已经恢复了人形 可也仅仅是人形 他的皮肤上 他的头发 他的手指 铺满了青色的苔藓东西 这些苔藓状物体里面 流淌着一股股淡红色的血液 最让人感到冷汗直流的 是温欢的眼睛 那里 是两促在不断舞动的 手指长短的紫红色触手 越即激发能力 或许可以冲破身体的枷锁 发挥出极大的潜力 如果放在其他血统之上 或许真的可以 叶忠明的声音里 带着几分遗憾 但是 他是植物大师 他的召唤物 需要他的血统之力来供养 越即激发 又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的养分呢 面对此时此刻的温欢 叶忠明心底 是有一丝羡慕的 从一开始 末世刚刚降临 他看到末夜的时候 心中就隐隐有一个念头 就是在某个时刻 可以如同温欢这样 突破轮盘 设置在身上的枷锁 掌握更高级的力量 那时 末夜和夏蕾掌握的国术 是他的希望 前世见过的一些国术大师 成为强悍的进化者 让叶忠明以为 那是一条路 他极其认真地学习着 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境界 他希望的那种境界 他努力了 也确实把一些国术 运用到了战斗之中 逐渐地凭借着 他的速度 他的力量 配合上 从夏蕾末夜那里学来的国术 在战场上含有敌手 可有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就是 夏蕾和末夜 甚至小虎等人掌握的国术 都太普通 或者说 国术不普通 可他们并不是真传 所以哪怕叶忠明 以超人般的身体去练习 也无法触碰到那个 他希望的开关 后来 他去了秘境 学习了战技 这给了叶忠明 另外一个全新的希望 甚至当他第一次出了秘境 来到和平镇用战技 杀过人的时候 叶忠明以为他 行进到了正确的路上 战技和秘技 也的确让叶忠明 有了超越同级的实力 甚至到了现在 当卓炎战技和大千链魂术 都达到了顶级的时候 叶忠明隐约真的摸到了 突破自我的门槛 现在的他 完全可以和高出 自己一个进化等级的生命战斗 并且有极大 可能会获得胜利 但叶忠明还无法确定 自己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是否可以和温欢一样突破 愤怒吗 还是悲伤 这样浓烈的感情 有助于突破这种身体的禁锢 叶忠明看着温欢 很多疑问都生了起来 他知道可能永远无法寻求到答案 但至少是有这种可能的 温欢很优秀 很强大 至少在夜中明见过的进化者当中 他可以排进前三名 在刚才温欢突破的那一刻 这个人的天赋 说是排在所有进化者的 第一位都不为过 可惜 温欢偏偏是植物大师的血统 这种血统的强大 在于他 可以把进化者的血统之力 分配到召唤物身上 让他们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这种分配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双向的 当这些变异植物击杀了目标 甚至行走在土地上 它们都可以从中吸取能量 进而繁布给进化者 所以说 植物大师血统强大 只要条件允许 它可以在战斗时期 一起存续着 还没有几个血统 拥有这样的能力 可这里不是地球 不是普通的生存空间 而是一个特殊空间 这里的一切 说是虚幻也好 说是一个人工构架也罢 都无法和外面庞大的星球相比 之前 温欢虽然对自己的妹妹 表示不用担心 可事实上 在这里的土地里 吸取不到太多的能量 因为这里本就是无根之瓶 唯一可以补充能量的 只有那些怪物 温欢突破了自己 把她的血统 向上扬了一个等级 可问题是 她的身体已经战斗了这么久 并且制造了血量之后 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 她再次不种 完成了三次变异植物的召唤 这一次出现的生命 比第二次更加强大 在那个瞬间 她在色彩之城 是实力第一 可温欢的身体却没有进化 甚至还极度虚弱 那些更加强大的变异植物 在驱动之下 自然要极大的能量 它们每一个都吸收一点血统之力 因为数量的关系 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总量 温欢在这种情况下 再也无法坚持 血统之力瞬间被吸光 一同被吸走的 还有她的生命力 整个战场一片寂静 连冰死的火车站怪物 都瞪起了大眼睛 看着这边的人类 哼 还是败了呀 温欢的声音和之前 已经完全不同 很难听 但至少已经可以听得懂 别沾沾自得 在外面 我不会这样 失败的会是你 眼睛已经无法事物 温欢只能凭借着之前的印象 向着叶忠明的方向说着 叶忠明沉默了一会 目光停留在 温欢见之恐怖的身体上 然后才缓缓道 在外面 你的确不会这样 或许大地的能量 就足以让这些植物 吸收到战斗 所需的养分 你会是一个 强大至极的进化者 吸了口气 叶忠明继续道 但失败的依然不会是我 你引以为要的 这些变异植物 对我的效果 只有它们攻击力的一半 而无论我是逐步 清理掉这些变异生命 还是直接顶着伤害去 对基本上 没有其他防御手段的 你完成斩首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 对不起 你的强大 你刚才的越级激发 都让我惊叹 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 温欢没有马上再说什么 身体晃了晃 有些无力 生命正在飞速离他而去 这种感觉清晰无比的传来 减斑 那是什么 叶忠明犹豫了一下 还是回道到 自然惊魄 温欢脸上露出一个 嘲讽的笑容 那 的确是有可能战胜我的 但没打过 谁知道呢 所以 叶忠明 别那么自信 这个时候 温欢的身体开始崩溃 他的身体器官 开始缓缓融化 就如同从冰箱里 拿出来的冰淇淋 一点点消融 这位创造出了 无人驱辉煌的领袖 马上就要 离开这个世界 你的胜利并不光彩 所以 我不会服气 温欢几乎用尽了力气 不甘地诉说着不公 叶忠明 缓步向前 末世之中 谁又是光彩的 你吗 温欢正正没有出声 他光彩吗 自然不 植物大师血同水晶 怎么来的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啪嗒声响起 温欢身体上 已经只剩下一些主要的地方 还和头部连接 从外面已经能够看到 他的大量骨骼 他仿佛一张满是洞的破步 依然不屈地站立着 可是 总有坚持不住的一刻 在生命的最后一秒 温欢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我在下面等你 当叶忠明了结了火车站怪物 整个色彩之城立刻发生了变换 诸多的颜色消失不见 整个空间变成黑白两色 所有的怪物尸体重新变成了之前的样子 如果不是颜色的改变和那些净化者的尸体 这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因为这些变化 叶忠明等人现在身处火车站宽敞无比的后车大厅当中 大厅的正中央是一个放着奖励的石台 上面有一个长约30厘米 宽约20厘米黑色为底 带着红色花纹的盒子 索伦墨合 叶忠明辛辛苦苦在这里熬战 不惜和五环钱合作 不惜和无人区这样大势力发生冲突 为的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是其他物品 他不会如此 为了能够战胜无人区 他甚至付出了金色装备 现在看到这个盒子 叶忠明总算是放下了心 他走过去 把这个盒子从台上拿了下来 索伦膜合 王珠十二星 第三星 仅仅是一个名称 就让叶忠明心脏猛烈地跳动了一下 王珠十二星 这是什么 叶忠明两世为人 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称 不仅如此 这件装备没有等级 显然和轮盘装备不是一个体系 之前诸如海王冠这样的装备 叶忠明感觉也是极其出色的装备 完全解封之后 非常可能是传说中的七彩装备 那几乎是最好的装备了 而碎魂鼓障的出现 让叶忠明有了重新的认识 那是另外一种可能成为最顶级的装备 并且因为轮盘的接受 让这种装备 完全有了持续发展的可能 但这天诸十二星是什么 看名字 应该是一个系列的装备 索伦魔盒在其中排在第三位 位置很高 带着强烈的疑惑 叶忠明打开了盒子 就看见里面是一个九宫格的结构 每一个格子均匀的分布在里面 并且看过去 格子里 仿佛 就是宇宙 是的 里面繁星点点 星云密布 宇宙的多彩和瑰丽 竟然可以在里面完全展现出来一样 仅此一项 就足以让叶忠明进入到激动状态 可没有哪样装备 能够呈现出这种神奇的状态 同志升级 在命运之格中放入同一属性的物质 可升级为更高等级 同属性物质 同志升级时 命运之格需要全部放入物品 同志升级时 不会出现失败 但达不到更高级属性能量要求时 最终形成的物品 可能会保持不变 同志升级时 可达到该物品最高等级 如需继续升级 则需要解封墨盒第二能力 使用时消耗魔晶之力 这个能力 就是当初那个全种类商店中的神秘人 告诉叶忠明的能力 仅仅这一项 叶忠明就动心了 下定了必然要夺取这件装备的决心 索伦墨盒的解释已经很清楚 仅仅是试想一下 就可以感受到这件装备的威力 它虽然没有攻击力防御力这些 也并不能辅助战斗 可事实上发挥的作用 却和运宝胡萝和陷级之门类似 索伦磨合的这个同志升级能力 说白了 就是可以把九个同样的东西放进去 消耗一些魔晶 它就可以给你变成更高级的同类物品 至于高出多少级 则完全要看你放入的物品 所蕴含的总能量 换句话说 就是把九样物品的所有能量 加在一起放到一个物品中 能够达到多少级就是多少级 是一个叠加的效果 没有运宝胡萝和陷级之门神奇 或许吧 可要从哪个角度看 运宝胡萝虽然可以把装备升级到下一个等级 但限制多多 首先需要大量的能量和时间 其次还受到运宝胡萝本身等级的限制 想要升级装备 就要先把运宝胡萝升级 而陷级之门 虽然屡屡给叶中鸣 以惊喜 可同样的 想要从它那里得到装备 需要不断地限制其他物品才行 可锁伦磨合不用 它虽然同样需要能量 但进行同质升级的物品不限制等级 并且也不用能量的积累 它更像是一台生产机器 通电了就可以工作 还有一点堪称逆天 就是它不仅不限制等级 还不限物品的种类 和这个能力 类似的 比如叶中鸣的同质强化 那只是针对材料的 其他东西 可不行 而这个能力到底能够干什么 那可就多了 比如 把九块初级水系自然宝石放到里面 合成之后 叶中鸣觉得最起码也是中级 而把九块中级宝石放入其中 那么高级 比如 把九百叶中鸣制造的 制式风之月放入其中 那么合成之后会是什么等级 还比如 把一些进化药剂放入其中 这一条 也是叶中鸣最初知道了 锁伦磨合的这个能力之后 最为动心的地方 它之前在民水界的冒险路线 其实都在收集同属性的东西 最后好用锁伦磨合来合成 最希望的 就是进化药剂的合成 没错 叶中鸣想要用锁伦磨合 合成一瓶八星进化药剂 现在八级生命虽然出现了 并且数量在逐渐增多 秘境那边也有这个级别的生命 可是说实话 叶中鸣和云顶去猎杀 先不说能不能成功 就是需要消耗在路上的时间 就是一个大问题 要知道 越是高级的生命 越是对领地的概念重视 而因为其强大 领地的面积也会很大 同一个进化水平之间的生命 离得也会越远 不仅地球这样 秘境也这样 如果想要靠着不断击杀八级生命 积攒魔精 叶中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得到八星进化药剂 平常 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一点点来就是了 但现在地球这边敌人环顾 秘境那边更是要面对一个九级强者 叶中鸣迫切地想要提升实力 索伦磨合 就是他的希望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叶中鸣拼着 也要和无人区一战的原因 在得罪一个超级势力 和得到一件他急需的装备之间 叶中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让激动的心情缓了缓 叶中鸣看向了索伦磨合的第二个能力 选定转化 转化物品固有属性 把需要转化的物品放在中心命运格中 其其他位置放入需求属性物品 选定转化后 命运格中心位置物品拥有其他命运格物品属性能力 能力的强弱与放入其中的物品能量总和有关 除中心命运格外 其余命运格物品属性需要相同 在利用选定转化能力的时候 可以让顶级物品继续升级 但需要改换属性 选定转化时 消耗大量魔晶能量 乍一看 这个能力和第一个相比没有那么突出 这仅仅是一个转化物品属性的能力 但仔细一想 这个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打个比方说 如果有一件并不需要的物品 就可以用这个能力转化为需要的属性 因为没有规定物品等级的缘故 这就可以让页中明用一些低等级的东西来进行转化 来获得这些物品中的优良属性 还有 最重要的是 这个能力可以突破限制 这就很逆天了 就如同自然宝石 如果一块顶级的自然宝石页中明 打算继续升级提高威力 就可以把它用这个转化一下 之后就可以突破等级限制了 一块顶级水系宝石用八块初级冰系宝石转化一下 得到一块超级冰系宝石 那么他所发出的蓝血之帘会强悍到什么程度 叶中明想想就觉得刺激 而最让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 还是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能力 自由转化 任由磨合自动合成物品 随机出现结果 自由转化时 需要在九个命运各之内放入不同的物品 最后形成的新物品 所蕴含的能量和等级 与放入物品的总能量和等级有关 自由转化有失败几率 自由转化时 消耗极多魔晶能量 这完全就是一个赌博式的能力 放入不同的东西 随意转化成全新的物品 如果成功了还好 不管如何 总算是有一件新东西 可万一失败了呢 就什么都没有了 叶中明第一感觉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挺不靠谱的能力 可他从介绍之中 还是读出了这个能力不同寻常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能力依然不要求等级 可以放入一些被淘汰的物品 失败了也不会心疼 万一成功了 就会得到一个 奇迹了九样物品能量的好东西 这可以算是废物利用了 并且 这个能力也不仅仅只能用于废品的替换 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代表未来 因为其必然会出现 更好更高级全新物品的特性 当里面全部放入好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用来堵一堵 失败了自然不必提 可一旦成功 或许真的 就会得到一件站在巅峰的东西 探寻未知的未来 永远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诱惑 到了这里 索伦魔盒的提示信息消失 盒子闪着淡淡的光运 仿佛在提醒着叶忠明 这是一件可以改变世界的装备 把奖励收起 叶忠明打算结束这里的冒险 其他人 特别是纳兰战队的成员 都有些可惜 他们可以在名牌上 看到索伦魔盒的名字 却不知道它的作用 心中自然痒痒 艰难的冒险敌之中 唯一的奖励肯定是极好的 他们参与了这里的行动 却无法知道 最后的奖励究竟是什么 这无疑是一种煎熬 出了色彩之城 叶忠明便看到了同执室 你们可以确定 能够保守秘密吗 示意了一下叶忠明 同执室对着甘兰美娜等人冷声问道 大家知道同执室是什么意思 都很快地点点头 最安全的办法 无疑是让你们都死去 但叶先生不想这么做 替你们做了担保 所以我就不动手了 但我必须要警告你们 一旦泄露了今天的事情 无论你们是谁 无论你们在哪 我都会杀死你们 说完 又看了看叶忠明后 孤身离去 留下了松了口气的纳兰战队成员 五环前五大执室之一 明水界的主人 他的警告 没人会不当真 这些人在看向叶忠明的时候 就有了感谢 叶忠明没想到同执室把这个说出来 看来是顺带着卖了自己一个人情 甘兰和美娜商量了一下 就过来和叶忠明暂时告别 他们也要去休整一下 等待着天碑的开启 至于出去之后的事情 两个女人没说 显然还没有考虑好 叶忠明也表示 之前答应的奖励 会在明水界结束的时候给他们 双方分开之后 叶忠明又赶到了百窟沼泽 帮助五环前 等人清理了一下猫尔洞 完成了这里的冒险后 按照之前的约定分了奖励 至此 明水界的冒险的 就只剩下最后一个 不过剧里面传出来的消息 那里也很快就会完成 叶忠明利用这个时间 和高义照向雪梨墙几个人休息 恢复了一下状态 并且研究了一下索伦摩合 通知是后来 又过来 找了一次叶忠明 把领主资格买走 十数个小时后 整个明水界 剧烈地动了动 之前那些冒险地的通道 全部消失不见 轰隆的声音响彻不停 让大家都意识到 最后的考验来了 五环前的人 开始通知大家 在之前的大厅里集合 到了地方之后 最显眼是 挂在头顶光幕上的国区排行 经过了这些十日的战斗冒险 上面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其中最显著的 就是无人区的巨变 整体的排名直线下滑 掉在了榜尾 而温欢更是在 个人战力榜上消失 大家都意识到 曾经辉煌的无人区 来到明水界的队伍 全军覆灭了 之所以 还在综合榜单上 估计是无人区基地那边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留守的人实力还不错 可一旦知道 他们注定会分崩离析 从排行榜上彻底消失 每等众人从惊骇中清醒 一道巨大的光彩之门出现了 五环前的几位直士 也都全部到来 带领大家进入了这扇门中 明水界的最后一道冒险 天碑之谜 正式开始 在知道天碑之后 夜中明心中 有过许许多多的猜想 这个特殊空间最后的考验 听起来并不是多么危险 天碑两个字 更像是一种对学识的证明 但夜中明心中 却有着很多不安 末世之中 就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样 哪里又有什么地方 是安全的 云顶够固若金汤的了 可还不是被红粉骷髅坛袭击 所以 尽管心中诸多猜测 可当真正答案要展现的时候 夜中明也难免产生了紧张的情绪 周围的人 跟着五环前的直视陆续进入 甘兰美娜等人也来到了这里 自动围在了夜中明身边 经过了色彩之城的事情 纳兰战队还剩下的那些人 对夜中明可谓又惊又怕 知道这是一个强力又心狠的男人 他不仅有着极高的个人实力 还有着可怕的人脉 五环前都和他有紧密到可怕的联系 对待敌人和影响他利益的人 果决很辣 连无人区这种大势力夜中明都说 弄死就弄死 这在他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样一个人 远不是他们能够抗衡 当然 他们也不会去抗衡 谁也不嫌活得久 那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摆在了他们面前 是接着自己干 还是投靠夜中明 大家的意见自然是投靠云顶山庄的 从一个国区吊车尾势力 摇身一变 成为待遇最好大势力的一员 谁都愿意 可人家愿意接受吗 别看他们的领袖甘兰和美娜和云顶有救 但谁不清楚 末世之中 看重的可不是脸熟 而是利益 以云顶的实力 并不需求他们的加入 纳兰的人不是雪中送炭 最多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那么他们该如何靠上去 这些人只能把希望寄予在 两位美女老大身上 女人 特别是美丽的女人 在末世有的时候 也是一种资源 什么 夜中明有女人啊 呵呵 谁要抱着这种想法 估计也活不了几天了 在末世 哪个男人没有几个女人 这话反过来也成立 当然 那些大佬的女人除外 连自己的手下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甘兰和美娜自然也心知肚明 他们在末世之中截然两年多 难道因此就沉沦 虽然夜中明这个男人并不让人讨厌 甚至抛开一些因素 还是末世之中难得的良配 可 仅仅这样就可以了 就算他们愿意 那夜中明的其他女人呢 他们可是知道 貌似这个男人 身边的女人 每一个不是省油的灯 都是在个人站立榜单上的强者 他们 也是一个大问题 两个女人 就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之下 跟着夜中明 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神秘空间 因为经过了冒险地的洗礼 现在这里的人数和之前 相比已经少了许多 但损失的 大多都是各个势力带来的战士 真正如同无人区老大温欢那样 死在冒险地里面 头脑人物并不太多 只是这些人 进入到了这个空间之后 全部都鸦雀无声 连这里的地主 五环钱都是这样 因为所有人看到了一幕 难以置信的场景 夜中明很多年以后 都记得当时的感觉 身在其中 他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所以当时并不能准确地形容出来 后来不断地回想 他终于可以用一种东西来比喻 此情此景 金石醋 天碑群 就如同在猫耳朵之中 那些冰金矿中的金石醋一样 只是被放大了无数倍 这个形容后来 被广泛认可 有些没见过不理解的 很多人又会拿 《星际争霸》这款游戏里的金石矿 来比喻 也足够形象 这就是天碑 每个人的心中都生起了这样的念头 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金石巨柱 一根根昂然向天 那是有多高 没人清楚 上千米 还是上万米 到了这个高度 人类用肉眼 已经能够无法准确地来衡量 在这些巨型金石珠面前 哪怕是最强大的进化者 也太渺小了 蝼蚁都不足以形容 万一 夜中明重生之后 一路愤然向前 无论是面对当初 骤然出现的灵伤慧王座 还是面对后世大名鼎鼎的耀士军 或者是掌控着末世秘密的反抗区 甚至看守者祈福之门的九级老者 他或许有过紧张 却全无惧怕 他也从没有觉得 这些强大的家伙强大的势力 就是多么的不可战胜 可是面对这些金石柱的时候 他感到了 发自心底一股良意 还有一种 无可匹敌的怯懦 仿佛这些金石柱 随便一根倒下来 都可以把这里的所有人砸死 这TM比安蒂斯山脉都大吧 明明是超过了阿尔卑斯山脉 不 喜马拉雅山脉都不及他的十分之一 这TM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下意识地发出各种各样的惊叹 一些人甚至身体都在这种 庞然的压迫力下颤抖 这就不是人力能够抗衡的存在 叶忠明深吸了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把天碑带来的震撼排出自己的意识 看 那里是什么 一个眼睛经过强化的进化者 突然指着面前如山脉般的金石 簇金声叫道 其他人寻声望去 果然看到 在这些金石柱根部的位置 有一个地方凹陷下去了一点 那应该是 一条路 一条通往这东西上方的路 有人不太确定地说着 这个时候 一些人陆陆续续发现 在前面的金石柱下面 有不少这些并不太宽敞的小路 因为暂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不少人都来到了天碑之下 他们发现这些小路数量 好像是无穷无尽的 每一根巨大金石柱的下面 几乎都有一个 在惊叹过后 大家逐渐平静下来 不约而同地 把目光落到了 名水界的拥有者 同执士的身上 这位分不清 男女的执士脸上 还残留着刚才的震惊 不过这个时候 他显然得到了某些提示 同执士伸出手 指着这些完全向上的小路 用带着丝丝颤抖的画道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条路 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去 当踏上这些天碑之路的时候 答案自然就会出现 面前的小路 如同一步天梯 蜿蜒向上 看不到尽头 只能容 两人并肩的金石台阶上 还有两侧金石柱体的墙壁上 都有些暗节的纹路 看上去优远而神秘 虽然金石的银白色 让这里看上去有些冷 但实际的温度却并不低 正好处于人体 能够感到舒适的区间之中 甚至还有若有若无的微风 从小路的上边吹下 如果这里有阳光 或许真的会让人感到心旷神移 叶忠明没有匆忙踏上台阶 他站在第一个台阶之前 感受着周围的一切 他惊讶地发现 也不知道是这里微风拂面的原因 还是周围环境的原因 他的体力 精神力都在持续地恢复着 体力方面还不太明显 毕竟叶忠明 在进入到这里之前 已经休息好了 但精神力呢 他来之前可是制造了一些装备 来用锁轮磨合合成 很是消耗了一些的 现在却以一种 对叶忠明来说 都不算太慢的速度不满 不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进化者 拥有更加平和的心态 更加良好的状态而准备的吗 这是天碑安排的 目的又是什么 为了即将到来的考验 或者说战斗 叶忠明晃晃头 这么多也没有办法知道答案 想要弄明白一切 踏上这个台阶就是了 他迈出了自己的右腿 一脚踏了上去 轰的一下 整个人消失在了小路上 与此同时 在天碑的各处地方 都有人在做着和叶忠明同样的事情 许多人发现 每个人只能选择一条道路 好在这里的小路足够多 大家分散开来 纷纷进入其中 天碑是什么 谁也不清楚 谁也不愿意放弃尝试的机会 无论是叶忠明也好 同志士也罢 还是任何一个普通的战士 都一样 天碑之下 很快平静了下来 只是在最高处的一根 最为庞大平整的金石柱上 突然出现了很多很多人 所属的事例和名字 就和当时名牌上极为类似 这些名字的后面 是一个个标记出的数字 大部分人都在十以内 数字越大的 排名最先 现在高居第一位的 赫然是五环前的白直士 他的名字后的数字是十八 而叶忠明仅仅排在百名之外 他的数字是十 和许多人并列 这新信息出现得悄然无声 但终究还是极为显眼 只要抬头 就必定可以看到 现在没有人发现 仅仅是因为这里还没有人 都在小路上 或轻松或艰难地行走着 可很快 这种瓶颈就被打破了 有人突然出现在了小路的路口 嘴里还发出了下意识的惊叫 这个人摸着自己的胸口 惊魂未定地看了看四周 这才松了口气 抹了一把头上淋漓的汗水 他想了想 一咬牙 还想再次登上去 可一股轻柔却无可撼动的力量 把他推出 试了几次 都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人干脆转到一个 没人登上的全新小路 可结果和刚才的一样 努力了许久 他才颓然发现 自己应该是 失去了继续登上天碑之路的机会 之后 他发现了远方那根挤着信息的水晶柱 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排在最后一位 后面有一个数字是 九 别人或许不清楚 但他自己明白 那数字代表着他自己走了九个台阶 在第十个台阶的时候 失败了 最后一名啊 这个进化者苦笑了一下 但马上脸上的遗憾减弱了一些 就那么席地而坐 因为他发现有其他进化者出来了 这些人和之前那个人一样 先是稳定了一下情绪 弄清楚了 怎么回事再次尝试进入 却被小路拦阻在外 之后发现排名 脸色不好 很明显 越是先出来的 就越是登上台阶数量少的 排名自然在后 只是 很快这些人和第一个人一样也平衡了 因为大部分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来 登上的台阶数量 基本上在九到十二之间 彼此之间相差 并不大 十二个台阶应该是一个分水岭 你看看 咱们出来的这些人 没有六星进化者 五星里面出了名的那些猛人 也没有出来 一个五环前的人 说出了上面的话 他对各个势力来到这里的人都有了解 仔细观察了被淘汰出来的这些人后 给其他人介绍着自己的分析结果 现场的进化者 因为自家老大 还在天碑之路上奋战 他们只能等在这里 闲来无事 都围惧在了这个人身边 这里面 就包括了不少 奈兰战队的人 你们在第九台阶 遇到的是什么 十二 小指头 你不是到了十二台阶吗 你遇到了什么 咔 有人接近第二十个台阶了 排名变化剧烈呀 又出来了几个 剩下的这些人 都是国区前一百的人吧 议论声此起彼伏 现在大家暂时抛开了门户的不同 在激烈地讨论着 同志士果然是名水界的主人 已经排在了第一位了 天啊 他登上了第二十二个台阶 这也太快了吧 大家都是被天碑之路考验过的 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附和着发出了阵阵惊叹 看啊 张和太到第二个 这位反抗区的大佬 什么时候来名水界的 不是只有他儿子来了吗 水之士 水之士开始上升了 第五 看势头还会上升 可惜了 无人区的人全部栽进了冒险地 否则听说温欢那个人很强大的 也不知道在天碑之路上能够排在地底 是很可惜 不过 谁知道无人驱灾的那个冒险地是哪个 后来又是被谁完成呢 这个真不清楚 但冒险的听说是色彩之城吧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纳兰战队的人互相看着 心中微微有些紧张 他们可是掌握着一个大秘密的人群 只是听到这些人谈论 纳兰战队的进化者们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金石柱上的排行榜 找到了那个男人的排名 第三十二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第十六台阶 按照那个男人的实力 不应该排在这里啊 那么在干什么 叶忠明一只脚踏上第一个台阶 整个人就骤然从天碑之路上消失 来到了一个异常神秘的空间 他并没有慌张 因为在这近乎纯白的空间里 叶忠明没有感到有什么危险 直到他的身前突然出现了一只怪兽 叶忠明只是看了一眼就认出 这是一只很普遍的叫做的刺蓝的进化生命 请指出前面怪物的弱点 并且用攻击来回答 一个提示音直接在叶忠明的石海中响起 让叶忠明明白了所谓的考验 只是 这个考验是不是太简单了一些 只要是在末世生活过两个月的进化者 肯定都会认得 这种在废弃城市和荒野里 都非常常见的低等级进化生命 甚至大多数人都尝过他的肉 特别是背部脊骨两侧的条形肉块 更是可以媲美最鲜嫩的牛肉 是末世为数不多的美食之一 叶忠明虽然觉得考验简单 但也没有拖大 拿出地杀跃刃 身体踏前一步 刀锋就刺入了这头 只有三级的进化生命而下两寸的地方 那里的皮肤之下 15厘米 是刺蓝的神经中枢 只要刺重 这怪物就会立即毙命 当地杀跃刃刺进去的时候 叶忠明才发现 这头他以为是真实存在的怪物 竟然只是一个光感模型 当刀尖碰到完全逼真一样的神经中枢后 刺蓝立刻消失不见 叶忠明也重新出现在了天碑之路上 这个时候的他 双脚已经完全落在了第一个台阶之上 叶忠明摸了摸下巴 这就是天碑的考验 每一个台阶上都是一个考验 他急目远眺 心中惊讶 这小路因为弯曲的缘故 看不到尽头 但就是视野中的 少说也有几十个台阶 这就是要经历几十场考验 叶忠明看了下时间 和之前对比 发现他在第一个台阶 所造成的虚向空间中 待了大概半分钟 吸了口气 叶忠明踏上第二个台阶 他的身体 意料中的再次消失 依然是纯白色的空间 只是这一次出现在了叶忠明面前的 是两只丧尸 一只三级 一只四级 一前一后的站着 请在低声后十秒钟内完成 对两只变异生命的击杀 受伤即为失败 叶忠明手中的地煞月刃举起 以为马上要响起的低声 却间隔了一会后才到来 他只是随便闪到了 突然活过来的两只 丧尸身边就轻松完成了击杀 杀死丧尸的同时 他被送回了天碑之路 很顺利 但是叶忠明 却并没有马上踏上第三个台阶 而是回想了一下第二个考验 为什么要在提示之后 和低声开始之前 空出一段时间呢 要知道 二级和三级的丧尸 对现在的进化者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了 特别是参加名水界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四星进化者以上的实力 对这些人来说 面对这样两个变异生命 不需要费什么力气都可以解决 难道 叶忠明有了个猜测 但并不能肯定 他想了想 踏上了第三个台阶 白色空间之中 这一次变得更大 叶忠明站在一个角落 他的前面 广阔的空间被两群变异生命占领 一群是三级的变异苍蝇 密密麻麻足有 上百 另外一群是十几头变异猫 双方静静的如同雕像一样 对峙着 请说出几种能够全间这些变异生命的方法 总数不能少于三种 最后的结果进化者不可以战死 请在听到低声后 分别演示这些方法 注意 您的进化等级将会被压缩到四星 夜中您颇为惊讶 这里竟然还能压制进化者的实力 同时 他也肯定之前的猜测 这些考验空间会给进化者一定时间思考 而不是凭借本能区战斗 更不提倡用实力去碾压 变异苍蝇和变异猫 也是漠视常见的生命 对于夜中明 这样的进化者来说 不算什么 杀死这些家伙的方法 自然有很多 夜中明瞬间在脑海里 就形成了不下于五个 当低声响起 夜中明开始了自己的演示 很快就取得三种方法的成功 提示因这个时候到来 询问他是否继续 他选择了是 把自己脑海里的其余方法 全部在这里演示出来 夜中明心中隐隐觉得 这里的考验 是考验进化者的综合能力 而不单纯是战斗能力 他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选择的 但他选择了 认真地完成这些考验的 每一个可能 就这样 夜中明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的登上去 速度并不快 但每一个台阶的考验 他都尽量完成得完美一些 而正如他所料的一样 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做 他们更多的是 更有效率地完成考验 尽可能快地进入下一个台阶 希望可以成为第一个登顶天碑之路的人 双方从一开始 在理念上就出现了差异 等到整个天碑之路上 还剩下百人左右的时候 夜中明指排在三十多位 和他自身实力 在国区的排行 非常不符合 至于在他身后的那些人 倒不是和夜中明一样 不厌其烦地完成所有可能 而是他们自身实力有限 即便是尽量地 让自己快速通过考验 也做不到如同夜中明那样 进化秒杀的战绩 不过到了第十三个台阶 夜中明感到考验变得困难了 空间由纯白变成了灰色 他的第十三台阶 考验的任务 是在一个被怪物占领的小镇中 带着两个普通人安全逃离 任何一个普通人或者他自己死亡 都算是任务失败 如果把天碑之路 看成一张试卷 那么这就是一道综合题 这里考验的是 进化者的果敢 冷静 潜伏能力 突击能力 保护能力等等诸多方面 想要成功 可并不轻松 因为小镇之中的怪物 不仅数量多 等级分布 也和正常的地球末是小镇一样 甚至实力 还要高出一些 夜中明 即便是没有被限制进化等级 可是带着两个普通人 面对以四级为基础 五级为骨干 六级为箭头组成的 庞大怪物群体 也不敢怠慢 即便是他 也感觉到了难度 这第十三台阶的考验 成为了众多进化者之间的 第一个分水岭 对着这个分水岭般的十三台阶 夜中明给出了两个 截然相反的方法 一个是带着两个人 普通人悄然无息地逃出了小镇 是真的悄然无息 没有惊动一个变异生命 没有进行一场战斗 就那么在这些变异生命的 眼皮底下 带着人溜走了 第二种方法则更加直接 夜中明采取了调动 割裂战场的办法 以他出色的实力 一块一块地消灭了小镇的变异生命 最后得到全坚的效果 带着两个普通人 堂而皇之地出了小镇 第二种方法 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夜中明实力出众 也用了一些时间 所以当他通过了 第十三台阶的时候 他的排名又有下降 夜中明不知道这个排名 估计知道了 也不会着急 他在天碑之路上继续行走着 李强遗憾地退了出来 和其他人一样 不甘心地尝试重新进入 却必定没有成功 只能颓然退出 他是在第十八个台阶失败的 以五星进化者的级别 能够坚持到 第十八台阶的人少之又少 李强几乎可以算是 五星之中的第一个人了 甚至许多并不太强大的 六星进化者都早早被淘汰 当李强看到那些 聚集在一起的人 并且发现了高高在上的排行榜 他同样被吸引 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目前正排在第十六位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排名 至少在李强看来是这样的 他深知 这次来的人当中 都是大势力的头头脑脑 实力强悍 他一个半路出家的 五星进化者实在不算什么 能够取得现在的名次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事情了 当然 李强也知道 这并不是最后的排名 看看现在那些名字 有些暗淡地下去的人 就代表着已经被淘汰 哪怕还在前面排着 却必定被超越 只是一扫 李强已经对自己最后的位置 有了大概的预测 不过 当他的目光落在 叶忠明三个字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忍住 心中的震惊 老大竟然排在 比自己还低的位置 他不可置信地 又看了一遍 他看到了高翼 看到了照相雪 他们都比叶忠明的位置要高 以攻击力著称的照相雪 甚至还在第六的高位 老大这是怎么了 不适应这种考验的方法 但转瞬李强就放弃了这种担忧 凡是在末世闯出名头的人 哪一个不是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 又怎么会害怕这种考验 说白了 这就是对末世生存技能的检测 能够活下来的 并且活得好的 谁害怕这个 可 看着叶忠明的排名 李强眉头紧锁 这个时候 轰隆一声 踢着门板剑的高翼失败 被踢出了天碑之路 出来的时候 一剑砍在了旁边的金石柱上 发出了连串的火星 高翼喘着粗气 意识到了什么了之后 举着剑看了看 发现没有什么损坏的地方才放心 他很快便看到 李强正朝着他招呼 高翼走过去 也看到了那份高高在上的排行 小雪不错 看到照相雪排在第六 高翼高兴地拍了拍李强的肩膀 把这位枪手拍得呲牙咧嘴 不过没等高翼乐上两秒 他就看到叶忠明的位置 大手在李强的肩膀上改拍为捏 疼得后者差点没被过气去 显然叶忠明的位置下到了高翼 在他的心中 无论做什么 叶忠明都是最强大的几个人之一 甚至是最强的那个 这个排名 高翼的第一反应是 五环钱作弊了 就在他考虑 是不是把这些金石柱挖断的时候 照相雪也从天碑之路里失败 被抛在了小鹿旁边 身体的变身虽然解除了 可却带出了一团火焰 把其他人吓了一跳 留在现场的人看了看照相雪 又看了看天碑上暗淡的名字 都知道这个女人叫什么 同时也对她的强大感到震惊 因为照相雪是最后一个 退出来的六星进化者 现在整个排行榜上 全部都是七星进化者了 这些人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绝对的大人物 赵姐 第24个台阶 很恐怖 李强很会说话 虽然照相雪年纪比他小 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 照相雪晃晃头 还有点没有从刚才的激荡之中 恢复过来 坐下休息了两分钟才好 他看向了排行榜 同样皱起了眉头 又过了一会 开始有七星进化者失败 现在还在天碑之路里 没有出来的 只剩下最后的十个人 老大还排在第二十名 高一门生说了一句 就不再言语 对于他这种闷葫芦来说 一句话超过五个字 已经非常不容易 是第十 照相雪语气坚定 虽然现在老大只排在第二十 但其实只剩下了十个人 老大只需要在前进几个台阶 就可以追赶上排在前面的人 李强点点头 还有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老大虽然名字不显 但是他和排在前面的人 差距在缩小 并且在每一个台阶所用的时间上 老大前后相差不大 高一和照相雪一起看向李强 或者换句话说更容易理解一些 就是老大虽然看似用的时间很久 但事实上 越是后面的台阶 他相对其他人用时 其实是领先一点的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老大和我们不同 他在第十三 第十五 第二十等等这些关键台阶上 仿佛从没有遇到过阻碍 就如同普通台阶那样 直接就过去了 听着李强的分析 高一和照相雪都回忆了一下 果然是这样 天碑之路的考验 本就是应该是一场竞速赛 考验的是谁能够更快地达到更高的目标 考验谁能够登上最高的顶峰 如同排在前列的同职士 水职士等这些人才 应该是最受瞩目的 而不是你们那个磨磨叽叽 现在估计 只能依靠着进化等级高材坚持 没有被淘汰的老大 一个声音突然插进了三个人之间的讨论 几个人包括已经围过来的甘兰美娜等人回头一看 就看见张忠正那张讨厌的脸上满是不屑 对于这位张和泰的儿子 他其实从小就生活优渥 没有受到一丁点的苦 可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却并不是娇生惯养的人 从小到大 张和泰都对自己的这个儿子严格要求 家庭在暗处的助力 加上张忠正自己在优良资源下培养出的能力 让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优秀 末世的降临 同样因为身份地位的原因 让张忠正如会心般崛起 成为最顶尖的那一小部分人 张忠正本来认为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但真正踏入反抗区基地 成为一个大区太子一样的人物后 他清醒了 原来 自己的一切 大部分都来源于父亲的扶持 他没有如同影视剧里那样 因此就自暴自弃而沉沦 或者开始变成一个顽固 和自己的父亲作对 他选择接受 接受以前的一切 接受现在的一切 成为自己父亲最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而现在 他也的确做到了 他是张和泰之后大区另外的一个七星进化者 但也有一些事情 在张忠正的心里慢慢形成 就是对父亲 对反抗区的信心和崇拜 并且随着反抗区的地位 在末世之中日益提升 他的这种信心和崇拜 很快上升到了近乎盲目的地步 虽然五环前把你们的老大排在很高的位置 但那是受到了外在因素的影响 我不否认 在工匠这个职业上 你们的老大估计在国区已经无人出其左右 连制造了荣世圣衣的那位都已经无法比拟 极其庞大的数量和高品质 让他在这个职业上近乎完美 张忠正走过来 摇着头 不屑倒是减轻了一些 但却多出了几分 让高一照相学等人不爽地躲定 于是他有着整个国区最好最豪华的装备 蓝色的整套防御装备和配饰 紫色的精能魔弹枪 绿色的子弹 还有地煞月刃 国区第一 每个人都羡慕我也一样 每个人也都知道 他的身上 一定还有 让其他人垂涎的其他高等级装备 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些 让他的实力 远不如表现出来的那么强悍 他更多的是依仗装备的威力 以此成就了赫赫威名 没错 装备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一个优秀的工匠 自己制造的装备本 就是他力量的体现 这在平常没有什么不对 他在国区的排名 从这里看也算是 实至名归 可错就错在 这里不是普通的地方 而是在一条 考验进化者 综合实力的天碑之路上 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到最后的 才是真正的适应末世的强者 才是真正被众人瞩目的伟大战士 是真正依靠自身 去赢得一切的进化生命 而不是一个依靠装备的 半成品 随着张忠证这些话的出口 高一怒吼一声 尼玛就冲了过来 但在规则之下 这里同样并不允许战斗 冥水界阻隔两个人 愚蠢 在末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那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你也是六星进化者 要我说 进化药剂 给你都是白费了 高一和赵向雪 都是B的行动队长 他们更善于用手中的刀剑 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嘴巴 现在骤然遇到这种问题 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黎强同样不是这方面的抢手 让他玩枪可以 让他打嘴仗就不行了 特别是这种不需要脏字 却可以从各个方面 达到用脏字骂人同样效果的 高素质嘴杖 更不是他擅长的 但 不要忘了 现在正在这里的 可不仅仅有高一赵向雪 和黎强三个云顶人 还有很大 可能会加入云顶的甘蓝和美娜 美娜不去说 这个女人性格恬静 不适合吵架 可甘蓝可不是 她本就有泼辣的一面 否则如何撑起偌大的佳业 现在看到张忠 正在这里滔滔不绝地 说着叶忠明的不是 心中自然有气 叶忠明不行 那我身上的蓝色战甲怎来的 百库沼泽 怎么解决的 五人区老大 温欢怎么死的 难道都是被你二货说死的 小兄弟 讲话注意点 甘蓝披着一头火红的长发 眯着眼睛 挺着胸脯 就到了张忠正的面前 张和泰的儿子 早就注意到容貌身材俱佳的甘蓝和美娜 两个人 只是她和其他进化者不同 她不缺女人 不缺高品质的女人 所以 之前只是纯粹地欣赏良女的美貌 直到现在 才开始正视 这个敢于站在自己身前的五星进化者美女 我理解你为你爸爸出头的心情 但因此而贬低别人就不好了 因为你不知道 你爸爸是怎么想的 就算他真如你这么想 你就能确定 你爸爸会同意 你这么说出来 万一你爸爸心中 这么想却不敢说出来怎么办 你得罪人了知道吗 哪一天 你嘴里那个什么都不是的人 却把你崇拜的爸爸打出屁来 你说 你的面子要放在哪里啊 甘蓝用他清脆妩媚的声音绕口令一样说着 张忠正稍微有些猛 还有 装备不算实力 那你平时战斗的时候 倒是脱光了上 用什么兵器啊 用体A10毛吧 或者第三只腿 不是更好 受伤了 还可以自愈 都不用修炼 更不用担心生机换代 轰的一下 张忠正感觉自己的脸都热了 他当然不是不好意思 而是感觉到愤怒 高义黎强等人不擅长这种骂战 张忠正幼 如何能够适应 甘蓝这种更加埋态一些的针锋相对 还有 别摆出一副高高在上洋洋自得的样子 好像觉得七星进化者有多了不起事的 你信不信 如果不是在名水界 刚才这个大个子 能把你打成胡萝卜泥 人家六星 你七星 别那么自信 伤善 你 张忠正刚想反驳 甘蓝压根没有给他机会 他突然指着金石柱商道排行榜道 你老爹很厉害 但我要说 他就要被你瞧不起的人追上了 大家这才看向了排行 只见不知道什么时候 叶忠明已然悄然无声地 超过了几个人 排在了第八的位置 叶忠明看着面前的怪物尸骸 久久没动 他身在第27个台阶上 只要他通过前面空间的那扇门 就完成了这里的任务 可他并没有马上离开 因为这个怪物 他并不认识 叶忠明终究是重生过一次的人 他虽然不能保证把所有的怪物都认出来 但绝大部分他是见过的 哪怕没有亲眼见过 在末世很流行的怪物图册上也有记载 但这种 他不知道 并且 从这个怪物的一些特征上 叶忠明联想到了 李强和他所说 在外空间看到的那些生命 这让他对冥水界 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天碑之路 产生了怀疑 这里和那些高高在上的生命 有关系是一定的 可究竟有什么关系 天碑之路的目的 又是什么 刚开始 叶忠明以为 每向前一个台阶 都会有奖励出现 可没有 后来 他觉得没走过一个阶段 也就是难度每上升一个层次 会有奖励出现 事实上也没有 那么什么时候会有 一定要登顶吗 说实话 叶忠明现在走了27个台阶 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太过于高难的挑战 但却也渐渐开始感到了困难 这才仅仅是27个啊 之前他目测在弯道之前 就有超过50个台阶 按照现在这种考验难度提升的速度 叶忠明别说没有信心 坚持到不知道多少阶的最高峰 就是第50台阶都不太可能达到 既然连自己都没有什么把握 那么叶忠明并不觉得其他人可以比他走得更远 也就是说 这里没有人能够登顶 既然这样 天碑之路的意义又何在 迈进门内 叶忠明完成了第28阶的挑战 进入到了第29台阶 这个时候 排行榜已经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剩下的10个人全部越过了之前被淘汰的人 真正排在了前10位 其中排名第一个的依然是同直式 他已经站在了33个台阶之上 第二位的是水直式 他的成绩是第32个台阶 而第三位则是张和泰 成绩是第31台阶 从第4位开始一直到第10位差距就更小了 除了第10位的那位高手 现在是在第28台阶之外 其余人都在29或者30台阶上冒险 那些被淘汰的人纷纷仰头看着 掩饰不住脸上的惊讶 很多事情其实就怕对比 一旦互相比较开来 就会发现彼此间巨大的差距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 都是在十几个台阶就完成不了了 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些进化等级 只是比他们高出一两个等级的人 怎么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走出这么远呢 张忠正此时 也没有了心情和甘蓝坐口舌之争 他紧张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的名字 心中希望能够再进一步 他不知道天碑之路最后的获胜者 能够得到什么 但想来也绝不会是普通的东西 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件金色的装备 甚至紫色的都有可能 如果能够就此超过地煞月刃就太好了 只是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并且里面的人自己也不清楚 比如现在同职室 当他艰难地完成第三十五个台阶的考验之后 没等他迈到第三十六个之上 就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之内 这里花草繁盛 绿树成蕴 花海之中有几条长椅 他好奇地四处看着 却也不得要领 因为这里仿佛就只有这么一个花园 没有怪物 也没有任何提示 更加没有出口 同职室有些焦急 进入天碑之路之后 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水界的能力 就消失了 他和普通人一样 只能在这里转圈 不过很快 水执士和张和泰也进入了这个空间 这还是没有淘汰的人第一次互相之间见面 同职室 这里是什么地方 张和泰四处探查了一圈后 问这里的地主 得到的答案自然是一无所知 水执士皱着漂亮的眉头 突然问两个人 你们是在第几个台阶后到这里的 其余两个人一愣 异口同声地回答 第35个 这就是了 我也是第35个台阶之后就到了这里 看来 想要进入下一个挑战 有什么东西 需要我们去破解 对于水执士的分析两个人也赞同 但至于需要破解什么 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之后 陆陆续续有人进入到这里 大家才隐隐意识到 估计是要到达第35台阶的人 齐集了之后 才会有下一步的提示 大家只好在这里等着 彼此之间也交流着情报 倒也不算是无聊 直到夜中明的到来 夜中明一直排在第八位 能够走到第35个台阶的 现在只剩下了八个人 看到夜中明有人意外 有人不意外 可没等彼此之间交流 空间就发生了变化 巨大金石柱上的排名 出现在了这里的天空之上 所不同的是 这份排名多了一些东西 就是这八个人到现在所需的时间 虽然大家都是第35个台阶 但所用时间却有长有短 所以 这份排名和外面 金石柱上的排名是一样的 天碑之路第一阶段完成 各位可以选择继续前进 也可以选择退出 退出会得到应有奖励 提示 下一阶段考验 将会有一定危险性 选择继续请慎重 每个人在听到了这些提示之后 都沉默不语 他们基本上 都是各个势力的领头人物 可不会冲动到豪气冲天的 直接选择继续 都会去考虑得失 还有 现在他们的地位 也决定了这些人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去随意拼命的 因为 在外面这些人手握大量的资源 可以慢慢地进化 几分钟后 有人选择了退出 陆陆续续的 最后这里只剩下了四个人 五环前的两位直士 加上张和太叶忠明 阿水 你不需要这样的 下面很危险 我要掌控这里 所以必须走下去 可你不用 同直士劝说自己的好友 水直士犹豫了片刻 可还是摇头拒绝 张将军 你也决定了吗 同直士又问抱着双臂 站在那里的矮状男人 反抗区的代表 只有我进入到了这里 我自然要走下去 不会让什么阿猫阿狗比下去 说这话 却望着叶忠明 显然他嘴里的阿猫阿狗 就是这个人 同直士的目光 又落在了叶忠明的身上 我想看看 最上面有什么 叶忠明的回答 满是淡然 叶忠明这么说 连张和太都没有反驳 是啊 走到了这里 谁不想去追上面看看 这几个人很清楚 这一次国区的高手来得不多 满打满算算是有一半领袖 应邀到来 并且因为一些原因 其中的一些还中途离开 还有和叶忠明有关的两次冲突 又有两位七星高手陨落 现在的情况可以说竞争并不算激烈 这是同直士愿意看到的 因为他的目标一直都没有变过 而这何尝不是其他人的想法 他们虽然对名水界没有染指之心 但却对未知的奖励动心 他们不知道那些选择退出的人 得到了什么奖励 但如果能够继续走下去 奖励必定要高出他们所获 还有 谁又会不向往登顶之后的奖励呢 张忠正对于奖励的预料 终究还是浅薄了一点 至少在他的老爹看来 如果能够登顶 紫色装备是最基础的 走到了这里 叶忠明选择向上冲击 其余三人也是同样的心思 看了看头顶的排行 张和太冷冷笑笑 第一个选择了继续 身体闪了闪就消失不见了 水执式和铜执式互相望望 也对叶忠明 做出了一个好运的动作后 一同离开 叶忠明却没有马上跟上去 而是静静地恢复了一下身体状态后 才选择继续 四个人在天碑之路上迎来了新的挑战 而那些选择退出的人 则在之前淘汰的人面前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这些人退出之后 便出现在了天碑之路下 其余人正打算围过去 和自己老大会合 但突然有成片的光芒 降落在了这些人的头顶 一些下子阻止了其他人的靠近 这些光芒 先是有一种落在了某个人的头上 接着再移动到下一个人 而另外一个颜色的光泽 会阶梯到来 但是这种情况 看得其他人一头雾水 因为这些光芒 虽然会光顾这些进化者 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照顾到 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头顶的光芒突然就消失了 哪怕有其他光芒 还没有移动到他的头上 而有两个人 却被所有颜色的光芒 都照了个遍 最后他们的脸上 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但片刻之后 这些光芒同样消失 所有光芒不见之后 这几个人 手中多出了一些东西 不过很快就被收起 看得其他人心仰难难 他们自然知道 那是得到的奖励 这些出来的人互相看了看 本来之前是有交流的 但这个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彼此之间都有了明显的戒备 也不等天悲之路的 最后结果如何 带着人便匆匆离开 名水界这个时候 已经打开 现场很快就剩下了反抗区 云顶和五环前的人 就算有一些 其他势力的人数量 也不多 大多是附庸这几个势力的小组织 浓浓的疑惑 在现场的人心中生气 他们不知道 刚才那些光芒 到底是什么 能够给他们答案的 只有现在还在金石柱上名字 还亮着的四个人了 看 动了 一个人突然喊了一声 为排行榜上的数字变化而惊讶 其实其他人也已经看到了 都正正地看着 因为第一个出现变化的 不是之前排在第一位的同职士 而是他的同伴 水职士 这个女人在五环前之中 很有人气 没办法 在无法确定 同职士男女的情况下 水职士 就成为了广大男人幻想 和喜爱的目标 哪怕不是他 这一支的进化者 也都对他极为关注 现在看到水职士 在最短短时间内 完成了第36台阶的挑战 进入了第37台阶 很多人心中都大为兴奋 只有反抗区的人不太满意 因为张和泰 还停留在第36台阶上 仅仅过了几十秒 同职士也突破了36台阶 进入第37阶的挑战 张中正突然有些紧张 现在就剩下他父亲张和泰 和叶忠明位置没有变化了 如果 让云鼎的那个人领了先 那自己的这面子 不过 仿佛上天听到了他的祈祷 张和泰 第三个跨过了第二阶段的 第一个台阶 顺利进击 张中正暗暗松了口气 接着便骄傲地 看向了甘兰等人 眼中的意思很明显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云鼎和纳兰战队的人 脸色不太好 叶忠明的进度 在四个人中最慢 这虽然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在对比之下 就太暗淡无光了 可让他们更加焦急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另外三个人一直在进步着 虽然速度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却在稳步前行 现在三个人相差不大 同志士重新回到第一 完成了第三十九个台阶的挑战 正在冲击第四十个 而水执氏和张和泰 都在第三十九台阶上 而叶忠明 依然在第三十六个上 差距 太明显了 这个时候 不仅张中正 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不屑于 和云鼎之人争论的样子 就连五环前的人 看云鼎都有点异样 当其余三人 纷纷突破第四十个台阶 叶忠明依然没动后 这种情绪几乎达到了顶峰 许多人本来对云鼎的敬畏 此刻正在消失 高一和照相雪梨强阴沉着脸 虽然心中依然相信自己的老大 可是面对张中正 那边不识传来的冷言冷语 也只能默默承受 因为他们无法反驳 甘蓝倒是不相让的反唇相击 可是理由 却已经越来越苍白无力 此时 让他们担心的叶忠明 却安静地站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之前 不断滑动自己的手指 随着他的指挥 一些图案和箭头在光幕地图上移动着 和另外一些交缠在一起 如果水执士和同执士加上 张和泰三个人 能够看到现在的情况 一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会发现 叶忠明在这个台阶上的挑战 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叶忠明的手指移动得越来越快 额头也看见了汗珠 甚至顺着脸颊 流到了他的衣领之中 直到某一刻 他突然身体松弛了下来 整个巨大的光幕地图上 代表着他控制历练的颜色 获得了胜利 不过是常残胜 每等叶忠明松口气 整个空间的颜色突然变了 同时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 优秀的进化者 你想成为卢瑟人的朋友吗 叶忠明真被惊得不清 不是因为突然出现的提示 而是提示中所表现出来的 人味 在特殊轮盘空间 对进化者的提示 虽然谈不上冷冰冰 但程序化明显 叶忠明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 只是现在突然听到了 一句优秀的进化者 你愿意成为卢瑟人的朋友吗 这种带着善意和商量的口气 让他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听力出现了问题 十秒钟后 这句话再次响起 你是谁 面对两句虽然用词一样 但语气有着 些微差距的话语 叶忠明肯定 这绝对是有人在直接和他对话 那个声音沉默了几秒 然后道 请原谅因为一些规则 我不能和你说的过于详细 但请相信我的善意 叶忠明皱着眉听着 心中急速地思考和分析 以应对这种突然出现的情况 卢瑟人虽然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种群 但却是对朋友最友善的存在 只要你成为我们卢瑟人的朋友 我们就会倾尽全力地帮助你 让你成为你所在星球上最强大的进化者 很少有事情 是叶忠明所敬畏的 但突然之间 自己一直所追寻的秘密答案 就在眼前 他刹那间有了种恍惚的感觉 难道今天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叶忠明的身体有了轻微的颤抖 不是恐惧 而是激动 两视为人 答案就在眼前 由不得叶忠明不激动 只是 就这样答应吗 这个卢瑟人所说的宇宙中的种群有那些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所谓的帮助又是什么 他们和轮盘的制造者 是什么关系 他们 和地球人 终究是敌人 还是真的如同刚才所说 是朋友 还有 这个人和自己在通过什么对话 他们已经身在地球 还是在遥远的宇宙 如果是后者 这种科技是轮盘的 还是他们自己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念头 涌上叶忠明的脑海 让他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知道 这样说 并不能展现我的诚意 那你先看看 我们卢瑟人对朋友的慷慨吧 说着 这些光芒之中 缓缓凝结出了两样东西 叶忠明 凝神望去 第一件 竟然是一辆造型古怪的汽车 仅仅是看上去 叶忠明就能感觉到 他扑面而来的力气 因为这辆车上的武器 太多了一点 哪怕是全新的 叶忠明 仿佛都能闻到他 上面传来的血腥之气 第二件 是一把样式古怪的长矛 说是长矛 仅仅是因为 它的整体形象和长矛类似 但严格说来 其实就是一件机械武器 上面包裹着一些古怪的金属 有着明显的分界裂纹 应该是可以激发 矛头更是有一圈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 圆形环状结构 矛尖看上去 并不是如何锐利 甚至有些粗 阿库鲁斯战车和耶鲁之矛 这是我们卢色人智慧的结晶 虽然 他们没有轮盘装备的等级 但我用自己的荣誉发誓 他们每一件 作用都不亚于金色的装备 甚至在某程程度上 完全可以和紫色装备媲美 停顿了一下 好像在给夜中明消化 这些信息的时间 这个人过了一会 才继续道 恕我直言 你手中的金能魔弹枪 是不如他们的 夜中明脸上表情不变 心中却惊骇莫名 他不是没有见过 超越等级的好装备 比如战功勋章中 出产的诺诺的野游伴侣 实际的能力 其实就不弱于紫色装备 但战功勋章 也是从轮盘之中得来 归根结底 战功装备 同样是轮盘装备的一种 甚至夜中明 所谓的自造金装金绝浮球 也被归纳到了轮盘系统之中 大概只有反抗区的战争堡垒 和魔精武器 才可以算是真正脱离了 轮盘系统的武器吧 可魔精武器依然要使用魔精 战争堡垒的一些核心部件 依然需要轮盘出产 从这个角度说 他们也和轮盘 有着分割不开的联系 但这两样东西 夜中明至少从表面上 没看出和轮盘有什么关系 或许在内部 他们同样要依赖轮盘 但这也足够让它震动了 毕竟 弱大一个地球 目前为止也只有战争堡垒和魔精武器 算是正脱开了一点轮盘的控制 而这个卢瑟人 一出手 就拿出了两件迥然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载具 一个是武器 这至少说明 卢瑟人拥有地球难以匹敌的制造水平 当然 夜中明自然不会傻傻的 就认为这两样东西 是卢瑟人科技的最高结晶 他也不会觉得 自己就强大到了 让能够制造出这两种阿库鲁斯战车 和耶鲁织毛装备的势力 一件清新 拿出他们最好的东西 为什么是我 夜中明没有马上去选择得到这两种武器装备 而是转而询问理由 是啊 为什么是夜中明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 他是地球上的强者之一吗 还是因为 他在民水界里的表现好 之前他不知道 可从和其他人 一起进入了那个空间之后 夜中明就清楚 按照那个光幕中的排名 自己可是在这些人里 远称不上优秀的 甚至是吊车尾的存在 你的优秀打动了我 这个声音继续道 两件装备也越发的清晰起来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能力的掩饰 即便是以夜中明这样优秀的工匠 也被这些功能深深的折服 怪不得这个人说这两件装备 可以媲美紫色的轮盘装备 事实也确实是这个样子 你从第一次挑战就展现出来的全面能力 是其他参与了这次考验的进化者所不具备的 你很全面 是的 非常全面 对你们星球的了解程度 让我感到惊讶 所欲如色人 选择了你 我非常高兴接受邀请你的任务 并且再次诚挚地希望你加入我们 共同开创一个美好的 平和的 不受控制的未来 这个人说 这些话的时候 微微激动 却让夜中明从他的话语之中 听出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 一些 可以产生很多联想的东西 名水界 是你们搞出来的 或许是没有听出夜中明这种平静语气中的倾向性 这个人好像是思考了一下 才慎重回答道 说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并不准确 我们卢色人最多 就是参与了进来 为这里提供了一些必要的东西 请相信 无论名水界如何 目的 只是一种选拔 一种有奖励的选拔 夜中明点点头 这个人的话 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名水界 果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种又四轮盘系统的特殊空间 里面又有非轮盘的一些特性 这种情况夜中明从未见过 再加上那个仿佛知道一切详细资料的神秘商店 让夜中明对这里有了怀疑 现在 只是从这个人嘴里得到了确认 不过 既然名水界是这些人弄出来的 卢色人只是参与者之一 那么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 其他的宇宙种群 如果我加入你们 我需要做什么 夜中明继续问道 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卢色人也不需要朋友 为了我们去付出 我们更愿意互助 请相信卢色人的忠诚和信誉 请相信卢色人的美好和实力 不知道为什么 夜中明总觉得这个人的语气 开始有些微微着急 没有被这些话语蛊惑 夜中明听完这个人所说 其实心中清楚 这个回答完全还是没有 给出自己问题的答案 完全没有告诉自己 需要去做什么事情 夜中明在不知道这些的前提下 又怎么会把自己卖给他们 于是 他问出了让这个卢色人沉默的一句话 除了你们 我应该还有其他选择吧 无论是从这个卢色人所说的话语里面 还是从夜中明自己的分析中 都能够得出这个可能 卢色人不是唯一 既然不是唯一 那么就没有必要 一定要选择他 特别还是这种诸多问题 没有答案的情况下 是的 你还有其他选择 卢色人的声音变得冷淡了 没有了之前的热情 连那两件一直在光幕中 旋转展示的装备都消失不见 夜中明倒是愣了愣 没想到这个人 翻脸翻得这么快 虽然我们不是唯一的选择 但对你却是最好的选择 进化者 我欣赏你的强大 可你的强大带来的 却是你的多疑和傲慢 未来 你会因此而付出代价 说完 这个声音便不再发生 连那些色彩光芒都消失不见 夜中明暗暗叹气 对于没有问出 自己想要得到答案的几个问题 有些遗憾 正当他打算离开的时候 空间却再次出现了变化 这一次的颜色和之前又是不同 选择加入我们顾锐心族 你将会获得永生 一个非常特殊的声音 说出了这句话 仿佛就是嗓子之中 有什么在摩擦声带似的 顾锐心族 夜中明握了握拳头 果然 名水界是一场选拔 自己现在非常可能迎来了 需要选择的时候 可是 夜中明又怎么甘心 这样去驱从这些 来历不明的宇宙中去 心中的排斥 让他显得静默 永生 一直都是宇宙万族的目标 难道 你不动心吗 这个声音第一句话 比翻脸后的卢色人 还要冰冷 但是第二句 感情就丰沛了许多 里面还带着一种 自以为是的高傲 可是我对你们一无所知 夜中明回答道 之前卢色人 至少还有慷慨激昂的蛊惑 可是这个声音代表的生命 却只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事情 做一个服从的战士 是你唯一的选择 而我们顾瑞心族 又是你最好的加盟对象 夜中明再次沉默 再次说话时 已经变成了一句 我需要知道的更多 这样才有助 我做出选择 你只需要 我给你的奖励 你选择我们就可以了 那个声音回答之后 和卢色人 只有颜色不同的光幕出现了 上面有一样东西 并且丝毫不起眼 这是心族圣树的种子 如果你成为顾瑞心族的战士 那么这颗种子 就会被植入你的体内 当它生根发芽 并且成长后 你就会从它那里获得 源源不断的力量和生命 你会成为 让其他种群敬畏的存在 声音说着 也不给掩饰 仿佛这样聊聊几句 并且并不详尽地解释 就可以被接受 把高傲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拒绝了卢色人的邀请 这让我很欣慰 我们顾瑞心族 很少主动邀请进化者加入 你是很特别的一些人中的一个 你应该感到荣心 请在提示之后 选择加入 夜中明的脑海中 立刻出现了一个选择项 询问他是否接受 顾瑞心族的邀请 他看都没看地选择了拒绝 你 竟然敢敢拒绝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知道 顾瑞心族邀请一旦被拒绝 就意味着你 将会是我们的敌人吗 声音变色无比严厉 连空间这种 应该代表着顾瑞心族的颜色 都开始忽暗忽明 仿佛要天崩地裂了一般 你吓唬谁 夜中明的态度 也变得不好起来 如果真的如同你所说 我选择拒绝很严重 那你怎么不站出来 把我杀死 如果真的如同你所说 我拒绝了 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那你证明给我看啊 面对突然爆发的人类进化者 这个自称为顾瑞心族的生命 好像是被吓到了似的 没有第一时间出言反对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们这些 所谓的宇宙万族 一定要遵循 某些你们没有能力打破的规矩 所以你们只能打着 邀请我们的旗号 给我好处 给我诱惑 以便让我选择 夜中明冷笑说着 我说的没错吧 别否认 否则就出现在我面前 让我看看 你的长相 你 会后悔的 顾瑞心族的人 貌似不太擅长争辩 面对夜中明的质问 只是这样声色俱力地威胁着 但是却没有丝毫作用 所以啊 别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你们或许现在很厉害 比地球人厉害 但别得意 或许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 顾瑞心族在夜中 近乎宣言的言语中 气急败坏地消失了 空间之中再次恢复了平静 如果说 之前卢瑟人的邀请夜中明 还有几分心动的话 那么对这个高傲的顾瑞心族 他则完全有着来自于心底的厌恶 那种也不知道是源于什么的傲慢 让夜中明极少地和他爆发了口角 当然 夜中明也从这个顾瑞心族的嘴里 猜到了一些事情 与其说 这是一种让进化者选择合作伙伴的考验 还不如说是一种挑选 对这些宇宙万族来说 挑选战士的考场 这样说 都是比较文明的讲法 事实上 这就与和平年代人们去挑选宠物 甚至牲口是一样的 选中了 就买下来 至于宠物和家禽们自己的意见 没人会在乎 和上面这种行为相比 现在唯一好的就是 大概这种选择要遵循规则 这些人不能强买抢卖而已 可无论如何 都改变不了地球上的进化者 被人利用被人强迫的事实 给你一些好处 是的 但你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好装备在手 也改变不了被人驱使的命运 这可不是夜中明所希望和接受的 他不想去当炮灰 死在为那些奴役地球人的生命 争取利益的冲锋路上 夜中明坐在空间之中 低着头 光线被遮挡 让他的脸看上去 有些阴晴不定 就和他的心情一样 事情远比他想象的严重 本来 最初知道奴族的时候 夜中明以为 他们就是地球末世的罪魁祸首 是自己以及地球上 其他进化者最终反抗的目标 可是 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 掌握的力量越来越大 见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他知道其他生命的存在 李强的嘴里 在宇宙战舰之中 见过的那些生命 夜中明不知道那些家伙 是不是就是奴族 但至少从外形上看 他们应该不是同一个种群 那么 是其中某一只生命叫做奴族 还是整体被称之为奴族 现在夜中明又知道了卢瑟人 又知道了顾锐心族 那么这些生命又是哪来的 都是奴族 还是奴族的手下 或者同等级的存在 又或者其他 诸多疑问营绕在心头 让夜中明感到极度不安 在地球人的头上 会是万族争风 现在有一些这些生命 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存在 所以他们没有直接降落在地球 可万一有一天 这些规则被打破了呢 地球人如何抵抗 还有 他们和轮盘究竟是什么关系 就在这种不安的思绪中 夜中明连空间的颜色再度变化 都没有发现 直到一个声音出现 我是圣桑格鲁的伟大战士 圣山的征服者 永不退缩的哈利特夫 代表我们伟大的圣桑格鲁战神明迪斯 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员 如果你同意加入 将会得到一滴战神之血 还有王的祝福 夜中明惊醒 但很快就换成了一副冷笑的样子 静静地听着 圣桑格鲁士 这个人一句 接着一句地说着 夜中明只是听 却没有说话 一直到某一刻 谁是奴族 轮盘到底是什么 这位圣桑格鲁的伟大战士 圣山的征服者 永不退缩的哈利特夫 便悄然退走 空间颜色再次更换 又有新的种群到来 夜中明都沉默地听着 之后问出那句话 谁是奴族 轮盘到底是什么 这些或者冷漠 或者热情 或者傲慢 或者蛊惑 或者威胁 或者请求的各个种群的人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 夜中明觉得 他们不是不知道答案 而是不愿意 或者不能告诉他 到后来 夜中明已经站起 只是听听这些人 是什么种族 就直接选择拒绝 看来 想要知道答案 依然只能自己去追寻 当空间恢复了正常后 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变成其他颜色 夜中明知道 大概这一次的选秀 结束了 他准备出去 可一个声音 又突兀地响起 为什么不做出选择 夜中明一愣 因为按照之前的规律 每一个种族的人 代表着一种颜色 但是这种空间的本色 是不会有种族出现的 那么现在 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 终于要选择的 因为这几乎是在这个星球上 活下去的基础 我理解强者 都有强者的骄傲 可是骄傲并不能让人更强大 强大依靠的 终究是进化等级 装备等级和战斗经验 这个声音没有介绍他是谁 是不是让夜中明做出选择 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评述这件事情 你的不选择 等于全部拒绝 在未来会举步维艰 夜中明听着 然后问道 你又是谁 那个声音停了一下 然后道 戈尔族 说完 夜中明再次询问 其他问题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出了空间 站在了下一个台阶之前 看来 选择结束了 夜中明有些遗憾 毕竟那些势力给出的条件 其实都不错 一些奖励让他也为之动心 但他并不后悔 他知道 自己还有时间 那不知道是谁制定的 让宇宙万族 必须遵守的规则 还在保护着地球上的进化者 在规则打破之前 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进入了下一个台阶之后 夜中明不再完成的那么完美 他开始用最快速的方法通过 进度陡然提升 夜中明自己不觉得什么 但是对于下面那些 一直关注着排行榜的人来说 则掀起了轩然大波 夜中明之前 一直在停留在 第36个台阶之上 在那些宇宙 万族找上他之前 其他三个人 已经迈上了第40个台阶 而在他和那些生命交谈 选择的时候 这些人 走在最先的同直式 已经到了第46个台阶之上 整整拉下了夜中明10个 而水直氏和张和泰 独处于第45个台阶 和前三名之间差距巨大 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议论 说这位云顶的老大 应该是被困在了第36台阶上 估计很快就要被淘汰 一些消息灵通的 从之前离开的那些进化者 那里知道后面的台阶 挑战有危险的人 还预测夜中明 大概是要陷在天碑之路了 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形势 就在这种诸方 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夜中明动了 一个人指着排行榜 颇为惊讶地喊着 所有人都盯住了 排在四个人里 最后一位的夜中明 果然看见这位云顶老大的进度 从第36台阶 进入到了第37台阶 还以为他就要 陷在36阶上了呢 没想到还出来了 果然是七星进化者 实力不俗啊 虽然这么说着 但这个人的语气里 却满是业余 一些人会议的笑了 却衬托出高义甘蓝等人难看的脸色 我没有对夜老大任何的不敬 可是他的特点 是在装备制造上 而不是战斗能力上 天碑之路考验的 是一个进化者综合的能力 恕我直言 这里并不是适合夜老大 可惜了 虽然漠视大变 可依然要遵循某些规律 比如树叶有专攻什么的 但话说话来 能够走到现在的位置 以工匠职业为主的 夜老大 其实很不错了 这是一位五环前的人说的话 他自觉已经很公正地评价了 夜中明这一次的表现 可在反对 和支持云顶老大的双方听来 都不怎么顺而 反对的人 觉得这个人高看了夜中明 什么树叶有专攻啊 还不是靠着装备的威力堆上去的 天碑之路考验综合能力 很明显装备的加成没有那么多 所以夜中明现在才会如此吃力 更何况 之前已经有退出的机会 但夜中明却没有退出 而是选择继续前行 这就有些不自量力了 既然都知道继续冒险会很困难 何苦为难自己呢 见好就收多好 既能够得到奖励 也识实物 可偏偏非要去竞争那虚无缥缈 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第一名 这脑子不是有问题吗 而支持夜中明的人则认为 虽然现在可能他走得有些慢 可以一直在前进不适吗 是的 他可能现在停在了某一个台阶上 但也没有被淘汰出来 说明他在里面的战斗 依然在进行着 既然这样 你们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再没有被淘汰的时候 就下这样的结论呢 在场中 最高兴的 无疑就是张忠正了 他和他父亲一样 对云顶和夜中明没有任何好感 这不仅仅来源于云顶和反抗区之间的矛盾 更多的是出于云顶山庄对沐星飞的支持 本来 如果没有云顶山庄 那么张和泰和张忠正非常可能把S区吞并掉 一举成为反抗区的最大势力 甚至是国区最大的势力 只要张和泰娶了沐星飞 两个大区合并就势在必行 可惜 云顶那个时候出手 帮助了沐星飞 让张和泰的愿望落空 对于这对父子来说 夜中明破坏了他们成为国区霸主的机会 而国区霸主 其实意味着很多东西 比如取之不尽的资源 庞大的战队 以及高等级的进化药剂 可这些都因为夜中明 而消失不见了 这种情况下 又怎么可能对他 对云顶有好印象 现在面对夜中明排在四人末尾的情况 张忠正自然不会放过机会 这可是有危险的冒险 你说 如果你们老大等一下突然 砰的一声消失了 你们是哭还是哭啊 张忠正轻笑着 动作有些夸张 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气一气云顶的人 高一照相学等人也知道 可是又无可奈何 夜中明确实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 还落后很多 让他们有些不太硬气 哼哼 他最好死在那里啊 我希望他死在那里啊 一个声音突然插进来 让高一和纳兰战队等人怒目而视 皇族工会的会长黑黑笑着 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他看着排行榜上夜中明的名字 眼中的恨意明显 他的伤势经过治疗 基本上看不出什么 可是却成为了一个废人 再也无法亲自去战斗 对于造成这一切的夜中明 自然恨之入骨 高一等人知道是为什么 只是冷笑着没有说话 他们知道自己老大和五环钱的约定 也知道这个老家伙 最多就是成成口舌之快 不敢说出来 为什么恨夜中明 否则五环钱自己就会把他给清理掉 但其他人不知道 看着双方要直接冲突了 都颇为兴奋 张中正更是在他们之间目光流转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白直视和欧阳直视对视了一眼 都沉默不语 既没有帮助皇族的会长 也没有阻拦他的意思 您快看 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指了指排行榜 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大家发现夜中明又动了 他再次向前了一个台阶 整个场面有些安静 刚才对夜中明做出评价的人脸上 有些发热 嗨嗨 虽然夜老大又前进了一步 但是我觉得 这大概就是他的极限了 毕竟和前面的人差距太大了 他用了太多的时间 刚才不看好夜中明的一个人 有些尴尬地说着 按照你们的说法 我们老大通过这个台阶用的时间 可很少 照相雪气愤地回应 这帮人 只看到了夜中明的落后 却主动忽视了他通过这个台阶需要的时间 美女 这个台阶又不是什么阶段性的台阶 快速过去没什么问题吧 或许正好遇到了很吃装备的挑战呢 你们夜老大这是强项啊 一个张忠正在手下笑嘻嘻地说着 帮着主子助威 做好把你们老大接回来的准备吧 张忠正笑呵呵地说着暗讽的话 你 照相雪还想说什么 却被离强突然拉了一下 他看过去 发现这位枪手看着排行榜 神情有些激动 他赶紧也去看 只见夜中明后面代表着行程的数字 又提高了一个 老大 竟然又前进了 这个时候 已经没人再说夜中明什么了 所有人都看着排行榜 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又仿佛在害怕着什么 欧美用多久 数字再次增加了一个 代表着夜中明游有了进展 太快了 短短时间内 夜中明连续跨过了三个台阶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隐隐觉得 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果然 夜中明又动了 他又前进了一个台阶 高一等人神情激动 不少纳兰战队的人直接喊出了声 刚才他们跟着可是受了不少的气 而包括张正中在内的其他人 脸色则越来越不好 夜中明每动一次 都感觉有人在扇他们的耳光 可是 夜中明一点都不体谅他们 继续快速而稳定地前进着 夜中明很快就到了第40个台阶 反抗区和五环前的人都暗自松了口气 因为这是一个难点 之前的三个人通过这个台阶的时候 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这里 应该可以拦住夜中明 但 让他们失望了 夜中明只是稍微多耗费了一些时间 顺利通过 这 不可能 张中正势态地喊着 拳头紧紧握住 可夜中明显然不会听张中正的 他在这些人的目光中 飞速地靠近了另外三个人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当你认为不可能的时候 偏偏就会以一种非凡的方式 颠覆你的认知 夜中明本来已经无人看好 甚至那蓝战队的人都用一种人无完人 夜老大在这方面可能不行的心态来自我安慰 可是当这个他们认为不行的人 用一种近乎决然的姿态 在排行榜上疯狂飙进的时候 那种变化翻天覆地的冲击震撼到了每一个人 台阶的难度对于夜中明来说仿佛不存在似的 他用着几乎一样的速度在通过着 当他站在了第48台阶之上的时候 他已经超越了所有对手 每个人都正正地看着 还没从这种冲击中清醒过来 这个时候 之前那些说过夜中明坏话的人 都恨不得躲在所有人的身后 高一照相学等人 虽然没有对他们进行语言上的攻击 但脸上那种显而易见的蔑视 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极度难堪 张中正自然浑身都是火辣辣的 不过他还有一丝希望 就是祈祷夜中明在这样快速的行径当中 遇到不可抗拒的危险 最好就此死掉 一度张中正以为自己的希望会变成现实 因为夜中明在第49个台阶上的时候 所用掉的时间明显比之前的长 这让其他三个人甚至追上了一点 可无论夜中明是否所需时间变长 他依然在张中正的悲情 眼神中站在了第50个台阶上 现在同志士水直士和张和泰三个人 已经没人关注 大家都在紧盯着夜中明 都在猜测 这个阶段应该是最高难度的第50台阶 到底是能够阻拦住狂飙的夜中明 还是让这个人继续跨越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 除了同志士等三个人有了新的进展外 其他人的眼珠都不会动一下 这种情况仿佛就是在等待着某种审判 当其他三个人都通过了第48个台阶的时候 和夜中明只相差一个台阶 现场的嘈杂才又逐渐响起 他们看到了夜中明被阻拦住了 也看到其他人的奋起直追 双方的差距终究没有到一个让人感到绝望的程度 只是 就在很多人认为 其余三个人很快就能和夜中明站在同一个台阶上时 整个天碑之路突然晃动了一下 接着本来在里面的四个人全部出现在了空旷之处 天碑之路也随之消失 四个人里 只有夜中明还算镇定 同直是惊讶了一下后开始沉默 只是看向夜中明的时候 眼神颇为奇怪 水直是和张和泰就狼狈了一些 他们应该是由于正处于战斗状态之中 所以 还没有来得及收手 一些能量倾泻了出来 好在他们距离人群比较远 能量也不是专门对着那个方向 倒是没造成什么意外 只是这两个人明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四处看了看后 发现了巨大金石柱上的排名 神色复杂 夜中明第一 五十台阶 同直是第二 四十九台阶 水直是和张和泰并列第三 四十八台阶 也就是说 就在刚才的瞬间 同直是完成了四十九阶的挑战 夜中明站了一会 并没有等到空间中色彩变化 他看了看排行榜 若有所思 这个时候 在几个人所选择的天碑之路的路口处 出现了四个光团 闪着微弱的白光 不用说 这些应该就是奖励了 四个人过去拿起来 都选择没有打开 而是回到了各自的队伍当中 天碑的空间 很快就要关闭 所有人纷纷出来 同直是试验了一下 他对明水界的控制 依然存在 并且还有了极大的加强 一些东西 第一次进入了他的脑海 显然 明水界的冒险 算是告一段落 他也如愿以偿地 获得了明水界的控制权 这自然不是全部的控制权 甚至距离成为这个特殊空间的主人同直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 他无疑成为了唯一的候选人 终有一天 会成为这里真正的掌控者 各个势力陆续离去 反抗区的人 也在张和太父子带人走后消失 叶忠明等人是最后离开的 你们选择了谁 叶忠明看着来送他的同直是和水直是 突然开口问 两位直是连惊讶都没有 显然预料到了叶忠明 会问出这个问题似的 戈尔族 同直是说出了让叶忠明心头一跳的名字 是那个不需要颜色变化 就直接和叶忠明对话的种族 他们既然有这样的权利 那么应该就是明水界的制造者吧 或者说主要制造者 你呢 同直是看着叶忠明 只说了两个字 叶忠明摇摇头 我谁也没选 这个答案显然出乎两位直是的预料 在他们看来 这种选择是必须的 那些高高在上的种族 随便下来一个 都可能把地球人毁灭一万次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选择 哪怕暂时的虚伪也好啊 可两位只是并没有询问为什么 因为这种事情 能够彼此交换选择的对象 这已经是因为双方将来要合作的原因了 否则 这就是最深的秘密 后会有期 叶忠明示意了一下 带着人离开 水执师和同直是看着叶忠明离去的背影 心中也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他们再次见识到了和叶忠明之间的差距 别看天碑之路三个人的差距体现在数字上很小 但两位只是很清楚 一个数字的区别意味着什么 可能 是生命 他们现在 已经看不清楚这个人了 叶忠明带着人走了一段 就遇到了接应他的云顶商队 而高义和照相学已经在之前和币义的行动队员会合 悄然无声地消失 只有离强一直在 甘兰和美娜 在路上透露了加入云顶的想法 叶忠明也同意了 他们会回到营地去处理一下善后的工作 之后到云顶会合 出了名水界 消息不再封闭 叶忠明第一时间得知秘境那边虽然已经有接战 但那位九级强者一直没有现身 这让他松了口气 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去后 出现在了一副人王城 和几位惊喜的王尊夏见过面后 他召集了云顶的核心成员开会 老大 我都想你了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能够和叶忠明这么说话的 只有小虎 这家伙笑嘻嘻地凑到自己老大身边 上来就问好处 末夜在后面飞起一脚 把小虎踹到了角落 眼睛一瞪 刚才活蹦乱跳的家伙 立刻老实 凑到糖果身边 一副画圈圈的委屈样 众人笑了一会 目光渐渐集中在了叶忠明身上 屋子里落真可闻 其实小虎说的没错 这次会议的主要部分 就是分好处 叶忠明很少召集大家一起来 分发什么装备奖励之类 基本上都是因人而异分别给予 但一旦出现分好处的大会 那拿出的东西 一定是极其好的 每个人眼睛都是亮的 连下垒都不例外 叶忠明笑笑 他理解这些手下 末世之中 个人的进化等级自然重要 但装备的辅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别看在名水界中 那些人在这方面攻击和诟叶叶忠明 但问问他们 心中是如何想的 估计每个人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 和极度心理才会那么说 如果有机会 他们为了装备 一定会打生打死 而自从国区装备排行榜出炉以来 叶忠明和云顶装备的精良 已经在整个大陆上传遍 能够制造紫色装备的名头 让叶忠明在任何一个进化者的眼中 都炙手可热 云顶山庄的人 虽然是叶忠明工匠职业的得益者 但是谁也不会嫌自己装备多 特别是现在正式更新换代的时候 每个人都充满了期待 叶忠明 首先在桌子上摆出了两枚徽章 这东西大家都不陌生 这是战功勋章 自从在进死轮盘之中 得到了这件装备 对云顶和叶忠明的帮助是很大的 亚尼亚田的那套装备 自不必说 那可是上了排行榜的好东西 就说并一些成员的特殊装备 都是出自于战功兑换系统 这件事情核心成员都知道 毕竟 战功值的减少和兑换系统的变化 凡是佩戴勋章的人都是看得见的 还有那些热武器之类的 在历次大规模战斗中 起到的作用都非常大 现在看到两枚勋章 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人 心里全都痒痒 战功勋章升级过 多出过一些刺激勋章 但那种升级夜中明觉的 并不是完全的升级 只是在释放这件装备的潜力 本就是金色级别的装备 如果完全升级 应该成为紫装的 这一次同样是消耗了战功点数 才多出了两枚 这种升级 虽然并不是完全升级 但也可以算作一种量的积累 当升级次数多了 达到了完全升级的标准 也是可以让战功勋章成为紫色装备的 虽然这个过程 所需的战功点数总量 肯定要比一次性升级所消耗的点数 多出不少 云顶的核心成员之中 其中一半以上都有了战功勋章 这一次多出的两枚 分给了新加入的黎强一枚 会给甘蓝和美娜留一枚 这样 包括叶忠明自己的主勋章在内 这种战功装备的总数量 正是超过了25枚 佩戴战功勋章的 都是战队的队长级人物 这些人可以发挥战功勋章的作用 而乐大远刘正宏这些非主战人员 从资格上说肯定够的却没有 因为他们不需要 得到了也是浪费 这瓶六星进化药剂也给你 另外两只 等甘蓝和纳美过来分给他们 叶忠明拿出了三瓶六星进化药剂给了黎强 这一次名水界之旅 黎强 甘蓝 美娜三个人表现得非常不错 用行动诠释了他们有资格进入云顶 叶忠明自然不会亏待他们 同时叶忠明也打定了主意 会从各个小队抽掉射击天赋出色 或者拥有射击职业 或者技能的进化者 组成一支完全负责远程攻击的部队 这支战队就由黎强来负责 而甘蓝和美娜也会成为队长 以他们带来的人为班底 组建另外一支全新的小队 并入主战序列 黎强借过六星进化药剂 握枪都稳稳当当的手有些颤抖 自从再次遇见了叶忠明之后 他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似的 从四星升级到了五星 并且脱离了五环前的控制 现在又要成为六星进化者了 这一切都有种不真实感 但进化药剂实实在在的就在手里攥着 他这个新人 对叶忠明 对云顶山庄的归属感爆棚 看到叶忠明的做法 其余人立刻知道 黎强甘蓝美娜 三人会成为新的核心成员 于是纷纷趁机向黎强道贺 在团结方面 云顶一向做得很好 黎强也不敢怠慢 作为后来人 无论是谁向他祝贺 都会欠身表示感谢 做足了姿态 没办法 他现在就是五星进化者 而屋子里呢 满满都是老牌六星强者 如果他没有现在的身份 自己在外面看见这些人 估计连和人面对面 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等大家短暂寒暄之后 叶忠明又在桌子上 摆出了三瓶药剂 核心成员们 这一次可没有刚才面对 六星进化药剂的淡定 因为这三瓶药剂 是七星级别 虽然云顶的核心成员 实力高强 相比其他任何实力都不落后 甚至还要超出 但终究大部分人 都没有达到七星的级别 陆陆续续的 现在云顶的七星进化者 也不过六位 而在座的核心成员 有多少 接近三十人 没有成为七星的人 每个人都想得到药剂 但云顶就这样好 一切都有规矩 好东西的获得 主要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功劳 一方面是适合度 当然 要说叶忠明没有一点私心 那是不可能的 越早跟着他的 已经无数次证明了 忠诚的那些人 肯定会让他优先考虑 一些知道自己 暂时没有资格的人 比如阿阳糖果 唐天他们 很快就表明 不参与竞争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瓶药剂的分配 也就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分发下去之后 云顶山庄 现在就有了九位七星进化者 分别是叶忠明 夏白 夏磊 朴秀英 梁初英 墨叶 小虎 圣元和光耀 这个数字 如果攻不出去 一定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 在很多势力 甚至大势力中 也只有一两个 七星进化者的情况下 云顶这个级别进化者的数量 已经马上要达到两位数了 被人知道 给人的感觉一定就是作弊 事实上 拥有顶级排除术的叶忠明 也确实如同作弊一样 这一次手中 只有一百多枚七级魔精的他 运气爆棚 转到了三瓶七星药剂 老大 你呢 小虎跳脱 可不代表他就傻 这个家伙 其实远比大多数的末世人 都懂得为别人考虑 小虎很清楚 这些药剂什么的 如果叶忠明 自己拿出去换东西 完全可以 让他实力更加强大 稳稳地成为国区第一人 可老大却分给了他们 其他人 也都投来关切的目光 叶忠明哈哈一笑 我 自然也有好东西啊 比如说 这个 说着 叶忠明手掌一番 另外一瓶药剂 出现在了那里 大家看清楚后 嘴巴多合不上了 我的妈呀 我 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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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老大 你在我偶像的路上 越走越远了 老大 请收下我的膝盖 还是两个 老大 你腿部还缺挂剑吗 忠明 你太让我们意外了 亲爱的 让我拍个照 不 合个影 我要留个纪念 忠明 你看我什么时候 能够弄这么一瓶药剂啊 老大 这辈子我就靠你了 大家乱哄哄的围着叶忠明 目光却都在那瓶进化药剂上 只有个别人 是看着叶忠明的 比如说光药 它不被那瓶药剂所吸引吗 自然不是 它没有高尚 倒是金钱如粪土的地步 只是 面对放到外面 必定引起血雨腥风的这瓶药剂 光药出奇的 没有任何站为己有的冲动 甚至连羡慕都没有 它只是看着叶忠明的脸 想到自己和云顶山庄走到一起 之后的种种 心中涌起了很多很多的感慨 如果一切没变 它还是反抗区一个战步的长官 还会为了身处国区第一大势力而自豪 可是当在爱人的尸体 逐渐在自己怀中冰冷的那一刻 光药无论身心 都从那个体系当中脱离了出去 也有午夜梦回的时候 光药会对未来产生迷茫 会不知道在云顶山庄这个地方 自己要走向何方 虽然这里的一切都欣欣向荣 昭示着发展和进步 但光药依然有些忐忑 毕竟任何一个大势力 在现在这个阶段 都是这个样子的 它曾经属于 现在增悟的那个反抗区 也是这样的 以前它仔细地想过 心中隐隐有了答案 但在看到叶忠明 拿出这瓶药剂的时候 答案彻底清晰了起来 光药不否认 云顶这些核心成员的优秀 这些人说实话 接触多了后 无论是从品行还是实力 都比其他势力的进化者强很多 但这些人还不足以 支撑起云顶山庄的几样 真正能够 让这个势力站在巅峰的 只有这个男人 光药从未见过哪个人 在兼顾诸多手下的情况 还可以让自己成为顶尖高手的 就比如之前 大家议论过的奈兰战队 两个女人非常照顾手下 但结果呢 只能是他们自己的进化等级被落下 最后差一点出现 主弱奴强的局面 如果不是叶忠明正好在 结局估计会很凄惨 可叶忠明不是 他把自己和建立的组织之间的平衡 把握得很好 好到双方是齐头并进的局面 光药曾经虽然不是整个反抗区的领袖 但也掌控着一个完整强大的战步 更是经常帮助温众处理大区的事务 知道兼顾这两个字有多困难 叶忠明 做到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光药到这一刻 才真正意识到 叶忠明是云顶的精神图腾 也正式成为了他精神领袖 只有这样的人 才可以带领一群相似的强者 在末世之中活下去 走下去 叶忠明有所感应 也忘了过来 两个人对誓一笑 相顾和谐 这瓶被大家围观的药剂 自然是一瓶八星进化药剂了 为什么叶忠明有选择性的挑选冒险的进入 为什么他必然要得到索伦磨合 而不惜和无人区冲突 无非就是为了这瓶八星进化药剂 当叶忠明从那个神秘人嘴里得知详细的明水界信息之后 他就决定 要在那里完成八星进化者的进化 他收集了足够多的中高等级进化药剂 用索伦磨合的第一个能力 同志升级 再付出了一点魔晶微能量后 合成出了这瓶足以让他成为 这个星球最强者之一的药剂 而交给黎强的三瓶六星进化药剂 交给其余人的七星进化药剂 那些都是合成了这瓶八星药剂之后剩下的 索伦磨合 仅仅是从这个方面就显示了逆天一样的功用 虽然合成的过程消耗了不少中高级药剂 但值得 在现在这个阶段 八级变异生命的猎杀很困难 在短时间内 无法得到足够八级魔晶情况下 索伦磨合的这个能力 就是一条捷径 看到手下这么兴奋 叶忠明也受到了感染 但他没有失去理智 反而告诫大家 要在他进化到八星的过程中 不要放松警惕 等待他苏醒 之后 又把在明水界遇到宇宙万族的事情说了下 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大家听过之后 因为八星精华药剂的出现 产生的兴奋之情弱了些 可知道了自己老大拒绝了那些 强悍种族邀请后 又都感到了自豪 他们从夜中明平静的语气当中 听出了四个字 永不为奴 虽然答应成为那些种群的战士 会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 在通往强大的道路 甚至不亚于也得到了索伦磨合 可是 未来他们无论多么强悍 都改变不了 给人当过狗的事实 云顶一步步走到现在 被围困数次 抵抗过诸多势力的围剿 现在甚至还要在秘境之中 面对地球进化者 无法想象的九级强者 这些事情 自然都是很困难的 甚至有的时候 让外人来评述 都免不了给出几分云顶人 做事鲁莽的评价 可云顶人自己却无比骄傲 因为他们一直在正面 硬刚着这个操弹的世界 在属于自己的倔强中 大步前行 云顶人 有着自己的高傲 哪怕再难 也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叶忠明正用他独特的行为 来带领大家 全是地球人该有的风骨 未来 哪怕是面对万天神魔 又能如何 打过去就是了 你们这样无条件的支持我 我感到很惶恐啊 叶忠明耸肩说了一句 引来了哄堂大笑 为了感谢你们 我这还有很多好东西 叶忠明站了起来 直接跳到了桌子上 把空间装备拿在手里 向着桌面上开始倾倒 其他人就看见闪烁着 各种各样光芒的装备 噼里啪啦地向下落着 等到叶忠明停止动作的时候 桌面上的东西 已经堆成了小山 这些装备合在一起 散发出的光芒 把大家的眼睛都闪到了 小虎张着嘴 艰难地吞咽着口水 脖子僵硬地 从这些装备上 摸到了叶忠明那边 用一种看神仙的眼神 看着自家老大肩色道 老大 你在轮盘上 转到了哆啦A梦 小虎的话放在平时 肯定会让大家笑一笑 但现在众人都没有这个心情 全部被桌子的装备 所吸引住了 按照道理说 云顶山庄的这些核心成员 不是没见过好东西 恰恰相反 他们手中的好东西 要比其他势力的同级别 进化者多一些 但看到这些装备之后 见过世面的他们 还是抑制不住 满心的震动和向往 目光舍不得离开 叶忠明把小虎凑过来的大脸推走 从这些装备拿出两件 递给了在一边的下来 那是一对蓝色级别的双刀 卑笑双斩 蓝 能力一 相符 双刀在同时使用的时候 提高刀类职业技能20%攻击力 能力二 影斩 双刀在全力挥砍的时候 会在路线之上留下刀影 这些影子具有 卑笑双斩自身的基本属性 持续时间5秒钟 能力三 乱舞 激活技能后 双刀会把影斩留下的刀影 朝着目标击射 每道影子 造成自身属性双倍的伤害 能力四 卑鸣 每当卑笑双斩自身的耐久度 下降10% 双刀基本属性 便会提高5% 能力五 泪灵 遇到水属性能力时 卑笑双斩为使用者提供30%抗性 这一对兵器 是叶忠明从百窟沼泽第一个被打穿的猫尔洞中得到箱子中开出的 只是当时是绿色级别 在回来的路上 他用锁轮磨合和几时把战刀升级而来 仅仅是升级锁需能量消耗的魔精 就价值树莓七级魔精 但是当叶忠明看到这件成双成对装备属性的时候 觉得一切都值得 这件兵器非常适合夏磊这样的刀手职业者 而双刀在整个云顶也只有自己的这个女人能够驾驭得了 和夏磊说了夏装备的属性 这样有助于她缩短对装备的适应时间大战在即会很有帮助 夏磊大方地搂过叶忠明亲了一口 拿着双刀明显爱不释手 屋子里的女性进化者围在夏磊身边都对她的这把双刀赞不绝口 其实不光是他们 就连其他人也都在心中感叹 配合上夏磊大解头的职业技能三倍刀 在相符的作用下 这把刀要发挥出怎样恐怖的战斗力啊 夏磊有了这把兵器 加上七星进化者的身份 在云顶序列中的排名又要向前了吧 就是不知道在国区的排行榜上如何能不能进入前十 对夏磊这种直白的表示 叶忠明早已经习惯 也不以为意 从装备中扒出了一件盾牌 示意了一下圣员过来 大家都是一愣 之所以是这种表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圣员现在已经有了盾牌 还是蓝色级别的 属性非常强大 之前面对曙光圣殿对王城的攻击 圣员用这面盾牌 砸死了当时和圣员同级的强悍战士 二是这面盾牌并不大 并且还是绿色级别 这 比圣员之前的盾牌差上不少啊 老大是在干什么 别惊讶 我自然是有理由的 叶忠明知道大家必然有疑问 举起这面菱形的盾牌道 这其实并不算是一件单纯的盾牌 而是一种辅助装备 挂盾 挂盾 大家面面相去 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普通的名字 连对装备理解很深的光耀也没有听过 于是大伙都纷纷看向了叶忠明 等待他的解释 圣员这个时候 已经走到了叶忠明的身边 那面巨盾 被叶忠明放在了桌子上 他把绿色挂盾 在巨盾中间比亮了一下 然后就使劲按了下去 随着卡的一声 和叶忠明的这个动作 心疼自己的爱盾的 圣员眼皮都跳了跳 看到散发着飞蓝色光芒 没有什么变化才放下了心 虽然这盾牌 也是叶忠明给他的 可对于巨盾手来说 这就是他活命的东西 以前吃一些东西 会有一些伴侣类的调味品 这件挂盾的性质有些类似 它自身并没有太大的功用 也仅仅是绿色级别 甚至防御力 估计连银色盾牌都不如 盾牌的核心属性是什么 防御力 这件挂盾防御力 却连比他自身 第一个等级的装备都不如 而叶忠明又特意拿出来 那么就一定有其他方面的作用 果然 叶忠明说出了这个挂盾 有哪里特殊 但是 他的能力有两个 一个是增加盾牌的防御力 增加数量为 使用者力量的双倍 死 不少人吸了口凉气 这个能力有点夸张 虽然力量等这些人体 基本素质的数值 并不会表达的十分清楚 但却是真实存在 数字不会小 双倍力量的增加防御力 那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并且 这个能力 其实是有无限可能性的 因为使用者是在进步的 力量是在增加的 当有一天 力量大到了一定程度 那么防御力 会增加多少 第二个能力 就是当需要的时候 挂盾可以发射出去 对目标造成防御力 处以距离的伤害 这个能力 再次让不少人瞪大了眼睛 没办法 之前也就是听听相加的能力 这一下子 弄出一个相除的 怎么会不奇怪 而脑子转得快的人 已经开始 对这个能力 发出赞叹了 挂盾两个能力 看似不多 装备等级也不高 可是两个能力之间 却有着相当的联系 第一个能用力量 来增加防御力 第二个能力用防御力 来增加攻击力 最后其实 又回到了力量上 挂盾的核心 就是使用者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 在云顶 除了叶中明这个变态之外 力量方面最强悍人中 圣元绝对可以排进前两位 这件装备到了他手中 如虎添翼 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但叶中明显然不打算 就这样了事 又从这堆装备中 哗啦了两下 抽出一个不起眼的木盒 递给了抱着巨盾 就插上去清两口的圣元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成元把这个盒子打开 里面的两瓶药剂 立刻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成元嘴巴从线形 变成了O型 因为他认得 这两瓶药剂是 永久力量药剂 高级 刚刚得到了一件 以力量为核心的装备 就有两瓶永久高级力量药剂 摆在面前 哪怕是圣元这种 稳重的男人 也情不自禁地激动了起来 这种有需要 就有得到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曾经有一份 永久力量药剂 放在我的面前 可我却没有珍惜 还是高级的 小虎羡慕地 看着圣元手中的盒子 在一边配合地哀嚎 这 真的 圣元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 夜中拍拍他 表示这没有什么 但真的没有什么吗 大家又不傻 自然知道这两瓶药剂 不仅不会没什么 代表的内容还很多 首先 永久药剂的作用 已经被大家了解 对于这种药剂的向往 开始越来越强烈 这让这种药剂的价格 一直处于攀升状态中 其次 现在永久药剂 能够得到一瓶 初级的就不错了 中级的基本处于 有价无市的状态 而高级的 那基本上等同于传说中的物品 毕竟 高级永久药剂增加的身体数值 那是任何一个进化者 都无法忽视的 这两瓶高级永久力量药剂 说起价格 其实没有固定 主要看需要 把这东西 拿到真正需求的人面前 比如高等级的进化者 或者对力量属性 有需求的人 那价值就高了 多少钱都有可能 而作为过来人的夜中明知道 放在前世 也就是末世开始十年之后 这样的两瓶永久高级力量药剂 估计至少价值两瓶七星进化药剂 以后 我一定离你的盾牌远远的 要不挨上一下 估计我要在床上烫一个星期 小虎在脑海里计算了一下圣源 服用了两瓶高级永久力量药剂之后 激活挂盾第二个能力造成的伤害值 哆嗦了一下 做出了一副啪啪的表情 夜中明任由这家伙耍宝 从装备里再次抽出了一件 这是一张大概有一米五长 厚十厘米左右的金属板 上面有一些形状 各不相同大小 也不同的凸凹孔 在一侧还绑着一个金属箱 里面是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大家自然不会认为 这东西无用 因为上面可是显示着绿色的光芒 只有糖果压了一声 用小手捂住了嘴巴 一副惊喜的样子 星级的试验台 夜中明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着 炼金术式专用 能力一 节俭加 在使用星级的试验台制作产品的时候 原料只需配方所标明的90% 能力二 卫护家 在使用星级的试验台制造产品的时候 一旦发生意外 会自动生成一到时间为5秒钟 强度为30匹的防护罩 保护使用者和试验台 但会根据意外的烈度 降低试验台的耐久度 能力三 梦想家 在使用星级的试验台制造产品的时候 拥有批量制造的功能 制造时间总长会节约10% 并且提高5%的成功率 这是一件专属装备 还是一件辅助类装备 不过对于辅助职业者来说 这件装备 其实就和战斗类进化者手中的兵器一样重要 以前 糖果手中使用的是中和制卧 也是一件绿色等级的装备 对它制造药剂时成功率的提升 有着许多好处 而这件星级的试验台 功能更加明显 能力强悍 不仅可以节约材料 还可以提供成功率 更是可以对成熟的配方进行批量生产 哪怕是不懂练金术士这个职业的人 也能够知道这件装备的作用有多大 成功率和节俭加 仅仅是这两个 就能在日后无数次制造中 省下一笔巨额的财富 再加上批量生产和效率上的提升 这张台子 可以说完全能够奠定练金术士 这个职业在云顶的地位 现在云顶最高等级的练金术士 就是糖果 这件装备自己会给它使用 这个小姑娘 终于可以在这个试验台上大展身手 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配方 等到这里的战事结束 我们奇迹一些材料 这张台子就能给我们不少惊喜 夏蕾眼睛一直是亮的 实际上 他现在一直在统领着整个云顶 他考虑问题也是从全局出发 之前夜中明下令注意收集各种配方 他虽然照做 但对那些大部分妥善保存在保险库中 暂时无法使用的配方 所花费的大量魔金 一直是惦记着的 毕竟 这些配方花费不菲 如果不要这些东西 那些魔金或许可以让云顶 再多出很多高级进化者 但现在 眼看秘境之战 只剩最后一场 只要获胜 很多配方上所需的材料问题 就解决了 再加上这张台子 夏蕾心中觉得 终于可以回本了 倒是夜中明想的更多一些 他准备现在就用收集起来的材料 制造那些 简单配方出产的药剂 因为量产能力存在 可以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的数量 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面对九级的强者 和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有着多少未知底蕴的曙光圣殿 再多的准备都不嫌多 到现在为止 无论是夏蕾的双刀 还是圣源的挂盾和力量药剂 或者是糖果的这张试验台 全部都是顶好的东西 这让大家对面前的其他装备更加期待 这件装备 给末夜 随着夜中明的话 大家看见他把一个小盒子 扔给了和他隔着几个人的短发女人 末夜抿着嘴把盒子打开 就看见里面放着三样东西 但看上去好像是什么的部件 而不是完整的装备 这三件东西也没有发出任何光芒 哪怕比之前的星级的试验台的绿色都不如 当然 星级的试验台只是能力少一点 所以才是绿色级别 否则以那三个功能 蓝色是一定的 这是三肩枪部件 夜中明走过来 取出三样东西 让末夜激发身上的荣氏圣衣 屋子里立刻光芒大作 末夜身上这套装备 是荣氏圣衣那位神秘的制作者 和夜中明这位顶级工匠合作的产物 又符合末夜的辅导师职业 可以说是目前在云顶最好的套装 这套辅导师专属装备激活之后 其中的一个套装属性 就是可以形成一把黑纹长枪 能够持续两个小时 攻击力是恐怖的自身力量三倍 末夜的辅导师职业技能之外 这把长枪是他最强的攻击手段 但是这东西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只要激活圣衣战斗 枪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两个小时后就消失 再想使用又要等一个小时 从某种程度来说 这严重影响了末夜的整体战斗力 如果碰到短时间内的接战 自然不会有问题 可是一旦是那种长久的攻击手大战 在一个小时之内没有衬手兵器 无疑会是件很尴尬的事情 即将到来的大战 完全可以想象 必定是一场高强度长时间的熬战 当精神力平凌枯节 当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时候 没有这把强力武器怎么可以 现在 叶忠明弄来这东西 说起来 这三件部件的得到还有些意外 叶忠明在天碑之路上 看过了把卢瑟人给他展示的 高科技长枪后就留意了一下 在回来之前 和那些贩卖情报和奖励的人碰了下头 也没有什么目的 就是看看他们手中 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或者好东西 没想到 还真就有所收获 这套三件枪部件就是其中之一 这东西并不是装备 而是一种一次性的辅助类用具 功能有三个 第一个是虚无化石 只要把这件装备 安装到长枪类 能量体上 就可以让能量体变为实体 并且不会丧失之前的能力 第二个是能量吸附 事实上 也就是在安装成功后的短暂时间内 这把被安装上三个部件的兵器 拥有吸收能量的能力 吸收的越多 这把枪成型之后就会越强大 第三个 是部件科技 这个能力说白了 就是给全新出炉的长枪增加一些能力 只是具体是什么能力不清楚 需要完成之后来看 当时看到这个东西 叶忠明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末叶的黑文之枪 三间枪部件 几乎就是为了荣世圣意的这个套装 能力量身定制的 而无论是叶忠明还是云顶 都可以发挥部件的全部潜力 也就是满足能量吸附的要求 根据三间枪部件的说明 要想发挥最大价值 无疑就是第二个能力 进行的能量吸收 大可以说是一种无限制的吸收 可想而知 是需要极多能量的 可这些能量是什么 没说 需要多少 没说 吸收的时长 没说 这么多不明所以的地方 仔细一想 答案其实呼之欲出 能量估计是纯粹的 什么属性能量都可以 需要的量自然是越多越好 而时间肯定不会太长 吸收的速度却会极快 几个要求不是哪个小势力 能够满足的 甚至一些大势力 也无能为力 但叶忠明和云顶不同 他们都可以做到 并且做到最好 叶忠明心中 其实对完成组装的 这把黑文之枪 充满了期待 组装现在进行不了 我还要准备一下 诉说完了三间枪部件的功用 叶忠明对末叶表示 现在无法组装 这的确需要准备 至少需要被足所需的能量 装备分发到现在 那对装备大概分走了三分之一 接着叶忠明又给阿阳 和他的几个朋友 三张临时团队增幅卷轴 可以让他们在团战的时候 更加完美地发挥出合作的优势 虽然不是永久的那种 但在关键时刻 这三张卷轴每一张 都可以持续一个小时 完全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一边看着无比眼缠的小虎 则得到了一张被动技能卷轴 是可以在战斗之中短暂提高职业技能威力的 代价只是为数不多的精神力 这东西虽然不是装备 却是会永久留在身体里起作用的 小虎自然欢喜 直接就使用了 这让他的战斗力立刻提高一截 梁初音之前满身的装备 都是大地套装 连手中的鞭子都是 不过是从之前的装备改良过来的 再次升级的空间不高 夜中明这次 给他带来了一瓶叫做新年的装备洗液 这种洗液别看名字不起眼 但实际上的作用不小 它可以让一整套装备 突破本身的等级限制 拥有继续升级的潜力 并且还会随机的 在这套装备中的某几件中 多出一个空白技能 可以用技能卷轴去填充 至于能够具体 多出几件装备的空白技能 这个就要看实施洗液的 那位工匠的水准了 无疑 夜中明肯定会亲自出手 而他的工匠职业能力 是让国区无论是敌人 还是朋友都无比幸福的 最后用心眼装备洗液 完成了洗涤后的大地套装 一定会焕发出无比的魅力 甚至于夜中明估计 完成技能的吸收后 装备等级是要提升的 如果是那样 到时候网红妹身上的这套装备 可就要和末夜的荣氏圣衣 争夺一下云顶第一套装的地位了 这么说 是把双胞胎姐妹的 诺诺的也由伴侣刨出在外的 战功装备 还是让他们自成体系吧 和这种轮盘系的装备 不好比较 接着是唐天溶解卢翼 铜虎小丽等等这些人 凡是核心成员都有 每个人的东西都绝对是顶级的 光耀拿着自己得到的 召唤巫威力升级卷轴 幻想了一下 炼戈坦克升级后的威力 心中对夜中明真的是叹服无比 今天这些装备 也不知道这个男人 都是怎么得到的 但不能否认的是 这些东西价值连城 夜中明如果不分给其他人 而是自己拿着缓缓涂脂 或许还能再得到 两瓶八星进化药剂 不过光耀的心中所想 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因为他知道 大家拿了装备 实力得到了提升 每个人都含着镜 要为夜中明做些事情的 未来 就轮到这些核心成员 来给夜中明争取利益了 在这些装备之中 还有两样是让每个人都震惊无比的 一样是给朴秀英的一件法袍 另外一样 是给夏白的一对生物翅膀 这两件装备都是紫装 王城的山腹之中 其实本没有封 但是从昨天开始 怡妇人们在自己的家园里 第一次感受到了清风的吹拂 曙光圣殿在和怡妇人再次接战后 在他们一些强力战兽攻击之下 把这里山腹壁打开 这让他们的进攻部队 和外面的后勤部队彻底连成了一片 使得之前那种因为入口狭小 而不能及时大量增援的情况消失不见 对于怡妇人来说 这自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他们在最开始的出城战之后 在曙光圣殿的空军完全进入之后 已经失去了再次出击的能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入口处被彻底破开 和外面相通 怡妇人清楚 哪怕是最后他们获得了 这场攻防战的胜利 也必须要重新把这个缺口填起来 否则寒记必然无法度过 当然 因为有了地球 这个退路存在 也是怡妇人对这种行为 没有做出回应的一个原因 王尊们和云顶的一些核心成员 站在城头 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一些怡妇人战士 依然在修缮着上次大战城墙 破损的地方 那里虽然基本上看不出什么 但加固一些总是没错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 得到那位胜负的消息 这帮自称为文明人的士气 最近有了很大的提升 接战之后 也表现出了极其冷静的组织性 一点都没有因为之前攻城失败 而产生的愤怒报仇心理 红翔王尊看着下面曙光圣殿 在不断移动的军队 颇有些感慨 之前的攻城战 曙光圣殿损失那么惨重 竟然没有立刻报复 而是就在下面静静等待着 连试探性的骚扰都没有 之后突然之间打开山腹 让内外的军队合为一体 算是给出了一个回应 现在 他们重新开始进攻 但却非常理性 各个部队轮流上阵 更像是一种练兵 一种对战士心理和士气上的提升 这样的军队真的可怕 一旦那位胜负归来 可想而知攻击会多么的惨烈 双方虽然没有任何约定 但彼此都清楚 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 必定会决出胜负 是一副人最终获胜 还是曙光圣殿占领王城 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忠明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你要转头看向了夏磊 自从昨晚叶忠明 服用八星进化药剂之后 就处于昏迷的状态之中 虽然知道这是地球那边 进化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可诸位王尊还是有些担心 一旦叶忠明这段昏迷的时候 那那位胜负到来了怎么办 别看叶忠明之前 只是一个七星进化者 可是现在的他 不仅仅对云顶山庄是精神领袖 在某程度上 对一夫人也已经是这样 哪怕他在战斗的时候不出手 只要在后面站着 就会让人心中踏实 这些可不是平白无故来的 之前的数次并肩作战 云顶人所表现出的实力和韧性 还有那种毫无畏惧的精神 都在时刻感染和打动着 本来没有什么信心的一夫人 而这些让一夫人折服的战士 全都是那个男人的手下 应该不会太久 忠明现在几两家所长 拥有一具神奇的身体 哪怕是八星进化药剂 也完全抵受得住 夏蕾毫不在意地说着 他也确实不怎么担心 随着夜忠明从冥水界回来 整个云顶山庄的重点 彻底从地球转移到了布鲁秘境 云顶山庄加上一夫人 大概除了夜忠明之外 也就夏蕾知道 全部的准备都有什么 他的信心正是来源于此 他觉得 最后哪怕不能杀死 那位九级的强者 但也足以把他挡在王城之外 而在这些准备的手段之中 夜忠明仅仅排在最后一位 所以哪怕夜忠明昏迷上几天 也没有任何问题 更何况 现在的云顶可不仅仅靠夜忠明 其他人也同样有着极其高强的战斗力 就比如 现在正在王城之内 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的下白 随着夏蕾的目光 其他王尊也看了过去 就看见那个戴着面具的女人 双臂环抱着巨大的镰刀 身后一对黑色的翅膀 偶尔扇动一下 就能保持长时间的悬浮 更为醒目的是在他的身边 缓缓舞动的一只巨大黑暗之鸟 让每个人在王城的人 都舍不得移开目光 虽然这样会暴露 夜忠明所在的位置 可凡是知道的人都清楚 现在的下白 是真真正正的云顶战斗力第二人 压根不害怕有人去侵犯夜忠明 昨天 没人想到夜忠明 会拿出两件紫色的装备 说实话 这个等级的装备 已经超越了大家想象的极限 其实能够有蓝色装备 众人已经很满意了 可偏偏 夜忠明就带回了紫装 还是两件 给下白带回的这对翅膀 叫做堕落天翼 能力一 暗黑风潮 煽动堕落天翼作战的时候 会在使用者身边行 黑暗力量组成的能量场 对身在其中的敌人 造成黑暗属性持续伤害 并且吸取目标生命力 不及使用者治疗伤势 如果使用者没有受伤 则永久少量增强身体素质 能力二 天地随行 堕落天翼增加使用者 在光明系之外 任何戒指中的速度和敏捷性 增加程度为自身速度 和敏捷数值的两倍 能力三 旋转圆舞曲 堕落天翼从一定高度俯冲而下 形成长达7秒的旋转切割攻击 攻击时防御力为自身防御两倍 打断旋转圆舞曲 需要4倍防御力数值的攻击力 能力四 黑暗笼罩 激活能力 消耗大量精神力 但对黑暗系 能量技能增幅百分之百 并且免疫黑暗系伤害 能力五 末日飓风 使用者进入除了光明系 和火系之外的免疫状态 持续15秒 在这个期间 每一秒使用者都可以挥动 堕落天翼形成一道 攻击力强大的 暗系龙卷风攻击目标 攻击力出使为自身所有装备 攻击力总和 随着末日飓风的移动距离增加 而增加 极限距离为100米 能力六 线声 使用者拥有一次永久 和堕落天翼结合的机会 一旦选择结合 双方会融为一体 所有堕落天翼能力增强10% 堕落天翼失去耐久度 成为生物器官 拥有成长性能 会随着本体的增强而加强 也会随着本体受到的伤害 而被永久损毁 结合后 会让使用者拥有的光明系技能 永久消失 并且失去对此系能力的 永久学习权 黑暗系能力会永久增强 增强幅度 根据结合者的进化等级而定 结合者从此对黑暗系能力攻击免疫 但受到光明系能量攻击 伤害会加倍 现生之后 能力似黑渊笼罩能力消失 变为暗黑庇护 在身边形成抑制能量黑暗明鸟 自动对有敌意的目标发动攻击 这就是下白这对翅膀的情况 当时叶忠明说出来之后 核心成员们除了叹息外 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有一个理由 这件装备太强 六个能力 可以说几乎全部都是攻击能力 但在攻击之中 又给了自身以种种提升和保护 天地随行保证了灵活 黑暗风潮 旋转圆舞曲 黑渊笼罩 末日飓风这些提高了攻击力和防御力 而最后一个能力现生 更是决绝地让人成为黑暗力量的拥顿 彻底现身于黑暗之王 以此获得高额的回报 免疫暗系伤害 提升暗系能力 甚至可以在某些时刻 对大部分的伤害视而不见 很多人已经无法语言来描述了 下白是决绝的 所以他得到了堕落天意之后 立刻就选择了现生 现在的他完全是一个暗系能力者 这和他的各种职业和能力都很相符 如果不是四项面具 还带着其他系能力 那么在他的身上 甚至已经找不到一丝其他能量 不过 也大概只有下白这种人 才可以如此的义无反顾吧 昨天我和下白小姐过了两招 红翔王尊突然说了一句 惹得大家纷纷看过来 现在还是不太习惯地球称呼的王尊们 没有在意红翔这句话里的不顺畅 而是集中在了过招两个字之上 你 怎么会 你要王尊看了看红翔 又指了指了天上冷酷的下白 红翔微尴尬地咳嗽了两声说道 我昨天去找忠明商量些事情 谁想到正好赶上他 刚刚服用了净化药剂 下白小姐就像护载的母兽一样 我到了门口没等出声 那把镰刀就从门里刺了出来 这个 我本能反应了一下 之后就交手了片刻 认出来之后就停手了 其他人上下打量了一下红翔王尊 有眼间的看见这位王尊的恶下 颈上还有着淡淡的伤痕 都了然的笑了 显然 在和坠落天意 完成了融合之后的下白 哪怕没有成为八星进化者 但实力也隐隐超越了红翔王尊一线 地球上的进化者 在装备技能方面 确实相比于一副人有着明显的优势 红翔倒也没有什么尴尬 实力这东西 不是你生气或者极度就能够追赶得上的 况且叶忠明提供的进化药剂 他们这些王尊也是有分道的 王尊们现在六星以下的进化药剂 都服用过了 实力比之前大有进步 最少省下他们五年的苦练 按照忠明的吩咐 最后一批生命已经运来了 数量稍微欠缺了一些 我让他们拿王城中的一些魔怪填补了进去 比如上面那些 每天吃着海量食物 却只能飞上去添灯游的大鸟 你要王尊指了指头顶 大家知道他说了的是什么 都没有说话 光要拍了拍这位并肩战斗过的王尊肩膀 表示安慰 真的不在乎吗 自然不是 这些你要王尊嘴里指挥天灯游的大鸟 是叶忠明第一次来王尊给他震撼的百旧魔怪 这些飞行魔怪被刺瞎了双眼 平时其实除了负责天灯游保证 王尊的照明外 还担负着一副人很大一部分运输工作 还有年轻的战士在进行某些训练的时候 也需要百旧魔怪配合 这种生命在某种程度上 和地球人自己家养的宠物性质差不多 除非万不得已 王尊们也不愿用他们的生命 去填补那些幽魂一样的柱子 但是他们虽然不知道 叶忠明在王尊中央立起的那些柱子 是什么用途 但知道肯定是为了对付那位胜负准备的 在王尊被曙光圣殿封锁之后 寻找变异 生命塑造全新的那种怪异柱子的工作 就要全靠地球那边 现在极有可能胜负就要到了 为了早日完成五根灵四图腾柱 王尊们也算是豁出去了 这个时候 有些轰隆隆的声音 从传送门那边传来 众人回头看去 就见一台巨大的金属机器 正从里面露出自己猙獰的面目 我去 这家伙不是 刚刚从城墙下上来的小虎居高临下 看到这台足有一小洞楼房式的机器 忍不住出声叫道 战争堡垒 光要看着这个大家伙 喃喃中带着掩饰不住的震惊 他之前 只是听说叶忠明正在和反抗区那边沟通 关于这个大家伙的事宜 到底是如同之前那样 手信把欠云顶山庄的还过来 还是云顶出钱购买 光要不清楚 但心中其实并不十分看好 因为光要投身云顶的缘故 还有之前叶忠明在特殊轮盘空间和C区冲突的事情 加上这次名水节中双方据说也不是很愉快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大杀气的交易怎么可能进行呢 这就比如国家 想从老美那里买一艘核动力航母 这种交易是不可能谈成的 不 是谈都不会谈的 可现在 光要的惊讶丝毫不亚于叶忠明搞到了两件子装 这台战争堡垒轰隆的开进来后 时空门中再次出现了第二台 大家纷纷从城头下去 对战争堡垒有所了解的光要 围着已经并排站立的两台大杀气观察了一圈 发现这两个大家伙 非但是没有被阉割的完整体 在一些地方的结构和武器 光要甚至都认不出来 明显是比之前升了级的 他更加惊奇 反抗区非但没有控制这种大杀气 进入云顶山庄 还给了最新款 这 叶忠明是怎么谈的 让他震动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在相隔了一会之后 第三台战争堡垒出现了 只是这一台战争堡垒和之前的两台有明显的区别 光要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一台被大量改装过 并且有着浓郁的云顶风格 因为上面有着大量的魔晶武器痕迹 通过控制室的强力玻璃 光要看到了乐大远 这位魔晶武器之父 把这个大家伙停在一块空地后 从控制室出来 立刻被云顶的核心成员围住 岳师 你怎么来了 大叔 你来这里老板知道吗 小心被骂啊 远哥 有没有新玩意儿 给我看看 乐大远笑呵呵的和大家打招呼 因为圣员过来秘境参战 现在负责乐大远安全的唐天 带着一对精英在后面跟着 好了 都少说两句 都在这说 让月公怎么回答 还是夏磊出面解围 大家才散开了险 却都没有走远 没办法 现在刘正宏和乐大远这对夫妻 可是云顶人见人爱的角色 他们手中留出一点点东西 那都绝对是立马提升战斗力的好货色 完工了 和预期目标有多大差距 夏磊站在乐大远旁边 抬头看着一旁被改造的大杀气温 没有差距 甚至有超过 说起专业 乐大远立刻神采飞扬 从刚才的和颐大叔 变身为了现在的科学狂人 他们的战争堡垒 很不错 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 其他人听了乐大远这话之后 互相看了看 心中感慨 能够把全国区域都向往的战争 堡垒说成仅仅是不错的人 估计也就是乐大远 才有这个资格了 动力系统不去说 我们只说的武器和防御系统 在我看来 很一般 乐大远手中多出了一支红外线笔 对着机器就讲解开来 让这些核心成员懂得 这也是他来到这里的目的 这是反抗区最新的型号 主要的武器系统分为三大类 乐大远的声音并不太高 但周围异常安静 所以都听得清清楚楚 第一类 热武器 这其中包括了 全身上下八处的核能旋转机枪 四处共36枚 富贵竹格斗导弹 两处共四枚 追命者 进程导弹 红外线笔不断地 在战争堡垒身上移动 每说一句 乐大远就会清晰地指出 他此刻所说某种武器的位置 仅仅是这些 就已经让云顶核心成员 听得有些心惊肉跳了 核能旋转机枪 大家或者不清楚 是什么东西 但是比如加特林那种枪械 都是知道的 把威力提升几个等级 大概就会有了概念 被这种射速快威力高的机枪 瞄准了攻击 谁都会感到头皮发麻 更别提这种核能旋转机枪 有八处 格斗导弹 也就是用于近战的导弹 可以防空 也可以对地 攻守兼备 特点是 威力虽然没有传统导弹 那么大 但胜在速度快 制导精准 穿透力强悍 可以发挥多点开花的作用 至于进程导弹 虽然这么叫 但射程可就远了 根据光耀在旁边的补充说明 这四枚 追命者导弹的攻击半径 可以达到50公里 别看和传统异的进程导弹相比 射程好像不太远 但这种新型进程导弹的重量很轻 只有不到100公斤 威力却足以是之前和平时期世界上 威力最大的 常规进程导弹的数倍 有了这四枚家伙 让战争堡垒 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就发动攻击 甚至消灭目标 激光眼 短暂充能之后 发射能量射线 对目标造成穿透和灼烧伤害 乐大远又指了指战争堡垒 顶部类似头部的地方 那里并不是什么控制中枢 只是一个符合人类美学的功能区 冰火喷射器各两个 因为它们同样是核能为动力 所以归到了热武器之中 热源极之 温度在千度左右 冷源温度接近绝对零度 乐大远收回了红外线笔 然后看着大家道 因为整个战争堡垒 都是核能供给能量 体内有一个微型核反应堆 对这个我不懂 但我询问过 一旦战争堡垒被某些热武器 或者能量技能攻击 这个核心被损毁 那么会发生爆炸 反抗区的人 把这个危险 变成了一个最后 玉石俱焚的手段 之所以和大家特意提一下 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一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 使用这个能力 那么一定在注意场合和时机 因为爆炸的威力很大 会有许多意外情况发生 说着 乐大远指了指城墙 比如那里 如果爆炸发生在城墙50米范围内 那么会直接造成它的坍塌 百米之内会造成巨大裂痕 也就是说 以我们现在的进化等级 哪怕是中民醒过来成为了八星进化者 加上它的装备 估计会活下来 不过肯定会重伤不起 其他人 活下来的机会渺茫 众人的嘴巴长得老大 以前对于和这种东西的威力 并没有什么概念 现在听到乐大远这么说 看着三个战争堡垒 仿佛就在看三个随时会爆炸的炸药包 同时 大家也清楚 月师之所以如此警告 意思就是 这东西很危险 无论是自爆还是被人引爆 都是一个大问题 战争堡垒 在给大家提供了强悍火力支持的同时 也有着极大的隐患 要妥善使用 看到众人沉默不语 乐大远咳嗽了一声 大火有这个概念就好 反抗区那边 在这方面做出的防患措施很不错 安全性是可靠的 不必太过于忌惮 这话让不少人脸色好了些 不过看着战争堡垒的目光 却没有之前的狂热 第二类是冷兵器 其实战争堡垒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冷兵器 它的机械臂 合金履带 挂字等等这些都会对目标造成伤害 但有几个特殊地方大家要注意 乐大远再次举起红外线笔 这里是一号机械臂的位置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这条球锁链 大家看到 被标记的是一条缠在战争堡垒 身体上的粗大锁链 在顶端 有一个巨大的尖刺金属球 被机械臂甩起来 可以造成巨大伤害 这里是二号机械臂 它主要控制这两柄战锤 是近战的只要武器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看见了吗 这些细小的孔洞 这是标准为20厘米长的弩箭发射口 每一个孔洞 其实就是一把短弩 射击角度为30度 可以全自动瞄准射击 每一个孔洞中有200只弩箭 如果需要 可以在一分钟内射光 乐大远指着巨大身体上 三个区域的孔洞说着 这可是 全电磁弹射的结构 速度和力量远超想象 估计对绿色装备 都会造成穿透伤 有的时候 科技的力量 让人望而生畏 还有背后看到了吗 那是巨大的十字切割器 上面有着摇杆装置 可以追踪目标 锋利程度 应该达到了人类科技的顶峰 剩下的就是底部周围 一直到两米高度的切割器 一是可以防止的敌人 从下面进攻战争堡垒 二是在冲入敌人战阵之中时 可以造成海量附带伤害 听到乐大远说 这些武器 大家对这东西又爱了起来 不时的有人在探讨一下 这些装备应该如何去使用 最后 就是携带类装备 乐大远让大家说了一回之后 继续介绍 小型预警机一架 无人攻击机四架 机械侦察风十支 干扰热源引导器二十个 高强度态元素不亡两个 巡航车两辆 护卫车四辆 逃生穿梭机两架 战斗机器人二十台 乐大远只看过一遍反抗区 传过来的说明书 就全部记在了脑袋里 他一直认为 这种近乎过目不忘的能力 是进化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 当然 控制战争堡垒需要一个团队 最优人数为17人 最低人数为5人 但最低人数时 性能最多只能发挥60% 对了 堡垒内部 还有一个能够容纳50人运兵舱 把这个算上 加上巡航护卫等车辆 这个大家伙 135人 光要在一边听着 哪怕这里面的大部分内容 他之前都听过 但现在被人讲出来 还是感到了一丝震撼 他都这个样子 更别提其他人了 战争堡垒的能力 让本来对反抗区 不怎么在意的云顶人 重新审视起来这个势力来 国区第一 哪怕云顶不服气这个排名 但中规反抗区 是有他们独到之处的 至少在地球科技 和轮盘科技结合方面 云顶目前望尘莫及 乐师 说说 你改装的这个吧 夏雷眯着眼睛 打断大家的思绪 把注意力 全部都吸引到了第三台 经过了乐大远改装之后的 战争堡垒上 虽然对于反抗区的 科技实力云顶珠人都很佩服 但是说起能够让他们崇拜的 大概除了叶忠明之外 就只剩下乐大远和刘正红了吧 在他们看来 战争堡垒很强 但肯定没有越式改装后的强 果然 乐大远改造后的战争堡垒 让在场的人都大开眼界 严格来说 新型的战争堡垒已经做得足够好 无论是进城还是远战 都有很出色的战斗力 甚至可以利用其在侦察监视巡逻 等方面的优势成为一个指挥中枢 乐大远的声音传出去老远 清晰而有力 但反抗区的设计者被漠视之前的战争限制住了思维 乐大远说了这句话之后 开始正式介绍他改装的战争堡垒 我把经过我自己改造过的战争堡垒 定位为火力输出 一句话 就把他的核心理念说清楚了 我去除了四处和能旋转机枪 和所有的富贵逐格斗导弹 去除了背后十字切割器 和基底尖刺切割器之外的所有冷兵器 那些携带类装备 除了预警机和侦察风之外 也全都被我摒弃了 还有运兵舱 根本就不需要 乐大远说着 示意了一下云顶改良的战争堡垒 三号的控制室 里面一个研究员看到了之后 立刻操纵这台机器 一些结构和武器开始显露在众人面前 在去除的四处和能旋转机枪的位置 我安装上了精能机枪 乐大远脸上出现了兴奋的神色 这样不仅节省了和能 至于节省后的和能干什么 我一会再说 精能机枪 听到这个名字 云顶的核心成员都小小的吃了一惊 这种装备 已经在云顶问世有一段时间了 甚至还装载到了一辆重卡上 在火焰虎计划中出场亮相 不过后来销声匿迹 大家听说是弹药的问题无法解决 功能也是个限制 让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只能被惦记 却没有再次出战 更别说大规模的制造了 谁想到 现在精能机枪不仅出现了 还被安装到了战争堡垒上 相比于核能机枪 精能机枪有优势也有劣势 先说劣势吧 它们出速度没有核能机枪快速 射程也差一些 单颗子弹的攻击力也不如 这主要是因为核能和魔晶能的差异造成的 但精能机枪也有自己的优点 比如整体射速更快 穿透力更强 还带有切割能力 并且持续射击的时间要比核能机枪长得多 只要枪管承受得住 能量跟得上 但要充足 那么在理论上是可以一直射击的 精能机枪的结构 更加类似于传统的枪械 枪管在经过了叶忠明的处理之后 可以承受上百万次的射击 这个数据看似不起眼 毕竟在和平时期 有些枪械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 在末世 因为子弹和枪械的威力都在增大 磨损会很严重 这个数据已经缩水了很多 精能机枪可以拥有这个优势 也要得益于叶忠明这个工匠 魔晶武器的配件材料 都是经过它强化的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的精能机枪 因为设计的问题 是双重威力结合的 也就是枪械本身和子弹 本身都可以为最后的攻击力加成 这就让我们的机枪威力可控 在攻击相对容易的目标时 选择更加廉价的低等级子弹 以此来节省成本和能量 而在攻击强悍的敌人时 就换上更加高级的子弹 乐大远看着周围的人很郑重的道 别以为这没什么 我们虽然因为有了弹药生产线 和相关的技术人员 但产量还没有达到任由我们挥霍的地步 有等级子弹 更是涉及到微雕和工匠职业 那也是需要时间和材料的 我们在这里节省下来的 就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比如我们的装备上 那样更可以发挥作用 众人分分点点 表示懂得 除此之外 我在节省下来的机械臂这里 安装了投射器 发射特制的魔晶手雷 依靠强有力的弹射和智能瞄准 可以置得更远 而这种特制的魔晶手雷 也根据机械弹射的特点 改良了结构 增加了威力 之前控制冷兵器的机械臂 装成了这种投射器 一共四组魔晶手雷投射器 每一组的弹容量为500枚 听到这个数字 下面的人喜笑颜开 2000魔晶手雷啊 可以把一片巨大无比的地方 变成虚无 当然 既然定位为远程火力输出 自然要有优势所在 我们云顶的大杀器魔晶炮 自然不能少 乐大远呵呵笑着 脸皮却因为自己的成果 而兴奋发红 他不断用红外线笔 指着多处地方道 安装在战争堡垒上的魔晶炮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射速快射成近威力 相对小的流射炮 这种炮因为体积小 所以数量多 这个大家伙上面一共有30门 啊 不少人都惊呆了 30门 就算魔晶炮再小吧 可30门排列在一起 也很占地方的 大家并不觉得 战争堡垒上 能够装得下这个数量 但乐大远没有给大家解释 而是继续道 这种流射炮 根据它们被安装的位置 有两种射击形式 一种是正常的平射 另外一种是抛射 可以对付没有防控能力 隐藏在掩体后面的目标 因为是智能程序控制 所以精度很高 第二种就是射速慢 但射程很远 威力巨大的攻坚炮 乐大远示意了一下 六个粗大的炮口 被大家说到 众人只是看看炮口的直径 就都有些咧嘴 和湮灭巨炮比如何 小虎问了这个问题 威力肯定不如 但单位时间内 发射次数更多 总体的输出伤害量更高 乐大远干脆地回答 月宫 我不是怀疑你 可是这么多的魔晶武器 安装在了战争堡垒上 如何保证魔晶能量的输出 更换魔晶怎么办 受这个限制 这些魔晶武器 谈射速什么的 没有意义吧 光要半举着手 很客气地询问自己的疑惑 乐大远没有因此不高兴 反而还投去了赞赏的一片 问得好 也问到了关键上 乐大远双眼明亮 如果按照以前我们的传统方式 那自然是不行的 仅仅是为这些各武器更换魔晶 就能让效率低到发指 但是 我受到了他们核能驱动的启发 根据那个的原理 设计了一种 魔晶总罚 来给这些魔晶武器 集体供应能量 凡是有点脑子的 听了这话 都隐隐意识到一件事情 这位魔晶武器之父 可能在这种武器的历史上 又要写下浓厚的一笔了 魔晶总罚 可能是一件划时代的作品 魔晶总罚 大概可以看成 发动机和处理器的融合产品 乐大远把自己的理念 和大家讲了一下 只是为了让大伙 能够懂得这是怎么回事 具体的东西 他说了这些人也不懂 战争堡垒 三号一个部位 突然打开了 树道纵横交错的护甲和防护门 露出了里面的核心 大家轻呼出声 只见里面 有着无比复杂能量线路 在秘境幽暗的环境中 显得特别光亮 这些亮闪闪的能量线 最后都会总到了 一个规则的十二边体上 在这个内晶 大概有一米五左右的 大型物体上 整齐地镶嵌着许多魔晶 每一枚之间 都被稍微细一些的 能量线包裹 形成单独的区域 通过这些稍微 有些透明的能量线 大家还可以看到 内部也是同样的线缆 在里面弯曲延伸 和一些部件组成了核心 那应该就是 魔晶总罚的内核和驱动 分化器 转化器等构建 天啊 五级魔晶 这些 足有数千块吧 唐国眨着大眼睛 发出这样的感叹 之前所需魔晶 最多的魔晶武器 也就是刚刚达到 三位数左右 那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大家都知道 在提取魔晶里能量的时候 会有损耗 术语叫做转换率 这是制约 魔晶武器发展的 一个技术难关 虽然在乐大元的带领下 云顶不断地提高着转换率 但因为涉及到稳定性 安全性等诸多问题 还是对同一件武器上 魔晶的数量 有所限制的 但是看到这个 大家明白 乐大元应该是在 转化率上 有了全新的突破 甚至完全解决了 这个问题 都说不定 否则 绝不会出现这么多 魔晶一起 成为核心 为那么多的魔晶武器 提供能量的情况 3600枚 乐大元傲然地 说出了这一数字 让下面的人 集体发出了声音 全集之火力 乐大元伸出一根手指 我是说在 全集之火力的情况下 这个魔晶总罚 可以为这台战争堡垒 提供长达 82分钟的 持续攻击时间 众人再次发出惊呼 全集之火力 就是火力全开 没有任何保留的状态 竟然可以持续 一个多小时 这也太吓人了些 如果仅仅是应对 正常烈度的战斗 那么战争堡垒 可以在一天之内 不需要更换 总罚上的魔晶 不少人想到了 即将到来的战斗 这台战争堡垒 三号肯定 并不会开始就火力全开的 会和其他两台 还有诸多手段一起使用 那么可能连正常的烈度 都不需要 打上两天再更换能量源 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乐大元摆了下手 保护魔晶总罚的树道 防护措施合拢 整个战争堡垒 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现在回到之前的问题 也就是那些 节省下来的核能干什么去了 乐大元指了指一个地方 微型核反应堆在里面 拆掉的核能旋转机能源 有两个去除 一个是在整个战争堡垒表面 形成一层能量护甲 可以抵御伤害 另外一个去除 就是为冰火喷射器提高威力 不说已经达到极致的冰喷射器 那已经是现在人类 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但是火焰喷射器 却可以把温度再提高 一些核能就做这个了 乐大元拍了拍战争堡垒 冰冷的机械身体 仿佛在想象烈焰焚烧的情景 虽然我在反抗区那边 过来的技术人员帮助下 也对微型核反应堆 进行了一点改进 但自爆能力我保留了 乐大元声音转低沉 我希望永远也用不上这个能力 但是万一 那至少我们还有最后的手段 仪夫人的王尊 对于之前乐大元所说说讲 其实听不太懂 那些毕竟是地球科技 和轮盘技术的结合 但是自爆 最后的手段这些 他们却明白什么意思 心中对云顶的亲近更甚 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星球上 呼风唤雨的人们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说这些话 无非就是对即将开始的战斗 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们在做这最坏的打算 而这些都是为了一副人 别说什么将来的好处 的确战争获胜了 云顶可以获得想象不到的好处 但对于这些最高进化等级 仅仅是七级的云顶人来说 这可是要挑战九级存在的战争 脑子没坏掉 都不会来这里拼命 甚至 人家还可以利用时空门区 和曙光圣殿谈判 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凡事 不要只盯着人家最后可以获得什么 也要看看人家 在这个过程中 做出了怎么样的选择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几位王尊对这些人 有些肃然起敬之感 乐大远还想说什么 突然城外光芒大盛 一道亮光从外面射来 轰的一下 打在了笼罩在王城之上的 遮天之瓶上 整个王城位之一阵 是众神之力 对于曙光圣殿的这件武器 大家记忆犹深 王尊和诸多核心成员对视了一下 几乎同时向着城头冲去 之前 这些曙光圣殿人在不断的试探中 可没有动用这东西 现在拿了出来 难道是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了 众人涌上了城头 就看见所有的曙光圣殿战士 竟然全部面朝着外面 背对着王城 每个人都举着自己的兵器 直刺天空 那些圣殿的巨头们 正在众神之力的高塔四周 恭敬着屈膝半跪 而此刻高塔之下 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他穿着普通的衣服 全身上下 没有一件武器 却只是举着一只手 缓缓地拍向了众神之力的塔身 一股无形的能量 仿佛注入了进来 高塔骤然发亮 之后一道 和刚才一模一样的攻击 朝着王城袭来 瞬间打在了遮天之屏上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那些曙光圣殿的战士们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 集体欢呼了起来 并且学着巨头们跪在了地上 甚至连那些战兽和空军 也都降落在地面 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数秒之后 一个巨大的声音 汇聚在了整个王城的山腹之中 云音不断地回想着 圣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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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云顶人和一副人 都知道这一刻会到来 但真正看到 那位老者站在不远处的时候 却依然全部面无人色 曙光圣殿的九级圣父 来了 九级的圣父一出场 就给了云顶和一副人 联军一个下马威 他根本就不需要 吸取士兵身体中的能量 仅仅是他自己 就可以驱动众神之力 数到光芒划过高塔 和王城之间的距离 轰击在遮天之屏上 就在王尊和核心成员 带着惊恐的怒吼声中 那一直保护着 王城不受侵害的能量光照 碎裂了 城头上的战士们 几乎同一时间扑倒在地 之前这些光芒 如同死神一样收割生命 在他们的心中 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虽然趴在地上 并不能阻挡这些光芒 但至少 他们可以在死神降临的时候 不需要亲眼看见 轰隆一声 一处城墙 连同后面的战士 被众神之力 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几位蹲在墙后的王尊 看得牙字欲裂 那里是他们的防区 数百优秀的战士 就这样被夺走了生命 夏磊同样引在城墙后 开启了自己的防御 一边祈祷着下一次 攻击目标 不会是自己这里 一边大声地招呼手下 对着城外反击 是的 他不想就这样束手待毙 谁知道那位九级的胜负 会不会变态到 连续发射个几十次众神之力 那样的话 城墙上估计没有什么能够活下来 不过 再次亮了一次之后 用神之力就不再有声响 反而是巨大怒吼声传来 曙光圣殿开始全面的攻城 这个老家伙 看来还是很矜持的 小虎嘟囔了一句 飞速从城墙上跃下 另一边 梁初音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既然圣负出现了 那么为了这个恐怖 存在准备的手段 就要拿出来了 一旦这家伙清零王城之上 可得有招数对付他 夏磊紧跟着野下来 城墙上的指挥拳交给了末叶 他要去把时空门关闭 防止胜负直接突入境来到达地球 来得真不是时候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心中夏磊有些憋们 现在忠明还不知道要多久醒来 大家的精神领袖不在 同时也是最强的战斗力缺失 如果算上 必然不会离开叶忠明身边的夏白 和由叶忠明自己掌控的零四图腾 现在的云顶山庄 发挥不出完整的实力 最多只有巅峰时的三分之二 看到城墙内巨大的三台战争堡垒 夏磊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希望这几个大家伙能够弥补一下叶忠明不在的空缺 支撑到这个男人醒来 夏磊这个时候有些后悔 当时让自己男人回地球去进化就好了 之前是因为这里有诸多核心成员保护 可胜负来了 这些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叶忠明从冥水界的归来带回来的好处 对大家的冲击太大了 以至于连胜负的威胁都下意识的被看淡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失误 在夏磊看来 这就是失误 头顶响起呼啸声 夏磊压根没回头看 身体朝着一边逾越而去 一块巨石就砸在了他刚才落脚的地方 躲过去的夏磊奔跑中回头 就看见王城上空 铺天盖地的石块 如同乌云一般压了过来 曙光圣殿终于开始把这些天积攒的怒火 通过这种方式发泄了出来 有人下了城墙 就有人留在城墙 比如这个时候的红翔 比如这个时候的末叶 曙光圣殿挟着胜负出场的威势而来 攻势即胜 天地一体 在一轮密集的投尸攻击后 又是一片黑乎乎的东西射来 有姨夫人看了一眼 立刻大声呼喝 这是黑之游 一种从某种魔怪体内提取出来的物质 极易燃烧 并且极其耐烧 只是这种魔怪很难寻找 数量也不多 姨夫人即便是有一些 但也作为照明之用了 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 但现在 曙光圣殿却一下子拿出了这么多 紧紧目测 这里就有两千坛 他们是想把王城焚成灰烬吗 伤势已经复原的凌昆王尊看着飞来的这些黑坛子 闻着里面老远 就可以闻到的刺激性气味 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寻思为 已经牺牲的看子山王尊报仇 而是在发出了权力拦截的命令之后 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使劲地朝着空中投掷着 刚才掉落在城墙上的石块 魔精炮和巨弩一同发射 在空中 交织成了一片屏障 这些黑罐子 被纷纷击碎 同样黑色的油脂类液体 和坛子碎片洒落而下 落在了王城之前 很多宜夫人松了口气 同时也对城墙上防御武器的威力欣慰中 感动了一丝敬畏 这些时日 地球那边又补充了许多器械 不仅弥补了之前工程战中的损失 甚至还有加强 现在 这些器械表现出了 让人震撼的一面 无形中 减轻了一些胜负到来带来的影响 只是 每等城墙上的众人高兴 就看见曙光圣殿的人 扔出了火种 沾到了这些液体之后 熊熊大火立刻燃起 最高处的火苗 甚至超过了城墙的高度 一下子 城墙上向外的视野多 受到了极大影响 不对 不对 洪翔王尊的声音从低到高 第二声 就已经让很多人听见了 对着城外无差别攻击 末夜的声音也响起 他也发现了不太对劲 城头上的一些器械听令 对准了城外发射 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 刚才是对着半空的 调整角度也需要时间 也就是这一点点时间 战场上的情况 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一个个巨大的身影 从这些火焰中出现 他们的形状并不相同 唯一的相同点 就是都非常高大 他们仿佛感受不到 火焰的灼烧一样 全力地冲着城墙奔行 片刻就越过了火线 出现在了城墙之下 这些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 其中的大半 都被城墙上撒下的 魔金炮等武器 击毁了身体 变成了飞灰 可是 依然有近千个摸到了城墙边 他们就如同看不到城墙似的 一个个的猛烈撞在上面 他们的身体挨个破碎 火焰见其老高 不少稍不留神的战士 被火苗沾染上 立刻就被点燃 除了一些 恰好有水系能力者 在附近可以失手救援过来的之外 其余凡是被沾染上的人 全部在短短数 这种声音 让城墙上的人几乎瞬间崩溃 他们不明白这些火焰中 冲出的怪兽 怎么就会带着如此威力的烈火 不仅可以点燃城墙 还可以这么快速 就要摧毁城墙了 可以说 城墙是一副人抵抗曙光圣殿 进攻信心的主要来源之一 也是最强力的手段 这不仅仅是说城墙的坚固程度 还有一托城墙所建立的防御结构 比如兵力居高临下的优势 比如各种守城器械的安装 这些全部都是以城墙为基础的 一旦城墙没有了 所谓的防御体系也就彻底崩溃 那么这场战争的胜负 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了 各种呼嚎声音 从城墙上此起彼伏 声嘶力竭 远远地传到了曙光圣殿的阵营当中 曙光三巨头 现在只剩了两个 他们站在众神之力高塔的旁边 从一些依然没有熄灭的火焰中看过去 都发现了一副人和地球人联军的惊慌失措 这让他们感觉到了思思快意 圣赋宁的到来 带来的不仅仅是士气的提升 还有胜利 就和以往无数次那样 再离的声音 任谁都能听得出畅快之感 荣指的死去 至今也不能让他释怀 圣赋坐在高塔之下 看着前方的战斗 听着身后手下的恭维 只是淡淡一笑 在我还小的时候 我的师父就给我讲述过一副人的一切 那个时候我就明白 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种群 他们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分享 这里的一切 他们的存在 除了让这个空间更加快速地崩溃之外 没有任何意义 话语平淡 可所有能够听到的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庞大到天际的信心 和对一副人的无比蔑视 之前你们进攻不顺 除了准备不足外 山腹之中的狭小 也阻碍了我们圣殿战法的发挥 圣赋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脑海里闪过那个 投入岩浆海中的红色身影 当然 也有那些地球人在帮忙的原因 但现在不同了 我来了 那么一切也就都结束了 圣赋万尊 一些战士在一边有些狂热地喊着 其中一些离得近的 甚至跪在了地上 圣赋对这些普通战士的态度 明显要比几个巨头强 他侧身回头 带着笑容摆摆手 让这些战士起来 一切 要靠你们的奋勇作战 我们 一起为了曙光圣殿的未来拼搏 圣赋万尊 更多的人跪了下去 包括刚刚起身的那些 这个时候 城墙上突然倾倒下了大量的液体 接着一些光芒 在其中炸开 瞬间 城墙上就凝固了一层灰色的物质 并且随着温度迅速变干凝固 把大半城强龙罩了其中 那种代表着坍塌的声音 立刻被止住了 看来 我们的对手 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胜负一点 都没有因为即将到手的 胜利溜走而傲慢 反而有条不紊地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把我们的手段都用上吧 用实际行动 告诉这些野蛮人 他们 注定被淘汰 随着胜负的话音 那些在后面待命的 曙光圣殿战士大吼了一声 把背后背着的 一米多长的短毛 放在了地上 每个人都有一捆 数量为二十根 接着这些经过 精挑细选逼力极强的战士 开始抽出短毛 在命令下集体 向着王城的方向 投掷了出去 短毛被他们制出 再空过划过曲线 还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仿佛什么东西 在他们的毛身上嚎叫死的 不少正在冲锋的 曙光圣殿战士抬头看去 就见一道道 正在逐渐亮起的毛迅速 超过了他们 提前一步 落在了一副人的城墙上 是鼎花 天啊 这么多 我以为这东西已经失传了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么多 不少曙光的战士 认出了这些东西 欣喜地喊着 一些新人并没有听说过鼎花 就有些询问声响起 在后面正在备战的预备队中 就有老战士 给他们简单说了下 原来鼎花是一种传言中 已经失传了的 远程攻击武器 这种武器 在短毛的毛身上 有一些精巧的雕琢结构 可以帮助 短毛在相同的 投掷力量之下 飞跃更远的距离 并且非常的快速 就如同现在 这些短毛 仅仅是依靠人力 就做到了投尸器 才能做到的事情 而鼎花的恐怖 也不仅仅于此 它们在受到了阻挡之后 会整体炸开 细碎的金属片 会对周围 一定范围内的目标 造成无差别伤害 因为材料和工艺的特殊 这种攻击威力巨大 对任何类型的战斗来说 这都是一种 极其有用的武器 只是制造工艺 据说已经失传 材料所需的金属 也是现在曙光圣殿的技术 无法冶炼出来的 只是现在鼎花重新出世 也不知道 是重新掌握了这些失传的东西 还是圣殿一直留有大量的存货 看着鼎花在空中呼啸而去 胜负再次挥了挥手 一旁的传令官看到后 吹响了一种奇怪的号角 独特的声音传出去 冲在最前面的队伍中 一些人停下脚步 把背着的金属箱放在地面 箱子上的凹孔对准了城墙 扣动了机关之后 一到道粗大的钢索 就从里面击射而出 穿过那道 依然在燃烧的火焰墙 定在了 已经被那层灰色物质 保护起来的城墙之上 从一侧望去 至少有上千根这样的铁锁 刺进了城墙中 完成这些后 这些人回头 后面已经有人牵来了 一头头巨大的怪兽 这些怪兽在秘境之中很常见 被人们称为苦力兽 没有什么攻击力 性格也温顺 唯一的优点 就是有一身蛮力 士兵们把金属箱 另外一侧的绳索 拴在了苦力兽身上 使劲拍打他们 让他们背向拉扯 那些本以为要冲向城墙的士兵 在看到了这些铁锁之后 立刻就停了下来 纷纷拿出背着的长弓或者弩箭 对着城墙上 开始火力压制 从那些火焰开始 到现在的第一批 穿着特殊防火战甲的战士 开始自由射击 这一切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 胜负控制之下 发挥出全部战斗力潜力的曙光圣殿 刚一开始 就给了一副人和云顶联军 以巨大的打击 只是 谁也不知道 这种打击 会不会是毁灭性的 鸟内被烧死 而随着这足有四位数的火焰怪兽 撞在了城墙上 那坚固的墙体也被点燃 大片大片的火焰在蔓延着 城墙很快就便发出了 令人恐惧的喀巴声 无论是红翔王尊还是末叶 两个负责城墙上指挥的人 第一次感觉如此不好 曙光圣殿之前也进行过攻城 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攻破了城墙 期间使用的一些手段 让一副人和云顶山庄联军 也猝不及防 但那个时候 王尊们和云顶人也没有慌张过 他们知道 大家都在拼命 最后谁能胜利 无非看的就是谁更豁得出去 曙光圣殿有退路 但一副人却是背水一战 谁更能拼死 一目了然 没人怀疑敌人的强大 但也知道 自己会更加的坚定 因为王尘是圣城 是一副人心中的神堂 是不容亵渎的 所以人人都会拼死保护他 除非这个空间崩塌 这种无法逆转的事情发生 否则哪怕一副人 全员去到了地球 这里依然会是 他们心中的根 但这种信念 在胜负到来的时候动摇了 九级强者那种压迫性的力量 带来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种无可匹敌的形象 让一副人的士气 不可避免的低沉 现在这几种手段用出来 更是把这种低沉无限放大 连指挥官们都感觉极其不好 更何况是普通的士兵 城墙上那些守城器械 出现在了短暂的凌乱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能让他们得偿 不能 一个声音骤然响起 大家看过去 一个一副人大族的七级组长 声嘶力竭地喊着 他双目通红 看着飞来不断给一副人 和云顶联军造成大量伤害的顶红 看着几方士气的不断萎缩 这位组长愤怒了 九级又如何 他们曙光圣殿 是刚刚有九级的强者吗 在历史上 他们的九级强者 没有攻击过我们吗 有的 是有的 但他们成功了吗 没有 他们从没有攻占过王城 那么孩子们 你们在害怕什么 组长的声音都已经撕裂 他跳上城头 丝毫不顾明显城外 向着他加重的攻击 对着一副人说话 城墙之上 只有他的声音在回荡 今天 我们很多人都会死 但我们的敌人也一样 但我相信 当我们的敌人 全部都死光了的时候 我们还会有人活着 当我们的敌人 全部都死光的时候 也肯定包括他们的胜负 组长身体周围的气流爆发 把那些远程攻击挡开 但也有一些无法弹开的 积在了他的身体上 让他的身体鲜血直流 这些铁锁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能感到城墙的颤动 刚才那些火焰 已经让我们 赖以生存的墙体 变得很脆弱 如果没有地球朋友的 那些神奇修补泥 现在可能已经塌了 这位组长拍着胸口道 地球的朋友为我们做的 已经足够多 不知道多少人 常面在这片 对于他们来说陌生的土地上 刚才 他们又帮了我们一次 以后 他们还会帮助我们更多 而现在 是我们为了他们 做些事情的时候了 孩子们 有谁愿意跟着 我去把这些铁锁砍断 那么就随我来吧 随着这句话 用最大的声音喊出来 这位组长 从城头一跃而下 手中云顶出品的银色风之月 借着坠落的势头 直接劈下 刀光划过一大片区域 最后砍在了他身体下方 最近处的那条铁锁上 城头上的战士 纷纷下看 就连正在宫城的 曙光圣殿人 都呆了一呆 他们还从未见过 这么不要命的 先不说这么高的城墙 跳下来会不会摔死的问题 就算个人有特长 可以在空中飞行 或者制空 高度对于他来说没有问题 但现在是宫城站 城墙之外 完全是曙光圣殿的控制区 他就这么跃下去 不被摔死 也会被杀死 这几乎就是必死的一跳 但很多人都没觉得 这个人是傻子 反而觉得这种行为 充满了一种 满是色彩的东西 哪怕双方处于敌对的状态 但是看到这一幕的 曙光圣殿战士 也从心里 由衷地佩服这位 一夫人组长 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 舍弃自己的生命 历史的长河中 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很多 但是平均到每一个时代 其实数量就少了 而要想亲身经历 这种故事 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幸运 现在 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的开始 只是没有人有这种意识罢了 当的一生 战刀和铁锁发生了碰撞 可很多人预想的结果 却没有发生 这位组长 七级的实力 加上银丝的长刀 没有砍断这条铁锁 惊呼从不同的地方想起 这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只有在一些了解 这些铁锁 是什么东西的 曙光圣殿领导层的人 会在嘴里嘟囔一句天真 这位组长一击不中 显然同样让他感到意外 身体借助着刀身上传来的力量 双腿在空中蹬了一下 长刀便再次挥了出去 第二声 金铁交机的声音传来 在刚才砍中的位置 再次落下了一刀 这一次 甚至有火星从上面传来 但依然没断 很多怡妇人战士 都觉得不可思议 七级的强者 哪怕是用一把钝刀 也不会两次切不开一条铁链 一些眼尖的人发现 这条铁链虽然没有完全断掉 但是却已经只剩下丝毫相连 只要再有一刀 就必定断掉 甚至不要再砍 等到苦力受用力 也会自行崩断 曙光圣殿自然不能容忍 这种事情发生 城墙坍塌与否 和战争的胜利直接挂钩 这些铁锁 就是决定城墙 是否还能存在的关键 于是 攻击如影而至 那位七级组长 立刻被笼罩了漫天的攻击当中 这种不知道有几百 甚至上千个人攻击一个 在空中的目标的情况 哪怕夜中明遇到 也要全力防御才行 这位七级组长 显然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虽然已经被他奋力 躲过了许多攻击 可全身上下 依然被打得伤势严重 眼看就要死去 可这位已经豁出去性命的 一副人 带着连连的怒吼 整个人不在防御 而是在城墙上撑了一下 身体反转 重重的一脚踏在了 这根铁链上 在他的力量之下 铁链崩断 那边用力的苦力兽 立刻失去平衡 摔出去老远 让周围的曙光圣殿军队 陷入了混乱 而那一边 组长再次借助反弹的力量 激发最后的潜力 把整个人扔了出去 银色的战刀上 闪出了绚丽的光芒 刀身在这种爆发中 和旁边的一根铁锁相遇 之后 发出响彻整个山腹的声响 声响之后 战刀和铁链一起断掉 做完这一切 组长的身体上 多出了一根顶花短毛 这种武器 在他的身体上爆开 这位组长 立刻破步一样地 从半空摔了下去 只是他的脸上 却带着释然的笑容 仿佛在告诉那些 正在城头 看着他的族人 这种铁锁可能和那些顶花一样 都是曙光圣殿战略级别的东西 甚至是专门为了 对付一夫人王城准备的 那么多次 在这道城墙之下杀鱼而归 曙光圣殿又怎么会甘心 现在 或许他们不知道 准备了多少年的东西 终于派上了用场 并且效果看起来非常的好 胜利几乎就在眼前 看着一夫人束手无策的样子 他们很高兴 可偏偏有个一夫人 竟然用这种不要命的方式 砍断了两根铁锁 这 怎么可以 攻击没停 哪怕这位族长已经死了 落在地面 可是依然有一些武器落在了那里 本就被顶花弄得残破的身体 瞬间变成了血肉碎块 啊 不知道多少怒吼 从城墙上传来 同样不知道多少一夫人的战士 从上面跳了下来 很多人亲眼看到过这一幕的人 在很多年后都忘不了 因为这种赴死的行为 实际很傻 但却给人以最深沉的震撼 这些跳下去的一夫人战士 其实进化等级不高 哪怕在云顶山庄的帮助下 他们大多也只是三四级的战士 他们的装备更不好 大多数的人只能拿着白色的武器 可他们没有去考虑自己跳下去能做什么 能不能砍断哪怕一根铁锁 他们只知道 这样可以让敌人们愤怒和害怕 跳下去的人中 至少有一半都是那位族长的族人 看到领袖的惨死 他们已经红了眼 虽然不能冲过去和敌人拼杀 但是却可以完成族长没有做完的事情 那句随我来吧 一直在他们的耳边回荡着 这些战士没有组长高强的实力 无法在下落的过程中出刀 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智慧 利用强壮对身体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下落的速度 等到了铁锁附近 就用自己的手或者一些器具抓住铁链 剩下的事情就是一刀刀地砍着这些 或许可以决定战士的东西 不断有战士跳下来 他们在空中也不断地 被曙光圣殿的攻击钉死在墙上 也有战士没有抓住铁锁 就那么直挺挺地摔死在城下 没人愿意看到这种自杀式的牺牲 但是在无法把手承器械 立刻调整角度 来打断这些铁锁的前提下 这似乎成为了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很多人一副人和云顶的指挥官 这个时候才发现 曙光圣殿的攻击 其实是一直在调动城墙上的武器的 天上 半空 地面 他们全部的都有攻击来袭 为的 就是让一副人坚固不暇 把好兵器给他们扔下去 一些人开始喊着 并且把手中的武器朝着下面扔下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地球人 有云顶的 也有那些自愿过来参战的阴城势力 他们的装备要比一副人好上不少 特别是云顶的战士 虽然很少有人学着这些一副人跳下去 可同样被这种牺牲精神感动 他们很清楚 跳下去的这些战士哪怕砍断了铁锁 也会跌落到地面 不摔死 也会被杀死 可他们依然这么做了 义无反顾 这些人 值得让他们交出手中的兵器 一些明显等级很高的武器扔了下去 其中甚至有不少绿色级别的 这些武器在敌人的阻拦中 其中不少成功地 被那些吊在铁链上的战士接住 然后挥砍出去 为了这场战争 做出他们的贡献 双方都仿佛疯了一样 把攻击重点调整到了这里 密集的器械和能量光芒 在这里交汇 爆发出一团团的光辉 硬要着这片已经被血腥 喂到占据的空间 这些砍断了铁链的战士 都选择抓住了外侧 他们随着断掉的铁锁当到了地面 之后吼叫着发起了一个人的冲锋 几乎没有人能够冲到曙光圣殿的前面 全部在路上就被打碎了身体 鲜血 还有灵魂 扑灭了这片城下之地 轰隆 一声巨响 一段城墙在这样的情况下 突然它掉了 一副人的这种砍断铁锁的方式 的确给曙光圣殿的人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那种舍弃性命的行为 让同为血肉之躯的他们 在敬佩中产生了一丝畏惧 他们有点迷茫 这样的军队 这样的一副人 可以战胜吗 即便是最后胜利了 那么自己还能活着吗 曙光圣殿的军队 的确是训练有素 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不过一段城墙的坍塌 让他们这种刚刚产生的负面情绪消失不见 这些铁锁不断地被砍断 被城墙上的攻击打断 仅仅这么一回功夫 最后能够还连着城墙的 其实并没有太多 但是依然有那么一些连着城墙 在某一处地方 有大概20根并排连在一起的铁锁 全部都没有断 最后坍塌的就是这里 虽然倒塌的仅仅是外墙的墙体 里面还有内墙保护 但内墙无论是从强度还是高度 都无法和外墙相比 基本上失去了外墙 这个位置的防御力 直接就会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甚至更少 最让王尊和云顶指挥官们 感到棘手的是 为了守住这段坍塌的城墙 就需要让周围的火力 对这边进行掩护 但城防是牵移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调动了其他地方的防御力量 就要相应地进行弥补 整个王城防御都要随之改变 而这种被动的改变 是不可能完全避免没有任何漏洞的 既然有漏洞 被抓住也几乎是一定的 很多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结束了 胜负看着坍塌的城墙 对着一侧待命的空军挥挥手 这些家伙 立刻拿起了分配给他们的鼎花 开始有序地起飞 而数量更多的陆地骑兵 则在沉默中摆出阵型 前锋缓缓调整方向 对准了没有城墙保护的那个地方 胜负看了看 看似随意地在众神之力上拍了一下 那射人的光芒再次出击 打在了坍塌城墙的内墙上 那里远没有外墙的防御能力 直接被打出了一个巨大缺口 王城在这一刻 在这里失去了城墙的保护 冲进去 这三个字在曙光圣殿战士的嘴里发出 并且传染一样的荡漾开去 骑兵动了 他们在之前那些 冲到了城墙附近的战友掩护下 开始朝着破口那边冲去 只要他们进入了王城之内 也基本宣告这座 姨富人的精神之城的告破 挡住他们 这是姨富人的回应 除了在城墙上守卫的战士外 在城内待命的军队 同样向着破口的地方集结 城墙没有了 那么他们就是城墙 曙光圣殿的空军最先来到战场 他们顶着城墙之上 那些致命器械的攻击 把手中的鼎花投掷出去 鼎花用光了 就把绑在灵鹫上的长矛和炼球扔下去 尽可能多地去杀伤城墙上的姨富人 为地面部队的进军提供保障 当然 如果王城的防空力量 不管他们就更好了 这些战士 就会让姨富人知道 什么是曙光圣殿花费最高部队的威力 大地在颤动 曙光圣殿的骑士团已经冲了起来 那些在他们行进路线的同袍 纷纷让开 这让王城的城头 有了瞬间的压力减缓 近乎所有的城防器械 在这一刻 在外部压力稍弱的时候 突然全部对准了空中骚扰的圣殿空军 密集的攻击铺天盖地儿去 不少曙光圣殿的指挥官都愣了 连剩下的两位巨头和圣女都皱起了眉头 姨富人这样做 竟然完全放弃了 对正在冲锋的骑兵的拦阻 难道是不怕他们冲进王城之内 如果一定要让指挥官 在空中和地面两种部队之间 选择让哪一个攻进城市 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前者 因为前者还可以用各种办法 去弥补和驱逐 但一旦让以骑兵为代表的地面部队 涌进城市 那么几乎代表着战斗的结束 所以曙光圣殿的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姨富人会做出 这种放弃一样的选择 可他们绝不会认为 姨富人傻掉了 他们觉得一定有什么 他们没有发现的事情正在发生 空旗们也没有想到 正和下面打得有来有回的时候 敌人会疯狂地攻击自己 几乎在短短的数个呼吸之间 就有近三分之一的有声力量被打掉 王城之上的守城气线 那可是证明过 对八级存在都有致命杀伤力的 呼啸着的各种巨型弩箭和魔镜武器 倾泻在有限的空间之内 这几乎是毁灭性的 之前没有显示出这种威力 是因为这些武器分散在了广阔的防区内 现在 当他们约好了似的 就要打掉你空军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令人震撼的威力 哪怕负责指挥的将领疯狂的控制队伍 用最快的速度后撤 但等到他们脱离战场的时候 曙光圣殿文明侠尔让人 最为畏惧的空旗军团 已经完全被打残了 能够活着回来的 实不存一 每个人巨头的脸上都阴沉一片 甚至连之前一直云淡风轻的胜负 此刻都变沉似水 虽然曙光圣殿的部队很多 但是真正成为精锐的 无非就是骑士团 敬卫团和空旗 现在 空旗算是没用了 想要再次形成有规模的战斗力 估计要休养生息数年 甚至十数年 等待着现在又生的灵鹫长大 既然他们找死 就让他们去死吧 胜负做出了决定 所有的骑士团全部开始了冲锋 他也知道依附人一定有所依仗 所以才会这么做 但现在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 都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 只有战斗到底 不计伤亡 破开任何所谓的战术 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一支骑士团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 呼啸着冲进了王城 在爆发出了漫天的喊杀声后 突然就静默了下去 整个战场都因此出现了片刻的凝制 继续 胜负的声音在整个空间中荡漾 后续本来开始减缓速度的骑士们 重新拍打做骑 继续他们的冲锋 在王城之内 第一支冲进来数量在2000人的骑士团 此刻已经全部死亡 鲜血和尸体堆积在了王城之内 而在他们冲锋的方向上 正有无数的背影在快速离开 那是之前已经撤离的一副人 里面还混着一些地球的净化者 这些人本来是不允许被参加战斗的 因为他们不适合这样高强烈度的种族之战 这种不适应有很多理由 有些人是因为年纪大了 体力无法支撑久战 有些是因为身有残疾 行动不便 有些人是肩负着教育下一代的职责 是活着的知识储备器 有些则是妇女孩童少年 他们是一副人未来的希望 一些地球人进化等级不高 但却有些射击或者远程攻击方面的特长 之前因为实力的不均衡 无法在这里战斗 可就是这些人 却完成了刚才让曙光圣殿晋升的一次攻击 这场战争 是曙光圣殿和一副人之间生死存亡的大战 是云顶山庄能否在未来比其他势力 多拥有一处资源基地的关键一战 每个人都想要参与其中 实力不济 但请战的愿望很强烈 他们甚至并不畏惧死亡 愿意为了这座王城牺牲 在经过了慎重谈论之后 王尊们和叶忠明等人定下了这个小小的计划 就是让这些人在某个时刻发挥出他们的作用 事实证明 这些组有数万人的队伍 可以做到一些让大家的刮目相看的事情 刚才 就是这些人用数万只弓箭或者远程技能 把这只精锐的 作为第一只冲进王城的骑兵队伍瞬间杀死 这就是集体的力量 单独拿出来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无法和圣殿骑兵队伍中的骑士们相提并论 双方之间差距太大 一个骑士甚至可以杀死上百这样的人 这些人射出的弓箭或者扔出的技能 对骑士来说或许只是不痛不痒 但当这些攻击多了 多到根本躲不开的时候 不痛不痒就会变得无比致命 数万对两千看似十几倍的差距 可要知道 这可不是数学题 每个骑兵只需要面对十几只弓箭 它们不是排着一字形冲进来的 那些弓箭也不是对每一个骑士挨个射击 如果一定要用什么来形容 那就是这些弓箭和技能 也是另外一只骑兵 两只骑兵碰撞在了一起 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纷纷全军覆灭 只是曙光圣殿牺牲的是一只两千人的精锐 一副人和云顶联军牺牲的 是数万只羽箭和一些能量技能 这个瞬间的较量 一副人取得了完胜 但这种方法却已经不能再次使用 有了防备的曙光圣殿骑士团 一定会开始注重防御 它们的后续部队 还有远程部队 也会想尽办法地压制城内的力量 一旦被缠住 那么这些自身实力不强 甚至有些残疾的人们 就会迅速地被弱肉强食般地吃掉 于是它们在完成了一次攻击之后 就迅速撤往地球 下垒症等在时空门那里 剩下的事情就要交给其他战友了 很多人在离开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城市 还有在这座城市里正在奋战的铜袍 仿佛要把这一刻印在脑海里 第二支曙光骑士团 就在这种情况下冲了进来 接着是第三支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曙光圣殿空军的失力 城墙的守城器械开始调转枪口 对准了城外的队伍 哪怕同样遭到了圣殿远程部队的袭击 但因为没有了来自空中的后顾之忧 这足以让他们压制圣殿远程部队 给这些冲锋的骑士团造成大量的伤亡 那一边 圣女看着不断被魔精武器 和巨弩利剑击杀的圣殿战士 手指紧紧地握着拳杖 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显然对于战士们的牺牲感到了愤怒 她的目光落在了圣父的身上 着急道 圣父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您 可没等他说完 就被圣父举起手打断 任何的战争都需要牺牲 你们要学会在没有我的时候去战斗 不仅仅是战斗 还要获得胜利 圣父的声音传进圣女的耳朵里 非常的清晰 缺口那里 姨夫人已经不可能再次堵住 胜利已经分了出来 不需要我出手了 孩子们自己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看着城墙上那些不断发射的气血 圣父嘴角挂上了一丝冷笑 那是他们最后的疯狂 可 圣女说了一个字 但长久养成的对圣父的绝对服从 让他没有说下去 他也感觉到了因为他的这句话 胜负明显的有些不快 他沉默着 但看到那些平时跪在他的面前 恭敬行礼的战士们被无情的射杀 他突然有些迷茫 难道 为了目的 一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就不能不用这种方式 来证明族人们 已经无数次证明过的勇武和忠诚吗 既然已经笃定胜利 为什么就不可以轻松一点 一定要用鲜血去助救呢 圣女这个时候 无比想念他的坐骑 如果那头龙还在 他就可以冲到城墙上 把那些从地球人运来的诡异 但强大的武器全部烧掉 为骑士团扫清道路 圣父 让我们上吧 一边 另外两位巨头一起请示圣父 他们觉得 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有一只 实力强悍的尖刀队伍冲进王城 那么或许可以更加快速地解决战斗 圣父沉默了一下 点点头 两位巨头立刻招呼自己的手下 开始向着战场移动 圣父 我也去 你留下 本来想要跟着去的圣女 被圣父喝止 面对疑惑 圣父也没有人和她解释 圣女站在那里 显得有点孤单 一副人为了成破准备的重步兵队伍 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一副人几乎没有骑兵 不仅仅是他们不善于大规模的训养魔怪 更因为他们很穷 而骑兵 却是最烧钱的兵种 无论地面的还是空中的 一副人 没有这个资本 可是对于一副人来说 他们虽然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 但也意味着他们的战士全部都是步兵 只要给他们一身坚固的铠甲 和一面厚重的盾牌 加上一只不易折断的长矛 那么他们就是强悍的重步兵 面对曙光圣殿的骑兵团 一副人的重步兵 第一次与之正面对决 很多人的目光多落在了这里 双方都知道 这是王城最后一道屏障了 重步兵失败 那么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圣殿的兵风了 双方在各自发自身体最深处的怒吼中撞在了一起 残肢断壁和淋漓鲜血 成为了此刻唯一的主题 有人说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是无法懂得和平的重要的 其实换的角度 没有经历过冷兵器战争的 是无法理解真正的战争的 因为冷兵器更加直接和血腥 更能够告诉所有见到他的人 你们应该害怕 哪怕是最为老道的战士 此刻也忘记了引以为豪的经验 只能本能地挥动武器去砍杀面前任何一个和自己不同阵营的人 骑士团如同雪崩淹没的森林一样消失 而一副人的重步兵也和被收割的麦子似的成片成片地倒下 生命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廉价 一支已经差不多被打残的队伍 冲过了城墙上守城器械的火力封锁 到了骑士团的后面 他们是那只投掷鼎花的队伍 在同伴的掩护下 他们来到了最激烈的战场 手中的圣殿武器开始飞向各个方向 同时其余几支骑兵队伍 开始借助着同伴和重步兵拼死换来的血肉之路 顺着城墙两侧穿插 王城之内的一副人预备队开始动用 去堵截这些企图进入更内部的敌人 城外号角声此起彼伏 几乎所有的曙光圣殿战士都开始了冲锋 因为那是总攻的信号 在寒季结束后开始正式入侵一副人 曙光圣殿终于在这一刻 开始对最后的战略目标发动了攻击 金涛拍案或许谈不上 但潮水般涌来却已经不足以形容 王城下涌来的部队 哪怕那些已经被打残的空旗团 也重整旗鼓地朝着王城飞来 试图给一副人造成一点困扰 圣女看了圣父一眼 猛然走了几步 然后回头看着一失一副的老者 期待着喊道 圣父 九级的强者目光冰冷地 从城墙挪到了圣女的脸上 注视了几秒道 你去吧 圣女点点头 转身胯上她在没有把杨格斯收服之前的坐骑 朝着王城狂奔而去 在这个时候 她不能不去战斗 她也必须去战斗 因为她是圣女 用权杖护着自己和坐骑 圣女不时地会看看天空 但大理除了正在跌落的空旗室之外 什么都没有 上啊 上啊 王城中如此的声音到处都是 凡是能够战斗的 都冲到了缺口和各个登城处 双方都没有了预备队 这是场绞肉计一样的战斗 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生命逝去 那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不辱秘境的精华所在 这样的战斗一直在持续着 双方在城墙和那道被打出的缺口处激烈争夺 这十几分钟 圣殿向前行进了数十米 可片刻之后 一副人又重新夺了回来 又过了一回 圣殿战士再次占据了上风 却也坚持不了多久 从半个小时候后开始 双方就已经是 站在各自战友的尸体上战斗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 骑士团的冲锋 算是失败了 因为他们并没有破开 一副人重步兵的防线而长驱直入 可是圣殿的后续部队太多 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 个体的战斗力也要强上一筹 所以哪怕是下了马 他们也可以压制对手 如果不是一副人手中拿的身上穿的 都是云顶出品的好东西 或许他们早已经溃败 在战斗进行到两个小时后 一些圣殿战士终于冲上了城墙 虽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但终归是成功了 而地面上的双方也完全打乱了 陷入到了混战之中 在王城城墙内外的一大片地狱内 战火在每一处燃烧 又有城墙倒塌 又有曙光圣殿的队伍从那里冲来 又有一副人战士过去拦阻 下来 下来 动手吧 我们的人要打光了 浑身鲜血 脸上泛着一道深可见古伤口的红祥王尊 找到带着云顶战队同样在激战的下来 他高声地呼喊着 请求着支援 他知道云顶那边还有后手 应该是为了九级胜负准备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无比希望提前动用这些手段 没办法 如果这样的战斗持续下去 一副人将会被歼灭 哪怕有了云顶和地球的支援 但时间毕竟太短了 一副人还无法真正与圣殿相抗衡 在胜负的领导下 把所有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的圣殿军 在经过了数个小时的熬战之后 开始逐渐占据了战场的主动 这样下去 劣势会越来越大 战损会越来越高 牺牲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或许等不到九级胜负动手 就已经彻底的败了 夏磊其实也知道情况危急 他也没想到 当曙光圣殿全力出手的时候 战斗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要结束了 这完全颠覆了他对这种大战的认知 地球不是没有经历过冷兵器时代 可是那些关键性决定性的大决战 哪一个不是持续了很久 最少也有数天的时间 可现在 他看了一眼同样伤亡惨重的云顶和地球联军 咬咬牙下达了动用战争堡垒的命令 他必须要挺到夜中明从沉睡中苏醒 那样 几方就会出度一个恐怖的八星进化者 和一个强大的七星进化者 得到了命令的两台战争堡垒冲破掩体而发出 在操控者的控制下 开始了他们的火力倾泻 进程导弹瞬间笼罩了两处缺口 把那里的圣殿军队炸成了碎片 接着核能机枪开始喷吐能量 收割着在他面前脆弱无比的生命 哪怕是进化者在这种地球和轮盘科技之下 也无计可施 有了这两台恐怖的战争机器 战场的形式被立刻扭转 在一些地方姨夫人甚至开始了反攻 我不管那是什么 干掉他们 早就没有了圣洁模样全身血污的圣女用权杖 指着两台战争堡垒 歇斯底里地喊着 同时带着人向着那里冲去 可姨夫人同样知道防护 在拼命地阻挡着任何企图靠近的敌人 这让圣殿人无法在短时间内到达那里 只能看着他们肆意屠戮同袍 圣女气的乱叫 可暂时也无能为力 这本是给我准备的吧 一个声音突然飘荡进了战场 压住了所有的声音 一个人悬浮在半空 冷冷地注视着战争堡垒 本来被凶猛攻击的战争堡垒 弄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曙光圣殿战士 听到这个声音 看到这个漂浮在半空的身影 他们安定了下来 不再溃败 姨夫人也停了手 和敌人一样重新整队 互相对峙 整个王城攻防战 因为简单的一句话 和一个人的出现而完全停止 这就是九级超级强者的威慑里 她的一句话 哪怕是同为敌人 也要认真倾听 当然 她现在的质问 让不少人并不觉得是疑问 而是在陈述着一种事实 这两台恐怖的机器 就是为了对付九级胜负的 圣女四处看着 眼神越来越哀伤 很多她熟悉的人都死去了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太多圣殿精英牺牲 她开始怀疑 这场战争真的是正确的吗 哪怕最后赢了 去到了胜负口中的那个新世界 曙光圣殿还能恢复往日的荣光吗 她又抬头看向了胜负 眼中便多出了一丝陌生 东西不错 胜负又说了一声 可是很多人听起来都感觉到了寒冷 姨夫人和云顶联军率先发起了攻击 战争堡垒的十字切割器 猛然弹射了出去 呼啸切向了身在半空的胜负 两台战争堡垒 从不同的角度发射 形成了一个夹角 有先有后 第一个十字切割器偏右一点 想要迫使胜负即便是要躲避 也要向着左面去 而第二个则正好在那个位置 不得不说 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攻击 突然并且精准 十字切割器是冷兵器 这种兵器发射出去并不是静止的 而是在高速旋转 因为结构的复杂 切割器飞出的时候是带有一定弧度的 对于落点如何并不好判断 高速旋转带来的 也不仅仅是方向的捉摸不定 还有攻击力的提高和速度的增加 所以当这两个东西发射出去之后 眨眼间就到了胜负的面前 这个时候 切割器的路线上 才有刺耳的呼啸声传来 曙光圣殿的战士看得头皮发麻 这东西如果刚才就使用出来 以这种速度和居高临下的威力 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上千生命 是不够这两个东西收割的 姨夫人也突然之间希望大了些 貌似 从地球来的东西 真的还可以 只是下一刻 所有人的想法都变了 胜负消失在了原地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旁边 在场的人中 只有很少的几个 能稍微捕捉到了一点 胜负移动的轨迹 在其他人看来 这就是完完全全的瞬移 两个十字切割器飞上了天空 再失去了目标的他们中心处 闪烁着规律的红光 那是他们的智能感应器 攻击落空之后 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弧线后 就向着战争堡垒飞了回去 站在战争堡垒后面的人 此刻能够看到 装在十字切割器的地方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弹射结构 怪不得能够提供 那么大的出速度 可回来的时候 两个十字切割器的速度 就没有那么快了 之前躲开的胜负指了指 立刻就有作战部队的人 发出了攻击 轰击在了两个 依然在旋转的巨大兵器上 十字切割器立刻偏离了轨迹 好像不怎么样 胜负冷冷一笑 对着两个大家火道 毁了他们 立刻 刚才还因为他的出现 而静默的战场 重新开始了战斗 胜负开始飞进战争堡垒 9级的强者想要靠近 这自然是任何与之对敌的人 都害怕的事情 战争堡垒开始发射 格斗导弹副贵竹 这种导弹可以说是拦截导弹 也可以是说防御导弹 但所表现的方式 依然是传统的爆破和穿透 只是更加的快速和灵活可控 目的无非是用攻击来代替防御 每一台战争堡垒 有36枚富贵竹 之前消耗了几枚 但不多 而现在看到胜负的接近 这些格斗导弹全部打了出去 这可不是浪费 恰恰相反 如果这些导弹 真能把9级的胜负解决 那完全是几百年来 最赚钱的生意 看上去仿佛无数的白线 从巨大的机体中喷射出来 把胜负周围的一大片区域 全部覆盖 战争堡垒内部控制室的人 紧张地在用雷达扫描着周围 同时控制着机械臂举起 防范着可能到来的攻击 他们在没有确定 击杀了9级胜负之前 绝不会放松自己的心情 在那 他没死 一个人喊了一声 指的却不是和雷达连接的监视器 而是在控制室里 一面光学原理的观察窗 这种窗户并不直接对着外部 但是经过了精巧的光学处理 它所能产生的效果 却是和直接观察外部一样 控制者们在确定了胜负没死之后 机械臂对着那里就举了起来 一个火焰 一个洞气 两个喷射器一起开始攻击 同时另外的机械臂 球锁链和战锤也相继举起 格斗导弹是战争堡垒最强大的自保手段 这些导弹没有建功 那可能意味着真正进战的开始 两种属性截然相反的攻击 笼罩了大片王城的天空 监视器上 胜负在快速地移动 控制者们也操控着机械臂 对着它紧追不舍 这个不错 但太笨拙了些 胜负从容躲避 还有时间去评价这种攻击方式 这种轻描淡写的样子 给了曙光圣殿军队极强的信心 在没有了战争堡垒的威胁后 他们再次占据了战场的主动 只是 伤亡也同样再次急速增加 让我们改造的那台上吧 或者 放转 跟在夏磊身边的朴秀英 看着在半空中飘来飘去的胜负 知道仅仅是这两台战争堡垒 无法给这位九级强者造成什么伤害 就想着要逐步增加攻击强度 可是 夏磊只是仰头看着天空 半想之后 才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同伴道 你发现没有 这位胜负 到现在为止 除了控制众神之力 打破了王城的防御之外 根本没有主动地出手攻击过 浦老师一正 稍微回忆了一下 发现 果然是这样 胜负现在做的 更像是在吸引火力 让他的军队可以战斗得更加轻松 难道 他现在无法攻击 夏磊的眼睛亮了 果决的性格 让他当即下达了一个命令 让基因战队出击 很多时候 曙光圣殿的战士 都有一种错觉 就是他们要胜利了 一副人的军队要崩溃了 但每次有这种感觉产生的时候 对手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 之前是地球人的援军 是一副人自己的重步兵 是两台小扇一样的 金属战斗机器 现在 当这种感觉再次出现的时候 新的东西再次出现了 这种感觉让他们有些抓狂 不仅仅是因为这种逗你玩的戏弄感 还有那种仿佛对面预备 对无穷无尽的无力感 这一次出现的 是一些怪物 至少曙光圣殿的人是这么认为的 云顶为了九级的胜负 准备了很多手段 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一个都没有拿出来 战争堡垒并不算是 至少这两台没有改造过的不是 可云顶仅仅只为了九级胜负 准备了一些底牌吗 显然不可能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击溃曙光圣战军秘境 胜负只是这个目标里 最大最强的部分 其余的部分 还有那些海量的圣殿军队 对于他们 云顶自然不会忽视甚至无视 正常的武器装备 只是云顶备战的一部分 而使用低等级进化药剂 让一副人大量服用 也是增强战斗力的常规手段 除此之外 云顶还藏着后手 小虎的骑兵队伍是其一 基因部队也是其一 乐大远魔晶武器实验室的成果 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出现 即便没有大的发展 小的改动也总是有的 这些改动每一次 都可以提高一点云顶的战斗力 一段时间之后 魔晶武器就会大爆发 进而更新换代 这些技术的提高 有夜中灵的功劳 因为它把前世的一些理念和设计 潜移默化的输出 给了乐大远 在这些理念之下 乐大远才能再以此为基础 发扬了他自己的聪明才智 举一反三不断创新 才有了今天能够改造战争堡垒 这种核能武器的成就 乐大远其实已经超越了 他之前所在的学科 开始向着更高更广的领域发展 相比于他 刘正宏的生物基因实验室 在最近就没有那么显眼了 至少 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 化石代产品出现 夜中明在技术甚至理念方面 肯定无法和魔晶武器一样 给出建议 甚至还要掌控着 让刘正宏不走上前世杀人红的道路 但是在其他方面 夜中明对刘正宏和他的实验室 可谓是全力支持 要什么给什么 要哪方面的材料和人才 就会满世界的去找 特别是在摧毁了神堂的分布之后 更是得到了许多能够弥补 刘正宏研究思路局限性的资料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 生命基因实验室 也不会弱于魔晶武器实验室 但为什么在很多人的感觉中 前者要落后于后者呢 这自然是有原因的 其中一个方面 是因为魔晶武器实验室的武器 一旦被研发出来 就有一套乐大远 亲自撰写的制造流程问世 按照流程 并且在叶中鸣 这个出色工匠的帮助下 改装或者全新的武器 很快就会被大量制造 交付给云顶的部队 自然 这种大量的制造 仅仅是相对的 绝对的数量并不多 因为禁兽和技术壁垒 其他势力也只能望洋心探 只有羡慕的份 但基因实验室不同 他们的专业性太强 每一个基因战士 从培养到成型 都需要有专业的人员 时刻在旁刊手调试 这种脑海里知识的积累 可不是漠视进化等级 或者职业这种速成的事情 能够代替的 于是至少在成果的数量上 生命基因实验室 是无法和魔精武器实验室相比的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刘正宏 接手了许多叶中鸣 专门吩咐的试验 或者生命改良 比如叶中鸣之前的真鸟 比如那种地球魔怪的研究 比如生命脑的攻坚等等 这些研究 占用了刘正宏 和实验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 为了对付九级的胜负 其中的两张底牌 都出自于生命基因实验室 在没有用出来之前 自然也会显得不如 魔精武器实验室 可这终究是一个 叶中鸣大力支持的部门 他们的研究成果 又怎么会暗淡无光 那些研究员 为了这场战争 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一支基因生命战队 就在悄然无声中成型 这支基因战队 是云顶有史以来 规模最庞大的一支 数量足有三千 在三千多的改良生命中 几乎包含了云顶 现在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 刘正宏习惯于按照形态 来给这些生命分类 分别为人形态 兽形态和植物形态 这也几乎代表着 生命基因实验室科技的攀升过程 最开始 都是用一些 即将要死去 或者重伤昏迷 或者身有残疾自愿参与的战士 来进行试验 成为了基因生命之后 还能保留意识的就是指挥官 无法保持意识的 就是普通的战斗力 接着 试验开始向着其他变异生命身上转移 兽形态的基因生命问世 相比于人类 兽形态的基因试验体数量更加丰富 刘正宏和研究员们 也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最近 随着夜中明园丁职业的升级 随着阎望术 和大量植物材料的补充进入 让植物形态的基因生命开始出现 甚至逐渐成为了研究的主体 刘正宏觉得 这方面更有挑战性 当然 这只是 他现在的兴趣所在 以后要做哪个方面 还得看他的心情 这三种形态的基因生命 各有一千多 现在随着下垒的命令 而投入了战场 基因生命代表着高端科学 战斗力自然也是极其恐怖的 三种形态互相配合之下 几乎势如破竹地 攻破了曙光圣殿战斗力 最强悍的禁卫军团的阵营 兽形态 拥有超长的力量和速度 植物形态 让人防不胜防 花朵荆棘小草大树 都可能是敌人 而人形态的基因战士 因为成熟度最高 能力也最为繁多 那几乎不是一个 普通进化者能够拥有的 三千基因生命 顶着数量超过两万的 禁卫军团狂攻 而不必再应对 这支精锐兵团 空余下来的人手 分到了其他地方 让整个战场的形势 再次变得均衡起来 曙光圣殿不再拥有任何优势 但没人高兴 曙光圣殿不高兴 因为他们被遏制了 一副人和云顶联军 也不高兴 因为最强悍的战力 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双方重新陷入敖战 于是大家都明白了 战争的最终胜负 还要看那位在天上飞的 胜负 战争堡垒的确是奈何不了胜负 就如同胜负自己所说 在他诡异的速度面前 这种可以称的上级地球 和轮盘双方 科技于一体的现代兵器 太笨拙了 只有在那些短弩发射的时候 才给胜负造成了一些麻烦 相比于在地面 看着胜负逗弄战争堡垒 却并不进攻的下垒 身在两台机器内部的控制人员 其实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很多次的攻击都落空 目标却在周围晃荡 这种随时可以要了自己命的感觉 让他们精神上 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越是这样 他们就越想取得一些成果 至少可以逼退这个9级的胜负 好让云顶的其他手段对以施展 让他们看到希望的 是那些隐藏在全身各处的弩箭发射口 张翔 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在云顶 他也并不出众 但是他在末世之前的职业 一个核能研究所的研究员 让他在这一次 接收战争堡垒的过程中 受到了重用 他被任命为了云顶战争堡垒项目的 技术总负责人 进而成为了指挥官 他一路去到了反抗区 接收设备 接受培训 带着人开回来的一路上熟悉装备 到了云顶后 秘密进行了训练 等到第三台改装好之后 立刻奔赴战场 以前 张翔觉得云顶世家 他是后勤的一员 虽然没有高进化等级 没有显赫的战功 但是却生活得更加安逸 被其他人保护得很好 因为他算是魔精武器 制造工厂里的技术骨干 可是 面对云顶一次次的辉煌战士 张翔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有血有肉 有激情 有野心的男人 他其实 更渴望进入作战部队 去建功立业 但他知道 因为他掌握的技术 哪怕他提出了这个要求 也是不会被允许的 偶尔在看到那些战斗中 死伤的战友时 也会觉得这样也很好 可是当战争堡垒要到来的时候 乐大远亲自推荐了他 张翔有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他也没想到 战争堡垒的第一次出场 就是要面对胜负 这样的九级怪物 在他看来 一个不依靠任何器具 在天空中飞的人 那就是一个怪物 面对这样的怪物 张翔从开始的紧张害怕 到现在的冷静 或许他没有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这位强者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攻击 他一直觉得胜负是在寻找一击 就能瘫痪战争堡垒的机会 这样认定之后 张翔就决定 一定要给这位九级强者留点什么纪念 这样回到云顶之后 能够和一帮朋友吹嘘好几年了 所以在打光了导弹 喷射器无用 十字切割器也被击落后 他让战争堡垒 只用两个近战兵器 战锤和铁锁链在战斗 同时要求辅助部队 也就是无人攻击机和指挥车等这些脱离本体 尽量吸引胜负的注意力 对这些能跑会飞的车辆和无人机 胜负果然表现出了兴趣 他发现两个大家伙 打光了那些能够爆炸的东西之外 能够做的事情不多 巨大的战锤和球锁链 如果对付的是其他人 那么的确是很恐怖的 可是对胜负来说 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 于是 当他看到从战争堡垒内部开出的汽车 和飞出的无人机后 他被吸引了 迅速地向着那里的飞去 无数的弩箭就在这个时候 从战争堡垒的体内喷尸而出 张祥的命令依然是大光所有 命令下达了之后 张祥也没有停 而是操控着战争堡垒 打算向着战场中央赶过去 拥有自动瞄准系统 和最大30度发射角度的弩箭 在一分钟之内覆盖胜负所在的空域 虽然简单却有效果的引诱行为 让胜负上当了 至少对于张祥来说是这样 胜负飞到了开战以来 距离战争堡垒最近的地方 于是当那些弩箭击事而出的时候 张祥隐隐觉得 这次可能真的可以 事实上 胜负也确实第一次没有躲开攻击 而不得不采取主动的防御 他随手在身前画了一个圈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样 挡在了他的身前 那些弩箭射来 一支支地就刺进了这堵气墙上 密密麻麻的如同刺猬 胜负随便露了一手 都让看到了这一幕的人感到绝望 就算是以防御著称的圣元 在这里面对这些弩箭 也不会如此轻描淡写地挡住吧 双方之间的差距就这么大吗 张祥的眼睛有些红 命令喷射器全力喷发 现在的胜负至少停止在了空中 这一次 喷射器们选择了喷土冰雾 他们想进一步限制胜负的机动力 面对这种局面 胜负眉头皱了皱 一只手控制着空气盾 另外一只手朝着一个喷射器 就遥遥点了一指 那粗大的机械构造物 毫无挣扎地爆开了 紧接着 另外一只也在胜负的第二指下毁掉 求锁链和战锤接踵而至 仿佛损毁的不是堡垒一部分似的 胜负眉头紧锁 对着这些求锁链和战锤挥了挥手 这四件兵器立刻爆成了粉末 这 堡垒内部的人都集体晋升 这样的攻击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只是 这个时候观察员突然喊到 动力系统不稳 出现短暂波动 这两台战争堡垒是以核能为动力的 当使用核能的一些兵器突然毁掉 能量供应中断就影响了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行 也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 动力系统在短暂的时间内 对还能正常使用的弩箭发射系统供应强度增加 这造成了弩箭发射装置的损毁 但在发射器损毁前 有那么几秒钟弩箭的发射 受到了更强大力量的助推 威力和速度抖增 本来对这些弩箭的攻击强度已经很熟悉的胜负 这一下有些措手不及 在面对喷射器和战锤等攻击的时候 空气盾保持的不稳 一下就爆开 虽然大部分的弩箭都因为惯性向着四周飞散 但依然有一些射向了胜负 可那只控制着空气盾的手握紧又急速张开 这些弩箭便被炸向了四周 本来以为这次攻击必然会奏效的张响脸色苍白 难道这样也没有作用吗 战争堡垒已经打光了所有的东西了呀 但在绝望中 他通过监视器 看到了那位九级强者的左脸上 突然渗出了一丝鲜血 张响畅快地笑了 九级强者也是人 一支弩箭擦过了胜负的左侧脸颊 核能发射的力量 估计要相当于蓝色甚至紫色弓箭的水准 加上这些使用的弩箭同是被夜中明处理过的 级别达到了白色 加在一起破开了胜负的肌肤 虽然只有一点点 连鲜血也只是流出了一滴 这一剑的威力 如果换成其他人 哪怕是夜中明 估计也要被削掉一块皮肉 可对胜负 却仅仅是破开了一道细小的口子 流淌出了一滴血 之后伤口就消失不见完全愈合 但正如同张响所想 这至少证明了 这个九级强者还是人 还没有达到不可战胜的程度 可是这道小小的伤口 让胜负的气势陡然一变 之前 这位九级强者更像是 把自己当成一个吸引火力的存在 依靠着他的鬼魅速度 把本应该倾斜在曙光圣殿军队上的攻击引到了他的身上 他更像是在逗弄两台战争堡垒 哪怕是被射击 被弩剑包围的时候 胜负也觉得可以从容应对 事实证明 他只是大意了 才受了伤 于是他发怒了 其他人不了解 为什么他会不出手攻击 如果他参与到进攻当中 无论是城墙还是战争堡垒 都早就破掉了 胜负自己 却清楚这是为什么 因为攻击是需要消耗大量能量的 而他的能量 只有三种来源 要么来自于这个空间 可那样会造成空间的迅速崩塌 不如秘境这个兵灵毁灭的地方 已经不足以提供给九级生命进行战斗的能量 要么就是从其他生命那里获得能量 这也是胜负一直在做的事情 他那么看中红发 就是看中了他体内巨量的能量 这一路上 胜负吸取能量而来 才在高塔之下 发射了树莓众神之力 但这种方式 并不能算是九级强者自身的能量 仅仅是一种借用 无法真正吸收 最后一个 就是自身的能量 九级生命本身 其实可以看作一个生生不息的能量源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超脱了生命本身的稚骨 形成了一种和宇宙中 神奇力量的融会贯通与循环 从这个角度说 九级生命的能量是不会枯竭的 但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和所在空域的能量 要连接才可以 只有浩渺的宇宙 才能提供给进化生命 无穷无尽的能量 可是 每一个九级生命 是都要受到所在空间限制的 空间残缺或者不稳定 都会影响九级生命 对能量的吸收和储存 空间越是不稳定 就越会影响对能量的吸收 所以 胜负自身的能量消耗后 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 才能一点点地积攒起来 因为九级生命的特殊性 能量几乎等同于他们的寿命 能量消耗越严重 并且得不到及时补充 他们的生命 就会剩下的越来越少 胜负面临的 就是这个问题 他不攻击 因为那需要使用自己的能量 而一旦使用了能量 根本就得不到补充 那么他能活着的日子 就越来越短 要知道 宇宙中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他哪怕不使用能量 能量也是在缓缓流散的 能够及时补充的生命 自然不怕这个 但胜负却不行 布鲁蜜尽满足不了他的吸取 所以他如此焦急地 想要寻找全新的出路 就是因为他体内的能量 其实不多了 他要死了 自身剩下的能量 胜负是用来维持生命的 既然这样 他肯定不会轻易去攻击 但是现在他受了伤 身为王者 尊严被侵犯 他必然要做出反击 于是他气势变了 依然是那种恐怖的速度 身体闪了闪 就到了一台战争堡垒之前 又全轻飘飘地 积在了冰冷的金属上 这台战争堡垒 立刻如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倒飞了出去 这一幕看得人头皮发麻 战争堡垒 可是全金属的啊 那有多少吨重 除了反抗区的人外 没人知道的太精确 但超过两千吨肯定是有的 毕竟连地球上的一些 巨型重卡空车的时候 都有数百吨重 战争堡垒的重量 没道理不是他们的几倍 哪怕进化者 都是力大无穷的怪物 可是让他去打飞 几千吨重的东西 他们也是做不到的 可九级的胜负做到了 并且只用了飘忽的一拳 战争堡垒撞倒了后面 不知道多少建筑后 重重地摔在地上 周围随之一阵 巨大的金属身体 开始冒出大量的火花 和黑白亮色的不明气体 显然是出现了重大故障 损坏严重 失去了战斗力 张翔在另外一台里 看得目自欲裂 那可是他的手下 那样的一击 里面的人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战争堡垒的主体结构 肯定也严重受损 估计是彻底废掉了 战争堡垒对于云顶来说 或许只是几台威力强大的武器 但是对于他来说 是他走向战场的媒介 现在 一台就那么毁掉了 那么 自己这一台呢 不能这样 张翔咬着牙 也不管其他 操纵机器继续之前的动作 向着战场奔去 可是在几秒钟后 他就感觉整个身体 都剧烈震动了一下 之后 包括他自己在内 翻天覆地地滚动了起来 张翔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 就和其他战友 一样失去了知觉 外面的人则看到 胜负在一拳打飞了一台战争堡垒后 就出现在了另外一台的身后 身体一侧 就在这台的背后抽了一腿 之后 就和另外一台的遭遇一样 几千吨重的机器翻滚着飞出 落入了战场之内 也不知道压死了多少 双方战士 胜负之前从未出手 但是一出手 就显示出了一种 无可匹敌的姿态 太强了 强大到几乎没人 是他的意合之敌 告诉我 通往一个世界的方法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胜负天神一样 漂浮在半空 俯视着下面的云云众生 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 借助着两机毁掉 两台战争堡垒的威势 被下面这的人说着 战斗再次因此而停止 所有人都抬头看着天空 正正不知所措 把我们的底牌放出来吧 小虎冲到了夏磊身边 一只眼睛已经丢掉的他 咬着牙说着 刚才胜负的出手 真的吓到他了 让他这个 天不怕的不怕 只怕叶忠明的家伙 真正见识到了什么 叫做超凡入圣 夏磊 面如死灰 听到小虎的话 苦笑着 如果这就是 他的真正实力 那么我们的一切准备 都是徒劳的 说完 夏磊看着小虎低沉道 胡子 我们可能 都要死在这里了 只是夏磊话音未落 一道仿佛从地狱里 射出的黑色光芒 从远处直击空中的 九级强者 速度之快 竟然远超胜负 这是有些吓人的 胜负的速度 已经让一副人 和云顶联军 感到了绝望 现在突然出现的 这道黑光 竟然比胜负还要快 自然是吓人的 不少人都看向了 黑光飞过来的方向 可那边除了残破的城市 什么都没有 于是大家又把目光 挪了回来 看向了空中的胜负 那倒显而易见 并不友好的黑光 已经把胜负 笼罩在了其中 曙光圣殿那边 一片哗然 在他们心中 无敌存在的胜负 难道出了什么事情 黑光笼罩胜负 但其实并不是 让人看不清楚 里面的情况 眼力好一些的人都看到 在胜负周围 有一层水壮的物质 包裹着它 把这些黑光挡在了外面 黑光变成了密密麻麻 一缕缕的条状物体 缠绕着水状物 透过缕缕黑光 可以看到里面的胜负 无比沉着 甚至有着难以理解的兴奋 是神发之光 巨头中年纪最大的荣指 突然喊了一声 让不少圣殿中 有些资历和年龄的人 想起了一个 关于一副人的传说 传说这两个字 在这场战争之中 已经多次被提起 圣光筒 曙光神武库 顶花 还有那种强力的 可以射进墙体之中的铁锁 这些 都是曙光圣殿 为了这次战斗准备的 都是 在他们普通的战斗中 绝不会拿出来的 很多东西制造方法 都已经失传 用一点就少一点 这次工程 已经全部耗光 但曙光圣殿有传说 一副人就没有吗 当然有 贺古法珠就是一个 但现在除了夜中明 无人能用 那么除了这个传说中 万能神的宝贝 还有吗 答案是有 以前曙光圣殿 不是没有打到过城墙之下 不是没有过 九级强者随军而来 但为什么从未攻破过王城 或许以前 一副人也有九级的王者 或者大量的八级强者 镇守王城 所以才能保护这里 不曾陷落 可就没有特殊的情况 曙光圣殿这么多年 一直保持着实力上的 绝对领先 基本上九级强者 没有断过传承 就没找到一个 一副人虚弱的机会 那么 在这种时候 一副人是如何躲过一劫的 这件事情 在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 就算没有成为机密 但也很少人知道了 在曙光圣殿那里 也成为了四真四假的传说 这个传说 就是荣指嘴里的神法之光 或者说 神法 这两个字有些烂大街 但的确代表着一些 非比寻常的东西 在曙光圣殿的记载中 一副人王城有一种 终极防御手段 就是神法 拥有可以对付 九级存在的超绝威力 但神法具体来自于哪里 又是什么发出来的 这些曙光圣殿都不清楚 只有当初经受过神法攻击的 那位九级强者 在弥留之际 提醒后人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不要轻易 进入一副人王城 以身犯险 神法出现的次数太少 几乎就是那么一次 不到万不得已 万分危急的时刻 一副人绝不会动用 所以 不仅仅是曙光圣殿 对神法一头雾水 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连一副人 自己其实听过的都少 特别是最近这百年 一副人快速衰弱 各个部落之间 敌对甚至攻伐 王城之内也不太平 为了最后的资源 你争我夺 让不少信息 变得不顺畅起来 王尊之间更是没有联合 只有互相的顾忌 神法这种 关乎生死存亡的手段 他们能够听说过就不错了 想要弄清楚 就更不可得 甚至不少 王尊都认为 那仅仅是传说而已 之前 无论是洪祥还是尼奥 仅仅是有所耳闻 却并不相信 只有林昆王尊觉得神法 有存在的几率 处于将性将疑之间 直到 面对王城危机 他们才最终知道了什么是神法 现在 在一副人最危急的时刻 在胜负表现出了 无可匹敌姿态的一刻 甚至连知道云顶一切手段的下垒 都失去了信心的时刻 神法降临了 原来是真的 被那些黑光困住的 胜负声音传了出来 里面并没有慌张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诸王记载当中 都提醒我注意和小心神法 那又如何 仅仅是这种 暂时把我禁锢的肮脏光芒 胜负的身体可以在水壮物中活动 但是却无法移出 他把手指试图伸出去触摸这些黑光 却发现无法突破 这让胜负皱起了眉头 他再次看了看黑光射来的方向 脸上有了一丝恍然 就在他准备说话的时候 另外一道乳白色的粗大射线 再次从那个方向射来 速度并不是太快 至少和之前的黑光相比慢了许多 但也在数秒之内到达了战场 轰击在了被黑光包裹中的胜负身上 那些黑光或者水壮物都没有对这道光芒 起到任何阻挡作用 胜负被击中 不少圣殿战士发出巨大的吼声 一些性子级的 甚至开始冲击面前的敌人 想要赶到胜负的下方 但更多的人是在等待着 神发究竟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但却想知道 能不能对付近乎无可匹敌的九级生命 光芒散去 圣殿战士集体欢呼 一副人脸色变差 胜负没死 还悬浮在那里 原来这就是神法 圣负微微低着头 他的双手在微不可插地颤抖着 幅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抬起头 看着只是稍微有些暗淡的那些黑色光芒 又看向了这些光芒射来的方向 确定了刚才他的猜测 那里是你们圣殿的方向吧 圣负突然把身体转向了那边 开始说出他的猜测 原来圣殿不仅仅是你们的圣地 还有这样的能力 原来那里最重要的功用 是发射这种神法之光 圣负的声音越来越大 把答案公诸于世 神法 竟然是来自于圣池 仿佛在回应圣负似的 那个方向 本来漆黑一片的圣池入口的魔怪 雕像骤然亮起 从那张不知道张开了多久的大嘴之中 射出了今天第三道光柱 知道又如何 一样要死 没有曙光圣殿的九级强者 可以进入圣城 阿兹 你失去了敬畏 一个幽远的声音 从圣池的方向传出 这句话 其实让不少人知道了相当多的信息 对曙光圣殿的人来说 他们知道了圣负的名字 原来叫做阿兹 知道了神法 原来就是从圣池里发出的 对于乙妇人来说 他们除了知道了神法真实存在 并且是圣池所出 也知道了另外一件 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 这个声音 一部分乙妇人战士很熟悉 因为那是 上一任手持人的声音 这个连自己的姓名和部族 都可以放弃的称呼 是乙妇人最受尊敬之人的代号 在整个姨妇人历史上 除了几个别精彩绝艳统领全族的王尊之外 在历代的姨妇人之中 手持人向来都是最受崇敬的人 以前的手持人都已经故去 只能留下雕像或者传说工人们缅怀 但是上一代的手持人 却有很多有些年纪和地位的人记得 因为他们进入圣池修炼的时候 就是这位手持人为他们洗礼和指导的 对全城参与了自己 一辈子最重要事情的人的声音 他们当然不会忘记 更何况上一代手持人的声音本就很有特点 纯厚而雌性 此时的圣池之内 水潭中大量的圣水正在沸腾 如同被烧开了一般 在里面端坐着七个人 最中央的是之前失去了一条手臂的当代手持人 他的周围是六位下一代手持人候选 年纪稍轻 此刻他们坐在圣池中全部闭着眼睛 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那些翻滚沸腾的圣水 到了他们周围就会被快速吸入 而他们的皮肤会变得无比通透 这种通透最先是从他们的下肢开始 逐渐向着看脸部蔓延 当全身都变得如此之后 七个人一起举手向天 一道道手臂粗细的光芒就冲入了圣池的上方 那里正漂浮着一个人须发揭白 和下面的七个人姿势一样 盘坐在这里 光芒击中他 进入他的体内 这让半空中的老人如同光球一样闪耀着白芒 刚才开口说话的正是这位老者 圣池中包括当代手持人在举手 把体内吸收的能量传递给这位老者时 偶然睁念 里面全是对他尊重和敬畏 你没死 圣父朝着圣池的方向说了一句 本来想死的 但你还没死 我于是就残喘地活着 前代手持人随意地答对着 却暴露了两个人彼此认识的事实 当代的圣父和前代的手持人 认识 或许当年 我就不该绕了你的性命 圣父缓缓撑开自己的双手 但是因为水壮物的阻挡 让他的手臂不能举起 但是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应该是用自身的力量去对抗禁锢 他手臂举起的高度 正在缓缓地增加 前代手持人这一次没有马上回答 隔了一会才到 谈不上饶过 你想要杀我 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对于你这种惜命的人 又如何能够舍得那些能量 并且你的目的已经达到 你击伤了我的神府 重创了我的心境 让我再无可能成为九级强者 少了一个 和你还有夜魔平原那头 畜生争夺所剩无己能量的人 对于你来说 杀不杀我其实都一样 胜负冷哼了一声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只是在全力抬起双手 只是世事难料 这个空间崩塌的速度 超过了所有生命的想象 包括你 使得你不得不发动 对一副人的战争 希望以大量精锐战士的牺牲来 尽量延缓这里崩溃的速度 特别是在知道 由外人通过一些奇妙的方式 打开了通往这里的大门之后 你更是迫不及待地动了手 前代手持人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第四道光柱 也是第三道白色光柱射了出来 击中胜负 可惜 你这个连自己的子民 都要算计的胜负 却过于自信了 以为我当时的伤势 哪怕不死 也会极其严重地影响寿命 这么多年过去 我的骨头一定都烂没了 所以看到我很吃惊是不是 前代手持人在诉说着 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个属于他和胜负的时代 当时我离开的时候就警告过你 不要挑起战争 更不要进入一副人王城 除非你已经将所有的一副人杀光 但你肯定是不幸的 因为你进来了 还那么高调和肆无忌惮 那么 就尝尝什么是神法吧 随着话音落下 第五道白光轰击了 已经把手臂举到了内部的胜负 这位从开战以来 除了在脸上因为大意被割出了一道 口子的强悍存在 终于显出了狼狈的一面 一尘不染的衣物 有些凌乱 干净的脸上出现潮红 眼球之中血丝遍布 显然 来自于圣池的神法之光 给胜负造成了真正的伤害 你的话 还是和当年一样多 圣负变得恶狠狠起来 他死死盯着圣池的方向 双臂持续地抬高着 他知道 当他的双臂到达和双肩一样高时 就能挣脱 这诡异的黑色光芒 前代手持人不说话了 至少在外面的人没有听到什么 只是在圣池之内 前代手持人低头看向了 迟迟没有给他传输能量的七个人 师父 他的反抗在加剧 我们吸收到的能量开始变少 当代手持人仰头说着 通透的皮肤正处于他的脖子处 只是上升的速度明显没有之前快 终究是要靠外力呀 前代手持人叹息一声 等到其余人 把这一次的能量传给他后 身体动了几下 就到了圣池的底部 那个绑着三族怪人的巨大石厅 这次事情之后 如果你不死 我放了你 面对前代手持人的话 显得有些唯一你的三族人 哈哈笑了 如果不死 那我死了呢 你们把握囚禁在这里这么多年 把我作为你们最后手段的能量源泉 就没想到 我会抵抗吗 不如你现在放了我吧 我心情好或许帮你们抵挡一下那位胜负 否则 你们就尽管来 吸取我的能量吧 我会抗拒的 一直抗拒 这样那位胜负 脱困之前 你们就无法杀死他 甚至无法重创他 那么 大家就一起去死吧 我也算是解脱 前代手持人盯着三族怪人的脸 很认真的在看着 你没有自己所说的那么决绝 否则 你早就自行了断了 前代手持人 缓缓伸出一只手 握在了三族怪人的脖子上 你看 曾经的九级强者 现在却让我一个八级的人 肆意地触碰 这对于你来说 算是屈辱吧 或者你去蛊惑一个外来的人 让他想方设法地帮助你 那样才算是屈辱 或者你 根本就已经没有了尊严 两个生命的目光 在空中交错 火花四溅 你宁可被绑在这里 等待着一个真正的九级 存在过来杀掉你 也不愿意帮助我们 你不会以为当那位胜负 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后 真的会随手杀了你吧 他一定会吸光你身上的能量的 因为同级别的能量 可以完全转化为自己所用 他的寿命会因此 而增加多少个落杀日 一千个 还是一万个 甚至更多 而你呢 变成了一句 失去了所有能量 甚至水分的干湿 随着这个空间化成碎片 听着前代手持人的话 三足怪人的脸色变了又变 他可以在叶忠明面前 面不改色地说着真真假假的事情 承诺着半道半不到的诺言 但是在这位前代手持人面前 他的底气就不那么足了 他是九级强者 可也是一个被禁锢在这里的九级强者 自从被一夫人历史上那位可能是最强大的手持人击败 被当成能量员困在这里后 手持人所说的尊严就已经离他而去了 他所希望的 或者说渴望的 只是自由 在这之前 他知道在有生之年 没有这个希望了 一夫人绝对不会放过他 这个大杀器 这是整个种族 灭族关头最后的手段 没有人会好心到 因为对他的怜悯而放过他 如果不是叶忠明 因为特殊的原因灵魂 在不辱秘境 游荡了一番发现了他 或许到现在为止 这个秘密 也只有历代的手持人掌握着 王尊问对于他的存在 都会一无所知 既然都不知道 就更别谈什么放过他 本来 叶忠明的 一约到来给了三族人希望 他觉得 只要一些时间 这个来自于地球的人 一定会按照他的提示 一步步地解开禁锢他的东西 让他重获自由 只是意外的是 战争来得太快 一夫人面临着九级强者的威胁 不得不动用审法 在盛池因为空间的不稳定 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能量之后 他就成为了补充的能量源泉 他知道这位 死而复生的钱袋 手持人连他都骗过了 为的就是保卫一夫人王尊的这一刻 所说的话 也不会是假的 如果真的让同位九级的胜负 发现了他 被吸收的几率远远超过 把他释放的几率 至少换位思考一下 他处于胜负的位置 是绝对不会放过同级别存在的 那么 帮助一夫人 三族人知道 这其实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他已经被禁锢在这里太多年了 胜负的能量在流逝 他又哪能不是这样 只是 相比于这里的人种 他的种族让他活得得更长 能量流逝速度更慢而已 他自身的能量 不知道还能够维持 多少次一夫人的吸收 一旦把他自己的能量吸干净了 也就意味着死亡 但是 如果没有吸干呢 三族人的心中 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他知道 被困了无数年之后 最好的脱困机会 就在眼前 当然 这也是最为危险的时候 他有极大的几率死亡 你最好早做决定 我们的时间不多 前代手持人心中是着急的 胜负那边很快就会脱困 神发的第一道光芒禁锢之光 并不能困住九级存在太久 更何况是阿兹这样的老牌九级强者 他必须尽快说通三族人配合 看到这个 从他跟随师父进入胜持学习后 就存在于这里的他族强者 手持人知道 还要再给他一些希望 放心 我能感觉到你体内剩下的能量 为整个一夫人的信仰启示 到时候会给你留下些许 让你还活着 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我会请求那位从地球来的领袖 把你带到他的空间 那里是一个健康的 正处于青年时期的星球 你的能量可以在那里得到补充 你会恢复到全盛时期 甚至还有机会更进一步 从而回到你自己的家乡 说着 前代手持人的手紧了紧 我没有耐心了 你现在就要给我答案 意思很明显 你拒绝 你现在就去死 好 我答应 希望你遵守承诺 三族人在生死存亡面前妥协了 他知道 这位掌控着一夫人全部秘密的老人 有能力杀死他 前代手持人松开了手 身体向着外面飘去 一夫人的敌人已经够多了 我没兴趣 再多你一个 外面 胜负的双手已经距离尖头的位置只差一点 久久没有亮起的神阀之光 让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就是这种威力巨大 让他都感受到致命威胁的攻击 其实也是有限制的 一夫人还不能完善地掌控 只要他脱困 以他的速度 神阀哪怕可以继续 也再也无法碰到他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神阀的光芒再次亮起 比之前都要粗壮的光柱 撞在了胜负的身上 让这位刚才还屁靡天下的君王嘴角 开始渗出鲜血 片刻之后又是一道同样级别的 两道神阀之间的间隔 明显短了许多 胜负抿着嘴 但鲜血依然流淌出来 甚至他的耳朵 眼睛和鼻孔之中 也同样开始渗出这种鲜红 胜负 几乎所有曙光圣殿的战士 都失声大叫 重新开始了战斗 他们不知道要如何阻止这种攻击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削减心中的恐慌 前代手持人在发射了这两道神阀之后 他同样不好受 状态甚至比外面的胜负 还要差 他的每一寸皮肤都已经开始裂开 鲜血从他盘在空中的双腿处 滴滴答答地落入圣池 形成了一道鲜血羽木 师父 当代一夫人感觉到了 滴落在脸上身上的鲜血 睁开眼睛带着悲戒喊着 他也不知道前代一夫人 也就是他的师父 是如何能够不死的 但对于他来说 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见到师父 就已经足够了 只是师父现在的情况 明显是因为再用自己的力量 去弥补神发能量的不足 再用他的生命 去催动神发的快速发射 这样做最后是什么结果 当代手持人很清楚 这是我们的职责 前代手持人看了下面的接班人一眼 接受了他们传递过来的能量之后 并没有马上发动下一次的神发 而是仿佛能够看到 外面胜负情况似的 选择了继续积攒能量 师父 当代手持人知道这是什么 自己的师父 已经把一夫人所有的秘密和传承 都交给了他 包括这种秘法 这里早晚会崩塌 带着圣根去那个叫做地球的地方 给他找一个家 给一夫人找一个家 说完整个身体都胀大了好几圈 那些鲜血落雨更是快速 由之前的和风细雨 变成了淋漓大雨 至于其他 就让他们随我而去吧 说完 整个人仿佛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开始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一切能量 前代手持人知道 禁锢之光 无法再把圣负束缚在原地 那个恐怖的家伙马上就要脱困了 一旦让他摆脱控制 神阀之光 即便是有足够的能量支撑着 也无法再击中他 那样的话 一夫人的末日可就真到来了 没有亲身经历过九级强者 是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的可怕之处的 那已经不是其他等级的生命所能揣测的 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生命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由不得前代一夫人再犹豫了 他必须把他所能做的全部做到 这样才有机会利用一夫人先祖们给后辈留下的 神奇财富击杀这个入侵者 保全一夫人存在下去的希望 于是他全然不顾 不顾对三族怪人的承诺 不顾圣池之中 除了自己徒弟之外的那些下一代 手持候选人 甚至不顾他自己的生命 把所有能够吸取了能量 全部吸取了过来 你不讲信用 你背叛了自己的诺言 圣池底部 感受到了刚刚那个信誓旦旦 和自己承诺的前代手持人毁约 三族怪人 用他出众的精神力疯狂地喊叫着 此刻的他 因为刚才的毫不设防 已经无法再阻止 对他身体里能量的疯狂掠夺 前代手持人听着 什么表示都没有 他刚才并没有打算欺骗了三族人 但现实让他不得不这么做 可他并没有什么负担 一来三族人 现在死在这里又能如何 死了就死了 他的族人也不会知道 自然也就不能来找一夫人报仇 二来是他刚才发誓了又如何 他自己都马上要死了 那些誓言哪怕真的灵验了 也没有地方去找他 曾经不知道多少精彩绝艳的一夫人 先祖们研究和建成的审法 发出了有史以来最凶猛 最毁天灭地的一击 随着光柱 从圣池所在山腹的雕像中喷出 前代手持人的身体 轰的一下碎掉了 血肉 不 他的体内已经没有了血 仅仅是肉块崩散在了圣池的周围 随着他一起 抱掉身体的 还有那六个 围着下一代 手持人的候选人 而城市底部 那个九级的三族怪人 则在临死的前一刻 眼中无比怨毒 他的头部幻灯片 一样变换着了几次 颜色和大小 之后 一到近乎看不见的能量波 就从他的头部弹了出去 下一秒 三族人怪人的身体干瘪枯萎 最后变成了一片血红色的飞灰 而他临死前发出的那道能量波 悄然无息地飞出了圣池所在的上腹 飞进了一夫人王城 最后仿佛力有不歹 只能隐藏在了在神殿之后 等待攻击的那台改装战争堡垒之上衣服 几乎就在神阀的最后一击发出之后 圣父也终于把手臂抬到了双肩的部位 禁锢之光随之破碎 他的身体直接朝着一边躲去 最强大也最光亮的一击到了 圣父也开始了躲闪 但圣父还是稍微慢了一些 神阀的范围也太光了一些 双方还是撞在了一起 圣父左半边身体被照进了神阀之中 本来漂浮在空中 俯视着云云众生的阿兹圣父 一声惨叫之下 身体翻滚了无数圈 最后跌回了城外之外 撞到地面的时候 发出了巨大的震动 让所有人的心都随之浮沉 曙光圣殿的战士们先是愣了一下 之后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源于他们的选择 一些人觉得圣父出事了 他们要去看看究竟 所以他们选择了转身而走 而一些战士觉得圣父出事了 他们要为圣父报仇 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战斗 整个战场也因此而大乱 圣女 走啊 剩下的两位巨头来到了圣女身边 带着哭腔喊着 如果圣父出事 那么圣女就是他们未来的王 他绝不能再出事了 走 圣女其实已经打疯了 他用权杖指了指那些 一点退意都没有 只有满腔怒火 为了圣父报仇的战士们 那他们怎么办 看着他们眼睁睁地死吗 圣父被从空中击落 曙光圣殿军队失去了主心骨 在进退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阵形已乱 相反 一副人和云顶联军则士气大震 爆出了超水平的战斗力 他们正在对着战场上混乱的敌人 进行包围和切割 逐渐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这个时候 如果圣女再离开 那么一场溃败 几乎不可避免 总要有人挡住一副人 圣女 牺牲 是为了我们重振旗鼓 荣指过来拉住圣女的手臂 使劲向后拽着 圣女半张着嘴 任由荣指拦着她走着 而她看着不断倒下 曾经带着静慕 向她半跪行礼 此刻却只能睁着失去了色彩的眼睛 看着她的战士尸体 忽然之间泪如雨下 一支弩剑 擦过了圣父的左侧脸颊 核能发射的力量 估计要相当于蓝色 甚至紫色弓箭的水准 距离上一次战斗 已经过去了三个落杀日 双方又回到之前对峙的情况 一副人这边的城墙 已经无法修复 当时的战斗 虽然只持续了半天多的时间 但当敌人攻进了城市之后 外部那些 拉着没有断掉铁锁的苦力兽 依然继续拉拽着 倒塌的城墙又增加了两段 现在的王城之中 已经找不到那么多的材料 去修补这些巨大的缺口了 只能一边把废墟暂时堆积到那里 一边拆除王城之内的建筑来填补 希望能够顶一顶 可是谁都知道 这样的城墙 是无法阻挡一支训练有序的 进化者军队的 三个落杀日之前的战斗 以依夫人的胜利而告终 那一战曙光圣殿 把一半以上的士兵 都扔在了王城之内 六位数的数量 让尸体的清理工作 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依夫人自己同样伤筋动骨 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除了最后一刻外 其余时间 他们都是处于劣势的 哪怕有各种的器械支持 也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金华战士去了一小半 让现在王城之内的 战士数量锐减 好在 有地球那个大后方 受伤的战士 被送回了地球修养 他们康复之后 还能补充一些兵员 在这样的战争中 牺牲自然是不分进化等级的 双方都有大量的 中高层指挥官 和组长之类的人战死 彼此都伤筋动骨 不知道断了多少传承 可以说 如果不是涉及到了种族之战 战争打到这个份上 双方都会立刻结束掉 因为再打下去 真的就打光了 可彼此都清楚 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 一副人胜了 只是无论是王尊们 还是云顶的核心成员 都在忐忑地等待一件事情 就是对面的那个 被神罚击中 最后坠落在城外的胜负 究竟死了没有 如果死了 那么万事皆休 这场战斗 哪怕还会继续 曙光圣殿 也只能在城下 损耗掉最后的兵力 剩下那些老弱和妇孺 可 大家基本上肯定 胜负没死 否则对面不会那么平静 那个老家伙没死 再来攻击王尘怎么办 圣池已经毁掉了 听遍的沉默寡言 沉浸在悲痛之中 没有复原的当代 手持人透露 圣根还在 但已经没有了圣水 已经毁掉的圣池山腹 每时每刻都有 轮休的战士 或者后勤人员 过去跪拜 哪怕在城墙之上 都能听到 若有若无的哭声 但无人去取笑 因为那是 怡夫人的精神象征 叶忠明依然没醒 大家也不敢挪动 进入了净化状态的他 生怕出现意外 在神伐彻底失去的情况下 他成了一副人 对抗胜负的最后希望 这股味道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消散 红翔声音有些虚弱 之前的战斗受了伤 虽然经过了 朴秀英的优先治疗 但在这种伤员 多得数不过来的时候 他也不能消耗 人家太多的精神力 所以只能忍着 隐隐作痛的伤口 来做着他 必须做的事情 只是在闲暇的时候 慧和已经有了 生死交情的小虎光耀等人 发发牢骚 小虎躺在城墙的剑舵上 用一只眼睛 看着黑乎乎的上空 王城之上的灯火 基本上都灭掉了 只有偶尔的急斩 还顽强地燃烧着 周围火把的光芒 把他的脸映照得有些红 小虎羡慕地 看一眼曙光圣殿的阵营 那边因为打开了山腹 要比这里亮上许多 失去了一只眼睛后 黑暗对他的视力 有很大影响 怕什么 打完这一仗 咱们就离开这里了 以前有圣池在 你们还要念想 但现在圣池也为了 保护大火毁了 这里 你们就彻底放弃吧 听了小虎的话 红翔沉默了一下 对王城他自然有着 极深的感情 但也知道 小虎说的是实话 圣池都毁掉了 那么这里 也就不是王城了 到了地球重建吧 圣根不是还在吗 小虎坐了起来 拍了拍红翔的肩膀 是啊 红翔话没说完 突然就停住了 在他身边的小虎 和光耀几乎同时 做出了戒备的神色 三个人互相看了看 都发现了彼此的亥然 因为有人来到了 他们十几米的地方 特意放出了些许气息 让他们发现 如果这个人发动偷袭 三个人联手 虽然不会有大事 但手忙脚乱一番 甚至受伤 是不可避免的 几个人缓缓向着气息 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黑衣的影子 对着他们招招手 之后就从身边的 躲口下的城 走向了王城深处 觉得这个气息有点熟悉 小虎突然低声 对身边的两位同伴道 光耀点点头 他也觉得好像见过 只有红翔脸色 已经不怎么好 嘟囔了一句 他怎么来了 谁 红翔深吸了一个口气 说出了一个 让小虎和光耀 差点没惊掉下巴的名字 十几分钟后 在一间隐秘的房间之中 几乎所有的 姨夫人王族 和云顶核心成员都来了 他们集体看着角落里 那个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 看来我的到来 让你们惊讶 那个人说着话 抬起了隐藏在斗篷里的脸 火光下 精致的五官显露了出来 圣女 这个黑衣人 竟然是曙光圣殿的圣女 不 我们只是在考虑 是不是要杀了你 夏蕾冷笑了一下 对圣女态度冷淡 没办法 之前的战斗云顶也损失不小 哪怕主战场 都是姨夫人在顶着 可简缘十之一二 是肯定有的 要杀我 之前你们就动手了 又怎么会让我还站在这里 圣女一点都不怕 甚至还向前走了一步 把整个人都暴露在光亮之中 圣女殿下 我不觉得 我们之间 有什么事情可以谈 你以身份显来这里 到底是什么目的 林坤作为现在一副人之中 实力最高强的人物 代表着大家问话 圣女沉默了片刻 那张明显憔悴了许多的脸上 有着若隐若现的挣扎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让她处于内心剧烈挣扎的状态之中 有些事情 我们或许可以谈谈 圣女站在屋外 静静地听着里面偶尔传来的短暂叫声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她的身边是戎指和南静 虽然没有如同圣女那样死记的沉默 但却同样有些迷茫 门开了 两个浑身发抖的敬卫团战士 提着两包从缝隙中 向外流淌着鲜血的兽皮袋子往外走 看到圣女和两位巨头 只是点点头 就侧身而过 还需要十个 四分之一个落沙 日后送进来 这次要五级以上的 至少有一个六级 仔细听去 这个声音有点陌生 但随着还未完全关上的门 可以看到圣父正坐在一张浴石床上 整个人隐藏在一块白色幕布之后 只留下头部能够被看到 屋子里 是浓郁到已经发臭的血腥味 门关上 把里外隔绝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圣女转身就走 戎指和南静互相看了看 也一起摇头跟上 刚才圣父的吩咐圣女 是不会做的 那么就只能他们去干了 只是 把一个个自己的手下送进去之后 出来的时候 变成了一堆没有生命和能量的血肉 这种事情 让两位巨头彻底迷失 他们不知道 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应该是对的吧 因为 圣父对曙光圣殿来说 近乎意味着一切 那么让人活下去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为此做出一些牺牲 是肯定没错的 可是为什么 心中却如此难受 两位巨头行尸走肉般 跟在圣女的后面 周围的战士 对他们行礼问好 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前面的圣女突然停住 转过身 看着戎指和南静 低声道 你们不去准备 食物吗 两位巨头心头一震 他们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圣女 不明白 为什么 他会用食物这两个字 圣女笑了笑 有些莫名 之后离去 两位巨头 在原地站了很久 圣父缓缓吐了一口气 对着床前 扬了扬下巴 两个士兵 立刻过来收拾了起来 他们已经在这里 伺候了几天 但心中的恐惧 依然没有丝毫减弱 胆战心惊地收拾好了 十个人剩下的碎肉 提着向外走去 哪怕只是 掩埋这些同袍的血肉 并不需要太长时间 但对他们来说 也是这噩梦般的几天内 最轻松的时候 他们宁愿去和一夫人死战 也不愿意去陪伴以前 从来没有机会接近的圣父 等一下 两个人收拾好了 提着兽皮带正要出去 却被圣父叫住了 战士立刻回身 恭敬地等待着吩咐 却都把头低得死死的 圣父笑了笑 我也知道这样不好 但没办法 一旦我出了事 你们也不会好过 是不是这样 两个战士慌忙点头 只是捏着兽皮带子的双手 却钻得很紧 你们不会把这件事情 说出去吧 圣父侧着头问 不会不会 战士被吓得厉害 身体的颤抖 已经相当严重 那就好 圣父放心地叹气了一声 但语气突然一变 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啊 这话一出口 两个战士同时转身向外冲去 他们就算再笨 也知道 圣父要做什么了 也是在这一刻 那个高高在上 受到他们无限尊敬的 慈父形象 彻底崩塌 可是他们 仅仅是五级的战士 又如何能够在 九级的圣父面前逃脱 两条星红的吸管状物体 从圣父身边弹了出去 准确刺进了 两个战士紧后的追体当中 两个人身体先是一僵 之后快速而剧烈地 抽动了几下后 便瘫软在地 圣父收回吸管 闭着眼睛 仿佛在享受着什么 一会后 才重新睁眼 看向自己的半边身体 那里 残破地让人恐惧 手臂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足有 上百条的红色血管 在那里舞动 身体旁边的血肉也不见 可以看到森森的肋骨 并且现在看起来 完好的骨头 和接近胸口部位的相比 明显要惨白一些 胯部和腿部同样如此 没有血肉 只有看起来非常新的骨头 圣父把眼睛闭上 脑海里 回想起了几天前 被最后一记神罚击中 整个人 飞到了城外之后的惨状 他的半个身体都没了 是真的没了 什么都没剩下 换成任何一个人 这都是必死的伤势 这不仅仅意味着 血肉和骨骼的丢失 还意味着重要器官的缺失 特别是心脏 但圣父终归是九级强者 被击中的瞬间 就倾其所有能量 把粉碎的心脏护住 强行又连接在了一起 等到他落在地面的时候 又让自己的血管经络 从完好的身体部分伸出 从周围的曙光圣殿战士 和战兽那里 吸取能量修复伤口 控制住了流血 之后便快速回到了 这里修养 几天的时间 利用吸取其他人的生命能量 圣父已经完成了 骨骼和内脏的修复 虽然通过这种方式 修复的部分 和自己原来的身体 还有差距 会极大的影响实力 可圣父暂时也没有办法 只能等到身体 完好了后 一点点的同化这些部分 可是现在出现新的问题 他发现身体 对这些外来能量的排斥 越来越大 虽然极力压制 可是能够成功转化为 他所用的总量 依然大幅减少 而如果不尽快把身体修复 那么能量的流逝 就会加快 让他处于随时 可能会死亡的边缘 圣父是绝不想死的 他还要去到 另外的空间看看 他还有着不朽的生命 来人 声音不大 却足以让距离他最近的侍卫听到 在营帐中找了点酒 正在喝着的荣指和南静 突然听到了集合队伍的号角 同时心中一惊 他们是军队的直接指挥官 没有他们的允许 只有两个人可以命令军队 一个是圣女 但两个人知道 现在圣女有些心灰意滥 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命令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圣父 可重伤的圣父要干什么 要在这个时候继续发动 对王城的进攻吗 在这个世纪低落 姨妇人和云顶山庄联军 明显留有后手的时候 他 究竟要干什么 数个团的战士 被集中在了圣父的周围 他穿着宽大的袍子 坐在众神之力的高塔之下 慈祥地看着四周的手下 这些都是曾经的希望 现在依然是 只是希望的内容不同了 以前 他们是曙光圣殿的底蕴所在 是一个种群延续的基础 是他保证统治的坚强后盾 现在 则是他 曙光圣殿的动静 引起了姨妇人的高度紧张 特别是圣父的出现 激起了一片 带着金句的哗然 没办法 神罚的威力 大家都见过 姨妇人 为此付出了钱袋 手持人和整个圣持为代价 那样几乎毁天灭地的威力 都没有击杀掉这位九级强者 那失去了神罚之后 要如何应对他 很多人都忙碌了起来 一道道的命令下达下去 一些休整的部队 进入了战备状态 开始向着城墙方面集结 夏雷等人立刻关闭了时空之门 防止那位九级强者 强行突破去往地球 另一边 圣女何荣指南静三人 远远地站着 他们也是被集合的号角吸引 可来的时候 发现已经被隔绝在战阵之外 胜父一点 没有召集他们过去的意思 就更别提向他们解释 现在召集部队的意图了 孩子们 前几天 我们遭遇了失败 胜父突然开口 慈祥和蔼的声音 向着四方传播 下面有一些躁动 因为听到了胜父亲自训话 也为了那场失败 很多曙光圣殿的战士 到现在为止 也不接受战败的事实 他们认为 只是没有攻下 王城而已 那最大阻碍的城墙 已经不是问题 数处缺口 哪怕现在被废墟挡住 但也无法再构成威胁 大量减少的攻城器械 更是让他们面临的火力压制变弱 可以更加专心一些冲锋 在战士的数量上 虽然经过了一次 痛入骨髓的减缘 但在总体上 依然有一些优势 单兵素质 更是超过一副人 既然这样 之前的那一战 只能算暂时受到了挫折 现在 胜父已经商欲付出 正是重整旗鼓的 恭敬王城的时刻 普通战士并不能及时地 弄清楚整个队伍的状况 他们的心思也相对简单 对胜父的崇拜依然 但没有关系 我在 你们在 胜利就在 胜父站了起来 这更让那些 说他失去了半边身体的谣言 不攻自破 这无疑给了这些战士 更大的信心 胜父 万尊 这样的呼声 响彻整个王城之外 圣女远远地看着 嘴角向上翘了翘 你们愿意随着我去 宫破面前 这座残破的城市吗 愿意 你们愿意随着我 去给死去的袍子报仇吗 愿意 你们愿意随着我 去另外一个世界 展现曙光神子明万古 不变的风骨和忠诚吗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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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孩子们 我满足你们的愿望 我们 永远在一起 说完 这些圣父的衣袍下伸出一只手 拍在了众神之力的高塔上 整个众神之力都亮了起来 随后 一股股不太显眼的光芒 以高塔为中心 从和他连接地面金属台里 向着四面八方涌去 如果仔细看 就会发现这些光芒之中 是细细的红色管状物 普通的战士并不能发现这些变化 但是八级的高手们却可以 这一刻 无论是圣女还是两位巨头 还有那些曙光圣殿 其余所剩无几的八级强者 脸色都苍白无比 疯了 疯了 真是疯了 荣指嘴里喃喃地说着 脸上苍白之后 是无比的悲凉 他发现 自己心中 那个神圣的近乎纯洁的圣殿之主 在生命面前 堕落了 而哪怕是早就心中 对这位一世一父之人绝望的圣女 发现圣父要做什么之后 也震惊地 无以复加 他非常想用一些极端的词语 来形容一下 但脑袋里 又是一片空白 终于 有些战士 意识到了不对 他们刚才以为圣父要吸收他们的能量 重新开启众神之力 给一副人王成尼打击 可是他们感觉到一些锐利的东西 从脚底刺进了身体 之后 不仅仅是能量开始流失 连生命力都飞速地消失 这可不是众神之力应该有的现象 一些战士开始惊恐挣扎 但发现 嘴巴已经发不出声音 甚至连身体都逐渐失去了控制 他们看向了 刚才还在发表激情演说的圣父 此刻那张本应该是笑容满面的脸上 依然在笑意盎然 但那种笑 却有着诡异和阴森 很多人在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甚至连没有站在金属地面上的战士 都逐渐认清了一个事实 但这种躁动 马上就遭到了不少指挥官的弹压 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着 胜负以前的光辉世纪 说着荣耀和光辉 说着牺牲和奉献 说着忠诚和无畏 说着神的化身 不少战士在这种说辞中平静下来 虽然内心还有忐忑和不安 有莫名和迷茫 可终归 还是在从出生 开始就虔诚的信仰当中 选择了相信和妥协 可那些站在金属地面上的战士 没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衰老着 眼中满是惊恐 却无法表达出来 一些等级低一些的战士 率先抵抗不住 整个人失去了支撑 倒在了地上 变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干尸 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不断发生 短短的十几分钟内 有超过两万战士就这样死亡 以众神之力的高塔为中心 周围大片的范围之内 布满了圣殿战士的尸体 城头之上 王尊们和夏蕾等人看得浑身 不断渗出冷汗 那位圣父已经丧心病狂到了这种程度 他这么做 目的不用想也知道 复原 圣父在吸取他手下的生命力 为他自己疗伤 果然 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圣父缓缓地撕去 罩在身体上的袍子 露出了赤者的上身 那里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原状 只有手指的尖端除外 那里正有无数的血管在蠕动 只是这半边的身体 皮肤颜色和另外一侧相比 差距很大 一黑一白 无比醒目 这让圣父看上去 就和他的笑容一样怪异 我恢复了 那么 你们谁还能挡我 圣父的身体 如同炮弹一样冲上了天空 没有之前身法的鬼魅和无影 却有着同样速度之下的凶恶和凛然 他在一副人的王城之前 飞速地掠过 让那些攻击他的 守成器械全部落空 之后并没有冲入王城 反而漂浮在王城之前 回头对着没有任何动静的 曙光圣殿战士道 你们在想什么 那些之前就被圣父单独叫进去谈话的指挥官 这一刻如梦初醒 赶紧控制着手下的军队 向着一副人的王城进发 但依然有超过半数的战士犹豫不决 刚才 圣父的所作所为 实在颠覆了他们心中的信仰 让他们 现在处于不知所措之间 这些人的目光 更多地集中在圣女和几位巨头身上 圣父的目光 也移了过来 什么都没说 只是静静地看着 圣女抬头和圣父对视了片刻 挥动了手中的权杖 整个姨夫人的军队因此而行动了起来 空中的圣父 笑了笑 转身 由静而动 身体飞速地冲上了城头 惊恐的叫声响起 城头上的战士们立刻陷入了恐惧之中 圣父是无敌的存在 他没有进入城市 而是到了城墙上 没人能够镇静地继续开火 去阻止城外的进攻 这位九级高手所过之处 无论是人还是守城气线 全部都被瞬间毁灭 放出来 都放出来 夏蕾红着眼睛 一边吼着 一边带着人疯狂地 对圣父所在的位置 发动远程攻击 没人知道他的命令 被执行了没有 甚至很多人都不懂 夏蕾要把什么放出来 标记之剑 夏蕾又是一声吼叫 随着他的话音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突然射来了 足有上千只白色的羽剑 把圣父所在的区域都罩住了 这些羽剑 在这些对着圣父而去的攻击中 并不是如何显眼 无论是巨型母剑 还是魔精武器 都要比他们威势强 这些羽剑射得也飞散 不是都集中射向了圣父 而是把他的前后左右 都囊括在了射程之内 圣父对这些羽剑 并没有太在意 虽然现在的他 远没有全胜时期的实力 可哪怕他站着不动 这些东西 也无法伤他分毫 只是当他杀光了 这一片的战士之后 发现这些羽剑 全部在他的周围爆掉了 一股不知道是什么的粉末 弥漫在了他的周围 圣父知道自己在这里无敌 却依然谨慎地 平住了呼吸 迅速冲出了这些粉末之外 发现自己的身体 并没有什么异常 圣父的目光 落在了夏蕾的方向 他刚才听到 就是这个女人 在指挥着战斗 身体晃动 圣父朝着夏蕾冲了过去 护主大剑 带他走 夏蕾身边的核心成员 小虎圣元等人大惊 让手下拉着夏蕾离开 他们则挡在前面 云顶现在可以说 有五个不可或缺之人 叶忠明自然是一个 他是整个集团的领袖 没有他 云顶就会随之烟消云散 其次是勒大远和刘正宏 是他们的存在 给了云顶迥然于 其他势力的区别 让云顶拥有可以 傲视整个地球的科技优势 最后就是朴秀英和夏蕾 前者拥有极其出色的职业 是一个团队 灵魂级别的辅助者 拥有他和没有他 团队的档次 至少有两极的差别 而夏蕾 则是叶忠明的一个化身 和代言人 统筹着山庄的一切 在叶忠明不擅长的细节管理方面 忠诚地代替他 行使着职责 山庄越来越大而不乱 大半的功劳 都是在夏蕾身上的 没了有这个女人 云顶虽然不至于 如同失去叶忠明那样 彻底垮掉 但是陷入长期的混乱 以至于极大影响 实力是必然的 看到胜负冲来 云顶的人绝不允许他出事 圣元瞬间激活了 自己终极山吼的血统 巨大的盾牌立在身前 职业技能发动 一大片遁隐护住了云顶的众人 另一边的小虎 和同样在附近的铜虎等人 纷纷祭出防御装备和能力 希望能够抵挡得住 这位恐怖的九级强者 夏蕾却在同时 一把甩开邋遢的人喊道 走什么走 能走到哪里 今天不是他死 就是我们死 要说性格最泼辣的 云顶自然手推梁初音 网红妹的脾气 那不是一般的暴躁 一言不合就动手 要说冷酷甚至冷血 那要数下白 梁初音是动手 他是直接开杀 而夏蕾不同 平时他总是笑的 但是当他不笑的时候 那必定就有人要倒霉了 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的果敢决断 更是无人能及 也别忘了 在没有避意之前 云顶所有暗地里的血腥之势 都是夏蕾负责的 就连避意 也是他一手组建了框架 到了这个时候 夏蕾性格中的狠 就体现了出来 他压根不走 而是调动所有的力量 和九级胜负决一死战 不是鲁莽 而是知道跑不掉 自然 也是有一些依仗 胜负看到乱成一团的 这些外来人 脸上出现了名笑 现在的他 彻底撕下了伪善的外衣 对自己人都吓得去手 又怎么可能在乎 这些敌人的死活 至于圣元的盾牌技能 他也要赞叹一声不错 但并不足以拦住他 可是 就在胜负 即将要撞进云顶指挥部时 他突然震了一下 然后迅速地重新升到了天空 双眼不断扫视着云顶这些核心成员的后方 那里是城墙一些器械的阴影处 赫 赫 赫 因为胜负地突然离开 让城墙上出现了短暂的安静 于是这样的赫赫声 被许多人听到 仿佛什么生命极端疲惫 正在通过这种喘息 来恢复体力似的 大家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两米多高的影子 缓缓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火光下 这个影子有着蜥蜴一般的粗壮身体 全身满是黑色的鳞片 臀部之后有一条无比粗大的尾巴 上面带着闪着寒光的稻刺 四肢粗壮有力 肌肉奔张 同样布满了的鳞片 却树立着 仿佛一片片锋利的刀片 一些淡绿色的烟雾 从这些鳞片下缓缓溢出 让它的周围都处于一种腥臭的味道之中 头部硕大脸色惨绿 额头是一块代表八级的橙色的魔精 嘴部裂开到了耳根 里面是上下两排锋利的牙齿 一条细长的杏子不断被它喷涂出来 不时从上面滴落黑色的口弦 落到城头的地面上 就会响起呲啦啦的声音 一些云顶的人 看着这个人形怪物 从它除了嘴部外 并没有过大变化的眉眼之间 瞬间想起了一个人 二合一 何博士 一些在云顶时间比较长的战士 在进死轮盘空间的时候 就见过这位神堂的重要人物 也是当时唯一一个 从那个恐怖空间里逃走的人 后来 因为火焰虎计划 何博士成为了云顶的内影 之后 据说带着他的团队 进入了刘正宏的生命基因实验室 只是后来就没人见过他了 现在 这个突然出现在了云顶一方的 高大八级蜥蜴人士的怪物 面目之上 有着何博士明显的影子 难道 很多云顶人都想到了一种可能 结合之前的一些信息 逐渐确定了这个人 应该就是 那位何博士 也是高层们 为了九级胜负准备的后手 只是之前神罚的突然出现 让这个家伙暂时没有机会出场 现在 在胜负近乎遮天蔽日 般的压力之下 云顶的后手开始登场了 胜负微微皱着眉头 看向了这个在他眼中 并不算什么的丑陋怪物 这个等级的存在 或许在其他人眼中 已经是这个空间里极其恐怖的了 但对于他来说 其实并不算什么 放在平时 胜负随便挥挥手 就让他烟消云散 只是现在 胜负刚刚复原 消耗了太多的能量 生命一直处于一种 生死边缘的状态之中 不好过于用力 另一方面 全心的半边身体 也有些排斥反应 影响了他的战斗力 让他开始变得慎重 还有一点 在悠长的生命当中 他并未见过这种存在 在这个怪物的身上 也有让胜负非常不舒服的东西 撤 下了一声令下 他带着人开始缓缓撤离城墙 他不想再次成为被击杀的目标 胜负看了一眼 没管 不是他不想管 而是不愿意管 因为以他的速度 只要弄明白了下面的这个家伙 是什么 杀了之后 夏雷等人跑到任何地方 都逃不出他的掌心 何博士的鼻子使劲地嗅着 嘴里依然发出赫赫的声音 他抬起了头 看到胜负的时候 像是看到了什么吸引他的东西 那双眼睛中 树立的瞳孔立刻变得心红 身体扬起 对着胜负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咆哮 看着现在的胜负 何博士丝毫没有在意 什么等级差距 发出了挑衅的叫声 胜负眼中 力气渐浓 在这个空间 还没有谁敢于对他这般态度 连诅咒深渊里的那头畜生都不例外 何博士身体重新趴附在了地面 这让胜负冷哼了一声 力气烧减 可何博士的变化 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看见这个未知生命宽厚 布满了鳞片的背部 在没有规则的蠕动着 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 要破皮而出 刺鳞片破开 里面瞬间弹出了两个巨大的肉液 这对肉液呈黑褐色 宽度一般 但却很长 展开之下至少超过了五米 同时后背上 因为翅膀伸出而破开的口子 眨眼间愈合 这让胜负看得面线金融 他很确定 这是一种身体自我的修复 或许同样需要消耗能量 但这是被动的 就和长身体相似 只需要稍微多摄入 一点食物就可以了 相比于这种自我修复 胜负的主动修复 就相形见处了 如果可以得到这种能力 胜负心念一动 身体就冲了下去 左手上代替了指尖的那些血管狂乱的动作 做好了 把这个生命的能量据为己有的准备 趴福在地面的何博士猛然抬头 星红眼睛盯住了胜负 那对肉液使劲一扇 配合着双脚在地面的蹬立 整个身体也冲上了半空 双方再碰的一声在空中相撞 在地面的其他人都看着这一幕 眼睛都不眨 曙光圣殿的人震动 那个云顶弄出来的怪物 竟然在速度上和胜负不相上下 他竟然对胜负发动了针锋相对的主动进攻 并且 还真的碰到了胜负 而在云顶人看来 哪怕是速度最快的下白 在权力之下 也是跟不上胜负速度的 但和博士却做到了 碰撞之后 和博士巨大的身体从空中跌落 很明显失去了控制 重重摔在了城头 一些在周围的战士 看见和博士头颈相连的部分 有明显的伤口 那是一个个的血动 坚硬的鳞片 显然没有挡住这种攻击 不过和博士 却挣扎了一下重新站起 对着胜负再次发出咆哮 颈部的鲜血停止流淌 如果不是鳞片上依旧存在的孔洞 这家伙就好像没有受过伤一样 胜负看着下面的生命 又看了看自己左臂手肘内侧 那里有一道伤口 只划开了皮 却没有鲜血 胜负知道不是因为伤口的深度 浅到不会流血 而是他陷在这半边的身体里 暂时还没有血 这个怪物 双臂上竖起的鳞片 伤到了自己 何博士咆哮之后 身体开始噼里啪啦地作响 整个人都胀大了一圈 身高从两米增加到了三米左右 突然增大身形 其实很多净化生命都可以做到 只是净化者依靠的 都是血统或者职业甚至药物 而其他生命则是天赋 但何博士又是什么 云顶的核心成员都知道 他只是生命基因实验室的一件作品 他现在的变化 都是云顶控制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 此刻在远处的安全位置 一对云顶实验员正在密切关注着何博士的情况 他们在用各种仪器记录 下诸相数据 这些都是详实的试验资料 对今后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不是刘正宏被严命不准来秘境 此刻他也会在这里 毕竟 对何博士的改造 是刘正宏一手主持的 在某种程度上 何博士是云顶现阶段最高科技水平的体现 刘正宏在他的身上采取了和其他基因生命完全不同的手法 在保持了和博士之前自己改造身体的一些优点后 刘正宏剔除了一些缺点 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却很困难 这可不是清除身体里的一块病变那么简单 一刀下去就行了 这涉及到最复杂的科学和知识 生物学 基因学 医学 这仅仅是大的学科 而其中一些细分的学术种类更是多不胜举 如果不是刘正宏以前就是极富学识的全面型人才 如果不是最近这两年多云顶一直在收拢这类人才 如果不是和博士的团队加入了进来 情况还不一定如何呢 在驱除和博士身体上一些缺点的时候 不可避免要改变基因 刘正宏在考虑了很久之后 决定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他放弃了之前基因生命全面能力的思路 而是选择了把和博士在他擅长的几个方面能力 发挥到极致的做法 甚至 刘正宏因此还加入了一些尚未能够成熟的技术 可以说 和博士现在是一个出色的试验品 简单说来 和博士的特点就是两种 一种是恢复能力 一种是身体能力 恢复能力这一点很好理解 和博士自己大概是比较西面 所以 对他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的时候 非常注重这方面基因的培养 他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 只是 之前并不是太稳定 刘正宏研究后发现 和博士在这方面有两点做得不够好 第一点是他利用的基因片段 清理得不干净 这是他的技术问题 造成了他身上出现了那些被吸收的基因 术数生命的一些特征 比如鳞片 树铜 尾巴等 第二点是这些基因并没有全部解锁 也就是能力发挥的不完全 接手了之后 刘正宏改良了这两个方面 既然之前的基因不干净 那就让他更加的污 直接让那种基因成为显性 压制了和博士作为人类的基因 这也让第二点 也就是基因不能完全解锁的问题迎刃而解 并且 云顶的技术注入 轮盘一些恢复药剂 医疗职业者的生命片段等这些成果 都加注在了和博士的身上 把恢复能力发挥到极致 而第二种身体能力 这个说起来复杂一些 但如果把它看成是那些 体数专长的进化者就好理解的 刘正宏想要发挥的 就是这种能力 说白了 无非是把身体的各项数据都提升到所能承受的极限 力量 速度 敏捷 反应等等 各方面的能力都是顶格 没有什么花哨的技能 有的只是对身体各方面最变态的追求 还有 云顶的新技术同样被使用 它们表现在了那对巨大的肉意上和变大的身体上 这两种技术并不成熟 却承载着云顶科研的两个方向 飞天和巨型 对于能不能飞上天空 人类本就有着一代又一代的执着 从风筝到飞机 再到火箭 人类实现了这个梦想 可这都是依靠外力的 和平时期 人类自然没有其他的想法 只能把外力不断提升 达到最后在宇宙中自由航行的终极目标 但是 末世的到来 人体的进化 让人类又有了全新的梦想 就是依靠自己的能力飞上天空 叶忠明是众活过的人 知道九星的强者拥有飞天的能力 但他并不是太清楚 这种能力是所有的九星进化者全部都具备 还是只有个别拥有飞行能力和职业的强者才可以 也不知道这种飞行有没有什么限制 是不是暂时的 但他确定 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飞上天 这种观念也影响着刘正宏 他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这方面的研究 也进行过许多试验 前些天的战斗中出现的精英部队里 就有他制造出的飞行生命在 不过那些 都是以本身就具有飞翔能力 或者滑翔能力的生命为蓝本改良的 是一种对原有能力的发扬 而不是让不能飞的生命 获得飞行的能力 刘正宏不断地研究 有了一些思路和技术储备 但这些都不成熟 需要大量的试验来完善 而他 把这种还未完善的技术 用在了河博士身上 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让河博士自身陷入到失败 也就是死亡的境地中 可是 要面对的是九级的强者 肯定具有飞行能力 哪怕只是短暂的 也必须要考虑进去 这是强行应用这种技术的重要原因 现在证明 这是正确的 如果河博士不能飞 那么就只能在地面上等着挨打 连命都保不住 更别提去阻拦他 另外一种技术是巨型 这一点夜中明不说 刘正宏和他的助手们也发现了 进化生命许多都拥有巨大的身体 这让他们虽然变得稍微笨拙 可是却拥有了强悍的力量和身体 数倍提高了战斗力 况且 敏捷性这东西 其实和体型并没有绝对的反作用关系 一些巨大的生命 同样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速度 人类在面对这样生命的时候 通常都是很吃亏的 铁索囚图一战 如同标杆一样 让刘正宏正式起这个问题 既然这些野生的生命可以这样 为什么云顶制造的基因生命不可以 有了想法 他便不断地开始研究 和飞天项目一样 这个项目同样没有稳定的成果 但是出具雏形 现在也应用到了何博士身上 刘正宏的想法很简单 八级的何博士哪怕可以飞天 估计也远不是九级胜负的对手 那么让他体型增大 至少可以弥补一下实力上的差距 毕竟 云顶的后手不止这一个 何博士能坚持的越久 对战士就越有利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何博士被刘正宏亲尽全力地 制造了出来 身体变大之后 何博士没有继续如同刚才那样冲上高空 而是扇动着翅膀缓缓提升了高度 直到和胜负持平 就在人们认为他会停止的时候 他却继续猛烈扇了一下翅膀 身体持续拔高 同时双翅收拢在身体两侧 整个人卷缩成团开始旋转 等到了最高点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高速旋转的球体 之后朝着胜负撞击了过去 速度依然快得可怕 胜负淡然一笑 身体便要移动 同时双手做出了一个下切的动作 就在这时 他身体之下的城墙上 诡异无声地 弹起了十几根褐色的枝条状物体 快如闪电 几乎在下面观战的人 发现的同时就到了胜负的脚下 距离上一次战斗 已经过去了三个落沙日 双方又回到之前对峙的情况 这些枝条太快 也太安静 以至于就连下面看着的人 也是等到此刻才发现 发出惊呼的时候 这些枝条从他们角度看去的时候 已经碰到了胜负 但事实上 差了那么低一点 胜负在最后的时刻 感觉到了脚下的异常 身体闪动向着一侧移动了一点 这些枝条立刻全部落空 只是 从上空而降得和博士到了 胜负无法再躲开 双手做出的下切动作 虽然因为之前的躲闪 变了形 可还是印在了和博士身上 他总不能让这个蜥蜴人 就那么撞上来 双方乍合乍分 和博士再次失控 身体飞出去老远 跌落的地方 已经不是城墙 而是地面 甚至到了地面和博士 都没有停止 而是溅出了大量的泥土 砸出了一个深坑 空中 那些落空的枝条 再次伸长了长度 向着一侧摆动了一下 改次为抽 甩向了刚刚弹开和博士的胜负 胜负皱眉 身体在空中后退 同时双手挥出 打在了这些枝条之上 再啪的一声后 这些枝条被打得向另外一侧飞去 可没等他如何 王城之内突然飞出一道亮光 轰在了他的身上 整个战场在这些目不暇接的变化中 气氛变得无比诡异 到现在为止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云顶山庄和一夫人 早就设计好的圈套 当然 如果把胜负如何如何了 那才叫圈套 如果奈何不了这位九级强者 那叫可笑 但不能否认的是 从和博士的出现和攻击 到那些枝条的偷袭 再到最后这一下精准的远程攻击 几轮手段衔接的完美无瑕 很多一夫人 从刚才胜负出现时产生的绝望中 清醒过来 感觉到了希望 战斗开始 就没有可能停下 随着曙光圣殿的再次进攻 随着胜负出现在城头大肆杀戮 仅仅平静了几天的战场 再次热闹了起来 只是这种热闹 却带着浓浓的血腥味道 每个人都被战争刺激的荷尔蒙激烈分泌 可是当这种兴奋和激情过去 还能为之坚持的 也仅仅是一种为了种族而战的理由了 战斗依然激烈 却多出了一丝悲怆 每个人都在认真地拼命 却也都在心底感到了麻木和厌倦 他们不知道在历史上 那些关乎生死存亡的大战 双方战士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也会和他们一样 可如果让他们选择 他们并不想现在就战斗 作为文化传承很好的文明发达社会的一员 地球来的净化者们很清楚 在战争中 一支队伍的伤亡超过三成 基本上就会失去战斗力 超过四成 大半会崩溃 现在战斗的双方 无论是曙光圣殿还是一副人 伤亡都超过了这个比例 他们之所没有溃败 完全是因为这场战斗的性质决定的 可这并不代表 他们就永远都会战斗下去 双方都感觉到了彼此对战斗的抗拒 只是所有人都明白 他们无权终止这场战争 能够终止的人 此刻就在天空之中 有那么一刻 双方的普通战士 都希望天空的战斗尽快出结果 无论失败还是胜利 胜负有些狼狈 他的手部和身体的几个地方 受了伤 他惊讶于那个蜥蜴人怪物鳞片的坚硬和锋利 惊讶于那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枝条 快速而强力 惊讶于那道光量内所蕴含的恐怖能量 如果在他全胜时期 自然不会对他们如此重视 可是现在的他实力大减 一半的身体有些脆弱 这让他经受了这些攻击之后 也受了些伤 并不严重 却无疑会给敌人信心 看看现在的攻击没有丝毫的停止就知道 那些人想要杀死自己 胜负眼中的怒意翻滚 抬眼看了一眼 远程内台从一栋建筑后 露出面目的巨大机器怪物 没有去管它 而是一纸地面 一道无形的波动 就冲进城墙下的一片泥土 说了 这道波动打在了地面上 那里立刻不再平静 泥土翻滚 一大片土地都如开水一样沸腾 接着 大量的泥土砂石向着四面八方爆开 无论是一副人 还是已经到了城外的曙光圣殿战时 都有人遭殃 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 一棵巨大无比的黑褐色大树 从地底钻了出来 身体很快就超过了城墙的高度 大量的枝叶在它抖掉了尘土后 显出了原来的面目 如同天枝之柱的枝干中央 树冠之下 有一棵水晶般的小树 里面 是一具藏在一些绿色液体的优美女体 身体全部在液体之中 只能若隐若现地看见 但那张美艳至极的女性人脸却非常清楚 只是此时上面却满是愤怒 还带着一丝痛苦 显然 刚才胜负的攻击让她难受了 这 自然是为了应对胜负的第二个手段 阎王树 我用一个地球上的词来形容你 你就是个 老匹夫 阎王树本就是个画牢 在打算努力成为人类之后 他觉得人类语言是一种很优美的东西 只要有空 就会寻找周围的人去说话 他画牢之名 在云顶的名气 远大于他的进化等级 本来缩小的身体 在刘正宏的帮助下 重新拥有了第二本体 就是现在这棵巨大的树身 为的就是这一棵 要是曾经的阎王树 自然不会来这里对付一个九级的存在 他还没有傻到这种程度 但对于生命脑 对于云顶的科技 对于叶忠明 他都实在太向往了 他实在太想变成人类了 所以在和叶忠明 与云顶说定了许多事情之后 毅然来到这里参战 何博士不畏惧九级胜负的威压 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位居 而阎王树敢于向胜负挑战 是因为他本就是无限接近九级的存在 胜负的威压对他效果不大 加之这家伙 被叶忠明产生了致命威胁 阎王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现在 胜负出手就伤了他 更是激起了阎王树的凶性 无论他如何向往成为人类 无论他如何接近人类 但别忘了 他依然是那个把整座城市的生命 都当成食物的残忍落神山 老匹夫 宰了你 阎王树狠狠地说着 天下自然发动 阎王树终究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爬上八级巅峰的生命 他的战斗方式 远比和博士这个半路出家的人 强悍与合理 当他说出天下自然四个字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招数的准备 在一副人山副之中的高处 也就是那片已经没有几盏灯 还亮着的顶部 大片绿色的云已然形成 仅仅是这一手 就显示出了阎王树的实力是多么恐怖 从他埋在地底等待偷袭 到被胜负逼出的同时完成天下自然的布置 一切都悄然无声环环相扣 连胜负在转瞬之间都没有发现 直接被笼罩在了天下自然当中 虽然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 但阎王树也一点都没有拖大 天下自然直接进入了第四阶段的威力 大片大片的绿叶 从空中的云雾中落下 如同一把把旋转的刀片 雷霆般压向了胜负 如果叶忠明这个时候 是清醒的 看到这一幕就会知道 阎王树的实力比之他在临海城的时候又有增长 这种威力的天下自然 当初叶忠明是无法抗住的 天下自然本就是一个范围攻击 这就最大程度避免了胜负离开攻击范围 而四阶段的能力速度也是极快的 从第一片绿叶落下 眨眼间就到了胜负身前 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个技能既是范围攻击 同样也是持续攻击 一片叶子的攻击力 或许一个六级的进化生命就可以抵御 可无数片叶子 便会让强者头疼甚至畏惧 当第一片叶子落在了胜负身上的时候 九级强者自身的防御力直接把他淡碎 接着是第二片第三片 这些都被震碎掉 无法伤害到他 可是当第一百片 二百片甚至一千片一万片落下的时候 即便是胜负也无法承受 叶忠明之前是用自然之杖强撑过来的 可胜负没有那东西 即便是有了 面对威力提升了许多的天下自然第四阶段 估计也不好用 阎望树是发了恨的要给胜负好看 这些威力锋锐的叶片几乎把胜负淹没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在天下自然发动后的十几秒 胜负身上就开始渗出鲜血 整个人也不断地下落 阎望树的这个技能 正在给他造成极大的压力 甚至伤害 除了以一位八级强者 一位九级强者 和整个胜质为代价的神法 这还是第一次胜负被真正压制 不少战士都对阎望树投去敬畏的目光 一些飞云顶的地球战士 更是对叶忠明佩服的五体投地 叶老大怎么就这么厉害 能够让这种强悍的生命为其所用呢 不少人甚至还想到了 那份国区战力的排行榜 如果把阎望树算上去 叶老大应该是一起绝尘了吧 其他人 真的是连他的背影都看不到 阎望树的第二本体 在一定幅度地摇摆着 虽然看着是他占据了完全的主动 可是同样只有他自己明白 现在的他在付出怎样的能量 九级终究是九级 哪怕是受了伤实力大减的九级 也依然给阎望树 这种距离九级 只有一不知遥的生命 造成了巨大压力 不错 圣父声音很淡 在他已经降到了低于城墙的时候 他做出了反击 一只手在他自己身体周围滑了一下 一片光幕便出现 天下自然的叶子 立刻只能打在这些光幕上 无法再伤害到圣父的身体 不过 这种光幕显然要去维持和支撑 随着被攻击 亮度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弱 圣父没有停 他的右手在胸前滑出了一个十字 嘴里不知道念叨了一些什么 那里立刻出现了一个光亮 接着旋转 成为了一个X型标记 在某一刻 这个标记从圣父的胸口积视而出 只是目标不是阎望树 而是空中的绿色云雾 接着 圣父身体攻了攻 在身体周围的光幕消散之前 猛然窜升了一节高度 对着阎望树隔空打出了一拳 咚的一声响 仿佛一面大鼓 突然被砸了一下似的 胜负的这一拳 让整个人王城山腹内都为之震动 一些尘土碎石从空中掉落 天下自然范围中的被搅成了碎片 而阎望树则发出了凄厉的叫声 巨大的枝干 发出清脆的喀巴声 树冠向后猛然地仰着 胜负的这一拳 竟然差一点 把阎望树的第二本体给打成两段 那发射到天空的X形状的光石字 也同时映入到了绿色云雾当中 并且发生了爆炸 大片的光芒吞噬着这些雾气 片刻之间 天下自然的能量源就被破掉了 这威力巨大的招数 也就此被终结 虽然最后时刻 一些绿色叶片再次给胜负造成了伤害 可是他顷刻之间 破掉了阎望树的天下自然 还是显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别忘了 他还趁机伤了阎望树 天下自然结束 并不意味着战斗就此结束 阎望树凄厉的惨叫之后 显然陷入了暂时的混沌之中 那张女人脸上有着极其痛苦的表情 无论是第一本体还是第二本体 都在剧烈地颤抖 胜负刚想继续把这个家伙斩草除根 那恐怖的能量再次从城市之内射出 虽然没有让他遭到什么伤害 可也使得他不得不停止 对阎望树的二次攻击 等到胜负躲过了这些能量射击 那个人形怪物又到了 他已经从地面爬起 本来被胜负切得凹进去的身体 至少从外表上已经看不见什么 摔到地面折断的翅膀也重新愈合 此刻正煽动着朝着胜负抽击 胜负侧身出脚 侧踢在了和博士的身上 这个家伙再次被打得向地面砸去 这一次胜负不打算放过对方 身体继续攻了一下 显然要像被阎望树一样 打出那恐怖的拳头了 去死去死 阎望树这时缓了过来 他的主干上破了一个大洞 一些枝叶正从里面流淌着 整个树身为米 颜色没有了之前的观泽 显得极为暗淡 连第二本体的水晶树 都没有之前那么亮了 女人脸尖叫着 树冠因此而突然胀大 一些果实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花结果 数个呼吸后 整个树冠上就挂满了一些青色 胃底带着黑色斑点的果实 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果实成熟了之后 阎望树摆动身体 这些青底黑斑的果实 便从树冠上脱落 每一颗如同橘子似的 果实上下两端 都伸出了一根白色的丝线 丝线很细 但韧性十足 出现了之后 和周围的丝线连接 很快这些果实 就组成了一片巨大的 无规则立体空间 一个个的果实 就是一个个的节点 彼此之间由丝线相连 这神奇的一幕 看得众人不明所以 连胜负也露出了 慎重的表情 没办法 刚才天下自然实在是 给他留下了 过于深刻的印象 如果他和阎望树 同为九级 那么他想要摆脱攻击 可就千难万难了 这些果实 完成了连接之后 开始动了起来 朝着胜负便飞了过去 王成内 这次的和博士 没有刚才受的伤重 几乎瞬间就恢复了过来 被胜负踢得断掉的几根骨头 已经愈合 恐怖的自愈能力 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他再次飞上天空 朝着胜负 气势汹汹地袭去 一直观察他的那些研究员 紧张地看着追踪 仪器上的数据 不少人都在进行计算 多少活力多 170%左右 为了保证愈合能力 不损失战斗力 细胞分裂速度 已经超过了负荷 如果活力度继续增加 基因片段会不稳定 一旦崩坏 要么他会彻底失去控制 要么直接死亡 两个研究员进行着对话 可显然内容并不乐观 别看现在和博士 虽然上去就被打飞 但却在胜负面前顽强地活着 仿佛九级强者 也奈何不了他似的 但现实就是 这是以和博士 身体超负荷运转为代价的 云顶的科技 虽然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可依然不能如同神仙一样 创造完美的生命 还能坚持多久 以现在的战斗强度 最多两分钟 要是胜负把主攻放在他身上 最多能坚持两下 把消息告诉夏雷 我们能做的 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 要看他的了 何博士只能再战斗两分钟 这个消息 仅仅在十几秒钟 就传到了夏雷的耳朵里 他没有紧张 而是下达了一个命令 接着从其他王尊那里 接过了所有军队的指挥权 让末夜开始 有序地调动军队 同时 那台被云顶山庄改装之后的 战争堡垒 也开始逐渐进入战场的核心 魔精炮的射击越发频繁 并且威力见增 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何博士再次被击飞 这一次 身体上出现了一个大洞 就在胸口正中间的位置 极其地争鸣 伤口处的细胞在飞速分裂 血动的四周 像这中心如同圆形的门一样 合并着 速度之快 让人看得无比惊恶 只是那些研究院却面色难看 因为这要再有一下狠的 何博士就会崩溃死亡 就算没有再次承受这种程度的伤害 可最多半分钟内 这个云顶最高水准的科技产物 也要因为超负荷 而彻底失控 希望 阎望树的攻击有效 值得何博士这么牺牲 何博士和改造的战争堡垒进入战场 为的就是给阎望树的那些诡异 果实创造机会 现在 这些果实终于到了胜负的身边 每个人都在关注着这一幕 谁都知道 关键的时候来临了 可在地面不起眼的角落 一些事情同样在发生 如果有人关注到这里 就会发现 令昆 红翔 三鼻象 还有阳格斯都在这里 不同只是阳格斯明显不太乐意 开始吧 我们的时间不多 林昆 沉深说着 一直卧在了一颗珠子上 那是颗并不如何炫目的珠子 浑身带着哑光黑晕 当令昆的手放上去之后 黑暈闪烁了一下 接着红翔和三鼻象 也把自己的手和象鼻搭在珠子上 只有阳格斯一脸倔强 大西叶 你想好了 现在你要么配合 让我们奉献你的力量 要么 我们现在引爆 你身上的毁灭因子 让你变成一滩软肉 夏蕾在一边瞇着眼睛 警告着阳格斯 浑身的杀气 绝对真实 如果这条恶龙 真的在这个时候拖后腿 他绝对会立刻把刘正宏 交给他的方法用上 激活恶龙身体里移植的一种神经毒素 把他变成白痴龙 对不受控制的八级生命 可能刘正宏没有办法 但是对阳格斯这种束手就擒 任由他试验的家伙 造人红有十种方法 控制他 甚至别说八级的 就是九级的胜负 任由刘正宏施围 他也能让他生死听命 巨龙显然想起了刘正宏的手段 身体下意识哆嗦了一下 赶紧把自己的龙爪 放在了黑猪上 整个猪子 在四个八级存在和他建立了联系之后 形状非但没有长大 而是变小 成为了一颗鸽子弹大小 玻璃体式的东西 夏磊拿过这颗猪子 看了眼四个维米的不像样子的八级生命 对他们点点头 转头看向了另外一边 那里 一个独臂人正站在角落 神色木然 你想好了 夏磊把猪子递到了这个人面前 同时问了一句 独臂人点点头 把猪子接过 毫不犹豫地吞咽了下去 之后对着令昆和洪祥道 圣根和重建圣池的一切 还有守持人的法典 我都记录在册 你们代为传下去吧 一副人的未来 靠你们了 这个人 正是当代守持人 自从前代守持人牺牲了之后 他就陷入到了一种情绪当中 无法自拔 那并不是自暴自弃 而是理解了守持人真正的含义 他们不仅仅是圣水的看护人 也是整个一副人的守护人 在必要的时候 他们必须牺牲自己 现在 到了他为了一副人牺牲的时候了 当代守持人 此刻身上脸上已经出现了变化 一些黑色的暗纹开始侵占他的身体 瞳孔在放大 头发在脱落 肌肤开始干枯军裂 整个人仿佛都变成了一句数千年的干事 那一边 一声惨烈的吼叫传来 何博士完成了他的使命 被胜负一拳打碎了头部 尸体从空中跌落 阎望述的那些果实之阵 也开始攻击 当代守持人再次看了大家一眼 深蹲接着炮弹一般的弹射了出去 阎望述在云顶待了有一段时间 云顶山庄也在遵守沉默 为他寻找变得强大和成为人类的办法 而作为彼此约定的一部分 对抗胜负是阎望述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就算再亲近叶忠明 也不会仅仅是为了情义就来这里冒险 虽然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可也享受了云顶科技带来的额外好处 这些果实就是阎望述通过云顶科技拥有的新手段 叶忠明园丁职业晋级学会了新职业移植之后 最为成功的一个势力 应该就是对阎望述第二本体的改造 他把虚微鬼术的一些部分 移植到了阎望述的第二本体上 现在位于云顶山庄地下的虚微鬼术 已经成为了六级的存在 虽然依然被叶忠明的人每时每刻弄得重伤 可进化的速度还是不错的 并且因为进化等级的提高 这东西智慧也有极大增长 五级之后表现越发明显 云顶山庄在历次大战之后 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材料 加之夜中明弄到的洛神山种子 基本上已经不需要从虚微鬼术身上去掠夺什么了 而因为看管的言 虚微鬼术特殊的繁殖方式 也让他无法有后代产生 这家伙聪明了之后 颇有些任命的意味 只是云顶的人依然对他非常警惕 有了智慧就有了索图 既然不可能获得自由 那么真正让云顶相信自己 就成了虚微鬼术的目标 之前他自然是没有安什么好心的 净化生命的习性 让他必然向往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的臣服只是表象 不过当阎王树来了之后 虚微鬼术彻底断掉了其他念想 只希望尽快成为云顶的一员 没办法 他只是一个刚刚六级的变异生命 而阎王树呢 已经身处八级的巅峰 作为同类 这种压制几乎是无法反抗的 阎王树这家伙 见到了虚微鬼术之后 第一个行为就是吃掉它 把虚微鬼术下的魂都飞了 如果不是叶忠明后来施展手段 让虚微鬼术重新长出身体 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养分了 可是同类之间的控制和压制 远比任何其他手段都牢固 只要阎王树和云顶有好一天 虚微鬼术就没有任何 可能翻身做主人 那么阎王树会和云顶翻脸吗 虚微鬼术不是没抱有希望 可当他听到阎王树追着叶忠明说 等我成了人类之后 我们做些修人的事情之后 他彻底绝望 他真不想死 真的 于是 当叶忠明准备移植虚微鬼术 到阎王树身上时 得到了这株变异植物的全力配合 他贡献了他最为特意的 净化果实能力 刘正宏的确是一位极其优秀 极其牛逼的科学家 但他也不是万能的 他所掌握的技术 也是有限制的 在移植后 刘正宏如果进行一系列的处理 所产生的效果 要远大于叶忠明 只使用职业技能的时候 阎王树本身的净化等级 比虚微鬼术高得多 实力更是落他十万八千里 这样的移植本来是不合适的 但虚微鬼术最为厉害的 净化果实能力 阎王树觉得很不错 叶忠明和刘正宏自然帮忙 只是刘正宏发现 这种能力 涉及到一个净化生命的繁殖问题 而这这方面 是最为困难和复杂的 即便是他 也无法保证什么成功率非常低 但如果被移植的生命甘愿这样做 调动身体更加适应移植 那么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 虚微鬼术在这里 显示出了他的价值 阎王树成功获得了全新的能力 而虚微鬼术 则稍微改变了一下在云顶的处境 至少现在 他已经在地面生长了 而不会稍微长高一些 就被削掉树棺 防止他把地板顶坏 现在阎王树使用的这个能力 就是他通过虚微鬼术 移植而获得的 这些果实到了圣服周围 开始喷射出大量的白色雾气 这些雾气遇到空气之后 迅速变得粘稠 让范围中的一切 都仿佛深胶水之中 圣服同样如此 他不是不想离开 而是刚才被和博士缠住 虽然击杀了那个八级怪物 却失去了离开这个范围内的机会 雾气之中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 那些连接果实的丝线结晶化 变成了细细的锋利坚韧的丝状物 果实在喷出了雾气之后 变得有些干瘪 可是在顶端会如同菊瓣般裂开 一些无色无味的气体正在弥散 接着 果实开始移动旋转 和它们相连的丝线 同样在空间之中移动 圣服在这一刻 感觉到了危险 他虽然活了很多个年头 也遇到过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这种明显来源于 另外一个空间的攻击手段 还是让他感到了不适应 就比如现在 在这片区域第一时间被笼罩了之后 他在想出去的时候 就身处在了凝胶式的雾气中 这自然不能束缚住他 但却足以拖延他的速度 当他在想冲出去时 周围已经遍布那些和雾气 同样颜色的细丝 危险 就是从这些细丝上传来的 圣服不敢乱动 事实也证明他谨慎的必要性 这些果实在凝胶状的雾气中 移动悄然无息 非常迅捷 圣服只有在极为专注的情况下 才能察觉到他们的动向 但果实数量很多 当有两个果实圣服没有注意 而到了他身边之后 彼此相连的细丝碰到了他的身体 圣服极快地躲掉了 当他停住的时候 一缕鲜血从他的肩膀上流出 细丝 划开了他的皮肤 那是他右侧本来的身体 而不是全新的那一边 我管他叫做胶质沙阵 老皮肤你觉得如何 阎望树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带着报复的快意 圣服已经无暇去和阎望树 做口舌之争 现在他的周围不断有丝线 从各个方向切割过来 他尝试着去攻击 可一次只能打断一根这种 在胶质物器中极其坚韧的丝线 却要付出被其他丝线所伤的代价 本就受伤的身体上 鲜血开始渐多起来 整个胶质沙阵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突然加快了速度 所有的细丝都一起朝着胜负沙来 这位九级的强者也同时在这一刻 双臂交叉跌于胸前 开始原地旋转 没人认为一个九级强者 会容易被击杀 否则 这个等级就不会在任何一个空间中 都是顶级的存在 只是 不少人看到胶质沙阵的时候 依然会心存一些幻想 九级胜负的不在状态 之前大家没有在意 但现在却都看得出来 无论是靠身体吃饭的何博士 还是云顶改造过的战争堡垒 或者是阎望树的天下自然和胶质沙阵 强度上都是无法和审法相提并论的 那并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东西 可是之前胜负面对审法的时候 虽然处于全面的被动 但却生生挺住了 如果不是最后前代手持人 用自己和三族怪人的生命冒险一搏 那么结果是什么样 还真说不定 但是现在 几个八级生命的攻击 就让胜负束手束脚 甚至受伤 显然他的能力 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 既然这样 那么比如阎望树 这种差异点 就能够成为九级的存在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杀掉胜负呢 很多人并不能看清楚 雾气中发生着什么 可这并不妨碍 他们依然看着那里 处于胶质沙阵中的 胜负身体高速旋转 那些锋锐的细丝 只要碰到他 就会被绷断 只是在绷断的同时 也会在胜负的身上 留下一道口子 阎望树在一边 看得惊奇不已 他以为胜负是想出了 应对方法 才这样做的 可现在看来 这并不能阻止他受伤啊 那又是为了什么 阎望树可不会真的以为 胜负是在做无用功 他感到了诡异 身体便悄然后退 但一切有些晚了 他巨大的第二本体 让他无法行动训捷 在某个时刻 旋转的胜负 突然停住 这种游动之境的突然 让许多看到的人 都非常不舒服 这太不符合常理了 哪怕对身体的控制力很强 也不应该 是这种急动到急静 这怎么承受得了 可胜负偏偏就这么做了 并且在做完了这一刻后 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成为了他的武器 鲜血 这些胜负 被割出来的伤口里 渗出来的鲜血 之前一直被控制着 但在这一刻 全部朝着四面八方 建设了出去 也不知道多少血滴飞出 碰到丝线 丝线断掉 碰到那些果实 果实爆掉 碰到距离不太远的 阎望树身体 身体上 就会出现一个个的动 这些血滴 如子弹般穿透力极强 阎望树经孔间叫着后退 胶质杀阵 也在这一刻被迫 胜负放下双手 目光盯着阎望树 身体瞬间掠着他的身前 右手成刀 直接插向了那张女人脸 胜负不反击则已 一旦反击 就非常的致命 改良过的战争堡垒 在胜负脱困的时候 就再次开始了射击 不过能量的速度 完全跟不上胜负 全部都落空 到了胜负来到 阎望树的面前时 因为射击角度的问题 他已经无法再次瞄准 很多云顶和一副人 都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阎望树可以算是 整个联军中 个体实力最强悍的存在了 本来还心存侥幸 希望他可以杀掉胜负 至少可以重伤他 这样才可能 让胜负暂时撤退 可现在看来 他就要不和博士的后尘 被胜负击杀掉了 没人认为阎望树 可以挡住胜负的一击 阎望树自己也知道 所以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阎望树做出了一个 迫不得已的选择 放弃第二本体 本来按照他的进化方向 身体是要越来越小劲水进化的 这样可以让他更加接近于人类 在接受云顶科技的时候 更小的体型 也容易让刘正宏施展一些手段 不过为了对付胜负 叶忠明和刘正宏商量之后 准备给阎望树 配备一个第二本体 这样不仅天下自然的范围更广 也更加有利于他战斗 叶忠明培植了一颗洛神山 用它为蓝本 加上阎望树的配合 使得双方顺利融合 阎望树的实力因此增加了一些 现在 为了活命 阎望树不得不自动爆掉这具身体 漫天的木屑 一下子击事而出 这可比刚才胜负的那些血猪壮观多了 那些血猪最多算是 首雷爆炸剑起的尘土 而阎望树第二本体的爆炸 那可是万吨级别的 胜负离得最近 自然受到了最强的攻击 几乎在他的手碰到阎望树第一本体的瞬间 也就是水晶树身的时候 无数的木屑刺进了他的身体 双方都惨糊地后退 胜负是因为身上被定成了刺猬 那些木屑中的绝大部分 都无法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也有一些粗大锋利的 是他目前的身体无法完全阻挡的 特别是 他全新的那半边身体 更是几乎被这些木屑插满 阎望树惨叫 是因为虽然突然爆掉第二本体 逃脱了被击杀的厄运 可是胜负的手其实在那个瞬间 已经碰到了他的第一本体 虽然只是稍微碰了碰 但那股滔天的力量 依然让阎望树觉得自己要死了 小小的第一本体 翻滚着飞了出去 虽然没有被杀 但也从水晶树身里 流出了大量绿色液体 显然受了重伤 死 胜负可没打算就这样放过阎望树 他没理会身体上的木屑 而是再次向前 出现在了水晶树的面前 手掌第二次插向了女人脸 这一次 阎望树躲无可躲 不要 攻击呀 躲呀 快 一些声音不断从城墙上 和王城之内传来 哪怕知道这样无用 但也只能这样喊着 希望起到一些作用 在这一刻 连阎望树自己都放弃了 别的不说 九级生命的力量和速度 真的不是八级的他 能够抗衡的 如果没有和博士 估计胜负 杀死他会更加的简单吧 就在阎望树 和许多人都认命的时候 一个影子 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周围 影子没有去管 危在旦夕的阎望树 而是冲着胜负撞击了过去 在这一刻 身处漩涡中的阎望树 和胜负 都感觉到了一丝 之前神域降临的味道 这些枝条太快 也太安静 胜负再也顾不得击杀阎望树 而是双目骤然亮起 两道新红的血气 洒了出去 喷在了这个杀过来的影子身边 这道身影太快 快到胜负 也无法在攻击状态的时候 闪避开 于是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对攻 胜负现在所用的手段 都需要消耗他的能量 对于他来说 这是生命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他并不希望这样做 只是现在的形势 由不得他不出力 否则 胜负真的觉得 自己会死在这里 他千算万算 也没有算到 这帮来自于 另外一个世界的势力 竟然棘手到这种程度 原来 他还以为只有那些 发光的武器 值得他重视呢 洪撒 这是胜负 年轻时候的成名计 只是现在 能够记得的人 已经没有了 见过的人 要么被他杀死 要么已经老死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个战绩的威力 就会减弱 恰恰相反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哪怕实力大减 胜负也把洪撒 这个能力 发挥出了比年轻时 更高的水准 红色血气 和那个惊雷一样的影子 撞在了一起 同时 阎望树的第一本体 从空中跌落 落在地面上时 水晶树身上 出现了树道清晰 又长长的裂痕 云顶实验室的一些人 从一侧冲过来 拉起阎望树 开始撤入更安全的城内 现在八级的生命 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面对九级胜负 云顶接连打出了几张牌 可是和博士和阎望树 都一死一伤 无功而返 那一边 血气骤然收缩 接着 仿佛受到了什么压力一样 怦然爆开 血气中的影子停了下来 漂浮在了圣佛之前 是的 漂浮 和圣佛一样 这个动作 让圣佛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这是一个九级强者 才会有的能力 你是谁 圣佛第一次主动开口询问 身体虽然之前受了伤 可谁都看得出来 他重视了 甚至可以说 凝重 由不得圣佛不重视 实在是面前悬浮着的人 恐怖了些 整个身体的衣服 破破烂烂 露出里面干枯 带着裂纹的皮肤 正常的人类 怎么可能 没有一点水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刚才红洒的原因 这些皮肤上也并不完整 在一些地方 经常会缺失一块 露出一种黑色的物质 包裹着里面的骨头 这让他整个人 如同一种秘境的魔怪 黑斑人魔 最为可怕的是 那双眼睛 里面本来黑洞洞的 是那种眼珠里 满是黑色 无光泽的煤炭式的情况 无神 却有着掩饰不住的杀气 就是这样一个 干尸状的生命 却给了胜负极大的压力 不对 你不是九级 胜负观察了几秒 突然又说了一句 他本来以为 这个人是地球人 请来的九级高手 如果是这样 那他可就要慎之又慎了 以胜负现在的状态 基本上遇到同级对手 必然会失败 只是当他冷静下来 观察了一下 发现这个对手 虽然可以漂浮在空中 可是身体上 却没有同级的气息 胜负奇怪的是 这个人 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九级强者对生命 对能量 对空间的理解 是其他等级无法具备的 胜负知道 这个空间运行的骨则 是什么样的 一个生命 无论它是动物还是植物 都会有着属于自己的频率 可是眼前这个人却没有 正常情况下 只有一种物质 是没有任何能量波动的 就是真正的死物 显然 面前的人可不是 人民币星号 这个人说 发出了几个晦涩难懂的阴节 但无人能够懂得 他也不等胜负再说什么 直接用一种不亚于胜负的速度冲了过来 两个人在半空中 开始了激烈的交战 这个人 自然是当代手持人 他之前服用的珠子 叫做网生珠 那东西不属于这里 属于地球 属于轮盘系统 那是叶忠明给这位胜负 准备的另外一份大礼 这颗珠子 是八级轮盘上的副产品 到了七八九这三种高级轮盘 上面基本上很少有不好的东西 哪怕没有转到净化药剂 其他奖励项也都是不错的 在叶忠明得到八星净化药剂的过程中 他收获了这颗网生珠 这是一颗只能使用一次的珠子 是消耗品 在八级轮盘上的这种消耗品 能力必定是极其大的 叶忠明研究了一下 当时就把他定位了 对付胜负的一张牌 还是一张非常重要的牌 网生珠的作用 是可以把四到八名八级生命的能量吸收 转而储存 再经过网生珠的转化 成为一种特殊药剂 而这种药剂被另外一个八级生命服用之后 就能让这个生命在一定时间内 拥有近乎于九级生命的实力 吸收四名八级生命的能量 这是最低标准 八名是最高限制 数量的不同 代表被吸收能量的八级生命 需要付出的多少 在只有四名吸收对象的时候 那肯定是要吸收的多一些的 在八名的时候 平均在每个生命身上的能量 付出就会少很多 现在的云顶和一富人联军 是可以满足网生珠的这一标准的 当然 这东西的这个能力 强悍到近乎逆天 可同样有着极其严格 不残酷的代价 那就是 服用网生珠的另外一个八级生命 会在这颗珠子 效果失去之后 彻底死亡 这是一颗让人强大的珠子 也是一枚 让人死亡的催命符 当时 叶忠明在进入进化状态之前 和众人说了这枚珠子的功用 不过是作为最后的手段来准备的 一旦之前准备的一切都没能杀死胜负 那么就是这颗珠子登场的时候了 那时 一富人必定会有人站出来牺牲 只是 情况和叶忠明的计划有些出入 因为他的进化没有完成 现在使用网生珠 需要几个八级生命付出的能量很多很多 基本上会让他们 在不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 只是看到胜负的威能之后 在当代手持人有了死质之后 这张牌 提前发动了 这也是下磊的意思 因为他要为叶忠明的进化完成 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至少现在看来 网生珠 没人让一富人失望 二合一 胜负和当代手持人 在空中封了式的对宫 没人能够看得清楚他们的动作 连那些八级的存在也不行 他们都太快 快到了 你只能捕捉到他们的影子 可由于彼此之间距离很近 这些影子 反而变成了影响视觉的因素 下面的人 只能听到或者响亮 或者沉闷的皮肉香肌的声音 包括已经退下去的阎望树 还有令昆红翔这些人 他们都诧异地看着天空 对云顶和叶忠明的手段 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们知道 云顶为了对抗九级的胜负 准备了许多许多 甚至叶忠明在这个时候的冒险进化 都是为了追求时间 以便于能够以更强的实力面对胜负 只是运气不好 胜负早早就来了 可就是在没有叶忠明 没有云顶战力前三的下白情况下 击退了胜负一次次的攻击 胜负的确是受了伤 可受了伤的九级也是九级 刚才他冲上城头杀戮的那一幕 虽然短暂 却给所有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一种无可匹敌的状态 但无论是何博士 还是阎望树 或者改造后的战争堡垒 都给胜负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现在虽然何博士被杀 阎望树重伤失去战斗力 可胜负同样不轻松 他身上的那些伤 就能说明这些 不过之前的这一切 并不能真正让九级的胜负伤筋动骨 最多只是能够阻言一下他 现在 往生猪的出现 却真正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希望 或许 这位胜负真的可以在这里遭遇滑铁炉呢 的确 服用了往生猪的当代 手持人不是真正的九级存在 可是胜负也不是完整状态下的九级 双方的差距可能真的不大 现在 两个人在空中用这种看似最原始 实则却全权致命的攻击方式 才是真正能够决出胜负的方式 开始有些一些鲜血洒下 这引来了姨夫人和云顶联军的欢呼 他们知道 当代手持人已经没有了鲜血 可是当大片大片的干枯皮肤落下时 姨夫人又变得极其沉默 那代表着当代手持人的受伤 不少人都抬着头 看着空中关乎到彼此生死存亡的一战 他们感觉过去了很久 事实上 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双方分开 胜负阴沉着脸 剧烈的喘息 已经恢复了原状的身体上 有些地方没了血肉 伤口深可见骨 当代手持人则有些摇晃 他的身上露出了大量的那种黑色物质 虽然没有看见骨头 但身体受创的地方 明显比胜负多出许多 不错 不错 胜负喃喃地说着 神情中有些阴狠和犹豫 也不知道他犹豫的是什么 弟妹 还有什么手段吗 都用出来吧 明眼人看明眼事 令昆王尊作为现在姨夫人的第一高手 虽然刚才献出了自己全部的能量 整个人处于无比虚弱的状态中 可眼力还在 他已经判定 当代手持人别看现在和胜负平分秋色的样子 但其实败相已显 这个时候 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手段 最好使出来 这样或许在手持人的配合下 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一旦要是手持人没有坚持住被杀 那么事情可能就真的无法挽回了 夏蕾苦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现在 云顶能够拿出来的手段 也就是这些了 说实话 为了这些底牌云顶 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 如果把这些放在地球 云顶可以向任何一个国区前十的势力 发起挑战 并极有可能获得大胜 但面对九级的胜负 却一个个的失败 只能祈祷忠明这个时候醒来了 看了一眼 叶忠明正在进化的秘密屋子 夏蕾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寻思着退路 一旦是不可为 那么必须要第一时间 把叶忠明送回地球 哪怕影响了他的进化 也在所不惜 而为了叶忠明的安全 谁都可以牺牲 林坤虽然猜到了答案 却依然忍不住露出失望的神色 看着空中再次撞在一起的两个人 心在逐渐地滑向深渊 即便是有地球为退路 可到时候能够撤走多少人 胜负要是还活着 岂能让他们轻易如愿 林坤没有任何一刻 这么希望叶忠明可以出现在身边 或许只有那个男人 才可以创造奇迹 战斗的双方有了变化 胜负不知道为什么 先是发出了一声轻笑 接着又是一声惊呼 最后都化成了一句我成全你 大家看到 两个战斗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抱在了一起 确切地说 是当代手持人抱住了胜负 代价都是一条腿都被打断 从膝盖的部位直接断掉 残肢跌入王城之内 他的双手无法搂住胜负的腰身 只能拽着他的一只手臂 有些幸运的时候 他抱住的是胜负 完好的那条右手臂 很多人都不知道当代手持人要干什么 就算他不是胜负的对手 他至少也可以再坚持一会 消耗下胜负的体力 再给他多填几道伤口也是不错的 可为什么选择这种普通人打架的招式 在高手之间 特别是九级这个层面的战斗时 这么做不等于找死吗 看 现在胜负的另外一只手 就无情地一下下 轰在当代手持人的身体上 打出一个个明显的凹陷 没有了整体防御 手持人干枯的身体 也无法抵御胜负的攻击 当代手持人极力地躲闪着 尽量避开自己的要害部位和关节 只是使劲地拖着胜负 朝着一个方向落去 不少城内的军队开始移动 包括某些方向城头上的战士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防区 朝着王城内部飞速撤退 已经冲进了城市的曙光圣殿战士们 有些纳闷 哪怕是前些天城墙 第一次倒塌的时候 哪怕是胜负冲进了 王城大四杀戮的时候 也没见这些一副人战士 跑得这么快 今天这是怎么了 就在他们纳闷的时候 圣女的命令突然传达了下来 让队伍不许进城 甚至要开始后退 很多人都不懂这命令了 这和胜负全力进攻的第一道 命令明显冲突 那些对胜负忠心耿耿的指挥官们 拒绝执行这道命令 带着部队继续前冲 圣女也没有阻拦 而是让听命于自己的那些 或者处于左右摇摆之间的队伍后撤 退出战场 整个战斗 都在胜负被当代手持人抱住的这一刻 产生了非常奇妙和诡异的变化 胜负意识到了什么 虽然他也不明白手持人拼死 也要把他拖向地面有什么目的 可他察觉到了危险 他的那只手不再去击打手持人 那只新手并不是十分给力 而那些血管一样的组织 也对肝别的手持人没有兴趣 可胜负还是有办法的 他那只被抱住的手臂 在这一刻突然燃起了火焰 把抱着他的手持人点燃 这火焰很有规律 并不会对胜负如何 只是在手持人的身上燃烧着 干枯没有水分的身体 给了火焰极佳的燃烧环境 火焰很快就蔓延到了手持人的全身 把他变成了一个火人 胜负的极力反抗显然起到了效果 手持人把他向下拉动的速度 已经越来越慢 距离地面至少还有三十多米的距离 开 开呀 本来已经失去了说话能力的手持人 在这一刻突然清晰地喊出了几个人 整个人疯狂地看着下面 身体已经开始有些抱不住胜负了 这种疯癫 让大家想起了回光返照 想起了最后的疯狂 也就在这个时候 胜负才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他和纠缠在一起的 宜妇人手持人的下方 有一台报废的机器被丢弃在了那里 这还是他的杰作 是他把这台战争堡垒击毁 由于巨大的身体 宜妇人和地球人联军 并没有及时地把这堆金属废墟清理走 胜负是这么以为的 可在这个瞬间 他感受到了 手持人喊出这几个字的方向 不是另外一边那些王尊和外来人的指挥部 而是这台应该已经报废的机器 只是 就在他想要做出反应的时候 这堆金属废墟轰隆一下爆炸了 这是真正的地洞山摇 整个宜妇人的山腹都在剧烈地晃动 大量的碎石从空中掉落 让人担心这里会不会塌陷 曙光圣殿的战士们甚至以为 宜妇人已经疯了 要把整座大山炸毁 和他们同归于尽 山腹也的确有一些地方发生了塌方 不过这里虽然面积很广 但树根巨大的柱子 立在这座城市之内 给予了坚固的支撑 加之所处山脉够结实 才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坍塌 不过至少三分之一的地方 还是被大量的石块埋没 也不知道多少人在场爆炸中死去 这种事情 在战后才能估算出来了 战争堡垒 启动了自毁程序 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 在这里炸开 浓烟和尘雾渐渐退去 生命又开始了活动 双方极有默契地全部选择了后退 一副人退到了王城深处 曙光圣殿的人 退到了他们的营地内 刚才的爆炸 让双方都心有余悸 处于爆炸范围内的战士 没有任何悬念地被炸死 甚至一些撤离稍慢的 一副战士都遭了殃 周围的城墙大范围倒塌 让王城真正成为了 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城内 大量的建筑被冲击波摧毁 那些 为了城防准备的物资之类 也都全部变成了废料 不少战士 身处摊陷的范围内 肯定会造成一些伤亡 具体的数量 还要统计 双方都对这种爆炸产生了恐惧 再来这么一次 这里真的会塌掉 把所有人都埋在这里 虽然大家都是进化者 可是自然的威力 依然是无法匹敌的 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事情 那么最后可能 只有一些高等级进化者 才能活下来 大家在退到了安全的距离之后 默契停在了原地 没人离开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一个结果 这无疑又是姨夫人 和云顶联军 给胜负准备的一份大礼 只是这种带着自我毁灭 或者同归于静异位的攻击 最后杀死胜负了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空中巡视 确定没有胜负的踪迹之后 又落到了双方之间 大片大片的废墟之上 胜负会在这些废墟之下吗 他 已经死了吗 一些忠于胜负的战士 朝着这里扑过来 他们要在废墟当中寻找胜负 但姨夫人 又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们恨不得 现在有一块巨石落下 把所有的废墟都压成粉末才好 他们同样派出了部队 艰难地翻越废墟 去阻止曙光圣殿的营救 但双方只跑了百米左右就停下了 因为在废墟之中 有一些轻响传来 那是一种哗啦哗啦声音 并不大 可却让人能够听得清楚 接着 这种声音变得密集了一些 频繁了一些 直到一声更大的声响之后 一个人影从废墟之中钻了出来 那里是爆炸的核心部位 因此还有些灰尘 没有完全消散 大家都没太看清 里面走出的人是谁 可双方都有些期盼 只是盼望的事情 是决然不同的 而这个人影 在缓慢走了两步之后 开始缓缓升上了天空 曙光圣殿的人 发出了巨大的欢呼 因为这个漂浮在天空的人 是他们的圣父 圣父没死 在这场有预谋的恐怖爆炸中 圣父依然活了下来 姨夫人和云顶的人也在同时 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绝望 这样的核爆 也不能杀死圣父吗 那么到底什么才可以杀死他 圣云 铜虎 小虎 夏磊突然咬着牙道 你们留在后面阻挡圣父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现在 我要带着钟灵离开这里 声音不高 可是每个核心成员 通过战功勋章 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们败了 夏磊说着 我们离开 很多云顶人一时不能接受 因为这是他们严格意义上 第一次真正的失败 走 你们走不了 圣父突然开口说话 他此刻浑身是血 状态极其不好 可是却给人一种 比刚才还要强大的感觉 整个山腹中一举一动 他都能全程掌控 那个正在沉睡的人 就是你们的头领吧 那么今天他很不幸 要死了 圣父露出残忍的笑容 他知道 这场战争 终归还是他胜了 他不会死 一个声音突兀地插入了战场 山腹之内 忽然多出了一个红色人影 因为我还没死 他不会死 因为我还没死 戴着这样的话 红发以一种决然的姿态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此时的红发 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红色的闪亮战衣战裙 由细腻圆润的红色鳞片组成 在昏暗的山腹之中 显得熠熠生辉 这套战衣战裙 把红发女性的优美 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衣的外面和下面 分别披着同样材质的一件披风和战靴 让红发在美艳之中 多出了灵灵的英气 如果再配合上 他那一头的红色长发和绝美的脸庞 更是足以吸引任何人的目光 在红发的右手上 握着一根白色尾底 戴着红色罗纹的四股四育的长毛 而在左手臂上 则缠着一条同样红白相间的鞭子 红发这一身红色已经够惹眼的了 可是更为惹眼的 是他此刻正悬在空中 不是他自己可以做到 而是他的脚下 是一头巨大的亡灵鱼龙 这头鱼龙有近五米长 龙头鳄尾 一根根洁白的骨头 无比觅食 在这些骨头之间 一些红色的能量在荡漾着 让这头古鱼龙非但没有亡灵生物的阴森 还增添了一丝绚丽 只是当你看到它 它完全是两团火焰的双眼时 就会感受到了它的暴虐和肆意 红发 不少云顶的人激动地大喊 这位本来应该是丧尸的生命 已经成为了云顶山庄最特殊的存在 你说他是丧尸吧 他只是叶忠明制造出来的傀儡 可你说他是傀儡吧 他又越来越像人 甚至连说话都学会了 你说他是叶忠明的战宠或者奴仆吧 可他还有着极其独立的自由权 经常不在云顶 连叶忠明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更像是一个云顶的战斗顾问 还是非常任性的那种 只有最开始就见过红发诞生的几个核心成员 一路看到了红发的变化 知道这个生命才是云顶最神奇的生命 刘正宏实验室的那些基因试验品 哪怕是融合了诸多最高技术的何博士 也都无法和红发相比 这个被叶忠明制造出来的生命 才是最完美的 完美到了几乎不可能被超越 或许 只有将来的双胞胎姐姐可以和红发比一比 但想要成为比红发更优秀的人魁 是绝不会发生的事情 同时 云顶的人也知道 一旦红发消失了一阵后再次出现 他的实力就会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规律一直都很准 之前红发消失 现在再次出现 那么无疑实力又会有极大的提升 曾经不少人都议论过红发的实力 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大家都肯定 虽然云顶战士彼此之间排列实力前后的时候不算红发 可一旦把他加进去 那无疑肯定是前三的 甚至后来进入的光耀和从外人角度看问题的赵新美白峰等人 都觉得除了叶忠明之外 红发在云顶没有对手 连下白都不行 甚至光耀还大胆地推测 如果叶忠明和红发不是从属关系 彼此都倾尽全力 胜负还真不好说 仅仅是红发那种可以控制丧尸的能力 就够叶忠明忙活一阵的 无论传言如何 对红发的实力 云顶的人是极度认可的 现在红发再次出现 依照之前的规律 他现在很可能拥有八级的实力 甚至更高 加上那条一看就不是反品的亡灵鱼龙 队上已经受了重伤的胜负 或许真的可以打一打 下白 你也去吧 胜负已经发现了忠明 你还守在这里 无疑是给他各个击破的机会 夏磊对依靠堕落天意漂浮在空中的夏白喊着 他也知道 红发已经又变得强大了 但他已经达到了九级吗 显然没有 那么 他能不能拦住胜负 夏磊觉得不太可能 这个全身火红的生命 或许能够给胜负造成严重的伤害 但他应该过不了发了 很要拼命的九级胜负这一关 既然这样 就要让现在能够和胜负有一战之力的人 全部上去围攻 或许才能觅得一丝良机 我会守着忠明 你们一旦 我会立刻带他走 由于红发的出现 让形势稍微缓解了一下 夏磊不需要马上就 冒着让叶忠明进化失败的危险离开 所以 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夏白面具后的眼睛看了看夏磊 又看了看空中对峙的红发和胜负 点点头 保护好他 说完夏白完全张开堕落天翼 速度逐渐加快 来到了胜负同一高度 和红发一起 把这位曙光圣殿的领袖夹在了其中 张翔 你爱辅助他们 必要的时候 夏磊通过对讲装备 连通了正在改良后战争堡垒 控制势力的张翔 我知道 雷姐 阿太他能做到 我也能做到 只是 你喝老大的喜糖 要下辈子吃了 夏磊鼻子一酸 转头开始布置防线 如果红发和夏白败了 叶忠明依然没有苏醒 那么 就要继续牺牲一些人 来掩护叶忠明离开 事情到了现在 夏磊越发觉得 当初让自己男人 在这里进化是个错误 云顶的战士团团 把叶忠明所在的屋子围住 夏磊站在房门之前 抬头关注着空中的战斗 他时刻准备着离开 屋子里 躺在床上的夜中 明紧闭的双眼动了动 却又恢复了平静 圣父侧过身体 左右看了看 一黑一红两个 把他为主的女人 轻笑了一声 你们两个 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吧 那我就把这个希望 亲手掐面 随着这两句话 圣父的右手向前伸出 在他的面前 空间突然仿佛 塌陷了一样 他在里面掏了掏 接着就拿出了一把长剑 一把上面环绕着紫色 和白色两条能量蛇的长剑 我本以为随便就可以解决你们 但没想到 你们还都挺棘手的 既然这样 那我也就认真了吧 圣父举起长剑 脸上出现了极度的自信 这把剑 叫做风雷双生 希望你们能喜欢 说完 整个战场 风雷大作 很多姨父人觉得脚跟都疼 他们看见圣父 拿出这把几乎一出现 就成为整个 山腹焦点的武器 都有种 你是在逗我玩的感觉 之前 圣父被神罚击伤 重伤将死 他们以为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但是现在看来 那并不是 仅仅是一种 他认真的前兆 圣父手中的风雷双生 掌剑上两条能量蛇 如同烟花一样 向着周围 喷射出一道道 和它们自身 相同颜色的光束 这些光束蜿蜒扭曲 速度并不是多快 但是却在很短的时间内 布满了周围一大片空间 这些光束 在移动中 变成一条条弯曲的小蛇 就和它们的本体一样 这些小蛇 并不会随意乱走 而是就在这片 被占领的空间内游荡 以胜负为中心 虎视眈眈的 看着周围的对手 我之前还在想 如果你们可以 跪在我的面前 或许我可以原谅你们 让你们成为 曙光圣殿的附庸 在全新的空间内 留给你们一席之地 胜负挥动了一下 风雷双生 一道剑影 仿佛从事虚无中 突然出现一样 瞬间到了另外一台 昨天被报废掉的 战争堡垒之前 直接就斩了进去 这台巨大的机器 直接被一分为二 里面因此发生了一些爆炸 但规模不大 除了把自身炸的 有些零碎之外 并没有发生 刚才的那种小型核爆 发生得太快 这道剑影出现的瞬间 就到了战争堡垒之前 让人无法做出应有的反应 很多人下意识地后退 只有云顶防护夜中明的 那些战士没有动 胜负冷冷地瞥了一眼 眼神中满是不屑 可你们让我生气了 很生气 你们没有了敬畏 不知道尊重 这是大忌 这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那种永远无法翻身的代价 随着这句话 胜负再次挥动了这把长剑 第二道剑光出现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下白 对于他来说 红发显然更加值得重视 需要他去用心应对 所以 胜负打算先把搅局的人给干掉 这个戴着面具的女人 虽然依靠着翅膀也能飞 但却在进化等级上 和胜负相差甚多 这样的目标 在胜负眼中 是可以轻易秒杀的 哪怕现在的下白在外表上 气势一点都不属于红发 下白在胜负发动攻击的瞬间动了 不可否认 胜负风雷双生 攻击非常快速 但是有一点 不能忽略 就是胜负 在发动攻击的那一瞬 其实是有预兆的 他的手腕手臂 甚至身体 都会出现很短暂的准备动作 下白也就是从这点动作上 提前让自己离开的位置 说实话 他并不能肯定胜负的这次攻击就是他 可他依然进行了躲闪 目标是他 他就有了应对时间 目标不适就当是调整攻击的角度了 不过胜负的这个能力还是太快 下白在动的同时 剑光也到了 云顶的不少人张大了嘴巴 因为他们看到了 下白被这一剑切成了两半 难道杀神一样 存在的下白 就这样不堪一击 在九级面前如此的脆弱 马上他们就松了口气 刚才他们看见的 只是下白的残忍 只是下白轻轻抬起手 擦掉了嘴角的鲜血 他的确是闪躲了 可依然没有完全躲开 剑光太快 至少有一半的长度击中了他 咦 不错 很不错 那是什么 很浓厚的黑暗力量 是祈福之门很好的祭品 胜负眼中闪过亚瑟 看到自己的一击 被一个只有七个进化等级的女人躲过 他很意外 这把武器 他可不经常使用 连之前的一些战技 他都很久没用过了 更别提 这把本身就蕴含着巨大威力的氛围双生了 在他看来 没有任何生命 包括之前出现过的那些个八级的生命 可以抵挡住这把武器的一击之威 这不是一个档次的战斗 之前之所以没有拿出来使用 完全是因为在使用这把武器的时候 是需要他付出很多能量 姨夫人认为 胜负迟迟迟没有拿出他自己的强力手段 只是因为觉得不必要 或许的确是有这些原因的 但绝对没有胜负表现出的那么云淡风轻 他其实也是在保命 但接连受到了打击之后 胜负不得不开始依仗这些强悍的武器来战斗了 哪怕这样会消耗能量 但毕竟可以弥补此刻受了伤的身体的不足 是的 现在的胜负 所受的伤 其实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重得多 核爆炸虽然爆掉的 仅仅是一个微型的反应堆 但处于核心爆炸范围之内的胜负 哪怕就是九级强者 也受到了仅次于最强审法强度的攻击 现在他的身体 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不好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形式下 本以为借助着他的武器可以秒杀一个人 却无功而反当 他自然要惊讶 夏白没有被击杀 完全是因为 他身体周围一直在护着他的黑暗明鸟 也就是 夏白使用了堕落天翼现生之后 所拥有的那只一种 在他身体周围盘旋的能量生命 并且 夏白因为全力激发了堕落天翼之后 黑暗风潮已经发动 除了黑暗明鸟 他的身体周围 还有一片黑暗能量组成的场 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 会微量增加他的身体属性 在受到攻击的时候 有防护和疗伤的作用 双重的保护之下 加上夏白自身的防御力 让他在鬼门关上 饶了一圈 没有掉进去 只是九级强者的攻击 又岂是那么容易抵御 他还是被击伤 只是不太严重 极其吝啬自己能量的老骗子 吹什么大话 已经在外表上和人类别无二致的红发说了一句 手中的长毛 突然被他治了出来 这非常的突然 谁也没有想到 红发会把兵器扔出来 特别还是对着九级胜负的时候 难道他不知道没有兵器 可能连胜负的身边都进不了的事实 就连胜负都认为 这只是这个红发生命 为了不让自己的风雷双身攻击他 而采取的主动措施 不过当这把长毛到了那些 围绕着胜负的小蛇 范围内时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从这把长毛的枪身上 不知道怎么 一下子喷出了无数的火焰 是那种黄白色的极高温度的火焰 这些无形之火 轰然充满了那一片空间 让观战的人 有些下意识躲闪的冲动 胜负瞬间被这些火焰包裹住 没有任何征兆的 红发另外一只手上 缠着的鞭子伸了出去 他向回一拉 长毛便回到了他的手中 仿佛刚才的一切 不是他做的一样 别以为你在吸取这里的能量 我们会不知道 红发的身体已经离开原地 别看他踩着亡灵鱼龙 好像很笨拙 但真正动起来的时候 速度并不亚于 有了坠落天翼的下摆 下一刻 一道剑光从红发 方才悬浮的位置掠过 胜负的身体同时升高了一些 冲出了那些火焰的包围 这些高温之火 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威胁 可就如同红发所说 那些在空中 不断游走的能量小蛇 被烧得所剩无几 红发现在 经过了熔岩海之下的重生 身体已经发生了神奇了变化 具体到他现在 算是什么样的生命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 他拥有人类的身体 这毋庸置疑 熔岩海底的重塑 那就是脱胎换骨 但他真正是人类吗 这也绝不可能 先不说他所能够 发生改变的身体形态 就说他所能拥有的能力 就已经和人类进化者 完全不同了 或许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进化方式 真正超脱了轮盘的束缚 他能够看清楚许多事情 比如 这些仿佛是某种攻击手段的 能量小蛇 红发就能够清晰地 看出它们的结构 知道这些东西的作用 并不是用于攻击或者防御 而是为了风雷双生 这把剑的使用 吸收周围的能量 这样可以降低 胜负自己所付出的能量 既然看得透 红发自然不会让胜负如愿 不可饶朔 不可饶朔 胜负这一次没有大声说话 只是低沉的呢喃 或许是他两次攻击 无功而返 让他没有了之前 觉得自己开始 认真就可以轻松 掌控一切的 闲情意志 他感到了 身体里能量过度使用 造成的消耗 正在严重吞噬着 他的生命力 这样下去 他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 他握着大剑 身体晃动 在他周围前后左右 上下六个方向 各出现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人影 至少从肉眼上 并不能分辨出 哪个是本体 这些人影出现后 马上开始没有规则的移动 让人眼花缭乱 之后 在同一时刻 朝着下白和红发 各冲出三个影子 而另外一个 则留在了原地 位置距离红发更近一些 其中三个人影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到了下白面前 三人三剑 从不同的方向 展向了下白 依然是那种 乌克比拟的速度 加上重若千军的力量 下白暂时 无法分辨哪一个是真身 但他从每一个分身之上 都感觉到了实质的杀气 或许每一个分身 都具有本体的能力 对于九级的强者 所有人都不会 吝惜自己的想象力 尽可能地 把他想象得更加无敌一些 手中的悲伤莫文莲挥动 重新凝结出来的黑暗明鸟 也护住了自己的主人 同时下白的职业发动 身体立刻变得透明了一样 王城之中 现在的光线条件 给了他很好的外部环境 离得更加远一些的 曙光圣殿战士 许多人的视线中 都失去了下白的影子 大 大 大 三声巨大的声响后 下白的身体 重新显露了出来 他大口地吐了刺鲜血 面具之下露出的眼中 出现了极少的骇然 因为他发现 不知道胜负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在和他对拼的时候 封禁了他的职业 这怎么可能 很奇怪 不 这并不奇怪 你这样的水平 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或者那边那个 你全身火红的同伴 可以稍微理解一些 七个影子 同时开口说话 唇形一模一样 让人无法从这个方面 去分辨真伪 虽然红发身前的四个影子 同样在说话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话是对着下白说的 每个空间都有自己的规则 但本质上是相同的 既然本质相同 在空间内生存的生命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有着共同的规律 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 就能做到有些 在你看来不可能的事情 胜负的攻击没停 不断地利用三个分身 对下白进行着袭击 让下白只能利用速度 去不停地抵挡 好在 已经升级到了绿色级别的 悲伤莫文莲 抵得住 风霉双生 否则现在下白或许已经败了 他不是除了职业之外 舅舅没有其他的手段 可在胜负这种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之下 他根本就无法使用出来 能够不断地去抵挡 防止自己被击中 这已经是下白 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在胜负面前 他还是真的不够看 你们的身体很奇怪 战绩多的 让我们无法理解 这或许就是你们那个空间 独特的能力吧 但没关系 你们那里 依然无法脱离这个规律 所以只要掌握了这个规律 就能够对你们产生意志 而我 九级的存在 就掌握了这种规律 胜负在这几句话之间 终于找到了下白的破绽 一个分身在他的身体上 留下了深深的伤口 下白穿着的护具 并不能抵御住 风雷双生的攻击 是的 我还没有强大到 利用规则 抹去你的这些能力 不过让他们在短时间内 无法生效 我还是能做到的 所以 外来人 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只是这辈子 你无法理解这些了 分身不停 在下白身上 又留下了数道伤口 这些伤口每一道都深可见骨 大量的鲜血 从下白的身体落下 洒到了地面 再见 三个分身冷酷的声音 伴随着他们的攻击 一起展向了下白的身体 下白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阻挡了 只是 胜负的分身们 却在这一刻 看到了下白那双眼中 没有畏惧和恐慌 有的只是兴奋 反击的兴奋 下白突然后退 换来的是胜负的惊呼 无论胜负 之前遭受了多少以外 多少次从为他准备的杀招 当中脱困而出 甚至越发强大 他都没有过于惊讶 就连面对差一点 杀掉他的审法都是这样 但这一次 他真的不理解 他分身的武器 全部砍在了下白的身上 可是预想中的 把对手砍成几节的情况 没有出现 这些巨剑 全部停在了下白的身体上 借助这股力量 下白成功后退 没人比胜负自己 更加清楚 风雷双生的威力 他知道 下白绝对是 不可能抵挡得住 可越是这样 他越是不懂 怎么会没有杀掉 这个浑身 都是黑暗力量的人呢 胜负这边的三个分身 全部抬头 看向了 正在朝着侧上 方翻滚的下白 可是目光中 再次有事情 出乎了他的预料 下白退得有些远 之前下白不是没有展示过 他的飞人速度 胜负也承认很快 但现在 这个女人所表现出的敏捷性 绝对比刚才要快很多 以至于当他看过去的时候 下白已经差不多停住了 那双巨大的堕落天翼 这一路都在煽动 一道道黑色旋风 朝着胜负的分身刮来 接着 下白的面具上 射出了一道光芒 身体随后从现在的位置 冲向了胜负的分身 这一切都几乎在胜负 分身抬眼看过去的这个动作 前后完成 于是 当下白冲过来的时候 胜负分身想要躲闪的时候 发现已经晚了 不是他的速度不如下白 而是那道从面具射来的光束 让周围的空气变得无比凝实 胜负虽然挥舞着巨剑 在短短时间内 就破开了这种束缚 但是下白的攻击也到了 旋转圆舞曲 堕落天翼变成了锋利的刀锋 朝着胜负身份疯狂地旋转 切割来 胜负毕竟是胜负 哪怕是分身 在各方面也都不是常人可比 面对下白的这种攻击 压根就没想过防守 而是选择了对攻 三把巨剑和开始旋转切割的 堕落天翼碰在了一起 下白现在使用的是旋转圆舞曲 是用急速和锋利 来发动堕落天翼的攻击 在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 他的防御力会增强到 自身防御力的两倍 而想要破掉这个技能 则需要四倍于自身防御力的攻击力 胜负哪怕是分身的威力 也是要高于四倍下白防御力的 这从刚才下白压根 无法防御住巨剑的劈砍 就看得出来 不过 堕落天翼的这个能力 其实是可以再短时间无敌的 至少面对非光明系和火系 是这样的 因为下白刚才发动了 堕落天翼另外一个能力 末日飓风 这个能力会让下白 进入长达15秒的 除了光明系和火系攻击之外的 免疫状态 刚才胜负没有杀死下白 就是因为他在那一刻 发动了这个能力 进入到了短暂的无敌时间 胜负的风雷双生 恰恰不是光明系和火系 于是 胜负没有把下白弄成尸体 而现在 下白依然处于末日飓风的能力之中 发动了旋转员舞曲之后 需要打断这个能力 无论是几倍攻击力 都需要是光明系 或者火系才可以 可胜负的大剑偏偏不是 于是他无法打断这个技能 只能在碰撞之后兵器被弹开 接着被堕落天翼疯狂地 攻击了数秒钟的时间 胜负的三个分身 被打得连连后退 只能不停地用手中的巨剑去抵挡 虽然金铁交机的声音连成了串 可当下白停下来的时候 胜负的分身 还是在这样的攻击中 挺了过来 没等胜负如何 他再次遭打了另外的攻击 别忘了 末日飓风这个能力 可不仅仅是 能够让下白处于免疫大部分攻击的状态 还能在挥动堕落天翼的情况下 发出一道道自身装备攻击力总和的飓风 下白之前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就 发动末日飓风 进入免疫状态 反而和胜负的分身打了半天 就是因为他要最大程度地 发挥出这个技能的威力 因为他握有悲伤莫文莲 受的伤害越多 攻击力就越高 加上其他装备的攻击力 比如脸上的紫色面具 让下白攻击总和非常高 如果单独拿出来 无论是悲伤莫文莲 还是紫色面具 或许最多也就是对胜负 有那么一丁点的威胁 可是他们的攻击力合在一起 那么威胁就会变得大了不少 更何况 除了现在 下白发出的这些 已经打到了胜负分身上的末日飓风 之前他离开的时候 一路上发出的那些 也已经到了 末日飓风会根据移动的距离增加 而使得威力增强 那些飓风会更加的恐怖 下白退了出去 现在他所能做的基本上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如果还不能把胜负如何 那么哪怕他继续战斗下去 也只是无用功 别说击败人家 能保命就不错了 一道道的旋风 把胜负的三个分身围在了其中 这场短暂激烈的战斗 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因为实在是过程 太过于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之前没人会认为 下白占据完全的主动 皇宫胜负分身 都认为 他能够抵挡住攻势 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事实 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就连那个 本来比较靠近 红发的分身 此刻都冲向了这边 显然 下白的攻击 让胜负的分身不好受 另一边 战斗也已经展开 同样三个分身 皇宫红发 但是红发在 王林渔龙的帮助下 形势要比之前的 下白好不少 他实力 本就比下白高出一个等级 又脱胎换骨般的重生 他的真实实力 应该介于八级和九级之间 即便是相比于 巅峰的阎望术 也不遑多让 加上神奇的 现在连红发 也不太清楚实力 究竟如何 只知道很强的 王林渔龙 让他应对起 三个分身 虽然依然处于劣势 但至少不会很狼狈 更加重要的是 红发看到了 那一边 下白雷霆般的攻势 他知道 自己也必须做点什么了 手臂上缠绕的鞭子 无声无息地滑下 慢腾似的 缠绕到了红色长毛之上 闪亮了两下 就和长毛绒为了一体 接着 长毛在红发手中 胀大了一圈 当他把长毛刺出去的时候 毛尖张开 喷出了一道高温岩浆 胜负的分身们离得太近 这一下 这让喷射出的岩浆 全部命中了他们 红发的这个能力 至少看起来 远没有下白刚 才使用的那些技能炫目 无论是旋转圆舞曲 还是末日飓风 在视觉上 都极其地吸引人的眼球 但是红发这个不是 只是长毛刺出 之后射出岩浆 都没有刚才火焰的爆发好看 不过 胜负的分身们 却奇奇地开始后撤 这也同样是 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这只能说明 胜负对这些岩浆是畏惧的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当初红发 决然跃入岩浆海的时候 完全状态的胜负 都没有敢于追下去 这足以让红发知道 对于这种自然界的极端存在 九级的生命 也是有畏惧的 岩浆喷发 没有任何死角 胜负的三个分身 哪怕是已经后退 也瞬间被淹没在了 这些极高温度的岩浆之中 观众们自从刚才 下白攻击之后 再次不可置信地 张大了嘴巴 怎么胜负突然陷入了 这样的被动 姨妇人和云顶联军 排除的这两个女人 已经强到了 可以对付胜负的程度 没有下白之前 数个招式的繁复 只有简单的一下 却让红发几乎和下白 同时对胜负的分身 造成了伤害 末日飓风和岩浆同时消散 地面的人目光巡视 发现整个人战场 胜负分身的数量 从七个 变成了三个 除了中间的那个之外 下白和红发面对的 都只剩下了一个 三个分身吼叫了一声 向着同一个方向靠拢 暂时脱离了战场 红发看了那边的下白一眼 觉得这女人很不错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以前的红发 眼中除了叶忠明 没有任何人 或许还要加上一个羽婆 只是想要省些力气 看来是不行了 胜负剩下的三个分身一起说着 手中的风雷双声再次举起 这一次 三道见光飞出 两道的目标是红发 一道是下白 下白们哼了一声 身体直接从空中掉了下去 她的免疫阶段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 快速的见光 只能稍微测了 下身体就被击中 堕落天意上血光一闪 哪怕分身的攻击 威力低于本体 可也造成了这对 已经成为下白身体 一部分的翅膀重伤 她再也无法保持在空中的平衡 摔了下去 另外一边 或许刚才王林鱼龙 给胜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一道见光是 对着这头骨龙去的 两道攻击一上一下 打在了红发和骨鱼龙的身上 同样是速度快到红发 无法躲闪 只能硬抗 不过结果 要比下白好了许多 打在了王林鱼龙身上的那道见光 在她觅食的骨骼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甚至在一些地方 还直接被切断 不过王林鱼龙 仿佛毫不在意似的 身体里 骨头间流转的那些能量 迅速地 开始修复这些伤处 短短 数秒 就让这些骨头 完好如初 但红发显然就不能 如同鱼龙这样的轻松 见光打在她的身上 哪怕她用长毛尝试抵挡 也差点把她从坐骑上打飞 身体亮呛了两下才站住 长毛上 和身上那红色的鳞片战甲上 都出现了深深的剑痕 胜负冷哼一声 又是三道这样的剑光 这一次的目标 全部都集中在了 红发的身上 王林鱼龙也在同时 树立起了自己的身体 替红发挡住了这三道 可能会致命的剑光 这一次 大量的骨头被切断 能量虽然马上进行了修复 但明显 没有第一次快速 而这时 胜负的下一次攻击又到了 又是风为双生的光影之剑 树断骨头已经掉落 它们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 鱼龙发出一声无声的咆哮 身体无法再坚持树立 重新回到了平衡状态 但是鱼龙的嘴里 却同时喷出了大股能量 这些红色的能量 遇风变化成了岩浆 攻向了胜负的三个分身 双方的距离有些远 胜负的分身虽然被波及了一些 却没有消失 而是堪堪躲过了这次的攻击 作为报复 胜负又是一次三发剑光 红发察觉到了鱼龙状态不好 他早就做了准备 那头长发疯狂蔓延 在他们面前组成了一道盾牌 只是依然被三道剑光突破 把红发打得飞了出去 光亮的鳞片战甲 出现了树刀裂纹 光芒暗淡 亡灵鱼龙呜咽了一声 身体翻滚 快速地到了红发的身下 让他重新站在了自己的背上 胜负的分身盯着红发 攻击暂缓 他的胸口有些喘息 不是他不想继续使用这种能力 而是这种能力需要消耗能量 连续这么多次使用之后 他也有些受不了 只是他不好受 红发的状态更不好 面对高出一级 并且还是九级的胜负 他遭到了全面压制 这种剑光 攻击压的他几乎抬不起头 只能被动地防守 再有几次 红发明显不可能防得住了 大半曙光圣殿的战士都松了口气 甚至还起了一些凌乱的欢呼声 他们已经看到了胜利 看到了对手的潜驴技穷 只有圣女眯着眼睛 脸色冷峻 这个时候 一个意料之中的因素进场了 改良后的战争堡垒 在刚才目不暇接的战斗中 无法起到什么作用 他甚至有些害怕 那些剑光的目标是他自己 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必须做出反应 来延缓云顶的失败 全身的能量集中在这一刻 对着胜负疯狂地倾泻了出去 在这个距离 还是大范围的火力压制 胜负的分身遭到了攻击 这种如同最密集流星雨般的能量痕迹 击中胜负分身的那些 更是爆出了璀璨的火花 一些人可以看见胜负 被打得在空中接连后退 一个本就之前受了伤的分身 终于坚持不住 消失在了原地 但在他消失之前 他发出了一道剑光 另外两个分身也冒着攻击发动 三道连在一起的光芒 在能量与中逆势而行 在能量互相抵消之下 前两道都消散了 可最后一道却保存了下来 映入了战争堡垒之后 巨大的机器立刻发生了故障 停止了运行 里面的人狠狠地砸了一下控制台 这种人类和轮盘科技 结合的产物 攻击力足以威胁到九级生命 但防御力还是太差劲了 改良战争堡垒的废调 代表着云顶所有底牌全部耗光 接下来 如果胜负还有再战之力 那么就意味着屠杀的开始 一切 好像都变得无法挽回了 走 夏磊下达了他最不愿意下达的命令 他知道这意味着一场 必定是云顶最惨重失败的战斗 就此结束 虽然大家都说 高风险会带来高收益 云顶的战略目标 一旦完成 秘境会成为后花园 组织会以一种绝尘的势头 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但失败的时候 也必定是一场伤筋动骨的溃败 经此一役 云顶山庄在国区实力大将 估计会彻底离开前十的位置 不知道要跌落到什么程度 而这种失败带来的影响 可不仅仅是排行榜上的位置 还会有一连串的反应 那时候 才是最难的 或许 已经习惯了荣耀和胜利的下垒 有着极端自尊的下垒 又如何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这道命令下得很干脆 可其中的苦涩 大家都知道 那些已经做好了死亡的战士们 举起了武器 对准天空上只剩下两个的胜负分身 他们打算用自己的牺牲 去给自己的同伴和领袖 创造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时间 他们并不是视死如归 只是明白 终归有人要留下 否则都要死在这里 既然这样 正面而死 总比背向而死来的有价值 下垒下了命令之后 转身要推开屋子的门 把夜中明带回地球 之后封闭时空之门 把两个世界彻底隔绝 只是 他的手刚刚碰到房门 他就感觉到了一股 让人心惊胆战的力量 在屋子里仿佛正在爆发 他惊恐地后退 眼中便看到整个屋子直接爆掉 与此同时 空中的胜负分身们 也意识到了什么 突然开始移动闪躲 很多人都看到了一道 粗大的光柱 从地面射向了天空 射向了空中的胜负分身 不少人因为这强烈的光芒 而捂住了眼睛 光亮减弱 很多人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了天空 就看到胜负 一个人把双臂挡在身体之前 风雷双生 被盗拿 尽可能多地挡住了身体 只是 尽可能多不代表着 完全挡住 在风雷 双生长剑的后面 胜负的身体上 有数处 已经没有了血肉 只剩下森森的白骨 就连他挡住头部的双臂上 也仿佛被人用绞肉机 清理过一样 外侧的手臂上 血肉全无 胜负 在刚才的这次莫名攻击中 直接被打散了 分身能力不说 还让他的本体 受到了神发之后 最严重的重创 看到了胜负的样子 大家又看向了 那道光芒的来源 只见一个男人 站在一片废墟上 手里 举着一根余热 未消的漂亮鼓杖 老大 忠明 老板 叶哥 不同的叫声 同时在各个方向响起 最后汇聚成了一道 巨大的欢呼之声 叶忠明的名字 在整个山腹 想撤回荡 云顶的领袖 终于还是在这一刻醒了过来 有人说 英雄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出现有些假 只是他们忘了 并不是所谓的英雄 想要在这个时候出场 而是他只能在这个时候出场 之前大家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了他的出现 而争取时间 有那么一点 不尽如仁义的地方 都意味着 所谓英雄 再也没有了出场的时机 曙光圣殿和云顶的灵魂人物 终于在这一刻 视线相交 不再有什么言语 不再有什么心理公事 彼此都清楚 战斗将会继续 谁赢了 他代表的势力 就会赢得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 主宰这一片虽然即将毁灭 却依然有着丰富资源的空间 胜负毫不在意 自己重伤的身体 举着风雷双声 连连闪动 朝着叶忠明冲了下去 都让开 叶忠明一句话 让周围的所有人潮水般后退 这种一言出入万人尊的场面 十分令人震撼 之前一副人和云顶人 拼尽了所有的底牌 换来了一个重伤的胜负 接下来就要看叶忠明的了 八星级别的叶忠明 收起了刚刚使用过的碎魂鼓杖 拿出了地煞月刃 叶忠明看着越来越近的胜负 没有丝毫畏惧 有的 只是熊熊的战役 刚才他利用净化成功后 溢出的能量 发动了一次碎魂鼓杖 直接把胜负打成了重伤 这件用九级生命骨头制成的魂器 成为了他威力最强的武器 现在的叶忠明处于最佳的状态 身体里满是澎湃的力量 哪怕面对的是九级的存在 他也有着极强的信心 胜负几个呼吸之间 就到了叶忠明的面前 挥动剑身上出现了裂纹的兵器 斩向这个最终的对手 叶忠明则捏碎了手中的一件东西 以他为核心 周围都震动了一下 旁边的废墟之中 有三处突然炸开 里面升起三根柱子 这三根柱子看上去 完全是由死掉的净化生命组成 数量多的数不过来 他们虽然死去 可是灵魂还在 只是被束缚在了柱子之上 他们鬼哭狼嚎着 却没有一点声音 无比诡异 出现的瞬间 三根柱子彼此发出无形的能量相连 以他们为支柱 一种单绿色透明的能量照风 避了他们之间的空间 把叶忠明和胜负都困在了里面 一声巨响之后 叶忠明身体向后 翻滚了两圈 半跪着落到了地面 右手轻轻颤抖着 地杀月刃上 出现了一个极其细小的缺口 他艰难地挡住了 速度大将的胜负一击 这是什么 胜负一击之后 没有继续杀向叶忠明 而是看向了四周 把他困住的这种淡绿色能量照 他明显感觉到了不好 临死脱汤 叶忠明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擦去嘴角的鲜血 踢着地杀月刃 从空间中拿出了一样东西 投入自己的嘴里 那是一枚有些流光异彩的药丸 这里 叶忠明动作 并没有引起胜负多大的注意 他依然在静怡中 观察着这片 淡绿色能量笼罩下的空间 猛然 胜负的目光 重新锁定了叶忠明 你吃的是什么 叶忠明眼中 涌上了些许敬佩之意 这并不是对胜负的 而是对这个进化等级所有生命的 他们的境界 的确已经超出 普通进化者的想象 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不仅仅是战斗力方面的 还有对空间 对规则的理解和把握 就如同现在 胜负之前没有在意叶忠明 吃了什么 是因为他并不在意 他虽然身受重伤 也依然不是叶忠明 这个新进八星进化者可以比拟 九级和八级 相差的远不是一个等级那么简单 而是一种对力量的理解 重伤的九级 也依然是九级 他更在意的是 已经给他造成了影响的这片空间 胜负发现在这个空间之内 不仅隔绝了他和外面的联系 切断了能量的输送 甚至还在 吸取他自身的能量 如果仅仅是被隔绝 胜负还不会太在意 这个空间之内的能量 本就所剩无几 隔不隔绝对他来说 影响不大 可他在意的是 这里对能量的吸取作用 这才是让他感到 棘手甚至慌张的地方 能量既是无命 这句话对胜负来说 就是这样的 失去了能量 也就是失去了生命 对于叶忠明的不重视到重视 胜负的改变 是因为叶忠明的改变 之前 胜负不重视叶忠明 不仅仅是因为 他进化等级低 基本上够不成什么威胁 还因为他在这个空间之中 同样受到了影响 那三根冤魂组成的柱子 同样在吸取他的能量 可当叶忠明服用了 那颗珠子后 这种能量 吸取单方面停止了 甚至还产生了 被反补的情况 这些反补的能量 是哪里来的 正是从胜负这里吸取来的 邪恶之托 胜负几乎是从嘴里 挤出了这句话 也代表着 他对叶忠明的攻击正式开始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 胜负不太敢 继续大规模的使用能量 来释放风雷双生 那种恐怖的剑光 他提着剑 开始绵绵不断地 展向叶忠明 张法严谨 竟然是一套 极其高明的剑法 显然 这又是胜负的底蕴之一 只是他的身体上 包括手臂都有些地方 露出了骨头 行动之间 带着和这场战争 一样的残酷和血腥 每个观战的人 都平住呼吸 甚至连曙光圣殿的人 进入了王城都没有什么反应 这个时候 也不需要什么反应了 谁都知道 这是最后一场战斗 谁赢了 所代表的一方 就会获得胜利 但曙光圣殿的人 心中都是复杂的 胜负明明拥有碾压一般的优势 可偏偏被逼到了 现在这种地步 他们并不清楚 这是因为胜负变弱了 还是对手太强 就如同现在 那个男人仅仅是八级的战士 怎么就能够顶住胜负的攻击 造成这种情况 除了叶忠明本身就有 超过八星的实力外 还是那颗珠子的特效 这件一次性的装备 就是天杯的最终奖励 秀礼天珠 之前 在刚刚得到这件装备的时候 叶忠明是有些失望的 初看那些光芒 他还以为是一件 最最顶级的装备呢 不过后来叶忠明才知道 这是一枚一次性的药剂类奖励 这枚天珠的作用说白了 只有一个作用 滋养 用天地之间所有的能量 来清理 培养 滋润服用者 使得服用者的身体 最终成为一种特殊体质 秀礼天体 那是一种和天地万物 宇宙本源同频率的体质 叶忠明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对这枚珠子便越来越重视 或许这不能让叶忠明 拥有一件紫色 甚至是七彩的装备 可是对未来 这无疑要比一件装备重要 和有价值的多 暂时 叶忠明并不清楚 什么叫做秀礼天体 但仅仅看这东西的介绍 也就是和宇宙同频率的性质 就能想象是有多么厉害 对于九级之上的存在 叶忠明接触过了三族怪人 从他那里得到不少信息 他无法分辨真假 但有一点应该是真的 就是九级生命 之所以拥有那么厉害的能力 完全是因为他们 可以借助和利用空间自身的能量 至于这能量又是什么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叶忠明虽然刚刚苏醒 但是看到胜负 他基本上可以把之前的事情 猜测出个大概 而零四图腾的存在 更是给了叶忠明一个 马上服用秀丽天珠的理由 这三根柱子 本就是叶忠明 为了胜负准备的 利用的就是他们吸取能量的特点 希望以此来压制胜负的力量 只适合之前有出入的是 叶忠明的本意 是把所有的云顶和一富人高手 都集中到这里 利用集体的力量杀死九级强者 但现在只剩下了他自己 如果没有秀丽天珠 叶忠明肯定不会发动零四图腾 因为在这种图腾的空间内 对所有生命都是要吸取能量的 等级越高 吸收的越快 在原计划里面人是很多的 可以不断地车轮战胜负 利用吸取能量速率的不同 打一个时间差 现在形势有变 逼得叶忠明不得不马上服用这个珠子 因为天珠在滋养身体的时候 是要吸收周围的能量的 而他的级别 肯定要优于零四图腾 事实也证明了 确实是这样 服用了天珠之后 叶忠明身体内的能量 非但不会被吸走 还会从空间内吸入补充 说到这里 不得不说 秀丽天珠的一个特性 就是滋养服用者的过程 虽然时间会很久 但是吸收速度 会随着周围能量的多寡而变化 进而影响整个过程所需的时间 也就是说 越是能量充沛的地方 天珠吸取的能量 就越多越快速 形成秀丽天体的时间就越短 现在 零四图腾空间里 从胜负那里吸收的能量 因为优先级的差距 正在快速地涌向 服用了秀丽天珠的夜中明体内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九级能量 对于八级的夜中明来说 哪怕一点点也是充盈而澎湃的 别看他被打很狼狈 在胜负鬼魅的速度之下 只能横着地煞月刃不断地闪躲 见祸还会被砍上一箭 可是在夜中明变态的防御之下 也只是 受了些轻伤 秀丽天珠就是滋养身体的作用 伤势自然也能恢复 胜负的力量被掠夺 反不给夜中明 让这些本就不严重的伤口 几乎数秒钟就可以复原 而剩下的能量 让夜中明的身体素质 再以一种能够清晰感觉到的速度 在提升着 夜中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本来 刚刚进化到了八星等级的 他就处于状态的巅峰 利用进化 成功地刹那满意的能量 攻击了胜负之后 夜中明调整好了身体 面对攻击 在身上装备和特制黑土铠甲的防护下 连恢复了本身的风雷双生 都只能堪堪破开 胜负不是不想用那种恐怖的剑光 或者其他大威力的手段 但又害怕加速能量的流失 可越是这样 就越是无法真正伤害到夜中明 面对越打越滑了的对手 胜负在某一刻决定出手 他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下去 胜负选择了直接杀死夜中明 他的风雷双生插入了地下 一只手拍在了巢上的剑柄上 一股磅礴的力量 从他的手中进入到了剑身 接着传入了地下 整个零四图腾的空间里 地面如同突然被极寒冻住了一样 蒙上了一层白色 并且成为了凝固在一起的洞土 接着这整块地面开始军裂 几个呼吸之后 地面轰然炸开 无数大大小小被冻得结结实实的土块 朝着夜中明疯狂地砸了下去 夜中明想要躲闪 可是却发现双脚竟然已经被粘在了地面之上 他在千军一发之际 拿出了自然之杖立在了自己身前 上面晒上了为数不多的 一块高级水系宝石 水瓶之户的虚影护住了他 但就在夜中明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 已经具有极高防御力的高级水系宝石 仅仅是挺了两秒钟就一下子碎开 让夜中明都没有时间去更换 他只能在那个瞬间收起了自然之杖 依靠自身的防御力去硬抗 好在 夜中明进化之后 精神力更是丰沛的浩瀚如海 他不断地让土之精灵刷新着黑土铠甲 自己也同时把空间里 一切能够产生防御效果的东西 都扔了出去 外面的人 被那些数不清的洞土块迷住了眼 只能隐约看见夜中明身边开始亮起了防御罩 接着消失 然后这些东土块都集中在了一起 仿佛巨浪拍在了海岸上一样 遇到了阻挡 接着漫天分散 再之后 堤坝崩溃 洪水滔天 夜中明也在这种洞土块的横流里 被冲得七零八落 攻击声势减弱 胜负喘息着 他看了看这片空间 发现依然存在 自己的能量依然在以一个快速而均衡的速度被吸走 失望了吧 夜中明的声音从土堆之下传来 几乎消帝三尺的所有洞土堆积成的小土山动了洞 然后向外倒下 狼狈的云顶之主从里面爬了出来 此刻的夜中明可没有了 刚才进化成功的伯伯英姿 他的头脸处全部都是鲜血 只有那双还算有神的眼睛盯着胜负 里面全部都是嘲笑 这里是 零四图腾的空间 是 用无数的生命魂魄 组成的亡灵死阵 因为伤势 夜中明说起话来都有些不连贯 但他还是倔强地站起 手中的地煞月刃上面满是豁口 显然在和风雷双生的比拼中 完全处于下风 夜中明虽然心疼 可是看着胜负的那把武器 心中却痒痒的 他知道 那必定是一把七彩级别的武器 否则绝不会对紫色级别的地煞月刃 产生如此大的压制 想要杀死我来破掉 破掉这里 是不可能的 夜中明笑着 这让胜负动了洞风雷双生 杀意欲浓 只是胜负没有动 仿佛真的上了夜中明 拖延时间的当似的 依然在那里听着 除非这些魂魄耗光了自己的力量 否则 谁也出不去 包括你 也包括我 夜中明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 抬起兵器指着胜负道 可惜 以你现在的状态 是等不到那个时候的 哪怕你杀掉了我 也会被这里吸走所有的能量 没有了能量 你就会立刻死去 在我醒来之前 你没有杀光我们的人 估计 也是灵犀这些能量吧 现在后悔了吧 如果当初你豁得出去 现在估计你早就赢了 听着夜中明这么说 胜负干脆闭上了眼睛 站在那里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夜中明正了正 他说的话 半真半假 为的就是拖延一下时间 让这里反补过来的能量 治疗 自己极其严重的伤势 刚才差一点就挂掉的他 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哪怕已经知道 九级强者不能用常理去估计 可是一出手的时候 依然不是夜中明这样的八星强者 能够抵挡 他还活着 已经算是实力出众了 不 你在骗人 这里的空间限制 并不是时间 而是力量的频率 胜负突然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笑容 你在误导我 你应该很希望 我去攻击这三根柱子吧 而你其实知道 离开这里的方法 当然 你是不会说的 哪怕我杀死了你 对了 你应该是有什么 保命的手段吧 所以才可以如此 肆无忌惮地 和我说话 只是 你还是太小巧九级的生命了 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掌控规则 而这里的规则 我马上就要破解了 随着胜负的话 夜中明和其他人才看到 他的一只手 正在微微摆动着 手指做出各种形状 仿佛在计算和推测着什么 是了 原来是这样 胜负眼睛突然大睁 脸上现出一丝喜色 显然 他破开了这里的规则 那一边 已经通过吸取能量 恢复了些许气力的夜中明 就只有震惊了 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胜负掌握了 让这个空间结束的方法 但他不敢赌 否则一旦是真的 那么现在明显 还有一战之力的胜负 将会再也没有人可以对付 三根用无数净化生命尸体 组成的柱子 在这一刻爆掉 零四图腾不仅仅是一种 对付九级胜负的手段 还是一个陷阱 那三根胜负说 是陷阱的柱子是陷阱 其实 连夜中明自己也是陷阱 一切 都只是为了击杀胜负 可是当这位九级强者 可能掌握了某种规律 真的可以破掉 这个空间的时候 夜中明只能放弃 提前发动进攻 一场不成功 变成人的进攻 他爆掉了零四图腾的柱子 完全是孤注一掷的行为 无数的魂魄 在这一刻 把整个空间都塞满 黑暗的力量 仿佛充斥着 天地间的一切 夜中明坐在地上 在捏碎了零四图腾 控制开关的同时 向嘴里灌入了树瓶药剂 之前说 这三根图腾柱是陷阱 那是因为一旦这些柱子 被非控制人打破 那么攻击目标 就是这个唯一的 也就是打破柱子的人 夜中明作为空间的控制人 他自己打破 空间里的所有人 都会成为攻击目标 这种攻击 是一种无差别全方位的攻击 这些冤魂对范围内的目标 造成身体 能量 精神力等等 所有方面的伤害 伤害的威力 和冤魂的数量 与等级有关 这几个零四图腾柱 花费了很多时间才完成 元魂等级先不说 光是数量 就多到了让人发指的一个程度 负责后勤的蜜牙等人 曾经计算过 如果这些组成零四图腾的尸体 拿去喂养鬼精 或者鸣骨魔台 都可以得到让夜中明 都动心的巨额回报 由此可见数量之多 面对这些对身心 都会造成巨大攻击伤害的魂魄 胜负选择了和夜中明 决然不同的方式来抵抗 夜中明是纯粹靠着防御装备和药剂 还有身为这里的控制者 与低等级优势去防御 而胜负选择的是进攻 他不得不进攻 胜负的状态太不好了 他不能保证自己 被这些东西肆无忌惮的攻击 还能不能撑得过去 虽然空间破裂 胜负和周围的联系恢复 自身的能量也不会流失 但是这些冤魂 就如同一个个的吸血虫 不断地从他的身体里 吸走体力 吸走精神力 吸走能量 吸走血肉皮肤毛发 每一个都吸不了多少 但是数量却太恐怖了 胜负手中的风雷双声 不断地舞动 不是那种恐怖到 近乎瞬移的剑光 而是一些能量小蛇 它们不断地从剑身上飞出 不断地去和这些冤魂对攻 来减少胜负所受到的伤害 外面的曙光圣殿战士 看到这一幕 纷纷前行 准备救援 可这个时候 可不是刚才了 姨妇人和云顶的人 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 纷纷涌过去对峙 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直接的流血冲突 但很快就被以夏蕾和圣女为首的双方领袖赫止 只能彼此瞪着 很多云顶的战士也想过去 比如夏白和他的战队 但却被阻止 这片魂魄之海 不是常人能够进入去的 进去的结果 多半不会太好 夏蕾同样担心 但到了这个时候 他只能相信自己的男人 魂魄的风暴依旧在继续 没人知道里面的情形 没人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 直到突然亮起的一道光芒 那是圣父把风雷双生插在了地上 自己则站在后面两步远的位置 双手重重地垂在了地面后产生的 那是一道最纯净的光明之力 圣父在生命攸关的时刻 激发了他的本源力量 消耗能量最多威力 也最大的光明技能 是圣命洗礼 很多曙光圣殿的战士都有了跪下的冲动 这是他们最为熟悉的圣父能力 每隔一万个落杀日 他们都会被这个能力洗礼身心 那也是很多人进入下一个等级的最好契机 生命洗礼在给同为光明属性的人 以祝福的同时 对黑暗系有着恐怖的伤害力 这些冤魂正是黑暗力量的一种 圣光之后 天地一天清静 叶中明睁开了眼睛 他有些违靡 看着对面也极其狼狈的圣父 目光中有着一丝遗憾 他不知道一切继续下去 自己能不能挺到这些冤魂散去 即便是不行 他也做好了牺牲土之精灵的准备 为的自然是杀掉圣父 能够击杀一个九级强者 叶中明认为值得 只是他没想到 胜父依然有力量和手段 去破掉几乎无解的冤魂攻击 他没有死 活下来了 叶中明能够肯定的是 胜父伤势极其严重 但还能不能再战 谁也说不清楚 如果他还保有余力 那么 叶中明有些不敢想象 双方自发地围拢在了各自领袖的后面 等待着下一刻的到来 或者退却 或者死战 呵呵呵 胜父直起腰身 外表上已经有些不成人形 甚至身体都晃了晃 他把手搭在风雷双声上 依然凌厉的目光 看向了叶中明 我没死 胜父的声音沙哑难听 里面却有着说不出的得意 交出通往你们世界的方法 我允许你们成为圣殿的奴仆 你 哪来的自信 叶中明回答道 可是说出来的话 把其他核心成员都吓了一跳 实在是他的声音比胜父的还难听 好像声带都裂开了一样 胜父摇摇头 那你们就要去死了 我会从你们的尸体上 或者俘虏的嘴里 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说完 他举起了风雷双声 指向了叶中明 这个动作 让不少云顶战士 立刻站在了自己领袖旁边 都让开 叶中明吼了一声 胸腔的震动 带来了剧烈的咳嗽 他憋红了脸 冷笑着 对着胜父道 你来啊 大家都被两个人这种 仿佛不要命的架势吓到了 胜父突然笑了 他方向了风雷双声 我的确暂时不能动手了 但只要给我一个落杀日的时间 我就有足够的能力杀掉你们 而一个落杀日 你们又能恢复多少 我不会给你这个时间 叶中明回应 胜父继续笑着 我的孩子们会给 说完他向前一挥手 命令全军进攻 曙光圣殿剩下的战士 的确可以给胜父 争取到一个落杀日的恢复时间 扑哧 胜父的手还未落下 他就看到自己的胸膛之中 从后面刺透过来一弯寒月 空气中浓浓的血腥气 已经散去了不少 姨夫人王成山腹之中战场的清理 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只是 有些奇怪的是 曙光圣殿和姨夫人 依旧同处于一个区域之内 虽然精卫分明 却没有了之前的剑拔弩张 这已经是双方和平谈判的 第五个落杀日了 叶中明坐在桌子旁边 吃着蜜芽送来的一份食物 是秘境的特产草药 和魔怪肉炖的浓汤 配合一碗命格米饭 在现在 一切都没有走上正轨的王成 算是一种不错的伙食 命格米那边的种植有些进展 虽然在没有夜中明帮助下 还无法大规模量产 但让一些核心成员 每天吃上一碗 还是没问题的 大宁这个以前跨国公司的研究员 还真是差不多解决了这种 可以增加技能威力的主食培育问题 帐篷的帘子被挑起 夏雷走了进来 流转的目光 在蜜芽身上转了一圈 还调皮的眨眨眼睛 蜜芽叫了生夏雷姐 脸都红了 没办法 夏雷只要想 就是个女流氓 连蜜芽这种仪夫人的女战士也受不了 夏雷凑过去 抢了一块肉吃 夜中明翻着白眼 把筷子递给了自己的女人 你自己又不是吃不到 用得着来和我抢 有些美好气的揉了揉夏雷的头发 作为小小的抱负 夏雷压根就没有不好意思的概念 接过筷子 开始扒饭 蜜芽在一边笑着准备给她添饭 谁都知道 夏雷在没有生气的时候 是最好相处的 当然 她生气的时候 也是最不好相处的 有事吧 夜中明喝了口茶 心中有些感慨 前世无论是一顿丰盛的热饭 还是一杯热茶 对于她来说都是极其奢侈的事情 可是在这一世 不用自己说什么 就有人把这些端上来 之间的差距之大让人唏嘘 夏雷嚼着饭 美目看了眼自己男人 含混不清的道 你的小伎俩被人看穿了 正约你单独去外面走走呢 说着 夏雷突然咀嚼得变慢了 有些神秘兮兮的把头 凑到夜中明身前小声道 如果你可以把那些曙光圣殿的战士 都弄到云顶来 我一点都不介意多出一个姐妹 夜中明端着茶杯的手 停在了半空 觉得自己一脑门子黑线 你不介意 蜜牙还介意呢 瞪了下了一眼 夜中明起身向外走 准备会会这个圣女 她知道 也是自己出面的时候了 我不介意哦 蜜牙的话钻进了耳朵里 夜中明亮呛了一下 秘境之中 吹拂着一些不知道源于哪里的微风 带来了混杂着清新和土新的味道 但无人会厌烦 因为这代表着生命的孕育和生长 有的时候 造物主就是这样神奇 在这样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崩溃的空间中 万物都在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 顽强地生存着 空着双手的圣女和夜中明 走在空旷的原野上 视线能及的地方 看不到任何护卫 你就不怕我对你动手 夜中明侧头看着圣女 近乎完美的侧言 问了一句 这也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圣女不仅回答针锋相对 连目光都毫不示弱的对视 如果不是两个人之间敌意明显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要接吻的前奏呢 现在可不是逞能的时候 夜中明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对于这种谈判之前 对心理对气势的暗中较量 夜中明已经很熟悉 并且他是真的不急 双方谈得越久 对他就越有利 并且夜中明可不觉得自己说的话 仅仅是一种谈判的技巧 而是他真的 极有信心可以在单挑中 干掉这位圣女 虽然没有直接干掉胜负 但和九级强者战斗过 给了夜中明很多感悟和体验 甚至因为吸取了胜负的能量 他现在和整个空间 都隐隐有着联系的感觉 按照三族怪人所说 这应该是摸到了一些规则的边缘了 圣女沉默了一下 目光转向了远方 视线中没有了焦点 露出了极其罕见的迷茫之色 这些日子他并不好过 特别在他亲手杀掉了胜负之后 哪怕心中认为这是对的和必须的 但真正做出这种事情的时候 当他把带着鲜血的荣耀权 从胜负的身体里抽出来的时候 来自于自己和外部的如山压力 还是让他有些喘不过气 如果不是两位巨头 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 站在了他的这一边 他能不能控制住局势都说不定 即便是现在 内部依然有一部分激烈反对他的声音在 也正是因为内部的不稳 才让他忽略了一个不应该忽略的事实 姨妇人和云鼎联军 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恢复着战斗力 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圣女马上找到了叶忠明 他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否则最后不是通过谈判 能够获得多少利益的问题 而是灭族的问题了 他可不会认为 当姨妇人和云鼎拥有了 绝对压制力的时候 还会在谈判桌上和他们废话 事实上 叶忠明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当他和夏白红发 各位王尊等人全部恢复之后 云鼎联军的态度 绝不会是现在这样 圣女也知道自己示弱 整理了一下心情道 之前你们提出的条件 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下 不商量 叶忠明粗鲁地打断了圣女的话 就是那些条件 不再更改 我指的是谈判最初的时候 也就是第一个落沙日时 我们提出的条件 圣女眼中怒气一闪 压着火气道 不要太过分 我们地球上有句话 叫行事比人强 叶忠明淡淡回应 说完 向前走了两步 微微沉思了一下转身 看着现在曙光圣殿的领袖道 不仅如此 我们的要价增加了 除了那些条件之外 我还要二十种战绩 其中的五种 必须是我们指定的 还有 本来听到叶忠明临时加价 已经变了脸色的圣女 听到还有两个字 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 想要咬这个男人的冲动 可是当他听完了后面的半句话 圣女已经想要咬死 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了 叶忠明说他还要 风雷双胜 之前云顶山庄提出的条件 就已经很苛刻了 至少对圣女来说是这样的 圣父虽然死了 可是曙光圣殿 要离开布鲁秘境的心是不变的 之前圣女一人孤身来访 为的也是和云顶一夫人 达成初步的协议 只是当时双方谁也没有把握 会如何杀死圣父 所以谈的不是太详细 这成了现在谈判的最大分歧 圣父死亡的第二个落杀日 谈判就进行了 姨妇人和云顶山庄 提出了多达二十个的条件 曙光圣殿自然不会同意 双方你来我往 逐条逐条的讨价还价 在昨天 这些条件还剩下十六个 现在叶忠明和圣女说 昨天谈的都作废 还得按照最初的来 不仅如此 还要再加两个 都是极其苛刻的 这让本来打算让云顶让步的圣女 如何受得了 不可能 圣女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战绩是我们以后立足的根本 都交给了你们 以后还不是任你们宰割 如果这样 还不如干脆我们成为 你们的战奴好了 至少干脆 越说越气 圣女怒视叶忠明道 还有 你还想要风雷双生 那是我足的圣气 是圣父的标志 就和我的荣耀权杖一样 怎么可以拿来做筹码 叶忠明丝毫不为所动 冷声道 但你们现在没有圣父了 以后估计也不会有 他指了指这一片土地 道 这里是 你们世代生活的地方 为什么离开 是因为你们知道这里再不久后将会崩塌 如果我不开时空之门 你们就要和这里一起消失 那个时候 什么战绩 什么风雷双生 都只是宇宙间一束尘埃 既然我可以给你们新生 那么要求一点东西 并不过分吧 两个人面下而立 一个冷静 一个愤怒 你可以说我不讲信用 你也可以说 我只需要打开那道门就可以 不需要付出什么 你们给的那些条件已经足够 但事情不是这样看的 叶忠明盯着圣女的脸庞 用一种笃定的语气道 到了我们的世界 你们 是外来者 圣女一正 不知道 叶忠明这话 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那边 有一句话 叫做养虎为患 还有一句话 叫做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叶忠明停顿了数秒 给圣女 理解这两句话的时间 然后才道 我放你们过去 就要承担 你们在那边一切行为的后果 将来有一天 你们稳定了 强大了 可能还会对我 对我的同胞产生巨大的威胁 或许你们会杀死我们 那个时候 我是不是要为今天的决定负责 我可以没有顾忌地说 为了以后 我不后悔 为了保持我的族人 对你们的优势 我现在必须要狠狠地剥削你们 这样 我才能在完成 我的手下对你承诺的基础上 放心地 让你们过去 圣女听了这些 在越发愤怒的时候 也感到了悲凉 严格说来 蜀光圣殿并没有失败 如果他没有在后面 把荣耀权刺进圣父的身体 那么一切还都不好说 即便是现在 如果圣女真的要打 蜀光圣殿依然不会必定就失败 可是 没有如果 他杀死圣父 就是不愿意再有无辜的战士 去为了那个高高在上 却也自私自利的人牺牲 又怎么会再起战断 可是 不想开战 难道就要答应 叶忠明这种毫不掩饰的明晃晃 就要掠夺你的条件 圣女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乱了 叶忠明观察着圣女 知道这个时候不能逼得太紧 他用一种稍微缓和的语气道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让你们更快更好地 适应新的生存地 听到这话 圣女讥讽地笑了笑 施舍 叶忠明摇摇头 你们只是把注意力 放在了赶快去往另一个世界上 你有想过吗 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去了那里 要如何安身 在最初的一个阶段 你们要如何度过 粮食 武器 衣物 建筑材料 水源 气候 势力 这些 你都考虑过吗 面对这一连串的发问 圣女有些发呆 这种问题 她真没考虑过 不是她智商低 想不到这些 而是平时在曙光圣殿 这些事情 她才不会去理会 她和圣父 更多的是受人供奉和敬仰 他们的时间 更多地放在修行和视察上 所事 都有其他人代劳 不过虽然圣女 没想过太多这方面的问题 可天生聪慧 只是考虑一下 也知道事情 的确如同 夜中明所说 曙光圣殿到了地球 可不仅仅是拥有一块领地 就够了那么简单 在最开始的几百个落杀日 甚至一千个落杀日里 都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毕竟 曙光圣殿可不仅仅有这些战士 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普通民众 他们可没有太高的自保之力 在一个陌生环境中 这些人能活下来多少 他们才是曙光圣殿真正的基础啊 我给你们提供一片领地 足够你和你的族人栖息 自然 条件不会太好 甚至有些恶劣 可是那里足够广阔 可以让你们 拥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发展环境 你们的周围 有更加肥沃的土地 是去抢过来 还是怎样 你们自己说了算 叶忠明把早就想好的东西 一一道出 我会在一年 也就是我们那边365天内 为你们提供有偿的食物和水 还有建设所需的材料 会派出需要你们付费的相关人员 指导你们 适应全新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 还有 在你们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也会优先帮助你们 当然 相关的一切费用 需要你们出 总之 我们会尽可能地帮助你们 度过最为艰难的第一年 以后如何 就要看我们之间是否还有有益存在了 圣女笑了 有些气量 收费 报仇 到时候又要被你们剥削一次 对吧 不 费用会很合理 叶忠明否认 我要援助你的东西也是有成本的 人员也是需要工资 甚至抚恤的 看到圣女没有说话 叶忠明又加了一些筹码 我们可以签订一份协议 在你们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出兵对你们施以援手 会花钱 但你放心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 到了我们的世界 依然足够 快速地赋予起来 魔精 圣女问道 是的 魔精 我要你们免费提供一批至少两万件 那种带着光亮的武器 白色一万 银色九千 绿色一千 还有那种射程集园使用魔精的 手成武器二十门 一年内的食物和水分成十批 前三批 我也不给钱 圣女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答应了 就成交 不答应 我们再打一次 营地之中 灯火通明 没有了战斗 可是激动的情绪却仿佛在这里并没消散 反而有越发危险的迹象 我们真的要像这样的圣女效忠吗 为了一个把自己的武器插进胜负身体里的女人效忠 一个中年人在营帐中来回地走着 神色激动 话语传到了帐外 那里有着成千上万的战士默默地听着 圣殿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为了圣殿的荣誉拼死作战 不仅是我们 也包括我们的祖辈 甚至 我们的后代 依然会如此 中年人声音低沉 却铿锵有力 很有感染力 可是 我们信仰的是圣殿的荣誉 而什么是荣誉 坚定 无畏 勇敢 牺牲 团结 我们一直在秉承着这些 从我们的家乡打到了这里 我们经过了艰苦的行军 经过了激烈的战斗 我们无数的同伴死去 现在 在我们的家里 还有着更多的亲人在等待我们回去 但你们看看 如今 我们都在做些什么 中年男人一指周围 透过这些营帐之间的空隙 可以隐隐看到 不少一副人和云顶战士在远处巡视 目光基本上都集中在他们的营地之内 我们战败了吗 没有 既然这样 为什么让我们 如同囚徒一样在这里等待 为什么会这样 目光看着帐篷中的这些终极军官们 中年人一脸求索 因为我们的胜夫死了 因为我们的胜夫被自己人杀死了 因为杀死我们胜夫的女人 要向我们的敌人投降了 因为这个投降的女人 完全没有了圣殿的荣耀感 她是我们整个种族的耻辱和叛徒 兄弟们 我们难道真的就要听从她的命令 听从一个杀死胜夫的人的命令 去和那些几个落杀 略前杀死我们身边战友的人 称兄道弟 甚至卑躬屈膝 那我们还是什么圣殿战士 还有什么荣誉可言 我们 还如何对得起赋予我们生命和灵魂的先祖 中年人越说越激动 手臂使劲地挥着 下面的这些军官和外面的战士 也都被他煽动得群情激愤 这些部队 本来就是最忠于胜夫的那些人 之前就不听从圣女和两个巨头的命令 现在胜夫一死 还是被圣女杀死的 心中的布满早已经积累到了爆发的边缘 现在 听为以圣女为代表的人 正在和一夫人云顶联军谈判 一些细节传回来 更是让他们哗然 觉得这是在出卖曙光圣殿的利益 是一种近乎投降的妥协 甚至 有一些言论在军中传扬 说是圣女 已经决定嫁给那个 从另外一个空间来到这里的领袖 成为她的女人 来换取她自己和亲近她的人更好的生存 对于在这个空间之中 无数年都是王者的曙光圣殿人来说 这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只是 哪怕这些人无法理解甚至仇恨圣女 杀死了圣父 但在他们心中 依然存在着某些惯性 圣女是圣殿另外一个象征的惯性 在这种本能的惯性之下 他们可以反对圣女 却无法接受圣女 做出什么 在他们看来 有辱圣殿的事情 弟兄们 我们不应该再沉默了 否则 我们将会失去信仰和灵魂 成为行尸走肉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个军官站了起来 握着拳头问 反抗 中年人眼睛都是亮的 他坚定地道 只有反抗 我们才能有一线希望 只要推翻圣女 对圣殿的继承 才可以赢得未来 一个杀死了圣父的人 怎么可以领导我们 他有什么资格领导我们 可是 有一个军官欲言又止 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好 没有可是 除非 中年人瞬间来到了这个军官身前 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双指直接插入了他的双眼中 除非你是圣女 不 巫女的走狗 短暂的惨叫之后 这个军官的尸体 倒在了地上 是时候 给圣父报仇了 中年军官说完 在他安排下的一些人 开始不断喊着 为圣父报仇的口号 周围的士兵 渐渐被感染 加入到了他的队伍当中 只是 这种气氛 仅仅持续了半分钟 就被地面出现的震动 所打断 喊声渐渐微弱下去 转而变得极其的安静 不少人开始寻找 震动的来源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要寻找的东西 实在是这家伙太高大了一些 是那种金属大怪物 有人开始喊道 眼中的惊恐越来越浓 中年军官带着人冲出了营地 发现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姨妇人和云顶战士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越过了曙光圣殿的警戒线 深入到了营地之内 是那个巫女 她出卖了我们 这个时候 这位胜负的死忠军官 哪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圣女要用云顶之手 除掉他们这些 圣殿内的不稳定因素 已经被修复的改良战争堡垒 露出了她猙獰的面目 能量机枪 被准备这些圣殿战士 同时云顶的主战小队们 举起了流射火箭筒 其余的人 则是黑洞洞的魔晶长枪 而一副人的战士们 多拿着魔晶手雷 或者云顶出产的短腹长矛 虎视眈眈的看着他们 随着队伍而来的 小虎挥了挥手 整个营地之内 枪炮齐鸣 圣女和叶忠明远远地站着 看着这场屠杀 前者久久不语 哪怕是他决定了要这么做 可当一切真实发生的时候 圣女还是产生了 深深的罪恶感 想要在新世界好好地生存 这是必须的 叶忠明劝慰了一句 因为换成他 也会这样做 在任何一个 身处生死存亡 时刻的势力内部 都绝对不允许出现反对的声音 等到我们子民到来 我会登基为王 成为曙光圣殿的第一任女王 我会让我的族人 在新的世界里 永远繁衍生息下去 圣女最后看了一眼 远处的血色 转身离去 他们是战死的 为了曙光圣殿 我们要这么多 是不是有点欺负人 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魔精 材料 草药 矿石 魔怪卵和幼崽 还有一箱子一箱子的 刻在古老兽甲上的点击古本 梁初音抱着叶忠明的手臂 低声地嘀咕着 当叶忠明回来的时候 带来了和曙光圣殿合作的消息 很多人都是震惊的 实在是 那些条件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苛刻 进而又知道了叶忠明 还要了很多 战绩秘本和风雷双生之后 大家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 仅仅是让曙光圣殿 从时空之门去往地球 竟然要了这么多的条件 怎么想都觉得是在宰人 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过路费 但价格高到可以修一整条高速公路了 叶忠明承认自己有狮子大开口的嫌疑 但可不会和其他人一样 觉得这是个天价 末世之前 每个人国家都特别在意外来物种的入侵 甚至专门为此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因为外来物种会破坏本地的生态平衡 产生不可估计的严重后果 叶忠明看着云顶的人员在清点魔晶 出乎意料的心如止水 仿佛这些前世为了他们打声打死的东西 已经没有了吸引力一般 比如咱们国家的水葫芦 也就是凤眼帘 扩散到大全世界大部分水域 以及美国白鹅等等都造成了很大破坏 梁初音看了看远处 不断到来的曙光圣殿普通民众 小嘴张着道 你是说 夜中明点点头 一副人强大吗 网红妹一愣 想了下才道 强大 如果不是之前他们有内讧 如果他们没有遭到曙光圣殿的大规模突袭 造成许许多多部落 甚至亡尊陨落 他们比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势力都强大 完整的反抗区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提起了话题 网红妹思路全勇 继续深入分析道 严格说来 他们就是一个种群 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有着远比我们多出了无数年末世经验的强大组织 这样一个组织 有着成千上万的战士 有着百万千万的后备力量和更多的人口 一旦进入我们的世界 就必将排挤甚至侵害我们的生存空间 是这样吗 叶忠明投去了赞赏的一篇 强大的外来种族 在利益的驱使下 对比他们弱小甚至软弱可欺的本地种族 手段通常粗暴而血腥 印第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是 梁初音侧着头 看着自己男人道 我们现在和一夫人关系很好 你也让他们去往我们地球生存了 我觉得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 应该不会有什么吧 通过了数次战斗 云顶的战士和一夫人之间 基本上有些无缝对接了 彼此之间非常的信任 这种战友关系 同样影响到了梁初音 无论是手持人的牺牲 还是王尊的死战 都让梁初音觉得 这些人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哪怕他们是外来的种族 可是从身体构造上 和人类并没有什么不同 同样的 蜜牙作为姐妹 和梁初音关系也很好 我当然知道 一夫人和我们经历了共同的苦难 有了很深的友谊和感情 这是事实 夜中眯眯着眼睛 把这些绝不会对旁人说的话 和自己女人讲述着 但你也应该听过 同甘共苦这个词 有些人可以同甘 却不可以共苦 而有些人可以共苦 却不能同甘 拍了拍往红眉的手 夜中眯继续道 当一夫人去了地球 我们必定是要帮助 他们建设全新的家园 那你想过 没有 当他们逐渐 从这几次的大战中 恢复了元气 以他们的人口基数 和相对成熟的年龄体系 以他们完善的权力构成 和不足形态 他们必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变得强大起来 那个时候 和我们要是产生分歧 该怎么办 梁初音恩了一会 却答不出来 他虽然不愿意承认 可以知道 夜中眯说的情况 有可能发生 连父子兄弟 都可能因为权力 或者利益翻脸 更何况 云顶和姨妇人 这两个本就是 不同世界的势力 可我们和他们 终究是用鲜血和人命 构筑起的交情 不能用简单的武力之类 来解决问题 那么想要让他们 不会成为我们的新问题 就要融合他们 最后这四个字 夜中眯说的声音很小 啊 但没等梁初音说完 夜中眯就点头了 是啊 做朋友可以 可如果你要让他们 就此归顺我们云顶 无论是林坤 还是红翔或者尼奥 是都不会同意的 看看他们最近选出的 三个手持人候选人就知道 他们必定是要重建圣池的 而有了圣池 就会有王城 他们会恢复到 现有的统治结构当中 与其说 现在夜中眯再和梁初音 解释 还不如说 他在自己捋青思路 以阿瑶为突破口 这些小部落会真正归顺我们 慢慢的 我们还要做一些事情 一些让一副人 逐渐融入我们云顶的事情 手段可能会有些黑暗 有些肮脏 但这是必须的 我们必须要让一副人 在未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这样 不仅可以让他们 身为外来物种的威胁消失 还能让我们的实力增强 应对可能马上就会到来的 选择 夜中眯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回到梁初音最初的问题 至于曙光圣殿抛开一副人 和我们的友谊 其实两者没有区别 对一副人 我更倾向于怀柔 倾向于融合 对曙光圣殿 则要控制和利用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把他们从地球抹去 因为他们和我们是敌人 梁初音问 至少有敌意 夜中明笑得有些冷 我们杀掉了他们那么多人 哪怕最后合作了一把 可这些仇怨真的可以忘掉 现在或许是可以的 可等到他们 在地球发展起来呢 估计那时候 他们会想方设法的 把我们弄死吧 圣女 这个未来的曙光 圣殿女王 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于是 你就要了这么多东西 让他们伤筋动骨 为的只是抑制他们 夜中明恩了一声 我把他们放到一个地方 让他们去不断地战斗 在削弱他们的同时 来给我们创造利益 一旦 他们露出什么不甘之心 就让他们真正地消失 放到哪里啊 网红妹对这个很感兴趣 喜啊 当夜中明回到 久违的云顶山庄时 他还真感觉到了一丝陌生 和曙光圣殿达成了协议之后 可不是就一切万事大吉了 双方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需要商量 有很多事情 需要沟通 虽然大部分的事情 都有其他人来负责 但一切涉及到关键决策的 依然要夜中明来拍板决定 于是在秘境之中 又待了一些时日 战争 带来的不仅仅有伤痛 还有收益 云顶下了大力气 为此不惜对付九级的存在 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 现在到了收获的时候 这种收获 可能在短时间内 表现得并不太明显 但在某些方面 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比如说云顶山庄的变化 依附人的普通民众 和特意留下的种子精华们 早就在山庄里 等待战争结果了 这阶段这些人 虽然忐忑不安 可并不影响 他们对云顶的帮助 或许这样 在他们心中 觉得可以让云顶人 更加卖力气地 帮助他们作战吧 其中最为显著的 就是这些宜妇人 对云顶城墙的改造 他们之中 有许多人 虽然没有参与 宜妇人王城那防御力 令人绝望的城墙建造 但却对其结构 有着极深的理解 更是参与了 多年的维护和修缮 对于城墙方面的工作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这些人 在仔细了解了 地球上的一些材料之后 又结合进化者的特殊能力 和轮盘出产的特殊物品 不声不响地 弄出了一套 防御公司的设计图 这套东西 之前叶忠明远在 名水界的时候 就被拿出来讨论 并且初步得到了 夏磊和墨叶等人的支持 这些宜妇人 就开始动了手 叶忠明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是 以云顶山庄为起点和核心 向着山下连成了串的 无数道深深地基 而等这一次 他回来的时候 地基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每一天都能看到 巨大变化的 各式防御建筑物 这就比较扎眼了 叶忠明看到了 一个的设计 极为合理的回形堡垒 拔地而起 在其间 还分布着 不知道多少的暗宝 这些组成了 通往云顶山庄 长达十公里的 垂直防御体系 而在这些 防御堡垒之间的道路上 特别是关键位置 更是设有魔金炮 巨弩 投尸器等等 防守装备的基堡 武器们可能因此 而失去了灵活 可是却组成了 最完美的火力网 只要基堡不被破坏 或者武器失去弹药 那么几乎是不可能有生命 可以通过这里 到达云顶山庄的正门的 长达两年多 对各种机械的收集 和人才保护 加上进化者变态的体质 让工程进度 快得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相关的职业者 和相关的材料 也保证了 这些项目的质量 正面如此 在侧面和后山也差不多 乐大远和他 越来越多的实验员们 休息的时候 一大乐趣 就是发明 和制造各类的陷阱 这些东西 看上去不起眼 但是被这些科研怪胎们 或者精心 或者无厘头地弄出来 产生的效果 让人头皮发麻 只要进入了云顶山庄 那看似没有太多 防御的侧面密林 那就是进入了永恒的噩梦 每走一步 都可能遇到各种 千奇百怪的陷阱 有些陷阱很致命 也有一些 却就是为了恶心你的 毒物迷药之类的 那都是小儿科 什么可以让你麻痹 在那里超过一个星期的 麻痹剂毒针 什么定身符 加大份汤的组合 什么让你激情大发的药物 加一头猛兽的 坚固牢笼等等 这些东西密布在山庄两侧 凡是知道的人 都宁可从正面闯入 也绝不会选择从这里走 自时有着前世 十年经验的叶忠明不信邪 半认真的闯了一下 虽然耗时半天之后 成功冲了出来 但那狼狈的样子 就别提了 闯过之后 飞速回到了自己房间 洗澡换衣服 找瓢秀阴疗伤 以后再也不去那边了 这是什么 叶忠明已经对这种地球 和宁夫人合作建造的防御体系 很有信心了 可让他意外的是 这个设计小组的人 再次找到了他 至于要干什么 两件事 第一件 让叶忠明同意二期的工程 第二件 要钱要人要物资 这是对第一期防御工程的补充 说白了 就是防空系统 一个人宁夫人老者和云顶 这边一个工程建筑博士导师 是这次工程的联合负责人 这位宁夫人虽然现在 还是看不太懂地球这边 标满了数据的设计图 但却也有他的办法 通过别人的解释 来强行基础图上的 任何一个地方都代表着什么 防空 叶忠明眼珠动了动 之前云顶的防空 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后来 随着大家进化等级的提高 还有职业技能的升级 加上建造了对空的武器防御机 算是解决了一部分这方面的隐患 但他明白 如果遇到强力的空袭 这些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本来 叶忠明的本意 是要培养出一支云顶空军的 这一次对曙光圣殿的条件之中 就有关于灵救空军相关的饲养 培育 训练等技术 不过要想空军成规模 有建制 那可能需要很久 就算有什么催涨之类的药剂 叶忠明估计 最快也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才能够把空军初步地建立起来 就算这样 数量还不能太多 也就是一千上下 现在听到他们说 这是防空系统 立刻就认真了起来 是的 勒大师那里接了这个研究课题 对现有的魔晶武器正在改良 让他们更加适应空战 他说 这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现在已经有了初稿 我询问了一下 弄清楚了原理 就打算根据这些原理 来率先建造 适合这些防空武器的基础建筑 云顶这边的负责人 给叶忠明解释着 看到叶忠明点头 基本上表示同意 他才又忧又喜得到 可是 现在我们的材料很吃紧 人力方面 也被下垒和光耀 他们抽掉得很严重 说是要去恢复 王城那边的秘境前沿基地 所以 即便是开始建造 可能速度也不会太快 你看现在冬季马上要来临 如果耽误了 那就要等明年了 一个冬天 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那你的意思 叶忠明问 我的意思是 把三七工程一起做了 这位负责人 再次语出惊人 只是 这需要你的同意 叶忠明看了下 竟然是一个战队的资料 他仔细看下去 就发现了这个战队的不同 这竟然是一个以为其他势力 修筑建筑为主业的机型战队 在末世 大家都在尽可能多地击杀变异生命 获取魔精 从轮盘上得到想要的东西 虽然也有商人战队 小的类似于黑衣车队那种 大的比如五环钱 或者食人魔连锁 但也不多 可是要说 专门给人盖房子的战队 这还真没听说过 两室为人的叶忠明也没有 介绍一下 听到老大有兴趣 这个负责人调整了一下身体 四级的进化等级虽然不高 但足以让他保持足够的精力和体力 还有出色的记忆能力 这个战队叫做大家的世界 呃 大概是从那个著名的游戏来的吧 负责人咳嗽了一下 之后继续道 知道他们很偶然 我们的战队运送战争堡垒 回云顶的时候 曾经遭到过 一群每个人都带着战兽的 强悍战队袭击 当然了 他们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的主战战队在歼灭了他们之后 顺势摸到了他们的老巢 让我们的人惊讶的是 这个势力赢得不大 却异常的坚固 一些建筑神奇的起到了很强的防御作用 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 干掉了剩余的人之后 发现在营地的一处自建地牢中 被困着一些人 就是这些 大家的世界战队的人 经过询问才知道 他们就是这处营地的建造者 虽然这位负责人 不是当时的亲历者 可显然 把事情的经过打听得很清楚 我们的人当时就觉得奇怪 这些建筑很坚固 几乎处处都经过了特殊处理 或者用了建筑类职业者的职业技能 或者是某些会发生作用的技能等 在仔细询问之后 这只只有不到100人的战队 其中建筑类 或者和建设类有关系的职业者 竟然得到了三分之一 另外还有三分之一 是拥有类似技能或者血统的人 剩下的又全部是技术人员 这位云顶负责人深吸口气 用一种赞叹的语气道 老大 咱们云顶 在影响力这么大的前提下 这两年才收罗了不到万人的 各种技术类人才 在我们的亲历支持下 其中 获得相关职业和技能的又有多少 估计不超过1000人 细分到各个领域 哪怕是红解和乐师的实验室 数量也就百人左右吧 可这个大家的世界战队 小小的势力 竟然能够集齐这么多人才 真是难得啊 夜中明听的也是连连称奇 这小势力是怎么收拢这么多相关职业者 或者技能血统人员呢 并且 听自己的人说 应该武力值还不太强 没有人被人吞掉或者杀掉 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就此 我们和他们建立了联系 他们大概也是因为遭遇的事情有些害怕 一路跟着 我们回到这里 在我们的关照下 一直在给阴城和周边的友好势力 修建营地赚取一些收入 在一起工程的时候 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成熟的计划 加上事关我们核心位置的防御机密 所以没有叫他们参与 现在二期和三期的修筑迫在眉睫 于是我和劳卡斯就来问问您的意见 看看 这些核心工程 是否可以请他们来帮忙 叶忠明听明白了 之所以没有立刻把这支战队 叫过来 参与到云顶防御体系的修建中 是自己的人 害怕信任问题 这支战队 也确实透着一些古怪 想了想 叶忠明道 这样吧 我们一起去见见他们 然后再决定 英城或许是末世之中 最安稳的一座城市 至少在白天是这样的 经过了云顶的攻防大战 这里的变异生命数量 被降到了最低 一副人的出现 其他战队对云顶的靠拢 都让这里逐渐成为了一个人类活动 极其频繁的地区 虽然危险依旧在 比如隐藏在暗处的 为数不多的变异生命 比如一些拥有特殊能力 和一定智慧的丧尸 当然 还有每到夜晚 就变得猖獗起来的变异鼠患 不过至少在阳光下 英城的安全系数 仅次于云顶山庄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这里当成营地所在 夜中明带着几个人 行走在阴城之中 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 在这里 他们听到了一种 在末世之中 很少能够听到的一种声音 笑声 或许这里依然不是什么极乐净土 依然存在着暴力和血腥 依然存在着争夺和功法 可是 在危险减少的城市里 安全带来的愉悦 却是挡也挡不住的 夜中明并不把这一切 归结到自己身上 但至少 他参与了这个过程 只有经历了血色末日的人 才能体会到笑容和笑声的珍贵 有的时候 这代表着自己还活着 最近 大家的世界生意不错 这也要多亏了我们脚底下的这些老鼠 再有一个势力 让他们改造了营地 成功抵御住了夜晚的一次变异鼠偷袭后 他们的名气就起来了 毕竟 那是一场上千变异鼠的攻击 而这个势力 却只有二百多人防守 负责人走在夜中明身边介绍着情况 你也知道 变异鼠这些脏东西 很少出手袭击我们 可一旦动手了 就绝不会留下任何活口 但这个势力 却利用防御攻势幸存了下来 这足以说明这些工程的优秀 快到了 就在前面 今天 他们再给一个叫做安太和的战队干活 一行人转过了几栋半滩的大楼 就见前面出现了一个利用社区小楼设立的营地 很明显经过了改建 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铁血的味道 如果不是墙体上还留着熟悉的颜色 还真看不出来本来的面貌 那里就是 负责人只说了半句就停住了 他专注地看着一个方向几秒钟 之后 怒气便涌上了脸部 大踏步地朝着那边走了过去 夜中明看了看 没说什么 只是带着人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两队 是我们给出的条件不好吗 说话的男人很英俊 同时也非常的干净 身上的衣服崭新 这不是那种找到了新衣服穿上后干净 而是那种如同和平时期天天洗澡的整洁 被叫做梁队的 是一个黑脸大汉 落腮胡子 浓眉大眼 此刻梁队雀面露南色 抱着的双臂时紧时松 显然在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 英俊男人拿出了一盒烟 抽出两根递给了梁队长一根 点燃之后说道 大家的事件呢 很特殊 也很有能力 这一点我不否认 我们开出价码也是因此而来 无论是魔精的数量 或者进化药剂的数量 甚至其他的装备武器 这些都代表着我们的诚意 梁队长 你说 我说的 对不对 面对这样的询问 梁队长咽了下唾沫 有些尖色的点点头 你说的对 可是 没有可是 这个男人有些粗暴地打断了梁队长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 末世之前 这个道理就存在 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主流媒体更不会去鼓吹这种价值观 可是末世之后 每个人都清楚这句话的正确性 梁队长想来也不例外 男人在前面来回走了两步 夹着烟的手 在虚空中点了点 你的犹豫 其实是你不了解我们的组织 一旦你了解了就会发现 在这个世界 中有一些人是很特殊的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大家的世界 而是 这些人的世界 自大 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夹着烟的英俊男人偏了一下头 让自己的视线 可以看到声音的来源 就看见在大家的世界战队之中 有一个 大概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 正义脸气不过的样子 显然对于他刚才的言论 表示不赞同甚至不满 轻笑了一声 这个男人挤进了大家的世界队伍当中 以他的进化等级 在这个以建筑为主的战队中 没人扛得住他的力量 一些想要拦截他的人 被撞得东倒西歪 马上他就来到了这个年轻人面前 知道吗 其实我很奇怪 末世两年多了你这样的人 怎么还会活着呢 烟圈喷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脸上 让这个进化等级 应该不超过三星的人皱眉后退 怎么 还能活着呢 重处这半句话的时候 男人手中的烟头 已经闪电般 映在了年轻人抬起 想要驱散烟雾的手上 烟头的温度 对进化者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甚至以进化者强悍的恢复力 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好如初 连疤痕都不会留下 不过这种明显带着欺辱性质的动作 还是引起了大家的世界战队 其他人的不满 他们就算再怎么不是战斗 为主的进化者 也终究是进化者 平时也都是见过血的 冲突在这一刻发生 虽然规模不大 不过还是有人动了手 只是 这个男人进化等级高 仅仅数秒 就有超过五个大家的世界战队的人 被打倒在地 他没有杀人 但这些人短时间内也站不起来 云顶的这位工程负责人看到的 正是这一幕 住手 你是哪个战队的 身为云顶山庄的人 天生在英城就硬气三分 更何况 在云顶内部 掌握相关技术的人员地位 也要远比外面的人高出不少 战士们也尊敬 说话自然带着几分自傲 这么一喊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 那个英俊男人看到 喝止自己的中年人 也并不是什么高手 冷哼了一声 就要过来教训 但却被两个声音同时阻止 一个声音 是一句话 短暂有力的 回来 两个字 另外一个声音 是空气被煽动的响声 一个人影 从飞到了空中 阮经理 大驾光临 有事远营啊 叶忠明从后面走了过来 压根没看那个英俊的男人 而是看向另外一边 刚才那句回来 传出的地方 一辆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房车 正停在那里 此刻车门已经打开 一个男人从里面跳了出来 满面笑容地朝着叶忠明走来 看他驾驶 好像还要抱一下 只是那种空气 被煽动的响声 再次传来 让这位 被叶忠明称为 软经理的男人 停下了脚步 露出了一脸无奈 嗨 叶老大 不用这样对待老朋友吧 下白急有节奏地 闪动着堕落天意 阳光之下 浑身充沛的黑暗气息 压迫着整片区域 叶忠明虽然是八星 可是现在他的气势完全内敛 看起来就如同个普通人 如果不是 身上那些散发着光芒的装备 他一点都不起眼 可下白就不同了 那一对黑色的巨大翅膀 加上无论是职业 还是技能 带着的暗性能量 还有专门为他设计 和制造的黑色系装备 在视觉和感知上 他都是最惹眼的那个 现在除了红发 也没有谁 能够有下白这样高的辨识度 到了阴城 布莱云顶 还要在这里 强迫威胁我的朋友 阮经理 食人魔 连锁不做生意 改行当人贩子了 叶忠明和这位 食人魔连锁东南区的经理 握了握手 示意了一下自己的那位负责人 让他立刻带着人 把大家的世界带走 而食人魔连锁 数十辆车足有上千人 却只能干看着 没办法 这里是阴城 真真正正的云顶地盘 叶忠明 就算是一个人 阮霄也不敢在这里 对这个人有什么坏心思 哈哈 见到了这些人才 叶老大 你要理解 我的手下也太着急了 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多包涵 阮霄对叶忠明拱拱手 其实他心中很清楚 大家的世界这个战队 至少现在是完全自由的 可叶忠明既然来了这里 目的估计 就是为了这支建筑类型的特殊战队 反正他也是偶然 遇到了这支战队 能够收尾挤用最好 不能的话 虽可惜也没有办法 他来这里 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来找叶忠明谈事情 听闻云顶山庄 在数百万变异 生命围攻下 屹立不到 叶老大 带我们这帮 没见过世面的开开眼吧 叶忠明听阮霄这么说 认真的看了他数秒 然后点头道 好啊 有十人魔连锁的大人物到来 我这也是彭壁生辉 请吧 喝着云顶自酿的果酒 阮霄用此来掩饰心中的震撼 一路行来 他看到了一个 处处都显示出了 争鸣和肌肉的营地 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十人魔连锁的秘密总部 那也是一个堪称宏伟的建筑 仅仅从营地的复利程度上讲 云顶山庄并不算什么 可是这里却带着浓郁的末世风格 每一处 仿佛都透着一股凌厉的气息 这是一个末世开始后 才被建立起来的坚固营地 并不要小看这个材质 末世现在的根据地 都是以和平时期的某些建筑 或者地域为基础建设的 基本上都能看出之前的风格 但是 阮潇除了几栋别墅之外 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幅 完全为了适应 末世而建设的营地画面 这倒不是说这样的营地 其他事临动不出来 而是惊叹于云顶山庄和叶忠明 竟然在很早之前救下了大决心 付出了极大的人类物力财力 开始了对这里的改造 那些大片大片还未完工的工程 让阮潇已经震惊了 他无法想象 当这一切都完善了之后 他不知道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云顶山庄 将会成为末世之中最坚固的堡垒之一 阮潇此刻也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会在阴城碰到叶忠明 去找大家的世界战队 阮经理 如果你喜欢 走的时候可以给你拿两瓶 叶忠明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他的右侧 坐着下垒和末夜 左侧 坐着光耀 身后站着收起了翅膀的下白 坐在对面的阮潇这才发现 他用这个动作 来掩饰自己的思虑时间太久了 微微尴尬地放下了酒杯 阮潇也不隐瞒道 我是在感慨云顶山庄 真是个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方 那些应该都是防御攻势吧 都建好了之后 我很难想象 这里还有被攻破的可能 那就最好了 叶忠明也喝了一口 这种国酒可不简单 是云顶遥转的一种 可以微量增加人的感知 当然 你这东西也是好东西 我可就不客气了 阮潇作为食人魔连锁的巨头之一 现在也是七星进化者的级别 这种国酒的好坏 自然异常就出来了 感觉之后立刻知道是真品 在惊讶叶忠明大方的同时 可不会放过这种白拿的机会 叶忠明点点头 这点东西 他还不在乎 并且如果能够 让食人魔联盟也对云顶遥转感兴趣 那也算是把生意拓展了出去 阮经理这次来 食人魔连锁的东南区经理 就算地位不如五环钱的几位执事 但也绝对是组织里的重要人物 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绝对不会进入 其他大势力营地内的 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阮霄放下酒杯 身体坐得直了一些 听说 叶老大去过了明水盛宴 叶忠明谈了谈自己手中的酒杯 他并不觉得 阮霄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奇怪 毕竟那么多人都去了 也不可能保密 食人魔连锁和五环钱是竞争关系 自然会更加地留意 还过了天杯 听到阮霄这么说 叶忠明就略微感到意外了 天杯最后的时候 只有一些大势力的人在场 食人魔连锁竟然连最后的结果都清楚 显然某个势力中有他们的人 或者干脆那个势力和他们关系比较清静 这么说不准确 天杯还有很多台阶 我只是走了一小部分 阮霄挥了一下手 叶老大 已经很厉害了 能够走到最后 得到了最好的奖励 我真是羡慕不来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也不是我想说的 我来这里 就是想和叶老大确定一件事情 叶忠明的眉角挑了挑 他心中有了大概的预感 嗯 选择了谁 果然 这个家伙 或者说他背后的食人魔连锁 果然知道了宇宙万族的事情 叶忠明那么坚定地在秘境之中战斗 不惜和九级强者为敌 胜利后 大肆掠夺秘境中的资源 对云顶山庄大兴土木 这其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心中的不安 在知道头顶上 有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看着自己的情况下 叶忠明油然而生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 他感觉虽然这些所谓的宇宙万族 现在还没有直接对地球做什么 可他们是有着目的的 甚至是不怀好意的 现在 可能碍于某些规则 还没有直接对地球动手 只是采取一些 类似于代理人的制度 可一旦这些限制和规则 消失 甚至被打破了呢 那个时候 地球怎么办 身在地球的自己又怎么办 所以现在的叶忠明 对实力的追求 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云顶山庄的 都十分的在意 甚至表现的有些急迫 面前的 是本来根本就没去 明水盛宴的 食人魔连锁巨头之一 他亲自找上门来 询问自己这个问题 目的又是什么 看到叶忠明没说话 软消沉吟了一下 或者这么说吧 我和食人魔连锁 希望您还没有做出选择 你又代表谁 叶忠明盯着软消问道 这位食人魔连锁的大驱经理 吸了吸气 末世有很多秘密 这些秘密 对我们人类来说 有着无法承受之重 我这么说 不是把我自己 或者我所属的势力 当成了救世主 而只是不愿意 看到一些不明情况的同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出了会后悔的选择 软经理 漂亮话 还是少说一些吧 我想 更加直接和开诚布公 是我们老大 更愿意听到的 光耀在一边突然插嘴 打断了软消 继续讲大道理 软消看了看光耀 他自然认识 这位曾经反抗区的 大战部团长 他又用眼神 询问了一下叶忠明 得到了认同光耀 软消所说的提示 他才又说了下去 天上 软消指了指上面 就和我们地球一样 有着许许多多的势力 叶老大在明水界 所知道的那些 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你又都知道 我也不是都知道 可我知道的 一定比你多 屋子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软消等待着叶忠明 去理解他话里的意思 叶忠明则在思考 接下来 自己可能要面临的抉择 继续 叶忠明的这两个字 有点冷 但软消一点都不介意 天上 有三个阵营 这位十人魔 连锁的东南区经理 开始讲述他知道的事情 霍尔兴阵营 莱纳兴阵营 和苏族阵营 屋子里的每个人 都静静地听着软消讲述这些 他们都知道 这或许就是 他们一直以来 寻求的答案 末世是怎么来的 轮盘是怎么回事 奴族 又是什么样的种族 如果你们想知道 这三个阵营的具体情况 那么我并不能告诉你们太多 不是我不想说 而是我也不清楚 软消又喝了一口果酒 我们十人魔联盟 属于霍尔兴阵营 是这个阵营当中 费纳斯菲人在地球的代理人 我们联盟的建立 他们帮忙不少 又一个宇宙万族的名字 叶忠明把费纳斯菲 几个字牢牢记住 五环钱的背后 还有当时在明水界 出现的那些宇宙万族势力 他们都属于 莱纳兴阵营 叶忠明想了下 至少从他的角度来分析 并没有发现 软消有说谎的迹象 这并不是说 这位十人魔联锁的经理说的 就全部都是实话 而是至少听起来像是真的 明水界的时候 每个颜色的变换 都有一个势力 出来劝说过叶忠明 很有秩序 无疑他们是商量好的 结合 从其他方面得来的信息 和戈尔族所说 这些应该叫做 莱纳兴阵营的势力 虽然也有竞争的关系 但确实在立场上 应该是一致的 软消的身体此刻 已经陷入了屋子里 那个舒适的沙发之中 这些他知道的事情 仿佛依然在给他带来莫名的震撼 为什么会分阵营 为什么他们会来到地球 他们就在我们的头上吗 为什么不直接下来 他们要遵守的规则是什么 漠视是他们造成的吗 面对叶忠明 这一连串的问题 软消苦笑了一下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些疑问 不过我能够回答的不多 因为我同样不清楚 不过 软消沉声道 我知道的是 之所以会分成几大阵营 是因为他们 对轮盘的态度不同 叶忠明神情肃穆 双臂架在了沙发的扶手上 对轮盘的态度不同 你是说 轮盘不是他们控制的 不是 软消回答道 至少据我了解到的情况 轮盘是不受任何一个阵营控制的 所以 才会出现在对待这种神奇东西的时候 这些种族在观点产生了本质的不同 我们十人魔连锁所所在的霍尔辛阵 并不十分赞同轮盘 对生命星球的控制 而莱纳辛阵 阵营则是轮盘体系最坚定的拥护者 意思我想你也明白 说白了 霍尔辛就是反对派 莱纳辛则是保皇派 原来是这样 叶忠明低着头 心中的一些疑问得到了解答 可又有更多的疑惑产生 并且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关于轮盘和末世的 软消却并未给他答案 软经理来这里 是想让我加入到霍尔辛阵 叶忠明问道 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种确认 软消既然能够来到这里 和叶忠明说这些 那么最可能的事情 就是来做说客的 毕竟 云顶山庄在国区实力很强 叶忠明个人 更是被不少来纳辛阵营的种族看中 如果可以加入霍尔辛阵营 无疑会让他们在地区上的实力 得到长足的进步 不 软消有点尴尬 我还有十人摩联盟 还无权代表霍尔辛阵 甚至来这里 也只是让费纳斯菲人知道了而已 可是他们并没有表态 叶忠明听了这些倒霉什么 但是在他旁边坐着的夏蕾 末叶光耀几人就不太高兴了 既然你们十人摩联锁 是别人的代理人 那么说话就应该代表 你们主子的意思 可你却告诉我们 你们主子只是表示知道了 却没有其他明确的指示 那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再有 无论是什么反对派也好 宝皇派也罢 可毕竟人家来那新人的阵营里 那些种族是亲自直接招揽过叶忠明的 不管真心不真心 是不是只有利用的心思 至少表面上像那么回事 可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逗我们玩呢 如果是这样 阮经理来得有些冒昧吧 夏蕾眯起了眼睛 看着这位巨头毫不客气的质问 阮萧咳嗽了一下 叶老大 还有夏蕾女士 我来这里 真的是为了你们好 没有丝毫轻视的意思 你们可能不太清楚 按照一些我也不太了解的规则 好像我们地球更加接近于 莱纳星阵营的势力范围 所以霍尔星阵营对这里的影响力 虽然有 却并没有莱纳星阵营那么大 他们也是有所顾忌 毕竟 一旦如同云顶这样的势力 投靠了霍尔星阵营 那么很可能会遭到其他阵营的针对 这个解释导也说得过去 叶忠明之前没有选择莱纳星阵营 如果现在投靠了霍尔星阵营 那么被记恨甚至攻击是一定的 可阮经理来 终归不会是专门给我传递消息的吧 叶忠明悠悠地问道 自然不是 软销点了点桌子 显然在调整自己的思路 我们希望 可以和云顶合作 让你们更加快速地发展 而不是因为一些压力 变得不得不和我们一样选择一个阵营 我们都是地球人 我很钦佩 我们时任摩联盟 也很钦佩叶老大 在名水届时所做出的选择 如果可以 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代表地球人 自己的势力组织屹立不道 而不是一个个外表 强大之下内力 却被人控制的傀儡战队 说完这些 阮销把空了的酒杯放在了桌上 身体也重新靠回了沙发 目光平静地落在几位云顶高层的脸上 显然该说的他都已经说了 现在 轮到叶忠明给他答复了 而叶忠明的回答 却让阮销没有想到 他说 谁是苏族 我是苏族 面对这样的回答 叶忠明被惊得目瞪口呆 他看着面前 大家的世界那位梁队长 不敢置信地道 你说 你是苏族 梁队长黑黑笑了一声 不是那种小人得志的黑黑 而是略显傻气的黑黑 这么说不严格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地球人 自然不是苏族 我是说 我们选择的是苏族 叶忠明真的有些说不出话了 之前 他从已经离开的软销嘴里 就没太得到关于苏族的消息 只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盟 在实力和规模上都无法和霍尔兴阵营和莱纳兴阵营相比 甚至许多苏族阵营的种族 连战斗种族都不是 如果不是有着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能力 可能早就在宇宙中消亡了 关于苏族 或许霍尔兴和莱纳兴两个阵营比较了解 但显然并没有和地球人多讲 至少霍尔兴阵营没有告诉人魔连锁太多 软销只是知道 这是一个不擅长战斗 也不愿意战斗的种族联盟 具体他们都是谁 在哪里 在地球是否有代理人 这些全都不清楚 叶忠明甚至一度以为 自己应该在短时间内碰不到苏族 至少在地球上 这个阵营应该是没有代理人的 可事实证明 他错了 在和软销代表的食人魔连锁谈好条件之后 转头就碰到了苏族的人 还是那个不起眼 差一点让食人魔连锁的人 欺负得大家的世界战队 叶忠明也不得不在心中赋菲 苏族不愿意战斗 没想到找到的代理者 也是这样的 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就那么肯定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着梁队长那张 满是落腮胡子的大脸 叶忠明眯着眼睛问 他之前觉得这支战队有古怪 不过可不是 觉得他们和天上的宇宙万族有关系 而是猜测 他们一定有什么保命的手段 否则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末世之中 是很难活下去的 只是 他们让叶忠明意外了 梁队长那张 憨厚的脸上突然诡异一笑 因为我得到消息了 知道叶老大去过了明水界 还进入了天飞之路 那么一定会知道宇宙万族的事情 捏了捏自己的手指 叶忠明飞速响了一下 突然问道 可这和你主动告诉我 你们是苏族代理人 有什么关系 苏族 好像并不强大 你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更是弱得任人宰割 两个人谈话的时候 周围还有不少人 这位梁队长压根就没有瞒着他那些队员 倒是叶忠明这边 还是刚才和阮萧谈判的那个几人 这个 我们自然是有自保之力的 梁队长挠了挠头 嘿嘿笑着 哦 叶忠明的声音 微微有些长 也有些冷 梁队长一愣 赶紧摆手 叶老大 你别误会 对您和云顶那我们自然是不够看的 我指的是别人 别人 目的 叶忠明冷冷问道 你主动告诉我这些的目的 接近云顶的目的 小马 梁队长喊了一声 那个之前 被软消的手下用烟头烫了一下的年轻人 立刻跑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块平板电脑 在指示下递给了叶忠明 叶老大不相信 我可以 但应该相信他吧 叶忠明狐疑地 看了这两个人一眼 结果电脑一看 眼睛下意识地瞪大了 这个人 竟然是那个在名水界中 给了叶忠明诸多详细信息的进化者 他 嘿嘿 是的 他是我们苏族在国区的总代理人 现在您应该知道 我是从哪里知道的消息了吧 我只是听从阿培先生的命令 才告诉您身份的 至于之前的相遇 那完全就是一个巧合 我们碰到了云顶的人消息传了出去 阿培先生的命令才下达的 叶忠明深吸口气 觉得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身边的这些人和势力 背后都可能站着一个 令他厌烦的宇宙万族 这种感觉就如同一只羊 生活着狮群中一样 阿培先生本来是打算 亲自来云顶和您见一面的 不过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被缠住脱不开身 所以 知道了我们就在阴城之后 让我见您一面 叶忠明白手打断了 梁队长继续说 这里并不是说话的地方 人也太多 他把大家的世界站队几个核心人物 请到了自己的别墅里 让他们坐在之前软销的位置后 才让梁队长开口 阿培先生说 让我先问一问你 之前在名水界说的还算不算 算或者不算 有什么区别吗 梁队长再次黑黑了两声 这好像是他的习惯 如果不算 那么就无所谓了 我们彼此之间 就当没有认识过 我们呢 还是大家的世界站队 如果云顶对我们放心 还想用我们 那么我们也会帮助您修建山庄 当然 这是要收费的 如果算呢 夏磊觉得 这个梁队长很有意思 开口问道 如果算 那么我们苏族也不会逼着叶老大 选择站在我们的一边 但是请求您看待之前 在名水界我们阿培先生 帮助过您的份上 对我们 还有一些苏族的代理人 在需要的时候 施以援手 尽量保障我们的安全 梁队长终于提出了 苏族 想要叶忠明做到的事情 自然我们也不会让云顶山庄 白白为我们服务 凡是被您施以援手过的 代理人站队 肯定都会为叶老大 您和云顶山庄 做一些事情 比如我们 之前承蒙您和您手下相救 并且一路照顾 今天又替我们摆脱了 食人魔连锁的纠缠 作为感谢 我们会免费帮云顶完成 剩下的城防工程 叶忠明笑了 好像帮不帮你们 你们都会给我们修工事 区别只是一点报酬而已 难道你们的报酬 已经高到了 我负担不起的程度 之前叶忠明打听过 大家的世界 是如何收费的 那个数字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甚至可以说是廉价 嘿嘿 区别自然不是有没有报酬 而是我们 会不会拿出真本事 梁老大说到这个 一股自信 油然而生 他指了指天空 我们会让您见识一下 苏族真正擅长的 阳光洒下 让人浑身都暖洋洋的 寒冬将至 可现在却还看不出一点迹象 或许 只有开始变了颜色的树叶 才会提醒着末世之中的人们 去关注温度和季节 高处有些微风 风中有些凉意 可丝毫不能影响空中的三个人 叶忠明坐在亡灵鱼龙的大头上 怀里抱着那柄 从熔岩海得到的锤子 漠然不语 他的身后 站着一身红装的红发 长发随风飘荡 目光不时地在远处和叶忠明之间流转 他们的旁边 是展开了堕落天意的下白 这三个人和一条亡灵生命的组合 几乎成为了整个云顶周围的焦点 下面的人 不时地就会抬头看看这鬼奇的画面 还是 不行吗 红发身体向前弯了弯 想看看叶忠明的脸 和他怀中的那柄锤子 长发因此而锤下 几乎盖住了叶忠明的脸 看到被打断思路的叶忠明 颇有些无奈地剥开 自己的头发 红发发出了咯咯的笑声 脱胎换骨之后 他已经完全不同 现在的他 是崭新的他 是重生的他 他已经从以往那个 被叶忠明制造出来 连话都不会讲 没有自己思维的人愧 变成了一个拥有全心一切的生命 眼中的灵动 充满弹性健康的肌肤 还有散发着光泽的红色秀发 每一个地方 都几乎达到了身为女人的极致 甚至就连性格 都变得温润如玉中 带着丝丝调皮 这样的变化 让人在惊奇的同时 还产生了欢喜和清静 以前的红发和现在的红发 都是云顶核心中的核心 但是现在的 大家更愿意接受 没人再把他当成傀儡 甚至丧尸 他现在就是一个神奇的人类 这东西 无法同质强化 无法覆魔 无法锻造 使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提示 我按照你所说 用它来锻造兵器 也没有任何的效果 尝试注入精神力 甚至我自己的力量 它依然没有反应 叶忠明叹息着说道 目光中满是可惜 这东西红发交给了他之后 他就一直在研究 他完全肯定 这是一把代表着 布鲁秘境终极秘密之一的工具 或者武器 否则 他的魂魄在游荡整个秘境的时候 不会专门到了那里去游荡了一圈 可是现在 宝物就在他的手中 他却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 无法使用 这种路的宝山 却空手而归的感觉 实在是让叶忠明感到不爽 融合的问题 一边的下白突然开口 他依然保持着 平日少言寡语的习惯 甚至在完全进入 黑暗力量属性之后 更显得孤傲 但和叶忠明在一起的时候 却表现得更像一个正常人 至于红发 也不知道是下白觉得其特殊 还是之前在秘境之中 并肩和九级胜负战斗过的缘故 两个人之间明显要比 和其他核心成员亲密一些 叶忠明正了下 才明白下白所说的问题 他指的是堕落天翼类似的情况 堕落天翼其中的现身能力 就是一种把装备 和身体结合的特殊能力 这种融合之后 就会随心所欲的情况 也算是解决装备 认知问题的特殊方式 叶忠明摇摇头 应该不是 你的那对翅膀 明显可以作为人体的一部分 虽然会超出人类本来的身体结构 但也算是器官的一种 但这把锤子并不是 而且就算是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融合 下白沉默 他能给出的建议就是这样 我用不了 下白用不了 你也用不了 红发侧着头 露出沉思状态 头发斜在他的脸上 遮挡住了半个美好 那 会不会 只能在熔岩的环境下才可以呢 红发提出了另外一个猜想 叶忠明眼睛一亮 头转过来看着红发笑 后者摇摇头 手在身后摸了摸 一把长毛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轻轻一抖 一股手指粗细的岩浆 就从枪间的部位流了出来 叶忠明用这把锤子接着 细细感受上面的变化 只是让他失望的是 这依然不对 这把锤子没有任何改变发生 红发只能停止 发出这些岩浆 是要消耗他体内能量的 数次试验不成 这东西叶忠明只能放弃 等到脑子有了新想法的时候 再试验 他的目光落在了下面 大家的世界战队正在帮助 和指挥云顶的人建设防御攻势 其中一些关键部位 甚至由他们独立完成 在这些地方 他们真的体现出了苏族的能力 或者更加确切地说 是苏族传授给了他们的能力 比如在每一个堡垒之中 地面之下 都被他们埋下了一块黑溜溜的石头 没人知道那是什么 他们也不说 但是埋下之后 堡垒经过了他们处理 在建成的瞬间 会立刻发出一道光芒 均匀地铺在青砖水泥之上 这种光芒会持续一段时间 当他们消失后 整个堡垒变得坚固异常 并且堡垒的墙壁 具有反弹攻击的能力 叶忠明亲自试验过 他赤手空拳 用出八成的力量 才能把这种堡垒 打出一个淡淡的痕迹 全力之下 连裂缝都打不出来 要知道 现在的夜中明力量 可是已经恐怖到了一定程度 他完全就是一个人形怪兽 还比如 大家的世界战队中的一个人 会拿着一支笔 在这些公式堡垒上写写画画 有些是神秘的花纹 有些是生动的人像 有些是花鸟鱼虫 这些类似于涂鸦的东西 无疑破坏了堡垒 那种肃木的感觉 让人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这些堡垒 却有了很奇怪的能力 被画上花纹那些 被攻击的时候 会发出一道道能量 还来形成第二道防御 被画上人像那些 会让站在上面放哨的人视力增加 而那些花鸟鱼虫 功能就更千奇百怪 夜晚有进化等级 超过四季的生命接近堡垒 堡垒会自动亮起 或者发出动物的吼叫 还有些可以从地面不断地吸取 吸出纯净的水 提供给堡垒之内的战士饮用 两对 是我们给出的条件不好吗 说话的男人很英俊 同时也非常的干净 身上的衣服崭新 这云顶的人大开眼界 叶忠明也同样大开眼界 至少他前世 是没有听说过 有哪个基地拥有这些能力的 他不是怀疑 这些苏族在地球的代理人 也不是自大到觉得 前世没见过的事情 这一世见到了 于是便归功于自己的蝴蝶效应 叶忠明只是清楚 前世的自己见识 还是太少 压根接触不到 这些最核心的秘密 衍生出来的事情 大家的世界战队 不仅仅给防御公式 带来了这些变化 还答应在整体建造完成的时候 给叶忠明一个惊喜 至于是什么惊喜 梁队长卖了个关子 对此 私下里小虎同胡云少等人 都是有些不满的 这些人 就算是和我们合作了 但最后的效果 还要和我们隐瞒 不知道这些 我们怎么配合 小虎在失去了一只眼睛之后 脾气有些暴躁 特别是对待外人 在他的眼中 显然大家的世界战队 可不是朋友 别瞎说 既然是合作伙伴 那么应该不会刻意对我们隐瞒什么 以我看来 那位梁队长并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心思 完全就是 想给我们一个惊喜 梁初音一双大长腿搭在桌子上 和小虎唱着对台戏 叶忠明听了摇摇头 让梁初音看见了 凑过去问道 怎么了 那帮人 难道真的有些不对劲 那倒不是 叶忠明答道 只是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以此可以证明 他们或许真的想和我们合作 但同样的 对我们也有所隐瞒 当然 也有可能是我想错了 这些人 可能知道的 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这句话 叶忠明的声音 有些低 显然是他自己 在思考着 等了片刻 叶忠明抬头 看到其他人 都看着自己 笑笑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 记得梁队长说 他们的国区代理人吗 阿裴先生 在一边坐着之前 没有说话的光耀道 嗯 叶忠明抬了抬手 可是我在名水界 和他签订那份 食言卷轴的时候 我看到了那个人 写下的名字是 浮游 众人互相看了看 都一时想不明 这中间到底意味着什么 无非就是梁队长 可能 一种是 浮游就是阿裴先生 只是梁队长 他们不知道 第二种 浮游不是阿裴 叶忠明分析着 第一种 自然没什么说的 只能说明 梁队长他们 没有得到信任 对于代理人来说 这也正常 第二种情况就复杂了 因为梁队长 的确给我看的是 浮游的照片 如果他不是阿裴 那么他们 可能在用同一个 相貌行走于世界 还有可能 他签约的时候 就用的是假名字 那他可就是掌握了 一些秘密技能了 能够规避 誓言卷轴的约束 还有 他们都不是真的 名字的话 大概是觉得 自己的猜测太多 叶忠明没有继续说下去 那 现在怎么办 梁初音有些担心 这阶段 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男人心中 压抑着什么事情 粗略地感觉到 是和现在 这些宇宙万族有关系 可他又帮不上什么 现在看到 叶忠明这样 心中就有些慌 叶忠明安慰地 拍了拍网红妹的手 没事的 先把契约的那些准备好 和这些苏族的代理 完成交易 至于梁队长后来 提出的那些 这个时候 外来传来一些声音 众人站起走了出去 很快知道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到山庄外的 一处防御体系建筑工地 大家的世界 梁队长正皱着眉头 和云顶这边两个负责人 一起向着一处地方 下面看过去 周围围了不算少人 议论纷纷 怎么 梁初音抱着手臂走过去 皱着眉头 别看他在叶忠明面前 乖巧的 如同一只猫咪 但在其他人面前 可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 主战战队的老大 周围的人 纷纷和梁初音 和叶忠明等人打招呼 梁队长和两位负责人 也走了过来 老板 事情有点意外啊 云顶的那位负责人 面色不太好 他刚说完 他们之前 看着那处洞口里 就钻出了几个人 领头的是甘蓝和美娜 两个人 后面跟着五六个 他们站队的人 成为了云顶的一份子之后 他们经历了秘境的战斗 见识到了真正的云顶和末世 现在也算是完全融入了进来 核心成员施行的是轮流制度 无论是出去狩猎 还是做其他的事情 这一片区域 就是他们负责的 看到叶忠明等人 两个人快步走了进来 其他人的目光 只是扫过了他们 就落在了他们手中提着的东西 那是两只 已经死亡的变异老鼠 大家都是末世里的老战士了 只是看见他们的尸体 就看出了问题 咦 新品种 这只还怀孕了 云少凑近了看了一圈 确定其中一只是 他没有见过的变种 而另外一只见过的 是被阴城 称为小背头的类型 在背部有着 竖排筷子粗细的 坚硬锐利长矛 可以发射出去 商人 威力不错 这个时候 刘正宏带着几个研究员也来了 显然有人已经通知了他们 趁着刘正宏 接手了两只四级的变异老鼠 在观察研究 叶忠明把目光 落在梁队长几个人身上 老板 是这么回事 我们和梁队长 商量了一下 在一些堡垒附近 进行了一些三七工程的施工 就是地下防御 防止有人有生命 从地面下面过来 云顶的负责人 搓着手说 今天挖开了这里之后 稍微向下深挖了一些 一个地方就塌了下去 露出了这个洞口 我们还听见了里面 出现过短暂的叫声 甘兰和美娜 眼尖 他们看见在洞口 一闪而过的是 变异老鼠 红杰早就吩咐过 凡是山庄范围内的 关于变异生命的事情 都要通知他 我就派人去了 等红杰的时候 甘兰和美娜下去探查 剩下的事情 你就看到了 具体怎么回事 我觉得 是阴城那些臭老鼠 挖到了我们山庄下面 这帮家伙 可能没安什么好心 听到这些 不少云顶人眉毛都跳起来了 说实话 现在的云顶 虽然经过了秘境之战后 有所损失 但是他们可是和九级的 胜处战斗过 面对过整齐有序的 强悍军队曙光圣殿 兴气士气正处于巅峰 连九级的存在 和曙光圣殿都不怕 他们还能怕小小的便衣老鼠 所以 一听这帮脏东西 对山庄有坏心思 身上的杀意 都散发了出来 不少人看着 黑漆漆的洞口目光闪动 看意思 都想下去探探险 遇到便衣鼠群 就更好了 可以杀得痛快 叶忠明也很意外 他当初是故意放 任阴城的这帮便衣老鼠 其中有他们都在地下 不好剿灭的缘故 但更多的 还是想给阴城和云顶 留下一些可以狩猎的东西 否则猎场太远 会带来诸多的问题 在群敌环顾的时候 可能会被人利用这一点 不断打击 可如果真的 如同大家看到的一样 这些老鼠竟然在地下 从阴城向着云顶山庄挖洞 他们要干什么 攻击山庄 别说这些普通战士 就连叶忠明都觉得 这些老鼠是不是疯了 那位鼠王现在多少进化等级 应该还是七级 叶忠明让他一只手 都可以杀他十遍 他是哪里来的自信 想要进攻山庄 这些家伙 看来是要教训一下了 叶忠明眯着眼睛想着 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可是这种想法 却被刘正宏打断了 小叶子 过来 大家纷纷侧头 脸上表情古怪 强忍着笑意 他们可不想得罪任何一个 无论叶忠明还是刘正宏 那都是惹不起的人 叶忠明翻了翻白眼 对于这种称呼他 已经抗议了许多次 但刘正宏压根不听 他也没办法 只好任由他叫了 红剑 看出什么来了 刘正宏示意了一下 自己的手下 那个人立刻拿出了一瓶清水 向着他的手上倒去 他一边洗着手 一边说道 你们猜错了 这些老鼠不是要进攻云顶 大家不明 所以等待着刘正宏 继续解释 如果你们是老鼠 想要进攻云顶山庄 你们挖洞的时候 要怎么做 面对刘正宏的这个比喻 大家哭笑不得 不过也没人计较 反而都想了想 不少人都纷纷回答 我是说要怎么挖洞 是不是直接朝着目标挖过去 最多都挖几条通道 众人不明白 刘正宏要说什么 只是点头 可是里面的通道 不是这样的 他们弄出了 好多个巨大的空间 甘蓝啊了一声 说出了刚才 他看见的情形 嗯 刘正宏甩了甩手上的水珠 如果仅仅是这个情况 我还不能肯定 可我刚才解剖了一下 这只怀孕的变异老鼠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这些老鼠也挺能耐的 它们在进行 有组织有方向的进化 想要让下一代更强 身上尽量全部都呈现出 前代的优点 而不是缺点 夜中明愣了一下 你是说 这些老鼠 在把这里当成 它们的试验基地 确切地说 是安全屋 它们在利用我们云顶 来保护它们 众人嘖嘖称奇 没想到这些老鼠 还挺有心眼的 竟然知道 大树底下好乘梁的道理 把繁育基地 挪到了云顶山庄旁边 以此来保护自己 它们 有了这么高的智慧 控制进化方向 这好像是科学领域的一些事情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夜中明不懂 哪怕这些变异老鼠智慧 变得很高了 它们也不能掌握科技吧 也不能建立一个实验室吧 那么它们是如何 控制进化方向的 这太奇怪了 刘正红咒没想了想 我能想出几种可能 都是生物自身的优胜劣汰 和环境适应时的突然变异 可是 这些都是极其巧合的情况下 才能发生的 一起发生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也弄不过太清楚 至少暂时是这样的 大家一头雾水 不知道如何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些进化等级高的进化者 突然都看向了洞口 大家感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正在逼近 这些本来拿着铁锹 提着工具的云顶人 立刻变成了机警的战士 自动围拢在了夜中明周围 夜中明却摆摆手 表示不必紧张 空中风声传来 红发站在亡灵鱼龙的头部 出现在现场 眼睛不断地在地面扫视 夜中明微微惊讶 抬头看了下红发 得到一段有意思的信息 都退下去吧 有人 哦 不 有个生命想和我谈谈 说完让手下们等着 率先跳进了洞口 接着红发和夏白 也跳了进去 那头粗大的鱼龙 也飞到洞口试了试了 发现自己挤不进去 无奈地飞回了天空 其他人 一看红发和夏白 两个人跟了下去 也就不担心 老大安全了 放下了心后 一些核心成员 开始凑到了刘正红旁边 说起了话 随着这一阶段云顶 进入相对的安稳期 战士们有些闲了下来 可是两个实验室 却进入了十足的 马力全开状态 无论是刘正红 还是乐大远 还有实验室里的 那些研究人员 全部都忙得昏天暗地 就连两位身为夫妻的 实验室首脑 同样身在山庄之内 也已经数天 没有见过面 好不容易遇到 刘正红出实验室的情况 这些核心成员 哪里还能放过 一个个凑过去问这问那 都想弄点好处 到自己对 你们这帮小宅子 老想些歪门邪道 我要真有好东西 还能不拿出来 你们老大 早就拿去给你们分了 刘正红一脚踢开 就差钻他怀里的小虎 笑着骂道 叶中明不知道 前世的杀人红 是什么样的 但至少这一世 刘正红在不工作的时候 就是一个邻家大姐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现在还被关在 实验室中的杨格斯 谁要和他说 刘正红性格好 他一定喷他一脸浓鼻涕 你们一个个手中 都有一摊子事情 手下的人也都越来越多 这些手下 还不够你们管的 老月那边的武器 你们都弄了不少吧 还不够你们用的 还想从我这里要东西 真是不知道 说你们什么好 刘正红说着也笑着 训这些人 让他感觉很不错 看着这帮 不管年纪大 还是年纪小 不管是男的 还是女的同伴 都一脸 刻意装出来的谄媚 他感到丝丝温暖 还有啊 听小叶子的意思 便宜生命 是要单独成军的 你们谁舍得放弃 自己的队长位置 我可以给你们推荐推荐 叶忠明 曾经和刘正红 探讨过这种可能 就是把基因生命 单独建立一个编制 这样在执行一些任务的时候 就可以少了很多顾忌 在关键的时候 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而不必去在乎伤亡 很多人 还是第一次听到老大 有这个想法 脑子里都在飞速地 权衡着利弊 考虑着一旦基因生命 真正单独成军后 带来的变化 地面上 刘正红和这些核心成员 聊着天 地下 叶忠明 三个人 也见了要见的生命 鼠王 阴城那只 已经是七级的变异鼠王 亲自赶来了这里 和叶忠明会面 或许是因为红发重生后 依然是精神类的生命体缘故 这只鼠王 在接近这里后联系的就是他 这也是红发 突然出现的原因 叶忠明饶有兴趣地 看了看这个身体 已经如同大象一般的生命 又看了看他的身后 跟着树枝同样进化 等级很高的变异老鼠 其中一只也是七级 其余的都是六级 在这些老鼠头后面 还有不知道多少手下 密密麻麻 把整个他们打出来的通道 都堵住了 这些变异 老说可不是来打架的 带这么多兵 完全就是因为他们害怕 看看现在鼠王 畏畏缩缩的样子 就知道了 这家伙身体都是侧着的 显然发现不好就要逃跑 叶忠明的观察 对于鼠王来说 那就是一个八星强者的审视 他那张已经看不怎么出来 老鼠像的脸上 发出了滋滋的叫声 因为可以直立行走 短小却粗壮的上肢 快速比划着 他说 他对你和云顶山庄 没有任何恶意 完全就是觉得 待在我们的地方 会更加安全 不是想要攻击我们 红发看着鼠王 给叶忠明做着翻译 如果不是我们发现了你们 好像你也不会主动来找我 既然这样 那让我怎么相信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叶忠明说着 向前走了一步 把成千上万的老鼠 吓得齐齐后退了数目 鼠王更是焦急 连叫带比划 甚至连他后面的 那只同样等级性别 却明显是雌性的老鼠 也跟着叫着 他说 请你相信他 他确实对你没有任何敌意 并且还未惧 他只是想让他的孩子们 更加安全地度过出生期 他的孩子 叶忠明眼神一眯 心中就有些警惕 虽然他对阴城地下的 这些老鼠采取的是 放任的姿态 可他知道 在没有了遍地的丧尸 和变异生命威胁下 阴城的人很大一部分精力 就放在了猎杀 这些变异老鼠身上 说句不夸张的话 如果不是这些老鼠 繁殖能力有点变态 一些品种几个月 就能够拥有 很强的战斗力 如果不是他们 生活在地下 可能他们早就灭亡了 但老鼠的这种 短暂的繁育周期 叶忠明可没忘 结合刘正宏刚才说的 如果让这些家伙 繁殖出了更加强力的品种 让他们的实力 不断加强 打破现在的平衡 那么将来 或许还真会成为祸患 出于习惯 叶忠明下意识地在考虑 要不要现在 就除掉这个家伙 这个时候 他的身上难免发出一些杀气 这可吓坏了这些老鼠 鼠王的后肢 甚至已经开始刨地 数秒钟就已经挖出了 一个两米多深的大坑 半截身体都藏了起来 这把叶忠明三人看得是 呼啸不得 发现了叶忠明 暂时没有动手的意思 鼠王惊疑不定地 看了看情况 之后又开始叫着 这一次情绪更激动 还对叶忠明露出了讨好的神色 那样子 真有点鼠目寸光的意思 哥哥 红发先是笑了一下才到 他说 只要你不发怒 不杀他 他愿意给你 交保护费 叶忠明 差点没乐出来 这些老鼠 竟然还懂得这些 问问他 他的保护费是什么 其实这鼠王基本上 可以听得懂人言 他看到叶忠明这么问 便开始和红发沟通 这一次沟通了不短的时间 他说 他们可以不去攻击云顶山庄的人 甚至不去攻击阴城的进化者 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红发开始讲述叶鼠王的意思 甚至还可以每隔一段时间 给你提供一批魔精和材料 数量会让你满意 就这些 叶忠明追问了一句 却让鼠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只能和红发沟通着 让他帮忙说话 可红发又怎么会搭理他 虽然他的性格 现在变得不像以前那么残忍冷酷 可是也就是对叶忠明很好 和其他云顶的人虽然也算不错 可那更多是看在叶忠明的面子上 对待敌人 或者说外人 他从来都是不利于杀戮的 在骨子里 他依然是那台杀人机器 这样吧 我提出几个条件 如果你答应 那么我可以保证 两年内 云顶山庄 不会杀你 我也不会以任何方式 受益任何人 或者势力杀你 并且允许你继续待在阴场 蜀王听到这个 有些惆怅 他回头看了看 和自己同样进化等级的伴侣 思考了片刻之后 还是打算听听叶忠明怎么说 第一 你要把你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 以云顶山庄为中心 周围300公里范围内 听到第一个条件 蜀王便开始叫着 却被叶忠明瞪了一眼 安静了下来 第二 在这个活动范围内 你们除了不能攻击云顶和阴城的人之外 还要负责情报的 收集工作和预警工作 这片区域里有什么 发生了什么 我统统都要知道 这里有什么生命来 什么生命走 他们都目的是什么 这些我也要清楚 第三 叶忠明声音提高了一些 打断了蜀王再次发出的叫嚷 阴城和云顶的第一层地下防御 就由你们来构造起来 除非你们全部死光了 否则 阴城和云顶的地下 绝不能遭到突然的攻击 连说三条 叶忠明顿了一下 之后才继续道 我还要在必要的时刻 拥有向你借兵的权利 你也有保卫云顶和阴城责任 在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 你要确保立场的坚定不动摇 和权利的出手帮助 前面那几点 对于蜀王来说很难办 比如扩大范围 这一点他就很为难 在末世 变异生命都是有着自己活动区域的 越是高等级的生命就越是这样 如果蜀王扩大势力范围 必定会引起当地变异生命的反抗和敌意 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还有 如果仅仅是地面上的变异生命也就算了 毕竟老鼠们是在地下的 可是别忘了 地下也不仅仅只有老鼠 还有其他种族 就算是老鼠本身那也是有群体之分的 蜀王想要向外扩展 首当其冲的就要和其他同类发生战斗 代价之大 不用想也知道 可为了保命 为了在阴城这里生活得到允许 这个条件蜀王咬咬牙不是不能答应 大不了就当成开辟新的市场了 在有准备的时候 终归是能占到一些便宜的 可是当叶忠明提出第三个条件的时候 蜀王觉得地面都要他下来砸到他了 如果自己答应 他几乎等同于去做叶忠明和云顶山庄的手下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自由权 可一旦有了战斗 他就要接受指挥 把整个种群献出去成为人家的打手 这如何能够同意 这完全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但蜀王还真就不敢当场否定 他现在表现得 有点谄媚 有点卑躬屈膝 有点胆怯 这为什么 无非就是因为叶忠明能够轻易地杀掉 无论身在何处的自己 在这方面 蜀王有着敏锐而准确的直觉 如果被逼无奈 答应了这个条件 至少现在还能保住性命 可一旦拒绝呢 还能不能活着都说不定 可真让他答应 你不要只看到 你需要付出的 你也要看到将会得到的 叶忠明先是为了一声 把蜀王吓了一跳 答应了这些条件 我和云顶山庄 就会是你的后盾 你最想保护的 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还有 现在云顶山庄 如何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的敌人是有 但能够给我们造成足够威胁的极少 也就是说 你为了我们进行 大规模战斗的机会不多 随着叶忠明这么说 蜀王的表情倒是好了不少 显然被说得很动心 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你们在进化 再尝试着 向着更高更强的方向进化 在这一点上 我们云顶可以帮助你们 叶忠明瞇着眼睛 盯着装傻充愣的蜀王道 其实 事情 是不需要说得太直白的 只是我不能用人类的想法来衡量你 所以 我觉得 还是都说出来比较好 为了这种进化 你辛辛苦苦地挑选优秀 强壮的手下去 稀释云顶生命基因实验室的一些 废水废料 为的 就是因此改变 你们的基因 如果能够吃掉一点实验室里的血肉 那就最好不过了 语出惊人 红发和下白 都向着叶忠明 投去了惊叉的目光 蜀王 甚至因此 而继续后退了两步 这些手下产生的变化 如果是好的 你就会留下他们 产生的变化是不好的 你就会杀掉他们 之后让那些好的快速进化 再次淘汰一部分不稳定的 最后这些稳定的 你让他们互相繁殖 以此来产生全新的种类 我没说错吧 蜀王已经在用一种见鬼的表情 看着叶忠明了 他现在已经不去思考 什么答应 不答应人家的问题 他现在是在想的 是人家会不会反悔的事情了 看到蜀王识趣地 答应了全部条件 叶忠明满意地点点头 让他保持随叫随到的状态后 带着人准备向回走 不过走了两步叶忠明又转了过来 蜀王身体马上抖了抖 对了 这里 给我填好了 叶忠明的手指转了一圈 蜀王赶紧点头表示明白 还有 磨精和材料不能少 说完 和两女跳出了有些腥臭的地下 哪怕消毒和清洁的工作做得再好 生命基因实验室当中 依然有股复杂难闻的味道 走进了一处封闭的单独实验室 叶忠明便看到了大量的鲜血和尸体 如果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这是屠宰场呢 刘正宏此刻穿着的白色试验服上 已经全是红色的液体 见货还黏着小块的细胞组织 可他丝毫不在乎 继续手中的工作 只有叶忠明进来的时候 他才抬头通过隔离玻璃看了一眼 可马上又进入了工作状态 直到四十分钟之后 他才直起了身体 扯掉了口罩和手套 一边脱掉这些脏了的衣物 一边通过了隔离区 等久了吧 走吧 回家 刘正宏一把搂住叶忠明的脖子 一副没正经的样子 好在只是习惯性地欺负一下 这位云顶的老大 马上就放开了 两个人出了生命基因实验室 护卫们拾去地退去 没有跟上来 进度如何 叶忠明本能地警惕 看了看四周 然后问道 刘正宏脸上的玩笑消失 却而代之的 是一个顶尖科研人员的 严谨和认真 很不错 这个回答让叶忠明 倒是很意外 没有谁比叶忠明更加了解 刘正宏和乐大远的骄傲 同时也没有人 比他更了解 他们在本专业的慎重 通常情况 除非是即将成功的试验 刘正宏才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其余的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看情况 而现在 他说的是很不错 这就让叶忠明有所期待了 这位鼠王 狠豁得出去 对于实验体的供应 从来都是足量的 仿佛他的手下 是无穷无尽的一样 刘正宏嘴角露出了冷笑 哪怕是这种情况 为他创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 可是他依然对这种 非人生命的残酷 嗤之以鼻 这倒是让我方便了许多 很多过程可以一起进行 多种可能可以一起试验 刘正宏边走边说 鼠王的要求不高 没有专职性 只要让他们下一代的基因 更好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 你想控制这些家伙多长时间 但从我这里 就算技术暂时不更新换代 也足够 让他们繁育超过十次 次次右鼠都有明显的提高 这位造人宏 显然明白 叶忠明的心思 对于这群变异老鼠 叶忠明可不会真心去对待 彼此都是互相利用 只是叶忠明掌握主动权而已 不用明显提高 让鼠王感觉到就可以 叶忠明对着一个地方摆摆手 下摆的身形 便隐去 他们的繁殖期究竟是多长 这个要看品种 他们在进化的过程中 在这方面走向了两个极端 刘正宏面色有些凝重 他以前从未把这些老鼠放在眼中 这并不奇怪 他的实验体 适合博士 这种人类和兽类基因的集合体 是阎望树和阳格斯 这样的八级顶级的变异动植物 又怎么会看得上这些地下的脏东西 可是当他深入研究了这些变异老鼠之后 却被一些数据所震撼 这才促成了 这顿和夜中明约好的晚餐 一些种类的繁育期变得更短了 刘正宏霜抽插在白大衣的兜里 声音在末世的夜里飘荡 以前小型家属基本上出生到 可以繁殖需要40天 大型的也不会超过90天 可现在的某些品种 20天就可以进入繁殖期 20天 夜中明皱眉 这个时间可太短了 一年繁殖十七八次 这也太吓人了些 听到夜中明话 刘正宏翻了白眼 挺聪明的人啊 怎么现在这么笨了 夜中明愣了 之后不好意思地笑笑 对哦 这和孕期是两回事 普通的老鼠的孕期 在20天到22天之间 而这些品种 只有10天的孕期 之后恢复几天就可以再次怀孕 也就是说 这些老鼠成熟之后 基本上半个月窝 一年24窝 夜中明没说话 因为一年24窝 更恐怖 当然 这些品种 大多有着这样那样的明显缺点 属于战斗力不强悍的种族 在鼠族里 属于弱小的 另外一些 繁育期增长 这些品种各不相同 但平均的成熟期 都在两个月左右 孕期也同样有四五十天 遵循越强大的个体 越是繁育期长的特点 两个月加四五十天 夜中明想了下 一百天的时间 看似不短 但对于繁殖来说 可就太快了 他发现自己 对这些老鼠 总体数量的估计有些错误 鼠王治下 便意老鼠的总量 应该会超出了自己的预估很多 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了 刘正宏和夜中明转过一栋房子 看见了他所住的别墅里 透出明亮的光芒 前者脸上露出了明显的暖意 胎生数量 刘正宏简单恶药地道 以前民间有句话 叫做一公一母 一年二百五 说一对老鼠一年 可以繁殖二百五十只小老鼠 次数为八次左右 现在自然已经不准 可是刘正宏顿了一下 强调道 我说的是能够单体 对同级进化者造成强大威胁的 从可以受孕到新生鼠出生 这些品种一年大概可以生三窝 至于每一窝的数量 投胎会少一些 大概在三到五只 接下来一次递增 每胎大概增加两个左右 在达到二十只的时候是顶峰 接着每一胎数量会下降 直到不能生育 这个过程要持续十五六次 夜中明心中计算了一下 按照刘正宏的说法 这种强悍的便衣鼠种类一年三胎 头一年的产载数量在十八只左右 第二年三十六只左右 第三年五十四左右 现在正是末世第三年 你是说 夜中明停下脚步 现在这些便衣老鼠 已经进入了繁育高峰期 刘正宏点点头 可能时间上会有偏差 毕竟末世开始的时候 它们也需要一个发展期 并且很多新出现的品种 在时间上要更晚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些便衣老鼠中的强力种类 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 它们繁殖的高峰 你们两个 怎么这么长时间 乐大院透过窗户 看到刘正宏和夜中明 两个人走近 当先走了出来 一边笑着 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上的水珠 它不仅仅会制造魔精武器 还会做一手好菜 乐大院说 这是以前厂子半死不活的时候 傅贤在家的它练出来的 离得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夜中明笑呵呵地走了屋子 客厅里已经摆上了一张大桌子 上面至少放了石盘菜 色香味俱全 当然 这些菜式有着明显的末世风格 里面的食材 特别是肉类 也基本上都是变异动物的肉 不过 做法依然是地球上的做法 和云顶遥转没有什么关联 三个人入座不久 夏磊 梁出阴和蜜芽就结伴至 而夏白和红发也都到来 这几个人 无不适和夜中明关系亲密 彼此之间几乎不可分割 大家很快就开始吃了起来 红发别看现在 和人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 他却并不喜欢吃这种食物 他也从不需要喝水 只是做了做 就笑了笑离席了 夏白看到也跟着离开 他们都是不适应这种场合的人 席间 基本上都是几个女人在聊天 乐大远和夜中明 只是笑呵呵地听着 直到说到了正经事 大家才都进入了讨论状态 阴城的变异老鼠 将会到达繁育高峰 乐大远放下酒杯 宁神想了想到 也就是 在今后的一年甚至两年之后 变异老鼠的数量 会多到一个让我们发指的程度 并且繁殖速度 还会因为下一代陆续的成长 而获得保持 说完 乐大远顿了下 然后看到周围的几个人道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这位鼠王在耍我们 夜中明低头吃了口菜 只是咀嚼得很缓慢 咽下去之后才说 至少是对我们有所隐瞒的 至于隐瞒 这件事情的目的 倒不一定真的 就是想对我们不利 或许只是想要自保 自然 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实力超过我们 变成自保的就是我们了 听到夜中明这么说 刘正宏也放下了筷子 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 鼠王那个家伙 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 她既然相信了我们云顶的科技 应该能够猜到 我可以看出这个规律的 可她虽然没有明说 却依然送来了大量的实验体 或许也只是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一下她无声的抗议 不是因为警告 仅仅是需要让我忌惮 毕竟至少从目前上看 我们云顶很强势 还没有丝毫被他们超越的可能 红姐 你有主意了是不 蜜牙一连崇拜着这个在她看来 几乎和造物主没有什么区别的女人 嘿嘿 红姐一笑 虽然现在我不能肯定 但因为有着充足实验对象的关系 这些变异老鼠的事情 可能会成为实验室里 我能够分析 和了解最透彻的基因来源 大家等着她继续说 可红姐却偏偏停了 众人愣了下 还是乐大元最了解自己的妻子 哭笑不得的摇头 你和这帮孩子 还卖什么关子 就是啊红姐 你的那些我们也不懂 欺负我们没问话 夏磊在一边凑去 壮丝不满 刘振宏哈哈一笑 开始解释 既然我最了解 那就意味着 我可以熟练地使用他们 或许现在我不太可能 给云顶制造变异老鼠的大军 但是合理地利用他们的基因 让一些能力 在其他我们能够控制的生命上呈现 这还是没有问题的 说起自己的专业 刘振宏眼睛都是亮的 一旦我的技术再次突破 或许我还真可以给云顶 弄出一只老鼠大军 也说不定 听到洪姐这么说 包括叶忠明在内 都睁大了眼睛 刘振宏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却意味着很多东西 以前云顶的基因生命大军 数量虽然也到了一定的程度 可那都是一个个 在实验室中培养或者改良出来的 也就是说 云顶的基因技术 还停留在改变基因自身这个基础上 也可以说技术壁垒 也正是因为这个壁垒存在 阎望树的人类改造 才暂时没有什么进展 但如果刘振宏所说 他可以利用变异老鼠的基因件 制造出一批这种大军 那就意味着 他已经成功可以让改良过的生命 拥有繁殖的能力 就算不能如同正常那样胎生 至少也可以在实验中 进行大规模的试管培养 一旦成功 就意味着云顶会多出一支 近乎源源不断的炮灰部队 以此来减轻云顶正规战队的伤亡 和增强战斗力 甚至于 因为基因的可塑性 可能还会得到一些 各有功能的鼠类生命 给云顶提供帮助 这种技术或许还能够让阎望树 和其他实验室的试验项目取得突破 现在看来 和这帮变异老鼠的合作 还是便宜占得多些 叶忠明捏着下巴想了想 然后道 虽然红杰有解决的办法 但这需要时间 培养完全忠于我们的变异鼠群 耗时太长 这帮老鼠的数量 还是要想办法限制一下才行 众人知道 叶忠明可能是有了想法 也没有打扰他思考 过了片刻 叶忠明突然问下磊 食人魔连所答应的第一批物资 什么时候到 夏磊计算了一下日子 应该就在最近了 怎么了 这批物资和变异老鼠 有什么关系 叶忠明笑了笑 是没有什么关系 可把他们牵扯上一些联系 不就有关系了 说完 他低了下头 不一会红发 就出现在了叶忠明的面前 你能不能现在就找到 或者联系上变异鼠王 红发想了想 点点头 他不知道那只胆小如鼠的鼠王在哪 但他知道用什么方式 让他知道自己在找他 通知一下鼠王 加大给实验室提供材料 和实验对象的数量 至少要是现在的两倍 还有 在告诉他 需要他表现出诚意的时候 到了 我需要五万 不 十万变异老鼠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云顶的人大开眼界 叶忠明也同样大开眼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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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